江国 墨州境内 望龙山脚 杨庄村 一间黄泥座墙 茅草座顶的狭小土屋内 衣衫蓝缕的杨彻饿着肚子干了大半天重活 此时疲惫不堪地躺在干硬木板上 不想再动弹哪怕分喉 喷一声 那仅剩大半截的薄薄木门忽然被粗暴踹开 一个酒气熏天的邋遢胖男子手握藤条走了进来 二话不说就朝床上的杨彻狠狠抽打过去 火辣辣疼痛传来 杨彻硬是咬着牙 没吭一声 他艰难起身 拖着疲惫的瘦弱身躯 从木板床上挪下来 木然地盯着眼前醉汉 小兔崽子 还学会偷懒了 醉汉一边骂一边抡起藤条继续抽打 杨彻则面无表情 转身朝门外走去 他知道 若不进山寻一些值钱东西回来 这醉汉杨虎敢活活打死他 走出土屋 杨彻忽然闻到一阵饭菜扑鼻的香气 这令他的胃液急速翻涌 更加难受 离土屋不远 几间青砖瓦房 里面隐隐传出一个男娃不耐烦的呼吓声 娘 再给我加个鸡腿啊 杨彻知道 那是醉汉杨虎的老婆孩子 顿顿有白膜 天天有肉吃 就连杨虎家的狗都吃得比他好 侯杰狠狠滚动了好几下 杨彻舔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杨起黑瘦小脸 看了看天上黑压压的乌云 犹豫了片刻 还是艰难地迈动双腿 向望龙山走去 他今年十二岁 却已被那醉汉杨虎 整整毒打了六年 快六岁那年 与他相依为命的爷爷突然去世 这杨虎仗着杨彻族书的身份 打着抚养杨彻的幌子 私下霸占了他家的吉姆泊田 杨虎好吃懒做 嗜酒如命 每天只给杨彻吃一顿饭不说 还逼迫杨彻干很重的农活 而且 杨彻还时常需要进山弄点之前的山货回来 要不然 一天一顿的饭会变成两天一顿 还要挨藤条毒打 若不是杨彻机灵 进山时总能找到一些吃得勉强冲击 怕早就饿死了 杨彻踏入荒山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艰难攀至某风半妖畜 天上忽然惊起一声炸雷 一道闪电直直落入山林 杨彻闻到一股烧焦的刺鼻味道 紧接着 瓢泼大雨哗哗浇下 杨彻很快浑身湿透 他只好穿梭在山林间 想找到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 奈何雨势太大 视线受阻 杨彻又实在太恶 很快便没了力气 他伸一脚浅一脚 脚步完全已是虚浮 慌不择路之下 呼得一脚踏空 整个人便咕噜噜向前滚去 紧接着喷一声 似是撞在了石头上 杨彻只感觉眼冒惊心 天旋地转 腰间传来的剧痛令他清醒几分 朦胧间他发现 右侧三五丈处有一个躯黑坑口 于是挣扎着爬了进去 刚一爬进去 忽然又是一道闪电落下 竟不偏不以披在坑口 轰隆一声 坑口塌陷 杨彻整个人便直直朝下坠去 随后重重砸在坚硬石面上 就此昏死过去 杨彻悠悠醒来 努力掀起沉重眼皮 扭头看了看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昏暗阴森的坑道内 挣扎着坐起 不由疼的他咧嘴撕了一声 往腰间一摸 发现血迹斑斑 早已模糊一片 腰间伤势并不可怕 承受了六年毒打 杨彻对这些早已习惯 可怕的是饥饿 长时间的饥肠碌碌 令他意识都开始有些恍惚 杨彻心里清楚 若再找不到东西吃 怕是真的要饿死了 他抬头看了看上面 发现由于塌陷 四周露出光滑岩壁 想往上出去 怕是不太可能了 随后他看向坑道深处 那里黑漆漆一片 显得阴森恐怖 看不到镜头 不知通往何处 不知道是因为饥饿还是害怕 杨彻浑身发软 想要起身 但挣扎了半天 却始终未能站起 他不由想到自己 这悲苦的命运 鼻子一酸 觉得还不如死了 反而解脱 如此一想 既然连死都不怕了 那还怕什么 他心里的恐惧 顿时一下子大为减弱 咬牙硬撑 杨彻还是勉强站了起来 扶着石壁 挪动着仍旧打战的双腿 一蹶一拐 向坑道深处慢慢走去 有几次他差点 都饿得跌倒在地 想要放弃了 但求生本能 让他莫名又生出些力气 穿过漫长幽暗 前方猛然一亮 杨彻下意识 用手挡了一下眼睛 随后当他拿开手 看清眼前景象 不由愣住 这竟是一处宽敞的天然石窟 石窟往里深处 还能听到潺潺水声 这里四被人修整过 在石窟顶上 嵌有一颗会发光的珠子 将这里照得很适量堂 石窟内一大半 是用碎石块围起的苗圃 不过似乎荒废了 许多花草都已枯萎 为胜一株持许高的奇异花草 竟还孤零零地顽强生长着 石窟另一小半 有石桌石凳 还有一张石床 杨彻看到那石床上 竟还盘坐着一具骇人骷髅 心里忽然又害怕起来 不过等了好一会儿 见着骷髅没有任何异动 他才又壮着胆子 挪进石窟 开始仔细打量 挨着石窟旁边的墙壁上 被凿出了两层石格 其上放着三本 已经泛黄的古册 一圈黑色不知名材质的圈轴 还有稀拉拉几个瓶瓶罐罐 杨彻挪动到石格前 随意拿起一本古册 吹了吹上面的灰尘 剑锋皮上有几个大字 可惜他根本不识字 完全看不懂 将古册放回去 杨彻开始焦急地寻找 岂能吃的东西来 可惜找了一圈 什么吃的也没发现 难不成真的要饿死在这了吗 杨彻悲从中来 意志地放松 令他感到一阵阵眩晕 想要卧倒在地 就此昏睡过去 就在这时 他忽然闻到一股怪异香味 这令他精神一震 随后猛咬舌尖 一下子清醒了几分 仔细用鼻子嗅了嗅 杨彻将目光 渐渐转移到了苗圃里 那株孤零零的奇异花草之上 常年在山里寻找山后的他 自然知道 有些花草是难得的药草 去年开春他还寻到过一株 本想偷偷拿去镇上卖掉 谁知半道上 还是被杨虎给发现 被杨虎抢走了药草不说 还被他痛打一顿 饿了三天三夜 这株奇异花草 大概一尺来高 经上长着七片墨绿色带刺小叶子 每一片叶子根部 还有一颗拇指大小的黑色果实 刚才的怪异香味 就是从这株花草上散发出来的 但杨彻看着这些漆黑如墨的果实 怎么也不敢摘来吃掉 他曾在山里吃过亏 那次就是因为胡乱吃了不知名野果 似乎中了毒 肚子疼了好几天 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好在最后扛了过去 侥幸捡回一条命 不过杨彻实在是饥饿难耐 心想着 饿死与毒死也没什么分别 索性心一横 便伸手去摘那黑色果实 不要吃我 不要吃我 一阵飘渺之音 忽然在杨彻耳边突兀响起 杨彻浑身一个机灵 下意识后退几步 哆嗦着嘴唇喝道 谁 半天没有任何回应 杨彻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若有所思的 又看向眼前的花草 再次伸手 准备去摘那黑色果实 不要吃我 那飘渺的声音 果然又响了起来 杨彻心中亥然 一株花草居然会说话 这 这莫不是传闻中的可怕花妖 第二章 花妖 你 你是花妖吗 杨彻盯着那七叶花草 撞了壮胆子问道 算是吧 我看你似乎饿得不行了 你去那食阁 找到一个黄色玉瓶 那里面的丹药 你可以吃一可 那飘渺的声音再次说道 杨彻闻言 本玉朝石窟外奔逃的沉重双腿 不由停了下来 有东西吃的诱惑 实在太大了 他艰难走到时隔前 找到了花妖所说的黄色玉瓶 打开来 顿时一阵药香扑鼻 只是闻着 就感觉似乎不再那么饥饿了 原本还将信将疑的他 迅速倒出一颗浅黄色药丸 一口吃了 药丸闻着香 吃着却没什么味道 但吃下去后 一股温热迅速流入五脏六腑 不仅饥饿感一扫而空 甚至杨彻能明显感觉到 连精神都恢复不少 这是什么灵丹妙药 这么神奇 杨彻从未听闻过 如此神奇之事 心下大感疑惑 这是壁骨丹 吃上一颗 你十天不吃东西 都不会感觉到饥饿 花妖出言解释道 杨彻心中大喜 牢牢记住了这丹药的名字 壁骨丹 并将整个黄色玉瓶 不动声色揣进了怀里 那这些瓶子里装的又是什么 杨彻指着剩余三个瓶罐问道 有固本培原类丹药 也有专制外伤和内伤的丹药 不过都已经所剩不多了 花妖说道 哪个是制外伤的 杨彻一听 有制外伤的丹药 立刻迫不及待问道 青色玉瓶装的就是 杨彻迅速找到青色玉瓶 倒出一颗碧绿药丸 一口服下 没过多久 他便感觉到 腰部有温热感传来 伤势大为减轻 太神奇了 杨彻那黑兽小脸满是激动 随后盯着石格上所有物品 眼神一阵火热 你既有缘闯入此洞府 那这些东西 以后都是你的了 那石格上的三本古册 其中两本是修仙功法 黑色卷轴 是一份藏宝图 你要是有兴趣 可以修炼其中的紫园诀 修仙功法 紫园诀 杨彻听得有些猛 但修仙二字 他还是朦胧听懂了的 一夕记得小时候听爷爷讲过 这世上有仙人 仙人可飞天遁地 无所不能 虽然杨彻不识字 但他生性机灵 立刻转身指着那句骷髅道 这人就是仙人吗 他还算不上仙人 只是一个修仙者 不过这些丹药 都是他炼制的 你若能成为修仙者 也可以像他一样 炼制出这些丹药 想不想成为修仙者 花妖忽然变得 有些寻寻善诱起来 杨彻一听 心下激动无比 感觉心跳都比平时快了不少 难道自己要转运了 要是能成为修仙者 那爷爷的大仇 岂不是就能得报了 他自己也不用再饿肚子 也不会被那杨虎一家欺负了吧 想到这里 杨彻内心很是渴望地问道 那要怎么做 才能成为修仙者 我来教你 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花妖的声音里 也透着一丝隐隐的兴奋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彻 好 杨彻 你找到 紫园诀 拿过来 我教你如何修炼 我 我不识字 杨彻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识字啊 那倒有些麻烦 不过也没多大关系 你把那三本古册都拿过来吧 花妖催促道 杨彻走到石阁那里 将三本古册取下 重新来到苗圃前 然后一次将三本古册 摊放在地上 花妖说道 你右手边第一本 就是紫园诀 那上面有图谱 文字由我解释教你 你按我说的 对照着图谱修炼 杨彻懵懵懂懂 他盘膝坐下 按照花妖所说 只是认清自己身上的 主要经脉和学位 都花了好几天时间 接下来 杨彻更是被花妖所说的 复杂玄奥的紫园诀修炼之法 给弄得手足无措 他本就不识字 十二年人生 更是从未接触过 什么奇经八脉 什么感应灵气 丹田恋化 这让他新奇和激动之余 更多的是 感觉到艰深晦涩 极其难懂 就这样 又过了七天 杨彻又吃下一颗壁骨丹吼 杨彻 怎么样 你丹田内感觉到 那种气流存在了吗 花妖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杨彻摇了摇头 无奈道 还是没有 花妖 是不是因为我太笨了 杨彻此刻有几分羞愧 他觉得自己 有些辜负花妖这数日来的辛苦传授 心底深处 更是有着一丝惶恐 担心自己根本成不了修仙者 花妖跟着无奈地叹了口气 忽而问道 你看看壁骨丹 还剩几颗 杨彻将黄色玉瓶里的壁骨丹全倒出来 数了数 一共还有六颗 六颗加上 你刚服下的一颗 你待在此地 最多也还有七十天左右的时间 看来以你的资质 七十天时间 想修炼成紫园诀第一层功法 踏入练弃七一层 有些不太可能啊 花妖似是察觉出 杨彻的资质并不太好 口气隐隐透着一丝 急不可耐和烦闷 杨彻也不说话 不知怎么的 这一刻他忽然 没了任何担忧 有的只是对自己命运的 默然和麻木 心底更是滋生出一股 从未有过的戾气 对着老天爷不公的恨意 石窟陷入沉默 只能摘一颗 若不然以你的资质 扶下第二颗 定落得的暴体而亡的下场 花妖的声音 充满了极大的肉痛不舍 同时夹杂着无奈 杨彻对花妖的话 已深信不疑 闻言 他便摘下此花草顶部的 一颗漆黑如墨的果实 一口吞下 味道还不错 这是杨彻刚吞下 黑色果实时的感受 然而接下来 杨彻立刻感觉体内 传来无法忍受的剧痛 痛 深入骨髓的痛 如同有万千蚂蚁 附在骨头上 钻进骨髓 一点点啃噬 杨彻惨叫一声 连坐都坐不稳 直接倒地开始抽搐 他感觉到 体内一条条经脉 像是忽然被塞进了什么东西 成仗得快要炸裂 眼前一阵阵发黑 好几次都险些昏厥过去 但六年遭受的毒打 还是起到了作用 杨彻凭着这些年养成的倔强 硬是咬碎了牙 合着血吞入 强行让自己保持着一丝意识 一个时辰后 疼痛终于缓缓退去 杨彻也渐渐从虚弱开始 慢慢变得精神异异起来 直到体内传来无比舒适感觉 他才神清气爽地坐直身体 发现自己身体表面 竟多出一层黑乎乎的粘粘污垢 杨彻 继续向里走 那儿有一条地下暗河 你去洗一下吧 花腰见杨彻挺了过来 意志力倒颇为不错 这让花腰多少得到些安慰 杨彻循着水深处走去 此时他脑清目明 感觉很是神奇 找到一处合适的暗河地段 杨彻跳下去 好好洗了一番 发现此前被杨虎毒打 留下的那些暗伤都好了不少 他心中对花腰 无疑充满了感激 洗干净之后 杨彻还特意将破旧衣服也洗了 随后就这样穿着未干的衣物 重新来到那株奇异花草前 继续修炼吧 接下来 你应该会感觉到 比先前修炼容易不少 花腰信心满满地说道 果然 杨彻接下来在修炼紫园 紫园绝竟真的感觉到容易很多 两个月的苦修 当碧骨丹仅剩最后一颗 杨彻终于将紫园绝第一层功法修炼成功 他怀着激动心情 正要向花腰报喜 却一睁眼 猛然看到 从那株花草之中 竟突然飞出一团淡淡的绿色光球 他眼睛一花 还没来得及说话 那绿色光球便钻入了他眉心 嗡的一声 杨彻只感觉到眉心一阵剧痛 随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三章 奇怪的梦 杨彻感觉自己 做了一个很是奇怪的梦 梦里 他化为半个拳头大小的黑色光球 在一片朦胧天地里 自由遨游着 忽然 有一个绿色光球 气势汹汹闯了进来 这绿色光球竟比他足足大上好几倍 不过光芒很是暗淡 一件杨彻所画的黑色光球 有些愣住 似乎吃了一惊 不过很快 这绿色光球便凶狠地扑了上来 开始是咬杨彻所画的黑色光球 杨彻不甘示弱 同样凶狠地上去撕咬 虽然绿色光球体积更大 迅速便将杨彻全面包围 但杨彻所画黑色光球的凶悍程度 却远超绿色光球 一时之间 竟谁也奈何不了谁 一场拉锯战就此展开 渐渐地 随着时间推移 杨彻所画的黑色光球 越来越凶猛 竟慢慢开始占据上风 那绿色光球感觉到不对 再次大吃一惊 但似乎又极不甘心 再次与杨彻撕咬 然而杨彻吞噬掉一部分绿色光球后 尝到其中的美妙滋味 越发变得凶猛 势不可挡 终于 那绿色光球意识到 不是杨彻对手 开始向这片朦胧天地外逃窜 这时 杨彻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无论如何 也不能放着绿色光球逃走 在他的强烈念头之下 这片朦胧天地呼声一变 一丝丝隐约弧光闪现 竟将这绿色光球 给彻底关在了里面 杨彻所画黑色光球 见状大喜 迅速便将绿色光球 给吞吃得一干二净 随后 杨彻似乎意犹未尽 还希望有同样的光球 能闯入进来 让他吃个够 但等了好久 这片朦胧天地 再也没了丝毫动静 不知过了多久 杨彻感觉浑身一个机灵 终于悠悠睁开了眼睛 身体极度的疲惫和虚弱 尤其脑袋异常昏沉 让他有些浑浑噩噩 很快 他便清醒过来 想起了昏迷前 从那株花草中 飞出的绿色光球 并在梦里 与那绿色光球 相互撕咬吞噬的一幕 尽管杨彻无法理解 这发生的一切 但他可以肯定 那绿色光球 对他绝对是不怀好意 图谋不轨 花妖 杨彻嘀嘀喊了一声 但好半天 都没有任何回应 杨彻的心 一下子就凉了下来 他勉力站起 这才发现 那株奇异花草 竟不知何时枯萎掉了 原本七颗黑色果实 被他吃掉了一颗 还剩六颗 这时全都变得 干干瘪瘪 只剩一层干枯的皮 而那七片叶子 更是枯黄脱落 再没了任何色泽 花妖 花妖 杨彻忽然愤怒地 连连咆哮着 但这石窟内 再没了先前 那花妖的任何声音 杨彻已经猜到 那绿色光球 多半就是花妖 他不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他迷茫 甚至害怕 可更多的 却是愤怒 他觉得花妖对他好 他对花妖充满着感激和信任 可到头来 这花妖竟一直在骗他 一直想要对他图谋不轨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一刻 杨彻幼小的心灵 再次受到极大的创伤 他木然地坐在石凳上 发了好长时间的呆 之后 杨彻目光冰冷地起身 开始重新 仔细搜索着石窟 同时他心中有着疑问 虽然自己修炼成功紫园诀 第一层 但好像除了丹田内 多出一些 他不知道适合用处的 诡异气流外 力气也没有明显增长 那自己到底算不算 是一个修仙者了呢 可惜自己不识字 花妖一死 这紫园诀 他也无法再继续修炼下去 杨彻下定决心 出去后 无论如何 也要先学会石文断字才行 两层储物石格 再没什么其他发现 杨彻不知不觉 来到了那具骷髅前 伸手一摸 这骷髅身上的衣物 连同骷髅本身 净化为飞灰 消散一空 咦 杨彻发现 这骷髅所作之处 进入出一个打开的暗格 里面有一枚白色骗状玉石 和一个巴掌大小的 不知名材质的 四四方方盒子 杨彻将白色骗状玉石 拿在手里 研究了半天 实在弄不懂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随后他打开了 那四四方方的盒子 发现里面竟装满了绣花针 应该不是绣花针 比绣花针要粗上不少 其上还隐隐有着 神秘光泽流动 又仔细寻找了多遍 杨彻再无任何其他发现 这才将三本泛黄古册 一份黑色卷轴 四个玉瓶 一枚片状玉石 和装满了不知名细针的盒子 用贴身衣物包了起来 最后又望了一眼 那株枯萎的七叶花草 杨彻先是去了 那塌陷的坑道口 发现绝无上去的可能后 只好又回到石窟 顺着地下暗河 一直往下走 此前 花钥曾隐约提过 这地下暗河 流向一处峡谷 想必应该能找到出去的路 当杨彻从那峡谷 暂时不回杨庄村 可以想到自己带的这些东西 若是被有心人发现 那可就不妙了 而且自己身无分文 到了镇上也一筹莫展 但若回杨庄村 自己失踪两个多月 定会惹得村中人起疑 尤其那杨虎 绝对会刨根问底 若是自己已经识字 他肯定哪也不去 就在山中潜心修炼 直到有能力为爷爷报仇 思来想去 杨彻决定 还是先回杨庄村 毕竟熟悉的地方 他更有安全感 专门等到入夜 杨彻将包袱里的东西 悄悄埋在村外 一个狠不起眼的荒芜杂草之地 这才直升回到村里 向那间破土屋走去 还没靠近土屋 狗叫声忽然响起 这是杨虎家那条狗 听到了响动 开始狂吠起来 谁 杨虎推开门 踢着一把明晃晃的斧头 走了出来 是我 杨彻冷淡地说道 听出是杨彻的声音 杨虎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有些吃惊地说道 杨彻 你居然还活着 这俩约去哪了 老子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吗 杨虎的声音 很是淡漠和无所谓 在他眼里 杨彻甚至还比不上 他家的这条看门狗 所以杨彻是死是活他 根本无所谓 只是碍于在村里的脸面 只要杨彻一天在村里 他就吊着杨彻一条命 也好叫别人挑不出 他占了杨彻家吉姆伯田的闲话 杨彻根本懒得跟杨虎多说一句话 禁止走进他的破土屋 直接躺在干硬的木板床上 呼呼大睡起来 杨虎目中喷火 但杨彻一贯对他 就是这冰冷态度 即使他每天打骂杨彻 两天才给他吃一顿饭 杨彻也从来没改变这态度 哼 没死也好 老子这次还能大赚一笔 杨虎冷哼一声 反身进屋 杨彻回村后 一连几天和往常一样 没露出任何异常 只是在某天深夜 他悄悄去那荒芜杂草之地 把埋在那儿的东西给带回来 藏在了破土屋 说来也怪 自杨彻回来后 那杨虎居然破天荒地 每天都给他送来了饭菜 到的第五日 他刚起床走出土屋 便看到杨虎家 进来了一个长相凶悍的陌生人 第四章 矿山未老 看见杨彻走了出来 杨虎那肥肉堆叠的脸上 镜面带笑容地对他说道 杨彻 你过来 杨彻眼皮微微跳了一下 不过还是很平静地走到院落当中 什么话也没说 就那样淡漠地盯着杨虎 那长相凶悍的陌生人 是一个洛塞虎壮汉 满脸横肉 他仔细打量了杨彻几眼 皱眉道 杨虎 这人也太瘦弱了点 能行吗 赵头 能行 这小子虽说瘦了点 但骨头硬着呢 也有一把子力气 杨虎见洛塞虎壮汉有些不悦 立刻谄媚地说道 那行 既然有力气 那我就带走了 洛塞虎壮汉说着 指了指杨彻 你跟我走吧 杨彻一头雾水 愣在原地没动 这时他看到杨虎 从怀里摸出一张 写满的字的纸 在他面前晃了晃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杨彻 这位是从临线来的赵公头 是来我们村子雇佣劳力的 我已经帮你 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跟赵公头签了雇佣契约书 你跟他走吧 以后也算有了正式差事 我也对得起 你那死去的爷爷了 杨彻一听 恨不能直接抱起 狠狠扇这杨虎几个大耳瓜子 这杨虎明 知道他不识字 即使在这上面动什么手脚 他也无从得知 更可恨的是 就是此人害死了他爷爷 反而一直装得无辜大度 实在可恶 杨彻将目光转向赵公头 还是没把人心想得太坏 期许地问道 敢问赵公 这纸上写的到底是什么 洛塞湖壮汉赵公头 看了杨虎一眼 随后淡淡地说道 的确是一份杨虎带你签的 雇佣契约书 内容是你到我新山矿挖矿 一个月可得二两银子 最多干满三年 你就可以离开新山矿 挖矿 杨彻对此略有耳闻 无论是爷爷在世时 还是近几年 他都听说过 有矿上的人来村子里雇佣劳力 村里也有人因为挖矿而发了财 回村娶上老婆 过上了好日子 杨彻思量着 若是去挖矿一段时间 挣到银子 那学习时文断字就容易多了 但他骨子里 根本不可能相信杨虎的话 所以赵公头亲自说了一遍 杨彻这才半信半疑 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杨彻包了几件换洗的粗不一长 并仔细思虑一番 还是将那些在石窟里得到的 所有东西卷在包袱里 便跟随赵公头 来到村外一条大路 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马车 一上马车 杨彻发现车上 早已挤着几个十几岁的半大孩童 这些孩童跟他一样 都穿着破烂衣裳 一看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马车一路颠簸 走了四五天 这才来到一座 位于大山深处的矿场 都给老子滚下来 快点 随着一声粗鄙的贺骂 马车车厢被掀开 那先前还算温和的 落腮湖壮汉赵公头 忽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手里提着一根黑油油的皮鞭 对着杨彻挤人 就是一顿胡乱抽打 哎呦 哎呦 赵公 干嘛打人啊 其中有两个年龄略大些的孩子 一边惨叫 一边不解地冲着赵公头喊道 杨彻这时 心底忽然升起一丝不祥预感 打人 嘿嘿 你们可是老子 花了真金白银买来的 想打想骂 还不是凭老子心情 赵公头在地上狠狠脆了一口 恶狠狠地继续说道 胡来 杨彻 孟然 张顾 刘松 你们五个已经是老子的矿奴 以后要乖乖听老子的话 不然老子下手没个轻重 一不小心被老子打死 那也只有活该了 啊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其中一个年龄偏小的孩子 一边哭嚎着 一边往矿场外冲去 试图逃离这里 杨彻认出 这孩子叫孟然 一路上最是腼腆内向 几乎从不与其他孩子说话 喷一声大响 孟然被一个标形大汉拦住去路 那大汉直接一脚蹬在了孟然肚子上 孟然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向后倒飞出去 重重砸在坚硬石面上 抽搐几下后 嘴角流出污血 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这一幕 立刻将其他几个孩子给吓住了 他们脸色煞白 呆呆地立在原地 再也不敢动弹分毫 杨彻眸中冰冷 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 当得知自己 竟是被那杨虎卖语制造工头为矿奴 他胸腔里便燃起一团 似乎要喷涌而出的熊熊木火 但孟然的惨状 时刻提醒着他 万万不能冲动 这一刻 杨彻将自己的内心彻底包裹起来 他冷眼打亮着这个世界 心性也愈发坚韧起来 孟然被拖走了 杨彻 胡来 张顾和刘松四人 被分在同一个简陋的木屋 木屋内只有五张木板床 别的什么都没有 马车上一路颠簸劳顿 再加上刚才的惊吓 胡来 张顾和刘松倒在木板床上 很快就打起了憨声 杨彻也躺了下来 他双手放在后脑上 并枕在包袱上 却怎么也睡不着 起身 盘膝而坐 杨彻将紫园绝第一层功法 又修炼了一遍 顿时整个人神清气爽 疲劳也一扫而光 他隐隐感觉到 体内那诡异气流 似乎又粗壮了一分 只是苦于无法得知 这诡异气流到底有何用处 正思量间 木屋的门被推开 一个面黄肌瘦的青年 走了进来 别睡了 都赶紧起来 随我去领工具 青年挨个将木板床 踢了一遍 胡来几人睡眼惺忪 直到被这青年 粗暴地从床上抓起来 扔在地上 几人才挨腰挨腰 吃痛站起 杨彻趁人不注意 将包袱偷偷塞在了床下 随后 杨彻几人便随着青年 来到一个无比宽敞的石屋 石屋门口的长条桌子后 坐着一个风竹残年的老人 面黄肌瘦的青年 向老人拱手施礼后 对杨彻几人说道 这是我们新山矿 掌管工具的魏老 以后若是工具坏掉 需要维修或换新 直接来找魏老即可 说着 青年又朝老人道 魏老 麻烦你给他们一人一套工具 跟我进来吧 魏老咳嗽了一声 沙哑的声音站了起来 杨彻几人跟着老人进屋 箭里面堆着大量石制和铁制工具 随后 每人领到一根铁签 只是将三样工具拿起 就很费力 更莫说还要使用这些工具去挖矿了 胡来和张顾年龄都有十四五岁 拿起这些工具倒并不怎么费力 杨彻原本以为 自己拿这些工具 肯定会和刘颂一样费力 但没想到的是 他竟很轻松 就将这些工具抓在了手里 杨彻迅急装出一副十分吃力的样子 他不想让别人看出他的轻松 不过那位老却注意到了杨彻的举动 昏花老眼顿时闪过一抹一色 第五章 石文断字 你叫什么名字 魏老盯着杨彻 他的背有些驼 身体也似乎不太好 说一句话 就要咳嗽上几声 杨彻一愣 不过还是如实回道 我叫杨彻 魏老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那面黄肌瘦的青年说道 我老胳膊老腿了 身体也不太好 正缺一个帮手 这叫杨彻的少年 就留下来帮我吧 面黄肌瘦的青年一听 眼中顿时闪过几分羡慕之色 他迅速拱手道 魏老发话 那自然没问题 说完转向杨彻道 你小子走运了 还不赶紧谢谢魏老 杨彻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还是隐约意识到 自己好像不用去挖矿了 于是赶紧学着拱手道谢 那面黄肌瘦的青年 很快领着胡来几人离去 杨彻站在原地 有些不知所措 魏老用古怪的目光 打量了杨彻一番 说道 杨彻 我见你力气还不错 所以留你在这里帮我 不过 我这里的活儿也并不轻松 今天第一天 你就先熟悉熟悉 这是关于新山矿挖矿工具的一些规矩 你要牢牢记住了 魏老说着 抛给杨彻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杨彻结果 却是有些尴尬地说道 魏老 我 我不识字 不识字没关系 你只要在这里干好你的差事 我可以慢慢教你识字 魏老对杨彻不识字 似乎并没什么意外 毕竟能被送到这里挖矿的人 又有几个人是识字的呢 杨彻文言心里一喜 这不正是他眼下最可求之事吗 只不过 杨彻经历了被那花妖和赵公头欺骗之事后 律师已开始多留一个心眼 多谢魏老 杨彻开口道谢 先别急着谢我 我留你也是有条件的 从明天开始 你每天开工前 必须在一个时辰内 绕着整个矿山跑上一圈 若跑不完 当天的早饭和午饭就都没有了 若是能接受这个条件 你就留下 接受不了 你也可以选择去挖矿 魏老淡淡地说着 杨彻有些不明白 魏老为何会加这个条件 不过思量过后还是硬道 我接受 他经常钻往龙山 自认耐力还是有的 而且又能跟着魏老学习识文断字 不用去挖矿 这怎么想也值啊 魏老又向杨彻交代了比较重要的一些规矩 和他要负责的差事内容后 便走到石屋门口长条桌子后坐下 半眯起了眼睛 魏老 那我以后住哪 杨彻心下隐隐有些焦急 他生怕自己藏在床下的包袱 被胡来几人给发现 当然就住这石屋了 里间那儿有一张床 你收拾一下就行 好的魏老 那我回去取一下包袱 杨彻回到先前的简落木屋 才发现木屋里根本没人 他取了包袱 又赶紧来到储藏工具的石屋 并在里间一个转角角落 找到了魏老说的那张床 简单收拾一番 将包袱压在被褥下 他这才转身 朝堆满了工具的地方走去 他要先熟悉 这里所有器具的种类 并分门别类整理 还要将坏掉的全部挑出 再由魏老维修 接下来几天 杨彻意外发现 自己的早饭和午饭都没了 因为他根本无法 在一个时辰内 绕着新山矿 跑上整整一圈 不过魏老真的开始教他识字 魏老教的方法很特别 竟从那本薄薄的 小册子上面的文字开始 而杨彻欣喜发现 自己的领悟和学习能力 竟好到令他自己都异常吃惊 他不由想起 自己吃的那颗黑色果实 再结合当初那花妖的话 杨彻已意识到 多半是这颗黑色果实 提升了他的资质 数日后 一个洛塞胡壮汉 忽然闯了进来 杨彻认出此人是赵公头 魏老 这算怎么回事 杨彻他可是我花真金白银买来的 赵公头站在石屋前 阴沉着脸 语气透着非常的不满 杨彻闻言怒火上涌 谋底深处 藏着压抑的愤怒火焰 魏老则淡淡地问道 你花了多少银子 契约书拿来我看看 银子我给你就是 赵公头却是冷哼一声 哼 魏永征 别人怕你 我赵明可不怕你 在屋门 我那折赵曲 可是那门核心弟子 你只不过是被贬至新山矿 曾犯过大错的一名外门长老而已 想强占我矿奴 门都没有 魏老为永征与履着背 猛然抬头 目中寒光陡然爆闪 他沙哑着说道 赵明 杨彻我留定了 你若不服 可以叫你那折来找我要人就是 我倒看看 我这曾犯过大错的外门长老 到底在屋门还有几斤几两 你 赵公头赵明 显然没料到 魏老竟对杨彻之势如此强硬 这反倒 让他有些难办了 区区一个矿奴 他赵明并不是多在乎 但这魏永征的态度 却让赵明有些下不来台 赵明是新山矿 少有几个知道魏老真实身份的人 他原本以为 借着折南内门核心弟子的名头 至少也不会弱了一个曾犯了大错 被贬至此矿的行将救慕老人 却未想到这魏永征一点面子 也不给 好 你等着 赵明脸色极其难看的拂袖离开 杨彻冷眼望着这一切 一直沉默着 直到赵明离开 他才有些担忧地说道 魏老 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魏永征冷哼一声 道 这赵明 不过是仗着有个颇有天赋的侄罢了 我虽是宗门贬至此处 来受罚之人 但也不是随便一个弟子 就胆敢欺辱的 杨彻从未听闻过什么宗门 外门内门 核心弟子 长老 这些字眼对他而言 既陌生又新鲜 但杨彻也没多问 他只想赶紧学会识文断字 能完全看懂那三本古册 和黑色卷轴 然后可以继续修炼 成为真正的修仙者 他如今 已把修仙当成了头等大事 就这样 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 那赵明竟在未出现过 期间杨彻也彻底弄清楚了 这挖矿工具分发 及换新维修等事宜 并在魏老的教导之下 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文字 同时也在与魏老的闲聊中 大概知道了 所谓宗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日清晨 晨曦才吐露 杨彻已经出了石屋 开始绕新山矿跑圈 当他跑至偏僻无人的一处地段 小心谨慎地四下看了看 随后一毛腰 钻入一个十分隐蔽的废弃矿洞 第六章 天地混沌绝 进入矿洞深处 杨彻熟练地扒开一处石缝 取出一本泛黄古册 为了做到绝对保密和万无一失 杨彻利用清晨绕新山矿跑圈的机会 早就将三本古册 卷轴和那枚片状玉石 还有装着神秘细针的盒子 分别藏在了矿场外围 几处隐蔽的废弃矿洞之内 此刻他手中这本古册 并不是紫园诀 也不是另外一本修仙功法 而是一本叫做 炼丹炸记的厚厚手册 其上记载着不少珍稀药草的名称和效用 也记载着几种药方 还有炼制这几种药方 所述丹药的详细方法和步骤 此外 还有一些天地灵火 和修仕真火的优劣介绍等 不过杨彻目前掌握的文字有限 他只能胡伦吞藻 还不能完全读懂 对照着这本炼丹炸记 杨彻也知晓了他得到的四瓶丹药中 除弊谷丹外其他三瓶丹药的名字 和确切功效 青色玉瓶中装的 能治外伤和内伤的丹药 叫养元丹 绿色瓶中装的是能解百度的清心丸 最后一个白色玉瓶中装的是 故本培元类丹药 叫八真丹 这些丹药 除了清心丸外都所剩不多 尤其八真丹 这炸记上所言 对炼气七九层以下修饰 有明显增进修为的作用 不过续等到修为达炼气三层以后 才能开始服用 杨彻非常认真地读了一会儿炼丹炸记 然后变出了这废气矿洞 很快又来到另一个废气矿洞内 这里藏的是另外一本修仙功法 叫天地混沌诀 与紫元诀 所述修炼之法大为不同 以杨彻如今掌握的文字程度理解 这似乎是一门砖 用来修炼身体强度的修仙功法 其上书页很是残破 更加神奇的是 只有前节内容 后面都是空白页 其上什么文字都没有 捧着此功法 杨彻如今四可的研读者 他读得非常慢 几乎是一字一顿 逐一推敲 很快 他就完全沉浸在这种玄妙 但又令他无比吃惊的神奇功法之中 此功法 主要是将吸纳的灵气 用来锤炼身体 从皮膜到肌肉到经脉筋骨 再到血液 同时以输液上所述的各种天才地宝 炼成单药食用 或以药液浸泡 从而不断增进身体强度 仅仅只是研读 杨彻就感觉自己 如同走进了一个神奇世界 令他澎湃不已 他甚至不知不觉 就盘膝闭眼 开始按上面锤述之法进行修炼 吸纳灵气来锤炼经脉 全然忘记了时间流逝 当杨彻睁开眼 心中一惊 赶紧将天地混沌绝 重新藏好 飞快跑出矿洞 回到储藏工具的石屋 杨彻看到 魏老神色有些不悦 正想着要如何搪塞 却没想到 魏老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次花的时间太长了些 下不为例 杨彻点头称是 随后赶紧整理维修挖矿工具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 杨彻每天清晨 照例绕着新山矿跑上一圈 期间他加快了奔跑速度 为的便是能多研读一会儿 炼丹炸技 和天地混沌绝 杨彻几乎同时 在修炼紫园诀和混沌诀 不过如此一来 西娜的灵气一部分 用以锤炼肉身 就大大影响了修为的精进 但杨彻不知为何 对混沌诀的热衷 竟隐隐超过了紫园诀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 杨彻来到新山矿已经半年 他也堪堪修炼成功紫园诀第二层功法 踏入到了炼器七二层 这期间 杨彻已能通篇读完紫园诀 并知晓了丹田内那诡异气流 原来叫做法力 紫园诀功法古策最后 还附带了几种基础法术 不过实在是太过复杂玄傲 如今的杨彻一丁点头绪都没有 进入炼器二层后 除了法力增长 杨彻能感觉到 精神变得更加饱满旺盛 身体也似乎轻盈了许多 这一日 傍晚 吃过晚饭后 杨彻正准备继续修炼天地混沌诀 却没想到魏老突然来了 杨彻 这半年 你觉得我带你如何 魏老忽然有些奇怪地问道 杨彻微微一愣 不知魏老缘何突然有此疑问 不过还是如实回道 魏老带我 自然是极好的 杨彻的回答 魏老似乎颇为满意 他咳嗽了几声 继续道 你一定很奇怪 为何这半年我一直让你 围着新山矿跑圈 对吧 的确有几分疑惑 杨彻眼皮微微跳了一下 杨彻 有话我就直说了 我留你在这帮我 并让你花半年时间 围绕新山矿跑圈 来增强体质 都是为了 让你成为我的事要童子 事要童子 杨彻不解 不错 我本是雾门外门独堂长老 但因为研究出来的 一位独方的解读药有缺陷 导致我雾门大小姐中毒后 被毁了容 门主大怒降罪要处死我 所幸大小姐宅心人后 留了我一条老命 最后被宗门贬至此处受罚思过 魏老叹了一口气 脸上明显露出落寞之色 随后继续说道 这些年 我一直在苦苦研究 希望完善这个解读配方 近几日 我感觉这配方已经差不多了 奈何我一代罪之身 不能离开这新山矿 所以只能将试药人选 放在你们这些挖矿人的身上 杨彻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拳头也不自觉地钻紧 你想让我服毒 然后再吃下你研究的解药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不过因为是试药 所以并不是让你直接服毒 而是浸泡毒液中 由我控制毒药和解药的分量 从而观察毒性变化 放心 肯定没有性命之忧 说到这里 魏老见杨彻脸色已十分难看 顿了片刻后又接着说道 若你同意试药 我会想办法 让你入我屋门 并直入内门 若你不同意 现在就可以离开这儿去挖矿 不过那照明 很可能把对我的怨气 发泄到你身上 杨彻紧紧咬着牙 心底莫名冷笑一声 彻底明白 这个世界的冷酷与无情 除了爷爷 果然没人会无缘无故对他好 既然如此 他杨彻也不想牵着魏老的情 有能解百毒的清心丸在手 杨彻挣扎一番后 决定答应试药 魏老 试药可以 但我有两个条件 好 你说 第一 浸泡毒液必须就在这进行 第二 我希望魏老可以教武功 魏老闻言 脸上献出几分诧异之色 不过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待杨彻休息一番后 魏老从所居之处 搬来一个大木桶 接着往木桶里倒入清水 随后取出药包 开始往清水里面添加毒药 第七章 九叶末阳果 很快 木桶里的清水就变得绿盈盈 并散发着刺鼻难闻的气味 杨彻面无表情 脱了衣物 直接踏入木桶坐了下去 只如一颗脑袋在外 浑身肌肤立刻刺痛起来 并越来越剧烈 如同万千毒蛇 爬在他身体表面在吸血般 令他疼痛和心悸 过了一会儿 杨彻浑身的剧痛 变成奇痒难耐 他脸上也浮现出一缕缕黑气 魏老魏勇征 看着杨彻脸色的变化 眼中露出疯狂之色 他忽悠取出一包毒药 倒入木桶中 同时 取出一颗丹药 对杨彻说道 这是解毒丹 你快吞下 杨彻略意迟疑 还是将解毒丹吞入口中 很快 杨彻脸上的黑气开始缓解 不过没多久 这黑气又重新变得多了起来 魏勇征眼中露出不甘 最后无奈地对杨彻说道 起来吧 今天的试药就到此结束 待杨彻从木桶中起身 魏勇征正准备将木桶中的毒液带走 杨彻却忽然开口道 魏老 这毒液就交给我吧 一会儿我去找个废气矿坑倒掉便是 也好 不过这毒液毒素很强 你虽吃了解毒丹 但体内余毒未消 还是要小心为妙 魏勇征倒没多想 只当是杨彻对他的嗜好 说完 又留下一颗解毒丹 并吩咐杨彻什么时辰服用后 便急匆匆走了 根据刚才的观察 他还要赶紧继续完善解毒丹方 等魏勇征走了好一会儿 杨彻将目光重新放在了木桶中的绿色毒液上 刚才浸泡在这毒液中 他明显感觉到 毒液对他肌肤和血肉的神奇刺激 令他不由自主 就想运行天地混沌绝的炼体之法 只不过 碍于魏老在场 他没有轻举妄动 现在 他则可以放心一事了 重新脱了衣物 坐入木桶中 杨彻立刻运行天地混沌绝 将木桶中的毒液慢慢吸收 用以强化肉身 果然有用 杨彻一直紧续的沉重心情 在这一刻得到释放 一个时辰后 木桶中的毒液竟开始变为清水 为了不让魏老察觉到异常 杨彻刻意留了一些毒素在体内 随后起身穿好衣物 仔细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心中欣喜不已 他能感觉到 自己身体的皮膜与先前有了细微变化 表面上越加光滑 但内里的强韧程度却有了提升 这让他再一次感叹 天地混沌绝的神奇 接下来两个月 杨彻如法炮制 每次都将食药后的毒液 用来偷偷强化身体 这两个月来 魏老对于杨彻及其配合的态度 也十分满意 心情颇为不错之下 传了杨彻几手拳脚功夫 甚至还传了他一世毒工 不知不觉 来到新山矿已经快一年 杨彻也十三岁了 各自窜身了一节不说 那原本稚嫩的脸上 也多了一分坚毅和沉稳 杨彻如今完全学会了 识文断字 紫园诀 和炼丹炸记 他都能通篇一字不漏地读完 但唯独天地混沌绝 他依旧未能彻底读懂 这天地混沌绝 虽只有三页密密麻麻的文字 但一页比一页晦色难懂 紫园诀 古策最后附带的法术 杨彻依旧没有任何头绪 想学成法术实在是太难了 不过如今 他渐渐沉下心来 只专注于其中的兵剑术 其他法术再是好奇 也暂时不去理会了 修为方面 由于同时修炼混沌绝与紫园绝 修为精进实在太慢 杨彻明显感觉到 离炼器七三层还十分遥远 不过他也做了修炼计划的调整 混沌绝的修炼 不再像初始那般狂热 而是大幅削减了修炼时间 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修炼紫园绝上 意图早日突破到炼器三层 这样就可以服用八真丹了 深夜 某废气矿洞内 杨彻捧着炼丹炸记 眼神火热 如今 他已能通篇一字不漏 读完这炼丹炸记 更是已知晓 当日在那石窟中 那接触七颗黑色果实的七叶花草名 叫九叶末阳果 竟是一种修仙界中 比药草更加无比珍惜的仙草 此仙草完全成熟 可长出九叶 开出九花 接出九果 普通凡人 即使服用其叶 都能洗水伐精 脱胎换骨 修仙者服用 不只能增进修为 更是能提升肉身强度 这让已经领略了 天地混沌绝神庙的杨彻 恨不能立刻回到那石窟 原因无他 这炼丹炸记说得非常清楚 此药草之所以被称之为仙草 便是其枯萎后 只要根不死 就可以重新培育生长 开花结果 杨彻早就想离开这新山矿了 只是他也数次仔细观察过 此地唯一通往外界的出口 便是他们当初乘坐马车来时的那条通道 这也是为何为老敢放心 让他绕新山矿跑圈的原因 而在那唯一出口处 一路有屋门外门十几位高手镇守 杨彻如今根本不知道 这些所谓的高手到底是什么战力 虽说他也有练习七二层的法力修为 但他不会任何法术 单凭着魏老骄的棘手 普通拳脚功夫和毒功 杨彻可没有半点信心能逃离此地 所以他一直在一边努力修炼 一边默默等待时机 杨彻原本最大的希望 是寄托在能学会法术兵剑术上 然而直到现在都没有丝毫进展 这让他不得不开始另寻他法 杨彻从另一处十凤中取出了 那枚白色片装玉石 和装满神秘细针的巴掌大小盒子 无论是两本修仙功法 还是炼丹炸技 亦或是那一份黑色卷轴 都没有任何关于这片装玉石 和细针的介绍 而杨彻从魏老那里 了解到一些关于屋门的信息后 有些怀疑这细针莫非是一种暗器 可惜魏老死活不肯教自己暗器手法 说暗器是屋门内门的立门之本 非屋门内门之人不可传授 杨彻盘膝坐地 将这白色玉石翻来覆去地看 甚至突发奇想 用牙咬了咬着玉石 却依旧没弄出任何头绪 他想拿石头敲碎来看 但又怕真敲碎了 会后悔不已 备受折磨的杨彻 最终无奈地将片状玉石和细针重新藏好 向储藏工具的石屋快速走去 远远的 一阵呼喝与打斗声 竟从某个方向传了出来 杨彻心里一灵 那个方向不正是卫老居住的石屋所在吗 他略一思索 猫着腰悄悄向那边前去 随后趁着朦胧月色 看到卫老的石屋前 竟有一个全身包裹岩石 蒙着脸的轻衣人 正与卫老激烈打斗 第八章 巧合 全影交错间 卫老节节败退 眼看卫老就要落败 忽然寒芒一闪 从卫老的袖口之中 竟射出点点寒心 直取那轻衣人双眼 叮叮叮 一连串火星剑射 在脑海中重复着卫老发暗器的动作 冯旭 真是好胆 竟敢潜到我屋门势力范围 今夜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卫老似乎认出了那轻衣人 沙哑着说完 手一抖 又是一连串寒心 击射向轻衣人 轻衣人没说话 只是连连挥动铁钩 将卫老的暗器挡出 并一步欺身 朝着卫老的脑袋 狠狠一勾 卫老怒喝道 哼 冯旭 死吧 电光石火间 卫老哪还有行将旧墓 风竹残念的老太之状 他身形鬼魅一闪 躲过了铁钩 同时又是一道暗器射出 近距离之下 那轻衣人情急之中慌忙一闪 脸上被划出一道长长血痕 有毒 轻衣人低沉着咒骂了一声 身形猛地朝山林间跃去 很快消失在月夜之中 就在这时 从矿山出口方向迅速奔来两人 老卫 怎么回事 一个同样苍老之人赶到后 立刻问道 卫老略喘着气 低沉道 是翡翠楼的冯旭 竟闭过泥灯耳目 潜入到了这里 我刚已经伤了他 他中了我的毒 跑不远的 老甲 你们还是赶紧进山搜一搜 不要留活口 走 那甲姓老者一挥手 跟他一起来的兽汉 便跟着进山了 杨彻秉息躲在暗处 直到卫老进了石屋 他才赶紧悄悄溜走 那叫冯旭的轻衣人 要是逃到我藏东西的矿洞 可就糟了 杨彻想到这里 心下一沉 赶紧向藏东西的矿洞 飞奔而去 不一会儿 来到那藏匿片状玉石 和细针的废弃矿洞时 杨彻还没走近 便忽然听到 里面隐隐约约传来说话声 他小心躲在洞口外 凝神细听 冯旭 你真是越来越废物 连一个快入土的老东西 都杀不了 还敢在翡翠楼夸下海口 杨彻听清这声音 不由浑身一个机灵 这不是刚刚才和卫老见过面 被卫老称为老贾的那个老者吗 贾云智 你还有脸说我 你不是说魏永征身有余毒 功力早已大不如前了吗 冯旭喘着气 口气中极度不满 魏永征身中余毒 整个屋门谁不知晓 他害得大小姐毁了容 羞愧之下便亲自服毒 想要研究出完善的解毒良方 贾云智冷哼道 但他刚才的出手 根本没有功力大减的样子 若不是我一直有防备 此刻怕已经是个死人了 冯旭的声音越发冰冷 放心 不是给了你解毒药了吗 不出一日 你身上的毒就能尽消 贾云智苍老的声音传出 那先前说好的酬劳 冯旭的声音渐渐趋于平静 哼 只要你能三日内杀了魏永征 酬劳双倍 什么 三日内 这时间也太紧了 不能再拖了 数月前 魏永征不知 从哪儿找到一个矿奴小子 做了他试药童子 听说他已经完善出了解毒良方 这要传回屋门 让门主知晓 魏永征必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若他东山再起 外门独唐就要重回他的掌控 所以 最多再给你三日时间 若你不行 会有别人替代你 我们走 贾云智冷冷地说完 便向矿洞口处走来 杨彻无奈 只好推到远处藏了起来 待贾云智领着那受汉离开 杨彻盯着洞口 隐隐焦急起来 也是巧了 怕什么来什么 这冯旭竟还偏偏真的逃到 他藏匿东西的废弃洞里了 咬了咬牙 杨彻急急小心地 一步一步缓慢进入矿洞 并慢慢朝里走去 他对里面已经颇为熟悉 直到有一个绝佳的藏身点 杨彻祈祷着 这冯旭赶紧离开 千万不要发现 他藏的东西 修炼了紫园诀后 杨彻的身体日益轻盈 所以 在他极力控制之下 竟没有弄出任何响动 顺利到达了那处绝佳藏身点 透过缝隙看出去 杨彻发现这冯旭 已经将头罩和面罩都取了下来 露出真容 此人约莫五十多岁 胡子拉叉 右边脸颊有一个可不血槽 显然是被魏老纳暗器所伤 这冯旭此刻脸色发青 看来是余毒未消 他似乎有些焦急和烦闷 时不时地踢着脚边凌乱的石块 杨彻后知后觉的惊奇发现 在这黑漆漆的洞内 他居然能看清冯旭的脸 这紫园诀果真美白修炼 由此使得杨彻对于修仙意图 越发坚定起来 这一刻 他信心也是空前高涨 先前的紧张和一丝害怕 全都消失无踪 甚至他隐隐意识到 自己与这些所谓的江湖人士 大为不同的 多半自己 已经真的成为修仙者了 正思量间 洞内忽然哗啦一声脆响 一道白色荧光闪现 咦 玉 玉 玉剑 冯旭的声音 充满着难以置信 说话都结巴起来 他本胡乱踢着脚下碎石发泄 却没想到 无意间踢开一处石堆 露出一个片状白色玉石 杨彻按道一声糟糕 正要不顾一切冲出去 却在听到冯旭说了一声 玉剑后 他心念急转之间 又硬生生止住了身形 玉剑 难道此人认得此物 透过缝隙 杨彻看到那冯旭激动的双手 都微微颤抖起来 随后冯旭将片状玉石拾起 略微迟出之后 便将其向额头贴去 杨彻脑中顿时嗡的一声 莫名的激动 瞬间涌上胸腔 原来此物是要贴在额头上使用 果然是先师之物 先师之物啊 没想到我冯旭老来其遇 真是上天眷顾啊 冯旭狂笑一阵 竟老泪纵横 握着玉剑又哭又笑 这一幕 倒让杨彻反而愣住 不过杨彻岂能让此物 落入旁人之手 即使这冯旭是所谓的江湖高手 他此刻也没什么顾忌了 鬼魅般飘然而出 杨彻上来就直接偷袭 一招黑虎掏心猛地 朝冯旭砸了过去 第九章 飞火流星 谁 冯旭毕竟是江湖上摸爬滚打的高手 察觉有人偷袭 吃了一惊后 立刻反应过来 直接身子一扭 随后一脚踢向杨彻手腕 杨彻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便找围拳 与冯旭硬生生碰了一击 拳头之上顿时一阵麻痹 继而生腾传来 杨彻立刻向后跳开 并顺势将旁边另一弹堆中的 那装有细针的盒子 给迅速拿在了手中 你是何人 冯旭才中了毒 虽服了解毒药 但余毒未消遣 他动用针器 加重了毒伤 杨彻没说话 只是默默打开盒子 取出了一把细针 脑中想着 未老使用暗器的手法 声色的一扬手 便将细针向冯旭甩了过去 细针不知飞向何处 悄无声息 没入黑暗 冯旭看不太清杨彻的脸 但见杨彻手一甩 他便起了警觉 本能向后击退 嗯 冯旭忽感腿上一痛 似背什么东西 狠狠扎了一下 他不敢再妄动针器 干脆直接朝矿洞外跑去 然而没跑出多远 他忽然腿一软 跌倒在地 同时额头冷汗直冒 杨彻见冯旭突然跌倒 趁机又是一把细针甩出 这次有大半 都直接刺进了冯旭后背 随后杨彻搬起旁边一块碎石 狠狠朝着冯旭后脑砸了下去 喷一声 可怜的冯旭 连杨彻样子都没看清 就阴差阳错 莫名死在了杨彻手上 杨彻将其贴在额头 顿时感觉有无数文字 神奇地涌入脑海 令他一阵阵眩晕 这 杨彻呆住 正在那里半天没缓过神来 这被冯旭称为预检的东西 其中蕴藏的信息 竟是一个叫 太玄影光阵的神秘阵法 而那些细针和盒子 则是一套成套顶接法器 飞火流星 其中细针叫飞火针 足足360枚 这些飞火针 可组成太玄影光阵 注入法力 用神石操控 他已猜到 这法器多半就是修仙者的武器了 而他先前竟荡成普通暗器使用 想想就觉得好笑 而且从这预见中 杨彻得知 神石应该就是自己觉得 越来越强的那种特殊意念 修仙意图还真是奇妙 可惜自己有太多不懂 若是能拜入一个修仙宗门就好了 如此想着 杨彻便觉得心里更加火热起来 不过在此之前 他得赶紧将那些飞火针找回来 寻找方法也很简单 因为这四四方方的盒子 同样是配套法器 名曰流星河 直接注入法力 流星河便立刻鸿芒闪动 随后矿洞里那些凌落的飞针 甚至包括刺入冯绪体内的飞针 竟全都自动飞回流星河中 杨彻将其中一枚飞火针取出 注入法力 只见其上流光闪动 在手心中颤动不已 他暗卫老的那种暗器手法 猛地将此针甩出 只见一阵乌芒划过 这枚飞火针就完全刺入坚硬石壁 不见踪影 法力 法术 法器 杨彻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默默斟酌良久 这才用流星河将这枚飞火针收回 接着 杨彻尝试想组一下泰玄影光阵 不过很遗憾 以失败告终 似乎是因为他目前的修为实在太低 神识偏弱 法力也偏弱 连泰玄影光阵要求的最少36枚飞火针 他都无法同时控制 但他又隐隐觉得 这里面好像又不仅仅只是法力和神识的问题 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想了半天也毫无头绪 既然无法想明白 杨彻也不再做无用功 今晚的收获已经非常巨大 让他喜出望外 他终于不再担心实力太过低微了 所以一一将藏在不同废弃矿洞中的物品 全部取回 揣进了怀中 天际泛起雨堵白 竟是要天亮了 杨彻回到储藏工具的食物 一路上他都在犹豫着 要不要将假云智与冯絮之事告诉魏老 不过到的最后 杨彻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 就这样默默再修炼一些时日 带修为进入炼气器三层 那他说什么也不会留在此地了 至于魏老 他本就对自己没安什么好心 虽然确实对自己有些恩 但答应帮他是毒也算还了这份恩 若不是自己有清心丸 那是毒后残留在自己体内的余毒 也早把他给毁容了 甚至严重的还会留下他有无法预知的隐患 好在因为修炼天地混沌绝 这些是毒的毒液 竟然也能被他吸收增进肉身强度 可算是因祸得福 一切照旧 这之后 杨彻每天深夜便钻入偏僻密林 不断重复练习着魏老发暗器的手法 魏老让他试毒也越来越少了 如此又过了一个月 魏老告诉他试毒结束了 而就在试毒结束的第二天深夜 魏老又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暗杀 这一次前来暗杀之人竟然还是两人 魏老双拳难敌四手 最后逼出了保命毒攻 才将两人逼退 自己则身受重伤 这一切 杨彻躲在暗处都看在眼里 但他没有选择出手相帮 除了要为爷爷报仇和修仙大事 杨彻对别的都没有兴趣 也不想自己身上拥有的秘密 有任何一丝暴露的风险 这一日 魏老居住的石屋 起床踏前 杨彻静静地站着 看着魏老精神萎靡地半躺在床上 他眼神平静 未有波澜 杨彻 我答应过你 你为我是毒 我可保你进入屋门内门 魏老咳嗽得更厉害了 颤颤巍巍从怀里 摸出两封信递给杨彻 继续说道 你拿着这两封信 去屋门找大小家屋青悬 他看了信后 会收你进屋门内门的 杨彻接过信 仍旧沉默无语 既然信给了两封 想必这位老人有所托 果不其然 沉默了一会儿后 魏老为永征苦笑道 你这孩子 有时候我还真看不透你 小小年纪 也不知跟谁学得这么有诚服 魏老 既有所托就名言吧 若我能办到 字不推辞 也丧害了你的所有恩情 杨彻很是平静地说道 魏老愣了一下 随后脸上的苦涩更加浓郁 杨彻 这两封信 一封是我保你进屋门的信 一封是一份解读单方 你先将我保你的信 交给大小姐 若是 万一 屋门没有收你入门 这附有解读单方的 信你就不用给了 杨彻闻言 眼中这才有了一丝意思 魏老 你天字不错 若我没中毒 也没被人暗杀重伤 我是有打算 想收你为徒的 奈何我早就料到了 有这么一天 自己的下场 魏老咳嗽一阵 又摸出一本厚厚书籍 递给杨彻道 我一生对读的研究 都在这本经书里了 你若有兴趣 可挑些来学 若无兴趣 帮我找个传人 传与他吧 杨彻心绪复杂 接过这本读经 点头道 若有机会 我定帮你找个传人 魏老笑了笑 闭上双目 就此刻然尝试 杨彻拜了拜魏老 转身走出石屋 他知道 会有人来料理 魏老后事 而他离开新山矿前 自然是要先去找那 赵公投赵明算一算账的 第十章 那就不要了 杨彻先是回到 储藏工具的石屋 简单收拾一番 便出了石屋 朝正在开采的矿洞走去 新山矿是雾门的产业之一 每年为雾门的暗器制造 提供了大量铁原料 这些日子以来 杨彻早已打听清楚 赵公投赵明 本是一江湖土匪 偏偏其职 而赵曲武学天赋很高 被乌门一高层长老看中 收为核心弟子 这赵明打着赵曲的名头 一跃成为 新山矿的石权人物之一 赵明手下 如今已有上百名矿奴 靠着压榨这些矿奴的血汗 赵明赚的是盆满钵满 杨彻走过 正在开采的一个个矿洞 看到里面那些灰汗如雨 正在辛苦劳作 面如土色的矿工们 想到这里面很多人 付出莫大血汗 却连一文钱都拿不到 不由再次感到 这世间命运的残酷无情 若是那个雷雨天 他没走进望龙山 寻找山货 而失足坠入 那个修仙者洞府 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甚至有可能比他们 还要惨 敢偷懒 老子打死你 其中一个矿洞 忽然响起一声怒吓 紧接着便是一阵 琵琶的鞭子抽打声 别打了 求求你别打了 再打他就没命了 似乎有人求情 杨彻闻声走了过去 待看清那倒在地上 被打之人 眼神不由一眠 竟是与他同一日 被带到这新山矿 五人中之一的孟然 他清晰记得 那日孟然想要逃跑 结果被一标形大汉 踹中了肚子 口吐无血 不知死活的一幕 一年多的时间 当初那个腼腆内向 眼中有光的孟然 如今骨瘦如柴 眼中只剩死灰 犹如乞丐 而旁边唯一 敢替他求情的人 竟也是他们五人之一 其中年龄最大的胡来 他依稀记得 在来新山矿的路途中 在那拥挤的马车内 是胡来讲着笑话 和不知从哪听的趣闻 打发着众人无聊的时间 那时的他们 天真的以为是来挖矿赚钱的 哪曾想到 早已被卖身为奴 手持鞭子的人 是个光头青年 杨彻认识他 此人叫李瘸子 是赵明的一个打手 李瘸子见胡来敢求情 音笑一声 挥起鞭子 又朝胡来狠狠抽了过去 胡来嗷嗷叫着 眼中毫不掩饰仇恨的怒火 但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 杨彻已经走了进来 并扶起孟然 谁知那胡来竟忽然冲过来 推开杨彻 拉着孟然到一边去了 杨彻愣了愣 随后看清胡来与孟然的神色 不由想明白了些什么 这二人眼中 对他竟也有着仇视之色 不过这种仇视 并不是那种深仇大恨 而是一种对命运不公的愤恨 杨彻曾经也有过这种眼神 所以他并不陌生 杨彻 你来这干什么 李瘸子诧意地问道 不知李瘸子 这里的人几乎都认识杨彻 毕竟杨彻是帮着 魏老掌管挖矿工具的 带我去见赵明 杨彻并不想废话 直接说明来意 见赵头 哼 赵头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你可别忘了 你也是赵头的矿奴 李瘸子的话还没说完 忽然就惨叫起来 众人都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毕竟这里瘸子身边 根本没有任何人 带我去见赵明 或者死 杨彻面无表情 手上扣着另一根非火针 随时准备甩出去 之前 他已悄悄甩了一根出去 刺中了 李瘸子那条没有瘸的好腿 而注入法力的非真法器 以暗器手法甩出 根本不是这些 江湖人能抵抗的 尽管杨彻只有13岁 但他已领教了 这世界的冷酷无情 所以他也必须学会无情 学会狠 李瘸子脸上的嚣张之色 渐渐消失 继而浮现出恐惧神色 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那条好腿此刻有多痛 那是有什么东西 直接扎在了骨头上 令他根本难以忍受的非人剧痛 而更令李瘸子害怕的是 他根本都没看清 杨彻是怎么出的手 你快把这玩意弄出来 我马上带你去 李瘸子疼得满脸大汗 眼看马上要跪倒在地 也在顾不得什么 脸面急促 对杨彻苦苦哀求道 杨彻取出流星盒 将李瘸子腿中 那根飞火针收回 李瘸子感觉疼痛缓解 这才松了一口气 再也不敢小看杨彻 一瘸一拐 带杨彻去找赵明了 那落腮壶上沾得满是油腻 看着就令人恶心反胃 更恶心的是 这赵明还让其中一个婢女帮他喂食 随后一口咬住那婢女的手指 脸上带着吟笑 想到那些旷工们正流血流汗 没日没夜地苦干着 这赵明却如此享受 使得杨彻怒火上涌 恨不能直接甩出飞火针 将此人一击毙命 信号信号信号 李瘸子你搞什么鬼 没看到老子正在吃饭吗 赵明第一眼看到是李瘸子 顿时怒骂道 李瘸子只好闪身 赵明这才看到杨彻 是你 赵明愣了愣 着实没想到会是杨彻 他那油腻腻的大手 直接在身旁婢女的身上抹了抹 不屑问道 你来干什么 当初杨虎与你签的契约书 还给我吧 杨彻面无表情地冷冷说道 还给你 凭什么 老子真金白银买的你 就连那魏永征 都没能从老子手上拿走 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又凭什么 赵明很是得意地大笑道 那就不要了 杨彻依旧面无表情 忽然手一甩 一道流光乍现 他身后的李瘸子 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被树根飞针 同时动穿眉心 倒地抽搐几下 气绝身亡 赵明脸色大变 猛地抬起吃饭的桌子 狠狠向杨彻砸了过去 杨彻连动都没动 任由那桌子砸中 随后哗啦一声 桌子破碎 木屑纷飞 杨彻却是一点是没有 轻轻弹了弹身上的碎木屑 杨彻仰手一甩 树道飞火针破空而去 直射赵明眉心 赵明瞳孔一缩 刚想闪避 眉心便被冻穿 他瞪大着眼睛 脸上的震惊和惶恐同时定格 随后轰一声倒地身亡 两个婢女吓得尖叫着 朝院门外逃去 杨彻则在各个屋内仔细搜索 破费了一番功夫 才在一个上了锁的铁箱里 找到一达厚厚的契约书 找到杨虎签订的那张 杨彻看到 上面写的价钱是五十两银子 而期限竟然是终身 杨彻冷笑一声 扛起这铁箱重新来到矿洞 然后直接将铁箱 砸在了矿工人群中 谁识字 杨彻沉声问道 我 我识字 过了一会儿 才有人小声说道 这些都是被卖与赵明为矿奴的契约书 你帮着挨个找到对应人 由他们自行处理 杨彻说完便欲转身离去 这时乎有人喊道 你把这些契约书偷出来 想害死我吗 杨彻脚步一顿 冷冷盯着那人 直令那人浑身一冷 差点没瘫坐 在地上 赵明已死 杨彻话音一落 整个矿工人群 先是一片死寂 随后猛然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声 就在这时 一老者带着数个中年人 忽然杀气腾腾 朝此处赶了过来 第十一章 暴动 带这些人走近 杨彻一眼认出 为首的老者是那贾云智 贾云智目光冰冷 他正在处理魏永征的丧事 杨彻他不犹有些姓了 赵明是你杀的 贾云智盯着杨彻 藏老双目 泛起阴毒神色 杨彻在先前出手时 就早已在心中打定主意 此时根本不想废话 飞火针直接甩出 贾云智和那数个中年人 全都大吃一惊 没想到眼前少年如此果决 丁一声脆响 贾云智身形闪动 抽出长剑挡了一下飞针后 剑身上竟留下一个小孔 杨彻心中意紧 历史明白这贾云智并不好对付 贾云智也被刚才那速度 极快的飞针吓了一跳 老脸仗红 怒道 大胆魏永征 竟私自将内门暗器手法传给了你 真是该死 说着 手中长剑一荡 闪电般刺向杨彻 与此同时 那几个中年人迅速散开 承包围之势 将杨彻围在了中间 杨彻心跳有些加快 乍然面临这样的场面 他没有任何经验 手心隐隐有些出汗 剑甲云智常剑刺来 本能向后跳开 却陡然发觉身后一梁 来不及多想 直接一缩 就地翻滚 堪堪躲过一柄长刀的背袭 幸好魏老教过他一些 普通拳脚功夫与身法 加上有特殊神识感应四周 若不然刚才直接就被那长刀 给扎个透心凉了 一切念头都在刹那之间 杨彻惊魂定后 直接拿出流星盒 取出树莓飞火针 法力注入 向四周急甩出去 紧接着 又是树莓飞火针 再度被甩出 啊啊 连番惨叫传来 几个中年人 躲过了第一波飞火针 却被第二波飞火针刺中 各个惨叫起来 不远处 那些旷工们 一个个全都看傻了 他们谁都没想到 平常看起来 人畜无害的瘦弱少年杨彻 竟能与这些乌门外门高手交战 且不落下风 甲云智怒急 他看不透杨彻手上的暗器 只觉这些暗器诡异至极 速度实在太快了 他无法想象一个十多岁的少年 体内真气竟充沛到如此地步 啊 就在此时 其中一个中年人 已被杨彻的飞火针洞穿眉心 倒地而亡 杨彻消耗也不小 他十分清楚 自己体内法力并不多 如此仓促使用 怕消耗殆尽后 也不能斩杀甲云智 他渐渐平静下来 眼如阴损般冷冷盯着甲云智 同时神识感应着 身体四周三丈范围的任何风吹草动 不再滥用法力 而只凭从未老那里 亏学来的暗器手法 再次杨手将飞火针射出 直取对面这些人的眉心 甲云智太阳穴高高鼓起 抱贺一声 长剑忽然脱手致出 速度极快朝杨彻心口刺来 杨彻只能再次闪身躲避 不过这次长剑的速度实在太快 他转身之际 长剑贴着他的胸口 带起一缕血痕 飞向远处 胸口一阵火辣辣疼痛传来 杨彻眯起眼睛 寒芒乍现 长撤控制着这些飞火针 其中五枚前赴后继 一根接一根击射向甲云智 另外五枚 则射向周围 刚刚才躲过一波飞火针的那几个中年人 最后一枚飞火针刺刺激而动 几个中年人的功力 明显不如甲云智 率先被速度更快的飞火针射中眉心 几乎同时毙命 而甲云智一退再退 几乎逼出了他全部功力和杀手锏 也才堪堪躲过四枚飞火针 就在他显而又显 勉强将第五枚飞火针避过 忽然眼前一花 竟又有一枚飞火针 不知何时出现 瞬间穿进他的眉心 并有一股令他极为陌生的诡异气流 立刻毁灭了他的生机 甲云智脸上震惊 惶恐 不幸与愤怒 不甘等复杂神色凝固定格 随后身体一软 倒在了地上 杨彻看着四周倒地的一个个尸体 脑袋有些眩晕 他快速将甲云智的长剑拾起 随后用流星盒 收起所有飞火针 正准备奔入山林躲起来 忽看到有两个蓝绿身影 向他走了过来 竟是那胡来与孟然 杨彻 谢谢 先前是我们误会了你 胡来小声说着 眼中有着一丝羞愧 孟然则张了张嘴 却是一个字都没说出口 杨彻看着二人 忽然问道 张顾和刘松呢 刘松跑了 张顾被打死了 胡来忽然咬牙切齿地愤怒道 杨彻闻言面色倒很平静 不过对于刘松跑了一试 颇感诧异 新山矿唯一出口之处 至少还有六七名乌门高手镇守 这刘松是如何跑的呢 他从腰间一个皮带子里 取出些先前从赵明那里搜到的银两 分给胡来和孟然 说道 一会儿那守在矿山出口的人 很可能就要过来了 赶紧想办法跑吧 就在这时 那些矿工们 尤其是被骗至此处的矿奴 一个个忽然情绪激动 向矿山出口浩浩荡荡涌去 正准备钻入密林的杨彻 不由眼睛一亮 忽然对胡来二人说道 快走 跟着他们一起闯出去 杨彻本打算钻入山林寻一隐蔽之地 待法力恢复之后 再闯出这新山矿 不过看到这么多矿工 向矿山出口涌去 再抬头看看 已经暗下来的天色 他知道这是一个绝佳机会 毫不犹豫混入人群中 杨彻几乎是被人推着 再向前走 站住 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全都给老子滚回去 矿山出口 一个独眼汉子举针弩 对准人群 力声喝道 情绪高涨的矿工们 一听独眼汉子的贺骂 更是冲泻上头 眼看出口就在眼前 哪还管得了 人群根本没有丝毫停顿 更加疯狂地涌向出口 星号星号星号 想死老子成全你们 那独眼汉子直接开弩 连续箭矢飞出 人群最前面的几个矿工 应声倒地 血流不止 他一个人杀不了我们全部 冲出去 人群中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 杨彻这时已经挤到人群前部 趁乱直接向那独眼汉子 甩出飞火针 那独眼汉子紧剩的一只好眼 忽然一痛 丢下连弩 双手捂着眼惨叫起来 矿工们一阵振奋 继续向前 很快冲破出口的栅栏 来到了大路上 杨彻则更加小心起来 他知道 还有六七个外门高手 就藏在这一路的暗处 接下来这一段路 才是真正的考验 第十二章 悬赏令 杨彻不动声色 将飞火针收回流星盒 并一直将流星盒成打开状态 随时准备出手 天色暗了下来 山林间参天大树遮蔽 更显昏乱 休一声 一道寒光 从道路一旁的密林中突然射出 旋转一圈 带起阵阵惨叫 是回旋镖 快逃啊 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 人群顿时有些骚乱 紧接着 又是数道回旋镖 射入人群之中 带起片片血水 又有数个矿工与命当场 杨彻目光一冷 已大概捕捉到了 那发暗器之人的位置 他凝神摒弃 眼睛死死地盯着密林中某处 随后手一扬 六枚飞火针击射而去 阿林中传来一声闷哼 杨彻闻声再度甩出飞火针 只听林中一阵翻滚的杂乱声后 便归于寂静 再无声息 杨彻这才趁乱潜入山林 很快寻到一具苍老尸体 流星盒鸿芒一闪 飞火针悉数收回 这时 那矿工人群中又是惨叫连连 又有几个矿工死在暗器之下 杨彻在密林间穿梭 很快便感应到前方某处有气息 没有任何犹豫 大量飞火针甩出 直刺那有气息之处 谁 前方传来怒吓 杨彻加快速度 再向那气息之处靠近 休一声 忽有一块半个拳头大小的尖锐石头 向他呼啸着砸了过来 杨彻急速闪身 藏在就近一棵参天大树后 那尖锐石头生生刺入树皮 杨彻闪身一看 认出是魏老所说的暗器飞黄石 杨彻法力略略恢复了一些 直接取出一枚飞火针 注入法力 狠狠向前甩去 啊一声惨叫 随后没了任何声息 又干掉一个 杨彻奔至尸体前 发现是一个瘦削汉子 瞪大着双眼 脸上带着疑惑和不甘 收回所有飞火针 杨彻忽然听到 林间响起嘻嘻索索的声音 似有几人从不同方向 朝他包围而来 杨彻心下一沉 立刻向山林伸出前去 这几个乌门外门高手 发现有人在反杀他们之后 已经放弃那些矿工 默契地开始合为杨彻 杨彻一边在山林间穿梭 一边脑中快速思考 要如何完全摆脱 这些深厚的乌门外门高手 刚刚击杀两人 已彻底耗光他勉强恢复的那点法力 而飞火针没有法力 注入威力力时大减 远不能与注入法力时相比 而没有法力之下 若被这些人追上 极有可能小命不保 没有选择之下 杨彻全力飞逃 数月的毒液吸收增强皮膜 这时杨彻清晰感受到了好处 山林间这些平常 能够划破他肌肤的荆棘 现在竟对他没了作用 像是挠痒痒一般 是以杨彻根本不顾这些荆棘 速度上也快了不少 他这时也想起 紫园诀功法古策 最后附带的那几种法术 有一种叫御风诀的 能助修士相风一样奔跑赶路 可惜法术实在太难 他无法参悟 根本不知从何学起 但此时此刻 杨彻对法术越来越向往 两个时生后 杨彻已经筋疲力尽 他本想能找一处隐蔽之地 可以坐下来 好好恢复法力 奈何身后 有一人轻功实在了得 无论他怎么跑 这人总是能跟住他 让他无法彻底摆脱 呼一声 寒光乍现 杨彻本能身体一偏 左肩顿时一阵剧痛 鲜血狂飙 竟是一柄青色飞刀 刺进了他左肩 还好他反应够快 这才仅仅只是伤及皮肉 未伤到骨头 没有任何犹豫 杨彻取出一颗养元丹 吞入口中 随后脑中灵光一现 向深处又跑了一劫 就此顿住 不再疲于奔逃 他盘膝坐地 开始疯狂恢复法力 不消一刻 那轻功高明之人追了上来 见杨彻左肩被鲜血染红 又尾米坐地 他眼中泛起得意之色 暗道这少年 终究还是没好过他 不由对自己的轻功 更加自信起来 杨彻睁开眼 发现此人年约四旬 脸上长着黑色斑点 竟是一个中年麻子 为了争取恢复法力的时间长一些 杨彻故意咳嗽一声 装出伤势不清的样子 虚弱说道 我是魏勇征弟子 看在同门份上 能不能放我一马 那中年麻子闻声 脸上立刻露出疑惑 冷声道 老魏弟子 不可能 若你真是老魏弟子 怎可能反杀我们的人 我真是魏老弟子 你们知道魏老怎么死的吗 是那贾云智勾结翡翠楼的冯旭 想暗杀魏老 冯旭失败后 贾云智不知又从哪儿找了两个高手 联手暗中重伤了魏老 魏老本就有毒在身 重伤不治才死的 杨彻语速很快 说完 趁着中年麻子一愣神的功夫 继续努力恢复法力 小子 且不论你说的 到底有几分可信 你杀了我们外门的人是事实 今日我定要废了你 将你带回屋门对峙 中年麻子爆喝一声 手中寒光一闪 便是两柄飞刀 击射向杨彻双腿 杨彻眼中阴损般的目光在线 骤然甩出 早已扣在手心 并注入法力的飞火针 叮叮两声 便击中两把飞刀 飞刀改变方向 瞬间落地 扎入泥土之中 与此同时 杨彻在甩出两枚飞火针 电光石火之间 便刺入中年麻子的双腿膝盖 啊 你 中年麻子腿一软 跪倒在地 脸上全是难以置信之色 杨彻迅速收回飞火针 纵身便奔入山林间 消失无影 约某半炙香的时间 另几人才陆续追至此处 发现了双腿 已不能动弹的中年麻子 中年麻子 立刻将先前杨彻之言告诉几人 几人大吃一惊 抬着中年麻子 急匆匆回屋门去了 魏永征虽是宗门受罚思过之人 可门内要是真有人勾结别的门派 反暗杀魏永征 那性质可就恶劣了 杨彻在山林间 前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确认那几人在位追来 才常常松了一口气 他找到一处偏僻之地 完全恢复法力之后 也没有急于离开 而是继续修炼了粤鱼 这才出了山林 沿着大路向望龙山脉方向赶去 这一日 杨彻来到离望龙山 已经很近的一个镇子 急长路路的他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 迫不及待要找一个管子 好好吃一顿 此时的他 为了确保身上的东西不被人发现 早已头戴大斗笠 遮住了脸 可刚一走进镇上 便发现街道口两旁的白墙上 竟挂着悬赏令 其中一幅画像 赫然竟有点像他自己 凑近一看 杨彻不由心下一沉 同时也生出一股不平目气 这竟是乌门发出的悬赏令 凡能勤拿住他 并将他带至乌门 便可获赏金二百两 这乌门 看来也不是什么正道门派 居然是非不分 杨彻心底痴笑一声 将斗笠往下压了压 原本放过那麻子 就是指望他带口信给屋门 谁知自己还是被悬赏了 找到一家卖面的露天摊 买了两碗葱油面 吃饱喝足后 又买了几张大饼 悄悄离开镇子 继续向望龙山走去 足足赶了半个多月的路 杨彻终于赶到望龙山 搅一个大镇 名磐石镇 此镇正是管辖 他所在小村杨庄村的那个急镇 踏上还算熟悉的磐石主街道 杨彻很是郁闷地看到 镇上竟也有他的悬赏令 这让他立刻起了警惕 若杨虎得知此事 又该是什么反应呢 杨彻心底冷哼一声 暂时不准备理会杨虎 而是买了些干粮 等到入夜 一头扎进望龙山 凭着记忆 朝当初那修仙者洞府 一处天然石窟快速走去 第十三章 闭眼清湖 一路小心翼翼 又是一番消耗不小的艰难跋涉 杨彻终于来到一处阴晕峡峡谷 这峡谷 正是那天然石窟地下暗河 最后所汇流之处 杨彻找到极其隐蔽的暗河出口 走进去 踩着暗边满是青苔的石头 逆流而上 由于越来越深入地腹之中 光线昏暗 杨彻打起精神 十分小心 越是接近那处天然石窟 他越是有些心神不宁 这让杨彻不得不暗暗戒备 将警惕提升到极致 石窟在望 杨彻没有贸然接近 他隐约闻到一股很是怪异的味道 似乎是什么野兽的粪便 当初石窟中有花妖 野兽不敢接近 而花妖死后 他又离去 难保被什么野兽发现闯入境去 若是九叶末羊果的根 也被吃掉或者毁坏 那可就太可惜了 想到这里 隐隐有些焦急的杨彻 手中扣着飞火针 并注入法力 很快来到那修仙者的洞服所在 果剑里面躺握着一只 全身血清的怪异狐狸 此乎眼睛闭绿 浑身毛色血清发亮 只是腿部似乎受伤 其上血迹已半干涸 和杨彻眼睛对视的刹那 这青虎猛然弹身而起 虽一瘸一拐 但还是凶猛地朝杨彻抓了过来 一股难闻的气味袭来 杨彻平住呼吸 手中飞火针 毫不犹豫向青虎甩出 那青虎眼中 顿时闪过一抹吃惊 近诡异一扭身躯 强行躲过杨彻的飞火针 飞火针化为乌芒没入石壁 杨彻神色不由凝重起来 这闭眼青虎居然能躲过他 注入法力的飞火针 这让他吃惊之余 也有些坠坠起来 青虎有伤在身 刚才强行躲避飞火针 已令他伤势有些加剧 眼见杨彻手中 又出现几枚同样的飞针 他有些恼怒起来 一声诡异低吼 青虎身体忽然鼓胀起来 竟变得有先前两个大小 那锋利尖爪更是幽光闪动 狠狠朝杨彻再次抓来 杨彻咬牙发狠 一边急速以曲线后退 一边直接将十多根飞火针 全部注入法力 朝青虎腹部甩去 吃一声 杨彻被青虎间找扫中 胸前顿时血肉模糊 不过那青虎也不好受 腹部直接被十多根飞火针刺入 从半空重重跌落 跌落后 青虎没有停顿 竟往后一跃 不顾腿上伤口崩裂 血水飘洒 直接返回了石窟内 青虎就那样蹲在石窟 眼中先是露出无法相信之色 疑惑自己的权力一击 竟没能将这少年开膛破度 随后看着杨彻 取出一颗丹药迅速服下 而后杨彻胸前的伤势 竟迅速止血 青虎眼中顿时闪过火热 而渴求的光芒 杨彻吃下养元丹 感觉伤势恢复不少后 也是被激怒了 他直接抓出一把 约几十根飞火针 注入法力 准备再次出手 那青虎却忽然举起前爪 做出求饶投降之状 做完这些后 他迅速转身 竟将石窟内那 又一咬牙 忽然从口中吐出一物 竟是一个椭圆小球 翠绿晶莹 上面沾满了粘液 不知究竟是何物 杨彻仍旧不为所动 隐隐准备羊手甩出飞火针 闭眼青虎终于急了 立刻不顾自己腿部和腹部伤势 直接将酒叶墨羊果 重新栽回苗圃的泥土中 随后又将那椭圆形小球掰开 把里面似乎是什么液体的东西 倒在了酒叶墨羊果的根部 顿时 那原本枯萎的酒叶墨羊果根精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渐渐变得轻绿起来 是灵液 杨彻脑中猛地闪现出 炼丹杂技上所树文字 不论是药草还是仙草 若用灵液领土培育 生长速度便会加倍 原本需要十年成熟的药草 很可能三年五年 就会提前成熟 只是灵液和领土 实在太过稀少 炼丹杂技上所言 只要是天地灵物 皆有可能诞生出灵液 但领土却只有大的修仙宗门 才可能拥有 这闭眼青壶 不简单啊 杨彻如此想着 缓缓收手 不过手中仍旧扣着飞火针 而后一步步踏入石窟 用流星盒 取出青壶腹部的飞火针 杨彻淡淡说道 这石窟我的 你可以走了 青壶却是眼中露出不满 指了指那酒叶墨羊果根部 又指了指自己的腿伤和腹部伤势 然后紧紧盯着杨彻怀中 眼神一片火热 杨彻愣了一下 随即很快明白了 这青壶的意思 想了想 杨彻取出青色玉瓶 倒了一颗养元丹 给了青壶 青壶接过 直接一口吞下 接着眼中一洗 竟向杨彻做了个依 随后走出石窟 沿着地下暗河 很快消失无踪 杨彻扫了几眼石窟 发现并未遭到破坏 歇息一番 但胸前伤势又好了些 他走出去 在附近寻到一个硕大的硬壳果实 用长剑挖空 然后一遍遍从暗河中取来清水 将整个石窟打扫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 杨彻又将苗圃仔细修整一番 将其中泥土挖了一遍 再取清水浇透 此番前来 杨彻已打定主意 以便按炼丹炸剂上锁树 培育九叶末阳果 以便潜心修炼 不达炼器三层 绝不把修 山中无岁月 杨彻不问世事 一心修炼 这期间 他完全没在修炼天地混沌绝 而是将所有时间 都用来修炼紫园绝 一年多后 这一日 修炼中的杨彻 忽然睁开了眼睛 他已卡在炼器二层顶峰瓶颈 一跃有余 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无法突破到炼器三层 这让杨彻很是无奈 看来一位如此继续修炼下去 效果实在甚微 必须另寻他法才行 杨彻站了起来 在石窟中来回踱步 已经十四岁的杨彻 个子又窜了一截 如今已经赶上成年人的身高了 思来想去 实在找不到办法的他 眼中呼得闪过一丝狠色 随后一咬牙 盘膝坐地 倒出一颗八真丹 在手心盯了一会儿后 猛然将这八真丹 吞入腹中 炼丹炸剂 已明确有数 八真丹必须达到炼器三层后方可服用 否则会有暴体危险 而杨彻卡在炼器二层巅峰 再无寸进 他认为 离炼器三层已经很近了 冒险服用一颗 或许便有希望突破 丹药入体 一股犹如火山般的庞大灵气 忽然爆发开来 只是一瞬 杨彻体内的经脉 就已多处断练 惨不忍睹 他迅速吃下一颗养元丹 却没想到 情况更糟了 危急关头 杨彻兵行奇招 立刻运转天地混沌诀 用这些庞大灵气 开始锤炼肌肉和筋骨 第十四章 复仇与心境 随着天地混沌诀的运转 杨彻体内的惨状 渐渐开始得以好转 原本在体内肆虐的庞大灵气 开始钻入肌肉经络 一遍遍淬炼 一遍遍将他体内的杂质 顺着毛孔排出 随后杨彻再度修炼 紫元诀 竟顺利突破瓶颈 修为达到了炼气七三层 此时杨彻感觉自己的听觉 视觉 还有嗅觉 都有了明显提升 无论闭眼与否 方圆十多障范围内 所有风吹草动 似乎都了如指掌 清晰在心 这种一切近在掌控的感觉 令杨彻沉静其中 难以自拔 许久之后 杨彻才赶紧起身走出石窟 跳入地下暗河 将全身洗得干干净净 顿觉浑身上下 说不出的舒爽清透 这时他低头仔细检查自身 惊讶发现自己的身体 静变得经营不少 除丹田内的法力 再度增长不少外 似乎自己双臂与双腿肌肉里 都蕴含着一股 想要爆发的莫名力量 这种踏入炼气三层后 所带来的明显变化 终于让杨彻不再怀疑 他已经是个真正的修仙者了 暗纳住兴奋和激动 杨彻继续修炼了半月有余 随后起身来到了苗圃前 一年多的时间 酒叶墨洋果根精 变得通体碧绿 在里土面约三寸高处 已长出一片墨绿色带刺的小叶子 小叶子根部 隐隐有一个小花苞 刚刚展露头角 杨彻细心地浇了些清水 看着眼前的仙草 眼中充满火热和期盼 随后他回到石床 舒服地扮依在石壁上 从腰间皮带子里 取出一份黑色卷轴 这黑色卷轴 不知是和材质所致 其上描绘着无比复杂的地形 正是当初那花妖所说的藏宝图 近半年来 修炼之余 杨彻便经常拿出来研究 只是 他对地图上所绘地形地势 看得并不是很明白 紧隐约能看出 这藏宝图线路最终所指 竟似乎是在水面之上 不似是陆地 这藏宝图的尽头 到底会是什么宝物呢 杨彻有些心仰 但最终还是将卷轴 收进皮带子里 拿出了紫园诀 紫园诀附带的几种法术 如今他已知晓 分别是天眼竹 脸器竹 控物术 御风诀 和冰剑术 这些法术的法诀 各个尖身晦涩 极其难懂 纵使杨彻将精力专注于冰剑术 如今 他也只是略略抓住些皮毛 再次仔细研读 杨彻欣喜发现 修为进入练器三层后 再看这些法诀 竟然有了不一样的收获 尤其是再次数遍研读控物术 他竟有一种 毛色顿开之感 他忽然有些明白了 为何自己尝试修炼 泰玄影光阵会失败 当时他就隐隐意识到 除了修为和神势偏弱之外 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如今看来 很可能就是这控物术 杨彻激动得立刻盘系做好 迅速取出一枚非火针 注入法力 随后开始努力 按照控物术的法觉 意图能将这枚非火针去世 半个月后 未能成功 一个月后 还是没能成功 倔强的杨彻 感觉自己已经找到了突破口 有了一些心得 他按下决心 不学会这控物术 事不罢休 于是 抛却所有杂念 将所有精力 全部专注在控物术上 终于 又度过了感觉 极其漫长的一个月后 杨彻手指一动 他面前的那枚非火针 便立刻歪歪扭扭飞起 在石窟内 无规则地飞来飞去 控物术终于学成了 杨彻激动地跳起来 在石窟内连连挥拳 甚至忍不住大喊几声 他完全没想到 自己最先学会的 居然会是控物术 不过细想之后 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毕竟 他有非火针法器 刚好可以辅助他 修炼此术 一法通 诸法通 接下来杨彻继续熟练了 控物术后 也将天眼竹和脸器术 修炼成功 然而冰剑术和御风诀 或许是他修为不够 怎么修炼都无法成功 杨彻只能暂时放弃 这两种法术 接下来 他专注于控物术 并配合自己神识极限 发现以目前的修为 他最多只能同时操控 十二枚非火针 再多就会感觉到 脑袋昏胀 无法操控 而且在这期间 杨彻还意外发现 他将越多法力注入非火针 非火针便会变粗一些 这一发现 也令他欣喜不已 这一次 重新回到这石窟 杨彻足足修炼了 似乎有些行不通 若是身在修仙宗门 有人解惑事宜 不知道该有多好 于是 杨彻想寻到一个 修仙宗门加入的心思 日益强烈起来 这一日 杨彻在石窟里来回踱步 思虑良久 最终还是决定离开 遗憾的是 九叶末羊果第一朵花 才刚刚开了一半 既然决定要走 杨彻也不再犹豫 将九叶末羊果的 一片叶子和花摘下 直接吃掉 随后运行天地混沌绝 继续增强自己的身体强度 待彻底吸收完以后 杨彻感觉 蕴藏在自己肌肉间的那种力量 似乎又变强了 将九叶末羊果的根筋装好 拍了拍腰间的皮带子 和鞋背在背上的长剑 杨彻踏出石窟 沿着地下暗河 走向了那阴暈峡谷 出了望龙山 杨彻直奔阳庄村而来 他要为爷爷报仇 离开快三年 如今的阳庄村 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 爷爷死之后 在这里 他便感受不到任何温暖了 杨彻不想太过张扬 等到入夜 他才翘无声息 走进熟悉的院落 此刻的他 有脸气数加深 这一次 杨虎家的狗 再也没有任何察觉 说起脸气数 还真是有意思的法术 学会之后 只需心面一动 便法术加深 若自己不想解除 只要身上法力不尽 死竹便可一直作用在身 来到杨虎家门前 那条狗这才看到有人 刚想吠叫 杨彻直接一脚踹过去 将此狗踢出老远 这狗连梦哼都没发出 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杨彻也懒得管此狗死活 迅速来到杨虎家窗外 他看到 杨虎一家三口 正在吃晚饭 杨虎的儿子 依旧挑着最好的菜肉 嘴里还嚷嚷得不停 杨虎老婆一脸小心翼翼 一边不停朝他儿子碗里夹菜 一边带着巨色 看向正在往嘴里灌酒的丈夫 几年不见 这杨虎越发的胖了 活像一个大肉球 还是那么的嗜酒如命 爷爷被杨虎悄悄害死的一幕 立刻浮上心头 杨彻目中寒芒一闪 飞火针立刻翘无声息 从窗户飞入 直接刺进杨虎心脏 同时 杨彻手掌猛的一握 那刺入杨虎心脏的飞火针 便旋转角动 手一招 飞火针飞出 被杨彻收入流星河 漠然转身 屋内这才一片惊慌失措的呼喊 和捉衣打翻的声音 以前杨彻心里一直在想着 若有一天有能力报仇了 定要在杨虎面前 好好折辱他一番 可真到了这一天 杨彻却发现 以前的某些想法 好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甚至杀杨虎 他连照面都懒得打 杨彻来到村外爷爷的墓前 磕了几个头 随后便消失在朦胧月夜里 他一想好 要去寻找修仙宗门 踏上真正的修仙之徒 第十五章 无巧不成书 磐石阵 偏僻街角的露天面摊 又一碗热气腾腾的葱油面下肚 杨彻这才放下筷子 舔了舔嘴角 一副满足神色 不过转念想到那乌门 竟还在对他进行悬赏 不由又有些小郁闷 他想要寻找修仙宗门 却没有任何一丝头绪 杨彻心想着 若是未老的信 真能令他加入乌门 那凭借着江湖门派 在寻找修仙宗门 会不会容易一些呢 想到这里 杨彻决定 还是去乌门走上一走 先前修为没有突破到炼气三层 他还有些犹豫 但如今不止修为达到炼气三层 还学会了控物术 非火针的威力 更是得到大大提升 这让他底气也着实大了不少 买好干粮 杨彻按着魏老曾 告诉过他的乌门地址所在 一路悄悄打探 向乌干山脉进发 据魏老所言 乌干山脉是江国墨州境内 西边屏障 除了乌干山脉 再一路往西 便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 而乌门就见在乌干山脉 附近一处诡异的黑潭旁 杨彻风参露宿 一边用心参悟兵剑术和御风诀 一边赶露 倒也乐得逍遥自在 这一日傍晚 杨彻正盘息坐在一块青石上修炼 忽闻旁边不远处林荫小道上 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车声 欲 马车骤然被乐停 紧接着一女子怒合声响起 何人胆敢拦我家小姐马车 活得不耐烦了 杨彻感觉有些丑 索性华下青石准备离开 却忽悠听到那女子再次怒道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 这是乌门的马车 不想死的赶紧给老娘滚 乌门 杨彻内心一动 停下了脚步 随后迅速躲在路旁高大的灌木丛中 拨开荆棘 朝那林荫小道上看去 道路中间停着一辆 很是气派的宽大华丽马车 车厢前坐着一子群美妇人 骑面戴寒霜 手里扯着缰绳 缰绳连着两匹高大威武的骏马 骏马低迷 四隐有痛苦之意 马车周围十数个蒙面绿衣人手持长刀 将马车团团围住 为手一人身材挺拔 未被美妇人言语所动 伸手一挥 示意身边的蒙面绿衣人进攻 这些绿衣人骑骑脚下一灯 石刀高高跃起 组成密不透风的刀网 狠狠朝美妇人和马车车厢劈砍而去 叮叮叮 一连串金石撞击之音响起 这些绿衣人顿时有一半哀嚎着 从半空跌落 另一半绿衣人的长刀落在马车车厢 轰隆一声 车厢碎裂 一个红衣蒙杀女子从中飞出 单脚一点 稳稳落在了地上 此时天色已暗 但杨彻还是能清晰看清 此女身材高挑丰满 尽管无法看清她真容 但其散发出的青春气息 证明此女非常年轻 结合刚才那美妇人之言 杨彻心道 此女莫非真是乌门大小结乌青玄不成 这时 子群美妇人一脸担忧之色地 奔至红衣女子身旁 关切问道 小姐 你没事吧 容易 我没事 这些人武功都很高 尤其四对暗器早有提防 还是小心为 红衣女子话还没说完 突然惨叫一声 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般 猛地向后跳开 容易 你 红衣女子捂住鲜血直冒的腰腹处 语气之中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 杨彻也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幕 弄得有些发麻 她倾见那子群美妇 忽然掏出一把匕首 直刺红衣女子腹部 幸亏这女子反应极快 躲了一下才让匕首刺偏 否则刚才这一下偷袭 红衣女子必定允命当场 嘖嘖嘖 不愧是我乌门的天之娇女 这般近距离 都未能一击杀掉你 开口说话的 竟是那为首的蒙面绿衣人 说完 她缓缓走到子群美妇身边站定 灌木丛中的杨彻 目睹这一切 只感到浑身发了 从那赵明 魏老 贾云志 再到眼前这几人 我一边修炼 一边慢慢寻找修仙宗门便是 想到这里 杨彻已打了退堂鼓 准备悄悄溜之大吉 赵渠 真是没想到 你连容易都能买通 厉害厉害 红衣蒙杀女子 一边包扎伤口 一边咬牙切齿地说道 闻言 杨彻刚刚转过的身体 陡然一致 这为首的绿衣蒙面人 竟是那赵公投赵明 引以为傲的侦儿 屋门内门核心弟子赵渠 还真是为老口中常念叨的 无巧不成书啊 这也太巧了吧 被识破了身份 赵渠索性扯下脸照 露出一张阳刚俊脸 阳彻一看 还真与那赵明有几分相像 清玄 还是乖乖把乌龙令交给小渠 看在往日情分上 我们今天留你一面 子群美赋叹了一口气 悠悠劝道 荣衣 我吴清玄自认这些年代你不薄 为何你要串通这赵渠 反来害我 吴清玄忍着伤口之痛 一字一顿道 赵渠脸上竟飞起一丝红韵 这暗夜里 乌清玄自然看不清 但杨彻却是看了个清清楚楚 只是 他好像也不太懂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既然赵渠出现 那么今晚 这些人全都要死在这里 第十六章 乌龙令 杨彻面无表情 直接从灌木丛中走出 什么人 站在赵渠身后不远处的那些绿衣人 立刻警觉的贺问 杨彻也不说话 操纵流星河漂浮在身前 伸手一指 十二枚飞火针 变化为飞芒 直接洞穿十二名绿衣人眉心 修仙者 几道声音同时惊恶响起 话音未落 除赵渠外 剩余几名绿衣人也闷声倒地 被洞穿眉心而死 乌清玄 赵渠和子群美妇人惊恶过后 立刻分散而逃 他们是江湖人士 眼中的一流高手 但面对修仙者 他们有的只是恐惧和胆寒 这三人的反应 倒令杨彻一时有些愣住 不过很快 他便操控飞火针 直追赵渠而去 眼看诡异的飞火针次来 那子群美妇 立刻连声尖叫道 仙师 你不能杀他 不能杀他 他是仙苗 是要送去乌龙谷的仙苗 你杀了他 乌龙谷仙师绝不会放过你 一听仙苗 乌龙谷仙师这样的字眼 杨彻心里猛然一动 手指轻浮 那飞火针 立刻停在了赵渠的后脑勺 他不是仙苗 没有乌龙令 他算什么仙苗 远远地传来乌清玄愤怒和不屑的声音 清玄 我的大小姐 何必呢 你没有仙根 死死守着乌龙令 又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拿给小渠 小渠一旦进入乌龙谷 成为修仙者 你我都能清云直上 乌门也会正式成为江湖第一大帮派 子群美妇人 直到此刻 仍旧不忘寻寻善诱 劝解乌清玄 他害死了我爹 我就是死 也绝不可能给他乌龙令 乌清玄的声音 渐渐变得虚弱起来 似乎伤势越发严重 师姐 门主的死是意外 跟我无关啊 赵渠替自己辩解道 杨彻听得一阵头大 他对这些人的恩怨自然没有兴趣 他在意的是 刚才这子群美妇人所说的仙苗 仙根之类 不过 既然自己停手了 那有些问题 也干脆顺便问上一问 都过来 我有话问你们 若回答得让我满意 我可以考虑不杀你们 杨彻此刻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一种完全凌驾于这三人之上 随时掌控他 他 闷生死的玄妙感 他说不出来 这种感觉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但真实的感受就是这样 渐渐靠近的三人 似乎意识到 刚才他 他 闷得话有些多 这时又都变得胆怯起来 昏暗之中 三人也看不清杨彻的脸 否则定会大吃一惊 我问你们 屋门有一道关于杨彻的悬赏令 此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彻声音很冷 冷到令对面三人 犹如瞬间坠入冰窖 杨彻 哪个杨彻 子群美妇人有些茫然 但吴清玄的眼神 与赵渠的脸色 均都变了 这三人的细微表情 自然全都清晰落入杨彻眼中 吴大小姐 你说说吧 杨彻淡默地说道 吴清玄还没开口 赵渠便抢先及到 是屋门主下的令 我等接不清楚 他说谎 就是他赵渠从中作梗 阻挠本门彻查 有人勾结外敌 意图谋害本门长老一事 杨彻的悬赏令 也是出自他赵渠师徒二人之手 吴清玄冷哼一声 看着赵渠胆小如鼠的样子 心中更是不屑 赵渠 你如何说 杨彻手中扣着一枚非火针 眼神冰冷无情 赵渠身体抖如筛糠 哆嗦着道 他血口喷人 杨彻是谁我根本不认识 怎么可能弄什么悬赏令 不认识 那赵明你总该认识吧 杨彻美好气地说道 这时 赵渠身体猛然一颤 他抬起头 想要看清杨彻的脸 但昏暗之中 纵使他武功不弱 却也什么都看不清 算了 都不重要了 杨彻已经大概推测出了事情真相 再问下去 纯粹浪费时间 赵渠闻听此言 心里不由一松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忽感眉心剧烈一痛 随后一股陌生气流 瞬间夺走了他全部生计 眼见赵渠伟蹲在地 气绝身亡 那子群美妇人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你下去陪他吧 杨彻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一俯手 一枚飞火针 便洞穿了子群美妇人的眉心 世界终于清静了 沉默了一会儿 杨彻看向乌清玄道 我帮你灭了仇敌 现在你一五一时 把关于什么乌龙令 先跟 先描之事 详细说与我听听吧 乌清玄抬头 看着眼前这少年杀神 却是决然道 你杀了我吧 杨彻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 怎么 以为我不敢杀你 乌清玄摇了摇头 轻声道 那倒不是 你贵为先师 我们这些凡人 在你面前不过是娄伊尔 又有什么资格 敢跟你讨价还价 我本就身中余毒 如今又被自己 一直信赖的人偷袭重伤 那把匕首竟还抹了毒药 我时日已不多 与其等死 还不如直接 被你杀死来的痛快 乌清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 无奈 还有浓浓的不甘 杨彻知道 他说的是事实 想了想 忽然笑道 知道吗 若不是那玄赏令 我可能早已是乌门弟子了 闻言 乌清玄眼中 顿时露出诧异和震惊之色 杨彻从怀中摸出一封信 递给乌清玄 你看看吧 乌清玄迅速接过 并点燃火折子 拆开一看 玄疾正在那久久无言 好半赏后 他才低声道 我乌门竟错过了一次称霸武林 甚至走上截然不同道路的机会 那赵区师徒 当真是历令致婚 坑苦了我乌门啊 乌清玄的情真意切 杨彻并没有完全当真 这乌门中人的心计 他可没少领教 咱们就直接一点吧 你将乌龙令给我 详细告诉我有关仙根 仙苗和乌龙谷之事 我可以解你身上全部之毒 保你性命无忧 杨彻不想再浪费过多时间 毕竟修仙之事 时间也很宝贵啊 乌清玄读了魏老的保健信 以确信当初在纳兴山矿 确实有人勾结外敌 想要暗杀魏老 而杨彻出手灭杀的几人 很有可能便是勾结外敌之人 出于魏老的关系 他就已经准备 将这乌龙令之事告知 现在又听杨彻说 能解他身上全部之毒 心下自然更是欣喜万分 立刻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于是接下来 乌清玄再没有任何隐瞒 一五一时将有关乌龙令 和仙苗仙根之事 全部说予了杨彻 杨彻听完之后 当然没有食言 不仅将魏老所托的第二封信 完整交予了乌清玄 并赠予他一颗清心丸 杨彻此刻内心激动无比 原本没有任何头绪的 寻找修仙宗门一事 竟在如此巧合之下给解决了 所以赠予乌清玄一颗清心丸 在杨彻看来绝对是值得的 只是要拿到那枚乌龙令 略有些麻烦 因为乌清玄为了确保 不让那赵去得到 竟将乌龙 并给扔进了乌门禁地黑乌坛之中 两日后 杨彻跟着乌清玄 来到了乌门禁地 黑乌坛 第十七章 双月仙子 这里乌黑一片 地上是厚厚的枯枝败叶 到处充满着腐烂的味道 一口方圆约三十丈的黑水坛 坐落在这片躯黑之地正中 水面上重重冒着刺鼻难闻的气泡 乌清玄站定 缓缓说道 我只能在这儿了 若再强行靠近 那坛里弥漫的毒气 是我无法承受的 杨彻点了点头 自顾自向那黑乌坛继续走去 据乌清玄先前所言 他就是在这个位置 远远将乌龙令给抛入黑乌坛的 杨彻依靠自身法力 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做到鄙息 走至坛边 看着里面黑色的毒水 杨彻也有些发怵 以他目前的修为 和所掌握的法术而言 除了前进毒水里 寻找那乌龙令 似乎根本没别的办法 不过杨彻也不是毫无把握 便盲目来到此坛 他的身体皮膜肌 可是经过数月吸收毒液强化过的 虽然对自己身体皮膜肌肤的强度 还没有一个清晰认知 但杨彻莫名对天地混沌诀 抱有无比强大的信心 当初研读休息混沌诀 他可是一字一顿 逐一解析 对天地混沌诀的神奇 至今他都感叹不已 所以杨彻决定 先试试自己的皮膜 能不能挡住这毒水的清晰 探身下去 双手直接伸入潭水 直至小臂完全没入 一股刺骨冰寒凉意 直入心间 抗住了 杨彻心头瞬间涌上狂喜之色 这被吴清玄视为恐怖之毒的潭水 却对杨彻毫无作用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提前含了一颗清心丸在舌下 杨彻一时尽忘了 有个身材 丰满的女子在身后 直接将自己拖得光溜溜 随后慢慢进入潭水中 远处吴清玄见杨彻毫不避讳 直接脱光 也是愣了一下后 赶紧闭上眼睛 待听见水声 他又立刻睁开眼 发现杨彻除了一颗脑袋在外 整个身体都已没入潭水中 见杨彻丝毫没有中毒迹象 他不由十分羡慕 他也曾渴望成为修仙者 然而 他却没有仙根 那乌龙谷的仙师曾言明 没有仙根 是绝不可能成为修仙者的 这是残酷天律 任谁都无法打破 可是他真的好想成为修仙者啊 尤其是父亲死去 又遭容易背叛 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好不甘心 可是又毫无办法 此刻的杨彻已经闭上双目 潜入了潭底 他清晰感知到自己皮膜肌腹的强韧 使得这潭水之毒 竟丝毫不能侵入 再次真切感受到 天地混沌局的神奇 杨彻决定 以后定要更加努力修炼 如今他的神识 仅能散出十多丈范围 是已换了两次位置后 杨彻便感应到一枚巴掌大小的奇异令牌 起身上岸 弹开掌心 杨彻发现此令牌非木非铁 通体乌黑 形如山谷 握在手中光滑如玉 其上还刻着乌龙两个大字 一丝兴奋之色 在他脸上浮现 有了这乌龙令 杨彻这才发现身上清凉 不由尴尬地笑了笑 赶紧穿好衣物 走到乌清旋身侧 这就是乌龙令 你拿着他去乌龙谷 就说是乌干山脉乌门选出的仙苗 到时我会给你证明信一封 乌清旋盯着乌龙令 眼中充满了热气 可很快又变成了黯然 杨彻注意到了乌清旋情绪的变化 已得知他没有所谓的仙根 成不了修仙者 于是疑惑问道 仙根究竟是如何测出来的呢 乌清旋叹了一口气 悠悠道 那乌龙谷的仙尸 带有一个水晶一样的圆球 单手触摸齐上 就能判断有乌仙根 同时还有仙根的属性 原来如此 杨彻牢牢记下 准备进入乌龙谷后 怎么也要测一下自己的仙根 接下来 杨彻自然找到了那赵渠的师父 毫不犹豫用飞火针杀掉了他 半月后 杨彻已穿过乌干山脉 进入到一片一望无影的沙漠地带 据乌清旋给的地图 那乌龙谷 竟是在这片无人沙漠之中 尽管杨彻无法理解 但相信乌清旋给他的地图是真的 顶着风沙 一直向前走了约末五六日 就在杨彻带的干粮 已经只剩最后一张小饼石 他腰间皮带里那枚乌龙令 忽然有所感应般 其上光芒闪动 耀眼夺目 没过多久 前方那昏黄天幕 忽有一道流光闪现 竟直直朝杨彻击射而来 很快 杨彻便看到 竟是一美貌银山女子 盘坐在一个巨大银色葫芦之上 并很快降落在他面前 修仙者 杨彻终于见到 除他之外的一个修仙者 内心激动之余 却也陡然心生警惕 立刻将飞火针紧扣在手 小妖 我乃乌龙谷介义弟子双月 凡请你将乌龙令和证明身份之物 交予我一关 美貌银山女子 双月面带微笑 与其温和 令杨彻如沐春风 杨彻赶紧取出乌龙令 和乌清玄给他的证明信 一并递给银山女子 女子检查后 笑道 此令和证明信都没问题 哦 我带你去入籍 入籍之后 你就是我乌龙谷正式弟子了 有劳仙子了 杨彻按捺住内心欣喜 迈不上了女子的银色葫芦 随后冲天起 很快 穿过无音沙漠 杨彻看到女子 取出一道怪异黄纸 口中念念有词 随后向着某续空处一拍 那张纸镜化为流光 一下子消失不见 没多久 两人面前竟凭空出现一十阶通道 我们到了 随我来 女子拉着杨彻踏上十阶 同时那葫芦 竟变成一个小巧玲珑的迷你葫芦 不知被女子收到了哪里 只是流光一闪 便不见了踪影 杨彻跟随女子双月 走到十阶尽头 眼前顿时出现 无数座灵气阴阴的青山翠风 甚至许多巨大石峰 竟悬浮于半空 微微壮观 双月重新取出银色葫芦 那葫芦迎风见掌 二人再度乘上去 很快来到一个大殿前 此大殿雄武庄严 殿前距大青市广场上 正有不少人来来往往 有人面带微笑满面春风 有人却是愁眉苦脸 一愁莫展之色 小友 进去入籍并测试仙根吧 测试后会根据你的仙根资质 给你分配洞府 和所需要负责的杂物 以后有缘再见 双月仙子给了杨彻一个鼓励的眼神后 便笑着离开了 杨彻走入大殿 发现有不少人和他一样 在登记入籍和测试仙根 他不知自己究竟拥有什么样的仙根 默默站在队伍里 内心充满了忐忑和期待 第十八章 变异双仙根 大殿内悬浮着一颗硕大水晶球 一位先锋道鼓的白袍老者 站在水晶球后 手里握着一卷厚厚点击 与一只奇异毛笔 每一位上前测试者 都会将手触摸在水晶球之上 水晶球会亮起不同颜色的光芒 之后那位先锋道鼓的白袍老者 便会用毛笔 在那厚厚点击上书写着什么 终于轮到杨彻了 杨彻深呼一口长气 平复心绪后 走到水晶球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 白袍老者神色平淡地问道 杨彻 哪个阳 哪个彻 老者继续问道 沐一阳 清彻地彻 嗯 老者立刻挥起毛笔 在那点击上书写下 杨彻二字 把手放在测试水晶上吧 老者声音一直平平淡淡 无喜无悲 杨彻一眼 将右手放在了水晶球上 整个水晶球 忽然开始变得忽明忽暗 紧接着 砰的一声 竟然破碎开来 白袍老者大吃一惊 露出疑惑不解之色 随后 只见他在腰间一个 奇异的灰色布袋子上 轻轻一拍 又一个与先前一模一样的水晶球出现 继续再测试一次 老者说着 双眼紧紧盯着杨彻的双手 杨彻也是心中大惑不解 心想着 可能是水晶球测试太多次 刚好到他这里就坏掉了 他再一次一眼 将右手放在水晶球上 只见水晶球 忽然又是忽明忽暗 紧接着砰一声 静又碎裂开来 这 老者眼里闪过一丝难以置信之色 他略意沉吟 取出一道黄指 口中低念几声 这黄指便迅速化为流光 消失无影 过了一会儿 这大殿内 又走进一个须发皆白的清衣老者 白袍老者一见清衣老者 立刻拱手施力道 牧师叔 此子先跟颇有些古怪 我这水晶球 根本测不了他的资质 还请师叔亲自出手测试一番 清衣老者 呕了一声表示惊讶 然后目光转向杨彻道 把手伸出来吧 杨彻内心有些忐忑 一言伸出右手 老者将手搭在杨彻手腕上 闭目感应一番 再次睁眼后 目中竟有金光暴闪 不过 随后却是面露惋惜之色道 可惜可惜 真是可惜 太可惜了 清衣老者一连串的可惜 不止羊车一头雾水 那白袍老者也是一脸不解 他拱手问道 牧师叔 可惜在何处 清衣老者捋了吕灰白胡须道 此子竟是罕见的便衣双仙根 实在是太罕见了 便衣双仙根 这便衣仙根 还能同时出现两种 先锋道骨的白袍老者不解 这便衣双仙根 若生在上古修仙时代 那绝对是逆天之姿啊 可现今时代 资源实在匮乏 这样的仙根资质 筑基实在无望 成了不祥的资质 所以老夫才说 可惜 这少年是生错了时代啊 清衣老者仍旧惋惜地不停摇着头 语气之中满是叹息 牧师叔 那这少年该如何安排 白袍老者拱手问道 清衣老者捋着胡须 沉樱扮上后 缓缓说道 总归是持我乌龙骨乌龙令来的 就还是正常收他入骨 你看着给他分配洞斧和杂物吧 是 牧师叔 白袍老者 恭送须发揭白的清衣老者离开 随后他看向杨彻 也是十分惋惜 最后无奈摇了摇头 说道 杨彻 你乃变异暗和雷双仙根资质 哪怕少一种仙根 你都能直接成为我谷核心弟子 可惜你牧师祖的话 你刚才也听到了 就因为多出一种变异仙根 导致你无望住击 这资质旧 先锋盗鼓的老者 提起奇异毛笔 在那点击上杨彻的名字后书上 变异暗雷双仙根 资质 不详 想了想 递给杨彻一枚代表宗门弟子的身份令牌 接着又道 这一刻开始 你就是我乌龙谷正式弟子了 不过 你只能在落日辖 挑选一处无人院落 成为修炼洞府 至于基础功法 可去传宫堂领取 说着 白袍老者又递给杨彻一枚预检 继续道 这预检中标明了你能领取的物品 还有每月需完成的杂物事宜 杨彻默默接过 自从那须发揭白的轻衣老者 说出那番话之后 他就陷入沉默 一直未曾开口 此生无望助击这句话 令他颇受打击 心情沉重 尽管他还不能完全听懂其中之意 但也隐约明白了什么 走出雄武庄严的大殿 有另外的人带着他 和一些新入籍的弟子 先去领了几样东西后 此人又把他专门送到了落日辖 一股苍凉之感扑面而来 落日辖 乌龙谷宗门内 最远 也是灵气最差之地 走进落日辖 扬车发现 这里非常安静 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此刻的他 在先前领取了几样物品后 心情已经好转不少 关于资质之事 他也想明白了 至少目前他 感觉自己修炼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基础功法 他也不打算去传宫堂领取了 而居住在落日辖 也只是暂时的 预检上说了 只要杂物做得够多 达到一定宗门贡献值 或者达炼器九层 就可以搬离这里 去龙溪山开辟洞府 杨彻迅速找到一处 一山傍溪的无人院落 作为自己目前的修炼洞府 分前院和后院 总共有四间木屋 三大一小 一间厅堂 一间卧室 一间造屋 还有一个小间茅厕 前院里有一块闲置药田 按预检所说 可以选择种植药草 作为杂物选择 而种植药草 需先去宗门的百积堂 领取有数量要求的种子 并登记在侧 只要每半年 将对应种子成熟的药草上交 给宗门 即可获得一定宗门贡献值 不过上交的最低数量要求 如果达不到 下一次就要加倍上交 或者扣减之前的贡献值 杨彻熟读炼丹炸技 还修炼着天地混沌诀 所以自然毫不犹豫 选择种植药草了 卧室列 杨彻将先前领取的物品 一一取出 这些物品的名字和功用 预检中都有详细说明 一个普通低阶储物袋 一把低阶常见法器 一件低阶夜行飞行法器 还有一套日常精炼工具 杨彻很快熟悉了储物袋用法 诸如一丝法力 随后对准这些物品 只见带口喷出一道淡淡霞光 将这些物品笼罩 随后这些物品立刻变小 被吸入了储物袋 反复试了几次后 便没了兴趣 他开始仔细思考 自己接下来的修炼 到底该如何进行 深切感受到了知识的匮乏 他决定先去宗门的藏书之地 看上他的十天半月再说 其实骨子里 他更想弄清楚 自己的变异双仙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安顿歇息一番之后 杨彻出了望西居 准备直奔宗门藏书楼 第十九章 辞之不详 不过出的院落之后 望着洛日霞四周苍茫群山 杨彻才发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 之前送他来此的那位直视师兄 是踩着飞行法器送他来的 且听那位师兄所言 洛日霞是整个乌龙谷内 离中兴大殿最远 且灵气最差之地 想要去宗门藏书之处 看来必须先学会驾驭飞行法器才行 想到这里 杨彻伸手摸向腰间储物袋 注入一丝法力 立刻便锁定到了 旗内的夜行飞行法器 神石一动间便将其取出 这夜行飞行法器不大 仅能容易人站立在上面 他的形状 很像小时候爷爷栽种的 那棵槐树上面的叶子 于是杨彻直接给他 取名叫怀夜法器 法力注入旗内 怀夜法器便缓缓飘浮在脚边 小心翼翼站上去后 杨彻无比担心 会不会一个加速 自己就掉下去了 施展一个空物术 这怀夜法器便颤颤微微扭动起来 待生至半空 杨彻身子忽然一歪 吓得他赶紧压低重心 两脚前后分开 感觉稳住了 这才加大些法力 控制脚下怀夜法器 如归宿一般 盘绕在望西居上空 缓慢飞行 足足练习了一个时辰 杨彻才算彻底学会 操控着怀夜法器 不过此时天色已晚 虽然杨彻已学会操控飞行法器 但他也发觉 由于自己法力不足 无法使得飞行法器速度快起来 而且肚子也有些饿了 于是杨彻收了怀夜法器 重新回到院落内 从皮袋子里 取出紧剩的那最后一张小饼 就这清水吃了 然后杨彻将那块咸田里的土 也翻了一遍 并移了一些泥土 到后院靠近山壁的位置 在那里专门累了一个小苗圃 将九叶末羊果的根莖 重新栽种进去 要是能弄到灵液 灵土就好了 杨彻喃喃自语道 收拾完后 他走进卧室木屋 盘膝在床 取出一个白色玉瓶 正是那装有八真丹的玉瓶 这里面原本共有十九颗八真丹 在突破练弃二层瓶颈时 他吃了一颗 还有十八颗 此时杨彻毫不犹豫 再次服下一颗 随后立刻运转 紫园绝 开始修炼 一夜没睡 一直修炼之天明 感觉到体内法力又有精进 杨彻不由对八真丹的功效 越来越着迷 八真丹的丹方和练制步骤 练丹炸剂尚就有 是以杨彻决定 今后修炼之余 等药力炼化得差不多了 这才踩着怀叶法器 慢悠悠地朝中心大殿方向飞去 凭着他的归宿飞行 足足耗费了近两个时辰 他才来到宗门中心大殿 中心大殿又有许多偏殿 有藏书楼 传宫楼等 杨彻并没有急于进入藏书楼 而是在附近找到百鸡堂 先登记杂物 领取了一百分的蒲鱼黄种子 也就是半年后 杨彻必须上交宗门 一百株成熟的蒲鱼黄 掌视较为蓬勃 若是栽种在九叶末阳果旁侧 很容易就能起到遮掩作用 领取好种子后 杨彻这才找到藏书楼 走了进去 一寿靴中年修士 悠闲地坐在一张宽大椅子上 手里正捧着一本典籍 看得津津有味 见有人进来 他眼睛立刻一亮 面上堆满笑容道 可是来找功法的 杨彻摇了摇头 那是来找单方的 杨彻依旧摇了摇头 那一定是来找法术的 寿靴中年修士 脸上笑容不由越发浓郁 然而杨彻却仍旧摇了摇头 寿靴中年脸上的笑容不由凝固 随即有些不高兴地问道 那你来干什么 杨彻拱手朝中年修士失了一礼 慢悠悠悠道 前辈可有查阅关于仙根的典籍 中年修士一听 猜到眼前这少年 又是一个才入骨的新弟子 像这少年一样的新弟子 最近可有不少来藏书楼的 都是些修仙小白 啥也不懂 就只是想了解关于修仙的常识 这种弟子中年修士见多了 知道他们也没什么才 于是中年修士顿时失去了兴趣 用手随意指了指旁边一个很小的门 淡淡道 从那门里进去 里面的书都是免费看的 杨彻急忙道谢后 便立刻从那小门走进去 发现里面已有不少弟子 但个个都安静得很 似是没人敢大声说话 杨彻眼睛一亮 心里一阵激动 随后仔细打亮了一番 便决定从一边书架开始 慢慢翻阅 时间就在杨彻废寝望时 如鸡四渴的阅读中 飞速流走 直到肚子传来咕咕声 杨彻这才一愣神 从典籍中的世界回到眼前现实 他忽然想起 好像还有最后一颗避骨丹 于是直接拿出来吃掉 随后继续沉浸在典籍中的玄妙事件 十多天时间很快过去 杨彻这才神色无比凝重地站起 缓缓合上了其中一本 泛黄典籍的最后一页 差不多半月时间 杨彻已了解到 太多以前闻所未闻的修仙界知识 尤其是角落里 这本已经落了灰尘 十分不起眼的泛黄卷轴 还真让他找到了 关于变异仙根的阐述 不过看完之后 心情很是沉重 无论上古修仙时代还是现今 修仙者大都拥有一种 或集中五行属性仙根 极少数者才会拥有变异仙根 五行属性仙根很常见 而一仙根却很稀少 尤其变异双仙根更是极其罕见 拥有变异双仙根的修仙 因其仙根的特殊性 筑基非常困难 不过在上古修仙时代 天地灵气无比浓郁 天才地宝随处可见 变异双仙根之修 反而被称为天选之修 有机会沐浴一次天恩 沐浴天恩成功筑基后 无论是结丹或宁英 都比同阶修仙更加强大 不过到了如今的修仙时代 由于资源实在太过匮乏 天地灵气也细薄到 远远不如上古时代 天恩更是消失不知多少年 所以如今变异双仙根的修仙 根本无法沐浴天恩 筑基时 两种变异仙根 会发生不可思议的相互消耗 使得比普通修仙 筑基难上千倍万倍 这种难度之下 筑基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也使得变异双仙根 在如今的时代 成了资质不祥的仙根 而天恩究竟是什么 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修仙知晓了 第二十章 穷鬼 这时杨彻也已知晓 常见仙根是五行属性 雷 暗 光 毒 冰雪等 知道了仙根属性 就可以选择相匹配的功法修炼 杨彻已得知自己是变异暗和雷双仙根 那是不是应该修炼暗 雷属性的功法更为何事呢 他不知道 紫园诀和天地混沌诀 究竟是何属性 困惑中又有几分担忧 不过很快杨彻便摇了摇头 心道 管他呢 只要能正常修炼就行 经过这半个月的疯狂阅读 他最终得出 修仙是一门无比高深的大学问 想要一口气 将所有修仙知识都了解 无疑是做不到的 必须沉下心来 慢慢研究 就像他钻研天地混沌诀 那般 于是 杨彻起身离开了藏书楼 现在 他已经清楚 自己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修行之路 那就是 全力修炼到炼器七十二层 然后想办法获得助击单 来尝试助击 至于天安什么的 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随后杨彻来到传工楼 找到了司徒师兄 一位中等身材 身着乌色弟子袍服 专门负责新弟子法术的 练器十二层青年 最近新入门的弟子不少 司徒师兄此刻正在讲授法术 杨彻赶紧悄无声息走进去 谈息而坐 静静聆听 这位司徒师兄 果真对基础法术的了解很深 听了他的讲解之后 杨彻一直对于 令自己无比头疼的御风诀 和兵剑术法诀 终于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甚至对于空物术和天眼术的 一些运用 也更加有了不一样的心得 等司徒师兄讲解结束 杨彻又赶紧非常虚心地 上前请教了一些别的问题 没想到这司徒师兄 为人极其和善 不厌其烦地 给杨彻解答了很多疑惑 比如杨彻这才知道 先前那双月仙子 与侧氏仙根的白袍老者 所使用的黄纸 是符禄 符禄是修仙者几乎必备之物 但想要购买符禄 还有诸如药草 单药和法器之类 可以在宗门指定之处购买 也可以去乌龙谷 专门设在不同之处的 两个方式中进行交易 不过购买这些东西 需要用到零食 零食相当于凡俗界的银子 可惜杨彻连剑都没见过 不过他不仅没有丝毫气馁 反而越发变得兴奋 和跃跃欲试起来 他从司徒师兄这里 打听到几种赚取零食的方法后 便踩着飞行法器 离开中兴大殿 回到了落日霞望西居 小心翼翼将蒲鱼黄九成种子 小心埋入前院药田 又将一成种子 埋入后院的苗圃之中 杨彻这才走进卧室 将自己得知的所有信息 整理消化一番之后 他每每睡了一觉 养足精神后 一日便起了个大早 他先进入附近山中 寻了一些野果吃了 然后又找到一些败卖 也冲等回来栽种在了药田里 剩余的小空地中 随后便开始修炼兵剑术 不过数日后 依旧没能成功 杨彻想了想 干脆倒出一颗八针丹腹下 全力修炼子圆绝 半年后 杨彻在消耗掉了 全部的八针丹后 修为也顺利进入炼器七四层 这半年来 他尝到了吞噬丹药 疯狂精进修为的甜头后 发现自己再也忍受不了 仅仅依靠吸纳灵器 来炼化提升修为的那种归宿感 是以八针丹消耗完后 继续又修炼了半月有余 最后实在无法忍受 强行结束了修炼 起身来到药田边 看着已经成熟的蒲鱼黄 还有黄灿灿的败卖麦穗 十五岁的杨彻 脸上露出了无比开心的神色 他收取了败卖麦穗 利用从宗门领取的那套精炼工具 获得了一些面粉 又取出原来那个皮带子中 早就准备好的一些调料 做了一顿有滋有味的手感 从油面 吃饱喝足 杨彻半躺在院罗自制的藤椅上 透过院门 看着眼前溪水缠缠 那远处落日余晖 一时觉得 真是逍遥似神仙 这一刻 他再次坚定了修仙之心 他躺在藤椅上 脑海里不自觉又开始参悟兵剑术 由于太过专心 沉浸其中 竟犹如进入睡梦中一般 不知过了多久 杨彻忽感手指 传来一阵冰寒 随后猛地从睡梦中惊醒 他抬起手掌 看着指尖上那晶莹闪动 犹如一根根箭矢的寒冰 差点激动地从藤椅上跌落下来 修为进阶练气四层后 兵剑术也终于得以修炼成功 他来到附近山林间 直接将指尖这些兵剑 向着前方参天大树甩出 扑扑扑几声脆响 这些兵剑竟全部刺入坚硬树干 齐根没 前那被兵剑刺入之处 树干居然有被寒气消融迹象 施展这兵剑术 消耗法力很小 迅捷而又方便 且依那法术口诀所说 对于火系法术还有克制作用 学会兵剑术 杨彻心情颇为不错 他回到旺西居 收了一百株蒲鱼黄 便踩上怀叶飞行法器 向百鸡堂飞去 百鸡堂 留着山羊湖的老者 认真检查了杨彻上浇的药草 确认没问题后 单单问道 你要宗门贡献值还是零食 杨彻文言内心一动 脱口问道 还能兑换成零食吗 不错 一点贡献值可兑换一块夏品零食 你这一百株蒲鱼黄可击 六点宗门贡献值 山羊湖老者的声音 依旧平平淡淡 那就兑换成零食吧 杨彻没有犹豫 直接说道 老者扔给杨彻六块夏品零食 便不再说话 自顾自忙去了 杨彻看着面前 六块闪着特殊光泽 其内灵气充沛的小石块 不由欣喜而好奇地自语道 这就是零食吗 其内灵气还真是精准 将零食收入储物袋 杨彻仔细想了想 决定去方式逛上一逛 看能不能买到 炼制八针丹所需的药材 来到最近的方式逛了一圈 杨彻脸色不由 渐渐变得难看起来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穷鬼 方式中的诸多物品 他好奇又火热 结果却什么都买不起 第21章 玉玺 不过这一圈逛下来之后 杨彻也是眼界大开 甚至都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 而这只是乌龙谷其中一处方式 由于其坐落在常年云雾缭绕的一处 苍翠竹林山谷 于是得名云竹方 在淡淡云雾笼罩之下 云竹方俨然一条繁华长街 一块块巨大侵蚀 铺成的街道两边 凌历着零次至比 雕蓝玉气的店铺楼阁 在这些楼阁相间的空地上 也摆有不少零食摊位 无论是楼阁内 还是零食摊位 各种五花八门 闻所未闻的材料 还有符录 法器 功法典籍 应有尽有 不过细心的杨彻还是注意到 不管是楼阁店铺内 还是零食摊位上 药草及其吸手 更不用说成品丹药了 一直逛到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杨彻仍旧没有离开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逛方式 他想了解到 更多修仙之人 所能用到的材料 尤其是这些东西的 大概价钱 比如一本练七七 金属性功法 钉甲工 要十块下品零食 而一本 五行咒绝基础大权 竟然要五十块 下品零食才能买到 再比如 他已知晓 入股当日领取到的 那件低阶长剑法器 穿云剑 价值九块下品零食 一般低阶法器 大多在十块下品零食左右 若是普通中阶法器 则大多在 数十块下品零食不等 一件普通上阶法器 则大多在 一百至两百块零食左右 不过 一件顶阶法器 那就贵得多了 竟然要数百块下品零食 甚至成套之类的 顶阶法器更贵 要上千块零食才能买到 这让杨彻立刻 对自己得到的顶阶法器 至少也要值个千块下品零食 这自然使得杨彻 颇为激动和欣喜 不过转瞬 看着周围那些令他眼热 而又买不起的服录 咒觉等 他又立刻感觉颇受打击 尤其是当下急需的丹顶 还有想要炼制八真丹的药材 让他更是愁上眉烧 这云竹芳 只有一家专门出售与炼丹 或炼器相关物品的店铺 名叫巧宫阁 此阁处在云竹芳最为繁华地段 足有七层之高 端蒂是华丽气派 他已了解到 一个品质烧好一些的丹顶 差不多在四十块下品零食左右 而他种植半年 蒲鱼黄利用宗门贡献值兑换 也才得到六块下品零食而已 三年下来 连一个烧好的丹顶都买不起 仅依靠这种方法赚取零食 显然行不通 还好杨彻已经从传宫楼司徒师兄那里 打探到几种赚零食的方法 心下烧定 此刻 他站在巧宫阁外 心情有些复杂 炼制八真丹的药材 其中所需的望穷草和地云雀 这巧宫阁竟然没有 而且 那掌柜的信誓旦旦说 别的方式也不可能有 暂且不说 这两种没有的药材 就是另外几种有的 他也买不起 杨彻忽然意识到 这修仙意图若没有大量零食 根本就是寸步难行啊 离开云竹坊 踩上怀叶法器 他一边往落日霞慢慢飞回 一边在脑海里 不停琢磨着 司徒师兄所说的 那几种转零食的门道 半个时深后 飞至一座无人荒蜂 杨彻忽然发觉 身后有两道气息 快速向他飞来 很快 一男一女两个蒙面修士 便飞至杨彻身前 并一前一后 将他去路阻断 杨彻天眼术开 隐约感应出 这两人修为 军事炼器六层 师兄师姐 这是何业 杨彻将两枚飞火针 紧扣在掌心 冷声问道 这时那女子开口道 小师弟莫怕 只是看你在方氏逛了一天 却什么都没满 应该是很缺零食吧 我二人有快速 赚取零食之法 想拉小师弟一起 不知你意下如何 文言 杨彻心里一惊 立刻会议过来 原来自己在方氏逛了一天 对什么都很好奇 却又什么都没满 引起了别人注意 这让杨彻不有有些懊恼 还是有些大意 看来这任何时候 都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什么方法 杨彻脑中急速飞转 手心也饮有汗水浸出 他只有炼器四层法力 而眼前两人都是炼器六层 足足比他高出两层不说 还是两人联手 这让孤身一人的杨彻 自然嗅到了强烈危机感 小师弟 你若也想赚零食 就先教我们一人十块零食 算是入火费 你入了火 我们才能将这方法告知于你 女子刻意压低嗓音 让人分辨不出真假 杨彻却是内心冷笑一声 拉人入火交入火费 也不是不行 可你们这蒙着脸 是什么意思 他面上不动声色 杨庄同意道 好 我交 声音未落 手指一动间 两道乌光便激射而去 分取眼前两人眉心 同时 脚下怀叶法器法力大增 急速飞逃 叮叮两声 那一男一女同时取出法器 竟将杨彻的两枚 非火针挡了下来 你找死 那男修终于开口 似是被杨彻举动激怒 立刻朝杨彻追了过来 杨彻回头瞟了一眼 将非火针收回流星河 同时发现 那男修拿出的法器 是一面火红盾牌 女修则拿出的是一柄冰蓝短剑 以前无往不利的非火针 此次初次遇到同位修仙者的修士 竟无功而返 那火红之盾 应该就是此前看过的防御类法器了 而那冰蓝短剑 应该也有防御之能 杨彻心下暗道 尽管非火针并未建功 杨彻却一点也不失望 反而还透着一丝莫名的兴奋 非火流星 本就是成套类法器 单单是非火针 就足有360枚 根据那白色预检上所述 当非火流星组建出泰旋影光阵 才是发挥真正威力的时候 可惜他如今的修为 最多只能同时操控24枚非火针 离组建泰旋影光阵要求的最低36枚 仍有着不小的差距 而即使不组建泰旋影光阵 单独驱使 据预检所述使用之法 若能同时操控越多的非火针 其威力越强 杨彻法力不如这两人 而且发现对方加持了御风绝后 他在速度上也大为吃亏 想靠速度逃掉 几乎已不太可能 杨彻索性不再想着逃 而是眼中露出狠粒之色 一股决然战役自体内生疼而起 这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对战修仙者 而且修为处于绝对下风 这让杨彻几乎时时刻刻绷紧神经 不敢有丝毫地放松 第二十二章 领悟 杨彻直接冲入山林 收了怀夜飞行法器 在山林间急速狂奔 尽管他已打定主意拼尽全力一战 但他不想让这两个修士看出他的意图 加上他法力相对吃亏 还要时刻留意着节省法力 这时杨彻听到那女修忽然说道 师兄 此人法器倒是罕见 略施成剑 拿了东西 我们就赶紧走吧 师妹不必担心 这小子穷酸至此 一看就没任何背景 就是打死他也没人会发现 南修士语气之中 充满嘲弄和蔑视 他一边说着 一边同样落入山林 劫住了杨彻去路 是不是想朝有同门的地方逃啊 南修士吃笑一声 手掌摊开 一团火球在其掌心跳跃 杨彻面无表情 抬头看了一眼 那仍旧在半空的女修 眼皮微微跳了一下 就在这时 那南修冷哼一声 手中火球狠狠砸向杨彻 杨彻躲避不及 仓促间施展兵剑术 朝火球扔了过去 兵火相碰 发出怪异声响 兵剑术未能挡住那火球 不过也为杨彻争取到了躲避时间 就敌一个翻滚 那火球砸在杨彻面前 生生将地面 啄出一个杖许宽大坑 杨彻一只腿被火球扫中 顿时传来火辣辣疼痛 他背后浸出冷汗 同时不着痕迹扫了一眼地面某处 那里被他悄悄埋下了两枚飞火针 没有迟疑 杨彻轻拍除无带 取出那把低阶穿云剑 猛地向南修士劈砍过去 当一声 穿云剑劈在火红盾牌之上 根本无法破开着盾牌的防御 不过杨彻早就一击击走 跃至远处 继续飞奔 同时脚下又被他埋下两枚飞火针 那南修士抱着猫戏老鼠的心思 看着杨彻狼狈模样 心下大感畅快 先前这小子身为一个弱者 竟还敢先向他们动手 这直接惹恼了他 又是一道火球砸向杨彻 杨彻迂回而逃 看似狼狈 却在不知不觉间将二十枚飞火针 全部埋于地下 这二十枚飞火针 成一个不规则原形 散布在他和这南修士斡旋的地面之下 还有四枚飞火针一直紧扣掌心 此时 杨彻身上已被啄出无数蛆飞伤口 样子也比之前更加狼狈 师兄 不要再洗耍了 拿了东西赶紧走吧 女修士忽然又在半空开口说道 语气之中 还隐隐透出几分焦急之意 好 就听师妹的 南修士似乎也觉得戏耍够了 这才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把火红大锤 准备将杨彻一锤砸死 小子 下辈子投个好胎吧 南修士一声尖笑 直接举起大锤 就欲砸向杨彻脑袋 就在这时 他忽感一只脚底一痛 像是被什么东西突然扎了一下 一瞬间的犹豫 另一只脚底 也立刻传来同样的刺痛 混蛋 你敢暗算我 南修士又惊又怒 火红大锤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轰一声便砸在杨彻胸膛 正在全力操控飞火针的杨彻 根本来不及躲避 如遭山月撞击 一大口鲜血喷出 接着便听到胸骨折断的声音 不过 那些先前 被杨彻埋于地下的飞火针 在他全力操控之下 这时全都犹如毒蛇般 从地底钻出 闪电般狠狠射向南修的心口 眉心 柏梗等要害部位 南修士此刻 正在抵抗从脚底钻入的 那两枚飞火针的肆虐 是以速度完全落了下风 尽管他及时取出火红盾牌 正面挡住了射向眉心 柏梗和心口的飞火针 却被从后面射来的飞火针 直接穿透了后脑勺 南修士口中含糊了一声 便直接尾盾在地 生机消逝 而半空中 那女修士如同看到了什么 难以置信之事 竟没有向杨彻出手 立刻踩着飞行法器 消失在了茫茫黑夜中 杨彻此刻即使想追 也有心无力 他掌心中的飞火针 保留了一式进阶用法 本就是为那女修准备 不过没想到 他竟没有出手 直接就这样走掉了 其实杨彻哪里知道 这女修是被杨彻的 肉身强度给吓到了 在他看来 他师兄那集 倾注了大半法力的重锤 一锤下去 别说炼器四层 就是炼器五层的修士 肉身都扛不住 直接就会被砸成肉泥 可眼前这偏偏 只有炼器四层的少年 居然给扛下了 加上他胆子本就小 此前可是连番催促 他这师兄赶紧拿了东西走人 可这师兄偏偏不听 最后尽诡异的丧命于此 所以直接就被吓走了 躺在地上的杨彻 已吞下一颗养元丹 不过他不敢再次多停留 且不说战斗的灵气波动 极有可能引来别的修士 就说那女修 就很有可能会叫来帮手 杨彻忍着胸膛剧痛 硬撑着站起 将所有飞火针收回后 又将那南修的火红盾牌和大锤 收进储物袋 正准备踩上怀叶法器离去 却忽然瞥见 这南修尸体腰间的储物袋 杨彻感觉心脏跳得有些厉害 但还是迅速摘下此人储物袋 之后又勉强将此人尸体丢入山崖 这才回到了落日霞望西居 踏入小院 他一直绷紧的神经 这才放松下来 盘膝坐地 杨彻开始全力疗伤恢复 他此刻后怕不已 才发现自己整个后背 都已被冷汗失痛 好在有养元丹 若不然 这次真的就性命不保 可惜 养元丹也越来越少了 胸膛伤势极为严重 杨彻足足养了半月有余 这才能够正常行走 此刻他躺在藤椅上 脑海里一遍遍重复着 那场交战的每一个细节 总结着经验与不足 看来 即使是身在同一宗门 也避免不了 有同门弟子气歹心 这让他颇感无奈的同时 也隐隐感觉到 修仙世界 或许要比凡俗更加残酷 就如同这一次 若自己没有飞火针 可以作为暗器偷袭 那毫无疑问 死的肯定是自己 本身修为固然重要 这外物看来也同样重要 还有当时那大锤砸在自己胸膛 似乎潜藏在自己肌肉筋骨间 那莫名的力量 起了很大作用 杨彻细细推敲 又拿出天地混沌诀 继续研究 目前他虽然能粗略 读完这三篇有字的文字 但除了第一页略懂外 后两页他仍旧无法彻底明白其意 而仅仅只是修炼第一页上所述 这带来的神秘感 就令他次次惊叹不已 修为精进慢些就慢些吧 这混沌诀 看来还得跟着修炼才行 杨彻经此一战 越发小心谨慎起来 除了乔庄外出去摆鸡堂 领了一次药草种子 便一直待在落日霞 拼命修炼 直到两个月过去 杨彻发现 那女修似乎并没有采取什么后续 这才在一个美丽黄昏 将那难修的储物袋打开 取出了里面之物 当发现其中有一枚预检 并读取了其中内容后 杨彻意识正主 原来当时这一男一女修士 还真的弄到一种 快速赚取零食的方法 第23章 福禄 这预检里的信息 标示着一处 灵气极为浓郁的隐秘之地 里面似有十分罕见的 珍稀灵药灵草 若采到灵药灵草拿去卖掉 自然能换得丰厚灵食 不过 此地有强大妖兽守护 想要进去采摘灵药灵草 难度极高 杨彻获知这个消息 直接将预检捏碎 同时脸上露出一丝 略微懊恼之色 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月 若那女修找到帮手 很有可能已经打败妖兽 采摘到了那些灵药灵草 摇了摇头 杨彻又将目光放在了其他植物上 符路 看到有一张充满着灵气波动的黄色符纸 杨彻立刻欣喜地拿在手中仔细观察 从传宫楼司徒师兄那里 他已知晓符路种类繁杂 除有属性之分外 还有攻击类 防御类 速度类 风困类 迷幻类等等 而根据威力由弱至强 又分为初级 中级 高级 和顶级符路 除顶级符路外 每一级又有低阶 中阶 高阶之分 他手上 这张符路荧光微闪 其上似是用银气刻画 古怪的符号与线条 七拐八弯 像是根据某种奇特的规则排列 蕴含着某种神奇力量 可惜 他不懂符咒 根本不知手上这道符路 适合品阶 又适合用法 将符路收入自己的储物袋 杨彻又将火热目光 停留在了数十块零食 和一个圆形的金属盘之上 零食全是下品零食 一共五十六块 这让杨彻忍不住 咧开嘴笑了起来 真是意外的一笔横财啊 收了零食 杨彻将圆形金属盘 拿在手上 眉头深锁 这东西 他完全没见过 其上刻画着 比符路还要更加悬傲 复杂的古怪符号与纹路 看了半天 也研究 不出一个所以然 杨彻无奈收起这金属圆盘 随后将目光 放在了最后的物品 一个半透明的罐子上 这罐子 杨彻并不陌生 因为它是宗门发给弟子 用来装药草种子的 看来这南修士 所选杂物 也是种植药草无仪 打开来看 杨彻发现 竟是药草紫棋藤的种子 顿时露出笑容 这紫棋藤 恰好是炼制八真丹 其中一味辅才 而且他以后种植此药草 根本不用上交宗门 完全就是自己的了 没有任何迟疑 他直接就将紫棋藤 种在了药田里 随后心情颇为不错的杨彻 又做了一顿葱油面 美滋滋地吃了 这才走出望西居 开始练习御风诀 这两个月来 他总算学会了御风诀 此法术只能作用于己身 消耗法力极少 却能令整个人如风一般 身轻如燕 无论是平地还是山林间 都能轻轻一点地 就能轻易窜出树杖之远 而毫不费力 若是踩在飞行法器上 再加持着御风诀 更是能让人如鱼得水 不止大大提高飞行速度 更能在战斗中 保持灵活与稳定 更为重要的是 他那日听司徒师兄所讲 在很多禁止使用飞行法器之地 这御风诀对低阶修士 就更为重要了 熟练了御风诀之后 杨彻坐在望西居小院中 又开始为修炼发起仇来 没了八真丹 这修炼速度 本就慢得让他无法忍受 再加上又开始修炼 天地混沌绝后 更是慢得 让他简直抓狂 且与那炼气六层难修士一战 差点死掉 这让杨彻也更加明白 修为与外物资源的同等重要性 他现在最缺的就是灵石 唯有正到足够的灵石 才能顺利进行八真丹的炼制 炼丹炸记这本古册 他已经滚瓜烂熟 其上内容 早已如同刻印在他脑海里一般 他相信若有足够药草 自己定能炼制出大量八真丹 从而来快速提升修为 从司徒师兄那里得知的 几种转灵石之法 实在太慢 而且也是众弟子 都知晓得普通之法 所以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 杨彻还是决定 去那隐秘之地看看 若是能侥幸避过妖兽 进入里面采摘到灵药灵草 那可就赚大发了 当然 前提是那女修还没有找到帮手 并没有将那里的灵药灵草采摘走 当年望龙山 那个雷雨天 他无意间坠入修仙者洞府 使得杨彻认为 有时候还是要堵一堵气云的 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要做好万全准备 他先是去传宫楼 找到司徒师兄 向他请教了火球术的修炼法诀 与窍门 这是当初他侥幸灭杀的 那男修士会的一种法术 这法术的威力 给杨彻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所以杨彻决定 也要学会这法术 随后 他又乔装去了另外一处方式一趟 以12块下品零食的价格 淘到一本五行咒诀残本 并好一番与贪主讨价还价 才让贪主极为不舍地 搭送了半达空白符纸 全本完整的咒诀 目前杨彻还买不起 所以只能无奈逃一本 价值大打折扣的残本 不过他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居然在这残本上面 发现了他所得到的 那只符路的作用和对应的咒语 原来这张符路叫银甲符 是触及中阶的火属性防御灵符 价值10块零食左右 防御类符路的价格 还真是要贵上不少 杨彻咬了咬牙 干脆又花12块零食 买了一张金属性触及中阶的防御 用灵符 金刚符 杨彻又花费18块零食 买了一些剧毒制物 然后又买了不少专门 用来装灵药灵草的药侠 最后将剩下的零食 全部用来购买炼制八真丹的 多份辅助药材 之后才离开方式 回到落日侠 又成了半块零食 也没有的穷鬼 杨彻颇感无奈 回到落日侠 他先是进山林 找到一棵粗大无比的古树 直接用穿云剑砍倒 并截取最粗的一段 将中间挖空 做成一个简易大木桶 回到望西居 杨彻吃过饭后 便参考炼丹炸剂 上炼制毒物的方法 配置了一些 其上所记载 连住基7都会中招的毒药 毒烟之类 接着又按魏老那本 毒经上所载 配置一些剧毒药液 倒入大木桶中 木桶内 杨彻一丝不挂浸泡其内 一边继续强化肉身 一边修炼他 挑选的几世毒工 数日后 杨彻去往当日测试 先根的那间大殿 办好出谷手续 这才离开乌龙谷 一边修炼火球术 一边朝着那处隐秘之地进发 第24章 倒打一耙 一路参风引路 杨彻时而踩着 怀夜飞行法器 穿行云端 时而贴着水面 尽情享受着和风续扬 毫不逍遥快活 不过一路之上他 极为小心 专挑无人偏僻路段而行 七日后 杨彻来到一处 白雾弥漫的峭壁悬崖 崖顶一道 瀑布之后 崖壁中段 有一道长满杂草的狭小裂缝 杨彻几乎是侧着身体 才堪堪进入 随后双臂紧扣着石壁 向里一点点挪动 此地如此隐蔽和难寻 那两人究竟是如何发现这里的 还是他们只是偶然 得到预解 并没有来过此地 种种猜测 萦绕在杨彻心头 终于挪动到了最里面 裂缝忽然一下子开阔起来 眼前浓雾翻滚 几乎看不清前方 杨彻又确认了一遍 脸气数一直在身 这才一跃而下 踏上了荒草遍地的平坦之地 摸索着 向前走了约百丈 浓雾尽消 杨彻正努力寻找着 那欲检上所述灵药之地 忽然隐约听到 前方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 杨彻心里一惊 立刻便想到了 当日没对她动手 而是奇怪 离去的那名女修 她摒弃凝神 悄悄顺着石壁摸了过去 心妖师姐 灵石还是不够吗 一个有些低沉的年轻女子 声音清晰传入杨彻耳中 岳师妹 应该不全是零石的问题 这石门十分古怪 按说有足够的零石充能 必然会开启才对 但总感觉 似乎少了一样什么东西 使得这石门 总是无法打开 又一名女子声音响起 与先前那女子 低沉的声音不同 这名女子 声音竟十分悦耳动听 沉默了一会儿 这名女子动听的声音 再度响起 岳师妹 你跟师姐说实话 是不是还有什么忘记告诉我了 其中一名女子 令她眼前一亮 她还从没见过 长得这么好看的女子 她也从未想过 女子居然可以长得这么好看 虽然她见过的女子并不多 但这女子 无论是相貌还是气质 都绝对是她见过的女子当中 数一数二 不过好看归好看 杨彻可没什么别的想法 而且这女子修为她根本看不透 另一名女子长得也不错 从身形判断 杨彻已经断定 就是那晚的蒙面女修 此刻这名女修低着头 眼神略有一丝躲闪 见对面的师姐一直盯着她 她一咬牙 低声道 星瑶师姐 当时陈师兄还得到了一个金属样的圆盘 那叫星瑶的女子一听 立刻追问道 那圆盘呢 丢 丢了 丢了 星瑶愕然 是陈师兄一直在保管 她失踪了 所以这圆盘也找不到了 王月啊王月 你说 你干嘛不早说呢 害得我们这两月来 浪费了这么多零食 叫星瑶的女子 语气中有着不满的责怪 但更多的却是懊恼 星瑶师姐 我 那叫王月的女修一脸羞愧之意 算了 我们 呃 星瑶忽然感觉头有些晕 这让她大吃一惊 她可是练气十二层修为 即将服用注击丹 开始注击之人 此刻意识到 似乎是中了什么迷毒 有些不敢相信 就在这时 扑通一声 她面前的王月 已经身体一软跌倒在地 躲在巨石后面的杨彻 正对着一根细管子努力吹气 借着风势 将毒物源源不断 送到前方两女所在之处 此毒势 她在宗门方式所买 利用炼丹炸剂 尚所述 虽没能制成毒丹 但也制成了威力极强的毒烟 这毒烟无色无味 但凡注击气以下修为 便极难察觉 而且中招之后 虽不会致命 但也会身体绵软 连一半法力都施展不出 杨彻提前治好了几种毒药 原本是准备用来对付那不知名妖兽的 现在却被杨彻无奈拿出来 对付眼前两女 看到两女中招 杨彻微松一口气 眼中狠色一闪 猛地甩出两枚飞火针 朝着两女击射而去 然而叮叮两声 两枚飞火针无功而返 飞回了杨彻手中 杨彻清晰看到 是那好看女子星瑶 及时施展防御法术 将她的两枚飞火针 给挡了下来 出来吧 星瑶神色冰寒地 盯着杨彻所藏身的巨石 冷冷说道 杨彻无奈只好现身 她知道记忆被发现 那再想偷袭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是你 躺窝在地的王岳 一见杨彻现身 眼中先是一惊 随后立刻对星瑶 激动无比地说道 师姐 那金属圆盘 应该就在此人手里 什么 星瑶再次恶然 不过转念想到 眼前这少年 既然出现在这里 那就已经说明了些什么 岳师妹 到底怎么回事 星瑶一边问 一边扶王岳坐了起来 并取出一面镜子样的法器 对准了杨彻 王岳根本不敢看师姐星瑶 只是对着杨彻 生死历劫的怒道 是他从陈师兄手中抢夺的 说不定陈师兄已经 已经被他给害死了 杨彻闻言 这下轮到他恶然 此女到打一耙的本事 还真令他大开眼见 不过杨彻也懒得多说什么 既然都是敌人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争的对错 根本毫无意义 想到这里 杨彻面无表情 二十四枚飞火针缭绕身侧 只需他心念一动 便会飞射而出 不过 这两女已中毒 那王岳明 嫌已失去战斗力 这星瑶 虽仍有一战之力 但杨彻深知 此女越是动用法力 毒性便会侵入越深 杨彻也有隐忧 若是此女友 像她一样的 清心丸之类 说不定很快 就能解毒了 于是 他赶紧将目光掠过两女 看到他二人身后 有一扇残救石门 这石门看着残救古朴 却透出沧桑之意 门四周近密密麻麻 有着数百个凹槽 其中一百多个凹槽内 已放入零石 此刻 整个石门流光四溢 门内也似有轰鸣声传出 星瑶趁着杨彻不注意 悄悄服下 一颗有解毒功效的丹药 不过很快 他脸色就变了一遍 发现解毒丹效果甚微 不由露出无奈之色 看了看王月 又看了看面前 这相貌普通的少年 他总感觉哪里不对 但人就是这样 面对一个相熟之人 和一个陌生人 你总会不由自主 相信相熟之人的话 见星瑶半天没有出手 王月顿时急道 师姐 你快杀了他 杀了他夺回 那金属圆盘 我们就能进入此地了 星瑶眼中 闪过一丝迟疑 不过最终 还是决定出手 他手上的小镜子 忽然光芒闪动 直接升上半空 随后从镜面之中 镜喷出阵阵霞光 眼看就要将杨彻 笼罩其内 第25章 入石门 杨彻赶紧施展御风诀 闪身避过 同时周身飞火针化为乌光 一部分冲向那面小镜子 试图将其破坏 一部分冲向叫星瑶的女子 飞火针移入那霞光之中 立刻变得迟缓起来 同时机设向女子的飞火针 也被镜子分出的霞光挡住 这让杨彻心头一惊 飞火针引以为傲的便是速度 若是速度受限 威力立刻大打折扣 心念急转间 杨彻干脆取出 从被他杀死的那男修手中 得到的火红大锤 不再管飞火针 抡起大锤 便狠狠砸向星瑶 陈师弟的火云锤 星瑶立刻认出了杨彻手上的法器 眸子中迟疑静消 转而涌上冰冷杀意 看来陈师弟多半是死在你手上了 镜面霞光一转 便笼罩住了火云锤 火云锤攻势变缓 星瑶眸中冷色一闪 他玉手一扬 手中出现一张绿色符绿 正准备催动灵符 却忽敢法力一致 他骇然感觉到 刚才所中之毒竟然加身了 他判断 即使能杀掉眼前这少年 他多半也会陷入极为糟糕的境地 这时 那王月忽然焦急催促道 星瑶师姐 快啊 那灵石充能要结束了 快杀了他 杨彻闻声也不由自主看向石门 发现刚才那流光一彩 竟真的开始慢慢减弱起来 他已看出些门道 而他自己又没有这么多灵石 是以心头也有些焦急起来 这时他看到那星瑶忽然收了小镜子法器 并急促开口道 道友 不如暂且罢手 何力先将这石门打开如何 杨彻一惊 刚才还打声打死 现在又要合作 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 迅速权衡利弊 道友 想必应该也知道 此间有稀有灵药灵草 若打开石门 我们各凭本事采摘 见杨彻没有马上答应 星瑶又立刻补充道 杨彻没这么多开启石门的灵石 真凭杀起来 也不一定能杀得了 拥有古怪镜子法宝的星瑶 即使能杀掉这两女 若她们灵石已用完 她依旧进不去 最重要的是 这叫星瑶的女子 未必没有后手 时间紧迫 杨彻暂且答应 收了非火针和火云锤 取出金属圆盘 来到石门前 星瑶快速说道 你注入法力试试 杨彻当即注入法力于其上 顿时一道奇异光柱 竟从这金属圆盘上发出 直直射入眼前那残疚石门正中 嗡的一声 直震的三人耳膜声疼 嗡嗡作响 轰隆隆声音响起 石门终于缓缓打开 星瑶师姐 石门已开 快杀了她 杀了她为陈师兄报仇 那王月一脸兴奋之色 竟又开始催促 师姐星瑶杀了杨彻 杨彻收了金属圆盘 一闪身 率先踏进了石门 走 快进去 星瑶一拉王月 也踏入了石门 三人刚一进入石门不久 那石门又发出轰隆之音 很快又合上了 王月吓得花容失色 连战都站不稳 星瑶立刻安慰道 月师妹不要怕 只要那金属圆盘还在 我们应该就能出去 杨彻一进入此地 便发现此地天地灵气 果然浓郁无比 同时他也发现 飞行法器失效 但可以施展御风绝 杨彻抢在前面 心里快速思量着 他想采摘到更多灵药灵草 却又不知 那妖兽究竟在何处 到底强大到什么地步 一路飞奔 掠过重重山石 此地云藤雾绕 各种参天古树耸入云间 地上草肥叶茂 咦 半蜂草 这才近来没多久 杨彻便发现 一株炼制八真丹的主要之一 半蜂草 他顺着一眼扫过去 惊喜发现 还不止一株 欣喜之下 刚欲伸手去采摘 一条翠绿小蛇 忽然从草丛间探头 一口咬向他手腕 不过 舌头还没挨着杨彻肌肤 两枚飞火针 便早就交叉射出 直接冻穿了小绿蛇脑袋 杨彻收了 十几株半蜂草 继续向前奔跃 没多久 星瑶与王月二人 才赶至此处 他采摘到灵草了 师姐 你真不该手软 就该直接杀了他 王月的声音里 此刻静音有一丝 不满透出 他多次催促师姐杀了此人 可师姐竟还选择与他合作 这让他心底十分不满 却又不敢明显表现出来 他心里害怕呀 他怕那少年 若真将那夜的真相说出来 他王月的名声 可就全毁了 想到这里 他对那死去的陈师兄 也是暗恨起来 若不是陈师兄 非要拉他一起 说是抢夺修为敌的师弟师妹们 能更快攒够开这石门的灵石 他鬼迷心窍答应啊 又何来后面这些事 心摇袖眉微皱 他隐隐察觉 自从那少年出现 这王月师妹就有点不对劲 不过转念一想 或许是因为陈师弟的死 才让王月师妹如此 倒也能理解 只是这王月师妹 又何尝知道他中了毒后 若拼了全力杀掉那少年 他也不好过来 两人各怀心事 都担心更加珍贵的灵药灵草 被那少年采摘 于是又立刻向深处赶去 两日后 他不仅采到了 多株连宗门坊市中 都没有的忘穷草 还意外采齐了多份 炼制养元丹的所有药材 由此 加上采摘到的其他药草 炼制八针丹的药材 便只差一味地云雀了 只是令杨彻疑惑的是 那预检中所说的守护妖兽 迟迟没有出现 而且像九叶末羊果这样的仙草 他也没有发现 哪怕一株 越往里深入 杨彻越感觉心头有点不安 只是地云却没有采摘到 他迂回寻找数日后 只能无奈继续深入 又是两天时间过去 他忽然发现 前方出现了一间高大残破石垫 这石垫顶上已经坍塌大半 其中有两面石墙 也几乎只剩一半 摇摇欲倒 杨彻心头那股不安越发强烈 他并未打算过去 却听到店内传来一声女子惨叫 是那王月的声音 杨彻更不敢靠近了 正准备拔腿开溜 这时他忽然听到星瑶的声音 道友 是你吗 快来救救我们 杨彻根本不理求救 没有任何停顿 玉风绝佳身 猛地朝远处跃出 道友 若没有我相助 你根本出不了此地的 星瑶似乎感应到 杨彻根本不为所动 立刻焦急说道 杨彻依旧没有停留 眼看已窜出数丈之远 道友 若你救下我师姐妹二人 我们采到的所有灵药灵草 甚至这里面的一株伟仙草 都归你 星瑶声音里 透出一丝哀求 杨彻身形顿主 他想到 自己没有灵石 只有金属圆盘 也打不开那石门 现在这两女 既然陷入险境 那若是趁此机会 将他们斩杀 不就正好可以得到灵石了 想到这里 杨彻心一横 牙一咬 转身奔向了 那残破石垫 第26章 灵土 靠近残破石垫 杨彻并没有贸然进入 他脚下轻轻一点 窜上一面 已经绊倒他的石墙 谨慎看向石垫内 只见那王月 浑身缠满黑色丝线 被悬掉在垫内一角 拼命挣扎 地面上 那星瑶手持小镜法器 正苦苦与从上方 连续喷涌而出的 黑色丝线对抗 他虽然比王月 近况好上一些 但此刻双臂 也被越来越多的 黑丝线缠附 以至他连小镜法器 都快要握不住了 道妖 小心上面 见杨彻出现在石墙 星瑶立刻焦急提醒道 就在这时 从那石垫未坍塌的顶上角落 忽然飞射出 无数根黑丝 朝杨彻席卷而来 这些黑丝速度之快 力量之强 令杨彻心中亥然 他几乎下意识向后一跳 便准备向远处飞逃 然而轰隆一声 这石墙完全坍塌 黑丝倾泻而出 眼看就要将杨彻完全包裹 情急之下 杨彻手中出现一道符录 正是那金刚符 随着他口中 滴滴念动几声含糊不清的咒语 杨彻猛地将金刚灵符 往自己身上一拍 一阵耀眼金芒亮起 杨彻身体四周 立刻出现无数金芒 密密麻麻汇聚成一个金色光照 将它给包裹护住 黑丝即设在金芒之上 顿时响起刺耳的尖锐摩擦声 黑丝所击中之处 金芒竟凹陷下去 不一会儿 整个金色光照四周 便出现无数凹陷 杨彻心中焦急 他怕这金刚护照撑不住 也就在这时 透过护照 杨彻看到 从石垫顶上 竟垂下一只 近两丈长的巨大黑色蜘蛛 一条条有黑发亮的猪腿 犹如一根根锋利尖毛 令人不寒而栗 黑色蜘蛛垂落地面 便快速朝杨彻爬了过来 喷一声 两条猪腿 直接刺穿了金刚符 形成的金刚护照 并狠狠刺进了杨彻身体 杨彻痛苦闷哼一声 其中一只手掌 不知何时变得通体乌黑 狠狠拍在其中一条猪腿之上 与此同时 一道霞光射来 笼罩住了黑色蜘蛛 黑色蜘蛛 身体猛地开始颤抖起来 似是极为痛苦 他猛地一甩 将杨彻甩进了石殿角落 杨彻重重跌落在地 快速扶下一颗养元丹 躺在地上的他眼睛一瞥 竟发现这角落里 长着一株与九叶末羊果气息 有些相似的药草 仙草 杨彻立刻想起 这应该是星鸟口中说的伟仙草 因为此草的气息 远不如九叶末羊果 此草似乎已经是成熟期 散发着无比诱人的奇异香气 嗯 顺着这猪尾仙草所在泥土看去 杨彻心脏猛得狠狠一跳 从外表看 这仅有一丈长宽的泥土 似乎就是普通泥土 但无数次翻越岩毒 炼丹炸剂的杨彻 立刻就辨认出 这是一块极为珍贵和稀少的灵土 杨彻不顾身上 被黑色蜘蛛刺穿的血洞 硬是挣扎着爬到伟仙草旁 他本准备将这灵土挖走 却在靠近伟仙草后 忍不住其上香气诱惑 伟仙草之上的红色果子 不由己到 就在这时 那黑色蜘蛛也似乎感应到了杨彻的举动 多个血红小眼睛里露出吃惊之色后 愤怒朝杨彻冲来 在黑色蜘蛛想来 这少年在他的双刺之下 即使不死也应该无法动弹才对 不过此刻他浑身被霞光笼罩 纵视愤怒 行动却迟缓无比 星瑶朝杨彻急促道 道友 快把解药给我 我恢复全部法力 或许就能斩杀此黑玉蜘蛛 杨彻此刻正运转紫园诀 全力吸收和炼化红果药力 是已对星瑶所说毫无反应 师姐 让黑玉蜘蛛吃了他 王月幸灾乐祸道 星瑶眼中有挣扎之色 眼前这少年若死 处境只会更糟糕 若他死掉 自己和师妹所中之毒 能不能解除不说 对付这黑玉蜘蛛也少了一个帮手 尽管这少年法力修为不高 但这少年掺手之后 他压力明显骤减 再次注入法力到手中玄冥镜上 霞光威力迅速大增 将那黑玉蜘蛛牢牢脱住 不过星瑶脸上也一阵阵发白 这黑玉蜘蛛是一级妖兽 堪比修仙者练气巅峰修为 如今他法力勉强只能施展出一半 且所中之毒越来越深 若不是手上小镜法器厉害 帮他苦苦支撑 只怕早已落败 真要动用师父给的最后底牌了吗 星瑶咬着银牙 十分不甘地想到 就在这时 杨彻忽然察觉到 随着红果药力被他吸收 他的修为正在迅速攀升 他清楚自己还处在莫大危机之中 本想只稳住红果药力 待日后再继续练花 可此刻似乎不受他控制一般 修为短短时间就以达炼器四层顶峰 即将踏入第五层 养元丹也一直在帮他迅速恢复 此刻他身上两个血洞已不再流血 还能感觉到在红果药力作用下 快速愈合 体内被红果药力成长得异常难受 有一口无名之气 想要疯狂发泄而出 他忽然睁开双眼 其内引有一丝微不可查的黑芒闪过 他站了起来 一拳砸像离他已经越来越近的黑玉蜘蛛 喷一声 杨彻感觉像是砸在坚硬石头上 手指关节一阵阵发麻 微移错身 再次挥拳而上 脑海之中不由自主想到天地混沌绝 并开始运转 肌肉筋骨间 那莫名的力量不断增强 每一拳击出 似都带着微微音爆之声 红果的大部分药力 都被他用天地混沌绝 用来淬炼筋肉骨骼 一时间 这十殿内 形成了杨彻与星瑶 一前一后夹击黑玉蜘蛛的局面 那被悬吊起来的王月 见此一幕 眼中不由露出一丝阴毒之色 随着他心境的变化 忽有诡异光芒 顺着吊着他的蛛丝 一下子钻入他脑袋之中 啊 王月惨叫一声昏迷过去 月师妹 星瑶焦急喊了一声 却见王月并无任何回忆 就在这时 那黑玉蜘蛛忽然莫名放弃了进攻 那原本血红的多个眼睛之中 露出恐惧之色 杨彻趁此机会 立刻将那一丈长宽的领土 迅速收入除无带内 星瑶的注意力 此时全在师妹王月身上 并没注意到杨彻的举动 就在杨彻刚刚收完领土之时 那悬吊在蛛丝上的王月 忽然睁开了眼睛 冰冷尸骨的阴森气息 从他身上骤然散发而出 直接弥漫覆盖整个石垫 第27章 炼气五层 伴随着节节怪笑 王月身上的蛛丝 被他全部崩断开 这人足小辈的身体 也太差了 王月落地 扭了扭脖子 活动着筋骨 身上一阵霹雳啪啦作响 杨彻不动声色 悄悄挪动到了星瑶所在的一侧 星瑶翘脸之上越发苍板 他立声喝道 你不是王月师妹 你是谁 快滚出我师妹身体 王月目光古怪 盯着星瑶 有些遗憾地说道 女娃娃 老神想夺舍的本是你 可你意志力不错 老神还真没十足把握 不过 你这师妹 可就差远了 心脏太重 左右摇摆 夺舍很容易 就是可惜了 这身体资质 实在不怎么样 你到底是谁 星瑶握着玄冥镜 看着昔日同门师妹 那熟悉但气息 却无比陌生怪异的脸 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显然 师妹王月被夺舍了 这代表师妹元神 已彻底被吞噬 老神是谁 实在太久太久 久到老神以为 再也不会有机会 重现这时间 杨彻看着眼前怪异的王月 知道这时 赶紧趁机溜掉 才是上策 他一点点像坍塌石墙挪动 可还没等靠近石墙 那王月忽然朝他黑黑一笑 小家伙 老神的东西 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怎么 这就想溜了 杨彻闻言 心里顿时一格登 就在这时 那王月忽然冷哼一声 单手一抓 刚刚溜出石墙的黑玉蜘蛛 竟直接被王月给隔空抓住 重新扔进了石墙里 好强 杨彻与星瑶 不由对视一眼 心里同时暗道不妙 心念急转间 杨彻决定 先与星瑶暂时合作 于是直接抛给星瑶一颗青心丸 快速低声道 道友 解毒单 星瑶一回到杨彻用意 略微迟疑了一下 还是吃下了青心丸 道友 若你恢复多一些法力 能不能打过这人 杨彻又低声问道 这时对面的王月 眼中露出明显不屑 吃笑道 一个中了毒的练气修士 也想杀老神 他走到殿中央 伸手摸了摸正匍匐在地 身体一直在颤抖的黑玉蜘蛛 忽悠说道 黑玉 去杀了他们吧 声音恢复了冷漠阴森 如同从九幽地狱传来 杨彻与星瑶 顿时脸色大变 不过那黑玉蜘蛛 却并未有任何表示 那多只血红小眼里 露出痛苦 而又迷茫神色 嗯 中毒了 王月确认一番 发现黑玉蜘蛛 净中了剧毒 不由忽然转过头 盯着杨彻 冷笑道 好小子 老神居然低估了你 杨彻面无表情 沉默不语 心底却在苦苦思索着 要如何才能脱身 道友 我有一物 应能助我二人逃脱 不过 我需要时间来施法 你有没有办法 拖住这人一会儿 杨彻耳边忽然响起 星瑶极为细微的声音 杨彻一阵无语 直接冲他伸出了四根手指 并小声道 我四层啊 意思是他 只有炼气四层修为 怎么可能有办法拖住 这笔黑玉蜘蛛 还要厉害的人 星瑶会议过来 不由叹了口气 无奈道 那一起等死吧 杨彻 怎么 再商量如何杀老神 王月不再理会黑玉蜘蛛 一步步朝杨彻二人走了过来 同时依旧在转着脖梗 活动着筋骨 随着他每走一步 杨彻与星瑶二人的心 便沉重一分 他跟我们磨解 恐怕也是 在适应这刚夺射的身体 星瑶朝杨彻说了一句 随后跨出一步 整个人的气息骤然变强 与先前大为不同 显然 清新丸已经解了他的大部分毒 让他恢复了大半的修为 既然逃不掉 那就拼死一战吧 星瑶的目光 前所未有的坚定 杨彻见此 终于也下定决心 不再犹豫 快速说道 你挡住他 让我突破炼气五层修为 只要我突破炼气五层 就有把握反怪拖住他 好让你释法 他自然不可能完全信任杨彻 毕竟那尘尸弟之死 与这少年有关 若不是面临生死危机 与这少年合作 有更大可能逃脱 出了这灵药之地 他绝不会再手软 杨彻感觉到了星瑶话里的意思 但未有丝毫波澜 立刻走到墙角坐定 开始全力冲刺炼气五层 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唯有相信星瑶 博得一线生计 全力运转 紫园诀 先前那红果留在体内的药力 被再次引动 杨彻浑然物外 全力冲刺 无畏而可笑地挣扎 老神最喜欢的 就是看你们这些 不自量力的小修 在生死面前挣扎 而最终又绝望的样子 结结结结结 王月怪笑几声 浑身忽然腾起黑雾 雾中净冲出一颗猙獰鬼头 张开大嘴 恶狠狠像星瑶吞噬而来 星瑶娇言之上 沉浸如水 他立刻挥起手中玄冥镜 一道道赤圣霞光 便笼罩住那鬼头 顷刻间 鬼头便被消融 差点忘了 你有这小镜子 王月冷笑一声 撤掉鬼物 继而举起双臂 口中念念有词 诡异的一幕出现 这王月双臂血光乍现 猛得一分为二 两条手臂竟变成四条 每一条手臂之上 还握着一把漆黑如墨的长刀 迅猛地砍向了星瑶 星瑶玉手一扶 一面冰蓝小盾寒光一闪 迎刀剑掌 立刻变成巨大盾牌 挡住了那四把黑刀 杨彻仍旧在权力冲刺 一刻钟后 那王月越战越是凶猛 似乎渐渐完全适应了 对心躯体的掌控 而星瑶则开始显向还生 好在她法器不少 凭借着法器数量优势 虽一时落了下风 倒没有性命之忧 又是一刻钟后 你倒是快点啊 我快撑不住了 星瑶终于无奈地 朝依旧坐在墙角 一动不动的杨彻大声喊道 女娃娃 那小子就算突破了练弃五层 你们也没有任何胜算 不如乖乖投降 老神说不定心情一好 还能留你们全世 星瑶没有理会此人 咬牙继续苦苦支撑 第三个一刻钟过去 星瑶已经到了极限 眼见杨彻仍旧没有突破修为 她眼中狠色一闪 正准备强行催动师傅 留给她的底牌 却见墙角那少年身上 忽有一股不弱的气息 猛然爆发而出 突破了 星瑶心中一喜 杨彻这时猛然睁开了眼睛 练弃五层 实在未曾想到 竟会在这神秘之地 突破了练弃五层修为 待看清星瑶已明显到了极限 她立刻从地上弹身而起 沉声道 道友 你可以安心施法了 待会儿你无论看到什么 都不要分心 好好施你的法便是 杨彻奇怪地说了一句 便闪身到了星瑶身前 星瑶则立刻向后一跃 取出一张特殊符路 开始专心施法 富宝 那王月一见星瑶手上之物 脸色终于第一次变了 她眼中露出阴毒之色 一闪身 便想去抢星瑶手上的符路 杨彻却剑步挡在王月身前 滚 一个练弃五层的蝼蚁小修 也敢拦老山 王月是真的怒了 直接狠狠一刀斩向杨彻喉咙 杨彻眼神冰冷 手指一动 数十道乌光划过 飞火针瞬间组成一张针网 硬生生挡住了王月的黑刀 怎么可能 王月愣了一下 随后看清楚 挡住她黑刀的 是三十六枚奇怪的飞针 第二十八章 太玄影光阵 杨彻目的是 拖住眼前这诡异之人 好让星瑶施法成功 事已一上来只是防御 尽力拖延时间 如今 她修为进阶炼气五层 神石跟着变强 终于可以同时操控三十六枚飞火针 当能同时操控至少三十六枚飞火针之后 飞火流星的许多进阶招式 也终于能开始使用 不止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 终于可以不纳太玄影光阵了 脑海中迅速浮现出 太玄影光阵的布阵之法 此前虽然无法组建此阵 但此阵早已不知被她虚拟了多少次 不知死活 那王月神色猙獰 被一个炼气五层的修饰阻拦 彻底让她恼羞成怒 她口中又开始念念有词 含糊不清的诡异声音 似是幽诡低音 很快 她那四条手臂之上 血光再放 竟再次一分为二 变成了八条手臂 每一条手臂上 竟都有一个猙獰鬼头 嘴里紧紧咬着一柄黑色长刀 给老生死 王月八刀同出 速度之快 令杨彻心下一惊 八刀黑色刀器刹那间 便轰至杨彻眼前 杨彻根本不敢闪避 因为她后面是正在权力施法的星鸟 好在她非常清楚 自己实力与眼前这诡异王月的差距 早就提前将银甲符扣在掌心 是已在王月手臂血光 乍放的刹那 她就已经念动咒语 将银甲符拍在了身上 一阵荧光大放 银甲符化为银色铠甲 那八刀黑色刀器 也恰好轰然而至 砰砰砰砰砰 一连串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响 银甲符形成的护体铠甲 被黑色刀器尽数粉碎 不过那八道黑色刀器 也仅剩四道 第一道刀器轰在杨彻身上 瞬间令杨彻浑身剧痛 一口鲜血喷出 你倒是快点啊 我快撑不住了 这话是先前星鸟说与杨彻的 此刻又被杨彻还给了星鸟 第二道刀器加身 杨彻眼中露出狠力 三十六枚飞火针急速飞旋 在他身前形成诡异之状 第三道刀器加身 杨彻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同时骇然感觉到自己全身的法力 竟都被三十六枚飞火针给吸走了 第四道刀器加身 杨彻感觉自己如同水上浮平 已经完全无法再站立 身体摇摇欲坠 这时 那几乎抽取了杨彻所有灵力的三十六枚飞火针 终于赤光大放 一枚枚细针 竟各个变得如同钉子一般粗细 诡异组成一个尖锥之状 呼啸着狠狠击射向神色大便的王月 杨彻终于第一次不出了太玄影光阵 但他体内法力也一丝不胜 眼前一阵恍惚 那王月惊怒交加 不知何时 竟将那黑玉蜘蛛给吸了过去 挡在身前 三十六枚飞火针组成的尖锥 速度极快 瞬间穿透黑玉蜘蛛 定向王月 王月浑身上下腾起诡异黑雾 席卷着缠向尖锥 进行成僵尸局面 此刻王月心中骇然 先前他还认为这相貌平平的少年 不过是一个炼气五层的低下小修 但现在却不敢再有丝毫轻视之心 但若这就是那少年全部手段 那他仍旧是最终胜利者 不过就在这时 一道无比强大的灼热气息 忽然将他锁定 不好 王月此刻 第一次露出恐惧之色 杨彻这时已经倒地 但他看到 石殿上方不知何时 出现一只无比巨大的灵鸟虚影 那灵鸟嘶鸣着 周身散发出恐怖害人的火焰气息 仅仅一个简单的俯冲而下 便穿透了那黑雾缭绕的王月 接而王月发出凄厉嘶吼 不不不 转瞬间 王月变化为飞灰 彻底消失在这天地之间 这究竟是什么浮露 居然厉害到这种地步 杨彻心下震惊的同时 眼里一阵火热 随后想起 之前那王月在见到此浮露时 说的是福宝二字 福宝 杨彻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 再次吞下一颗养丹 杨彻无奈发现 养元丹也仅剩下两颗了 他挣扎着做起 努力恢复 不过眼睛一瞥 发现星瑶竟也神色为民 似乎催动那福宝 耗尽了他所有法力 这时 杨彻忽然想到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 若是星瑶恢复炼气巅峰法力修为 那他可就危险了 更为糟糕的是 王月已死 化为飞灰 从此那什么姓陈的南修与王月 欲要抢夺他之事 便死无对证了 即使他告诉星瑶真相 星瑶也未必会信 才刚刚灭掉一个强敌 杨彻又感觉自己再次身陷危境之中 而且一想到星瑶 还有那威力恐怖的福宝 看来若出的此地 说什么 也要弄些保命底牌在身 想到保命底牌 杨彻不由立刻又想到太旋影光阵 顿时精神一阵 恢复了莫大信心 刚才 他只是生疏的第一次不出太旋影光阵 但那强大的威力 就令杨彻欣喜不已 太旋影光阵不出 若有更充沛的法力 自然能更加灵活运用期攻击与防御威力 刚才他法力被抽空 导致后续无法再继续操控此阵 而且这还仅仅只是36枚非火针所组 若是72枚 108枚 直至最后的360枚 那威力简直不敢想象 杨彻越想越是兴奋 竟忍不住长笑一声 不过浑身剧痛 又令他哀忧一声 随后赶紧认真打坐恢复 旁边的星瑶看了杨彻一眼 没有说话 随后也紧闭双眸 全力恢复法力 一个时辰后 得益于养元丹的药效 杨彻已恢复到勉强能起身 他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星瑶 心下判断能不能杀得了他 在确认风险极大并无把握之后 无奈叹了一口气 准备悄悄溜走 站住 星瑶忽然睁开双目 也站了起来 道友 何事 杨彻内心有些忐忑 但面上却平静如水 同时全身戒备 做好随时防御和飞逃的准备 把那金属圆盘交给我吧 星瑶此刻心情并不太好 死为一个平日里关系 颇为不错的师妹 还消耗了一次福宝威能 这让他心情有些沉重 见杨彻迟疑 星瑶又道 这东西 本就不属于你吧 文言 杨彻心下有些不满 略带些嘲讽道 道友 你什么意思 你不会真认为 这东西 我是从你那陈师弟手上抢夺的吧 怎么 难道不是 星瑶紧紧盯着杨彻 之前连他都不慎中招了 这少年的诡异毒烟 那修为 只有炼气六层的陈师弟 自然就更加容易被毒倒 从而被抢了 第29章 炼丹 杨彻心底暗叹一声 接下来将那晚在乌龙谷 王月与陈信南 休想要勒索抢夺于他在先 前那陈信南休想要杀他 却反被他侥幸杀死之事说了出来 星瑶听后 脸上全是难以相信之色 他当即检查了杨彻的身份令牌 在确认这少年 真的也是乌龙谷弟子后 他不由正在那 心里五味杂陈 十殿内陷入寂静 两久之后 星瑶才开口道 先前我向你求救 也向你许过诺 且斩杀那夺舍我师妹的魔修你 也出力不少 既如此 我暂且不再追究陈师弟之事 杨彻文言 心里微松一口气 知道这叫文星瑶的师姐 暂时不会再对他动手了 不过那金属圆盘 带我们出了此地 要上交宗门 毕竟这东西 原本也不是你的 文星瑶语气坚定 让杨彻听出 在这件事上 似乎没有商量余地 他自然不想交出 不过已经亮明了是乌龙谷弟子 不交怕是会有麻烦 同为乌龙谷弟子 这文星瑶能从宗门利益考虑 他若拒绝 怕是不妥 趁着圆盘还在手 还是尽量多弄一些灵药吧 想了一会儿 杨彻说道 师姐 两日后 我们在石门处会合 说完快速离开了石殿 拖着还未伤愈的身体 继续采摘药草 两日后 杨彻来到石门处 发现文星瑶早已在此 见杨彻到来 文星瑶取出灵石 填充在石门凹槽之上 随后朝杨彻伸出了手 杨彻取出了金属圆盘 当二人出现在那悬崖瀑布 文星瑶要杨彻 与他一同回宗门上报 杨彻担心辛苦采来的灵药 灵草不保 尤其怕灵土的秘密暴露 加上他独自惯了 于是干脆说道 文师姐 这金属圆盘我竟然给了你 你就一人回去上报吧 不过还请师姐不要提及我 我也会对这里发生的是保密 文星瑶想了一会儿 觉得杨彻这个提议倒也不错 无论对谁都能省去不少麻烦 于是点头答应后 取出飞行法器 独自一人飞向了乌龙谷 杨彻游山玩水一番 算下时间差不多之后 这才悄悄回到了乌龙谷 落日霞望西居 杨彻回来之后 直奔造屋 弄了两碗葱油面和几张葱油饼 美滋滋吃饱喝足 脑头睡了一天一夜 养足精神后 杨彻这才开始清点此行所获 最大收获自然是那块领土 据炼丹炸记所说 领土是天地间自然诞生的灵物 极其稀少 领土有品阶之分 由低到高目前已知有黄 玄 地 天四阶 领土可进阶提升 如黄阶领土 若得到足够的灵肥和灵液滋养 是有一定几率进阶到玄阶 领土可以收入储物袋 但在储物袋中 却无法在领土上栽种任何灵植 当初领取储物袋时 那只是师兄也有交代 低阶储物袋存储空间有限 不能认主 也无法存放任何有生命的活物 自然也无法栽种任何灵药领植了 将领土取出 准备放入后院的小苗圃之中 杨彻意外发现 当时那猪被他摘下红色果子吃掉后 枯萎掉的伟仙草 其根茎叶也几乎融入到了领土之中 太好了 这伟仙草枯萎后所化 可是灵肥啊 尽管只是品阶最低的领土 还只有一丈长宽 但杨彻仍旧非常开心 有了这块领土 九叶末阳果的生长速度 必能大大提升 将九叶末阳果移植到领土内 杨彻为了使其更加隐蔽 特意又搭了许多木架子 在其旁边种上 从那神秘之地采挖到的一些药草小幼苗 和从山里寻到的瓜果野树类种子 暂时也只能先这样了 做完这些之后 杨彻便着手准备炼制八针丹事宜 按炼丹杂技所说 八针丹属于初级丹药 炼制初级丹药需要用到普通丹炉 还有特殊火炭 以及烘烤筛选的一些辅助工具 这些 他当日在那云竹方式都已打听好了 一套置办下来 少说也得五十块下品零食 主要是丹炉贵 仅是烧好些的丹炉 都要近四十块零食了 不过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杨彻决定按捺住急切之心 一边养伤恢复 一边修炼火球术 一个月后 杨彻的伤终于痊愈 火球术也修炼成功 说到火球术 杨彻隐隐发现 修为进入炼器五层后 学习基础法术的速度也明显提升 以前那种晦涩坚身感也大为减弱 这一个月来 杨彻分批次在不同方式 悄悄出售了一些暂时用不上的药草 慢慢积累了近百块零食后 便不再出售药草了 接下来一个月 杨彻一边巩固修为 一边同样断断续续置办单炉和火炭 还有辅助工具 同时 他还经常去往藏书楼那免费阅览之地 继续阅读 增加自己的见闻见识 半年后 已经16岁的杨彻 身材挺拔 内敛沉稳 他已做好了所有准备 同时加上这期间的大量阅读 也更增添了关于丹药 药草方面的知识 望西居 后院内 杨彻放心地将丹炉取出 随后将燃烧的火炭置入炉堂内 这大半年 他在乌龙谷已经知晓 像他这样的底层弟子 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人关注 尤其是这落日霞 本是安排炼气三层以下弟子居住的 可那些真实炼气三层以下的弟子 随便打点一下 都能获得更好的去处 谁愿意在这灵气最差 又最偏远之地居住呢 像杨彻这样的老实人 乌龙谷还真难找出第二个 不过杨彻也乐得如此 如此隐居般的修行日子 正合他意 这时 丹炉内的温度已经慢慢上来了 杨彻立刻取出一株药草丢了进去 用灵力控制 开始利用合适的高温提炼药液 这个时候 丹炉的作用也仅仅于此 其实自有其他方法可以制成药液 但唯有利用丹炉 才可以最大程度烘烤提炼出药材的精华 半月后 杨彻一脸的肉痛 在浪费了大量药草 总结了不知道多少次失败的经验之后 杨彻才总算摸索出了门道 这还多亏了有炼丹炸剂 不然还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 又过了半个多月 杨彻终于成功炼制出第一粒八真丹 就这样 杨彻一边沉浸于炼丹的狂热之中 一边服用八真丹继续修炼 一晃 两年时间过去了 杨彻修为也在大量八真丹的作用下 连连突破 达到了炼七八层 这时 杨彻已经感觉到 八真丹的作用似乎已经越来越小 这一日 杨彻修炼后 例行来到苗圃前查看 顿时眼神一宁 不由愣住了 第三十章 还是缺钱啊 只见领土中 那朱九叶末羊果 竟已长出第八片叶子 这让杨彻很是吃惊 当初他误入那修仙者洞服 这朱九叶末羊果 可是只有完整的七片叶子 和七颗七黑如墨的果实 不过 很快他便想通了 当初那第八 九片叶子 和第八 九颗果实 定是被那寄居 在此仙药中的元神给吸收了 来到乌龙谷以三四年时间 杨彻再也不是当初 什么也不懂的菜鸟 他早以后知后觉 明白了当初他认为的那花妖 不过是一个修仙者的元神罢了 而那修仙者 让他修炼到炼气一层 也只是为了想夺赦于他 可谁知夺赦失败 反倒让杨彻 真正踏入了修仙意图 至于那元神是不是就是 那洞府原主人 杨彻就不得而知了 照这般下去 差不多再有一年时间 九叶末羊果第一颗果实 应该就能成熟了 灵土果 不愧是西汉的天地灵物 若没有灵土 这九叶末羊果 绝不可能如此快成熟 杨彻美滋滋地回到前院 直接脱光光 钻入大木桶中 开始要语 自打那次获得大量药草之后 杨彻就已经开始按照 天地混沌绝 所述之法 制作药液浸泡身体 然后再修炼吸收 继续淬炼筋肉骨骼 两年来 药草自然耗费不少 但杨彻也越发感觉到 自己的肉身强度 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他曾试过拿低阶法器 穿云剑 往自己胳膊上一滑 竟发现没留下任何伤口 更神奇的是 肌肉筋骨里 那潜藏的神秘力量 也越来越强 此前杨彻仅能模糊感应到这股力量 现在则是非常清晰 能感应到其存在了 现在杨彻仅凭着神秘力量 一拳轰出 就能直接砸碎巨石 此刻 杨彻泡在药汤中 手里捧着 天地混沌绝 骨侧 眉头微皱 已经炼气八层了 可杨彻仍旧对第二页和第三页的内容 读不出个所以然 第一页的内容 如今他已经非常清楚明白 就是炼体口诀 和如何制作好的药汤 来吸收修炼 甚至也罗列了几种 他闻所未闻的灵药 说是这些灵药 若炼出丹药 或制成药汤吸收 事半功倍 不过 杨彻听都没听过这些所谓的灵药 甚至也在宗门藏书楼查阅过 仍旧一无所获 这两年来 八真丹和养元丹 他都炼制了不少 相应药草已耗光 不过这两种丹药 他如今都还有十多瓶 八真丹的数量 修炼到炼气九层 肯定没问题 但根据目前药效作用判断 还有炼丹炸记说明 炼气气九层后 怕是这八真丹 就没什么大的作用了 此外 这两年 杨彻也继续查阅了 关于变异双仙根之事 最终所有的指向 都是同一个结果 那就是 现如今的修仙时代 变异双仙根 确实无望助击 而且 杨彻试着去寻暗 与雷两种属性的 功法与法术 才意外发现 其中 暗属性的功法与法术 几乎空白 为寥寥几种 也是残缺不全 且价格高到令人择舌 根本不是他目前买得起的 雷属性功法与法术 虽然也稀少 但还不至于 像暗属性那般离谱 但价格也是非常高 杨彻同样只能望而心探 心下微探一口气 杨彻收起混沌绝骨侧 随后进入权力修炼状态 什么人 修炼中的杨彻 似是感应到什么 猛然睁开双眼 同时直接跃出木桶 直奔后院苗圃 这后院连着山壁 若不从半空或者前院进入 是基本没有 可以到达这里的通路 当杨彻进入后院 看到一只全身漆黑的大鸟 一双铁爪 泛着金属般光泽 竟牢牢抓住岩壁 并用那赤红双目 死死盯着苗圃 杨彻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朝大鸟甩出飞火针 犹如乌丁般的飞火针 化为一道流光 瞬间穿透大鸟脑袋 那大鸟连惨叫都未发出 尸体便从岩壁上摔了下来 杨彻轻轻一点地 飞身上前 接住大鸟尸体 稳稳落入院内 他看了一眼 苗圃里的九叶末羊果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样的事情 近些天已经发生多次 看来伴随着 九叶末羊果的即将成熟 使得周围越来越多的灵晴异兽 都已按捺不住 蠢蠢欲动 杨彻眸子里闪过一丝隐忧 他不是没想过 寻找办法 来将九叶末羊果的 奇异香味给遮掩住 但尝试过多种办法后 他隐隐判断出问题所在 那就是灵土 九叶末羊果栽种在灵土内 生长速度变快 加上第一颗果实即将成熟 这怪异的香味 怎么也遮不住 而当初九叶末羊果 生长在普通药田里 虽也会有香味发出 但不至于像现在这般夸张 加上领土又不能完全封闭 否则就将失去领土的催生作用 示意杨彻也是愁上煤烧 有些无计可施 杨彻将大鸟拖了出去 来到溪水边 拔毛洗净 随后支起火架 倒是好好享受了一顿烤鸟宴 饱餐之后 杨彻盘膝坐于卧室木板床上 凝眉沉思 看来只有这一个办法可行了 许久后 杨彻脸上露出无奈 这唯一的办法 便是阵法禁止 若是能在后院 不下一个遮挡类阵法禁止 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然而据杨彻所知 整个乌龙谷 懂得阵法知道的人 除了乌龙老祖外 还真没几个 宗门倒是有阵法禁止可学 但那根本不是普通弟子 能够接触到的 不过他在几个方式里听说过 若是有阵棋或者阵盘 一样可以轻松布下阵法禁止 杨彻目前面临的难题 即使有阵法禁止给他学 时间也根本来不及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弄到有遮挡类效果的 阵棋或阵盘 但用脚趾头想想 就知道这类东西 定然是高价无疑 杨彻已经越来越肯定 这修仙界钱财 才是第一位的 当然 修仙界钱财 主要就是零食 没有零食 当真是寸步难行 以杨彻这短短几年的修仙经历 他就已经认定 这是铁律 不可动摇的铁律 还是缺钱啊 杨彻一边踢着牙 一边回到望西居 脑子里闪现的全是生财之道 不久后 他眼睛猛然一亮 第31章 鬼面壶 一日 杨彻用石头将苗圃加固 还在上方临时加了厚厚盖子 盖子内外均撒上剧毒药粉 以期多少能抵挡一阵 之后 杨彻踩着怀夜飞行法器 来到一处偏店 此店叫悬赏店 鉴于悬浮半空的山峰 大气磅礴 雄伟庄严 走入其内 里面弟子倒有不少 店门口一位直视弟子 检查了杨彻的身份令牌后 便让他进去了 杨彻来到一面无比巨大 光滑如尽的墙壁前 凝目细观 这上面 都是宗门发布的一道道悬赏任务 宗门内任何人都可以来此发布悬赏任务 每一道悬赏任务 都有清楚说明任务内容 和完成任务后的奖励物品 杨彻生怕错过了任何一道任务奖励 看得非常仔细认真 不过奖励物品大多是零食 少部分是单药 零服于法器 至于镇盘镇齐 实在是太少 而这些奖励物品 为镇盘镇齐的极少悬赏任务 难度极高不说 所奖励的镇盘镇齐功用 也与他想要寻找的不符 不过细心的杨彻 在这些奖励物品 为镇盘镇齐的任务发布者中 发现了一个有些熟悉的名字 双月 且这双月所发布的任务中 奖励物品皆为镇盘或镇齐 难道是双月仙子 杨彻脑海里 立刻浮现出一位肤白貌美 乘坐着巨大银色葫芦的银山女子 想了想 杨彻走到大殿中央一处石台前 石台后 坐着一位老太龙中的练气漆 巅峰老者 这老者昏昏欲睡 似神有无外 这位师兄 打扰了 请问要如何才能联系到双月仙子 杨彻抱拳问道 那老者听见有人说话 这才睁开迷蒙睡眼 目光落在了杨彻身上 师弟 你刚才说什么 老者问 杨彻只好又重复了一遍 想见双月仙子 老者摇了摇头 双月仙子 岂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不过嘛 你若是能完成双月仙子发布的任务 那你或许就可以见到他了 没别的办法吗 杨彻不死心地问道 老者再次摇了摇头 笃定道 双月仙子形势颇为古怪 据说他在宗门内没有固定洞府 行踪更是飘忽不定 想要找到他 就只能完成他发布的悬赏任务 老者说完 又眯起眼睛 继续神幽无外了 杨彻有些郁闷地 再次来到那面光华石壁前 在双月仙子发布的任务里 仔细斟酌 最终选定了其中一个猎妖的任务 登记领取了此任务后 杨彻便立刻出了大殿 踩上华叶法器 飞向桃花山 这桃花山 是乌龙谷后山连接的万里山脉中 其中一座颇为危险的山林 危险的根源在于 此山中近来传闻有狐妖 很多弟子前去抓妖 都无功而返 甚至还有弟子莫名从桃花山失踪 这任务看着就十分危险 然而对于杨彻而言 这已经是他能勉强接下的 相对最容易的一个任务了 两个多时辰后 桃花山 杨彻心里一直惦记着 望西居那苗圃 是已决定速战速决 如今他的神识强度 一颗清晰感知百丈范围 进入桃花山后 钻入密林 施展御风诀 在林间一路狂奔 神识不断感应 很快 杨彻便来到一处 满是桃树的巨大山坡 此时还不是桃花盛开的季节 一颗颗桃树光秃秃的 一眼望去 根本藏不住任何东西 杨彻一眼望见 桃林里有一位 楚楚可怜的白衣女子 她长发遮脸 坐在土坡上轻轻哭泣 仿佛有一种魔力 使得杨彻不由自主 便朝她走了过去 走至女子眼前 女子忽然发出尖利怪笑 同时猛地起身一跃 朝杨彻扑了过来 女子的脸也露了出来 竟是一张骇人鬼脸 杨彻着实吓了一跳 不过很快就镇定下来 抬手一个火球 便扔了过去 咦 你居然清醒着 那鬼脸女吃了一惊 立刻想要避过火球 杨彻神色一冷 流星河早已漂浮在身前 七十二枚飞火针 旋转着从流星河中飞出 瞬间将鬼脸女子团团围住 使得她根本无法闪避 火球抱起一团烈焰 伴随着凄厉的惨叫 一阵阵骄狐味也随风飘出 杨彻看到 从那白衣女子身上 迅速飘出了一道黑色虚影 隐隐约约能看出 像是一只狐狸 狐狸虚影飘出后 那白衣女子 立刻恢复了正常人脸 她看着自己烧焦的衣物 又摸了摸自己的脸 眼中先是一阵迷茫 稷儿猛地尖叫一声 像是受了什么刺激般 慌乱取出飞行法器 迅速飞离不见 杨彻早已追着那狐狸虚影 来到一棵粗大的参天古树前 古树离地面约一丈高处 有一个幽深树洞 阴森可步 那狐狸虚影 没有任何停顿 直接钻进了树洞 杨彻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连续施展火球树 手中一个个火球 全给扔进了树洞里 年轻人 你还真是心狠手辣啊 一阵呛壳声传出 随后一只老狐狸 狼狈爬出树洞 这居然是一只年迈的鬼面狐 可 可 年轻人 为何你没有中老生的幻术 此前来了多少修士 没一个能躲过老生幻术的 鬼面狐实在没想到 仅仅一次幻术失效 就让早已游进灯窟的他 立刻处于生死危机 杨彻根本懒得废话 七十二枚飞火针 早就叙事多时 迫不及待 直接从不同方位 流光乍现 如同飞火流星 瞬间在这鬼面狐身上 开了无数个血洞 鬼面狐那害人的鬼面之上 露出诧异 不解 还有难以置信 他求饶的条件 都还没来得及说出 眼前这年轻人 就果断地痛下了杀手 当真是老了 又有谁 能长生不死啊 那鬼面狐气机断绝之时 竟无限感慨地 说了这么一句 杨彻也听到了 长生不死吗 杨彻正住 喃喃自语 随后他呼感浑身血液 都隐隐有些沸腾起来 这一刻 他像是突然找到了 修仙的终极目标 任务完成的 远比想象中要顺利得多 这让杨彻对自己如今的实力 也有了一个大概认知 回到那悬赏任务的大殿 杨彻取出老狐狸尸体 直接经得那睡眼迷蒙的老者 清醒了不少 他仔细打量杨彻 确认他只有练起八层修为 顿时脸上又浮现疑惑之色 不过这年轻人完成任务是事实 所以老者疑惑归疑惑 还是赶紧打出灵力 将光滑石壁上那条任务给抹除了 随着任务的抹除 不一会儿 双月仙子的声音 竟诡异在这大殿内响起 完成猎妖任务的弟子 速带妖狮来望月峰 我只等一个时辰 过世不后 果然是他 杨彻直接抓起老狐狸尸身 快速飞向望月峰 不过望月峰有点远 杨彻踩着已经速度 催到极限的怀夜法器 心里隐隐有些焦急 看来得去弄个好点的 飞行法器才行 还好 当杨彻赶到望月峰 见到双月仙子 时间刚好一个时辰 咦 看着有点眼熟啊 迎山美貌的双月仙子 一见杨彻便开口说道 第三十二章 乌门青年 杨彻心里一直惦记着 望西峰那苗圃呢 事宜也不废话 向双月仙子施了一礼后 直接将那鬼面狐狮身 取了出来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好像是我接引过的 入门仙苗吧 双月仙子 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 对于杨彻取出的鬼面狐狮身 似乎完全没在意 仙子前辈竟还记得此事 晚辈深感荣幸 杨彻再次施了一礼 这才赶紧又说道 仙子前辈 晚辈有一事相求 这猎妖任务的奖励物品 可否换成有遮挡和迷幻效果的振齐呢 双月仙子闻言 脸上不由露出一丝细血 迷幻效果的振齐 可是价值更高呢 这样一换 我可是吃大亏了 杨彻不由善善一笑 但还是无比诚恳道 不瞒仙子前辈 晚辈正着急使用此物 所以如果仙子前辈愿意 晚辈也愿补上一些零食 看着杨彻那发自内心 毫不做做的真诚 双月仙子笑道 算了 你我也算有缘 这迷幻振齐你 且收好了 双月仙子御手一扶 便扔给杨彻三杆灰色小旗 告知了他使用方法 多谢仙子前辈 杨彻欣喜地收好三杆灰色小旗 立刻拱手十里道谢 双月仙子不再说话 收了鬼面胡失身 郑郁离去 却忽又想起了什么事的 脚步一顿 道 我记得你当初好像是乌干山脉 那叫乌门的俗士们 派送来的仙苗吧 听到乌门二字 杨彻微微震了一下 不过还是 马上点了点头 巧了 前几日我回谷时 在入谷迷阵处的齐黄山脚 看到几个声称乌门的人 似乎想要求助于乌龙谷 不知道现在他们人走了没有 双月仙子说完 便离开了 杨彻也没敢耽搁 踩上华叶法器 便风驰电掣 朝落日侠赶回 回到望西居 按双月仙子所教之法 分别将三杆小齐 插在了苗圃外三个奇异方位 随后王小齐里 微微注入些法力 顿时一阵奇怪灰雾凭空出现 立刻将整个苗圃给包裹起来 紧接着 随着灰雾慢慢散去 杨彻顿时吃惊发现 苗圃竟然不见了 而且 不止酒叶莫羊果的香味 甚至苗圃里所有药草的气味 也都闻不到嘶吼 杨彻起先心里还沉了一下 生怕苗圃真给变没了 直到他将其中一杆小齐所在之处 然后杨彻开始郑重思考乌门之事 他本想一心修炼 不欲理会此事 不过 乌门这一俗士门派与他颇有渊源 当初虽有悬赏令之事 但始作勇者那赵区师徒 已经被他灭杀 倒也不算什么了 而且他是打着乌门仙苗的身份 来到的乌龙谷 那乌门有难来求 多半也是来找他的 从宗门藏书楼 杨彻已然知晓 修仙者众因果 而双月仙子特意提起此事 莫非也在暗暗提示他 这因果之事 深思熟虑一番 杨彻决定还是去看上一看 除了望西居 直奔宗门迷阵处的 奇黄山脚 此处 有当值只是弟子两名 一名炼器七九层 一名炼器七十层 都身穿乌色弟子袍服 在乌龙谷 若没有背景靠山 炼器七九层以下的弟子 基本都属杂役弟子 只不过杂役弟子 并不只是一位打杂 而是只要完成一定杂物任务 积累到一定宗门贡献值 同样可以享受到 宗门不少资源 比如传宫楼 藏书楼 百鸡堂 灵药园 地火店等提供的便利 而达到炼器七九层 十二层之下 在宗门当值的弟子 则为直视弟子 若都没有背景靠山 直视弟子的地位 自然是远高于杂役弟子的 比如传宫楼 藏书楼 百鸡堂 地火店 灵药园 灵兽阁等 都大多是直视弟子 在打理事物 所以 此刻两名当值 直视弟子看到杨彻 发现他只有 炼器八层修围 都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 杨彻则上前 向二位师兄失礼后 拱手问道 二位师兄 可有俗世中人 自称乌门的人来过 那炼器七九层的青年 微微一愣 随后无所谓的淡淡说道 的确有几个 自称乌门的凡人来说 找杨什么的 说是前几年 送进来的仙苗 可我乌龙谷炼器七弟子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这要如何找 所以就打发他们回去了 原来如此 谢师兄告知 杨彻办好出谷手续 离开乌龙谷 来到了那片沙漠之地上空 大半日后 杨彻仔细寻找发现 下面某处 有一人四被黄沙掩埋 只露出半截身体在外 若是平常 杨彻根本不可能停下来 去理会此人 但既然确认了乌门派人来过 所以他还是收了怀夜法器 落到沙漠之上 来到那人被埋之处 手一挥 黄沙便四处飞开 露出一个颇为年轻英俊的面孔 此人嘴唇干涸 裂开一道道口子 还有不少沙子 堵住了此人口鼻 杨彻遥想当初 他穿越此沙漠 就已经是修仙者 那时连他都觉得 此地封沙实在难顶 可想而知 乌门的这些人 又是费了好大力气和艰难 才找到乌龙谷的 杨彻心里微微一叹 修仙者重因果 但更有先凡之别 或许此次了却乌门之事 他便与红尘俗事 彻底了结因果 从储物袋中取出清水 杨彻很快就行此青年 兄台 多谢相救 青年咳嗽几声 十分虚弱 甚至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杨彻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来自河门河畔 他并没有直接问这青年 是不是乌门中人 而是带着警惕 换了一种问法 青年眼中闪过一丝警惕之色 但很快想到 眼前之人是他的救命恩人 于是迟疑了一下后 虚弱道 在下拱霄 乌门中人 兄台 你还是别管我 赶紧走吧 我乌门仇家众多 怕是会连累兄台 说着 青年又是一阵剧烈咳嗽 杨彻将拱霄扶起 几乎是 拖着他向前方走去 很快 又有人影出现 是我同门 拱霄脸上泛起一丝喜色 正准备呼喊 左侧方向忽然腾起狂风 沙暴席卷 杨彻脸色微变 一拉拱霄 躲过了旋转沙暴 但拱霄同门 就没那么好运了 直接被蓝腰卷起 消失无踪 居然有修仙者 杨彻心里暗道一声 眼色不由沉了下来 第33章 蛇毒 浑黄风沙中 一名衣着古怪的巨汉走了出来 此人腰间挂着五六个花花绿绿 鼓鼓囊囊的骑一皮带子 皮带子表面似乎还在隐隐如动 像是有什么活物 装在这些带子里 那古怪巨汉看见杨彻 明显也愣了一下 似是没想到 会有修士出现在此 他神色颇为不善地问道 道友 你哪个修仙宗门呢 杨彻面色平静 脑海里则在仔细回忆 自己从乌龙谷藏书楼中 所得到的 关于江国其他修仙宗门的信息 江国有五大修仙宗门 分别是乌龙谷 玉兽门 灵霞宫 清剑宗和太炎寺 而眼前这巨汉修士 应该是来自玉兽门 玉兽门修士 几乎各个懂得驱使灵兽 他们腰间挂着灵兽袋 灵兽袋越多 往往代表 死人能御使的灵兽也越多 实力很可能也越强 眼前这古怪巨汉 腰间灵兽袋 竟达五六个之多 且为练气七九层 看来这巨汉 也是不好相遇之辈 见杨彻没说话 古怪巨汉不满地冷哼一声 直接一拍腰间 其中一个灵兽袋 伴随着一股浓烈的心骚味 一只巨大无比的绿黄色癞蛤蟆 当即出现在杨彻眼前 那巨汉顿时下的面如土色 不过侧头看见救命恩人脸上 竟未有丝毫聚色 心下又立刻安定不守 巨汉 你多远一些 杨彻朝巨汉摆了摆手 巨汉一见这架势 哪还不明白 眼前这两人都是修仙者 他一个江湖凡人除了畏惧 自然是跑得越远越好 见巨汉走远 杨彻眼睛微眯 朝那古怪巨汉道 道友 我是乌龙谷弟子 我将过五大修仙门派 向来一致对外 你我不过是恰好遇上了 根本没必要动手 嘿嘿 怕了 不动手也行 你把储物袋交给我 我立刻放你走 巨汉冷笑一声 眼中净显逝血和贪婪 杨彻神色一冷 似是明白了些什么 看来自己出言试探一番 根本就是白费唇舌 他不再废话 轻拍储物袋 穿云剑握在手中 同时在心里快速盘算着 那巨汉见杨彻竟不识好歹 再次冷哼一声后 口中赤道 去 那癞蛤蟆脚下一蹬 鼻子喷出两道南纹的绿色毒物 同时张开血盆大口 向杨彻吞来 杨彻心中一动 身形却未动 不闪不闭 任由那癞蛤蟆扑来 随后 他猛地一拳打出 狠狠砸在尽在咫尺的癞蛤蟆下额 癞蛤蟆歪扭着庞大身躯 直接向一旁飞了出去 轰隆一声 重重砸在黄沙之上 那古怪巨汉 神色猛然一变 才知道自己小瞧了杨彻 立刻收起轻视之心 随后 他直接将另外五个灵兽袋中的灵兽 全部放出 迅速将杨彻包围了起来 同时又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个青色葫芦法器 对准了杨彻 看样子 发现杨彻竟能凭赤手空拳 就将他的一头灵兽打飞 如此古怪的攻击手段 也让巨汉收起了小视之心 准备轻力对付杨彻了 杨彻自然也不敢拖大 对方可是比他高出一层的法力修为 甚至还多出这些 堪比练弃七四五层的灵兽为帮手 他迅速在身上 施了一个保护灵力罩 收起穿云剑 换为中阶法器火云锤 这时 一头怪异黑牛灵兽 突然朝他冲了过来 杨彻直接一锤砸出 同时在锤子下方有两枚 变成钉子大小的飞火针 悄无声息附着起上 在火云锤狠狠砸中 那黑牛瞬间 飞火针如同毒蛇一般 从黑牛耳朵闪电般钻入 怪异黑牛被砸落在沙地上 双耳流出污血 抽出几下后便断绝了生计 古怪巨汉脸色阴沉 在黑牛灵兽死后 他连看都没看一眼 口中一直念念有词 那青涩葫芦 很快喷出一连串黑色珠子 朝着杨彻击射而来 杨彻迅速取出火红盾牌 挡在身前 那些黑色珠子 一个接一个打在盾牌上 霹雳啪啦轰隆隆炸响 威力十分惊人 见火红盾牌 挡住了这些黑猪的爆炸之力 杨彻如法炮制 将剩余几头灵兽 全部一一杀死 他刻意抱着试探 和运用非火针的进阶招式 一番交手下来 基本也摸清了 这巨汉的套路和实力 此人灵兽虽多 但也只是看起来唬人 果然 当所有灵兽被杀死 那巨汉这才开始露出疑惑之色 他不明白 眼前这年轻人 法力明明比他低一层 却为何能如此轻易 就杀死了他所有灵兽 这些灵兽的作用 除了偷袭之外 更大的作用 还是消耗敌人的法力 可这些灵兽全部被杀 眼前这年轻人 也似乎根本没有任何法力 被严重消耗的模样 隐隐的 巨汉有一种被戏耍的荒谬感 他怒了 脸上神色一阵变换后 居然又从怀中 掏出了一个略小的灵兽袋 他将袋口打开 顿时一条长着翅膀的 巨大碧率飞蛇 直接朝杨彻飞射而来 速度之快 令杨彻也不由心下一惊 那飞蛇还未靠近 便是一缕毒液率先喷出 直接喷射在杨彻手持的 火红盾牌上 一阵滋滋声响起 杨彻发现 盾牌表面竟然被腐蚀了 这可是火系中间的防御法器 居然没能挡住 这飞蛇的毒液 这使得杨彻心惊的同时 也不由对这飞蛇 产生了浓厚兴趣 不过他没时间多想 立刻操控36枚飞火针 组成太旋影光阵 将这飞蛇包围 同时 另外又有36枚飞火针 则激射向那怪异巨汗 同样组成太旋影光阵 将巨汗包围 这一连串的操作 杨彻体内的法力 就已经几乎见底 他握着一块灵石在手中 疯狂补充着法力 同时 另一只手无指舞动 两个太旋影光阵中 乌光一阵眼花缭乱的交错 一人一兽的惨叫 便同时响起 继而杀地上 多出一人一兽的冰冷尸体 杨彻收了那巨汗的 除物袋与灵兽袋 还有所有灵兽尸体 同时收回全部飞火针 然后迅速打出火球 将这巨汗尸体 烧了个一干二净 紧接着 取出怀叶法器 将那早已目瞪口袋的青年 拱霄拉了上来 急速飞出了这片沙漠之地 并朝着乌门所在方向 急迟而去 先师 你 拱霄有些语无伦次 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乌清玄还好吧 杨彻忽然问道 拱霄顿时一脸黯然 好半天才低声道 门主他 快不行了 第34章 诅咒 杨彻文言一惊 但面上却没什么表情 他心里十分诧异 才短短三四年时间 这巫门到底发生了何事 先师 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家门主啊 拱霄咬着牙 声音都有些哽咽 杨彻并未说话 神色一片坦然平静 来到巫门 杨彻看到眼前一片萧瑟 不由唏嘘不已 那次为了拿到乌龙令 他随乌青玄来过一次乌门 他清晰记得 那是乌门上下弟子之众 到处人声鼎沸 一派繁荣之相 可此刻 整个宗门内 连人影都几乎看不到几个 从拱霄那里 他已得知 如今的乌门大难临头 身为门主的乌青玄 更是危在旦夕 是以宗门内 除了几个忠心耿耿的老人 和像拱霄这样说什么 都不肯离去的寥寥数人外 其他人不是自行离去 就是被宗门强制遣散了 乌青玄在何处 杨彻问道 他神情依旧平静 听不出什么情绪波动 此时 有一名面容枯搞的老人 站在杨彻身前 极为恭敬地说道 回禀先师 门主他一直在黑乌坛 也不许任何人靠近 杨彻直接来到乌门禁地 黑乌坛 这里仍就是焦黑一片 地上堆着厚厚的枯枝败叶 到处充满着腐烂的味道 跟他那次来此 并无二致 这焦黑之地正中 有一口方圆 约三十丈的黑水潭 潭内水面上冒着 丛丛气泡 刺鼻难闻 此刻 有一个黑雾 缭绕的朦胧人影 正泡在黑色潭水中 杨彻身形一动 便已来到潭边 末然 他猛地脚尖一点 整个人就已窜到半空 同时一道火球打出 轰的一声 炽热火球 便与那从人影里 冲出的一团黑雾 狠狠撞在了一起 火球与黑雾镜同时消失 杨彻落回潭边 冷冷道 阁下倒是好手段 这时 那朦胧人影周身的黑雾 渐渐散去 一张绝美冷艳脸庞 出现在杨彻眼前 杨彻忍不住在心里惊艳一声 他虽从未见过 吴清玄真容 但此刻仍旧可以肯定 眼前之人 确实是吴清玄无疑 只不过 他已经被控制 完全没有自主意识了 杨彻第一时间 就已排除夺射的可能 修仙界夺射有铁律 其中一条 便是不能夺射凡人 所以 刚才杨彻才说 此人好手段 这时 吴清玄忽然开口 发出节节怪笑 令人毛骨悚然 他只是笑 也不说话 随后猛地从弹中跃起 狠狠朝杨彻抓来 杨彻只觉眼前 一片白花花 晃得有些眼韵 这吴清玄竟深无寸缕 心念急转间 他索性不再使用法术 直接伸出手臂 欲抓住吴清玄 吴清玄 见杨彻竟敢徒手 眼中陡然露出狂喜之色 继而一丝阴毒在眼角藏匿 当杨彻抓住吴清玄双臂 从他手臂间 竟突然涌出一道黑气 直接窜进了杨彻体内 杨彻一惊 呼感肌肉筋骨间 那神秘力量 竟自动发起攻击 瞬间就将那道黑气绞杀殆尽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令杨彻心中一喜 而被他紧紧抓住的吴清玄 却是神色大变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 和惶恐之色 他疯狂扭动着玉体 想要振脱杨彻手臂 然而杨彻却死死抓住不放 他原本是怕伤害吴清玄身体 才刻意不动用法术 却没想到误打误撞 肌肉筋骨间那神秘力量 意外给了他惊喜 没有任何迟疑 杨彻立刻动用着神秘力量 朝吴清玄体内涌入 啊 吴清玄发出凄厉惨叫 脸上那原本绝美的五官 都变得扭曲起来 显得痛苦至极 给我滚出来 杨彻一声大喝 再次加大神秘力量涌入 啊 惨叫声比先前更加凄厉 紧接着 一团黑色虚影 似是极为不舍地 从吴清玄体内 痛苦挣扎而出 杨彻一探吴清玄鼻息 放下心来 立刻施法 一个灵力护照 将他给保护了起来 随后 杨彻施展御风绝 并将速度提到极限 朝那团黑影追去 黑影速度极快 一下子就将杨彻给甩开了 不过这黑影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骇然发现 自己竟被数十道流光绽放的 神秘飞针给团团围住了 黑影左冲右撞 试图冲出去 但终究徒劳无功 反而杨彻追上来后 立刻将太玄影光阵范围缩小 眼看就要被剿灭 那黑影终于赶到死亡阴影降临 立刻开口求饶 道友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愿交出所有 只求换得一条生路 杨彻眼神冰冷 单手狠狠一握 啊 你不得好死 无以天鬼王族启示诅咒你 在无死后 天鬼王必将是诛你九族 求你魂魄 炼你原神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啊 飞火针流光何惧 赤芒大放 直接将这黑影 剿灭成了虚无 尽管杨彻内心有那么一瞬间 对这黑影的附身之术 起了兴趣 不过最终还是决定痛下杀手 以免自己真被这附身之术打动 从而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患 看来乌门发生的这一切 都是这黑影在作祟了 杨彻重新来到乌青玄身侧 看着他那绝美容颜 还有那凹凸有致的 顿时令他这货真价实的铜男 一阵口干舌燥 浑身燥热 他立刻闭上眼睛 疯狂修炼天地混沌绝 来强行让自己做到心如止水 当再次睁开眼 他睁了一下后 默默脱下自己的长衫 裹在了乌青玄身上 有那么一刻 杨彻心中也有疑你所想 不过一想到修仙大业 他便立刻打消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坚定了自己的修仙之念 一时之欢 许久后 乌青玄音鸣一声 悠悠行转 他下意识地裹紧衣物 眼里有着初始的茫然 你醒了 杨彻脸色平静 再无丝毫波澜 是你 乌青玄认出了杨彻 泪水竟一下子绝地一般流了出来 待乌青玄情绪稳定下来后 他似是犹豫了好久 才对杨彻说出了 乌门为何遭此变故 第35章 太炎四老僧 杨彻听完之后 唏嘘不已 他实在未想到 乌青玄对修仙意图 竟有如此大的执念 为了仙徒 他甚至连命都可以舍弃 可他没有仙根 一切都如那镜中花 水中月 到头来 终究只是一场空 更讽刺的是 乌青玄独自悄悄走偏门 误打误撞 竟结识了一位魔道老玉 由此得知他 自己竟是罕见的极音之体 没有仙根的极音之体 更像是上天给乌青玄示的一道魔咒 强烈的不甘 和陷入对仙徒的疯狂执着 令他产生了极为可怕的心魔 从而被那魔道老玉 趁机以魔道秘书附身 继而被强行控制了躯体 没有仙根 真的就没有任何办法 踏入修仙之徒了吗 乌青玄呆呆地望着前方 脸上有着近乎绝望的木然神色 杨彻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矜持着上身 站在那一言不发 他不由想到 自己的变异双仙根 目前查阅到的所有信息 都在明确告诉他 在如今的修仙时代 天恩早就消失 变异双仙根 是不可能助击的 乌青玄苦于自己没有仙根 而他却苦恼多出一种仙根 这世上 还有比这更讽刺之事吗 甚至 杨彻也突发奇想过 若是自己的仙根 分给乌青玄一种 让他成为有仙根之人 那岂不就两全其美了 不过这种荒谬念头 也只是一闪即逝 古往今来 有修仙记载开始 仙根到底是什么 究竟是如何诞生在人的体内 至今是个谜一样的存在 仙根本身无法剥夺 更无法转赠 这几乎也成了一条修仙铁律 若非如此 无论凡俗界还是修仙界 都定会天下大乱 乌青玄执着于 能不能踏上仙徒 而自己内心深处 又何尝不是执着于 能不能助击 这一刻 杨彻对乌青玄 最是能够感同身受 不过很快 他眼中就浮现坚定之盲 随后杨彻看向发呆的乌青玄 忽然问道 你说那魔道老玉 是别国潜入我江国的修士 乌青玄点了点头 但还是不由自主 想起那老玉临死时 恶毒的启示诅咒 在他看来 不过是这老玉临死的怨毒 发泄罢了 他压根不信 这诅咒真会一念 天鬼宗 天鬼王族 杨彻在心里默默斟酌 要不要将此事禀报宗门 就在这时 他神识忽然模糊 感应到似有修仙者 来到了乌门外 有人来了 我们出去看看吧 杨彻说着 掏出一个青色玉瓶 和一个绿色玉瓶 递给乌青玄道 青色玉瓶 是能治内外伤的养元丹 绿色玉瓶 则是能解百度的清心丸 你留着吧 乌青玄接过玉瓶 心中生起一股暖意 只是心底的那丝遗憾 他知道 终究是无法弥补了 两人出了黑屋坛 乌青玄回房沐浴更衣 杨彻则来到了乌门大门外 大门外轻石长踢 正有一老一少 缓缓石劲而上 老者光头无发 须眉皆白 浑身披一蓝色僧衣 双手合十 目光锐利 而又不失祥和 少者是一妙龄少女 不过神色木然 显得无精打采 那老僧走完十街 看到杨彻率先开口道 小友 此地方才有阴晦之气出现 不过此刻已然消失 想必定是小友出手了 敢问小友出自何宗何派 杨彻看不透这老僧修为 天眼术无效 说明这老者修为远在他之上 在下乌龙谷弟子 杨彻拱手如实回道 原来是来自乌龙谷的小友 我乃太阎四名谱 经普渡佛法之时 感应到此地有鬼宗阴晦之气 是以特来查看 那阴晦之气现已彻底经销 但我观小友印堂引有黑文 且非比寻常 看来小友出手时 似乎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杨彻文言心里不由一尘 这太阎似的人真如书卷上所说 有着非比寻常的能耐 想到这里 杨彻立刻诚恳求教道 请教明普大师 我这印堂黑文要如何去除 没想到这明普老僧 却是摇了摇头 非常直接道 我可以观出 但却无破解之法 要想去除你这印堂黑文 小友 可在一年之内去往我太阎似 我似自有高人可以帮你除之 杨彻有些将信将疑起来 不过思虑片刻后 还是谢道 多谢大师 一年内 我定去太阎似讨扰 老僧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向身边的女子招了招手 郑宇转身离去 大师且慢 一道清脆且好听的声音突然传来 杨彻回头 发现是已经换好衣服的吴清玄 带着一众乌门留守之人 朝此处走来 大师可是太阎似之人 吴清玄立刻问道 正是 明仆老僧双手合十 大师 我想入佛门 大师能带我走吗 吴清玄此言一出 他身后那些乌门众人 顿时气气击到 门主 明仆老僧脸上 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 只是盯着吴清玄看了一会儿 神色颇为凝重 基因之体 却无先根 当真是所罕见 你叫什么名字 吴清玄 明仆想了一会儿 说道 好 你可入我太阎似 说着 又回头看了身边的女子一眼 道 妙翠 这一路你也不会孤独了 那妙龄女子看向吴清玄 木然的脸上 渐渐露出一丝喜色 并对吴清玄笑了一下 只是这笑容 看起来颇为僵硬 杨彻没想到 吴清玄竟然知道太阎似 并还想要入这佛门 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这时 吴清玄回头 对一名俊秀青年郑重说道 拱霄 以后你就是乌门门主 希望乌门在你手上 能重现我父亲 再世时的鼎盛与荣光 说完 他走到杨彻面前 敬郑重 给杨彻施了一礼 只淡淡说了两个字 多谢 杨彻从这两个字里 听出了非常复杂的深意 只是他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只是略微汗手 名仆老僧 带着吴清玄和妙翠 很快离去 乌门也开始了 重新整顿和召回 了却了乌门之势 杨彻再没有丝毫耽搁 直接回到了乌龙谷 落日霞 望西居远远再望 杨彻忽然感应到一丝陌生气息 这让他心中顿时一沉 几乎是以极限速度 飞回望西居 半空中 他看到一个穿着乌色袍服的 炼气十层弟子 正鬼鬼祟祟在后院里来回查探 杨彻目光冰冷 一丝极度的阴寒闪过眼底 第36章 好算计 杨彻曾经最为担心之事 便是害怕有宗门其他弟子 来到此地发现他的秘密 显然 这种担心 如今已然变成了现实 从发现这炼气十层弟子的一瞬间 杨彻就已在心里 做下了一连串的决定 咦 这位师兄 这落日霞如此偏远 和灵气稀薄之地 竟还有人居住在此 杨彻装出一副无意间路过 刚好发现此地的意外神色 收了飞行法器 缓缓落入院内 这炼气七十层弟子 青年相貌 身形偏瘦 个子比较高 在见到杨彻的一瞬间 他神色猛的一变 起初他还以为 是这望西居主人回来了 不过听了杨彻的话后 他才明白原来 是跟他一样 无意间发现此地的弟子 不过能修炼到炼气十层 又有哪个不是心智过人之辈 这高兽青年 自然不可能完全相信杨彻 是以仔细打量杨彻一番后 发现杨彻是炼气八层修为 这才减轻疑心 毕竟一个炼气八层弟子 是绝无可能居住在 这灵气最差之地的 何况在前院那块药田里 他发现 其内种植的 竟然还是紫棋藤 这类普通药草 这种药草 也绝不是一个炼气七八层弟子 会选择的 毕竟到了炼气八层 肯定要选择宗门贡献值 更高的杂物才对 明白了这一点 这高兽青年眼珠一转 立刻记上心来 于是冷冷对杨彻说道 我乃百鸡堂直视 是专门过来检查药草种植事宜的 师弟莫要打扰 速速离去吧 杨彻心里不由低脆一声 暗骂此人真是无耻 百鸡堂什么时候 派过直视弟子 检查过药草种植了 不过杨彻面上 还是立刻装出一副 诚荒诚恐之色 连连摆手道 不敢打扰不敢打扰 师兄尽管忙你的就是 师弟我只是好奇 我随便看看 马上就离开 这高兽青年 似乎为了彻底打消杨彻一律 冷亨一声后 便去了前院那要填之地 竟真的弯下 妖装模作样 认真检查其子气腾懒 杨彻心里冷笑数声 趁此机会 立刻在后院 悄悄埋入数十枚飞火针 这青年 毕竟是炼气十层的高手 杨彻十分清楚 凭借着飞火流星 和肌肉筋骨剑的那神秘力量 对付炼气九层之修 他绝对不落下风 甚至此前已经斩杀过一名 炼气九层的御兽门修士 不过修为达到炼气七十层后 虽同为炼气七 实则已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炼气十层法力深厚 远不是炼气八层的杨彻可比 且还不知 这高手青年拥有的法器如何 法术又如何 是以杨彻不得不谨慎行事 准备来个突袭取胜 喂 这位师弟 你怎么还不走 见杨彻还在后院驻足停留 高手青年心里一惊 生怕杨彻也发现了 这后院有些诡异蹊跷的秘密 于是立刻显得不耐烦的大声喝道 杨彻布置好一切 心下大定 此时忽然惊讶道 师兄 你快来看 这里好像不太对劲 那高手青年一听 心中大惊 嘴里不由低骂一句 随后冲了进来 直接一拍储物带 一个圆缓法器便出现在手 师兄 你要干什么 杨彻脸上露出恐惧 一副怕得要死的模样 嘿嘿 好心让你走你不听 既然想找死 那就别走了 死吧 那圆缓法器被注入法力后 直接变大 朝杨彻身上套来 杨彻知道 一旦被这圆缓锁住 那可就不妙了 于是立刻取出低阶法器穿云剑 狠狠朝那旋转中的圆缓 一阵劈砍 旋转中的圆缓法器 形成一圈圈诡异纹波 直接将穿云剑的攻击给绞杀 继而落在穿云剑之上 一阵牙酸的唧唧声响起 穿云剑直接变得破破烂烂 显然无法再用了 高手青年剑杨彻 竟拿出宗门所发的 低阶破剑对敌 不由脸线一丝鄙夷 随后准备速战速决 他大手一挥 再次注入莫大法力 于圆缓之中 那圆缓迎风剑掌 竟再次变大 变得有如半间房屋大小了 好机会 杨彻知道机会来了 立刻食指一服 手中数十道飞火针 化为乌芒 直射高手青年眉心 高手青年脸色顿时一变 他的法力 已被圆缓法器消耗太多 此时互见如此多的飞针射来 只好放弃直接绞杀杨彻的想法 转而形成全身防御 将这些飞针法器 全部挡在外 就在这时 地面上 石壁上 几个不同方位 忽然流光乍现 一枚枚飞火针 疏然冲出 直射高手青年双膝 厚脑 眉心 脖梗 心脏 高手青年立时明白自己 被戏耍了 脸上青筋引线 勃然大怒到极点 他眼中闪过一丝阴毒 迅速取出一道符路 同时脸上 竟露出极为肉痛之色 可还没等他念出咒诀 已有一枚飞火针 穿透防御 刺入了他膝盖 剧痛的一刹那 又有数枚飞火针 刺入腿部 高手青年明白过来 他从一开始 就落入了圈套 若不是在这小小后院之中 这些飞火针 不管来多少 都不可能对他构成威胁 可偏偏在这小小狭窄之地 距离实在太近 这飞火针的速度 就成了致命优势 杨彻深知自己法力上的烈士 是以机会一出现 便牢牢抓住 不给这高手青年一丝机会 72枚飞火针 组成的泰玄影光阵 迅速化为乌芒尖锥 狠狠穿透了高手青年心脏 真是 好算计 高手青年含糊说着 倒地儿亡 临死前有那么一丝后悔 不应该想要窥探这小院的秘密 杨彻法力几乎再次耗尽 好在最终击杀了这高手青年 收了那张福禄 又翻找一番 找到这青年的储物袋 将储物袋贴身藏好 杨彻打出一个火球 将这高手青年尸体化为飞灰 并清扫出去 在山林间随便挖个坑也埋掉了 至于储物袋中的东西 杨彻秉承一贯的谨慎 并没有贸然打开 毕竟身在同一宗门 此人有没有师父 有没有什么物品 背下什么追踪应急之类 还真不好判断 于是先悄悄收好 准备等过上些十日 再找个偏远之地打开 来到苗圃前 杨彻暗自庆幸 幸好有三杆阵气形成的小阵法 否则九月末阳国肯定就暴露了 甚至灵土也极有可能会被发现 在阵气隐末之处 打入一丝法力 苗圃重现 检查一番 没什么异常 杨彻这才重新不好阵法 来到了卧室 他取出那玉兽门修饰的储物袋 还有灵兽袋 将里面物品统统取出 有二十多块下品零食 一本玉兽经 还有几十个瓶瓶罐罐 十分眨眼 咦 这是什么 杨彻忽然看见 有一个像虫卵样的东西 竟附着在一块奇异帕子上 不由好奇地自语道 第37章 情修苦练 可惜看了半天 杨彻也没看出什么名堂 他猜测 或许这是那巨汉培育的 什么灵兽卵 既然暂时研究 不出个所以然 他便又将这奇异帕子 连同虫卵 一起放回到了灵兽袋中 而这些瓶瓶罐罐里装的 居然都是灵兽食粮 对杨彻来说 也没什么价值 拿起玉兽经 翻了翻 杨彻倒觉得还有点意思 顾名思义 这是一本教修士 如何玉兽的功法 不止如此 奇上副业 竟还有一篇奇奇兽 兽奇重绑 上面罗列了 许多这天地间奇虫异兽 道令杨彻大开眼界 若能得到这些奇虫异兽 从小培育 那可是了不得的助力 不过杨彻现在 根本没有经历古道这些 他现在除了想 一心修炼提升修为外 最想的还是积攒零食 加上这新得到的 二十多块零食 还有原来出售药草 所剩下的四十多块零食 现在杨彻手里 差不多一共有七十块零食 不过都是下品零食 而一想到一本完整的 咒诀之书 都要五十块下品零食 杨彻顿觉自己 仍旧穷得叮当响了 收起这些物品 杨彻暗暗决定 在突破之炼气七九层 和九叶末阳果 第一颗果实成熟之前 都不再离开乌龙谷 免得再有方才之事发生 趁着手里 还有十几瓶八针丹 杨彻又开启了 两耳不纹窗外饰 一心只修逍遥仙的模式 很快 半年时间一晃而过 19岁的杨彻 在一口气消耗掉了 近七平八针丹后 终于进阶炼气七九层 从炼气八层到九层 这一层的修炼 杨彻消耗的八针丹最多 但用的时间却并不算长 这是因为这一次 他将所有时间 都花在了修炼上 没有一丁点浪费 突破炼气九层之后 杨彻惊喜地发现 他的感官竟被提升到了 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 方圆两百丈内 任何一丝丝 想动他 都能感知的一清二楚 就比如此刻 两百丈之远的地方 地下泥土中 一条蚯蚓钻地的声音 他都能清晰入耳 那古树之上 飞蛾与蜘蛛搏斗的画面 都能分毫不差地 浮现在他脑海之中 除此之外 杨彻感觉自己的精神 更加饱满 身体也再度变得轻盈许多 他估计 即使十天半月不睡觉 不吃饭 都不会感觉到 任何困倦和饥饿 不过杨彻还是起身 走进造物 给自己做了一顿 香喷喷的晚餐 用意小小庆祝一下 葱油饼配蔬菜 长生不死 永远有这样的 惬意和逍遥 那该是多么美妙 所以 即使都说 变异双仙根无法助击 杨彻也没有 一丁点灰心丧气 因为在上古修仙时代 他这种仙根资质 可是天选之资啊 既如此 在如今的修仙时代 也绝不可能 一丁点办法也没有 杨彻已经无数次暗示自己 助击一定会有办法的 他早已查明 修为只要进阶练气十二层 就可以开始服用助击单 尝试助击 若一颗助击单不行 那就两颗 两颗不行 那就五颗 十颗 甚至百颗 这就是杨彻心里的宏愿 任何困难都不可能打倒他 吃过晚饭 杨彻又到苗圃前 认真检查了一番 看着九叶末阳 果纳已经隐隐变黑的 第一颗果实 心下充满了激动 他曾经吃过一颗这样的果实 那一次 他被洗水伐精 资质彻彻底得到了提升 而如今 若是在吃下一颗 身体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杨彻自然非常期待 走回前院 他轻拍处无带 流星河便漂浮身前 与之前相比 神石几乎增强了一倍 所以杨彻也是有些迫不及待 想试试 现如今能同时操控多少枚飞火针 从72枚之后开始增加 一直轻松增加到108枚 直到144枚后 才开始变得无比困难起来 不过在杨彻全力示威之下 发现已经能勉强最多同时操控158枚飞火针 这令杨彻极为惺喜 原本他觉得 能同时操控144枚飞火针 就已经相当满意了 不曾想还能提升至158枚 要知道 单独144枚飞火针 不仅可以组成一个 目前他能操控的威力最强的 泰玄影光阵 更能进阶分散组合 如分成足足四个 各由36枚飞火针组成的 小型泰玄影光阵 或者分成两个 各由72枚飞火针组成的 中型泰玄影光阵 除外 在控制另外14枚飞火针 四级暗中偷袭 那可是能起到 非常大的奇袭作用 看来进阶炼气九层后 果真有了一个 相当大的飞跃 若是进阶到 司徒与师兄所说的 有脱胎换骨之变的 炼气十层 那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杨彻想想 就觉得激动不已 而且这泰玄影光阵 杨彻越来越有一种感觉 他似乎只是 学了一个皮毛 完全没有发挥出 此阵的强大神威 不过这些都需要时间 来慢慢继续研究才行 收起飞火流星 杨彻又取出一张符露 是那炼气十层高寿青年 最后拿出来 却没来得及催动的符露 对照五行咒绝残本 杨彻发现 这符露竟是一张 出击上街的风枪符 虽然并不是大师 极致服师所致 仅仅出自普通制服师之手 但也价值近五十块 下品零食了 是不可多得 能运用多次的风属性 攻击灵符 杨彻喜笑颜开 这一张出击上街的灵符 可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激发此服后 形成的风枪之威 堪比练气七顶峰修士的全力一击 收起这张风枪符 杨彻又继续参严了一会儿火球术 此逐用途非常之广 且据那传攻楼司徒与师兄所讲 这火球术的运用 完全可以做到灵活多变 随心顺发 且威力随着个人 修为实力的提升而提升 甚至将这火球术修炼自如后 直接就能自动领会 中阶法术火蛇术 杨彻练习了许久 发现这火球术果然变化多端 若是将火球术只发一半 一直掌握在掌心 居然可以当作武器来使用 发现了火球术的多种灵活变化后 杨彻突发奇想 那兵剑术是不是也可以如此这般呢 于是接下来 杨彻不断反复练习 果然发现 兵剑术也能根据需要自如转化 杨彻兴奋之下 竟修炼了一夜的法术 直至第二天天明 依旧精神异议 随后杨彻取出天地混沌诀 继续参严 第一次来到灵药园 第38章 霸丹 眼前是一座灵气阴晕 无比宽阔的翠绿色山谷 作为乌龙谷核心重地之一 这里自然少不了庞大的阵法禁止 杨彻站在谷口 被一道像白雾般的光木 阻隔在外 他取出弟子令牌抛于其上 随后静静等待 不一会后 杨彻 宗门贡献值足够 可入灵药园 随着其内一个苍老声音传出 杨彻面前的白雾忽然自动分开 露出一条泥黄小鹿 此小鹿 仅能容纳他一人通过 杨彻毫不犹豫走了进去 立刻便看到小鹿两侧 出现近白雾郁郁葱葱的药田 各色草药之乡植入鼻孔 沁人心脾 令他心旷神疑 药田里有不少弟子 正在陪着药草 有男有女 穿梭在药田 各自忙碌 小鹿尽头 则见有一个数层高的精致木楼 杨彻走到木楼前 再次被验视了弟子令牌后 这才得以入内 一位先锋道鼓的长须轻衣老者 坐在古色古香的一张木桌子后面 正手捧卷轴 眉头紧锁 似是被什么给担住了一般 而在轻衣老者身后 靠着木楼墙壁 一排排长长的木架子上 陈列着密密麻麻的各式卷轴 还有一些绿色 白色的各色欲捡 整个木楼内 却先有弟子身影 只在木楼一角 嬉嬉落落几个弟子 正在木架子上 快速翻越着什么 杨彻见着老者 似乎半天都没注意到 有人进来 略意沉吟上前行礼道 弟子杨彻 见过孙师伯 孙姓老者 这才抬头看了杨彻一眼 不嫌不淡地说道 第一次来吧 一块零食一个时辰 你可随意翻越查找 需要什么 直接拿宗门贡献值 或者零食 兑换复制就是了 说完 低头继续研究手上的卷轴了 杨彻交付了一块零食后 便开始迅速在这些木架子上 翻越起来 可惜越找越是失望 都是些普通的 不能在普通的药方 毒方 甚至连凡俗界的医书 都在这里摆放着 杨彻本意是看 能不能找到 炼器九层后能够服用 增进修为的丹药丹方 可足足一个时辰后 他才失望发现 别说炼器九层后的丹药丹方了 就是可与八针丹媲美的丹方 都一个没有 白白浪费一块下品零食 杨彻心里无比郁闷 这时他看到 那几个稀稀落落的弟子 也准备离开了 其中有人小声说道 这里确实什么都没了 看来得向宗门申请一下 是时候去悬报药园看看了 悬报药园 杨彻心吓一动 这时那轻衣老者忽然怒骂道 滚滚滚 快滚 什么悬报药园 不过一个野生药园子罢了 一个个还屈之若鹜 几个弟子吓得仓皇而走 杨彻则直接来到老者面前 拱手道 孙师伯 请问这里有没有炼器九层后 能够服用的 增进修为的丹药丹方呢 孙姓老者本于又想发火 但一见只有杨彻没走 这才脸色缓和了几分 说道 当然有了 可弟子并没有找到 你当然找不到了 这种单方 怎么可能放在一楼 你去二楼三楼 仔细找找 不过 我可丑话说在前头 不管你最终找到的 能不能用 这该付的零食 可一块不能少 知道了孙师伯 那二楼三楼的费用 也是一块零食一个时辰吧 不不不 二楼一个时辰两块零食 三楼一个时辰三块零食 什么 杨彻顿时愣住 这不明着抢钱吗 想了想 正准备放弃 谁知这轻易老者 忽然神秘兮兮道 小子 不如直接上最顶楼 四楼 虽然一个时辰四块零食 但我可以保证 若你运气不闹 极有可能找到珍贵的古方 古方 杨彻倒是在炼丹杂技上 看到过介绍 古方就是古修仙时代 传下来的单方 有些古方价值连城 不可估量 有些古方 却是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让他去赌运钱 他才不干呢 不为别的 就为眼前这掌管林药元的孙师伯 表面先锋道骨 实在一副财迷样 感觉丝毫不靠谱 孙师伯 弟子囊中羞涩 所以还是算了吧 说完拱手失礼 准备告辞 等一下 孙姓老者咬了咬牙 一副极为舍不得的样子 片刻后 看到杨彻马上就要再次迈动步伐 这才赶紧继续说到 阅览费用减半 无论你找到什么单方想要复制 贡献值或零食减三成 不 也减一半 这个条件开得不可谓不优厚了 杨彻有些异动 想了想 决定赌一把 赌输了 不过再浪费两块下品零食而已 好 那就多谢师伯了 杨彻交付了两块零食 生怕这师伯反悔 登登登直接上了四楼 也就是这木楼的顶楼 上来之后 当看清这四楼景象 杨彻第一反应 就是自己 难道真的上当了 若非那孙师伯是助机休士 他已经忍不住破口大骂了 这四楼仅仅只是一个阁楼 小得可怜 只有一个泛黄的木架 孤零零地树立在中央 其中 卷轴和玉检都有 不过卷轴区区十几套 玉检也不到十枚 这些东西就算全看完 也完全用不了半个时辰 奸商啊 杨彻不由无奈叹道 不过零食付都付了 他自然还是要一一细看的 走到木架子前 杨彻吹了吹上面的灰尘 发现木架子都在跟着摇晃 随手拿起一套卷轴 翻开看了看 心下更是一尘 当翻到第四套卷轴 他还真发现了一个古方 不过这古方上面的药材 几乎全都是已经找不到的品种 属于废方了 继续翻院 嗯 筑基丹丹方 杨彻心里猛地一喜 这竟是完整的筑基丹丹方 他确认了好几遍 发现确实是完整的筑基丹丹方 这才微松一口气 零食至少没白花呀 杨彻将这丹方放到一边 继续翻院 接下来 他还真就又找到两种古方 按炼丹炸剂所述 这两种古方上面的药材 虽然也基本绝技 但可以找到替代品 尽管最终炼出来的丹药药力 肯定不如原来 但也是极为难得的丹药了 更重要的是 其中一种古方所炼制出来的丹药 叫做霸丹 不仅可以大大增进修为 居然还是雷属性 这让杨彻一下子觉得 大转特转了 看来凡事不到最后 果然不能轻一下定论啊 直到再没有任何收获 杨彻这才走到一楼 将三种古方 还有铸鸡丹丹方 放在孙师伯面前 让他复制 铸鸡丹 孙姓劳者有些惊讶 这铸鸡丹丹方所述 其中有几位药材 可是真正的难寻啊 不过再看到 另外三种古方所需的药材 他发现 炼制铸鸡丹所需的药材 反而也不是那么难了 孙姓劳者也不多说什么 干脆利落复制好丹方 收了杨彻四十块零食 这让杨彻马上明白过来 这孙师伯 怕是早就知道 顶楼有什么丹方吧 杨彻又在林药园 买了几样制作浸泡药液的药材后 一下子又没零食了 零食完全不经用啊 返回落日霞的一路上 他都在绞尽脑汁 想着生财之道 回到旺西居 杨彻立刻将霸丹股方 拿了出来 凝神研究 第39章 通幽洞 许久之后 杨彻面色无比凝重 炼制霸丹所需的几种 稀有主药材 勉强可以找到替代品 不过这霸丹 已部署初级丹药 甚至更有可能 还在终极丹药之上 所以 此前炼制初级丹药 所用的特殊火炭 已无法再使用 而是需要修饰真火 或天地灵火进行淬炼 炼制难度 无疑大大提升 修饰真火 是助击之后 体内才会诞生 而杨彻 也绝不可能去找助击 修饰帮忙炼丹 所以只能借助天地灵火 而助击丹的炼制 也同样如此 杨彻在院落里来回踱步 伴上后 他想到了宗门的地火店 地火店内的地废之火 无疑也算天地灵火之一 不过想要使用地火店的地废之火 据杨彻所知 代价可是极高 一天的使用费用 据说就高达两块零食 而一炉上好丹药要出炉 少说也要个十天半远 这代价根本不是普通弟子 能轻易承受的 杨彻莫思良久 最终无奈叹了一口气 想要快速精进修为 看来只能想办法 疯狂赚取零食 同时也要搜集其 炼制霸丹的替代药材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杨彻决定 继续用剩余的树瓶八真丹修炼 直至九叶末羊果的 第一颗果实成熟 尽管八真丹的药效 在杨彻进阶 炼起九层后已越来越小 但靠着量的堆积 小半年后 杨彻惊讶发现 当消耗掉所有的八真丹后 修为竟然也大有精进 这一日 杨彻例行检查苗圃 还要更大 更有光泽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杨彻立刻将此果摘下 随后回到卧室木屋 打坐调息一番后 直接吞入腹中 不再像第一次吞食后那般 浑身犹如万一啃食之痛 反而这一次吃下墨阳果 浑身说不出的舒坦 不过墨阳果的药力 竟自动化入四肢百骸 对修为的提升 似乎并不太大 这令杨彻实在大感疑惑 数日后 杨彻感觉到 墨阳果的药力 已经被吸收得差不多了 修为还是多少得到了提升 离炼气十层 已经越来越近了 且杨彻意外地发现 紫园绝运转的速度 也提升了不少 杨彻越来越察觉到 紫园绝不是普通的功法 修为越是变强 见识越是增长 他便越来越隐隐意识到 那往龙山石窟里的骷髅 似乎身份很不一般 起身再次来到苗圃 杨彻看着第二颗 也快要成熟的墨阳果实 脸上露出久违的笑意 虽然不知道 为何一颗果实提升修为并不太多 但一想到他能反复无限次结果 就不由对着猪仙草 仍然充满了期待 是时候离开落日霞了 杨彻望了望四周 心里有些感慨 他其实很舍不得离开这望戏居的 但是没办法 为了修炼 也为了更隐蔽和安全 的确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乌龙谷宗门门规有言 修为达练气九层 便可在宗门登记后 自行前往龙溪山 开辟属于自己的洞府 且还可以在宗门申请 成为直视弟子 既可以选择继续做杂物 积累宗门贡献值 也可以成为直视弟子后 选择每月一次 在宗门当职 更快积累宗门贡献值 杨彻收拾一番 便离开了望西居 去百姬堂登记后 直接飞往了龙溪山 越是靠近龙溪山脉 半空中出现的弟子身影 也是渐渐多了起来 不过大都匆匆忙忙 都在为各自的修炼心情奔波着 来到龙溪山 杨彻直接飞到最深处 连接后山万里山脉处 找到一处极其隐蔽 且方圆百里 都没有任何同门的一处险峰 劈开巨石 在山腹内深处 开辟出了一个洞府 这次 他将三杆镇旗 直接布置在了洞府入口 如今他已知晓 这三杆镇旗所形成的 简易幻阵叫小三 才幻影阵 镇旗被催动后 可自行吸收天地灵气 能长久存在的遮掩幻阵 从外面完全看不出 此地会有一个洞府入口 为了更有利于 自己的领土不被发现 他索性开辟出双洞府 外面的洞府 布置成普通的修炼居所 里面 则需再穿过一个取近小长廊 到达一个令他无比意外之地 此地被四面山壁紧紧包围 越是向上越是狭窄 是天然形成的 稻斗形地下小幽谷 因为顶上完全封闭 即使有修士 从上面飞过 也不会被注意到 果真是趋近通幽 经过一番改造 杨彻将领土 布置在了这小幽谷之内 除了九叶末阳谷外 又继续移植了 一些其他药草于其上 尽管这块黄结领土 仅有一丈长宽 但还是能种植不少药草的 他也没忘记 种植了一些败卖和野葱 一切妥当之后 杨彻给自己新洞府 取名通幽洞 休气一番 他决定再去接一个悬赏任务 弄到又一套阵棋 从里面布下阵法 遮挡小长廊和整个内洞府 如此一来 即使有人意外闯进来 也不会发现里面的小幽谷 离开通幽洞 杨彻进入某处深山老林 寻到一处隐蔽之地 取出了当初 从那炼器十层高寿弟子身上 得到的储物袋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而且专门来到如此偏僻之处 想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将储物袋中所有东西取出 入眼及时亮闪闪的 各色属性下品零食 高达近百块 对杨彻来说 这可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了 毫不客气笑纳之后 杨彻的目光又放在了法器之上 上阶攻击法器玄刚环 上阶防御法器赤灵盾 初级低阶符路十多张 初级中阶符路三张 此外 别的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 他干脆直接打出火球术烧掉 收了法器和符路 便立刻飞向了那发布悬赏任务的大殿 在发现 还是双月仙子发布的任务奖励 是镇齐或镇盘后 杨彻不由疑或暗导 这双月仙子到底什么来头 苦苦思索一番后 他决定接一个奖励物品为 逆乱四项阵阵盘的任务 此阵盘可以直接布设出 拥有强大防御和遮掩智能的 小逆乱四项阵 这对杨彻来说 是再好不过的东西了 然而 这悬赏任务难度很高 想要拿到这阵盘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杨彻还是想清理一事 若拿到这阵盘 就能彻底解决 自己那领土 有任何一丝暴露的风险 同时他也想试试 自己进阶炼器九层 接近炼器十层后 站立到底如何 此任务内容 是杀死一头一级妖兽黑风鹰 取得此妖兽身上的本命黑羽 登记领取任务后 杨彻直接飞向了 黑风鹰所在的黑雾山 第四十章 我只是路过 乌龙谷后山连接的万里山脉中 大小山脉众多 且灵气不一 有些地方环境极其恶劣 完全不适合修炼 但偏偏就在这些无比恶劣之地 存在着异常凶猛的妖兽 黑雾山便是其中之一 此山常年被近乎黑色的浓雾笼罩 山中存在的妖兽黑风鹰 练气漆修饰文之色变 杨彻踩着怀叶法器 足足飞了三个时辰 这才抵达黑雾山山脚 刚刚到达此处 便听到山中 传来阵阵激烈的打斗声 杨彻悄摸入山中 脸气凝声 靠近打斗之处 柳师兄 实在没想到你是个道貌黯然之徒 一道带着愤恨的青年声音响起 哼 冷师殿 你我接修仙之人 装什么情告 你敢说 你没在背地里干过杀人夺宝之事 又一名青年带着冷哼和不屑说道 这青年的声音有些阴柔 冷某确实干过 但那也是对极恶之人下手 像柳师兄这般 暗地里阴铜门的卑劣行径 冷某倒还真没干过 冷飞云 别说得你好像多正派一样 我乌龙谷老祖都不敢说 我们乌龙谷是绝对的正道修仙门派 修仙之人本就逆天行事 何况 如今这修仙时代 资源越来越少 谁不是拼命争夺 杨彻闻言 虽感觉这阴柔柳性修士的话 有点像邪修 但仔细一想 也并非全无道理 柳源 你实在太虚伪 虚伪到令我恶心 亏我以前还真心与你相交 却没想到你这次明面上说 是为了双月仙子 实则盯上了我的猪鸡丹 实在可恶 这叫冷飞云的青年 越说越气愤 之后两人又开始斗发起来 杨彻听了一会儿后 本玉悄悄离去 从山外绕行 但听到铸鸡丹 又乍然听到双月仙子这个名字 心底忍不住好奇起来 不过他能感应到 这两人修为都比他高一些 所以藏在密林中 也不敢随意拨开荆棘仔细查看 冷师店 别挣扎了 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 赶紧乖乖交出铸鸡丹 还可以少受一些痛苦 看在同门一场 我会留你全尸就地掩埋 叫柳源的阴柔青年 说到最后放声大笑 似乎一切竟在掌控 去死吧 冷飞云咬牙切齿一声爆喝 密林中忽然光芒大盛 杨彻趁机拨开荆棘看去 发现一个短发青年 浑身像是被什么捆住了一般 这青年只是勉强用一只手 催动了一枚火红符露 符露化为烈焰巨剑 狠狠展向对面一个穿着花里胡哨 长相阴柔的长发青年修饰 冷飞云 中了我的蝉毒 法力快速枯竭 我看你还能强撑到几时 柳云身前浮现一面土黄色盾牌 挡住了那符露所化的烈焰巨剑 随后 柳云眼中浮现一抹狠毒 手一扶 一件匕首法器 即刻斩向了冷飞云喉咙 冷飞云似是潜驢继琼 这时忽然朝杨彻藏身之处 大喊大叫道 师弟救我 我约用黑风鹰本命黑语 还有两块中品零食 求师弟出手救我 杨彻顿时心中一惊 没想到这冷飞云 已经发现了自己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 便是拔腿开溜 这种是非恩怨局一旦参与 很可能两边都逃不到好 冷飞云挣扎着强行一扭 那匕首法器 直接刺穿他肩甲 鲜血雕射而出 而那匕首法器 也转了一圈 飞回了柳云手中 这时柳云 也朝杨彻藏身之处看了过来 不过他似是一点也不担心 嘴角还挂着一丝 毫不掩饰的嘲弄笑意 区区一个炼气九层 你指望他能救你 杨彻用天眼珠 仔细感应一番 发现这柳云 是炼气十一层 而那冷飞云居然是炼气十二层 不过冷飞云此刻狼狈不堪 似乎小命都全握在柳云手中 既然被发现了 杨彻索性直接走出来说道 我只是路过 就不打扰二位师兄吗 说完 杨彻立刻绕到朝山中走去 不过他的方向 却是隐隐斜着向冷飞云靠拢 站住 柳云神色不悦 盯着杨彻冷喝道 我让你走了吗 杨彻这时 忽然屈指一弹 树道乌光 直接出其不意 打在了冷飞云身上 随后他快速取出一颗碧绿丹药 对冷飞云说道 这位师兄 我这里有颗丹药 绝对能解你中的蝉毒 不过需要你拿黑风鹰 本命黑雨来换 杨彻刚才利用非火针 帮冷飞云破除了束缚法术 这时冷飞云终于可以自如行动 听了杨彻的话 冷飞云似乎把刚才求救所言 完全忘了个一干二净 居然打得哈哈 道 这位师弟 谢了呀 黑风鹰本命黑雨可不是一般之物 师弟你修为太浅 恐怕保不住 师兄我就不给你了 说完 杨彻一抛 一个小袋子落入杨彻手中 这里面有二十块零食 全当你刚才出手的酬线 你现在可以走了 杨彻眼里闪过一丝 微不可查的黑暗冷芒 随后颠了颠手里的零食 笑道 也行 我这就走 杨彻收了零食 不动声色 手指缝尖 却已夹住了一根细小竹管 他刚欲转身 一旁的柳元 却挡在了他面前 柳元早已气得脸色发青 五指捏得咯吱作响 他实在没想到 这被他是做毫无威胁的 炼器九层之人 居然一下子就破了他 试在冷飞云身上的丰富数 此刻冷飞云已恢复自如行动 他在想短时间内击杀冷飞云 怕是做不到了 而这一切 都是眼前这看起来 人畜无害的可恶小子 做的好事 给我去死 柳元直接将匕首法器 狠狠朝杨彻甩了过去 丁一声 一道常见法器击视而来 直接撞在了匕首法器上 冷飞云也突然出手了 冷师殿 你缠毒未解 确定要和我 拼个两败俱伤吗 柳元怒道 冷飞云沉默了片刻 柳师兄 今日之事就此罢手 我们各走各得如何 柳元冷哼道 你可以走 他不行 今天我非要将他脑袋砍下来不可 若你非要阻拦 那就两败俱伤吧 柳元说完 重新操控匕首法器 再次刺向了杨彻 杨彻取出已经损坏的火红盾牌 挡在身前 只听喷一声脆响 那匕首便将火红盾牌刺穿 当初从那陈性修士手里得到的 这中阶防御法器 此刻算是彻底废掉了 不过倒也不觉可惜 本就是想试试 确认这法器还能不能用 顺便了解这柳性修士的攻击威力 给我死 那匕首以训捷速度 瞬间就到了杨彻眉心 丁一声火星四剑 杨彻没心处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小小阵望 硬生生挡住了这匕首法器 使其再难寸净 不好意思二位师兄 这下谁也别想走了 杨彻忽然诡异地冷冷一笑 露出几颗整齐白牙 却显得无比阴森 柳元与冷飞云 同时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时 他二人体内 几乎同时传来一阵猛烈剧痛 随后双双身体发软 连战都似乎站不稳了 第41章 冷飞云的悔恨 二人均神色一变 阴柔青年柳元率先镇定下来 立刻轻拍除无带 取出一颗丹药服下 那短发青年冷飞云可就惨了 他本身就已中了蝉毒 此刻又中了不知名之毒 眼看就摇晃着 要倒地的样子 只不过他咬牙强撑 才勉强使自己艰难地站立着 冷飞云眼色沉了下来 冷漠道 这位师弟 我刚才可是出手帮了你 你不知感恩 反而使徒暗算于我 这说不过去吧 杨彻冷笑一声 此人先前求救之时 说得信誓旦旦 可自己真出手破了他身上丰富术后 此人竟然反悔 亏先前 他从这冷飞云与柳元对话中 还以为这冷飞云 就是一个正牌之人呢 不过话说回来 刚才柳元攻击他时 冷飞云确实出手相助了 不管冷飞云出于什么目的 其出手也的确间接帮他尸毒 争取到了时间 杨彻手掌一动 一颗碧绿药丸出现在手 冷师兄 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这里有一颗解毒单 能解你体内全部之毒 只要你按先前所说 将黑风鹰本命黑语 和两块中品零食给我 兑现你之前的承诺 我这解毒单就免费赠你了 杨彻话里的反讽十分明显 冷飞云听后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显得有些滑稽 冷飞云还会说话 一旁的柳元便冷哼一声道 区区小毒又有何聚 我师父乃毒休 他轻易就能配出解药 说着 立刻取出一张俘虏 不过就在这时 他忽感眼前一花 接着发现自己 已被上百根旋转飞舞的飞针给包围了 仔细一扫 这些飞针足有108枚 同时还隐隐组成一道诡异法阵 暗含令人胆含的森森杀意 似乎只要他敢有丝毫异动 这些飞针就会毫不迟疑 动穿他眉心 杨彻不敢有丝毫大意 直接动用108枚飞火针 组成泰玄影光阵 将其死死困住 柳元心下一惊 脑中苦思对策 而此刻冷飞云心里 正做着激烈挣扎 两块中品零食 就已经让他极为不舍和肉痛 而黑风鹰本命黑雨 那可是能换一件阵盘的珍贵之物 让他交出 无异于在他心头割肉 另外 若这小子手上那颗解毒单 是假的 或者解毒效果并不好 一念即此 冷飞云一咬牙 开头道 这位师弟 你先将解毒单给我 我吃下后 确实解了毒 两块中品零食 和黑风鹰本命黑雨 我立刻双手奉上 杨彻目光愈发冰冷 他收起解毒单 不再说话 手指一扶 又有36枚飞火针 组成小型太旋影光阵 将冷飞云包围 同时操控144枚飞火针 虽并非他的极限 但法力消耗 实在太过惊人 原本考虑到 这两个同门 应该也是 接了黑风鹰本命黑雨任务 且先前这两人 又延及双月仙子 他一直在权衡利弊 判断取舍 不过此时 他已打定主意 困住冷飞云后 果断转向柳元 杀意弥漫 你想杀我 难道你不知 我师父是谁 柳元感受到生死威胁 心底终于滋生出恐惧 强行催动了手上灵符 然而 一阵光芒爆裂闪烁后 那些非真 虽移动了位置 但很快就重新汇聚 继续将他死死困住 他心中亥然 实在想不通 眼前这仅有 炼气九层的小子 怎可能弄出 如此可怕的非真之阵 还有他所中之毒 无色无味 到现在他都不知道 是什么毒 要知道他师父 也是一位极擅长用毒的 助击修士 他对毒道本 也有着强烈自信 可现在他完全猛了 师父救我 在非真突然变换位置 开始聚集之时 柳元发出不甘的嘶吼 瞬间就被非火针 化成了三柄尖锥 同时刺穿了眉心 心脏和脖梗 死得不能再死了 杨彻脸上 也是一阵苍白 若不是暗暗失下毒烟 又拖延了一会儿时间 令着柳元中毒加深 想要杀他 还真不容易 而即使将此人杀死 这是两块中品灵石 还有黑风鹰本命黑雨 望师弟能放师兄一条生路 冷飞云哆嗦着 将一个带子抛向了杨彻 同时心里悔恨至极 若一开始就不食言 与这师弟交好 联手杀掉柳元 同时吃了那颗解毒丹 此时 他也不至于性命 完全被这师弟拿捏 晚了 用灵石补充了一些法力的杨彻 再次增加36枚飞火针 由72枚飞火针组成的 太玄影光阵 快速将冷飞云绞杀 冷飞云虽修为最高 达炼器12层 但中毒最深 实则灭杀起来 比柳元反而容易许多 杨彻法力几乎完全耗尽 感到脑袋一阵阵眩晕 依靠灵石再补充一些法力后 迅速收了二人储物袋 和掉落在地的所有物品 马上扔出火球 将这二人尸体化为灰烬 同时将打斗痕迹一并掩盖 匆忙离开了黑雾山 他并未朝龙溪山通幽洞飞回 而是直接向万里山脉 更深处飞去 没过多久 一个看起来病痒痒的女子 急急欲气飞来 落在了先前杨彻灭沙柳元 和冷飞云之处 此女身穿乌红长袍 腰间系着一条惹眼玉带 其面容有些苍白 没什么血色 她闭着眼睛 仔细感应一番 脸上露出一丝痛苦之色 原啊原 早说了那双月仙子 视为师都看不透之人 可你偏偏还敢痴心妄想 非要来捉什么黑风鹰 想要讨好她 不管是谁杀了你 为师都绝不会放过她 定要活捉于她 将她扒皮抽筋 练童有点天灯 原儿 安心转世吧 你的防身法器 和其中几道俘虏 都被为师设下了追踪印记 只要她敢取出这些东西 就绝逃不过为师的追踪 女子说完 又在此地盘缓一阵 最终欲气而起 消失在了茫茫群山之中 杨彻此时 正悄悄盘坐于某处隐蔽洞内 柳元和冷飞云的橱物袋 她本想打开看看 一阵炫目光滑闪过 两块灵气充沛的亮闪闪灵石 出现在了杨彻眼前 这就是中品灵石吗 果真非同反响 杨彻将这两块灵石拿在手里 目露喜色 她已知晓 一块中品灵石 可是能兑换到一百块下品灵石 不过中品灵石的妙用实在太多 比如布设阵法 补充法力的速度 都远远比下品灵石好用得多 所以一般情况下 先有修士会用中品灵石 去兑换下品灵石 收起两块中品灵石 杨彻目光落在了一根 散发着黑色光泽 且引有血迹的细小羽毛之上 第四十二章 小逆乱四象阵 这小小的一根黑色羽毛 竟能换到一件珍贵阵盘 杨彻十分好奇 拿在手上仔细研究了好一会儿 不过暂时没能看出 有什么特别之处 收好黑羽 正准备修炼几日 再回宗门交任务 却忽感到眼前猛然一黑 紧接着 眉心处传来剧烈刺痛感 来得快去的也快 几个呼吸间 有恢复如常 他赶紧仔细检查身体鼠变 没发现有任何异常 思索了一会儿后 进入修炼状态 数日后 杨彻乔装改办 悄悄出现在乌龙谷云竹方 他出入不同店铺 分别将上街法器玄刚环 上街防御法器赤灵盾 还有那件中街法器火云锤给卖掉了 其中 玄刚环卖了140块夏品零食 赤灵盾卖了160块夏品零食 火云锤卖了80块夏品零食 一共获得380块夏品零食 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处 叫听朝方的宗门方式 将得到的十多张 初级低阶服录也悄悄卖掉 获得了40块夏品零食 加上先前那冷飞云 给的20块夏品零食 自己又购置了一些剧毒之物 与浸泡药液的材料后 所剩的20多块夏品零食 现在 他已经有了460多块夏品零食 和两块中品零食 如此一来 杨彻终于感觉到 腰包鼓了起来 可惜了那件中街防御法器火红盾牌 不然 这件中街法器 至少也要卖个数十块夏品零食 卖了这些法器和服录后 有那么一刻 杨彻忽觉几倍隐隐发浪 仔细回忆那阴柔青年柳元 与短发青年冷飞云当时的对话 他心中暗道 原来最快赚零食之法 是杀人夺宝啊 杨彻暗暗决定 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修士 不管他表现得如何友善 如何大意 也任凭他如何巧舌如簧 自己都必将时刻留心警惕 防止被杀夺宝 排排储物袋中零食 杨彻走路都不自觉挺起了胸膛 然而 当他开始打听那两种古方上 尤其是霸丹丹方上 能用以代替的几种主药材价格后 立刻又变得无比郁闷起来 这几种代替的主药材 炼制出的药效还尚未可知 但价格全都在百块夏品零食之上 他立刻又去了另外方时 最终无奈得知 这些主药材确实都比较昂贵 且不说他舍不得花 这些零食就是全部花光 也顶多只能勉强凑够一份 炼制尾巴丹所需药材 炼制过程中 还有极大可能失败 这时他不由想起当初得到领土 有着许多灵药灵草的那处神秘之地 不过这处神秘之地 后来被乌龙谷接管 并取名悬报药源 不用想 就知道是那文星瑶 禀报宗门后的结果 杨彻一边思索着 要不要再去悬报药源碰碰运气 一边回到了龙溪山 耐心又等了半个月 他才悄悄去悬赏店交任务 当然 如果被其他同盟完成 那就只能再继续接其他任务了 又是你 老太龙中的炼气巅峰老者 马上就认出了杨彻 莫师兄 这次还是去找双月仙子前辈 领取奖励物品吗 杨彻拱手问道 他已知晓 眼前这老者叫莫定 曾服用过两次注击单 可惜依旧未能注击成功 心灰意冷之下 便长期指手在这悬赏店 这次双月仙子不会再出现了 他外出办事 一直没有回来 莫定说着 收了杨彻递过来的黑色羽毛 又从石台子暗格中 取出了一个金属圆盘 递了过来 这事 杨彻一看 此物有些眼熟 伸手接过 脑海中立刻想起当初 用来打开悬报要员石门的那金属圆盘 原来那金属圆盘 就是一个阵盘 这就是小逆乱四项阵阵盘 莫定眼中有着羡慕之色 这可是好东西啊 你小子真不赖 双月仙子发布的悬赏任务 那可都是有难度的 先有炼气七弟子能完成 莫定捋了捋胡须 又将此阵盘使用方法 告知了杨彻 之后便又回到石台子后面 眯起眼睛 神游无外了 杨彻激动地带着阵盘 迂回曲绕 带到天黑 才悄悄回到自己新洞府 龙溪山通幽洞 一入洞府 他就迫不及待 将法力注入阵盘 按照莫定师兄所说之法 一一转动阵盘上的小齿轮 顿时四道颜色各异的光芒冲出 很快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保护光照 将整个洞府都给保护在旗内 杨彻继续按一定规律 转动着小齿轮 随后惊喜发现 那长王果真被隐藏了起来 丝毫感觉不到在那里了 随后 他将阵盘也藏匿在了 小逆乱四项阵中 按莫定师兄所说 在阵盘里填充足够的灵石 此阵就能一直如此维持下去 杨彻找到阵盘 先置入十几块下品灵石 很快 此阵盘也在光照之中消失无影 阵法一到 当真是神奇玄妙 杨彻则则称赞 如此一来 杨彻对通幽洞的安全和隐蔽 彻底放下心来 毕竟龙溪山中 全都是炼器七弟子洞府 这些弟子即使路过此地 也不可能发现 此地会有一个洞府存在 安下心来的杨彻 自然又开始发愁 修为精进一事 宗门方式中 那些丹药价格可不低 还不如炼制尾巴丹 杨彻来到内洞府 检查了灵土 及酒叶墨洋果和其他药草 脑中忽然灵光一闪 他想到了 要是能找到那些 炼制尾巴丹 所需灵药的幼苗或种子 栽种在灵土上 再想办法 弄到灵肥失洒于灵土催生 不就能得到足够药材了吗 一直以来 他注意力都太过 放在酒叶墨洋果身上 忽略了要让这块灵土 发挥最大作用 一丈长宽的灵土 虽小了点 但精心培植 还是能种出不少灵草的 杨彻一直紧皱的眉头 终于舒展开来 趁着有个好心情 他弄了点东西吃了 随后修炼一夜 一日 杨彻赶到百姬堂 得知想要进入玄报药园 得先申请 唯有申请通过 才有资格进入药园 而且进入药园后 必须采摘成熟的灵药灵草 最后还要上交七成给宗门 在进一步打听后 他不由郁闷了半天 这申请的弟子实在太多 都排到猴年马月了 而且进入玄报药园 等于白白浪费一天 若哪个弟子敢私藏 或者私自吞吃灵药灵草 在出药园时 一旦被检测出来 将受到严惩 其中一条惩罚 所作杂物翻倍 但对应宗门贡献值减半 且永久取消此弟子 在进玄报药园的资格 出了百姬堂 杨彻心情也凉了不少 无奈的他 正准备回通幽洞 脑中忽有一道亮光划过 想到了一个人 若此人肯相帮 或许不用排队和申请 就能进入玄报药园 就在这时 他忽感眼前又是猛然一黑 没心处再次传来剧烈刺痛感 第43章 文心尧师说 这一次 杨彻意识到了不正常 他忽然想起 当初在乌门大门外 那太炎四名普老僧之言 顿绝几倍发寒 难道那魔道老玉的诅咒 真起作用了 算算时间 还真差不多要到一年时间了 心里不由有些忐忑起来 还好还有时间 思索一番 他决定马上找到文心尧 争取能迅速进入玄报药园 采摘灵药幼苗 忧心忡忡 重新回到百计堂内 向那山羊胡老者打听道 秦师叔 弟子想问一问 您老可知文心尧师姐所居何处 那山羊胡老者一听 不由奇怪地盯着杨彻 直盯着杨彻 心里有些发毛 文师妹早在两年前 就已助击成功 你不知道吗 杨彻文言顿时心里一惊 已经助击成功了 这让他既生羡慕 又生无奈 文心尧助击成功 从师姐变成了师叔 这让他原本欲求助文心尧 尽快进入玄报药园之事 忽然没了多大信心 这时山羊胡老者又道 你不知 自然不怪罪于你 你闻师叔于宗门有功 所以诸击成功后 如今负责看守玄报药园 你想找他 去玄报药园即可 杨彻文言心中一动 拱手谢过后 立刻就去中心大殿办了 外出手续 急速飞往玄报药园 几日后 他赶到了那壮观的巨大飞扑前 穿过瀑布 这后面的山壁 原本仅容纳一人通过的细小裂缝 如今已被扩大 被改造成了一个 可容纳数人并排进出的通道 刚进入通道 就看到尽头处 有数名练器70层以上的弟子把守 此时 刚好有同门弟子拿着令牌 通过了这些把守弟子的检查 走向了那石门处 他知道 那令牌就是通过申请后 宗门发放的准入令牌 略意沉吟 他走了过去 其中一名练器10层的中年弟子 立刻将他拦住 师弟 准入令牌 请出示一下 杨彻拿有什么准入令牌 善善一笑 拱手道 这位师兄 我找文兴尧师叔 还请通禀一声 这中年弟子 文言不由眉头一皱 怎么 拿不到准入令牌 想求文师叔 进入玄报要员 杨彻诧异 难道自己脸上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赶紧走赶紧走 真是的 都到现在了 居然还想着浑水摸鱼 中年模样弟子 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示意杨彻赶紧离开 这位师兄 在下杨彻 真认识文师叔 还请通禀一声 杨彻自然不会如此轻易放弃 嘿 我说 你还来劲了是不是 那中年弟子 见杨彻不肯走 立刻向附近其他几名把守弟子 挥了挥手道 刘师兄 蒋师兄 还请快过来 这里又来一个捣乱的 还赶不走 这中年弟子一喊 两名练弃十一层的高大青年 走了过来 赫师殿 怎么回事 其中一名眼角长着黑质的青年 叫蒋南 皱着眉头问道 蒋师兄 是这样 中年弟子贺运 立刻将事情说了一遍 黑智青年蒋南一听 冷声道 杨彻师弟是吧 没有准入 令氏无法进入玄报要员的 而且 你一个练弃九层弟子 怎么可能认识文师叔 文师叔早有交代 凡是没有准入令的 无论什么理由都不得入内 杨师弟 最后一次警告你 赶紧离开 否则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杨彻文言略有些着急道 几位师兄 我真认识文师叔 你们通禀一声 就说杨彻来找 是真是假 马上不就知道了 听他如此一说 那黑智青年蒋南 不由江姓江仪起来 之前像这样的事 发生过不少次 刚开始 他们也都通禀了 谁知这些人 见到文师叔后 马上就开始贿赂 惹得文师叔大怒 还将他们责罚了一通 后来再遇到这样的事 他们就不敢随意禀报了 而那些弟子灰溜溜离开 之后也确实 没见有什么事情发生 见蒋南有些犹豫 另一名炼器 十一层弟子流利 迅速说道 蒋师兄 我可不想再受罚了 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先赶走再说 就算他说的是真 但他没有准路令 我们赶他走也是职责所在 说着 直接取出一把 明晃晃的开山伏法器 朝杨彻劈出一道 银灰色斧芒 当然 只是为驱赶而已 流利控制了力度 杨彻闪身避开 取出了一张 初级中阶防御灵符 同时口中低念几声符咒 催动了灵符 在身上形成一道 乳白色防御护照 这时蒋南也不再犹豫 取出了一把翠绿长笛吹动 阴符飘出 朝杨彻席卷而来 先前那中年模样 炼器实层的贺运 也取出长剑 攻击而来 杨彻并不与他们硬碰 身上有了防御护照后 又用真王法阵挡在身前 接着将108枚飞火针 凝成尖锥 直直轰向药园石门 汪一声光芒大放 飞火尖锥 以极快的速度 击撞在石门上 发出闷尘嗡鸣 这是他刻意为之 亦在被围攻之前 希望文星瑶 可以感应到这里的动静 从而现身 毕竟他一个人 不可能打得过 十几名守卫的联手 响声缓缓消失 文星瑶并没有出现 无奈叹息一声 杨彻准备退出此地 就在这时 一道女子声音响起 都住手吧 无比悦耳的声音 落入杨彻耳中 此时无异于天类之音 众人停手 见石门不知何时缓缓打开 开口道 星瑶师姐 那些把守弟子一见 顿时各个露出惊讶之色 蒋南 琉璃 贺运三人 更是神色未知一变 没想到这杨彻 与之前那些弟子不同 他居然真的认识文星瑶师叔 文星瑶看着杨彻 微微皱眉 不过 最终还是没计较杨彻的称呼 淡淡说道 随我来吧 说着 转身又朝石门中走去 杨彻立刻紧随其后 也走了进去 只留下那些把守的弟子们 各个目瞪口呆 脸上充满了羡慕 甚至隐隐的嫉妒 星瑶师 师叔 深寝入药园的弟子实在太多 而我有急事在身 实在等不了 所以就想到了你 若有思虑不周之处 还请师叔勿怪 文星瑶脸上 一直都是平静之色 他看着眼前 这曾经与他并肩作战过的青年 发现他修为 已提升至炼气九层 还算不错的修炼速度 当年他若是和自己一起回宗门 那么发现 这药园的功劳 至少也会有一小半 记在他头上 鉴于此 他略意沉吟 开口道 既是你来采药 那便给你两日时间 其他需依旧遵照宗门规矩 杨彻看到文星瑶说完后 便走向不远处 一座精致阁楼 想来是他在此地的居所 多谢 杨彻拱手谢道 文星瑶愿意帮这个忙 对他来说 无疑非常重要 想到那魔道老狱的诡异诅咒 他知道时间非常紧迫 于是赶紧轻车熟路 直奔药园深处 第44章 灵眼数苗 精致阁楼内 文星瑶静静地立于窗侧 看着杨彻背影 消失在药园深处 美眸之中 略过一丝复杂之色 他游记得那次 从此地回到宗门后 他便暗中调查 果真发现 宗门内不少修为 低于炼器六层的弟子 都被一对蒙着脸的男女修士 抢夺过 虽然这些弟子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是王月师妹和陈师弟所为 但种种迹象都已表明 王月师妹和陈师弟 应是确实做下过 这些令人不耻之事 所以 方才他特意破理 让杨彻多采一日灵草 也算是对他的一些补偿吧 杨彻一路急行 植入药园最深处 这一路走来 他也发现 由于宗门言归 此地成熟药草越来越少 但幼苗却保护得很完整 几乎没有遭到丝毫破坏 上一次 他在此地采的大量成熟药草 但却基本没有采挖什么幼苗 而这一次 他已打定主意 要多采挖一些 用得上的灵草幼苗 至于成熟药草 则顺其自然 杨彻本也没抱多大希望 可以采摘到需要的 那些成熟的灵药灵草 毕竟上一次 他几乎已经采了一遍 且加上这几年 不断有宗门中人进来采摘 稀有珍贵的成熟灵药灵草 已根本所剩无几 怕是再过两年 宗门应该就会下令 封锁此药园 等幼苗成熟了 且又有宗门规矩 采得的成熟灵药 灵草药上交七成给宗门 这更让杨彻兴趣寥寥 一日后 杨彻收获颇丰 心里也早已乐开了花 没想到 竟有如此多他 能用得上的幼苗 这倒大大 出乎他的意料 杨彻深知这一次之后 他是很难再有 进入此地的机会 于是直接开启了 掠夺式的采挖幼苗 不知不觉 他已经来到 这药园最深一处 颇为古怪之地 上一次 由于大战那夺射魔人后 文星瑶只给了他一天时间 所以他也没来得及 好好探探此地 而这一次 可不会再错过如此良机了 面前是一处 被白雾遮挡的地坑 地坑裂开一道 深不见底的缝隙 顺着此缝隙往下 有不少粗大老藤 与荆棘缠在一起 很快就将这地坑入口 给挡住了 杨彻很快发现 这些老藤与荆棘 从的边上 有不少新生的绿根 很明显 是之前被人砍掉之后 又长出来的新根 看来之前宗门 已经有人专门 来此地查探过了 杨彻正犹豫着 还要不要下去时 忽然发现 神石似被什么阻挡了一下 想了想 杨彻在好奇心驱使之下 还是继续向下深入 很快来到像是坑底的地方 这里非常昏暗 但空气却异常清新 灵气也很是充盈 很快 杨彻便发现 这里有被人挖过的痕迹 几乎地底的每一寸泥石 都被挖过 看来 即使这里有什么奇珍异宝 也早被人挖走了 杨彻神石仔细扫了一圈 发现刚才那种被阻挡的感觉 竟再也没有出现过 可刚才他的神石 明明被阻挡了一瞬 他能确定 并不是自己的错觉 盘膝坐下 杨彻全神贯注 神石一点点 再次仔细将这坑底的 每一寸泥石都扫过 来回近百变后 忽然 那种被阻挡的感觉再次出现 杨彻猛然睁开眼睛 看向其中一处 毫不起眼的石壁 他起身 立刻控制72枚飞火针 组成一把尖锥 狠狠朝此石壁刺去 尖锥像是刺在了什么硬桥之上 无法寸进 杨彻眼神一宁 再增加36枚飞火针 那石壁吃一声 尖锥终于刺进去了一些 还不够 杨彻索性直接增加至158枚飞火针 并取出一块中品零食在手 疯狂输出法力 尖锥如同一把独龙钻 炫着夺目之盲 扑一声便狠狠刺入 终于将石壁刺穿 如风拂面 杨彻觉得 这些黑暗凉意 吹在脸上十分舒适 莫名有一种清静之感 本有些迟出的脚步不再犹豫 直接半蹲着 从窟窿口钻了进去 入眼 是一方极其狭小的石洞 石洞略微凹陷的中央 一颗通体乌黑的小树苗 孤零零地生长着 似从地时缝隙中顽强钻出 透着一股不屈的傲然之意 杨彻脑中轰得一声鸣响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心脏咚咚狂跳着 激动而又难以控制兴奋的喜悦 上前仔细观察了十几遍 杨彻最终断定 这就是一颗灵眼之树的幼苗 除了颜色与炼丹炸剂 上所说不太一样外 其他细致末节 完全与灵眼之树幼苗的介绍一模一样 杨彻当机立断 立刻将其连带根部的巨大石块挖出 迅速装入储物袋 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但短时间内在储物袋中 还是没问题的 随后他扫到 收进了储物袋 接着将这狭小石洞掩埋 迅速离开了这里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他施展御风诀 向石门出口处狂奔 到了石门出口处 杨彻也已调整好了心绪 面上不动声色 四处看了看 没有发现闻心鸟 便干脆直接出了石门 是杨师弟 杨师弟出来了 见杨彻出来 这次一众把手弟子 像完全换了一副模样 个个热情地朝杨彻打着招呼 杨彻自然一刻也不愿在此地多待 是已赶紧说道 诸位师兄 再不交便是成熟灵草的灵兽过来 我可直接走了 他本是一句催促的细血之言 谁知那长着黑质的蒋南师兄 居然爽快笑道 杨师弟自觉上交就是 哪还用得着灵兽过来检查 说着还故意朝杨彻使了个眼色 意思不言自明 杨彻原本就打算 这些人如果要搜身 就再次抬出闻心窑 不过现在看来 这些人因闻心窑之故 已经在刻意与他交好了 当下取出二十多株成熟灵药 交给蒋南后 抱拳道 诸位师兄这番心意 师弟记下了 我还有急事 咱们改日再续 告辞 杨师弟 告辞 杨师弟 没事可要多来看看 有了杨彻那句心领神会之言 众把手弟子心下 自然也是高兴的 杨彻离开悬报药园 没有丝毫停顿 一路急迟飞回龙溪山 而后迂回驱绕 悄悄回到了通幽洞 直到进入有阵法遮掩和防护的洞府 这才总算微松一口气 第一时间取出灵眼之树幼苗 将其栽种在了灵土内 然后又取出那装有暗灰色液体的玉瓶 毫不犹豫将液体倒在了灵土上 这是罕见的灵液 且是他从未见过的颜色 灵液倒入灵土后 灵土发生了细微变化 隐隐似乎有进阶的征兆 看着眼前的灵土灵药 还有灵眼之树幼苗 心脏忽悠砰砰直跳起来 他有些患得患失 怕这洞府不够安全 万一被铸鸡七以上修时发现 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保住这些无比珍贵之物啊 怀着忧虑之心 杨彻将许多幼苗栽在了灵土里 直到灵土种不下了 他又移了许多普通泥土进来 因一将这些幼苗全部种好 歇息两日后 他离开了乌龙谷 直奔太炎寺而去 尽管他仍旧担心着通幽洞里的这些奇物 但自己身上那恶毒诅咒的解除 也已迫在眉睫 第45章 匪夷所思 太炎寺身为江国五大修仙宗门之一 属于福道修仙流派 福道流修仙 也是自上古时代传下来的神秘流派之一 此流派中人 除了同样需要天地灵气增进修为外 还修有神秘佛法和真言之术 尤其太炎寺 更是传闻由上古流传下来的 一道完整古佛真言 凭此真言 太炎寺因已有超越清剑宗 成为新的江国第一修仙宗门之史 近年来 一向处于半影视的太炎寺 平凡派寺中弟子行走时间 普渡佛法 升微渐龙 太炎寺坐落在江国西南边境的太吾山脉 太吾山脉绵延数千里 一半属于江国 一半则属于与江国接壤的小诸国 而乌龙谷则本位于江国的极西之地墨州边陲 所以就五大修仙宗门而言 太炎寺算得上是乌龙谷的净灵了 杨彻踩着怀夜飞行法器 一路披星待月 于半个多月后赶到了太吾山脉 经过一番仔细寻找 此刻 他站在太炎寺所在的太炎风山脚 脸上露出疲惫之色 入寺的上山石坚那里 盘坐着一个年轻小沙谷 施主请留步 擅闯者可是会触发我四呼四大阵 谈指尖 你性命就不保了 小沙谷双手合十 一双乌黑眼珠子咕噜噜转着 口气里透着少年老成 杨彻拱手道 我自乌龙谷而来 有市面求明普大师 还请通禀一声 找明普师说 你确定 小沙谷瞪大眼睛 有些吃惊 杨彻自然不知 这小沙谷为何反应会这么大 不由差一道 是找明普大师 有什么不对吗 明普师叔半年前就原济了呀 小沙谷说着 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什么经文之类 一脸的悲痛之色 杨彻文言也是心中一惊 原济就代表死了 明普老僧助记其修为 又有佛法加持 不太可能轻易原济 当初明普老僧给杨彻印象很好 所以乍然听到明普老僧死去的消息 吃惊之余也是有些难过 定了定心神 他又问道 当初明普大师应该带了两个女子回寺 其中一名凡人女子叫乌清玄的 请问她是否还在寺中呢 杨彻化刚落音 那小沙谷神色竟突然大变 她自地上一跃而起 手掌中出现一张符露 低念几声 那符露便化为幽光闪烁消失 随后这小沙谷十分谨慎地低沉问道 你真的是乌龙谷弟子 杨彻眼皮微微一跳 心中有一丝不安涌动 隐隐觉得有一种不妙之感 他取出了宗门弟子令牌 在小沙谷面前晃了晃 就在这时 那时节之上忽然一阵白光涌动 随后两道人影凭空出现 是两个身穿灰衣 修为筑基期的中年僧人 其中一个身材魁梧 而大鼻阔 脖子里挂着一串青色佛珠 另外一人则中等身材 面向温和 手里撵着一小串紫红色弹珠 神色凝重 这两人出现之后 立刻就分散开来 将杨彻的去路阻断 二位大师 这是何意 杨彻心中诧异 实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何事 那熟年紫红弹珠的中年僧人 淡淡开口问道 你是吴清玄的什么人 杨彻微微一惊 敏锐嗅到了一丝 极其不寻常的威胁 二位大师 我此来并不是找吴清玄 而是本来要找明普大师 有事相求 我们与他约好 一年内来太阎寺 他帮我解决一个 很是棘手的诅咒 可刚才方知 明普大师竟以原济 杨彻说着 眼中浮现出难过之色 这时 那两个中年僧人 却一前一后 用筑机修饰的压迫感 笼罩了杨彻 防止杨彻有溜走的可能 施主 明普师兄之死 我们也一直未有定论 你及此前见过明普师兄 那等我们走一趟吧 说着 向那魁梧高大的僧人 使了一个眼色 随后二人一前一后 将杨彻困住 带入了寺中 杨彻自知修为实力的巨大差距 所以非常识趣的 没有任何反抗 被带入一间无人房间后 两名中年僧人便离开了 杨彻打出法力试了一下 发现这房间 有阵法静置疯困 以他的修为无法破解 如此一来 他无法走出此房间 到了晚上 房门才被打开 一名高大魁梧的中年僧人 走了进来 是白天 那一直没有说话的 耳大鼻阔 脖子里还挂着一串 青色佛珠的僧人 你叫杨彻 乌龙谷弟子是吗 魁梧中年僧人的嗓门较粗 说话声音听着异常沉闷 杨彻神色平静道 正是 杨施主 不必害怕 我只是例行询问 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大师到底想要问些什么呢 杨施主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明普师兄死得非常蹊跷 虽然暂定凶手 是他带回寺中的 那凡人女子吴清玄 可一介凡人女子 即使有着极为罕见的 极音肢体 但没有任何修为的 一个弱女子 如何能杀得了 明普师兄呢 闻言 杨彻心中 也是大为意外和惊讶 明普大师的死 凶手竟然暂定为吴清玄 这也太不合常理了 思索片刻 杨彻面露疑惑之色道 那不知大师将我困在这里是 杨施主 你曾见过我明普师兄 又认识吴清玄对不对 高大僧人 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不错 我见过明普大师 也的确认识吴清玄 你们该不会 怀疑我一个炼气九层之人吧 杨彻有些反讽地苦笑道 杨施主误会了 并非怀疑你 只是我明普师兄 死得太过蹊跷 那吴清玄明明是一介凡人 没有任何修为 但明普师兄却死在他手中 所以杨施主 在明普师兄真正死意 没查出来之前 还要委屈你 一直待在我太炎寺 协助我们调查一二了 杨彻不由微微一致 那高大僧人说完 便离开了 杨彻百思不得其解 吴清玄怎么可能杀得了明普大师 又有什么动机 去杀明普大师呢 这不止蹊跷 更是匪夷所思 可这一切 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就在这时 他眼前猛然一黑 同时没心处 传来一阵剧烈刺痛 待刺痛消失 杨彻无奈叹了一口气 刺痛加剧 看来自己确实中了 那天鬼宗老狱的诅咒 不过此刻 他仍旧无计可施 既然走不了 那就干脆摒弃杂念 取出低阶灵石 开始冲击炼器七十层 数日后 房门再次被打开 一名慈眉善目的老僧 徐徐走了进来 第四十六章 扑朔迷离 杨彻停止修炼 平静地看着老僧没有说话 老僧走至杨彻面前 温和道 杨施主 可否告诉老僧 你来我太严寺 究竟所为何事 杨彻指了指自己的眉心 慈眉善目的老僧 仔细盯着杨彻的眉心 看了许久 这才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你是来找明普 帮你解除这印堂黑文 杨彻点了点头 老僧不由微微摇了摇头 道 明普怕是还没这个能耐 杨彻闻言 这才开口道 前辈所言不差 明普大师也曾言 他虽能看出我这印堂黑文 但并不能帮我解除 不过却说 贵司有高人 可以帮我解除这黑文 所以我才和明普大师约好 一年内来贵司叨扰 原来如此 老僧点头 随后慈眉善目的老僧 接着又说道 杨施主 你这印堂黑文一般人 确实连看都无法看出 更莫说想要解除了 依老僧所观 你因是中了某种歹毒诅咒 想要解除这种诅咒 可并不容易 前辈可有办法 杨施面上表情平静 心底却是抱以莫大希望 老僧忽然笑了 片刻后 他十分肯定地说道 有 杨施文言 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喜色 他恭敬施礼道 前辈可否出手相助 老僧文言脸色一正 神色凝重道 杨施主 想要解除这种诅咒 可是需要付出莫大代价的 我似虽广修佛法 普度众生 但那也是分情况量力而行的 不可能为你一个素无交情之人 白白付出这莫大代价 前辈所言有理 自是不能白白让贵寺相帮 那依前辈所言 要如何才能让贵寺出手相助呢 杨施非常明白 这老僧俱俱在理 人家不可能平白无故 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宗弟子 老僧道 有两个办法 第一 杨施主若愿意脱离原有宗门 加若太炎寺 并潜心修佛 我寺自然会出手解救自家弟子 那第二个办法呢 杨施眼皮微微一跳 这第二个办法 也并不难 听说杨施主和那凡人女子 吴清玄相识 只要杨施主能让吴清玄 开口道出真相 让我们知晓 明朴的真正死因 那么我寺自然也会出手 帮你解除这诅咒黑文 杨施正住 这绕了半天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他 宁目深思之后 杨施道 前辈 我很疑惑 你们怎么确定 就是吴清玄杀死的明朴大师呢 老僧道 是明朴死时留下的真言术 不过这真言术 除了说杀他的事 吴清玄外再无任何信息 杨施又问道 那吴清玄又是如何说辞 吴清玄自明朴死后 一个字都不曾吐露 即使我们考虑到他 只是一介凡人 用了一点皮肉之心 他依旧不肯吐露半字 这就奇怪了 他只是一介凡人而已 贵司身为 江国五大修仙宗门之一 竟无法使得一个凡人女子开口 这说出去 怕是没人会信吧 杨施主 他可不是普通凡人女子 他虽无仙根 但却拥有基因之体 从某种程度上说 特殊体制之人 受天地法则青睐 甚至有些特殊体制 直接受天地法则庇护 一旦踏上仙徒 都能走得很远 而我太炎寺 身为修仙正派 也不可能轻易对一个凡人 使用搜魂之术 杨施陷入沉默 两久之后 他说道 行 那我去找吴清玄试试 太炎峰是一座无比巨大的山峰 被改造后 足有数百亩高低错落的平坦之地 太炎寺的核心殿宇 便建造在这些平地之上 与太炎峰相邻的背影之地 则有一座小峰 名朝阴峰 杨施从太炎峰 被带到了朝阴峰 这里是太炎寺 关押穷凶极恶之徒的地方 杨施在一间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终于再次见到了吴清玄 在杨施想来 吴清玄随明普大师入太炎寺后 就应该已经放下先徒执念 可万万没想到 他竟成了杀死明普大师的凶手 这听起来十分荒诞 所以杨施至今仍是不相信的 此刻的吴清玄 盘坐于一个四四方方 偶尔光芒闪烁的牢笼之中 这光芒牢笼 其上有神秘字符浮现 偶尔闪烁的光芒 正是这些字符本身所发出 杨施发现神石无法穿透 所以也看不太清 此刻吴清玄的面容 杨施 当吴清玄看到光牢外站着的杨施 十分意外和惊讶 可随后他眼眸里 就迅速涌上浓浓的忧色 并急促说道 杨施赶紧离开这 这太炎寺非常古怪 你千万不要相信这里的任何人 杨施眼里闪过一丝惊疑 他原本以为吴清玄 或许又被什么控制了 从而没了自主意识 可此刻吴清玄的反应 完全就是一个 十分清醒的正常人 吴姑娘 明普大师的死和你有关 是真的吗 杨施问道 吴清玄脸色变了一下 不过略意沉默后 还是郑重说道 明普大师的死 和我有些关系 但并不是我杀的 我一介凡人 怎么可能杀得了一个 修为高深的大佛修 但他们说 明普大师死时使用了真言术 而真言术所指 杀他的人就是你 杨施努力捕捉 吴清玄的表情 奈何神势无法传透 始终无法看清他的脸 杨施 别人不信我 你也不相信我吗 我是什么人 你多少也了解 明普大师可是 驻基后期的出佛者 我区区一个江湖凡人 如何能杀得了他 吴清玄说着 留下两行青泪 杨施思索一会儿后 说道 吴姑娘 我相信你不是凶手 那你可以说说 明普大师死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吴清玄顿了一下 悠悠说道 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确实也不清楚 自从跟随明普大师 来到这太炎寺后 每日某时 我都会前往明普殿 听他讲经 他死那日 我照例去了明普殿 却不知怎么 竟在听经半途睡着了 等我再次醒来 就发现明普大师已经死了 杨施仔细推敲 吴清玄所说的每一个字 半晌后 忽然问道 那日 明普殿中 只有你和明普大师两人 没有别人了吗 有 还有明普大师 带回来的妙粹姑娘 杨施听到这里 也想起来 当时在乌门大门外 明普大师 确实带着一个 看上去无精打采的妙灵女子 那这妙粹呢 杨施问道 吴清玄道 我不知道 我醒来后 她就不见了 杨施顿时说道 那如此说来 这妙粹也有嫌疑啊 的确如此 可太炎寺的人却说 真言术 绝不可能出错 所以 认定我就是杀死 明普大师的人 吴清玄低声叹了一口气 杨施忽然意识到 这叫妙粹的人是关键 于是带着些安慰 对吴清玄道 吴姑娘 你且放宽心 我让太炎寺的人 去寻一下这妙粹姑娘 或许就能真相大白 杨施出了这暗无天日的牢笼 立刻发现那慈眉善目的老僧 特意在等着他 第47章 妙粹 此刻杨施 心情有些沉重 仔细回忆 斟酌吴清玄所说的每一个字 她的心情更加沉重 杨施主 怎么样 老僧抬眼问道 杨施面无表情 有些低沉道 前辈 吴清玄说 当时有一个叫妙粹的人也在场 前辈可知这妙粹人在何处 老僧叹了口气道 此女以风 一整天都是胡话连篇 不过 此女已有炼气巅峰修为 以修为而论 她同样没有可能杀死名谱 前辈 能带我去见见这妙粹吗 杨施强行压下心头的一丝不安 莫名感觉有些许迷茫 老僧略意思量 带杨施来到了一座十分偏僻的翠风 此风有一片青竹林 郁郁葱葱 满眼皆是盎然生机 竹林内有一座竹屋 杨施跟着老僧到此后 就见竹屋门大开 一女子身着素衣 跪坐在一个蒲团之上 手中不停撵动着一串佛珠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 不知所云 杨施认出 此女就是当初名谱大师身边那位妙邻女子 妙粹 见有人来 妙粹忽然睁开眼睛 并尖叫一声 吓得往后一坐 将蒲团紧紧抱在怀里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口中连连说道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杨施心下疑惑 有什么可怕之事 能让一个练器巅峰修士 惊吓成这般 妙粹道友 还认得我吗 杨施走上前轻声问道 别过来 别过来 我不过是失手捅死了他而已 你们为何变成了鬼 还是不肯放过我啊 你们这些厉鬼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妙粹像是看到了什么无比惊恐之事 一直缩到逐屋角落 杨施走到他面前 眼中原本有些迷茫的神色 瞬间转为坚定 他蹲下来 一把抓住妙粹胳膊 修炼天地混沌绝后 在肌肉筋骨间产生的那种神秘力量 瞬间涌入妙粹体内 妙粹瑟瑟瑟发抖 紧紧抱着蒲团 面无血色 两久后 杨施放开了他 转而看向老僧 说道 前辈 再带我去明普店看看吧 或许就快有答案了 杨施眼中的坚定之色越来越浓 渐渐地不再有一丝迷茫 慈眉善目的老僧一听 也是面线喜色 毫不犹豫 带杨施又来到了明普大师讲经的明普店 走入店内 一丝极其微弱 若有若无的黑暗阴气 四游荡在大店之内 杨施走到明普大师经常讲经之处 闭上眼睛 开始仔细感应 这一次 他感应的时间有些漫长 那慈眉善目的老僧倒也沉得住气 一直没有打扰杨施 尽管他修为刀出杨施很多 但也察觉到了杨施有些与众不同 许久之后 杨施睁开了眼睛 他看向老僧忽然问道 前辈 有没有一种可能 凡人被魔道之人附身 却无法被发现 老僧目光一凝 摇了摇头道 绝无可能 威意停顿 他继续道 若修士被夺赦 我等修为之辈 尚有看走眼之时 毕竟修仙界无奇不有 没人敢说见过所有的功法 但若凡人被附身 那绝无所遁形 一眼就能看穿 杨施苦笑道 前辈 这次恐怕你们真的看走眼了 老僧闻言 双目顿时闪过精芒 对杨施之言大为惊疑 杨施立刻将自己的猜测 告诉了老僧 并说道 前辈 将那牢笼在风地揭示一些吧 并务必多派贵司修为高身之人 一同前去 老僧又一惊 杨施主 此事非同小可 非老僧不信任你 你毕竟只有练习气修为 但居然能看出这样的端倪 杨施主 可否能再提升些把握 毕竟这超出了老僧认知 且事关重大 为真正确认前 老僧也不好 贸然打扰寺中那些正残缠的长老们 老僧双手合十 无比名重 杨施想了想 说道 那走吧 去朝阴峰再行最后的确认 但到时需打开困住乌清玄的那光牢 老僧面有难色 但最后还是点头道 没问题 我们现在就走 杨施跟随老僧再次来到朝阴峰 这次老僧也一同进入了暗无天日的牢笼 杨施 妙翠 找到了 乌清玄看到杨施返回 急切问道 杨施点了点头 这时那老僧已来到疯困乌清玄的光牢前 口中念念有词 光牢之上的字符随着老僧的言语 一个个开始飞离 很快 光芒不在 疯困乌清玄的牢笼也彻底消失 当乌清玄的脸清晰映入眼帘 有那么一刻 杨施犹豫了 不过也只是一瞬间 杨施便坚定走上前 忽然拉起了乌清玄的胳膊 乌清玄下意识想躲避 不过被杨施紧紧抓住后 他眼眸深处 也有一丝微不可查的欣喜划过 然而 当杨施身上一股神秘力量 突然涌入他体内之后 他的脸色瞬间一变 杨施的脸色也跟着变了 嘟嘟转转 到的最后 杀死明浦大师的人 居然真的是乌清玄 其实 从上次在乌门禁地黑乌坛救下乌清玄后 他就隐隐察觉到 乌清玄似乎不一样了 即使他将那天鬼宗老玉元神 从乌清玄体内逼出 看似乌清玄恢复了自主意识 但杨施依旧能察觉到他 有些不一样了 刚当他再次使用 天地混沌诀 修炼出来的神秘力量试探 已然可以确认 乌清玄不再是一个凡人 而是一个拥有特殊力量的强大修士 乌姑娘 既已能修行了 为何还要杀明浦大师呢 杨施有些痛心地问道 杨施 我小看了你 也错看了你 乌清玄说着 身上忽然爆发出惊人黑芒 一下子变得犹如被黑雾缭绕包裹的厉鬼 强大气息差点压迫的杨施 直接倒下 他很快就被黑雾裹挟 这时那老僧也已经出手 乌清玄怪笑一声 打出一团黑气 轰一声 竟与那慈眉善目的老僧平分秋色 老僧异常震惊 他堂堂结单欺佛修 竟没能看透乌清玄的伪装 如此强大一个魔宗修士 他竟然完全没看出丝毫端倪 而一个小小恋气气的杨施 又究竟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乌清玄用黑雾裹着杨施 冲出了这暗无天日的牢笼 飞到了朝阴风上空 老僧以真言传音 此刻太炎寺已有数位 结单欺佛修朝此处顿光而来 同时老僧也有些自责 不该小看杨施 非要等他来此最后确认 这还是境界不够啊 说到底杨施只是一个恋气气 他心里始终没有真正相信他 怕杨施故弄玄虚 乌清玄脸色铁青 他实在没想到 最后破坏自己修行计划的人 居然会是杨施 感应到 也有数道强大气息正在包围而来 乌清玄神色连连变换之后 带着杨施忽然朝太炎寺一处高塔 近地击飞而去 是太炎塔方向 快拦住他 不要让他入塔 老僧焦急的声音传出 同时身形即迟 向乌清玄紧追而来 第48章 我已不是我 对于乌清玄 拥有如此惊人的修为 杨施感到很不可思议 他同时也更加理解了 在乌龙谷藏书楼 其中一卷典籍上 所看到的 关于对正邪的阐述 在修仙界 无论是名门正派 还是邪魔歪道 追求的都是逆天行事 弱肉强食 所谓正派 不过是修行时 讲求功法的循序渐进 水到渠成 而魔道走的是偏锋 力求法力突飞猛进 一味追求功法威力强大 修炼过程随心所欲 无所不用其极 有投机取巧之嫌 由于魔道一味 求快求强 随着功法精进 会逐渐行为偏激 甚至迷失掉本性 从而变得极度嗜血残忍 此刻眼前的乌清玄 已然入魔 在杨彻想来 乌清玄定是付出了 难以想象的代价 才在短时间内 获得如此强大的修为 太阎塔近在眼前 无数粗大锁链 如同一条条球龙般 从四周岩石地底 伸展而出 将塔身牢牢捆覆 入塔之处 数名铸鸡僧人 其声送出神秘经文 金色字符 从他们身前飘出 向乌清玄和杨彻包裹而来 乌清玄冷哼一声 亲手一挥 滚滚魔物便汹涌卷出 直奔这些金色符文 金黑两色 在半空交相激荡 声势好大 这些铸鸡僧人 很快各个口吐鲜血 倒地不起 魔杖 修德成威 身后老僧终于追至 他抛出一杆缠 迎风宿掌 变得犹如晴天之柱 轰隆隆带着摄人雷音 向乌清玄狠狠砸来 乌清玄披头散发 口中发出奸笑 他周身魔物 净化为无数恶鬼骷髅 组成一片血云 直直撞向那晴天禅杖 轰一声 天地色变 禅杖被击落 那老僧倒退百丈 眼中浮现不可置信之色 不远处 庶民身上泛着金光的佛僧 已然感到 他们各个神色装目 口吐真言 犹如将士神佛 真言形成恐怖雷音佛文 在半空中 化为一口金色剧中 直照乌清玄和杨彻 乌清玄脸色微变 手臂极灰 魔物化作的无数恶鬼骷髅 狠狠撞向剧中 汪一声 惊中发出如雷巨响 震耳欲聋 乌清玄被终身所伤 喷出一口鲜血后 一拉杨彻 强行破开塔门 闯进了太岩塔 塔内 高温如赤 一入磁塔 杨彻顿绝 竟如炼丹火炉一般 炽热难耐 乌清玄愣了一下 不过感应到外面 越来越多的高僧一聚 所以只能继续前闯 磁塔很是怪异 没有向上之路 只能向下 二人很快来到塔底 越来越热 杨彻汗流加倍 越发感觉到 这高温的恐怖 他有一种十分荒诞怪异之感 总觉得乌清玄 好像是刻意带他逃至此处 塔底无比宽敞 正中有一座树丈高的青铜大顶 大顶通红 冒着白烟 明显滚烫无比 这时 乌清玄终于撤了黑雾 杨彻站稳后 发现他脸色惨白 嘴角有一丝腥红血迹 杨彻 你到底如何发现是我的 乌清玄疲惫面容之上 露出一丝苦笑 杨彻盯着乌清玄 内心涌上无比复杂心绪 执念真的如此可怕吗 会彻底改变一个人 你已不是你 杨彻淡淡说道 从黑雾谈你被那磨到老玉妇身后 即使我灭了他的残圣元神 我却隐约发现 你好像已经不再是你了 乌清玄文言 脸上露出一丝震惊 不过很快又化为苦涩 这时 杨彻继续说道 在朝阴风牢笼 你对我说了很多 不经意间 说了很多 连我都没听过的字眼 比如你说 明普大师是大佛修 是驻基后期的出佛者 尤其那句 你说太阎寺的人说 真言术 绝不可能出错 所以认定你就是杀死明普大师的人 乌清玄听到这里 脸色一变 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我后来特意悄悄问过那老僧 他说 根本没人跟你提过真言术 他可以确保这一点 即使我见到你后 提了真言术 但也没有说过真言术 绝不可能出错这样的话 乌清玄定定地看着杨彻 似是从未了解过他一般 对他又有了新的认识 后来我找到妙粹 我试探过他 可以确定他从未被附身过 从他的胡话当中可以推测 他当时应是见到了 厉鬼一般的可怕景象 而方才 你使用魔宫 净化为厉鬼模样 杨彻没再继续说下去 因为他发现 乌清玄的状态似乎很不好 乌清玄恢复了木然神色 冷笑道 不错 是我刻意用魔宫 迷失了妙粹心智 从而让他被我惊吓 你判断的基本不差 明普大师的确是我所杀 略微停顿片刻后 他接着说道 让你失望了吧 正如你所言 我已不是我 乌姑娘 我想不明白 你既然已能隐藏自己的魔宫 让别人看不出来 为何还要杀明普大师 而杀了明普大师 你却有没有杀妙粹 乌清玄嘴角露出一丝自嘲 淡淡道 杨彻 你说得很对 你知道吗 从被天鬼宗那老玉附身 我便与他有了共同记忆 我知道了太多太多 尤其是基因之体的秘密 刚开始我很害怕 可是对先徒的执念 让我战胜了这份恐惧 也是这份执念 让我彻底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乌清玄惨笑着继续说道 天鬼宗有秘术 可牺牲大量兽元 以基因之体为特殊仙根 从而直接吞噬别人元神 来获得强大的鬼道力量 但这样做我遭到了极大反噬 不仅受缘所剩无几 每隔一段时间 我还要杀一名修行者 吞噬其元神来维持 明普大师是好人 我从没想过杀他 但恰恰那日听经之时 我遭到了反噬 引起了明普大师怀疑 我没有选择 只能痛下杀手 而妙粹 他也是个可怜人 比我还要可怜的可怜人 我从小到大没有朋友 没有知己 而妙粹 他算我乌清玄 唯一一个知心的人 吴清玄说完 神色为民 眼中渐渐露出空洞之色 杨彻良久无言 吴姑娘 值得吗 数十年的寿命啊 仅换得如此短暂的修行之徒 你真觉得值吗 杨彻想起吴清玄遭遇 中毒毁容 赴死 遭背叛 被磨到老玉附身 颇感唏嘘 吴清玄忽然笑了 还笑得如此灿烂 一时间 杨彻甚至都忘记 他们如同身在火炉之中 身上的衣衫 早就湿透一遍又一遍 我觉得 值 吴清玄说出这句话后 整个人如是重负一般 从未笑得如此开心过 笑吧 他抓起杨彻手臂 走到那青铜大顶之下 忽然狠狠一跺脚 脚下轰隆一声 竟坍塌下去 随后其内 猛然窜出一团森白色烈焰 被吴清玄陡然一把抓住 第49章 九星雷焰 此烈焰似有灵性一般 疯狂跳动 其恐怖高温 令吴清玄显得极其痛苦 他拼命抓着 这团森白烈焰 几乎毫不保留自己的魔攻 欲将此团烈焰强行收服 杨彻同样感受到 肌肤传来阵阵灼痛 好在一直修炼天地混沌诀 浸泡吸收了大量药液 他的皮膜 肌肉 筋骨 都强韧到一定程度 早就堪比低阶防御法器 所以虽有些灼痛 但勉强可以承受 他仔细看着那团森白火焰 脑海中猛然浮现出 炼丹闸记中关于天地灵火的记载 这竟是一错天地灵火 杨彻眼睛微眯 看着吴清玄手中那团 桀骜不驯的烈焰 他迅速凝出水弹术 准备帮助吴清玄 杨彻 快张口 就在这时 吴清玄忽然娇和一声 两手攥着森白烈焰 直接朝杨彻面部按了过来 刹那之间 杨彻脑袋嗡的一声 立刻明白了吴清玄用意 没有丝毫迟疑 他立刻张口 将那团森白烈焰 顺势吸入口中 这烈焰其实还有些暴怒 想要疯狂焚烧 但一入杨彻口中 竟意外地渐渐安静下来 随后温顺地钻入杨彻丹田之中 九星雷焰 杨彻愣住 不过这是他根本顾不得 去研究这沉入丹田的天地灵火 而是迅速摆到吴清玄身边 此刻吴清玄已躺倒在地 神色极度为敏 杨彻将他扶起 让他半靠在怀中 急切道 吴姑娘 你怎么样 杨彻说完 心中猛然一揪 他发现 吴清玄的头发 不知何时 已变得如霜雪白 吴清玄生机 正在飞速流逝 怕是根本坚持不了多久了 杨彻急忙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个青涩玉瓶 倒出一颗养元丹 迅速喂入吴清玄口中 别白费力气了 吴清玄已经有些气弱油丝 似乎刚才想要强行收服 那处天地灵火 以耗光了他最后的力量 我寿元早就耗得差不多了 我也早就知道 选择魔道 功法我并不后悔 相反 我庆幸自己有极鹰之体 帮我圆了修行之梦 尽管这梦很短暂 但依旧让我很知足了 吴清玄的手 渐渐垂了下去 眼神也越来越暗淡 唯一觉得遗憾的是 杀了名谱大师 希望到了九幽地府 还有机会向他赔罪吧 杨彻闻言 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复杂 和一丝淡淡的酸涩滋味 他极力张嘴 想对吴清玄说些什么 却孽如半天 硬是挤不出一个字来 杨彻 也谢谢你 是你之前 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温暖 能死在你怀里 也算我知性了 吴清玄说着 手心一动 一枚青色欲剪 放在了杨彻手里 随后 他脸上笑意渐渐脸去 继而有晶莹泪花浮现 他泪流满面 但又似带着笑 伸出手想摸摸杨彻的脸 同时以几乎低不可闻的虚弱声音 带着淡淡的不甘道 请带上我一份夙愿 一定要走到 那先知尽头 吴清玄的手 最终还是没能触碰到杨彻的脸 一下子垂落 杨彻一把抓住他的手 随后放在了自己脸颊上 游游于温 但吴清玄已然闭上双目 香消玉云 一道长长的泪痕 在他那绝美的窍檐上 四滑过一道永恒 乌龙谷 龙溪山 通幽洞 杨彻回到自己洞府 已有数日 这些天 他情绪仍旧有些低落 此刻他坐在石凳上 回想起在太炎寺的惊险 不由自主 又握紧了拳头 最终他没能带走 吴清玄失身 太炎寺将吴清玄 葬在了寺内最山 好在那慈眉善目的老僧眼空 践行了诺言 以太炎寺无比珍贵的 大真言术将他体内 那天鬼宗的诅咒给解除了 至于太炎寺的人 追问九星雷燕 杨彻起初还有些忐忑 不过后来发现 四是没人能看出 九星雷燕在他丹田内潜伏 于是一口咬定说 他压根就没看到过什么火焰 最后 太炎寺的人在他身上和除物袋 也没发现灵火踪迹 寺内又有人出面证实 当初名仆老僧 确实答应过一名乌龙谷弟子 要帮他除去诅咒黑文 加上顾忌太炎寺 在修仙界声望 和与乌龙谷的关系 只好归结为 九星雷燕趁乱逃走 不了了之 最终没有为难他 杨彻起身 走到领土前 十之五栋 开始心情培育灵药灵草 这灵土中所种植的 除了九叶末阳果 和灵眼之树幼苗外 都是杨彻精心挑选 要炼制尾巴丹的主要材 很快 他的汗水一道道挥洒在灵土上 杨彻沉浸其中 渐渐地 对于培育药草的经验和心得 都不知不觉在提升 精心培植完药草 他坐回石凳上 磨出一块玉碱 贴在了额头 这块玉碱 正是那日乌清玄临死时 给他的太炎寺的人 虽查了一下他储物袋 不过并未动他储物袋中之物 一个炼器弟子的玉碱 也不会被认为有什么秘密 不过还是 惊了他一身冷汗 这玉碱中有说明 乌清玄为何去太炎寺 太炎寺的佛经 能让他减少反噬 同时 玉碱中有关于九星雷雁的 少许信息 除外 还有一些修罗国魔道四宗秘文 尤其是关于天鬼宗的最多 其中有一道 关乎整个江国五大修仙宗门的 重大秘密消息 杨彻重新收好玉碱 在内洞府来回踱步 脸上神色殷勤不定 这消息 是关于修罗国魔道四宗秘谋 想要入侵江国 小诸国等附近十几个国家的 修仙宗门之事 原本经此太炎寺之行 亲眼目睹乌清玄死在自己怀中 他的心境已经历一次重大洗礼 他早已按下决心 今后不再管任何外界之事 只低调专注于自己的修仙之徒 而如今乍然得知这个消息 让他一时犯了难 若贸然向上禀报 无疑是不明智的 因为若是有人问起这预解来源 他不管如何解释 都会惹上无尽麻烦 可如此重大消息 若不传递出去 身为江国一分子 也有些说不过去 反正魔道四宗 还要准备六七年 不如暂且不表 找机会再说吧 打定主意后 他决定安心就此闭关 全力冲刺练起七十层 就这样 杨彻在通幽动过起了 几乎隐居的修炼生活 一边陪着药草 一边努力修炼 修炼则分为两个时段 一个时段 仍然炼制药液浸泡吸收 修炼天地混沌绝 一个时段 则全力修炼紫园绝 数月之后 杨彻突破炼器七九层 进入到了炼器十层 此次突破用时并不算长 因为此前消耗掉了所有八真丹 还吃下了一颗墨羊骨 提升修为之后 杨彻忽然感觉到 一个以前从未感觉过的变化 他发现 自己对这天地间某些特定东西 感知得格外清晰 甚至有着莫名的清净质感 比如此刻盘踞在他丹田中的 九星雷雁和领土中的九叶末羊骨 杨彻很快明白过来 这多半是跟他的变异 先跟属性有关 此时他的神识和法力 也都有了十分明显的增长 只是当年传宫师兄司徒与所说 脱胎换骨的变化 他暂时好像还没感觉出来 这一日 杨彻悄悄出了洞府 来到偏远的荒山密林 取出了那柳园与冷飞云的储物袋 这么长时间过去 杨彻觉得 再打开二人储物袋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第五十章 惊弓之鸟 杨彻清晰记得 当时那柳园 可是为了图谋冷飞云的助击单 所以他实则早就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炼器修士 最为看重的助击单 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言四之行 他也想过打开这两个储物袋 但又怕出现什么意外 影响自己诅咒的解除 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 此刻 杨彻先打开了那冷飞云的储物袋 将其中的物品全倒了出来 眼睛顿时一亮 下品零食竟有两百多块 如此一来 杨彻拥有的下品零食 也有七百多块 收好零食 杨彻的目光 放在了一件飞剑法器之上 剑类法器是修士比较常用的法器 比如杨彻那把从宗门领取的 低阶法器穿云剑 但是真正的飞剑 如精品顶阶飞剑法器 却是极为难得一剑 而杨彻眼前这把 原主人冷飞云的飞剑法器 居然就是一剑顶阶法器 至于是不是精品 他无法判断 不过此飞剑身为顶阶法器 至少也是值个数百块下品零食的 杨彻依照操控飞火针的方法 尝试操控这飞剑 欣喜发现完全可行 只是飞剑法器所要耗损的神识和法力 远比飞火针要更大 杨彻兴趣盎然地练习着驱使飞剑 半个时辰后就已运用自如 同时他忽然想到 若是用飞剑法器来布置太旋影光阵 威力又会如何呢 看来以后得多多留意比较好的飞剑法器 凑够36柄 来试试太旋影光阵的威力有何不同 杨彻自语一番 将此飞剑收起 目光又放在几十张符录上 大多都是初级低阶和初级中阶符录 只有一张初级上阶 竟还是一张珍贵的防御类符录 不过这一次 杨彻运气没此前那般好了 五行咒绝残本上 没能找到这张符录对应的咒绝 杨彻如今临时也有了一些 决定一会儿就去两大方式 讨一本五行咒绝大拳 最后 杨彻火热的目光 停留在了一个黑色的紫檀锦盒上 打开锦盒 顿时一阵怪异的药箱扑边来 一颗蚕豆大小光滑银润 散发着特殊光泽的药丸 静静躺过其中 即使杨彻之前从未见过助鸡丹 他还是一眼便认定 这颗丹药必是助鸡丹无疑 发现一个一模一样的紫檀锦盒 于是激动地打开来看 里面果然又是一颗一模一样的丹药 杨彻赶紧将丹药收好 随后发现这柳源拥有的下品灵石 净足足有四百多块 不止如此 这家伙的储物带 竟还有一张终极初阶的攻击符录 这可是终极灵符啊 杨彻捧着这灵符 顿时有一种一夜暴富的感觉 不过五行咒绝残本上 仍然找不到此灵符的相应介绍 除了这张终极符录外 杨彻还找到数十张初级符录 然后还有一件顶阶法器 刘云笔和一件顶阶防御法器 归于明甲 不止如此 杨彻居然还意外发现 一根黑风鹰的本命黑鱼 显然 这柳云的身家 源源比冷飞云要富足得多 略一思索 他将这些物品 装入自己的储物袋 又将柳 冷二人的储物袋分开埋了 乔装改办一番 趁着昏暗天色 踩着怀夜飞行法器 阳云竹方将飞剑除外的法器 也都出售掉 这时听朝方忽然来了一位 气场十足的铸鸡妻女修 此女身穿乌红长袍 腰间系着一条惹眼欲戴 其面容隐隐有些苍白 看着没什么血色 他目中喷出的 那简直能杀死人的冰冷怒烟 令他们这些练气器修士 根本不敢直视 那女修此刻 正在一家俘虏店盘问着什么 引得不少修士驻足为官 杨彻注意到 那不正是他刚出售过 服录的其中一家店铺吗 他隐隐感到 心头有一丝莫名的不安 干脆悄悄离开厅朝方 直奔云竹方 仍旧是乔装遮脸 出入不同店铺 将刘云笔和闺名甲 也都给卖了 一共得到一千两百块零食 卖完这两件法器 刚走出店铺 他忽然又看到 那病痒痒的住基七女修 居然也来到了云竹方 杨彻心头猛然一跳 赶紧扯了扯脸上的面罩 悄悄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身后 那住基七女修 果然走进了 他刚刚出售法器的那家店铺 几乎是一种直觉 杨彻眼皮瞬间剧烈一跳 感觉后背像是 被什么盯上了一般 他根本不敢回头去看 发足狂奔 一头扎进密铃 脸气凝神 大气都不敢喘 一向无比谨慎的杨彻 立刻意识到 柳云和冷飞云的那些东西 有可能不对劲 这时他脑中忽然想起 当时击杀柳云时 柳云所说的那句 你敢杀我 知不知道 我师父是谁 这两人的灵符 看来是不能再拿出来用了 看此女的行迹 极有可能与那柳云有关 我还是谨慎为妙 杨彻在山林间藏了许久 直到入夜 才悄悄前回龙溪山 刚一踏进龙溪山 他就立刻发现了不对劲 这山里到处爬满了一种 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毒物 花斑蝉除 此毒物 除了毒素机枪之外 还有一种探测气息的能力 还好 杨彻对毒也算小有研究 他立刻取出此前制成的一种药粉 撒在自己身上 于是 他所到之处 花斑蝉除远远退壁 根本不敢靠近分毫 等回到通幽洞 杨彻重新检查了小三 才患影症和小逆乱四象症 发现症法无恙 这才放下心来 他决定 对于从柳云和冷飞云那里得到的东西 在住机前 还是不再拿出来为妙 被这住机女修士一惊吓 杨彻形势更加谨慎了 他现在只专注修为提升 别的完全不再理会 甚至回到通幽洞后 杨彻如同惊弓之鸟 再没出过洞府 又是数月过去 这一日 杨彻来到领土前 发现九月墨洋果第二颗果实 已然成熟 不过这一次 他并没有马上采来吃掉 其实 炼丹炸剂 有盐 若等果实全部成熟 在一起服用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虽然被他吃掉了一颗 但杨彻还是决定等 这剩下的八颗都成熟了 在一起采摘服用 现在 炼制尾巴丹的药材 已经催熟了好几分 杨彻准备开始动手炼制了 心念一动 那九星雷焰便出现在杨彻掌心 第五十一章 抢丹 九星雷焰沉入丹田的那一刻 杨彻就已清除 这道天地灵火的由来 此道天地灵火 是上古九星火压之灵 被一道天雷击中后 重新孕育诞生而出 在上古大战中 此道灵火 遭到古修士重创 九星分裂 散落世间 如今 杨彻得到的 这道九星雷焰 实则只剩一颗残星 若不然 也不可能被重伤的 巫青玄捕获 最后被杨彻吞噬 此火对魔道鬼宗修士 天生克制 是以只剩残星的九星雷焰 起初被修罗国天鬼宗发现后 立刻将其捕获 想尽办法欲将其彻底毁灭 然而都没能成功 还让这道灵火 自己跑掉了 不过九星雷焰 最终还是被太炎寺高僧 以真言术所获 由于九星雷焰 实在太过桀骜不逊 太炎寺的人 这才无奈 将其关押在了太炎塔塔底 炼丹炸剂 有言 天地灵火与修士真火 都可以用来炼丹 炼气 不过修士真火 受修士本身修为限制 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且修士控制过程中 随着法力消耗 从而也会令体内真火 出现不稳定 而天地灵火 则没有这些限制 其乃天地所生 只要周围天地灵气不枯竭 且稳定 他便可以做到 持续稳定的燃烧 并能随心念改变温度 可以说 天地灵火 是所有丹修和气修 梦寐以求之物 能得到九星雷焰 哪怕只剩一星 杨彻也感到无比幸运 他也由此很感激吴清玄 或许是巧合 也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他恰好身具变异雷仙根 是以九星雷焰 直接选择与他融为一体 不过此刻杨彻脸上 却是现出一丝无奈的笑容 尽管他也能操控九星雷焰 但却还是感受到了 九星雷焰 那若有若无的 淡淡傲气与疏离感 深呼一口长气 杨彻将自己的精气神 调整到最佳 随后轻拍出无带 取出了丹炉 他直接施法 将丹炉漂浮于身前 随后一只手 催动九星雷焰包裹丹炉 另一只手则看准时机 将药材一一抛入其中 经过这几年的炼丹实践 杨彻已经知晓 炼丹的三个难点 无外乎火候的掌控 宁丹与开炉取丹的 实际把握 尤其是一种新丹药的 第一炉 更是难上加难 这不 他的第一炉 很快以失败而告终 不过他并没有急于 马上再次开炉继续 而是闭目深思 回忆细节 总结经验 有了炼制八真丹 养元丹 和清新丸的经验积累 杨彻深安此道 许久之后 开炉继续 一连失败了七炉七份药材 杨彻的心都在滴血 这浪费的 可都是亮花花的零食啊 就在他快要失去信心时 第八份药材成功 随后他赶紧 趁着那种奇妙感觉 立刻又炼制了第九炉 也是他准备的炼制尾巴丹 最后一份药材 运气还算不错 成功 足足九份药材 杨彻以失败七份的代价 最终换来了两颗尾巴丹 之所以叫尾巴丹 当然是因为 其中几位主药材 几乎都是次一级的替代品 若没有炼丹炸剂 想要自己炼丹 简直痴人说梦 这是杨彻的内心独白 从着手炼丹开始 浪费了无数大量的珍贵药材 毫不客气地说 杨彻如今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除了炼丹炸剂的原因外 完全就是零食烧出来的 而他现在 还不能称之为 一个真正的炼丹师 可想而知 要培养一个真正的炼丹师出来 所要花费的零食 简直不敢想象 杨彻收了丹炉和九星雷燕 眼神火热地 看着掌心两颗低溜溜 偶有荧光闪烁的浓香药丸 古方霸丹 是蕴含极强雷属性的丹药 不过其中的几位主药材 已经无法找到 杨彻用了替代品之后 尾霸丹的雷属性 便大为减弱了 即便如此 其中蕴含的雷之力 也已经令杨彻 有些按捺不住了 他直接将其中一颗 扔进口中 正准备享受尾霸丹 带来的美妙修为提升 然而丹药刚一入口 堪堪正要滑入肚腹 一道火苗忽然窜起 直接将这颗尾巴丹 给卷走了 杨彻正住 随后立刻感应到 丹田内那九星雷燕 居然将这颗尾巴丹 给吸收了 我 杨彻差点抱走 这可是他辛辛苦苦 前后费了无尽周折和努力 才最终炼成的丹药 居然还没吃 就被一道灵活给抢了 这要说出去 谁敢信 杨彻捧着另外一颗尾巴丹 迟迟不敢下嘴 甚至随时都要防止 九星雷燕跑出来争抢 我就只剩一颗了 你可别抢了呀 杨彻尝试着 与九星雷燕沟通 可惜他没有任何反应 等我修位更强大了 我就能出去寻找 更好的药材 到时 咱们通力合作 炼制更多更好的丹药出来 我帮你吃个够 怎么样 杨彻像红小孩一样 苦口婆心劝道 等了一会儿 九星雷燕 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杨彻心一横 分出神识 包裹尾巴丹 再扔进嘴里的刹那 便强行咬碎 不过这次显然是杨彻多虑了 九星雷燕在丹田内 一动不动 非常安静 没有任何想要争抢的意思 不过杨彻怎么有种 奇怪的感觉 似乎这九星雷燕 在等着看什么好戏一般 啊 这时杨彻忽然惨叫一声 整个人立刻盘膝坐地 一股庞大 而又无比蛮横霸道的 雷之药力 瞬间在体内横冲直撞 药力所留过之处 如同刮骨抽水 许久没有尝试过 这种痛楚的杨彻 极力忍耐 额头上斗大的汗珠如雨下 他立刻便想运转天地混沌绝 但转念一想 却改变了主意 仍旧强行修炼紫园绝 药力被吸收转化 渐渐地 随着痛楚越来越小 他的修为竟然惊人地增长着 只一个多时辰的时间 便已经达到了炼气十层顶峰 因有踏入炼气十一层的迹象 原本想要就此停止 将剩下的药力 以天地混沌绝 来强化肉身强度 可杨彻忽然想到 修为达到炼气十一层 就可以参加 宗门专门为发放 助鸡丹所举行的 每两年一次炼气七弟子大比 对于助鸡丹 他可是有着大宏愿 所以 任何能得到助鸡丹的机会 他都肯定不会放过 想到这里 杨彻再无任何顾虑 更为疯狂吸收尾巴丹药力 一举冲破了炼气十层瓶颈 进阶炼气十一层 药力竟然还有残留 这次他全力运转 天地混沌绝 开始将这些残余药力 专门用以淬炼经脉 数日后 杨彻感受着体内充沛法力 和再度增强的神识 开始尝试控制非火针的极限 288枚 轻松驾驭 300枚 有些吃力 324枚 到达操控的极限 继续巩固修为半月有余 杨彻决定 适事后出洞府 去报名参加那两年一次的 助鸡丹争夺了 第52章 危机 杨彻起身 忽感内洞府灵气 比先前更加浓郁 于是心中一喜 立刻走到灵土前 发现那棵灵眼之树幼苗 竟然长大了些许 先前连一寸都没有的小叶子 如今长到寸许 散发着盎然生机 幸亏这灵眼之树只是幼苗 若不然以它的法力修为 是万万没可能将其轻易挖走的 成熟的灵眼之树 若没有通天法力 强行移走 会使其功效受到极为严重的损耗 这时杨彻忽然想起 那本《玉兽经》上所说 灵兽虫卵实以控神术 若放于灵雾上滋养 不仅能加速孵化 更有一定几率 使其得到净化 想到这里 他取出之前得到的灵兽袋 并将其中那块 附有虫卵的奇异帕子 拿在了手中 按《玉兽经》上所述 刺破手指 施展控神术 滴了一滴精血于这虫卵之上 血光一闪 精血融入 那虫卵竟便大了不少 隐隐通红起来 不一会儿便从帕子上脱落 随后 杨彻小心翼翼 将其移到了灵眼之树 其中一片叶子上 做完这些 他脸色微微有些发白 这控神术 对法力和灵魂之力 都消耗不小 打坐调息 恢复法力和灵魂之力后 杨彻这才走出通幽洞 一出洞府 刚踏入山林 他便听到周围 传来嬉嬉琐琐的密集声响 花瓣缠 杨彻眸中 顿时闪过一丝凝重 原本想要将洞府外四周 撒上驱赶蝉出的药粉 但想了想 还是放弃 若真撒上药粉 岂不成了 此地无银三百两 取出怀夜飞行法器 杨彻向百鸡堂急飞而去 山羊狐老者秦书 百鸡堂副堂主 助击初期修为 几乎每次来百鸡堂 杨彻都能看到 这秦师叔 有条不紊办理着各项事物 他心里很奇怪 难道这秦师叔 不需要修炼吗 杨彻不是师叔不看好你 本古炼气七弟子近万之术 新进阶到十一层以上 且报名参加本次助击丹争夺的 也有数百之多 而助击丹只有五十克 虽说修为达到炼气十一层就能参加 但这其中更多还是炼气十二层之间的争夺 你才刚刚突破炼气十一层 即使报名参加 也并不多大希望夺得助击丹 我倒是觉得 你不如全力修炼冲刺十二层 然后参加下一次的助击丹争夺 杨彻其实也知道这秦师叔言之有理 不过他已知晓 每一个乌龙谷炼气七弟子 都有两次参加助击丹争夺的机会 只要修为达十一层 即可报名参加 没有其他限制 另外一次额外的机会 则需要用一定的宗门贡献值兑换 且这贡献值也是一个庞大之数 当然 若是像文星瑶那般 对宗门有重大功劳的弟子 直接就可以多获得一颗助击丹 杨彻深知自己先根的特殊性 他早已立下大红院 若一颗助击丹不行 那就用两颗 两颗不行 那就用五颗 五颗不行就十颗 甚至百颗 所以 但凡有得到助击丹的机会 他绝不可能错过 所以 这一次和下一次 他都要参加 师叔还是帮我登记报名吧 这助击讲求越早助击 对未来修行越有利 所以弟子还是准备全力以赴 争上一争 杨彻的表情无比坚定 秦叔自然不可能再劝 帮杨彻登记好后 递给他一个小令牌 说道 此次为无条件参加 两个半月后 记得提前去宗门演舞殿 谢秦师叔 杨彻走出百姬堂 顺便又去了藏书楼 掌管藏书楼的冯清师叔 是一寿靴中年如生 杨彻也是后来才知晓 这冯清师叔 和林耀元的孙安师伯 是乌龙谷最为有名的两大财迷 见过冯师叔 杨彻失礼后 掏出两块下品零食 熟练递了过去 冯清脸上笑开了花 他对眼前这青年 可是大有印象 这青年将免费点击 全部翻阅完之后 便陆陆续续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进入付费可不低的楼上 一待就是多个时辰 这种弟子 可是冯清最乐意接待的 杨彻走入藏书楼 来到了最后一层 这里面的所有点击卷轴 都快被他翻阅完了 只是关于那传说中的天恩 却仍旧未有一丁点线索 难道真的要去找牧师祖吗 杨彻心里苦笑道 在藏书楼最后一层 待了一个时辰 杨彻失望地下了楼 虽然仍未找到 与天恩有关的半字记载 不过他在这最后一层 找到一部残缺的暗属性工法 和一部雷属性工法 附了零食复制了工法之后 杨彻又去了一趟方式 购买了一些普通浸泡药液的材料 同时又凑齐了两份 炼制尾巴丹的药材 原本已经拥有 2500多块零食的他 购买了这两份尾巴丹药材后 直接便花掉了近2000块零食 加上先前的采购和复制工法 现在 他已只剩下100多块零食了 对此 杨彻除了美美无比肉痛之外 也算已经习惯 修仙 本就是逆天行事 没有零食 根本寸步难行 从方式出来之后 杨彻准备回到通幽洞 开始为两个半月后的 筑基丹争夺进行准备 刚一踏入龙溪山 他忽然寒毛倒立 心间猛然跳了一下 察觉到不对劲的杨彻 立刻倒飞而出 然而 一个病痒痒的女子修士 却轻飘飘出现 截断了她的去路 此女身穿乌红长袍 腰间系着一条惹眼玉带 其面容隐隐有些苍白 正是那曾在方式 似在追踪的筑基七女修 杨彻一眼看出 此女像是中了什么毒 余毒未清的样子 察觉出这一点 她立刻毫不犹豫 含了一颗青心丸在舌下 随后她面上不动声色道 弟子见过师叔 不知师叔拦住弟子所谓何事 女子冷哼两声 眼中浮现无比冰寒冷芒 你敢杀柳元 知不知道 她是我柳寒烟徒弟 杨彻顿时茫然道 柳师叔 柳元是谁 她已在心里打定主意 无论这柳寒烟如何威逼 她都来得打死不认账 否则性命堪忧 柳寒烟没说话 直接伸手一宁 杨彻顿绝脚下一阵冰凉 指得向空中跃起 突突突 数十根带着绿雾的长长蓝色冰锥 从地面如毒蛇般闪电钻出 差点刺中杨彻胯下 不过她刚一跃到半空 从两侧静右飞来两团绿雾 速度太快了 她根本来不及闪避 就被击中 一阵气血翻涌 杨彻在半空翻了几下 勉强落地后 头也不回 朝密林中狂奔而去 此刻她心脏咚咚直跳 手心背上全是冷汗 对她而言 助击七修士的攻击威力实在太强 随意两道法术 就差点要了她小命 怎么办 杨彻疯狂奔逃 却一时想不出任何办法 第53章 空口无凭 杨彻神色无比凝重 她本想往宗门大殿方向逃 但转念一想 若宗门也执意质问柳原和冷飞云一事 要强行查她储物袋 那自己就暴露了 都是贪字惹的祸啊 杨彻心里也十分郁闷 她当时只是路过 确实没想掺和柳原与冷飞云之事 可谁知那柳原偏偏不愿放她走 结果作死反被她所杀 碰 杨彻后背狠狠挨了一记绿物攻击 体内血气翻涌 整个人也向前扑了出去 咦 居然连挨我几下都能扛住 看来你这人不简单啊 柳寒烟有些意外 她虽根基受损过 但也进入铸鸡初期多年 没想到连番几几攻击 这练气十一层青年竟都扛下了 看来 我那袁儿死在你手里 也死得不算冤 你的确有能力杀她 柳寒烟眸子中越发冰冷 尽管她还没有确切证据证实 柳原就是死在眼前这青年手上 但这青年面对她的追击 竟然不敢朝宗门大殿逃 反而一直往深山里躲 说明这青年心虚了 而且一追踪痕迹来看 此青年身上定有属于云儿之物 定是此人 我非将此人的皮扒下来不可 柳寒烟一念及此 准备痛下杀手 她是变异毒仙根 主修毒道 但早年根基受损过 兼修毒灵符 是一眼中一道狠毒制色闪现后 一道皱巴巴的绿色灵符 便出现在手 急 灵符被柳寒烟催动 化为一条无比巨大的毒蟒 速度极快地 朝已经重伤的杨彻吞去 杨彻眼中闪过一丝狠色 一咬牙 迅速扔出几张 出击中阶防御符路 转而向宗门大殿飞去 实力差距有些大 若一味向深山里逃 多半没有任何活路 而飞往宗门大殿 由宗门出面查清真相 自己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轰隆一声 那毒蟒撞碎了防御灵符形成的灵力之强 瞬间咬在了杨彻身上 啊 杨彻闷哼一声 强行挣脱毒蟒 但身上被咬出了伤口 骨头也断了几根 流血不止 此时 他仍旧没有取出飞火针 施展泰旋影光阵 324枚飞火针组成的泰旋影光阵 是他唯一能依赖的最后底牌 不能过早暴露 而且 即使施展出来 也不一定就能扭转乾坤 抛 强人骨头断裂之痛 他全力朝宗门大殿飞去 同时 各种复杂情绪交织 令他脑袋发胀 嗡嗡作响 他想取出柳源与冷飞云的灵符 赶紧用掉 但又怕如此一来 彻底留下把柄 在无丝毫翻身之际 于是将所剩的初级灵符 全部催动 疯狂抛出 凭借诸多灵符的消耗阻挡 飞了一阵 他就远远看到了宗门大殿 一直在后不紧不慢 抱着折磨杨彻心思的柳寒烟 见杨彻真的敢逃向宗门大殿 脸上反而露出几分讥讽之色 主机7追杀练气7 所造成的轰动 很快就让大殿中不少弟子都飞了出来 为首的 正是那当初为一众新晋弟子 测试先根 先锋盗谷的白袍老者 杨彻如今已得知这白袍老者 是乌龙谷两位副谷主之一 名叫陈连生 驻即中期修士 所谓副谷主 不过是帮谷主负责管理统筹谷中事宜 真正有权利的 还是数十个结单修士 即寥寥几个原鹰老祖 即真正掌握着乌龙谷生杀大权的太上老祖 杨彻法力几乎耗尽 东一生从半空栽倒 重重砸在广场地面上 直接砸碎了数丈方圆的轻石 他想要挣扎着做起 却发现太多骨头折裂 令他一时无法起身 直接吞下数颗养元丹 杨彻这才勉强歪扭着坐了起来 怎么回事 白袍老者陈连生 面目庄重 与生威严 陈师伯 弟子 杨彻强忍虚弱 正准备开口 赶来的柳寒烟 却抢先冷冷说道 陈师兄 此人根本不配我乌龙谷弟子 他竟走魔道之路 暗中截杀我屠柳元 抢夺我屠除无怠 现在 我要求宗门将其处死 以正宗规 柳寒烟此言一出 四周顿时爆发出无数虚声 在宗门内 暗杀同门夺宝 可是最为令人不耻之事 宗门对此也有言规 已经查出 的确是要被处死 陈连生眉头微皱 严肃道 柳师妹 此事非同小可 你可有切实证据 柳寒烟傲然道 当然 我屠柳元的法器和服录 不少都被我设下了追踪印记 若不然我怎么可能锁定此人 他走到杨彻面前 目光像看一个死人 冷然道 法器已被此人卖给了方式 不过其储物袋里 应还有我屠柳元的灵符 将他的储物袋打开一看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陈连生这才将目光 郑重移向了杨彻 咦 你好像是 陈连生看清杨彻后 隐隐觉得其眉眼有些熟悉 惊讶过后 立刻开始搜寻记忆 片刻后 顿时问道 你好像是叫杨彻吧 陈连生能记住杨彻 自然是因为 当初他也是第一次听闻 变异双仙根无法助记意识 记忆深刻 在如今修仙界 九成以上的修仙者 都是五行属性仙根 只有不到一成的修仙者 是变异仙根 修仙时代 历经上古巨变后 但凡变异仙根者 几乎从未出现过 同时拥有两种变异仙根之人 所以 陈连生当初从牧师叔那里 得知杨彻的仙根后 才会那么惊讶 可惜 实在是可惜 陈连生一想到这弟子生错了时代 就不由替之惋惜 杨彻 对于你柳师叔所言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陈连生问道 这还是他看在杨彻 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的份上 才给了杨彻说话的机会 若换作其他普通弟子 他已经强行检查其处无怠了 杨彻趁此机会 立刻就将早已想好的一套说辞 当众说了出来 只说那日 柳原与冷飞云起了争执 大打出手 从而同归于尽 然后被自己碰巧看到 捡了两人储无怠 他一说完 四周顿时又开始议论纷纷 这杨彻 运气也太好了吧 还真是敢巧啊 是真是假 还真不好判断 这时 柳寒烟忽然冷笑树生 大声质问杨彻道 你有什么凭据能证明你所说为真 杨彻眸光顿时一鸣 这就是他最大的劣势 空口无凭 因为柳原和冷飞云皆死 无论他说什么都会被认为空口无凭 这时 陈连生眼睛微眯 似认真思量了一番 才郑重说道 杨彻 你若没有凭据能证明 你说的话是真的 我就只能按综规处置你了 杨彻闻言 心下骤然一尘 第五十四章 逃走 见杨彻不说话 陈连生露出沉思之色 看了看柳寒烟 想到他背后的修仙家族 自然很容易做出取舍 便宜双仙根虽稀有 但在这个时代 近乎等同于废仙根而已 杨彻 要怪就怪你生不逢时 时运不济吧 陈连生叹了一口气 将你储物带交予你柳诗书 然后由戒律堂行行 杨彻一直悬吊着的心 在陈连生给他宣判死刑后 一下子沉到谷底 修仙之路就这样完了吗 我被逼杀人 也是为了活下去而已 杨彻心有不甘 眸光中透着森然冷芒 他一直强忍着 体内骨头折裂的痛苦 可此刻感觉心里的愤怒与不甘 远远超越了这份痛苦 杨彻 看来我得亲自动手了 见杨彻未解下除物带 柳寒烟一步步走向杨彻 脸上浮现出阴冷而蔑视的神色 就是死 我也要让你脱层皮 杨彻内心发了狠 正准备换出飞火针 发出自己不甘的绝命一击 脑中却灵光一闪 似是抓到了一根最后的救命稻草 就在柳寒烟正要出手时 杨彻忽然高声道 等等 众人诧异地望着杨彻 杨彻快速道 我要见双月仙子 死言一出 四周忽然安静了下来 不止陈连生 就连柳寒烟在听到这个名字后 神色都有些变了 陈连生赶紧问道 杨彻 你认识双月仙子 认识 所以我要见双月仙子 求他为我主持公道 杨彻这时也只能硬称到底 他实在没办法了 柳寒烟冷斥一声 认为这杨彻为了活命 开始病急乱投医了 陈连生道 杨彻 话可不能乱说 你说 你认识双月仙子 可有凭据 又是凭据 杨彻忽然感觉有些可笑 要什么凭据 是真是假 问一问双月仙子 不就清楚了吗 陈连生微微一正 看杨彻说的斩钉截铁 也不敢随意决断了 柳寒烟也心下疑惑 这小子难不成真认识双月仙子 若真有交情 那想要这小子死 可就有点难了 陈师兄 这杨彻定是知晓双月仙子此刻 不在宗门 才故意如此有恃无恐 我看不必再浪费时间 直接将他格杀 以井笑由 柳寒烟说着便要上前动手 柳师妹且慢 陈连生脸色一寒 呵止了柳寒烟 别人不知双月仙子来头 但他身为两大副谷主之一 岂又不知 他悄悄使用传音符道 柳师妹 既生便故 那就先将杨彻求于谷中 皇字地牢 带双月仙子回来 一问便知真假 若是真的 那自然要看双月仙子态度 若是假的 再杀也不迟 事情牵扯到双月仙子 陈连生不敢乱下决断 即使他心里清楚 这柳师妹肯定非常不甘心 不过那也没办法 修仙戒本就弱肉强食 杨彻 此事尚待查证 暂且将你关押本谷 皇字地牢 你可暂且保留除无代 但必须将柳原所有物品 交还你柳师叔 搬出了双月仙子 杨彻总算死里逃生 被戒律堂弟子 带到宗门皇字地牢囚禁了起来 和太炎寺 极为相像的四四方方光牢 只不过 太炎寺用的是真言复数 乌龙谷用的 则是封禁扶阵 杨彻又吃下 树立养元丹 躺在冰冷地面上 一边疗伤一边 渐渐冷静下来 曾经梦寐以求 想要进入的修仙宗门 却差点在此断送了性命 果真是现实 而又残酷的事件 他知道 自己必须尽快设法逃出去 他认识双月仙子不假 可时 则并无什么太深交情 他已能猜到 那柳寒烟背后 势力定然不弱 他一个在宗门人眼里 无望助击之人 又有谁会在乎呢 这一次 是他踏入修仙界以来 最为凶险的一次 即使躲过了 被宗门处死 但若没有养元丹 他体内 如此重的伤势怕事 也难撑到现在 练气修士 在助击修士面前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若是他也能助击成功 这一刻 他对助击空前渴望起来 半月后的一天夜里 皇子地牢外面 忽然传来一阵喧闹 什么人 宗门地牢不可擅闯 喷喷喷 一连串打斗 和闷哼的声音突然响起 不过很快 就没了任何声息 杨彻心下微尘 不知外面 发生了何事 正思索着 一张蒙着脸的修士 出现在了四四方方光牢外 此蒙面修士 四下看了看 取出一个不知名材质系统 注入法力 系统便穿透了灵符光阵 杨彻死死盯着这修士的动作 很快便看到 从系统里飘出了 一阵阵绿色烟雾 是毒 杨彻凭此修士身形 猜到此人应是柳寒烟 虽然他有清心丸 但助击修士的毒能不能解 他还真没把握 淡淡绿色毒雾 很快飘了进来 充斥整个光牢 杨彻早就将两颗清心丸 扔进了嘴里 如同他所料那般 这毒物之毒异常猛烈 毒性之强 比他之前配置的那种 能对付助击修士的毒烟 还要强上不少 很快 杨彻就发现 自己浑身都开始变得 无比僵硬起来 这柳寒烟明显是想 将自己毒杀 不过还好 有清心丸的要力 加上他肉身比较强韧 手指还能活动 同时 他马上运转 天地混沌绝 开始尝试吸收这些毒物 且为了让柳寒烟 无法看出 自己可以吸收这些毒物 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甚至用上了魏老 曾经教给他的龟西术 蒙着脸的柳 寒烟似是在顾虑着什么 在外面停留了一会儿 转身离开了 杨彻全力运转 天地混沌绝 吸收和炼化毒物 虽然炼化得非常缓慢 但他的身体 勉强可以慢慢活动了 听到外面 没了任何响动 他心思也开始活络起来 手指微动 非火针击射而出 全力攻击着 先前竹筒穿过的 灵符光阵位置 很快 非火针就射 穿了此处 杨彻将九星雷焰释放而出 九星雷焰即刻 顺着被射穿的位置冲出 开始焚烧光龙表面的灵符 灵符很快被焚毁 光龙风困威力 顿时大减 杨彻马上起身 硬生生挤出了光牢 收回非火针和九星雷焰 他走到外面 发现那些 看守皇子地牢的五六名 炼气气弟子 全都晕了过去 皇子地牢 本就是关押犯错的 炼气气弟子之用 手牢的也是炼气气弟子 大多都是炼气 十层左右的弟子 杨彻知道 必须趁此机会 马上逃走 他知晓 从那曾出现过鬼面湖的桃花山 一直往万里山脉最深处 是能逃出宗门的 原本他还想着 回龙西山通幽洞 拿回所有之物 但受限此时的位置 回洞府还要绕上一段路 势必会耽搁不少时间 于是干脆一咬牙 没有回通幽洞 直接朝万里山脉最深处逃去 第55章 清剑宗 杨彻能猜到 一旦他逃走之事被知晓 很快就会被通缉 有乌龙谷戒律堂弟子 出谷擒纳他 且柳寒烟知晓他没死 也定会借着这通缉 名正言顺擒杀他 时间紧迫 杨彻知道自己 必须远远逃走 藏匿起来才行 他中了柳寒烟 那诡异绿色毒烟 虽现在能够行动 但浑身依旧有些僵硬 这毒烟当真可怕 尽管不断炼化 但炼化的速度实在太慢 他必须将体内这些 绿毒尽快清除掉 否则自己不止难以逃脱追踪 甚至修为都要跌落 再次服下两颗清新丸 他一边在黑夜中飞逃 一边加快了 天地混沌绝的运转 继续全力吸收炼化这些毒素 虽然和此前一样 仍旧很慢 但确实有用 天地混沌绝的神奇 令杨彻信心越来越大振 小半个失神后 杨彻已经完全进入了深山 也将这些毒素吸收了小半 这些毒素被炼化后 再一次增强了他的肉身强度 杨彻隐隐意识到 自己对于天地混沌绝的理解 还并不够彻底 不过此时根本来不及细想 他发现自己的修为 已经开始跌落 现在只有炼气失层了 才在怀夜飞行法器上 杨彻准备逃出去后 就朝江国的吉东之地去 选择吉东之地 并不是盲目所选 而是他准备 朝着自己当初在望龙山 那石窟所得到的 黑色藏宝图卷轴 所记载的目的地而去 这些年来 他已弄清楚了藏宝图上 所述地形地貌 此番无处可去的他 决定去碰一碰运气 想到乌龙谷自己的洞府 那龙溪山通幽洞中的灵土 灵眼之树 及九叶末阳国等天才地宝 他心都在滴血 好在洞府入口处有小三 才幻影阵阵气遮挡 阵气自动吸收天地灵气 也能维持很长时间 一般弟子不太可能发现 他在洞府内 也从未取出过柳原的物品 即使有人发现进入洞府 洞府被他设为内外双洞府 内洞府被小逆乱四项阵阻隔和隐藏 且他之前就怕自己外出时间长 特意于阵眼中多放置了零食 所以长时间也不会被人发现 不过若时间太久 零食能量消耗殆尽 内洞府必然有暴露风险 此后必须找机会 回到乌龙谷通幽洞 取走洞中之物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而眼下保命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自己不死 一切便还有希望 一年多后 江国 东周境内 玄清山脉万里苍翠 生机勃发 绵延万里的玄清山脉中 有着江国第一修仙宗门之称的 清剑宗便坐落于此 清剑宗有九封 每一封都有一柄传说中的 先剑阵于封顶 而若能成为九封正式弟子 是所有清剑宗弟子的荣耀 不过每一封正式弟子 只有九个席位 想要成为九封正式弟子 可并不是容易之事 除荣耀九封外 其余弟子皆为外封弟子 不过外封弟子地位也分高低 练器四层修为及以下 便是最底层的杂役弟子 外封的平庐峰 峰角大片空地上 散布着上百间简陋的茅草屋 其中一间位于小土坡的茅草屋内 一相貌普通的青年 正盘膝坐在屋内 吐纳修炼 这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从乌龙谷所在的墨州 一路逃至东州的洋彻 一年多以前 依靠天地混沌诀 他终于将体内毒素完全清除 算是解决了一个莫大隐患 不过修为也一路跌落 刚开始他非常郁闷 可后来意外发现 并不是真正的跌落 很容易就能恢复原来修为 且恢复之后 实力比之前同期要更强 他来到东州后 花了数月时间才打听到 藏宝图所指引路线的乌云海 是被青剑宗控制的一处重地 非青剑宗弟子 根本不得进入乌云海 于是 杨彻趁机收买了一名青剑宗 负责招收的弟子 躲过先根检测 改名杨园 加入此宗 成为一名杂役弟子 以图进入乌云海的机会 加入青剑宗 已近两个月 杨彻的修为 恢复到了炼器二层 体内法力 比之前炼器二层时 更加浑厚 而且神识强度没有跌落 仍然是炼器十一层的强度 施展法术 并未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杨彻本打算安定下来后 立刻开炉炼制尾巴单 然而加入青剑宗后 他才发现自己错误 估计了杂役弟子的地位 本以为会如同乌龙谷一样 做做杂物 拿到宗门贡献值即可 一样会有大把时间来修炼 谁知这青剑宗杂役弟子 还有一个别称 叫剑奴 每天有三个时辰的 睡觉吃饭时间 其余所有时间 都必须用来脆矿和洗剑 所谓脆矿 便是脆炼提纯宗门助剑师 所需要的 金 银 铜 铁等 各类金属矿石原料 而洗剑则是助剑师 助出剑胚后 帮助去除杂质 甄选残次平等 杨彻现在 则是利用睡觉时间 加紧修炼 一个时辰后 他赶紧出了茅屋 直奔山上矿场 每日脆矿 都是有最低数量要求 如果玩不成 累积到一定次数 将直接被逐出宗门 为了进入纳乌银海 杨彻自然不敢怠慢 而且他还准备 尽快提升一点地位 从脆矿转为洗剑 矿场规模宏大 放眼望去 全是杂役弟子就地盘坐 将面前一堆堆石料 尽力脆炼提纯 去除这些石料中的杂质后 这些石料 便会送往高温冶炼池 冶炼后 得到初级金属材料 便能用以助剑 杨彻神势强大 每日几乎都能超额完成任务 这也自然引起了 管理此处 直视弟子许庸的注意 在与许庸熟熟落后 杨彻便委婉透露了 想要转为洗剑的想法 今日 他刚一踏入矿场 此地的直视弟子许庸 便快速走了过来 此人青年相貌 面相有些凶 杨师弟 你想转为洗剑的事 我帮你问过了 有点难啊 洗剑必须达到炼器三层 你这修为都不够 许庸十分为难地说道 许师兄 不对啊 我看不少炼器二层的师兄师姐 也一样赚去了洗剑啊 杨彻话一出口 忽然明白了些什么 于是四下望了望 立刻掏出五块下品零食 悄悄塞到许庸手上 麻烦许师兄了 许庸快速收好零食 面上浮现出一丝古怪笑意 再加五块 我帮你去打点一下 杨彻一正 思索了片刻 他又取出五块零食 塞给了许庸 身为脆矿杂役 每月还是能领一块下品零食 那行 明天我跟你消息 许庸拍了拍杨彻肩膀 示意杨彻继续脆矿 他则赚到一块巨大岩石后 见到了一个中年兽汉 这小子心入宗没多久 我查过了 完全没任何背景 很可能是一肥羊 可在 中年兽汉阴阴地对许庸说道 第56章 混沌绝真意 结束一天的脆矿 天色已黑 杨彻从矿场 回到了平庐丰茅屋 虽修为跌落 但他神识仍旧保持着 炼气十一层的强度 所以 不必像其他杂役弟子那般 需要睡觉来恢复 他略略打坐土纳一番 就以精神异议 随后 他像往常一样 取出天地混沌绝 仔细研读第二眼 忽然 杨彻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他觉得 自己的修炼 似乎与混沌绝所传达的真意 有一些偏差 想了想 他悄悄出了茅屋 准备到矿场 取一块银铁矿测试一下 矿场是每天 十二个时辰都不停线 为了不让别人 发现他私自使用矿石 杨彻一直散出神识 小心翼翼 忽然 他神识竟捕捉到 那直视弟子许庸 似乎正与另外一个弟子 在悄悄说些什么 许庸修为炼气九层 另外一个弟子炼气八层 是以杨彻小心翼翼之下 这二人一时并未察觉到 杨彻的身世 赵师弟 喜剑池那边的领事师兄怎么说 许庸的声音 为师兄那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古板迂腐的很 说一切按宗门规矩版 一个中年弟子的声音 明显带着无奈 杨彻听出 这中年弟子 应是许庸身边的赵继 许庸顿时怒道 哼 宗门规矩 用十块零食 就能转去喜剑池 这心照不炫的破规矩 都多少年了 这位宇航脑子 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白给他零食 他都不要 那赵继赶紧又说道 许师兄 我早就说了 根本不用去找魏师兄 我们直接收了那杨彻零食 然后给喜剑池那边 十块不就结了 你懂什么 我们可是准备 向杨彻收取至少五十块零食 杨彻不声张也就罢了 可万一他知道了 再告诉魏宇航 那我俩可就要倒霉了 所以能拉魏宇航参与进来 是最好的 以后 这可是一条大财路 事实是 许师兄所言即是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赵继立刻附和着说道 转而有些担忧地问道 可谓师兄不愿意掺和 那这事 许庸沉默 似陷入了思考 少请 他的声音再度响起 既然魏宇航装他的清高 那咱就不用理会他了 到时收了杨彻零食 我们干脆 许庸的声音 一下子小到了极致 似乎用上了某种隔音法术 如此一来 杨彻便听不清任何声音 只好收回神识 此刻他的脸色阴沉下来 不过很快 他就恢复长色 事实险恶 杨彻已经堪误了这一点 其实在许庸多收他零食之时 他就已经起了警惕 只是没想到误打误撞 神识窥听到了 那许庸与赵继的贪婪 原来十块零食就能转喜见 而这许庸居居然还想趁此机会 至少多收我五十块零食 之前他可是已经收了 我十块零食的好处了 果真是人心不足蛇吞向 杨彻低语一番后 心底冷笑一声 沉思片刻 他心中已有了计较 随后他迅速取出了那块银铁矿 一番淬炼提纯后 得到了一块闪着银黑之色 纯度相当之高的银铁晶石 单手触摸其上 杨彻直接运转 天地混沌绝 开始吸收这银铁晶石中的银铁晶 银铁晶石似乎毫厘未变 但渐渐的 杨彻还是感觉到了 银铁晶石中的银铁晶 正以极为缓慢的速度在被他吸收 然后慢慢融入到肌肉骨骼中 令他的肉身继续增强 虽然速度非常之慢 但他还是感受到了 天地混沌绝的恐怖 也让杨彻彻底认识到 此法觉不止可以吸收灵气 药液此类气态和液态之精华 从而淬炼皮膜 肌肉和筋骨 其同样也能吸收固态精华 只是吸收这些固态精华的速度 实在过于缓慢 就在杨彻准备将手拿开 继续研读天地混沌绝第二眼 这时盘踞在他丹田之中 沉寂已久的九星雷雁 有了九星雷雁的加入 这块银铁精石中的银铁精华 正以极快的速度被他吸收 一刻钟后 这块银铁精石 直接变成了一堆废渣 九星雷雁寺带着一丝骄傲之意 慢慢窜回丹田 随之安静下来 杨彻则继续修炼天地混沌绝 彻底将吸收到的那点银铁精华 融入肌肉骨骼 再次增强肉身强度 太不可思议了 杨彻结束修炼 仍旧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他在乌龙谷那藏书楼 就已得知 若想提炼金精 银精 铜精 铁精 是极为不易的 而要想得到足够炼制法器 甚至法宝的快型精华 至少也要有截单期的实力 才有可能耗费极为漫长的时间 凝出这些金属的精华之快 当初他在乌龙谷两大方式之一的云竹方 仅仅见到一块拇指大小的铁精 就引得棕门内大量筑机器修饰 不惜花费巨大代价争抢 而现在 他用天地混沌绝 再加上九星雷焰 居然也能提炼出来了 想想就难掩激动 还有时间 继续修炼 杨彻感觉到 离恢复到炼器器三层 也越来越近了 三个时辰时间一过 杨彻立刻结束修炼 走出茅屋 直奔山上矿场 不过令杨彻意外的是 那只是弟子许庸 竟然没有马上过来找他 杨彻力行脆矿 快要结束的时候 那长相颇为凶恶的许庸 这才带着中年汉子 召集找到了他 并将他带到了许庸 专门管理此矿 所居住的宽敞石屋中 杨彻一踏入石屋 便闻到一股 极其微弱的淡淡香火味道 抬眼不着痕迹扫了一圈 发现墙角柏有几个香炉 里面插着非常普通的挤柱箱 有些已燃尽 有些却还在慢慢燃烧 杨彻内心冷笑 为了稳妥 他故意捂着鼻子咳嗽一声 面露苦涩 言语之间 似是杨彻这是极为难办 不过在他的艰难努力之下 这才有了一丝希望 杨彻内心再度冷笑一声 面上却是不动声色 说道 实在是太劳烦许师兄了 没想到给许师兄 添这么大麻烦 若是这是实在太难 我看不如就算了吧 杨彻说完 眼底划过一丝森寒 许庸和赵继闻言 不由一下子懵了 他们万没想到 他二人私下好一番谋划 杨彻轻飘飘一句 不如就算了吧 直接让他们有种傻眼的感觉 第57章 许庸一正之后 赶紧说道 杨师弟啊 我这好不容易都打点得差不多了 人家那边也给了希望 只要你能拿出八十块零食 上浇洗剑池 这事就成了 八十块零食 杨彻故作惊讶 怎么 杨师弟 你不会拿不出这八十块零食吧 许庸原本可是想要开口索要 一百块零食的 但刚才杨彻的话 却让他零食改变了价码 这才极为肉痛地减了二十块 他怕要价太高 真吓住杨彻 若杨彻真打退堂鼓 不想再转洗剑 那他和赵继的谋划 也就全白费了 杨彻急忙摆手道 不不不 许师兄 我是没想到 区区八十块零食 就能转洗剑啊 啊 许庸和赵继再次愣住 尤其许庸表情实在精彩 他都恨不能直接抽自己两巴掌 杨彻自然将二人表情 尽收眼底 心底三度冷笑 许庸从愣神中反应过来后 立刻说道 那杨师弟 你把零食交给我 我去帮你办手续 许师兄 八十块零食 虽不是什么大数目 但我也不能就这样 什么凭据也没有 就交给你 对吧 许庸文言脸色微沉 说道 杨师弟这是信不过我啊 不是信不过许师兄 我毕竟出来乍道 很多规矩都不懂 自然想求个安心 杨彻说着 掏出八十块零食 放在石桌上 不过手却按在上面 继续说道 还请许师兄给我立个字句 这没问题吧 许庸眼中 陡然射过一丝破人寒芒 他望了一眼赵记 那赵记则不着痕迹 扫了一眼墙角的燃香 暗暗朝许庸使了个眼色 许庸这才答应道 行 那就给你立个字句 很快 字句立好 双方按上手印 杨彻将字句 拿在手上仔细端向 确认误后 便留下零食 将字句收入储物袋 许师兄 赵师兄 多谢二位了 那我明天直接去洗尖池就行了吧 杨彻面带微笑地问道 这时 那许庸和赵记忽然放声大笑起来 随后那赵记竟 直接将食物的门给关上了 二位师兄 这是何夜 杨彻一边惊慌问道 一边身体开始摇晃 许庸二人一见杨彻此状 眼中顿时露出得意喜色 没什么杨师弟 师兄请你在这里睡一觉而已 你 你们 下药 杨彻含糊不清地说着 扑通一声倒地不起 赵记立刻说道 许师兄 真是高啊 师弟我佩服自己 这杨彻中了望尘香 带一觉醒来 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许庸冷哼一声道 这小子真是一愣头青 一惊一乍的 还差点把我给唬住了 说着 他走到阳车身边 正准备摘取阳车的储物袋 两道乌光毫无征兆 乍然出现 直接穿透许庸手掌 继而正中他的心脏 许庸惨哼一声 一道光照即刻浮现 将他保护起来 然而 又有数十道乌光齐齐乍放 诡异组成一个螺旋尖锥 闪电般生生刺透光照 定穿了许庸眉心 那赵继完全不敢相信 眼前一幕 虽说是偷袭 但一个不到 炼器三层的弟子 竟碾压斩杀了一个 炼器九层弟子 这说出去 谁敢信 赵继虽平时溜须拍马 但也绝不是蠢笨之人 他立刻隐隐意识到些什么 背后顿感一阵莫名寒意 这寒意升起的刹那 他就猛地奔向石屋大门 然而为时已晚 石屋之门处 一个更大的乌色尖锥 早已在等着他 当赵继被尖锥洞穿眉心的刹那 他露出疑惑 恐惧 还有不甘 甚至想起了种种过往 杨彻早已从地上一跃而起 将手里握着的中品零食收起 随后他只将两人 储物袋中的东西 各取一半之后 又原封不动挂回他二人腰间 随后 将他们各自的法器 拿在他们各自手上 营造出相互对公之相 直至二人手上 身上 头上都血肉模糊 凌乱不堪 最终同归于尽的 惨不忍睹场面 杨彻仔细抹去 他有可能留下的气息 这才拉开石屋的门 走进了不见云月的漆黑夜色里 回到茅屋 杨彻盘息而坐 迅速进入了修炼状态 一日 整个平庐峰都炸开了锅 一众杂役弟子 纷纷走出茅屋 在平庐峰角的空地上 议论纷纷 听说了吧 是的 刚刚听说 许庸师兄和赵继师兄 两人到底有什么神仇大恨啊 谁知道呢 他二人表面上关系不错 或许私底下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怨仇呢 还真有这种可能 不然 二人也不会同归于尽的那么惨 是啊 听说血肉模糊 都快分不出谁是谁了 杨彻站在人群中 表情平静 他知道自己非常安全 因为即使有宗门的人察觉出不对 也绝不可能会怀疑到 他一个炼气二层的杂役弟子身上 这是他在踏入那石屋 并分辨出其中一根燃香 居然是望尘香之后 便在心里立刻做出灭杀二人的决定 这二人自然打得一手好算盘 中了望尘香的望尘之毒 不会有性命之忧 但会忘记中毒之后这一段的记忆 杨彻将计就计 偷袭灭杀二人 再造成他二人同归于尽的假象 退一万步讲 若真有大能人物 有通天之能 可以查到他身上 他也有那字句作为护身符 杨彻嘴角泛起微笑 数日后 杨彻借助隐蔽 吸取银铁矿精华 恢复到了炼气七三层 回头看了一眼 居住了两月有余的茅屋 继而眼中露出坚定之色 大步朝平炉风外走去 站住 可有出风令 出风之处 两个执事弟子拦住了杨彻 杨彻并没有意外 杂彻弟子一直都有人看管 若不然很多弟子 怕是早就跑了 二位师兄 我已打炼气七三层 还请二位师兄带我去洗剑池 杨彻神色平静 这时 两个执事弟子才发现 杨彻确实已是炼气七三层 根据清剑宗宗归 脆矿杂役弟子 打炼气三层后 便可前往洗剑池 其中一位执事弟子 面无表情掏出一张灵符 口中低念几声后 灵符便化为流光消失不见 不一会儿 空中传来一声嘹亮情鸣 随后一只通体雪白的灵鹤 便落在了二人身前 跟我走吧 这执事弟子率先跃上贺北 杨彻默然跟在其后 也上了贺北 随后灵鹤展翅冲天 向洗剑池所在的助剑阁 急速飞去 这混沌诀 究竟又会给我带来 什么样的惊喜呢 杨彻想到这里 嘴角不由微微滑起一丝弧度 第58章 领事弟子魏师兄 杨彻站在雪鹤背上 远远看到 有不少灵晴也飞在空中 这些灵晴背上 驮着大量储物袋 所飞行的方向 与他身下的雪鹤 似是同一个方向 杨彻知道 与平鲁峰一样的矿场 是有很多的 不同矿场所产出的矿石也不同 矿石被淬炼提纯后 便会装入储物袋 由这些灵晴 将其运送到驻剑阁 他看着那些装满了 已经被淬炼提纯矿石的储物袋 眼中一片火热 雪鹤速度很快 小半时身后 便落于一座 巨大无比的轻石广场上 杨彻从雪鹤背上跃下 刚一踩在广场轻石上 便感到脚底传来炙热之感 领他来的那直视弟子 取出一张灵符催动 这灵符幽光一闪 二人眼前便凭空出现一条通道 通道口 有两个炼气石层的直视弟子把守 杨石殿 你跟这两位师兄去吧 领他来的直视弟子 面无表情说完之后 便跃上雪鹤之背 返回平如风去了 杨彻走到通道口 这两个炼气石层的直视弟子 检查了他的弟子令牌后 便带他进入了通道 走进去后 杨彻发现 是一个通往地下的长长时间 越是向下 温度便越高 不一会儿 他便听到 拼拼砰砰叮叮当当的 各种打铁声传来 当最后一集时间走完 一个无比庞大的地下火红世界 出现在了杨彻眼前 无数忙忙碌碌的杂役弟子们 有序地分成几波 有的弟子正将那淬炼过的矿石 一块块码入通红的冶炼池 有的弟子正在将冶炼出来的 金属浆叶分流 并灌入一个个剑形模具中 还有弟子 则正在将已经打造好的通红剑胚 不断锤打 然后淬火冷却 进行真正的洗剑 而这些人当中 明显有数十位气质超然的老者 将以洗好的剑胚 添加一些特殊材料 利用地火 进行最后的炼制 这数十位老者 无疑就是清剑宗的驻剑师了 那炼气十层的直视弟子 将杨彻带到一个炼气十二层的 高大魁梧胖青年面前说道 魏师兄 这是新来洗剑池的弟子 叫杨元 魁梧胖青年神色冷俊 尽管身材不怎么样 但五官却是非常英挺 活脱脱一个英俊大胖子 杨彻听到魏师兄三字 立刻猜到 此人很可能就是 洗剑池的领事弟子魏宇航了 在清剑宗 若没有特殊天赋或背景 所有外风弟子 炼气四层级以下 为杂役弟子 炼气五层至八层 为普通弟子 炼气九层至十一层 为直视弟子 炼气十二层 为领事弟子 魏宇航脸上没什么表情 看着有些高了 他对杨彻说道 你刚来此地 就先去分矿吧 杨彻求之不得 立刻点头称是 一步步赶紧脱离杂役弟子身份 待恢复到炼气十一层 并突破炼气十二层后 便去那雾银海 继续寻宝之旅 不过对天地混沌绝 有了新的领悟 加上在九星雷燕帮助之下 居然能提纯吸收 矿石精华后 杨彻就下定决心 万不能错过 这增强肉身的大好机会 他一想好 要利用这份矿石的机会 小心翼翼 神不知鬼不觉 吸收一部分矿石精华 来增强肉身 一个月后 杨彻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肉身 因为融入了这些金属精华 变得连他都不知道 到了何种强硬的地步 他如同上了影一般 到的最后 不断加大吸收其中的精华 不过很可惜 第二个月 他就被分去灌江业鱼 剑形模具 如此一来 杨彻便没了 再继续吸收矿石精华 来增强肉身的机会 不过倒是能更近距离 观摩这些筑剑师的手艺 杨彻对此也非常感兴趣 几乎每天都会细心留意 这些筑剑师筑剑的步骤及动作 如此又过了两个月 杨彻恢复了练器四层修为 狭小的地下石屋中 杨彻手捧天地混沌绝 时而皱眉 时而微笑 时而惊讶 时而波澜不惊 他越来越觉得这天地混沌绝 玄妙至极 同样的文字 却似乎每一次重新读过 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许久后 杨彻收起混沌绝 不由想起了乌龙谷那曾经的洞府 通幽洞 他最在意的 自然是那块灵土 和灵眼之树幼苗 还有仙草九叶末养果 每每想及此 他都不由心急如焚 想突破筑机 却遥遥无期 且那传说中的天恩 仍旧没有半点消息 还有乌龙谷那柳寒烟的毒杀之仇 杨彻一刻都没忘 脑中思绪分杂 使他不由苦笑起来 修仙之徒 想要长生不死 根本不是种种灵草 养养灵情 就能悠然实现的 收回思绪 杨彻这才将从那许庸 和召集储物袋中 得到的物品 取了出来 自己的灵食 他自然收回 不止如此 他还取走了 二人储物袋中 大半灵食 如今 他又有了 上千块下品灵食 他还将这二人储物袋中 贵重之物 也取走大半 其中 许庸储物袋中 有一道令他有些眼熟的 特殊服录 不过有了一次教训后 他当时迅速收进 储物袋后 就再没取出来过 此时几个月过去 杨彻已知晓 就想起了 当初在那悬报要员 为了对付那夺射王月之人 文星瑶 取出来的那保命服录 没错 是福宝 杨彻认真仔细观察 手上的这枚福宝 只见其上刻画着 一个金色大印 栩栩如生 似像是随时 都会跃出这福指一般 当初文星瑶 那召唤出巨大火灵鸟的福宝 其威力让杨彻 至今都记忆犹新 所以 此刻经反复确认 得知手上这枚特殊福录 就是一枚福宝后 杨彻自然欣喜不已 收起这枚福宝 杨彻又检查了其他物品 发现都是一些普通之物 便没了多大兴趣 杨彻继续修炼了半个时辰 随后赶紧走出石屋 来到了冶炼池 咦 杨师弟 炼气四层了 领事弟子魏宇航走过来 发现杨彻修为提升 魏师兄 我也是侥幸有了突破 杨彻拱手施礼道 这几个月来 杨彻发现这魏宇航 虽然平常有些高冷 做事刻板 但从其为人处事来看 倒不是为一个正派和公正之人 而且 想到之前那许庸和赵继二人所言 他也隐隐推断出 当时那二人许 是想找这位师兄同流合污 但是却被为师兄拒绝了 魏宇航道 杨师弟 既然以达炼气四层 那就转去锤打剑胚 脆火冷却吧 杨彻心下一喜 拱手道谢 如此一来 杨彻对于铸剑的流程和步骤 将进一步熟悉 又过去了半月时间 正当杨彻对铸剑的兴趣 越来越浓之时 忽有一日 从平庐峰传来消息 说是让他过去一趟 杨彻不由心里一紧 猜测莫不是真有人能查出来 许庸二人之死 是他所为 不过很快 他就坚定地摇了摇头 他相信 这一次自己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除了当日灭杀许庸与赵继 他没有在任何人面前 动用过飞火针 第59章 第八封准弟子 杨师弟 我随你 一起去平庐峰吧 魏宇航主动提出 与杨彻一起去平庐峰 倒让杨彻有些意外与疑惑 二人来到平庐峰 在当初那只是弟子许庸 所居住的食屋前 杨彻看到 有数个杂役弟子 还有一男一女 两个衣着华丽的青年弟子 两青年皆是练弃十二层修为 女弟子容颜俏丽 神情淡然 男弟子相貌堂堂 神色冷漠 魏宇航这个英俊大胖子的出现 令两个年轻弟子的神色 结起了变化 杨彻捕捉到 那女弟子眼神 有着惊讶和闪躲 而那男弟子眼神 则有着轻蔑和嘲讽 喂师兄 真是好久不见啊 那男弟子的语气 有些阴阳怪气 而那女弟子 则缓缓站起来 看着魏宇航轻声道 你怎么来了 魏宇航表情没什么变化 只是淡淡道 听闻平庐峰命案 牵扯到我这杨师弟 我就陪他一起过来了 简师妹不必多虑 该怎么查怎么问 你们公事公办便是 杨彻心里一沉 落在杨彻身上 见杨彻相貌普通 并无神出奇之处 那简姓女子 恢复淡然之色 问道 你就是杨元师弟 杨彻拱手道 杨元见过师兄 师姐 简姓女子点了点头 而那男青年 却是一脸的淡漠 在确认了杨彻身份后 他立刻冷冷问道 杨元 许庸宇召集死的那晚 你是不是也在场 杨彻文言心下意灵 但面上神色丝毫不变 很快 他就从男青年眼色中 明白了些什么 当即斩钉截铁道 那日 我的确被许师兄 叫到这食屋来过 不过很快 我就离开了 至于其他的事 我就不知道了 简师妹 她已经承认了 请祝她 带回第八方吧 男青年拍案而起 准备对杨彻动手 杨彻差点被气笑了 这男青年 莫非脑子有病不成 这就叫承认了 他承认什么了 正在辩驳 这时魏宇航忽然一闪身 胖胖的高大身躯 挡在了杨彻面前 江吴 你脑子抽风了吗 他承认什么了 此言一出 杨彻大感意外 没想到魏师兄高冷之外 还有如此彪悍一面 叫江吴的男青年 脸色顿时 变得十分难看 他歪着嘴角 怒道 魏宇航 这里有你什么事 我八丰弟子在这里办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 指手画脚 魏宇航依旧一副高冷之色 淡淡道 你八丰弟子办事不假 可杨元 也是我喜剑池弟子 我身为喜剑池领事弟子 自然不能看着他 蒙受冤屈 冤屈 什么冤屈 他刚不是已经承认 许庸和赵继死的那晚 他就在场吗 江吴冷笑道 杨彻听到这里 实在忍不下去了 仅凭在场就断定 这江吴看来是准备完音的 横的了 江吴师兄 敢问我承认什么了 那晚 我被许庸师兄叫到这儿来 谈完事情 我就走了 我走的时候 赵继师兄也根本没在 所以 后来他二人之事 我并不清楚怎么回事 这样说 江吴师兄 应该能听明白吧 杨彻语气之中 明显带有不客气之意 令在场弟子都有些意外 江吴同样如此 一愣神之后 他立刻喝骂道 你找死 一个贱奴 也敢如此大胆狂妄 知不知道老子是谁 说着 飞剑迅速出现在手 做事遇上前击杀杨彻 江师兄 住手 那简性女弟子终于开口 及时制止了江吴 江师兄 我二人还只是八丰准弟子而已 八丰大师兄 让我们来查此 已过数月的悬案 也是一种考核 所以 务必求的真相 能同时杀得了练气九层的许庸 和练气八层的赵继两位师弟 简离师妹 我要纠正一点 杨师弟半个多月前 才突破的练气四层 魏宇航事实插话 并故意盯着江吴 加重了语气 江吴脸色难看 但却根本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一个练气三层弟子 能同时杀练气九层和八层 显然不可能 江吴心里其实清楚得很 但他知道 平鲁峰这个命案 根本就是一个悬案 诡异至极 除了归结为 许庸和赵继 因私下某种利益不均 或矛盾大打出手 而同归于尽这一个解释外 几乎找不到任何第二种可能 可偏偏八分给了这考核 所以江吴只能故意为之 想要找一个替罪羊 能糊弄过去 就糊弄过去 原本他和简离师妹通过查访 师以重力 才找到几个目击者 也就是当晚看到羊彻 被许庸叫走的几个杂役弟子 于是提前商量过 若这羊员死不承认当晚来过 羊员当这个替罪羊 是没办法实现了 不过这羊员当众 对他用那样的口气说话 敢无视他的修为和地位 这让江吴怀恨在心的同时 还是起了一点疑心 他决定要找机会 好好调查一番这羊员 江吴信心于简离离去 杨彻和魏宇航 也回到了住建阁喜剑池 魏师兄 多谢你之前仗义之言 杨彻对魏师兄谢道 魏宇航摆了摆手 无须言谢 我本就看他江吴一直不顺眼 此人极善于钻营 溜须拍马 颠倒黑白 无中生有 皆是他拿手好戏 我曾经就着了他的道 叹了一口气 魏宇航又道 此人牙字必报 你此前敢那样对他说话 他必怀恨在心 等日后 你达练气五层出了喜剑池 定要小心此人报复 我过些十日 也要走了 到时说不定 他很可能会派杂役弟子对付你 你还是多留个心眼吧 魏师兄要走了 杨彻有些惊讶 魏宇航是这里的领事弟子 权力大且操劳少 有大把时间修炼 按说是一个很好的差事 对 我要再次冲击九层弟子 上一次就是被江无坑了 才没能成功 魏宇航说完 眼中露出无比渴望和向往之色 杨彻对此为有祝福 魏师兄待他还算不错 人品也不坏 杨彻虽说不会对任何人信任 但对魏师兄这样的人 还是至少有那么一丝钦佩在心的 此事过后 杨彻一边继续在喜剑池操劳 并暗暗揣摩住剑之道 同时也加紧了修为恢复 两个多月后 魏宇航离开了 他离开 自然要有另外的弟子顶替 而杨彻万没想到 顶替魏宇航的人居然是江无 第六十章 肉身强度 杨彻意识到不妙 当晚就悄悄开炉 炼制尾巴丹 他储物袋内还有两份完整的药材 一直留着没有动手炼制 狭小食物内 杨彻将自己的精气神 调整到最佳状态 随后取出丹炉 腾出九星雷燕 开始炼制尾巴丹 九星雷燕似乎得知 杨彻炼制的丹药 就是上次被他抢夺过一颗的那种 显得格外卖力 数日后 炼制结束 还是失败了一份 另一份则勉强成功 杨彻只得到了一颗尾巴丹 想起九星雷燕上次抢丹药之时 他可不敢贸然将丹药吞入 雷燕啊 本想着炼制成功两颗 你我割一颗的 可现在只成功了一颗 这就难办了 你看 我现在急于恢复修为 这一刻 你就不要抢了 下次再炼制出来 你又先吃 可好 杨彻说了半天 九星雷燕却是一如既往 没有任何反应 思量再三 他一咬牙 干脆将这个丹药一分为二 分成了两个半颗 雷燕 一人一半 不许耍赖 不然以后 我就不炼制尾巴丹了 说完 直接将半颗丹药扔入口中 果不其然 丹药直接被九星雷燕卷走 沉入丹田炼化吸收 杨彻立刻又将另外半颗扔入口中 这次九星雷燕 果真没有再争强 吸收了半颗尾巴丹 杨彻顺利恢复了 炼气五层的修为 比至先前第五层 体内法力雄浑了不止一倍 一清剑宗宗归 达炼气五层 就可以申请离开 喜剑池 进入玄青山脉 处九分外的任何地方 开辟洞府 巩固了数日后 杨彻向江吴得交了申请 江吴见杨元 居然这么快就突破到了炼气五层 不由对他的疑心越来越重 他已出来炸道 不熟悉此间之事为由 拒绝了杨彻的申请 杨彻也早预料到了 所以虽有些郁闷 但也没多说什么 如此 默默等待了数日后 杨彻继续提交了离开的申请 毫无意外 再次被江吴拒绝 又过了半个月 杨彻再次提交 他倒要看看 这江吴还会用什么样的理由 江吴这次没有拒绝 不过却说 要杨彻再完成最后一批 一百饼剑胚锤打 脆火冷却 杨彻想了想 他要亲自监督杨彻完成 杨彻认真检查了这些剑胚 没什么问题 于是 放在地火断烧的石材上 开始锤打 喷一声下去 剑胚硬声而断 杨彻皱了皱眉 随后开始锤打第二饼 又是喷一声下去 剑胚又断了 接连第三饼 第四饼 一连断了六七饼后 才成功了一饼 接着又是断四五饼后 才成功一饼 如此这般 一百饼剑胚最后只成功了二十饼 席剑持有规定 锤断一饼剑胚 就要加码为两饼 于是 杨彻的最后一百饼 反而变成了一百六十饼 杨彻神识 再次仔细扫过眼前这些新剑胚 确认鼠变确实是没问题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杨彻离开心切 继续一边锤打剑胚 一边寻找问题所在 这一次 足足又坏了一半之数 根据宗规 他仍旧 还需要继续完成一百六十饼 这还是杨彻极为小心翼翼之下 才勉强完成的数量 若不然 这肯定越变越多了 杨彻知道 这是江无在报复他 但是也很奇怪 他在这些剑胚上 硬是找不出什么毛病 是锤子 断烧的石台 这些他都仔细检查过 没找出什么问题 实在太奇怪了 杨彻不再盲目进行下去 而是暂时放弃 他开始仔细思索与总结 若自己是驻剑师 对于这些近乎毁坏的剑胚 该如何处理 扔掉还是回炉重造 回炉重造 回炉 杨彻脑中猛然一样 那些表面上看着没问题的剑胚 难道都是回炉重造过的 杨彻想到这里 立刻重新回到洗剑池 将已经打造出的剑胚 再次丢入冶炼池 化为铁水后 再重新注目 很快 试过之后 杨彻发现 这样的剑胚 有些很强 有些却过于脆弱 过于脆弱的剑胚 再次锤打 直接应声而断 杨彻找到了问题所在 不过却又很疑惑 江无是从哪搞到这些回炉剑胚的 回炉剑胚也是剑胚 即使容易导致锤打失败 但杨彻还真挑不出理 他本想上报宗门 或求助其他弟子 但想了想 决定自己迎接这个挑战 再次进入锤打 杨彻先是按照日常那样锤打 果然 一锤一个断裂的声音 连续失败了五柄之后 杨彻与九星雷燕沟通了一番 在举起重锤的一瞬间 将雷燕小心附着其上 并让别人看不出什么端倪 雷燕 一会儿由你先感应 助我掌握下锤力道 杨彻心念传音道 在继续失败了三柄之后 后面的剑胚 在九星雷燕相助之下 全部成功 那江无越看越是心惊 根本不明白杨彻是怎么做到的 最终 杨彻还是顺利离开了喜剑池 倒是江无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 直到九风重新开启招收 正式弟子之日后 他才找到理由 顺势也离开了喜剑池 不过他对杨彻的好奇 与疑心更重 出了喜剑池 他反而有了更多机会 可以报复着杨彻了 根据宗规 江无知道 杨彻肯定会在玄青山脉中 开辟洞府 出了喜剑池后 他就在玄青山脉中开始搜索 想要一举找到杨彻洞府所在 多日打探与跟踪之后 江无终于找到了 居然是玄青山脉最偏远之地 这一日夜里 江无直接将杨彻拦在了洞府外 某处无人密铃 当江无一脸得意地 准备干掉杨彻时 却发现这杨彻居然笑得比他自己 还要得一语灿烂 没有任何废话 杨彻手心悄悄握住一块中品灵石 直接朝江无发动了狂猛攻击 江无愣了一下后 才嘲讽到 区区五层的低阶法力 也敢动了叫板 他随手一扔 一张浮路化为灵力光照 将他保护了起来 杨彻没有任何防护 就这样直直朝江无冲了过来 江无完全看不懂杨彻自杀式行为 他眼中冷色一闪 飞剑出手 杨彻此时心脏跳得有些快 但仍旧没有拿出任何防御之意 在那飞剑射来的一瞬间 杨彻法力鼓荡 提表立刻充满金属般光泽 丁一声轻响 飞剑激在了杨彻身上 江无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而杨彻却是欣喜不已 他肉身强度 竟早已在不知不觉持续修炼 天地混沌绝中 达到了上街法器的强度 第61章 福宝山海印 江无侯杰狠狠滚动 杨彻越是表现得诡异不凡 便越证明 他对杨彻的怀疑是正确的 他本对灭杀杨彻 抱着绝对成功的自信 从未想过有第二种可能 可现在亲眼目睹杨彻仅凭肉身 就能硬扛上街飞剑法器攻击 他对自己的信心有点开始动摇了 他十分清楚 对面这杨彻仅仅只有炼器五层修为 而且还是才突破不久 在江无的修仙生涯中 他从未遇到过像杨彻这样的人 一想到那许庸和赵继若 真是这杨彻在炼器三层时所杀 他心底就忍不住打一个机灵 即被伸上一股莫名寒意 信心 继续动摇 江无的复杂心思 杨彻自然不知 但自打他离开了喜剑池后 就一直在防备着江无 所以 江无在他洞府附近出现 杨彻没有任何意外和惊讶 直接就选择动手开战 江无是炼器十二层修为 若他能恢复炼器十一层全胜法力 要灭杀一个炼器十二层 还是能轻易做到的 不过眼下却是要谨慎 杨彻在发觉 肉身能硬扛上揭飞剑 攻击的那一刻 就马上取出了 从许庸那里得到的福宝 法力一涌入其内 杨彻便骤然感觉到 这福宝竟像一个无底洞一般 疯狂吞噬着他的法力 还好 他有仙剑之名 知道与江无的差距 便在法力的劣势 于是早就握着一块中品灵石 疯狂帮他补充法力 福宝 江无本就动摇的信心 在看到杨彻取出福宝的一刻 彻底崩溃 他转身便逃 同时决定立刻上报宗门 凭卢丰命案的凶手 定视着扬缘无疑 然而转身的下一刻 他便骇然发现 四周突然飞出 无数乌光闪动的飞针 并组成诡异玄阵 将他给困住了 江无知道 被拖在此地越久 便越危险 那福宝一旦彻底催动 他将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 所以 江无立刻控制飞剑 开始强迫飞针玄阵 同时手里再度出现几张灵符 他忍着一脸肉痛之色 将这些灵符 全部疯狂扔在了飞针玄阵上 怎么可能 江无脸上再次露出难以置信 心下骇然莫名 这飞针玄阵 他一时半会 竟然根本无法破开 当焦急涌现江无心头 江无不得不使用保命底牌了 一张终极中阶的稀有灵符 被他拿在了手上 终极灵符 每一张都珍贵无比 何况 还是一张终极中阶 江无实在没想到 有一天 他会拿此符出来 竟然只是逃命之用 第一念咒诀 灵符被催动 耀眼光滑闪动间 不远处的杨彻 眸光猛然一凝 仅216枚飞火针 组成的泰玄影光阵 看来是挡不住 这终极灵符之威了 杨彻知道 催动符宝需要时间 所以他早就提前 在四周布下飞火针 就是为困住江无 可他实在未想到 这符宝 催动需要的施法时间 竟会这么长 此刻 随着法力不断催动符宝 他已得知 这枚福宝是山海印福宝 福宝已生至密林半空 悬于江无头顶 渐渐地 一尊半个房屋大小的 巨大精印 散发着惊人气息 眼看就要彻底凝成 江无疯狂催动灵符 终于强行击破了 非真玄阵 他心里一喜 然而这次喜意 只维持了一息时间不到 便被惊恶所取代 一团森白色火焰 化为无数火苗 不知何时在非真玄阵外 将他再次困住 啊 江无发出绝望气候 他惊恐地看着头顶上 那彻底凝成的巨大精印 倒到金霞落下 将他死死锁定住 随后那半个房屋一般的大印 狠狠朝他砸下 轰隆一声 江无直接被砸成肉泥 仅剩一个储物袋 孤零零地落在地面上 杨彻收回福宝 脸上也是一阵苍白 一看守心 发现这块中品灵石 经过几次不断消耗 尤其是这一次 无比巨大的消耗之下 彻底耗光灵能 变成了飞灰 从他掌心四散飘零 杨彻打出火球 江无肉泥尸身 瞬间化为灰烬 捡起江无储物袋 杨彻回到洞府 简单略意收拾 便飞向玄青山脉 普通弟子聚居最多之处 重新开辟了一个洞府 杨彻有着自己的新打算 九封再次重新招收正式弟子 普通弟子势必前去参观 还有将来的乌银海之行 杨彻都不想 以一个泰国陌生的面孔出现 尽管他喜欢独来独往 悄悄修行 但至少这一段时间 他决定还是融入到 这些普通弟子当中 一来混个脸熟 二来也可以打听到 一些有用的消息 于是接下来 杨彻一边努力恢复修为 一边继续打听了解清剑宗 尤其是那乌银海的消息 随着打听到越来越多 关于乌银海的消息后 杨彻的心情也是越来越沉重 这乌银海乃是清剑宗 绝对控制的一处 专供弟子历练的神秘境地 乌银海有外海和内海之分 普通弟子 只是弟子和领事弟子 皆可进入外海历练 而内海 却只有九封正式弟子 才可以进入 不过也有例外 比如 此次九封重新招收 正式弟子的最后一项考核 便是进入乌银海内海历练 据说 内海不只有各种强大妖兽 更有不少珍惜的天才地宝 由于清剑宗 对其开放时间掌控得极好 所以 内海的资源一直源源不断 成为清剑宗核心资源密地之一 而令杨彻心情无比沉重的便是 这次九封招收新弟子 最后一项考核 便是进入乌银海内海历练 而考核结束后 内海的下一次开放时间 要在50年后了 得知这一消息 对杨彻而言 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要他等50年后 再进入乌银海内海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成为九封考核弟子 以他目前练弃五层的修为 连报名似乎都通不过 显然也不太可能 杨彻思来想去 甚至已经做好了放弃的准备 毕竟藏宝图上 也没明说到到底是什么宝物 不过很快他又打听到 此次只要成为 有资格参与考核的弟子 便能得到一颗助击单 若是通过内海历练 成为九封正式弟子 更可以再获得一颗助击单 甚至还有一次 得到九大封主帮助 直接强行助击的机会 这个诱惑对于杨彻而言 那可实在太大了 确定了这一消息后 他第一时间便去了宗门大殿 准备想办法 无论如何也要得到一个名额 第62章 考核资格 建门殿 清建宗入宗第一大殿 殿主司马超群 掌管处理处九封外的一切事物 不过平常司马超群 并不会亲自处理日常琐事 除了特别重大的事物外 都是由其五名助击七修为的弟子 负责处理一因事物 这一日 司马超群正在自己的殿内打坐 他其中一名助击七弟子 五弟子郑阳忽然来了 听了郑阳表明来意后 司马超群以为自己听错了 于是重复一遍道 郑阳 你确信只是一个 炼器五层的普通弟子 中年如生模样的郑阳 立刻恭敬回道 回师父 确实只是一个炼器五层的弟子 便一暗和雷双仙根 确实是可惜了呀 司马超群说着 理了吕锤致腹部的长长白须 微眯的眼睛里 也似乎起了一丝兴趣 郑阳恭敬道 师父 便一双仙根确实很罕见 虽然如今的修仙界都在密传 这样的仙根资质 根本无法助击 但是我想到了张师祖 他老人家是双仙根 所以您看 司马超群微眯的双眼 忽然睁了开来 随后缓缓起身 在殿内来回踱步 思索两久之后 他点了点头 道 那就送他去四封张师叔那里吧 一个便宜双仙根资质的人 能入我清剑宗 也算得上特殊的缘分 若他能入得了张师叔的眼 那此次乌银海内海之行 便算他一个名额 郑阳文言脸上一洗 恭敬称事后 便立刻告退了 司马超群捋着长须 眼睛似乎看向了第四封的方向 喃喃道 张师叔多少年了 希望这孩子 能成为改变你的契机吧 杨彻忐忑不安地 在一处偏殿等候 他不知道 自己抛出的这个条件 宗门会不会答应 那就是 若他能成为有资格的考核弟子之一 能进入乌银海内海历练 他将帮剑门店 踩到至少五株千年灵药 他之前专门进宗门的万卷阁 查阅过乌银海诸多相关资料 知道乌银海最珍贵的 便是千年份以上的灵药灵草 想成为九封正式弟子的这些准弟子们 从以往来看 至少也得踩到最少一株千年灵药灵草才行 所以 杨彻在问过郑阳师叔之后 一是向郑阳师叔表明 自己只需一个报名参与的机会 二是则表明 若自己得到这个机会 便会在内海 踩得五株千年灵药灵草 回报宗门 他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没时间再等了 郑阳师叔非常严格 岂能二戏 想要进入内海历练的低阶弟子多了去 若都提一个假大控的条件 那宗门是不是都要答应啊 杨彻见无法说动郑阳 只好非常诚恳地向着郑阳师叔讨教 便宜双仙根资质 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助击 这也是杨彻实在走投无路之下 真心实意地诚恳求教 同时也坦白了 之前试用的假名字 郑阳一听便宜双仙根字眼 然后确认 杨彻就是变异暗和雷双仙根资质后 神色微微一变 也没太在意假名字之事 让他再次等候 自己则去主店请示店主了 正当杨彻越来越焦虑时 郑阳师叔回来了 郑师说 怎么样 杨彻紧张 而又迫不及待地恭敬问道 郑阳神色严肃 他又仔细打量了杨彻一番 郑阻道 店主说了 鉴于你情况特殊 让我带你去第四封 若你能入得第四封封主的眼 你便有资格得到一个 入乌云海内海历练的名额 第四封 杨彻一听 脸色不由一变 不错 想必你也听说过 这第四封了 九封之中最特殊的一封 若你怕了 大可以选择放弃 郑阳眼神灼灼地盯着杨彻 还请师叔带弟子前去 杨彻怎么可能放弃 再难也要事上一事 郑阳点了点头 便带着杨彻飞向第四封 第四封也叫剑四封 以仙剑排名为封名 剑四封为 玄青山脉九座主峰之一 巍峨险峻 直入云霄 郑阳带着杨彻落于 封顶巨大的青石广场上 这广场足有数百亩 其四周无数亭台楼阁 但诡异的是 寂静无声 若真可闻 弟子建门殿老五郑阳 特来求见张师祖 中年相貌的郑阳 儒雅温和 小郑阳 若说不出一个来此地的合适理由 老夫可是要踹你下山的 一个无比沧桑的老者声音 略带不满地 从某处大殿传了出来 郑阳极其恭敬道 能被张师祖踹下山 那也是弟子的荣耀了 张师祖 你看弟子身边这人如何 不怎么样 都二十多岁了 才练起十一层 你带他来是何意 千万不要说 想拜入老夫峰下 这样的人 还入不得老夫之眼 若是准备拜入我第四峰 那就莫要白费力气了 老者的声音很冷 也很不客气 说完便已下了逐克令 练起十一层 郑阳看了看杨彻 一脸疑惑之色 而杨彻却是内心震惊 这老头简直离谱 竟能一眼 就看出他曾经的真实修为 杨彻 到底怎么回事 名字你之前弄个假的也就算了 连修为也隐藏了 郑阳这事也警惕起来 杨彻赶紧摆了摆手 立刻向这位师叔道明了原因 说自己练器十一层时 中过一种绿毒 才导致修为不断跌落 如今重修才恢复到练器五层 敢问张师祖 这小子说的可是实话 郑阳可不敢马虎 他必须证实杨彻所说为真 小郑阳 这小子倒没说谎 哼 若他刚才敢说一句假话 老夫已经将他脑袋削下来了 老者的声音 虽依旧有些冷 但变得有些懒羊扬起来 听得杨彻浑身一个机灵 赶紧走吧 老夫要清修了 老者明确下了逐客令 郑阳得到了肯定答复 那丝警惕也自然而削了 他忽然笑道 张师祖 那您老可不要后悔哦 这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变异双仙根的弟子 郑阳说完 还十分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准备带杨彻离开了 这时 从某处大殿忽然飞出一道光团 进化为一只大脚形状 直接踹在郑阳屁股上 真的将郑阳给踹下山了 同时 郑阳也接到了张师祖传音 让他务必保密 杨彻目瞪口呆 他孤零零立在广场上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一时陷入尴尬两难之境 许久后 那苍老声音再度响起 还不赶紧滚进来 让老夫好好瞅瞅 处在那干渗 当雕像吗 杨彻一正 赶紧回道 是是是 我这就来 赶紧这老头儿 脾气不太好啊 杨彻直奔声音 传出的大殿去 走入大殿 杨彻一眼便看到 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 正端坐大殿主位 老者看着先锋道鼓 飘逸出尘 他腰间挂着金色酒葫芦 身着一席灰白长衫 面上无须 休整得十分干净 潇洒 前辈 师祖 哦不 师叔主动说出先根资质后 就坦白了真名 认为没有再用假名字的必要了 这时 杨彻听到那老者撇了撇嘴 有些不屑道 还真是不怎么样 长得平平无奇啊 第六十三章 剑四 杨彻闻言 不由觉得这老者脾气甚为古怪 他在心里本想负肥几句 可被老者冷冷地一注视 他这想法立刻打住 此刻 站在这老者面前 他感觉浑身上下 似乎没有丝毫秘可言 仿佛一切都能被这老者给看穿一般 这时 老者忽然伸手一指 一道极细的光线 立刻搭在了他手腕上 暗 雷变一双仙根 确实罕见 老者眼中闪过一丝复杂难鸣的破人精芒 随后又很是随意地说道 把你挥的最强法术 打出来让我看看 说完 简单抬手一挥 一道白色木墙便出现在杨彻身前 尽全力往着光木上打 不要有一丝保留 老者声音非常严肃 杨彻想了想 立刻打出兵剑术 接着又打出火球术 全力轰向白色木墙 他打出的两道法术 落在光木墙上 竟如同蜻蜓点水 几乎毫无波澜 就这 老者脸上表情相当精彩 似乎感到有点意外 这老者的语气 马上激起了杨彻的不服输之心 他正欲取出非火针一事 老者却像是提前看穿了他的心思 冷笑道 想用法器灵符之类的就算了 法器灵符再厉害 那也不过是外力 杨彻正住 开始暗暗揣摩 这老者话里的深意 可没想到 这老者突然又继续说道 你还是走吧 你与我第四风 没什么缘分 除了变异双仙根 简直一无是处 杨彻毕竟才二十出头 血气方刚 屡屡被这怪老头儿言语轻看 心里自然也憋着几分火气 他很想扭头就走 然后痛快地用此处不流言 自有流言出这样的话 来安慰自己 可十年修仙生涯 让他学会了隐忍和克制 甚至他有种无比强烈的预感 似乎只要自己 从这里转身离开 此生便与那先知尽头 绝对再无半分之缘 深呼一口长气 杨彻压下 心里的不服于火气 渐渐平静下来后 拱手承执说道 老祖 那要如何做才能入得你眼 老者见杨彻 居然没有暴怒而走 反而由此诚恳疑问 不由重新眯眼 打量起杨彻来 伴上后 老者问道 你来我清剑宗多久了 杨彻如实回道 半年 才半年 难怪 你明明身具暗和雷双仙根 却为何没有修炼 这两种属性的功法 忽听老者如此一问 杨彻反而正主 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其实他早已想好 紫园觉修炼没有任何问题 那至少 也要修炼到练起七顶峰 然后尝试筑击 若筑击能成功 那自然立刻开始修炼 在乌龙谷藏树楼中 得到的那种暗属性 和一种雷属性的功法 见杨彻没说话 老者淡淡道 虽说变异双仙根筑击极难 甚至被认为 绝不可能成功 但你却白白浪费了 这两种仙根资质 即使筑击不成 可若好好修炼 二十岁前成为筑击之下第一人 还是非常轻松简单之事 而你是完完全全给浪费掉了呀 老者越说越来劲 你看看 你现在修炼的都什么玩意儿 兵剑术 火弹术 这都什么辣解 暗雷仙根最基础的属性法术 暗影术会吗 雷球术会吗 再进阶一点的暗室术会吗 闪恋术会吗 杨彻 杨彻猛在原地 呆呆出神 空旷华丽的大殿 陷入一阵沉默 许久后 小子 不是想知道 如何做 才能入得我眼吗 既然还有几分不错的志气 那就随我来吧 老者从主位上离开 向杨彻随意伸手一挥 杨彻只感到眼前白光一闪 整个人就变得晕晕呼呼起来 脑袋像是一直在转陀螺一般 晕晕炫炫 好在这种状态持续很短 再次眼前一花 待杨彻稳住身形 才发现 这老者居然带他来到了风间 这里云雾缭绕 放眼四周看去 仅能远远看到 其他几座主风的风间 这时 杨彻忽然感应到 丹田内一直沉寂的九星雷焰 竟变得有些蠢蠢欲动起来 压下疑惑 随后他的注意力 被风间之上 斜插着的一柄奇异古剑 给完全吸引了 古剑剑刃之上 有着些许小缺口 但仍旧闪着锋利破人的寒光 整个剑身透着古朴和沧桑之意 像是经历过无数战争洗礼后 才有的那种 唯我独尊的霸气与屁宁 那巨大的剑柄 没有丝毫装饰 只在尾部留有一个 已经豁开的环口 丝丝青红之气 从那环口不断散发而出 杨彻心中猛然一动 难不成这就是 清剑宗第四柄先剑 剑四 果然 老者很快便正视了 杨彻心中的猜想 小子 这就是我宗被称为先剑的剑四 你若能拔下他 我就与你以第四封准弟子的身份 参与此次乌云海内海的历练 老者副手而立 一阵清风吹过 他白衣飘扬 端得是先锋倒鼓 潇洒自意 听闻老者让他拔剑 杨彻顿杆身上的血液 都像是要逆流一般 开始沸腾起来 呼出一口浊气 他大踏步上前 直接伸手握住了剑柄 全身法力汹涌而出 但很可惜 剑四纹丝不动 仙家仙剑 我的前程全系你身 你多少 给点薄面 让我拔下就行 小子以后弱得到飞升 定带你一起 杨彻心里默念着 心脏也咚咚跳个不停 然而默念半天 这剑四依旧没任何反应 老者微微摇了摇头 看样子 已经彻底对杨彻 没什么期待了 就在这时 杨彻体内那九星雷焰 忽然窜起 顺着他胳膊掌心 涌入到了剑四之中 原本一直平平静静的剑四 这时猛然发出 璀璨夺目的光滑 嗡的一声 竟直接从封顶巨石中 阵站着飞起 连带杨彻都给带得飞了起来 老者一见眼前这一幕 眼中陡然浮现出一丝惊讶目光 杨彻双手死死握着剑四 努力想要控制住此剑 好在有九星雷焰相助 他总算是勉强握着剑四 落回了封顶 老者已恢复平静淡然的面容 他轻轻一挥手 剑四便重新插在了原来的位置 而杨彻明显感觉到 九星雷焰有些落寞与不舍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老者的声音终于不再那么冷漠 弟子杨彻 木杨阳 清彻的彻 老者微一点头 正色道 杨彻 你既已拔起剑四 那自然也有资格接受历练考核 不过老夫接下来所说 你还是得有个心理准备 杨彻一喜 接着又是疑惑 不明白老者接下来到底准备说些什么 竟还要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第六十四章 处境不妙 我第四封以上百年没再说过弟子了 这百年来 你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在剑四面前目光深邃 像是看到了亘古过去 又似看到了遥远未来 在你之前 老夫有过两名弟子 他们都是天资极高之人 可惜当年老夫所有心思 皆在王七身上 忽略了对他二人的教导 以至最后酿成惨剧 依据宗规 每封都有九个正式弟子席位 这九个弟子席位 并不只看修为高低 想要成为九封正式弟子 无论天赋 实力 意或者运气都不可或缺 老者转过身 看向杨彻 目光凝重 九封弟子 每年都要接受外封弟子挑战 虽说能挑战成功的 这数百年来 未曾有过 但这一次 你若成为我四封弟子 定会有大量外封弟子 向你发起挑战 而即便是现在 你是四封准弟子的消息 一旦被知晓 杨彻一听 立刻明白了老者的意思 您老意思是 我即使成为正式弟子 也会是九封弟子当中最弱的一个 即使是现在这些准弟子当中 我恐怕也是最弱的一个 一旦被这些准弟子 或者是外封弟子知晓 肯定都想打败我 取而代之 杨彻说着 心下也渐渐凝重起来 若是自己 即将以第四封准弟子身份 参加历练考核的消息 被所有弟子知晓 还真是有数之不尽的麻烦 难怪这第四封老祖 要让他做好心理准备了 小子 这是综规 一旦收你入封 外封弟子或九封准弟子 发起挑战 将你击败 老夫也不好拒绝 现在 你只是有资格参加考核历 能不能成功 还未可知 所以接下来 老夫很郑重地告诉你 老夫不会给你任何帮助 第四封的资源你 暂时也不能动用 啊 这 啊什么 你要靠自己本事通过历练 老夫才会真正收你 这期间 若有其他弟子找你麻烦 你也只能自己解决 万不能打着我第四封名头 更不能打着老夫名头 否则 别说想让老夫收你 这内海历练 你都参加不了 老者神色凝重 口气不容置疑 杨彻大感无奈 好了 你小子可以走了 直接去找你正阳师叔吧 老夫已传音于他 后面一切都靠你自己了 若你死在内海境地 那也是 你小子的命 怨不得任何人 老者说完 身形一晃 消失无踪 空流杨彻一人 仰天长叹 他别的倒没过多奢望 也没想过 动用第四封什么资源 就是对老者刚才所说的 暗影术 雷球术 还有暗示竹 和闪恋术什么的 心仰难难 本想好好表现一番 说些好听之言 求着老者 把这几种法术交给他呢 看来也是没什么指望了 杨彻十分清楚 别看老者说的轻巧 实则他早已深入了解过 暗属性和雷属性法术 十分稀少 尤其暗属性 几乎一片空白 不过看着老者说的 如此随意的样子 说不定他那里 还真掌握着大量 暗属性和雷属性法术 甚至功法 一念即此 杨彻内心不由火热起来 无论如何 都一定要通过这次内海历练 当然 更重要的还是那宝藏 杨彻坚定了信心 接下来自然要为这次的内海历练 好好准备一番 杨彻来到剑门殿 中年儒雅的正阳师叔 一见杨彻到来 立刻取出一个小巧剑形令牌 递给他说道 这个你千万收好了 到时启程前去乌银海 会通过这个传音于你 也是进入乌银海内海的身份象征 杨彻收了令牌 对正阳师叔深表感谢 随后回到了 自己位于玄青山脉中的洞府 他重新检查了自己的储物袋 除了非火流星外 攻击法器道还有两件 一件是当初在乌龙谷外的沙漠 面纳玉兽门修士得到的青色葫芦 不过 这只是一件中阶法器 本身派不上多大用场 但他一直对其可以喷射出 威力不小的黑色圆球 很感兴趣 那黑色圆球 后来杨彻知晓叫混元珠 单个威力相对顶阶法器而言 实在太小 除非一次喷出的量非常庞大 才有可能勉强抵得上 顶阶法器的一击之威 如果单单只能喷射混元珠 杨彻早就卖了 这青色葫芦了 之所以一直留到今天 是因为他从乌龙谷 获得了那种雷属性功法之后 明白了 有一种叫天雷珠的东西存在 这天雷珠可是了不得的东西 据说一颗最为普通的爆炸威力 就堪比铸鸡后期顶峰修士全力一击 杨彻在想 若能弄到天雷珠 伪装成混元珠的样子 由这青色葫芦喷出对敌 岂不就能做到出其不意 不过 后来他也了解到 这天雷珠根本不是普通之物 一般修士根本炼制不出 方式中流传的 极其稀少 而又有价无事的天雷珠 也都是从前流传下来 侥幸没有被消耗掉的 想要弄到天雷珠 实在是非常困难之事 另一件法器 则是当初从那冷飞云手中 得到的顶阶飞剑法器 杨彻早已打算好 要凑够36柄顶阶飞剑 从而组建泰玄影光阵 来测试下威力 而防御类法器 他一件没有 而到底要不要弄防御法器 他也一直比较犹豫 毕竟他知道自己肉身强度 已经堪比上阶法器了 不过 最终杨彻还是决定去方式 逃一件顶阶防御法器 至于灵符 当初为了从那柳寒烟手下 逃得性命 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初级灵符 唯独那张初级上阶的风枪符 被保留了下来 至于终极灵符 当时从那柳原手里获取的那张 最后又被迫无奈 还给了柳寒烟 好在他手里 还剩几张终极灵符 一想到柳寒烟 杨彻眸子里便闪过冷力寒芒 愁 一定要报 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必须要有足够的修为才行 想到这里 他也坐不住了 干脆起身直奔方式 他要卖几张灵符 再加上手里现有的 近千块下品零食 买一件顶阶防御法器 再采购些炼制尾巴单的药材 好感在一月后的乌云海之行前 将修为再提高一些 来到清剑宗方式 杨彻明显感觉到 这方式规模比乌龙谷两大方式 云竹和听朝加起来 还要大得多 一个方式 俨然如一个热闹非凡的繁华城镇 这里店铺零次至比 分门别类 人气相当鼎盛 而且清剑宗的方式 明显与乌龙谷不同 乌龙谷的方式 设在宗门之内 是宗门弟子间交易 而清剑宗的方式 直接设在玄清山脉尽头 杨彻一打听 才知道 原来与邻国封国的修真宗门 新陈宗并不算很远 由于江国与封国还算交好 所以 两国修仙界 也没有大的矛盾和争斗 如此一来 此方式串起两大宗门 及两国修仙界的交易 自然繁华无比 杨彻转了一圈 苦于囊中羞涩 忽然 他眼睛一亮 发现魏宇航师兄 居然也正在方式中闲逛 正准备上前打招呼 旁边却忽然冲出两个头 戴斗笠的神秘黑衣人 直接一左一右 将魏宇航给夹在中间 且不知使了什么手段 直接就将魏宇航给带走了 杨彻眼神一鸣 立刻悄悄跟了上去 第65章 历练开始 可惜一眨眼的功夫 那两人带着魏宇航 就已消失无踪 杨彻想了想 决定还是不跟上去了 魏宇航可是练弃十二层顶峰修为 却如此轻易 就被那两个神秘人制住 他若贸然跟上去 反而会使得自己很有可能 也陷入未知的危险境地 尽管他很想帮一帮这位师兄 奈何自己有心无力 也只能无奈作罢 在方式逛了一圈之后 杨彻极为不舍地 卖掉了几张终极灵符 这才勉强凑够 刚好能买到两份尾巴单的完整药材 而顶阶防御法器 是想也别想了 如今 他身上除了仅有一块中品零食外 下品零食连一块都没有了 准备离开方式时 杨彻无意间路过一家 打着可练至顶阶法器的店铺门前 忽然想到 自己还有一根黑风鹰的本命黑雨 进店询问一番之后 杨彻才得知 这本命黑雨 竟是极为难得 炼制飞行法器的一种主材料 别看这小小一根 却是极为珍贵的 能打造速度更快飞行法器的上好材料 店老板十分渴望杨彻 能够将这黑雨卖于他 不过杨彻思虑再三 还是拒绝了 一想到连那神秘的双月仙子 都愿意拿出珍贵的阵盘出来 换此物 想必这黑雨 说不定还有什么别的妙用 回到洞府 杨彻由于极为心疼药材的昂贵 所以拿出了几乎小心到极致的专注 并提前一再叮嘱九星雷燕 一定要全力配合 若是两份药材都能成功 这样它们就能兜分到一颗完整尾巴丹 但若是失败一次 或者全部失败 那可就十分不美妙了 九星雷燕四世懂了杨彻的意思 竟真的完美配合杨彻 于是 两份尾巴丹都炼制成功 当然 由于一直专门炼制同一种丹药 杨彻的经验也早已越来越丰富 成功率自然大大提升 这一颗尾巴丹幅下 竟他令直接恢复到了炼器八层 杨彻马上意识到 是因为这次丹药品质大大提升了 一直修炼到夜深人静 忽然 他丹田内九星雷燕变得无比躁动起来 杨彻尽全力压制 虽能控制住雷燕 但仍能明显感觉到 这份躁动若得不到及时安抚与释放 怕是要出什么乱子 相处这么久 他还是多少了解着九星雷燕的脾性 于是索性不再强行压制 而是直接问道 雷燕 你想做什么 可以指引我 我们一同前去 话刚落音 他便几乎被雷燕拖着往前走 方向赫然是第四风 杨彻忽然想到了什么 不由脸色微微一变 心念传音道 雷燕 你这家伙 莫不是想去封顶那间四肢处 九星雷燕腾涌几下 表示正是这个意思 你疯了 见四风老祖要是发现 还不扒了我们的皮 我现在都不敢肯定 这四风老祖到底发没发现你 杨彻立刻无比担忧地说道 九星雷燕却直接裹着杨彻 飞向了半空 并很快来到了剑四风风顶 杨彻实在太惊讶了 因为太过顺利 让他心中有些不安 九星雷燕选择与他融为一体后 至多只能脱离数丈范围 再远的话 九星雷燕便会变得极度虚弱 来到剑四前 九星雷燕四犹豫了片刻 随后直接钻入了剑四体内 剑四立刻开始微微震颤 这也让杨彻的心不由提到了嗓子眼 不过他想象中的风洞山摇 璀璨光滑并没有出现 反而剑四很快安静了下去 紧接着 剑四忽然缩小 变得只有巴掌大小 飞到了杨彻掌心 这 杨彻四下望了望 也不管这四风老祖看没看见 直接收了剑四 匆匆飞离了剑四风 待杨彻身影消失不见 先锋盗鼓的张老祖 才缓缓出现在风顶 这小子 张老祖脸上 进入出一丝莫名笑意 随后忽然伸手一指 一枚传音灵符出现在指尖 小正阳 待乌银海内海历练到来 单独让杨彻一人 从珊瑚口进入 说完 灵符一闪消失 而张老祖脸上的神色 也是越发诡异起来 杨彻莫名得了一柄仙剑 心中既有激动也有忐忑 不过一晚上过后 他发现 没有宗门之人过问 尤其是剑四风老祖也没找他 这让他大胆疑惑 同时也暗暗警惕 杨彻决定 这一段时间就好好闭关修炼 争取剩余的时间 还能恢复到炼气九层 内海历练的日子 很快到来 这一日 在洞府中全力冲刺 刚刚恢复到炼气九层的杨彻 便接到了正阳师叔的传音 让他立刻去往剑门殿会合 杨彻将洞府中所有之物都收拾一番 随后立刻赶到了剑门殿 并没有他想象中的人山人海的场面出现 反而显得有些冷清 神石一扫 发现加上他一共有八十一人 甚至在人群中 杨彻还发现了 那天被神秘人制住 并带走的魏宇航师兄 这让他又是一番惊疑 还没等他走进人群中 就很快被单独带到了一边 杨彻 等会儿这些准弟子们都走了 你再走 正阳温和道 杨彻不由疑惑问道 正师叔 为何我不跟他们一起出发 正阳摇头道 我也不清楚 你就不要多问了 总之 你肯定会进入乌云海内海的 既然正阳师叔都如此说了 那杨彻也不好再多问 等到这八十人的队伍 坐上一艘令他无比羡慕的神舟驰骋远去 正阳才给了他一份地图 缓缓道 杨彻 你按着地图上所指示的线路 进入内海 记住 剑四丰老祖 让我带给你一句话 杨彻心里一领 立刻恭敬道 还请师叔明言 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 正阳说完 大有深意地看了杨彻一眼 并催促道 赶紧去吧 五珠千年灵药 你可别忘记了 杨彻一听 顿时一智 感情这正阳师叔 一直记着这事呢 不过他更多的 还是在心里默念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这句话 玄青山脉 一直往极东之地 便是茫茫大海 杨彻还是第一次来到大海 根据地图所示 他需要飞到第一个海岛荒岩岛 在那里修整 并恢复法力后 才能继续前行 以炼器七弟子的法力 是根本没办法 直接飞到雾银海域的 他一路急飞 终于在法力快要耗尽之时 看到了一座 几乎没有高大植被 全是一块块 巨大岩石遍布的荒岛 看来应该就是荒岩岛了 杨彻落于其上 立刻盘膝而坐开始恢复法力 此岛并不大 一眼就能尽收眼底 一个时辰后 杨彻差不多恢复了法力 这时他忽然看到 有两名女修士 也飞到了此岛上 第66章 突然的绝境 这两个女修打扮有些怪异 其中一个练器十一层 长相普通 但身材丰满 前凸后翘 举手投足间 无不透着诱人的成熟风韵 另外一个练器十层 则长相甜美 颇有林家小妹的清纯与甜静 但身材平平 个子也不高 很是鲜瘦 他们二人头上缠着锦帕 衣衫花花绿绿 都穿着白褶裙 露出一节光洁银白的小腿 杨彻看了他们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准备踩着飞行法器飞礼 道友 还请留步 那长相甜美的鲜瘦女子 忽然出声 她声音也如同长相一样甜美 甚至柔腻动人 杨彻面无表情 淡淡回道 在下还有要事 告辞 说着便一踩着怀叶法器来到半空 谁知那身材丰满的成熟女子 却是脸上带着妩媚笑意 将她给拦住了 道友 这是何意 杨彻警惕问道 她一心只想尽快赶往乌云海内海 并不想节外生枝 这女子哥哥一笑 虽长相普通 但一双眼睛 却充满了勾人夺破的邪意 她这一笑 杨彻瞬间如同坠入漫天花谷 只感觉到四周阳光明媚 奇花遍地 窦雁争芳 不过很快 随着九星雷雁 在体内疼勇气 她立刻恢复了清醒 杨彻立时明白过来 此女竟会迷幻之术 内心冷笑一声 她准备强行离开 却没想到这女子 忽然楚楚可怜道 道友 只是想找你打听点消息罢了 你何必如此急着离开呢 杨彻身形根本没有停留 直接冲向高空 他已准备好 若这女子还敢阻拦 那也说不得只有出手了 一旁 那长相甜美的仙瘦女子也开口道 道友 听说清剑宗又已打开乌云海内海 而且下一次开启 据说要等五十年后了 此宗历练弟子 都已成作清月神州 飞往了乌云海域 难道你就不想去看看吗 杨彻闻言内心一动 看来这二人并不知晓 他也是清剑宗弟子 略一思索 他冷声问道 你二人究竟想干什么 哎呀 还真是一点风情也不解纳 这荒岛野海的 我姐妹不是刚好只遇到了你一人吗 所以想邀请道友 一起前往乌云海域 这一路也好有个照应不是 那身材丰满的女子说着 还朝杨彻靠近了一些 顿时一股迷人相风而至 令杨彻鼻子微皱 杨彻冷笑道 二位道友 乌云海域 可是清剑宗绝对控制的境地之一 我等外人 又岂能进入此等重地 哎呀道友 看来你有所不知啊 这一次乌云海开启 我将国其余四大修仙宗门灵霞宫 太炎寺 玉兽门和乌龙谷 早就联合在一起找过清剑宗 要求也让他们各宗弟子进入历练 最后清剑宗无奈 给了每一宗门二十个进入的名额 还有这种事 杨彻心下意惊 这消息实在令他有些意外 一见杨彻这种完全不似装出的表情 两女暗暗相视一眼 随后成熟女子继续说道 可不是吗 乌云海域如此宝地 岂能只让五大修仙宗门独享 我等同为江国修士 此去碰碰运气 说不定就能觅得大机缘 两女见杨彻独身一人 且修为只有炼气九层 自然就把她排除在五大宗门之外 以散修对待了 毕竟五大修仙宗门的人 前往乌云海域 那都是莫大声势与排场 杨彻的真正目的是要进入 乌云海内海寻宝 其右愿与人同行 可她又知道 绝不能让任何人起疑 于是听了两女之言 立刻表现出既有浓厚兴趣 但又犹豫再三的模样 思索了许久后 才答应与她二人结伴同行 她已经想好 一旦接近乌云海域 自己肯定要悄悄溜之大吉 一路攀谈 杨彻得知 这身材丰满的成熟女子 名叫姚恒 性如烈火 热情话多 而长相甜美的鲜瘦女子 名叫卢月 性子要淡一些 两人皆为散修 且交情很深 情如姐妹 三人之行 自然由姚恒带头领路 杨彻跟着这姐妹二人 越是深入海面 越是感到吃惊 这姚恒似是对周围 海岛极为熟悉一般 每每在三人法力 快要耗尽之时 总能找到一处荒岛落脚 数日后 一个漆黑夜里 三人在一个叫 红岭岛的岛屿上 落脚休整 他们围在一个 巨大的篝火架前 杨彻正烧烤着 一只猎杀来的山猪 此时 三人心情都颇有些沉重 一路行来 妖兽越来越多 三人前行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横剑 我们三人修为 还是太弱了 想要进入 雾影海域寻机园 怕是没什么希望了 卢岳看着姚恒 似是又想要打退堂鼓了 姚恒没说话 杨彻则将烤好的山猪 切成小块 并用提前准备好的 特殊竹签串好 一一递给了两女 越是接近雾摩海域 似乎越是邪门 杨彻感觉到 法力调动越来越声色迟滞 且肚子饥饿也越来越频繁 为了后面安全着想 他在方才的竹签上 稍微抹了点东西 若这两女对他没有歹意 那也就罢了 若真有图谋 他也有办法 让两女短时间内 失去行动能力 两女自然也察觉出了 法力运转的不对劲 卢岳想要返回 但姚恒则一直在坚持着什么 三人吃了烤猪肉 恢复了些体力和法力 杨彻靠在一块岩石上 依旧对两女 充满着无时无刻的戒备 他听着四周海浪 拍打礁石的声音 和风吹过高大茂密的红树林 发出的乌叶声 内心反而一片坦然 若是有可能 他宁愿找一处 这样的荒芜人烟之岛 没有任何人打扰 就晒晒太阳 吹吹海风 种种灵药灵草 养养灵情 一直修那长生大道 可修行偏偏是相悖的 需要无数庞大的资源 而资源又是有限 甚至越来越少的 这些年 杨彻已然明白 不争不抢 就像修长生大道 根本是不可能的 偏头看去 那卢月已经趴在 姚恒修长的大腿上睡着了 而姚恒则在望着 漆黑如墨的深空 不知在想些什么 就在这时 远处忽然响起沉闷的兽吼 紧接着血腥飘至 杨彻迅速起身 手中出现一块月石 照亮了附近的区域 只见一头体型 高约树杖的黑猿 野蛮壮断 挡住他的山石树木 瞪着骇人血红双眼 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一级妖兽 血晶圆 姚恒一把拉起卢月 一声娇和 快逃 杨彻心中一沉 真正的一级妖兽 非练器巅峰实力不可敌 而妖兽肉身 本身就是最好的防御法器 一级妖兽 通常来说 也要至少练器顶峰修饰 才能斩杀 三人取出飞行法器 刚站在上面 半空中突然飞来一条 诡异巨蟒 直接朝三人吞来 一级妖兽 且一空一路 完全将三人可逃路陷封死 转眼之间 杨彻三人便陷入绝境 第67章 剑丝的可怕 杨彻早已施展一个防护法术 将自己给包裹了起来 他在半空闪转藤挪 显之又显地 堪堪避过那非绫蟒的吞噬 这时他看到姚恒 取出了一把小伞防御法器 随着法力注入 伞面黄光大放 将他与卢月保护在其内 非绫蟒一吞不中 身上那泛着金属般光泽的肉赤 幽光一闪 那粗大的芒尾便狠狠一甩 击在了黄伞之上 砰一声 黄伞形成的防护罩镜 直接被抽得凹陷下去 同时 姚恒和卢月身形急坠 立刻落入了 那血精元的攻击范围 非绫蟒这时已经将头颅 重新对准了杨彻 杨道友 看来无法逃走了 不如我们三人齐心协力搏一把 你先拖住那非绫蟒 我姐妹二人 想办法斩杀这头血精元 姚恒一边焦急地朝杨彻说着 一边又取出一张灵符 急速低念咒绝 然后朝血精元身上扔去 她此时非常担心 杨彻一个人逃走 那样的话 她姐妹二人 恐怕再无任何活下来的希望 一路经过数个海岛 三人通力合作 斩杀不少不入籍的堤 中 高阶妖兽 姚恒已发现 这叫杨彻的青年 实力绝不像表面上看的那般简单 同时 此人极为谨慎 随时都保持着高度戒备 所以 在姚恒此刻看来 杨彻绝对是一个可靠帮手 好 姚道友 那就依你所言 我来全力拖住这飞灵蟒 杨彻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 因为即使他不答应 这飞灵蟒也似乎缠定他了 这头一级妖兽的速度 对他而言 无疑非常快 浑身尖如硬铁 若是其没有一对 可以飞行的粗大肉翅 杨彻自信 早就将磁蟒甩开 远远逃走了 杨彻丝毫不敢停下手中的动作 火弹术与兵剑术 轮番朝飞灵蟒身上攻击 看着声势浩大 但却都不足以破开 此蟒的肉身防御 不过却有效阻止了 飞灵蟒的近身 杨彻扫了一眼地面 发现姚恒与卢月 虽相当吃力 但至少与那血精元 短时间内形成了抗衡 脑中急速飞转 他立刻斜着 像茂密的红树林中 急急下坠 对于他一个练气气修士而言 由于无法真正施展分神之术 所以一边操纵飞行法器 一边进行施法战斗 法力和神势消耗得实在太快 坠入红树林 那飞灵蟒收了肉赤 扭动着水缸粗细的身体滑行 速度丝毫不亚于在空中飞行 杨彻刻意将飞灵蟒带至远处 渐渐远离了摇 卢二人与血精元的战圈 随后突然停下 一级妖兽已出具灵制 所以飞灵蟒此刻忽见眼前 一只逃跑的青年骤然停下 顿时吃了一惊 杨彻手中握着最后一块中品零食 同时另一只手急速一挥 上百道乌光立刻积射向飞灵蟒 飞火针犹如暗夜流星 积射在飞灵蟒那坚硬如铁的灵甲上 带起钉钉钉一连串四件的火花 随着杨彻手指舞动 又是上百道乌光继续飞射而出 这两百多枚飞火针在接近飞灵蟒后 忽然分化为七道 每道三十六根 形成圆环 由光丝连接 死死套在了飞灵蟒粗大身体上 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飞灵蟒暴怒无比 他拼命扭动着蟒身 想要生生正断这些飞针光环 杨彻神色冷峻 一道初级上街灵符已然出现在手 正是那道风枪符 低念咒觉 灵符化为一道无比巨大的风枪 被杨彻握在手中 随后人枪合一 直接向飞灵蟒的巨口中冲去 雷燕 准备 杨彻心念传音 那飞灵蟒 虽一时半会被困住 但见杨彻敢如此攻来 眼中仍旧闪过一丝不屑 他能感应出 这道风枪的力量虽然很强 但却对他不足以形成致命伤害 而眼前这修士既然如此送死 他自然张开巨口 毫不客气 越来越近了 飞灵蟒口中 忽然喷出一个毒物光球 狠狠砸在杨彻身上 杨彻肉身堪比上街法器 皮膜更是百毒不清 所以这光团 除了令杨彻一阵血气翻涌外 丝毫没有受伤 这一幕 显然超出了飞灵蟒认知 就在杨彻离飞灵蟒聚口 还有不到三尺时 风枪被突然制出 紧接着 一柄古剑缭绕着火焰 紧跟着一盏而出 血光乍放 飞灵蟒无比庞大的头颅 一下子就被剑四斩断 仙剑之威 恐怖如斯 连杨彻自己都被惊住了 不过这一剑斩出 也几乎抽空了他的法力 他几乎是跟随着飞灵蟒 那带着强烈不甘 和疑惑之色的庞大头颅 一起跌落在地 躺在地上疯狂喘着大气 杨彻心里却是激动无比 剑四 太可怕了 早知道用剑四 直接砍死这飞灵蟒 也不用白白浪费掉一张风枪符 不过虽然这样想 他心里还是很清楚 风枪符仍旧起到了迷惑作用 否则一早拿出剑四 恐怕这飞灵蟒 有可能立刻就逃走了 快速吸收着手里 中品灵石的灵能 恢复一些法力的杨彻 马上开始切割 这飞灵蟒坚硬的灵甲 还有骑身上那堆肉吃 有了剑四 这切割就变得容易太多 很快 飞灵蟒就被他肢解 有用的材料 全被收进储物袋 这时 远远地 传来一声淒厉惨叫 杨彻听出 是那先受女子卢月的声音 他迅速起身 但脚步一下子停住了 此时不正是摆脱这摇 卢二人最好的时机吗 想到这里 他立刻取出怀叶法器 刚预准备急速飞离 却骤然感觉背上一冷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猛被一个强行扭伸 从半空坠下 随后他看到 身后有一团黑雾炸开 不远处 一个浑身缭绕着黑雾的人影 凌空而立 小小炼气九层 居然能斩杀飞灵蟒 倒是小瞧了你 黑影声音沙哑难听 听不出是男侍女 不过杨彻却在此黑影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 颇为熟悉的气息 是了 当初在乌门那黑乌坛禁地 与那天鬼宗老玉相似的气息 魔道之人 杨彻眼眸一宁 手已按在了储物袋之上 罗兄 一条杂鱼而已 既然已找到遥恒 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 马上赶去珊瑚口吧 又有一个人影 出现在半空 此人腰间挂着数个硕大零售袋 一边说着 一边还取出块生肉 撕开其中一个袋口 将生肉丢了进去 随即里面传出巨大的咀嚼声 两人都是住机器 杨彻心吓一尘 暗道不妙 萧兄所言有理 料理了这杂鱼 我们就马上离开 那黑影取出一把黑色大剪刀 对杨彻音音一笑 说道 小子 乖乖让我把皮剪下来 不要挣扎 你会少受些痛苦 第六十八章 骷髅阴兵 杨彻立刻飞逃 眼前可是两个货真价实的 住机器魔修 不跑快点 怕是真要被剪了皮 想逃 那黑影发出轻蔑怪笑 他脚下的飞行法器 明显品阶更高 流光一闪 便几乎要追上杨彻 杨彻直接将身体控制权 交给九星雷燕 雷燕带着杨彻 速度瞬间提升 直接就将那黑影甩开 咦 有点邪门啊 那黑影吃了一惊 正欲继续追击 不远处那腰间 挂着硕大零售袋的人 却急忙拦住他 说道 罗兄 一条无足轻重的杂鱼而已 不要误了大事 黑影这才顿下身形 不满冷哼道 算这小子运气 若再碰上 不剪了他的皮 老子跟他姓 黑影咒骂几句后 转头道 小兄 我四宗之人都想得到这姚恒 如今落在我俩手里 这可是天大功劳一件啊 看罗兄说的 功劳二一天作物 一人一半就是 不愧是御灵宗赫赫有名 萧依诺 小弟佩服 走 去看看姚恒 姚大美人 黑影放声狂笑 随后二人来到那血精源之前 大战之地 什么 二人同时大吃一惊 刚刚被他二人 制住的姚恒与如月 竟然不见了 那萧依诺很快恢复长色 继续扔了一块 生肉在灵兽袋中 随后探到 好一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能如此悄无声息 在我二人眼皮子底下 将人顺走 定是那阴煞门的手段无疑了 哼 小兄 走 去珊瑚口 到了自然就清楚了 到时我老罗定 要和这人好好算一算账 二人踩着飞行法器 急速朝着深海而飞 很快消失在茫茫黑夜 许久后 先前那血晶圆大战之处 泥土忽然翻涌起来 嗨 伴随着一阵阵咳嗽声 从泥土里 钻出两个血色人影 正是那姚恒与如月两女 如月妹妹 你怎么样 两女受伤极为严重 尤其如月 更是惨不忍睹 姚恒两行青泪流下 看着如月半身的皮 都已被捡走 心痛之余 不由对那天鬼宗罗姐 恨之入骨 恒姐姐 我不行了 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如月取出橱带 递到姚恒手上 十分不甘地 闭上了双目 她原本就支撑不下去了 是姚恒用灵符 一直吊着她一口气 如月妹妹 姚恒感到浑身发冷 对如月更有一种愧疚感 若不是她判处何欢宗 如月执意要跟她一起 或许如月今天也不会死 如月仲恒忍着巨大悲痛 将如月埋葬在了这红陵岛 随后吞下一颗丹药 恢复法力后 也朝深海急飞而去 雾影海域 巨大诡异灰物 常年笼罩其上 这些灰物并不是普通物器 而是一种 有着极强毒性的诡异尘埋 传闻是雾影内海 有一座诡异巨大古堡 其受日月侵蚀后 从古堡脱落的尘埃颗粒 经过无数年聚集而形成 而这古堡 据说很多年才出现一次 平常就是刻意寻找 都找不到在哪里 雾影海域正面入口 仅有清剑宗数名驻基弟子把守 不过内海入口 则有数十名驻基弟子 传闻还有一名 结单期强者作证 由于雾影海流动的特殊性 加上海域面积实在广阔 所以清剑宗 也无法将所有入口全部堵死 最出名的珊瑚口 便是最危险的一处神秘入口 这里有一大片 横贯雾影海外围的红色珊瑚丛 这些珊瑚丛高约十数丈 其内迂回曲绕 不仅生存着十分凶猛的海妖兽 也遍布着不知名的毒虫 与海鲜植物 传闻 有一处流动入口便位于其内 若是运气足够好 进入其中 恰好就能找到 并通过这入口 直接进入雾影海内海 即使运气一般 也能通过这入口 进入外海 但若运气不好 找不到入口不说 还有可能被这里面的毒虫和海兽 甚至不起眼植被 随时给杀死 杨彻通过宗门剑门店正阳 师叔给的那份地图 颇费了一番功夫 才终于来到珊瑚口 他没有贸然进入 而是一直在附近藏匿徘徊 如此惹眼的一个地方 他不明白 为何郑阳师叔 会让他单独 从这个入口进入 难道是一种另类考验 还是说这入口 暗藏什么玄机 杨彻仔细观察了两日 随后判断出 仅在外面 根本看不出什么名堂 于是 他选择在一个深夜 悄悄钻入了这片珊瑚丛 而就在他刚钻进去不久 又有一名身材丰满 投产紧怕的女子 也决绝地从这里走了进去 黑暗中 又有星星点点的荧光 这是杨彻 进入巨大珊瑚丛后的第一观感 水面上有着奇异纹波 水下也似乎有着 令人心悸的可怕动静 他很快发现 一个可怕之处 那就是 身在这珊瑚丛中 随时都要消耗法力 尽管飞行法器 消耗的法力极少 但仍然要一直维持 而这里面 俨然一个小事件 杨彻月王里 走月是星惊 忽然 从水里 一下子窜出一只飞狮 直接咬在他手臂上 不过那飞狮 显然找错了对象 咬了杨彻之后 直接抽出几下 变成尸体 掉进了水里 一日后 他欣喜发现 这里的毒虫 根本伤不到他 不止如此 一些毒虫 想要附在他身上 他只要运转 天地混沌绝 便直接可以反将 这些毒虫 给吸尘空壳 数日过后 他不仅没有被这些毒虫 伤到分毫 肉身反而再度变强 这完全是他没想到的 于是 他索性一边修炼 天地混沌绝 一边漫悠悠朝里面 继续前行 又是数日时间过去 杨彻穿过一片珊瑚丛 来到一个空旷之地 这里 也有那种 诡异灰雾开始弥漫 他听到 似乎有打斗的声音 这让他心中一惊 立刻将脸器术 和隐秘术 双双施展到极致 随着打斗 越来越激烈 有黑色雾气 飘了出来 无数珊瑚礁石 断裂倒塌 随后露出一个 全身被黑雾缭绕的黑影 正与几个黑色骷髅 在激烈交战 是他 杨彻眸光一冷 陡然射出如鹰损般的锐利之芒 这黑影 正是那日在 红灵岛想要剪下 他全身之皮的那个魔道之人 此刻 这人被几个黑色骷髅 疯狂围攻 这些黑色骷髅手中 各个拿着英气 缭绕的黑弓 不停朝那黑 影射着英气森森之剑 罗剑 老夫说了几百次了 老夫压根没见过姚恒 你到底发什么疯 一道犹如地府音师的 森寒苍老声音 不知从何处飘出 英老鬼 不是你是谁 你英煞门的英兵 幻术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怎么 做了不敢承认 老夫承认个屁 你再胡搅蛮缠 老夫不介意 让你见识见识 老夫的英兵过境 来来来 来多少老子 都敢捡他的稀烂 看看 是你英兵厉害 还是老子手里的 鬼捡厉害 二人一边喝骂 一边继续疯狂交手 杨彻观战一会儿 衡量了实力差距 最终决定绕道而走 就在他刚欲起身之际 一名瘦如骷髅的长絮老者 忽然从某处诡异现身 并指着某处 用他那犹如鹰狮般的声音喝道 出来吧 别躲了 第69章 关中少女 杨彻心中意紧 不过 他看到这瘦如骷髅的长絮老者 那枯枝一般的手指 并不是指向他 还不出来 老者音音一声冷笑 忽然病止一点 一具骷髅鹰兵立刻击射 向那处珊瑚礁石 砰 一声大响 礁石从破碎 一个成熟女子身影 被迫显现 杨彻眼神一宁 认出这女子竟然是姚恒 姚恒 长絮受老者因老怪 与那罗俭双双瞪瞪着眼睛 惊讶过后眼中 立刻露出狂喜之色 杨彻注意到 姚恒神色与之前大为不同 他脸上居然没有一丝 惊慌与惧色 反而冷静得有些诡异和可怕 就在长絮受老者与罗俭 双双想要出手抢夺姚恒时 姚恒忽然动了 他将一张灵符催动 猛地往水里 狠狠一抛 哄 一声暴响 光芒闪耀间 水面翻起滔天巨浪 紧接着 从水里慢慢浮出一颗 无比丑陋的巨大虾妖头颅 当虾妖完全浮出水面 杨彻瞳孔猛然一缩 那长絮老者因老怪 与罗俭也是双双神色大变 这虾妖赫然是一头 堪比杰丹初期的五级妖兽 因老怪 快逃 被黑雾笼罩的罗俭 几乎没有任何 由于弹身而逃 瘦如骷髅的婴老怪雀 是身体抖如筛糠 如同被定住了一般 根本纹似不动 这时 那虾妖出手了 一根瘦骨制成的长矛 被这虾妖从背上抽了出来 只是简单一致 那正逃跑的罗俭 便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 生死未知 与此同时 那虾妖刚刚浮起之处 忽然水流涌动 竟快速形成一个 越来越大的漩涡 漩涡不断向四周扩大 其所过之处 无论珊瑚礁石 还是海草植物 统统被卷了进去 杨彻也未能幸免 这漩涡寺是有一种古怪引力 被卷进去后 它根本无法挣脱 被漩涡吞噬的刹那 它看到遥痕 也同样被卷进了漩涡中 水下 形成的水龙柱 快速旋转 杨彻被迫跟着水龙柱 一起被带往深海 无比难受的眩晕 与挤压不知持续了多久 它才呼赶脑袋一清 随后探出了水面 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杨彻还目望去 发现自己独身一人 浮在灰蒙蒙的海面上 四周迷雾重重 抬头也看不到天空 此刻它根本不知自己 身在何处 神石下意识想要散出 却吃惊发现 神石根本无法离体 接着 它又发现 体内法力似乎被某种神秘力量禁锢 一丝都无法掉动 浑身一阵冰冷 接着疲惫感传来 杨彻赶紧拼命向着 一个方向快速滑动 就这样 漫无目的一阵乱游之后 它忽然发现海面 不远处四漂浮着一个模糊人影 游进一些定睛一看 从浮世模糊 认出四世遥恒 只是天色昏暗 无法看清它的脸 想了想 杨彻还是决定游过去 将它抓住 遥恒似乎不会游泳 已经溺水昏迷 杨彻拖着它 足足游了小半个时辰 这才看到一座 像是城堡的海岛 费力拖着遥恒上岛 杨彻也筋疲力尽 瘫倒在海滩上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歇息片刻后 他扭头看向了遥恒 这一看 顿时吓了他一跳 因为此时的遥恒 居然像是换了一张脸 此前的他 长相普普通通 可是此刻 在他面前显露的 是一张 怎样美轮美奂的脸 杨彻寻摸了半天 硬是找不出 能描述他容颜之美的言辞 两久后 他只想到了一个词 精致无瑕 显然 姚恒先前掩饰了面容 而被那漩涡卷入 在海中昏迷后 不知怎么 就恢复了真容 正正地盯着姚恒 看了许久 杨彻忽然发现 由于他浑身衣衫禁尸 此刻全部紧紧贴在身上 使得他那凹凸有致的身段 被衬托得更加曲线毕露 惹人遐想 他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铜男 血气方刚之下 立刻就感觉 身体有了反应 口干舌燥 心里像是 有什么在挠抓一样 有那么一瞬 他甚至想要扑上去狠狠禽兽一番 不过 杨彻虽自诩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绝不是毫无底线 趁人之危的禽兽 狠狠过了一番眼影之后 他才强行让自己一开了目光 开始仔细打亮眼前 这座城堡 这城堡透着古朴肃杀之意 造型别致独特 看了剑后 他呼觉脑袋有些昏尘 使劲甩了甩脑袋 心下不由泛起焦急 来物银海 他最大的目的是想找到 那藏宝图所指示的宝藏 可此时放眼望去 四周全是雾蒙蒙的海水 根本不知这里到底是何处 甚至神识不能外放 法力完全调动不了 种种诡异 让他心中颇为不安 想了想 他决定 还是先让姚恒苏醒过来再说 毕竟多一个人 也能多一份主意 不过 当他再回过头 发现姚恒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苏醒 而且已经站了起来 姚道友 你醒了 杨彻立刻朝姚恒打着招呼 不过 姚恒看都没看他一眼 浑身散发着无比冰冷的气质 他眼睛死死盯着那城堡 随后一步步走了过去 姚恒的反常 更令杨彻意外和忐忑起来 他隐隐感觉到 眼前这城堡中 似有什么恐怖的存在 可偏偏他无处可去 只能硬着头皮 跟在姚恒身后 一步步走入了城堡 城堡之中寒意森森 一股冰冷刺骨的梁衣令杨彻 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好在修炼了天地混沌诀 他的肉身早已远非常人 此刻虽不能调动法力 但勉强能抵御这普通人 根本无法抵御的寒冷 城堡内非常简单 没有他想象中的 复杂布局和陈设 穹顶高大 下方一片空旷 跟着姚恒走至正中间 脚下忽然一沉 随后二人 似乎落入了城堡的地下室 这里仍旧一片空旷 但在这一次地下室的中间 赫然摆放着一具 孤零零的透明水晶棺 棺中躺着一名美丽少女 待看清这少女容貌 他忽然心头一震 一抹悚然猛地涌上 心肩和后背 他看了看姚恒 又看了看那水晶棺中的少女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看到的一幕 这少女与姚恒 居然长得一模一样 只见姚恒眼中 泛起片刻的茫然 随后渐渐恢复了清明 他一步步走到水晶棺前 直接将水晶棺打开了 随后那棺中沉睡的少女 默然睁开了 如宝石一般 深邃美丽的眼睛 第七十章 古神诀 杨彻已然有些麻木 他一遍遍在心里 强迫自己要冷静 要镇定 修仙世界 本就应该无奇不有 所以他要是这些为正常 然而下一刻 他眸光陡然重重一宁 再一次被眼前一幕 深深惊重 只见那观众的美丽少女 起身后 淡淡地对姚恒说道 很好 你的任务已完成 归来吧 一声冰冷娇喝 他抬起那如同粉雕玉琢的 白皙小手 直接按在了姚恒身上 姚恒面无表情 身形晃动 越来越虚幻 最后净化为流光 全部融入到了少女体内 少女闭目深深呼了一口长气 之后才睁开眼 淡漠地看向了杨彻 杨彻只感觉一股莫名寒意 直入骨髓 令她如坠冰窖 眼前这少女吸收了遥痕后 头发变成了淡紫色 身段也略微变得 比先前风雨了一些 清纯与妩媚 毫不违和地出现在了少女 完美无瑕的俏脸上 少女面无表情 冷冷地打量着杨彻 那认真与专注 少女悠悠道 多少年了 本王总算又活过来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杨彻心里始终营绕着一丝不安 所以此刻大声贺问 以此来驱散心中这份不安 少女抬眼盯着杨彻 眼中几乎没有丝毫情感 伸手一招 那水晶棺便被她不知收到了何处 随后她缓步走到杨彻身前 冷冷道 一只虫子是没有资格发出质问的 从此刻开始 你的人生只有两个字 服从 听清楚了吗 说完 手臂突然一挥 杨彻便重重摔向了斑驳骨墙 哗啦 一片石沉脱落 将杨彻半个身子掩埋 杨彻气血翻涌 好不容易站起身 少女又是一声冷笑 小手轻轻一挥 杨彻便再度倒飞而出 又一次狠狠砸在了骨墙壁上 这一次 墙壁直接被砸穿 汹涌海水 瞬间涌入 少女那好看的细眉 不由微微皱了皱 随后小手一招 杨彻直接飞到了她身边 她带着杨彻 优雅地从地下室 来到了古堡大厅 杨彻嘴角渗血 心念传音与九星雷焰 随时准备殊死一搏 就在这时 那少女忽然悠悠道 没想到 这五行人界的灵气 居然以枯竭稀薄至此 看来这个世界 也存在不了多久了 少女话音刚落 杨彻手臂之上 已经缭绕起了 森白色的腾腾火焰 没有任何犹豫 杨彻直接一拳打向少女 那如同雕刻出来的粉嫩俏脸 看到森白色的火焰 少女眼神 终于有了一丝细微的变化 她身形一动 便已飘然 出了古堡之外 杨彻一击落空 紧追出去 再次七十二上 等等 少女忽然冷声喝止 九星雷焰 上古三大神焰之一 怎么可能认你为主 紫发少女的眼睛里 闪现出一丝惊疑 这可是上古三大神焰之一啊 其灵性无双 怎会认一个 如此普通的男子为主 哦 是了 这男子有变异雷仙根 可恶 紫发少女似是想明白了原因 嘴角微微一瞥 神色旋即恢复了冰枉 杨彻看到 这紫发少女的眼中 引有一种傲然之色 这种傲然并不是骄狂与傲慢 而是一种发自灵魂的高贵与骄傲 即使是九星雷焰这种 被她称为上古三大神焰之一的天地灵活 也在她惊讶了一刹那之后 变得淡漠如常 不过九星雷焰的出现 也令紫发少女略微改变了心中计划 你叫杨彻是吗 紫发少女忽悠问道 杨彻没说话 她此刻脑子里只想着 如何干到这少女 然后逃离这里 于是 她毫不犹豫 直接对着紫发少女再度挥拳 哼 不自量力 紫发少女眸光清冷 小手一挥 杨彻生生被钉在了原地 丝毫不能再动弹 细心的杨彻也在此刻发现 随着这紫发少女每一次施法 她的身体也会跟着变得虚弱一分 她还发现 自己亮出九星雷焰之后 这紫发少女 便似乎陷入到了某种犹豫当中 古堡外 诡异地陷入了一阵沉默 偶有海风吹来 发出凄凉乌叶的声音 紫发少女那清美的眸子 忽然盯向杨彻 眸光如刀 直刺杨彻灵魂深处 这九星雷焰并不完整 你是如何得到的 杨彻面无表情 心下却在急速思索 和分析着眼前局面 紫发少女又道 九星雷焰 是上古神兽九星火压之灵 被一道九色天雷击中后 在雷火之中重新孕育而生 其鼎盛之时 活有酒色 且蕴含恐怖的雷电之力 成为上古三大神焰之一 上古时代 影世间无数修士 浴血争抢 是极为罕见的天地灵物 却没想到 他竟然认一个 普通的人族修士为主 真是疯了 杨彻心下一动 这紫发少女所言 比他之前得知的九星雷焰信息 要丰富多了 此刻在法力被禁锢之下 九星雷焰已成为他唯一的仪仗 杨彻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紫发少女眼神 灼灼盯着杨彻 见杨彻依旧没有开口 他继续说道 你解除九星雷焰的任主 让他心甘情愿跟着本王 本王可以指点你修行 你现在的修行一塌糊涂 空恋有一种古神诀 却根本没有任何希望助击 文言 杨彻心下一领 紧紧盯着紫发少女 眼里充满了不可思议 他从这紫发少女的话里 快速得到了几个 令他极为惊讶的字眼 古神诀 无望助击 看来 你并不了解这种炼体的古神诀 也不知道变异双仙根如何助击 紫发少女语气淡漠 言罢 他眼中那傲然之色在线 似乎在他眼里 杨彻能得到他的指点 那是莫大的福分 怎么 这样都还不愿意 紫发少女眼眸微眯 一丝极其危险的冰冷之意 从他双眸之中透散而出 杨彻正在天人交战 这紫发少女说的话 句句点中他要害 可放弃九星雷焰 他根本做不到 九星雷焰一旦脱离掌控 他很有可能小命不保 杨彻 本王耐心是有限的 若非九星雷焰一旦认主 若不自愿解除 即使抢过来 强行掌控也无法发挥其真正之威 本王岂容你活到现在 紫发少女四动了真怒 大有一言再不合 就会舍弃九星雷焰 立刻出手击杀杨彻的模样 第七十一章 西险 就在杨彻左右为难之际 身后古堡忽然传来轰隆一声 杨彻扭头看去 发现古堡已然倒塌 从地底钻出了一头巨大而丑陋的虾妖 赫然是之前在那珊瑚口 形成巨大漩涡时 出现的那头五级妖兽 古堡正是被这五级妖兽毁坏 从而坍塌 虾妖目光死死盯着紫发少女 眼中有着疑惑之色 不过片刻后 他还是抽出了身后骨毛 朝紫发少女狠狠刺来 杨彻被紫发少女施法定在了原地 难以动弹 所以虾妖攻来 他一下子被强大的法力余波 震向了海面 好在他肉身强硬 否则这一下很可能已经粉身碎骨 不过 虽没有粉身碎骨 却也是气血翻涌 身上骨头还断了几根 之后重重砸在海面上 挣扎着 让自己趴附在水面 偏头仔细观摩堪比杰 单气妖兽的真正实力 在他看来 这下妖身为堪 比杰单初期的五级妖兽 一定会令这紫发少女大吃苦头 最好这一妖一少女 斗个两败俱伤 好让她能趁火打劫 那就再好不过了 然而 她很快就瞪大眼睛 只感到喉咙发干 随后狠狠吞咽了一大口 心下吃惊不已 她看到 那不可一世的瞎妖 斜着骨毛 带着极其强大的毁灭气息 即将要刺中紫发少女时 紫发少女忽然动了 犹如一道紫色闪电 一闪便从瞎妖身体穿过 随后 紫发少女冷冷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而瞎妖 却依旧保持着刺出骨毛的姿势 整个高大身躯将在那里 在死一般的寂静中 她眼中神色与身体动作 都没有丝毫变化 如同被定格了一般 只不过那惊恐 而震惊的神色 似是在一刹那间 看到了什么 无比恐怖的画面 一阵寒冷海风吹过 瞎妖那直立的身躯 在风中忽然坍塌 如堆起的木块般 一块块凹陷下去 最终化作一地 无数细小的碎尸和血水 杨彻抿了抿发干的嘴唇 一股冰冷寒意 在心间化开 迅疾散入四肢百骸 一头堪比杰丹初期的五级妖兽 在刚才那一瞬间 似被紫发少女 横刺了不知多少次 杨彻能感应到 这紫发少女很强很强 可终究她修为太低 静远没有料到 这紫发少女的强 已经超出了她的认知 紫发少女此刻 手中握着一颗 仍在散发着热气的新红圆球 杨彻仔细辨认 想起曾在藏书中所看到的 认出这新红圆球 是那瞎妖的那单 那已经线条分明的身躯 开始微微发抖 莫然 她眸中一亮 似是想到了什么 而后伸手一招 杨彻顿时从海面上飞起 朝紫发少女飞了过来 越来越近 杨彻看到紫发少女 那勾魂夺魄的美丽绒颜上 隐隐露出一丝痛苦之色 经过仔细观察 她猜测这紫发少女 虽然斩杀了 杰丹级的五级瞎妖 但明显 似是透支了法力 体内状况有些怪异 杨彻脑中快速思索着 与九星雷雁沟沟通 想要趁机赶紧逃走 不过等她接近后 紫发少女忽然一口咬在了 她颈背上 杨彻忍不住一颤 随后立刻感应到 体内潜藏在那肌肉筋骨间的神秘力量 顺着血液被紫发少女 贪婪地吸入了口中 伯耿传来难以言喻的剧痛 同时又有一种 无法形容的怪异感 随着血液和体内 那神秘力量的流逝 杨彻感到越来越虚弱 反而紫发少女的身体 不再继续虚弱下去 慢慢稳定了下来 杨彻 九星雷雁的交易 杨彻听到紫发少女声音 有些虚弱 此时仍旧在惦记着 她的九星雷雁 交易就算了 九星雷雁我不可能给任何人 但是 你若愿意指点我修行 让我有办法助击 我倒不介意 用我的血和那神秘力量 来交换 你的血 若不是为了汲取 你体内那一点可怜的骨神之力 本王岂会吸你如此低级血脉之血 紫发少女冷笑一声 扶了扶额前紫发 倒是若有所思道 没想到这世界的灵气 居然已经枯竭成了这样 还真是运气不佳 她盯着杨彻 眼里有着 毫不掩饰的傲然之意 凭你体内这点可怜的骨神之力 就想得到本王指点 本王出了此地 随便找些 有骨神之力的高阶修饰 跟他们交易 岂不是更好 杨彻心下 微微一沉 不过也由此得知 那一直潜藏在自己肌肉 筋骨间的神秘力量 原来叫骨神之力吗 原本以为凭借这骨神之力 至少便有了 与紫发少女谈判的筹码 可没想到 紫发少女竟完全看不起 自己这点骨神之力啊 忽然 杨彻脑中灵光一闪 开口道 若真有你说的高阶修饰 有这骨神之力 人家凭什么 就一定愿与你都交易 紫发少女文言 神色一鸣 没想到 眼前这普通的人族小子心思 倒转得挺快 他取出一张灵符 冷冷道 那就先看看这个世界 到底有多少 修炼骨神觉的 说完 掌心涌动 灵符瞬间紫光大放 将紫发少女包裹其中 紫发少女这一刻的神石 强横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断覆盖 迅速在这片世界 仔细感应 然而 他神色很快便沉了下来 直到灵符上的紫光散去 他才有些不甘地 收回了神石 这时 他的身体 再度变得虚弱起来 紫发少女惊讶极了 刚刚他的神石 虽然没能完全覆盖 这片世界 但至少 也感应到了周围 百万里方圆 可令他无比郁闷 和惊讶的是 他居然没找到一个 身具骨神力的修士 反而白白损失了 一张顶级灵符 再次抬眼仔细打亮眼前 这平平无奇的年轻男子 紫发少女忽然发现 他眼里的虫子 居然变了 变成了一只珍贵的虫子 他历经沧海桑田 为了转世众生 特意穿梭到这五行人界 修炼分身和家族秘工 又借助家族血脉秘术 让重生后的本尊身体 沉睡了数万年 可现在醒来了 却发现 这世界已经灵气枯竭 天地元气稀薄 修行更是凋毙 居然连一个像样的 修骨神之力的修士 都找不到 如此一来 他的恢复将变得极为漫长 甚至出了此地后 由于灵气与天地元气 供应不足 出手都不敢轻易出手了 早知道这个世界的修行 变得如此凋毙 他宁愿继续沉睡 更为糟糕的是 他刚才击杀瞎妖的 任性出手 已变成几乎无法弥补的损耗 紫发少女在心中轻叹一声 而后盯着杨彻 看了许久 最终做下一个无奈的决定 第72章 空患魔石 杨彻 从此刻开始 本王指点你修行 你为本王提供骨神之力 不止如此 你还要在本王指点之下 为本王找到几样物品 我们以血气为约 如何 杨彻闻言 猜到这紫发少女 刚才用灵符感应 应该是 没能找到其他 修骨神之力的修士 思索一番后 他答应了下来 如此一来 不止莫了生死危机 先前听这紫发少女之言 他还知道 便一双仙根如何助击 他被解除禁锢后 二人各自挤出浑血 立下了血气 随后 紫发少女道 本王身体有些特殊 无法像这般 一直待在外界 需要在一处独立空间修养 既已达成血浅 本王先送你一份大脸 说着 杨彻眼前一花 接着就发现 他已被紫发少女 带到了一处海底 灵符释放的护照 有避水之能 他跟着紫发少女 走进了一个海底洞窟 洞窟四倍阵法 静置隔绝 其内干燥 并无海水 像一处修仙者洞府 杨彻隐隐觉得 从进入海底 到此刻眼前所见 莫名有一种熟悉之感 忽然 他神色微微一变 难道是 他一下子想到了 那黑色不知名材质的藏宝图 这地形地势 居然如此巧合 来到了藏宝之处 忐忑的是 这紫发少女 也知道此处有宝物 紫发少女速度很快 几乎一路都在破解禁止 很快走到了洞府最深处 杨彻看到 一个被光芒包裹的青铜箱子 悬浮在一处石台上 紫发少女眼睛微眯 正要抬手 强行打开那箱子 这时一道沧桑的老者声音 忽然在这洞府内 飘渺响起 拿了此时 就要承担此时所有因果 你可想好了 紫发少女冷笑道 你看不到 更不可能影响到 而本王想要的东西 又何须在乎因果 你是谁 那苍老声音里 不由带着一丝莫名巨异 你还不配知道 本王是谁 紫发少女伸手一指 强行破开了那青铜箱子 杨彻看到 箱子里有一颗赤红无比的奇异 光滑石头 这石头全都大小 通体赤红 泛着奇异夺目的流光 杨彻 去拿 紫发少女傲然而立 杨彻不由自主 便朝那青铜箱子走去 这小子修为太低 根本无法承担 此事因果 你这是在害他 那苍老的缥缈声音 忽然有些幸灾乐祸 杨彻心里一惊 身体也不由停了下来 他虽然听得不是很明白 但也隐隐从老者话里的意思判断出 这赤红石头 紫发少女拿了会没事 可自己拿了 就有可能出大事 说到底 还是修为的差别 有本王在 因果又算得了什么 紫发少女伸手一挥 那赤红石头便飞了起来 直直飞到了杨彻身前 取一滴精血滴在这石头上 紫发少女说着 见杨彻有些惆怅 又道 不用担心 你我已血气 你的因果 也是本王的因果 提到血气 杨彻心下一动 不再迟疑 挤出一滴精血滴在了赤红石头上 翁一声 他顿绝眼前 血光冲天 瞬间犹如 置身于一个 无边无际的血色世界 这里血气浓郁翻滚 无尽杀意 和死亡之意 如同山岳般重重 向他砸来 杨彻感觉呼吸 都变得艰难 一瞬间 他忽感脑袋一晕 随后发现 又好端端站在海底洞斧重了 嘿嘿 这小子 拿了此石 到时上见魔神一定会来找他的 就等着血迹此石吧 那飘渺的苍老声音 冷笑起来 死虫子 去死吧 紫发少女 猛然小手一挥 一道光芒 展向某处 你护不了他一辈子 护不了 啊 惨叫过后 那苍老声音 戛然而止 走 紫发少女一拉杨彻 很快便又回到了 原先那座海岛 杨彻这时惊喜发现 他的法力可以调动了 看看你的掌心 用神石附着骑上 紫发少女淡淡道 杨彻立刻翻开双掌 发现右手掌心处 有一个血红的石头印记 他将神石覆盖骑上 忽然 他发现 自己进入了一个血红 而炽热的神秘世界 更令他惊讶的是 这世界的天空中 居然有一轮血红太阳 无尽红土大地 就连远处的山川与河流 都被染成了红色 这里是那块石头 也就是空幻魔石自带的空间 自成一个小世界 今后 本王就住在这个世界了 无事之时 我们谁也不打扰谁 不知何时 紫发少女竟也来到 这个神秘世界 出现在了杨彻面前 杨彻眸光微宁 疑惑道 这里怎能住人 紫发少女却是古井无波 淡然向远处一指 你看那里 杨彻顺着他目光看去 发现他所指之处 有一个宽敞庭院 这庭院不再是血红色 反而被一片翠绿竹林包围 生机盎然 散发着浓郁灵气 庭院中几间精致竹屋 美轮美奂 他跟随紫发少女 来到庭院前 你 直播 紫发少女伸手示意 杨彻不能入内 这庭院以后就是 本王私密之地 你要是胆胆踏入一步 本王不介意 剁掉你一根手指 紫发少女说着 伸手一扶 庭院之门的门扁上 便赫然出现 紫王阁三个骨子 本王累了 要去睡了 待本王醒来 我们再离开这片海域 紫发少女走入紫王阁 忽悠转头道 也抓紧时间恢复吧 待本王醒来 就会指点你修行 本王会让你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修行 紫发少女 关上了庭院之门 杨彻散出神石 随后奇怪发现 除了这紫王阁 他的神石 可以任意触达 这片世界的任何地方 除了紫王阁所在 他还发现了另一处 充满着灵气的绿色之地 只不过跟紫王阁比 明显小了一半之多 杨彻盘西座 在这绿色之地 而现在空患魔石 又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他有喜有妖 想起海底洞府中 那沧桑老者之言 还有此前见到的 如山一般的沙翼血云 杨彻依旧有着不小的担忧 不过事已至此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而他最期待的 莫过于紫发少女 即将对自己修行的指点 尤其他那句真正的修行 第73章 脱胎换骨 两日后 雾银海内海 一座荒芜海岛 杨彻站在岛上 最高处悬崖壁边 听了紫发少女所说的修炼之法后 不由道抽一口冷气 你确定必须要这样修炼 杨彻满脸的疑惑之色 怎么 你是在质疑本王 还是说你 对自己没有信心 紫发少女神色轻朗 杨彻沉默片刻 望了望脚下 离此至少有百丈的海面 咬牙道 那就开始吧 记住 爬上来也只能从现在这个位置 千万不要想着走捷径 紫发少女顺着牙壁指了指 意思是 只能从这个位置爬上来 随后他忽然又问道 有没有木桶 杨彻心中诧异 但也没多问 将平常浸泡用的大木桶取了出来 就摆在这儿 赶紧开始吧 紫发少女神色淡漠 伸手一指 禁锢了杨彻全身所有的法力 随后 他转身走向了岛上密林深处 杨彻深呼一口长气 眼中露出狠色 纵身一跃 拍向了海面 没错 是用身体拍向海面 而不是跳入海里 这自然是紫发少女的要求 耳边传来呼呼风声 杨彻下坠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不多时 砰的一声 他结结实实拍在了海面上 剑起的杖许高浪花 瞬间将它淹没 巨大冲击力 立刻让他处于半眩晕状态 若不是修炼天地混沌绝 肉身强硬 此刻他怕是已经四分五裂了 杨彻猛咬舌尖 令自己清醒了几分 这狠狠一拍 他感觉自己体内五脏六腑 都四亿了位 不过神奇的是 潜藏在自己体内各个角落的神秘力量 也随着这一拍 似乎从沉睡的角落里涌动出来 在肌肉筋骨间来回奔涌 疼痛过后 便是一阵酸爽的酥麻 缓过来之后 他奋力游到牙壁旁 顺着坚硬光滑的石壁 开始向上移动 法力被禁锢 他只能硬平着肉身力量 紧紧抓着岩石 艰难向上攀爬 筋疲力尽爬上牙顶 摆到之前跳下去的位置 杨彻马上看到紫发少女旁边 那大木桶中 装满了黑乎乎的南闻枝叶 鬼哭疼 叶针草的枝叶 大口喘着粗气的他 认出这黑乎乎枝叶后 顿时脸色大变 不错呀 还能认出两种 紫发少女眼中闪过一丝亚色 这枝叶是特地为你准备 用了足足三十多种药材 调配出来的 赶紧泡进去吧 鬼哭疼 可是鬼见了 都要哭的一种毒疼 其毒支触碰在人肌肤上 那种痛苦连鬼都忍受不了 何况是人 杨彻有些无语 别废话 泡半炙香时间 继续用身体拍打海面 再接着徒手爬上来 什么时候这枝叶变成清水了 什么时候结束 紫发少女声音皱冷 面色严肃 杨彻无奈 咬了咬牙 拖着疲惫的身躯 走到木桶边 二话不说 便开始脱衣服 紫发少女眼中寒光一闪 随后冷哼一声 消失无影 杨彻能感应到 这紫发少女 已进入空患模式空间的 紫王阁庭院了 啊 一进入黑色枝叶 杨彻立刻哀嚎一声 他死死咬紧牙关 硬是忍着 如同刮骨切碎般的疼痛 不再吭一声 不过疼痛归疼痛 他隐隐发现 这些枝叶缓缓进入身体 竟能修复 先前身体的损伤 和一些之前潜藏的暗伤 半炙香后 他猛然从枝叶中跃起 顶尖一看 这黑色枝叶 居然没有一点变淡的迹象 一想到 紫发少女所说 要等这黑色枝叶 变成清水 才结束 他就忍不住 浑身一个机灵 走到悬崖边 再次向前扑跃 身子凭着 狠狠拍向海面 这次落入海面 他顿赶眼前一黑 身体像要散架一般 所幸 他咬着舌尖 令自己生生清醒着 随后游到崖壁边 开始抓着坚硬冰冷的岩石 一点点向上攀爬 这次好事更久 爬上来后 他感到一丝力气 都没有了 再也不想动弹 很想就此躺倒在地 呼呼大睡过去 不过最终 他还是艰难 爬进了木桶里 非人痛苦 再次袭来 原本以为自己可以睡 半炙香时间的杨彻 反而一下子来了精神 他发现 这药液似乎在刺激他的潜能 激发他的身体极限 随着黑色药液渗入肌肤 他再次感觉到 这些药液在不停修复着他的损伤 如此一来 不止他身体极限潜能被激发 让他得以继续下一次的 拍海面和徒手攀爬 还使得他的身体 不会留下后遗症和暗伤 半炙香后 杨彻继续跳牙 如此周而复始 他一次次激临极限 又一次次被再次激发潜能 这期间 有数次 他都闪过想要放弃的念头 可最终 又鬼使神差 咬牙坚持了下来 他从未想过 自己居然也有着 令自己都莫名佩服的毅力 他跳下海面 开始半昏迷 且时间一次比一次长 但神奇的药液之力 总能让他激临 彻底昏迷的边缘 始终保留着一分清醒 他攀爬的速度越来越慢 手上的皮早已磨破 血肉模糊 时间 次数 疼痛 对他而言 完全失去了意义 他就像一具行尸一般 机械而又麻木地重复着 重复着 直到 在某一次 他趴在木桶边 看着里面的药液 变成了清水 不知怎么地 他有种想哭的感觉 随后仰面躺倒 以手遮面 无声而起 不知不觉 他就那样睡着了 当再次醒来 第一眼便看到了紫发少女 现在感觉如何 紫发少女的声音 依旧清朗 杨彻内心一动 发现法力 已可以调动自如 古神之力 也一如是 这感觉 杨彻忽然一跃而起 他有些不敢相信 修为不仅恢复了 炼气十一层 甚至丹田内 法力雄浑的程度 几乎是之前十一层的数倍有余 然后是古神之力 心面一动 古神之力 在体内四肢百骸 经脉血肉中 流畅自如 如必直视 流畅 实在太流畅了 然后 他更是惊喜发现 自己肌肤表面 即使不动用任何法力 杨彻终于深刻体会到了 那四个字 脱胎换骨 第一阶段的打基础 比本王想象的要快 毕竟 你修炼有古神诀 本王已经帮你 完善了一下 让你的基础 更加牢固 接下来就是 第二阶段了 紫发少女说着 眼中露出一丝 莫名的细血 第七十四章 断风掠影 杨彻不由打了个寒战 下意识到 第二阶段 不会还是这般痛苦吧 那就要看你自己 痛不痛苦 取决于你自己 紫发少女说着 扶了一下额前秀法 凝重道 今后本王将长居紫王阁 不会再轻易出来了 而指点你 只会用神识 与你交流 记住 无论走到哪里 都绝不能暴露 空患魔石的存在 紫发少女说完 就进入了紫王阁 随后 他用神识传音继续道 本王敢应到这片海域 似有许多不同宗门弟子 在历练 大多是炼器十一和十二层 所以 本王给你的第二阶段 修行要求 便是你不能动用任何攻击 也不能用法器和灵符防御 只凭肉身强度和速度 与这些炼器器弟子周旋 从他们身上 抢走所有的灵药灵草 杨彻闻言 不由面露苦涩道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不能攻击 还要从人家手上抢走灵草 这哪能做到 本王会传你仪式身法古迹 专用古神之力施展 能学到什么程度 就看你的悟性了 修炼得越快越熟练 你自然就能将他们 采摘到的所有灵药灵草 拿到手 此发少女说完 也不知如何做到的 杨彻马上感觉到 从紫王阁飘出大量 带着淡淡金芒纹 自会入了他脑海 断风掠影 杨彻一下子来了兴趣 古修士身法类古迹 断风掠影 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 断风 意在借助风的气流 从而隐秘自己的气息 第二重境界 掠影 意在快到极致 连影子都不会留下 第三重境界 断风掠影 同时做到快到极致 有气息全无 杨彻兴趣盎然 立刻开始用古神之力修炼 吃过两颗九叶末阳果果实的他 领悟历史则已经大为提升 只用了三天时间 他就已经完全领悟了 第一重境界 断风 然后又用了十天时间 领悟了第二重境界 掠影 不过第三重境界 杨彻感觉到 想要同时将两种境界融合为一 确实有很大难度 想在短时间内彻底领悟 有些不太现实 于是干脆直接离开了这海岛 进入内海历练之地 杨彻没忘记 他还要踩到五株千年灵药道士回清剑宗 交给正阳师叔 根据正阳师叔给的地图 杨彻迅速朝着一处 有着大量灵药的海岛飞去 此岛叫枫叶岛 是一座相当大的海岛 刚一踏上此岛 杨彻就感应到 不下十人在此岛上 开始吧 紫发少女的声音 事实在杨彻脑海响起 杨彻没想到 紫发少女还在监督自己 想了想忽然说道 平白无故 主动抢人家东西 是不是不太好 所以你怎么想 在本王看来 根本是无所谓的事情 紫发少女淡淡道 杨彻心下微正 心想此时 若会议荣术就好了 既然不会 那就撕快步把脸蒙上 此时 离他最近的是一对 颇为年轻的男女修士 看他们亲密的样子 杨彻猜侧音 是一对情侣 江国五大修仙宗门中 几乎成双入队修炼的是 灵霞宫 灵霞宫女弟子众多 各个貌美如花 不过 他们大都有修行道理 使得另外几大宗门男弟子 经常谈起 都是艳羡不已 二位道友 得罪了 蒙面杨彻身体 忽然化为一道残影 冲向了其中 一头雾水的女修 女修下意识取出法器 却忽敢腰间 传来异样 低头一看 花容失色 杨彻虽有所料 但实战中断风掠影的恐怖速度 还是让他惊喜不已 神石一扫 他只取了其中所有灵药 然后将储物袋又扔 还给了已完全呆住的女修 几乎没有任何停顿 他又冲向了那名男修 不过 男修早有防备 一件朱子样的防御法器早被催动 形成了结实的灵力护照 将这男子护在了中间 当看到女扮储物袋被抢 男子早就勃然大怒 在做好防护之后 他手中出现一杆蓝色大旗 法力注入 迎风鼓荡 对着杨彻 就是狠狠一挥 杨彻看到 从那大旗中 飞出一条水桶粗细的蓝色大蟒 张着獠牙 向他吞了过来 他下意识想要动用法器 不过想起子发少女所说 不能动用任何攻击 和防御法术及法器 只能凭肉身强度和速度 所以无奈之下 再次使出段风掠营 巧妙避过蓝色大蟒后 以肉身撞向了那灵力护照 杨彻的反常举动 使得这一男一女灵霞宫修士 大惑不解 道友 将你手上灵药全都给我 在下立刻就走 杨彻这狠狠一撞 男子的灵力护照 顿时剧烈颤动不止 岂有此恋 男子练弃十二层修为 感觉又被杨彻的话给辱到 暴怒之下 将更多的法力注入了蓝色大旗 那巨蟒的法力得到增幅 变得更加凶猛 在半空中不停扭动身躯 形成了包围圈 再次朝杨彻凶狠吞来 咦 难不成是杨彻失地 忽然 一到略有些耳熟的声音 在不远处响了起来 杨彻避过蓝色大蟒吞噬后 眼睛一瞥不由愣住 说话的 竟是乌龙谷 当年那看守悬报药员的黑智青年 蒋男 杨彻记得 这蒋男当时是炼器十一层修为 如今已进阶炼器十二层了 他行下微微一灵 立刻猜到这蒋男定 是凭气息和声音 将他给认出来了 这遇到乌龙谷弟子 那不得厮杀一番啊 自己很可能 还背着乌龙谷潜逃的罪名 不过 蒋男没有丝毫 要与杨彻厮杀的意思 反而认出杨彻后 发现他似是正在被欺负 不由眸中意冷 手中翠绿色笛子法器 立刻吹奏 道道充满杀意的音符 毫不客气 全部落向了 那灵霞宫男修身上的护照 蒋道友 你发什么疯 灵霞宫男子一头雾水 眼看护照就要被肃杀音符击穿 杨彻一见好机会 将骨神力催动 身体再一次狠狠撞向了 那灵霞宫男子护照上 砰 一声大响 男子的防御护照被撞碎 杨彻施展断风掠影 瞬间摘走了男子 腰间储物袋 只将其内所有灵药拿走 反手又将储物袋扔还 给了灵霞宫男子 一旁的蒋男 看得目瞪口呆 蒋师兄 好久不见 杨彻哈哈一笑 朝蒋男飞来 既然被认出来了 那干脆就不掩饰了 反正也没打算真抢 而那灵霞宫女弟子 在后面大声喊着 意在提醒蒋男 小心储物袋被抢 第75章 杨彻追了过来 杨师弟 你这是 黑智青年 蒋男对杨彻的 反常举动大感疑惑 这时杨彻忽然身形一动 断风掠影 直接施展 一下子就将并没有 多大防备之心的 蒋男身上储物袋给摘走了 他迅速取了 蒋男储物袋中的 所有灵药灵草 随后将储物袋 扔回给蒋男 小声道 蒋师兄 你这三株灵草 我先借用一下 回头我会还你 蒋男像木庄子一样 呆立原地 不明白这杨师弟 到底所为哪般 杨彻这时 已经快速 向另外的历练弟子靠近 他速度太快 灵霞公那一对 道旅弟子追不上 只能骂骂咧咧 十分不甘地 在他身后狂追 这边的打斗动静 自然引起了 其余弟子的警惕与注意 见杨彻手上 没有任何法器 直接就飞了过来 这些弟子 还没弄明白 发生了什么 其中一个弟子的储物袋 就已经被杨彻摘走 杨彻只取灵药灵草 别的物品一概没动 此卑鄙无耻之徒 专强储物袋 诸位道友小心了 灵霞公那一男一女弟子 此时终于飞了过来 立刻气急败坏地 朝大家提醒道 杨彻将手中储物袋 勿归原主 淡淡一笑道 我只是借用大家的灵药灵草而已 谁说我要抢大家储物袋了 敢问这两位道友 你们的储物袋不好端端 挂在你们身上吗 灵霞公两位弟子面色难看 尤其那男弟子冷哼一声 直接再度挥起手中蓝色大旗 旗帜中飞出蓝色巨蟒 毫不客气朝杨彻吞来 大家一起出手 这男弟子一声大吼 那刚刚被杨彻 抢了灵草的弟子 微微一震后 也开始围攻杨彻 杨彻根本不理会 这两人攻击 断风掠影继续施展 转眼间又将另外两个弟子 储物袋中灵草给去走了 这下他惹了众怒 除了蒋南外 此地附近历练弟子 都朝他围攻而来 即使他速度非常快 也不可能将所有人攻击 全部躲开 于是 闪着各色光芒的法术 很快就密集落在了他身上 起初他吓了一跳 不过当他发现 自己肉身强度 竟能扛住这些攻击后 心中不由一喜 尽管原本就已知晓 自己的肉身强度 堪比上街法器 但那是在动用法力 遍布身体之时 如今他不使用法力 单纯凭着肉身 居然也能堪比上街法器了 这自然令他欣喜不已 而且这些攻击落在他身上 也在无形之中 帮他继续捶打 淬炼了肉身 当缺人自己不会被伤到 杨彻干脆 直接无视了这些攻击 继续开始 抢夺杵物袋中的灵药灵草 同时做好标记 很快 在这些历练弟子的震惊中 他将此地所有人的灵药灵草 都给弄到手了 没有任何停留 取出怀夜飞行法器 立刻飞离此岛 准备朝另一座 更加庞大的海岛飞去 这次的目的地 是雾影海内海 最为庞大的一座主岛 名曰雾影岛 不过 尚在半途 经过一座植被 浓密的荒岛时 他眼皮没来由地 忽然跳了一下 他神识感应到此岛上 离他最近的有数个历练弟子 于是辨认了一下方向 迅速落了下去 这一次 杨彻位在大张旗鼓现身 而是悄悄躲在暗中 很快 他发现 这些弟子 大都身着乌龙谷弟子的乌色袍服 即使乌龙谷弟子 他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立刻发动偷袭 将其中两名弟子储物袋 以最快速度驱走之后 便立刻急飞而走 杨彻前脚刚走 黑至青年蒋南 便已追至此处 并快速问道 诸位同门 可有看到杨彻师弟 什么 杨彻 蒋师弟说的 难道是刚才那抢夺储物袋之人 其中一名练弃十二层弟子文言 神色猛然一变 惊疑起来 谭师兄 你们储物袋 被抢了 蒋南脸露怪异之色 其中一名被抢了的女弟子 俏脸寒煞 十分懊恼道 不错 若抓住他 定饶不得此人 那谭姓弟子这时忽然说道 大家快追 他 他是我乌龙谷畏罪前逃 被戒律堂下了通缉令的弟子 什么 众乌龙谷弟子各个神色跟着一变 紧接着露出同仇敌忾之色 很是默契地 马上取出宗门给的飞行服 要不要通知管事师叔啊 他也进了内海 另一名也被抢了除袋的弟子 有些犹豫地问道 大家一起出手 定能擒住这杨彻 若擒住他交给宗门 可是大功一见 那谭姓弟子如此一说 众弟子双眼放光 很快凭借飞行服的速度 追上了杨彻 纷纷祭出法器 对准了他 杨彻 你畏罪前逃 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谭师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蒋男疑惑问道 而杨彻闻听此言 才到因蒋男之故 他已被乌龙谷认出 谋光顿时一鸣 谭姓弟子道 师弟之前 一直在闭关 可能不知 此人当年 杀了看守皇子地牢的 所有同门逃走 柳师叔发现后 即刻上报了宗门 可惜没能搜捕到他 杨彻一听 立刻就猜到了 怎么一回事 他并没有杀那些 看守弟子 极有可能 是被那柳寒烟嫁祸 原本他想着 赶紧完成 子发少女的修炼任务 并不想拼个你死我活 可既已被认出 想要抱着不厮杀的心思 已经行不通了 趁众弟子因蒋男一问 而愣神之际 他突然施展断风掠影 又成功摘下 其中一名弟子储物袋 你 众弟子群情激昂 法器法术 立刻往杨彻身上招呼 杨彻不管不顾 冲向人群 连续施展断风掠影 此人防御实在古怪 我们的法术 和法器 居然伤不了他 快通知管事师说 这杨彻 好像要跑了 一阵慌望后 那谭姓弟子 立刻取出一枚传音符 杨彻这时 脸色有些病痒痒的女子 突然从某个方向 快速朝他脊椎而来 杨彻看清来人 眸光不由猛然一鸣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那在乌龙谷皇子地牢 差点毒杀他的助击妻女子 柳寒烟 还真是巧了 看来乌龙谷此次带队 进入乌云海的管事 就是这柳寒烟无疑了 否则他进不了内海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杨彻双目变得赤红 恨不能直接一拳砸 抱柳寒烟脑袋 对面 柳寒烟也跟他有同样的想法 杨彻 这一次 我看 还有谁能救你 柳寒烟也是个狠人 直接灵符一甩 一条粗大毒芒险线 扭动着黑腰 朝杨彻凶狠吞来 第76章 融合 杨彻怒归怒 但为失去理智 咬了咬牙 毫不犹豫 朝着雾影岛方向飞逃 察觉到杨彻意图 子发少女冷哼道 你跑什么 一个小小毒修而已 你杀不了他 他也同样杀不了你 此女天赋不错 是变异独仙根 不过根基已受损 你若吸了他一身独修为 继续稳固 夯实你的修行基础 筑基便有望了 原本听到子发少女前半段话 杨彻还准备反唇相击一番 可听到后半段话 心中不由猛然一阵 筑基有望 这四个字 如同具有神奇力量 一下子就将杨彻定在原地 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 说道 此女是筑基七修士 想要吸他一身独工修为 恐怕并不容易做到吧 有本王在 有什么做不到的 子发少女口气中充满了不屑 既然出现了一个筑基修士 想要杀你 那先前的任务就此作罢 你先坚持在此女手中 撑上一个时辰 记住 利用她的攻击 继续催炼你的肉身强度 这次 你可以使用法力 一个时辰 杨彻苦笑 莫说一个时辰 半个时辰我 恐怕就要被此女耗光法力了 论法力雄魂 即使我能感觉到 现在体内法力 比原先进阶练器十一层时 多出数倍有余 但又如何能与 助击七修士比拼法力 子发少女淡淡道 你还有古神力 这次本王必要指点你 如何极限利用法力 不浪费一丝一吼 然后 配合古神力 让你更加节省法力 就在这时 那灵浮化作的毒莽 已经无比凶猛地眼看 就要将杨彻一口吞下 杨彻眼中 闪过狠色 上百根飞火针飞出 围着他高速旋转 以光丝相接 组成一个密不透风的 太玄影光针网 将他保护在其中 那毒莽一口吞下来 杨彻立刻运转 天地混沌绝 抬手向上狠狠一拍 开始吸收毒莽的力量 咔嚓一声 毒莽被大量飞火针 组成的阵法 崩断了毒牙 在杨彻疯狂收收之下 这条毒莽 很快化为一张扶皮 轻飘飘落在了海面上 柳寒烟吃了一惊 几年不见 这杨彻修为 虽仍旧是炼器十一层 但无论防御 还是战力 都有明显提升 这次定要杀了此人 柳寒烟眼中露出狠色 他掌心一动 又是一张灵符出现 催动灵符 一条长约几十丈的 毒骄出现 这毒骄 即便遇到注击中期修饰 也能一战 你这小小练器十一层 我看你 还能拿什么抵挡 柳寒烟试杀杨彻 见杨彻防御力不一般 马上就施展强大杀招 没有丝毫掉以轻心 毒骄争 所过之处毒物弥漫 空气都被染成了黑色 杨彻心惊肉跳 立刻向远处飞出百丈 这时 紫发少女的声音 立刻响起在他脑海 别躲 硬扛 尝试将法力 与古神之力融合 什么 融合 杨彻感觉 自从被这紫发少女 指点修行以来 都快惊到麻木了 哪那么多废话 让你融合你就融合 现在的你 不论是单纯 以法力 还是以古神力 都无法抵挡这条毒骄 而融合之后 再施以肉身 你会有惊喜的 砰一声 毒骄袭来 杨彻凭借断风掠影 虽勉强躲过吞噬 但也被撞翻数十丈 血气翻涌 杨彻直接在增加 一倍飞火针 增强防御 随后开始尝试 融合法力与古神之力 太难了 这是杨彻尝试之后 在心头的第一反应 紫发少女又是冷冷到 便一双仙根想要助击 你以为是那么容易的 若非遇到本王 你根本就没可能助击 现在 你听本王说 紫发少女 直接就告诉了杨彻 融合的窍门 杨彻闻言大喜 按照紫发少女所说 发现真的有用 于是接下来 她一次次 被毒骄撞得狼狈不堪 甚至有数次险些 就被毒骄一口给吞了 尽管已经知道了融合窍门 但短时间内 想要一下子融合成功 也几乎不太可能 好在半个时辰后 她终于摸索到了门道 融合已开始 有成功迹象 对面柳寒烟 却是眉头越皱越深 心中的震惊 也越来越强烈 这毒骄 是她毕生毒攻所化 无论是速度 还是攻击力 遇到铸鸡中期修士 都能一战 可半个时辰过去 法力被大量消耗之下 这仅有炼气十一层的杨彻 尽管躲避得十分狼狈 但居然没受到 丝毫致命伤害 这完全颠覆了 她对炼气器的认知 忽然 她脑中 想起了宗门长老们 关于这杨彻 变异双仙根的传闻 变异双仙根 爱徒惨死 死前她肯定无数次呼救 她却没来得及相救 心头就一阵疼痛 那可是她死去大哥的毒苗啊 尽管名义上是师徒 可施则对柳元 她已经视为 亲生儿子般对待 啊 柳寒烟一声力喝 随后手中出现一套 漆黑如墨的子母刃法器 这套法器 母刃一把 子刃六把 随着她向前一挥母刃 六把子刃 如同黑色闪电般 朝杨彻击射而来 杨彻一见 这明显蕴含剧毒的子刃飞来 不敢有丝毫大意 立刻控制 216枚飞火针 分化为六组 每组三十六枚 迅速组成六个泰玄影光阵 轰然与这六把子刃缠在了一起 咦 你这小阵法不错呀 子发少女居然难得的 第一次开口称赞 杨彻根本无暇理会 神识几乎疯狂消耗 刘星河也在她身边 飞转个不停 六把子刃被挡住了 柳寒烟谋中 终于第一次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去死 她挥起母刃 一道黑色寒光乍放 当头朝杨彻劈来 杨彻此刻被毒胶 与六把子刃拖住 以使出浑身解数 根本无法再抽出 哪怕一丝精力 来应对柳寒烟这母刃的歹毒攻势 说时时耐时快 黑色寒光瞬间将杨彻吞没 第77章 人体三丹田 千军一发之际 在巨大精神压力之下 杨彻终于将法力 与古神力融合成功 融合成功的一刹那 杨彻立刻感觉到 自己的肉身强度 有了飞跃提升 浑身忽然传来切割般的剧痛 随后便是犹如 无数尖刺遍布全身的刺痛 寒光形成的光刃高速旋转 似是要将杨彻完全搅碎 扛住了 杨彻心头一喜 她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没有凭借任何外力 居然硬生生挡住了一名 助机器修饰的攻击 略意沉吟 她干脆将所有飞火针聚拢 直接以288枚飞火针 组成一个泰玄影光阵 迅速将柳寒烟包围起来 柳寒烟由震惊渐渐变为金木 她越来越疑惑 眼前这相貌普通的青年 真的只有练起十一层修为 柳寒烟的杀意 不由越来越强烈 她从眼前这青年身上 竟瘾瘾感到一丝 莫名的不安 眼中闪过一丝可怕的阴冷 她伸手一挥 将子母刃法器收回 那条毒胶 则被她留在外面 继续围攻杨彻 随后她掌心一动 一张特殊浮露便出现在手 杨彻一见 这特殊浮露 顿时星下一沉 浮宝 如今杨彻已经知晓 浮宝又称为违法宝 是杰丹七 即以上修饰才可制作 其具有浮露和法宝的双重特性 故而被称为违法宝 而这浮宝 在炼气七修饰手中 和在助击七修饰手中 所能发挥的威能 简直天差地别 炼气七修饰 不会凝练之术 只能发挥出 浮宝十之一二的威能 紧紧笔顶尖法器 要厉害上那么一些 而助击之后的修饰 就可以运用 心神凝练之法 将浮宝 威能丝毫不胜 全部发挥出来 那威力虽然不能像 真正的法宝 那样山崩海啸 惊天动地 但也足以蔑视 其他法器之类 所以 杨彻一见柳寒烟 居然取出了一道浮宝 心神一动间 立刻飞逃 助击修饰 用心神凝练之法 催动福宝 根本不需要太长时间 修为高深的助击修饰 更能一瞬间 就可催动福宝 见杨彻飞逃的速度惊人 柳寒烟停止了 继续催动福宝的念头 立刻向杨彻追了过去 被一个助击修饰 追杀的滋味 可并不好受 杨彻力客问紫发少女 可有办法甩掉她 紫发少女却有些不屑斗 为什么要甩掉她 嗯 杨彻一时没反应过来 本王刚才是不是说过 只要你能吸了她一身 独修为 继续稳固夯实基础 助击便有望了 杨彻道 确实说过 但她手中有福宝 福宝一击 有杰丹修士之威 面对福宝恐怕 有本王在 有什么好怕的 紫发少女声音清冷道 本王已将此前斩杀的 那五级虾妖内丹 碾碎制成了药液 你神识进入 空患魔石取出 分五次服用 五级妖兽内丹 杨彻心中一惊道 即使分五次服用 我也有暴体之威吧 你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放心 本王加了别的灵药 用以中和 虽然服下去 有点痛苦 但不至于暴体 杨彻一听 这才稍微放下心来 神识立刻进入 空患魔石空间 将装着药液的 一个小瓶取了出来 神识扫在小瓶上 便一支五支其一是多少 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喝了一大口 刚好五支其一 啊 药液下肚 杨彻身在半空 突然一声闷哼 差点跌进海里 体内犹如火焚 五脏六腑 被巨大灵气 疯狂冲击 似要破碎开来 锥心刺骨的疼痛 令杨彻飞逃速度 一下子慢了下来 这 这叫有点痛苦 杨彻相当无语 这紫发少女队 有点痛苦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此时 那柳寒烟释放的毒胶 已经追了上来 当头便朝杨彻吞来 这毒胶 屡屡无法将杨彻吞入口中 早就暴怒如雷 不止发出 沉闷焦鸣 更是身躯疯狂扭动 似要将杨彻卷住脚碎 杨彻一边疯狂运转 天地混沌绝 吸收药液 一边继续飞逃 每当毒胶临近 他便施展断风掠影 如此僵持之下 杨彻终于渐渐看到 前方出现了群岛 杨彻 不要动用古神诀了 用你正常的修仙功法 吸收这些药力 进入中丹田 紫发少女的声音 忽然响起 杨彻疑惑道 中丹田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紫发少女有些惊讶 我只知道丹田有一个 在旗下位置啊 你说的中丹田究竟是 杨彻说着 忽然加大法力输出 直直朝前方群岛急坠下去 紫发少女道 人族 其实有三丹田 脑为随海 是为上丹田 在眉心 心为降火 是为中丹田 在心下 旗下三寸藏金纳气 是为下丹田 修是修炼一般 皆修下丹田 一般而言 只要下丹田 真元存储于丹海 这真元初始为气态 当有足够的真元凝聚化 为业态 就是我们常说的筑基 杨彻文言 初始心下惊疑 不过想到紫发少女 如此厉害的人物 肯定不屑对他隐瞒 当即觉得 有如醍醐灌顶 大长见识 身后那毒骄 再次追至 杨彻无奈 立刻再度施展断风掠影 柳寒烟脸色铁青 他堂堂一个筑基修士 竟追不上一个炼器修士 这要说出去 恐怕无人相信吧 取出一张 追风拂往身上一拍 柳寒烟 那病痒痒的脸 立刻浮起烟红 随后目露凶光 朝杨彻积射而去 杨彻刚刚坠入一座海岛 便陡然发觉 身后一凉 当即想都不想 一头扎入蜜林 浮草前行 柳寒烟神势强大 一直死死锁定着杨彻 这是令杨彻 最为无奈头疼之处 可否帮我切断这柳寒烟神势 他一直死死锁定着我 我根本没机会 吸收药力 杨彻快速说道 本以为紫发少女 会冷冷拒绝 没想到 他很干脆地就答应了 好 你准备寻一处 煽动藏匿 本王传你一世 连神识都能骗过的逆袭术 随着紫发少女 话音落下 杨彻脑海 立刻便多出了 这逆袭术的修炼之法 第78章 祝今难点 此术就叫逆袭术 非常朴实无华的名字 以融合了法力 与古神之力后的 新力量来休息 数十个呼吸的时间 就修炼成功 这让杨彻意外之余 欣喜不已 雷燕 现在身体控制权交给你 我们先甩掉这柳寒烟 回头再找她 杨彻决定 暂时摆脱这柳寒烟追击 藏身某处 冲击开辟中 丹田丹海 他话音一落 九星雷燕 立刻便带着杨彻 冲入高空 速度惊人 令到柳寒烟再次打吃一惊 被雷燕带着急速飞逃 脱离了柳寒烟的视线后 杨彻立刻施展密西术 让柳寒烟的神石 再无法锁定 此海域有大量密集海岛 摆脱了柳寒烟的神石后 他立刻钻入其中一个 植被茂密的岛屿上 并寻了一处隐蔽半 坍塌石洞 盘膝坐下 迅速又喝下一口紫发少女 调配的药液 总共五口药液 第一口 他用来淬变了肉身 增加了骨神之力 第二口 他准备依照紫发少女所说 冲击开辟星下位置的钟丹田 药液入体 那种烈火焚烧之痛 再度席卷全身 杨彻强忍剧痛 按紫发少女所述方法 冲击钟丹田 许久之后 在强大灵力冲击下 钟丹田丹海终于被开辟出来 接下来要如何做 杨彻星念传音语紫发少女 紫发少女道 你修为还是太低 还剩五之七三的药液 只需初步吸收 就足以让你达到 练气十二层顶峰 接下来 你就全力冲击练气巅峰 好 紫发少女之言 正合杨彻星意 他立刻喝下第三口 全力运转 紫圆诀 开始提升修为 接着是第四口 最后 是第五口 足足九日时间 杨彻初步吸收了这些药液后 修为来到了 练气十二层巅峰 感受着体内 澎开的法力 他有一种感觉 若是在面 对那柳寒烟 自己绝对有正面一战之力 这时紫发少女忽然说道 这药液 被本王中和 但是其药性 依旧深置于你体内 你只是初步吸收 实则相当大一部分 只是潜藏起来 若你突破筑基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依靠这些潜藏药力 你的修为 依旧能得到非常大的提升 杨彻 原本也在心里纳闷 那可是一颗五级妖兽内单 不可能仅仅支起这一点作用吧 听了紫发少女解释后 心中这才恍然 那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尝试筑基了 我手里 有两颗筑基单 杨彻有些激动道 什么 你有两颗筑基单 紫发少女的口气 有些奇怪 是啊 怎么了 你怎么不早说 白白浪费了这五级 妖兽内单的一部分单力 紫发少女有些美好气地说道 啊这 杨彻也是一阵无语 紫发少女道 一颗筑基单的药力 就足以让你达到 练气十二层顶峰了 筑基单虽然普通 但至少是炼制出来的成品单药 蕴含了大量 刚好适配修饰的药材精华 而本王调配的药液 却是有着诸多浪费 毕竟本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炼丹师 原来如此 杨彻也是一阵可惜 不过那腰丹 浪费掉一部分 就浪费掉了 你稳固下修为 我们再去找那柳寒烟 这次一定要吸了他一身毒修为 开始帮你筑基 紫发少女坚定道 杨彻有些不死心地问道 这两颗筑基单 真就没办法让我筑基吗 不错 普通修士都难保两颗筑基单 就筑基成功 更何况 你便一双心根的特殊之人 紫发少女冷笑道 那到底需要多少颗筑基单 杨彻问道 不是筑基单多少的问题 哪怕有一百颗筑基单摆在你面前 也不一定能让你筑基成功 且莫说 这大量筑基单下毒 要么你被撑炸 要么产生一定抗药性后 再多的筑基单都没什么作用了 杨彻一听顿时恍然 看来自己以前还想着一颗不行 就五颗 五颗不行就十颗 甚至百颗的想法有些简单了 紫发少女沉默了片刻 这才口气十分凝重地说道 知道变异双先根 为什么筑基很难吗 杨彻一听顿时来了兴趣 几乎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为什么 先根本质上只有五行属性 而一先根 实则也是由五行属性的先根 产生变异而来 五行属性先根 单一属性可变异 两种可变异 三种也可变异 甚至四种 五种都可产生变异 这种变异奥秘 即使在本王修仙时代 也没有修士能完全弄明白 杨彻听得震撼不已 随后 紫发少女又道 世间九成多的修士 都是五行属性先根 一先根修士 还不到一成 而这不到一成的一先根 修士当中 几乎全都是一种变异先根 像你这样身具两种 变异先根之人 凤毛麟角 杨彻突发奇想 问道 那有没有变异三先根 甚至四先根之人呢 当然有 而且每出现一个 都足以引起修仙界的轰动 变异先根超过两种之后 会直接被天选 和特殊体制一样 在某种程度上 受天帝法则青睐 他们没有助击 杰丹和宁英的瓶颈 这么神奇 不是说我这样的变异 双先根也是天选之修吗 只要沐浴天恩 便能轻易助击 不错 变异双先根 在本王所处时代 只要沐浴天恩 就能轻易助击 你知道天恩是什么吗 不知道 天恩就是天帝所生的灵乳池 进入灵乳池 以最大极限 吸收灵乳 就可以直接开辟中丹田 甚至上丹田 听到这里 杨彻思索了一会儿 忽然道 我有点明白了 就是说 但凡身具变异先根 达到两种级以上的修饰 是无法在同一丹田助击 不错 这就是变异双先根助击的难点 哪怕同时 身具一种五行先根 和一种变异先根 一个丹田都能助击成功 唯独两种变异先根 无法在同一丹田助击成功 若强行助击 气态真元 转为液态真元的过程中 两种变异先根会 产生莫名的相互消耗 使得这一转变过程的难度 一下子提高成百上千倍 那究竟为何会产生这种消耗呢 杨彻略一思索 还是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问 第79章 相生相克 本王刚才不是说了吗 在本王那时代 都未有修饰能真正弄清楚 这先根之密 子发少女微微冷横厚 接着说道 不过 在本王时代 顶层修仙界倒有一种说法 五行相生相克 变异是因为相生 而同时出现多种变异 则只剩相克 由此导致多种变异仙根 无法在同一丹田助击 杨彻文言 内心微微一震 五行即相生又相克 他在乌龙谷藏书楼就已经了解 但变异仙根 是因为五行相生 而多种变异仙根 则因为相克 无法在同一丹田助击 他还是头一次听闻 子发少女继续道 尽管还未能有修饰 真正弄明白 这仙根的终极奥秘 但相生相克之说来解释 变异仙根 是目前最为合理也得到 无数修仙大能认可的 杨彻点了点头 深以为然 至少对他而言 终于算是弄明白了 为何变异双仙根极难助击 如今修仙时代 灵气稀薄 资源匮乏 所谓的天恩也就是灵汝池 恐怕也不存在了 而开辟第二丹田来进行助击 此种方法应该也是 如同蜜蚊一般 不被人所知 不过他还是有些疑问 随即问道 那我现在开辟出了中丹田 按道理应该可以助击了吧 哪有这般荣业 开辟第二丹田 只是初步解决了 你变异双仙根 在助击过程中相克的问题 除了下丹田 另外的丹田助击 是极其困难的 本王时代 有灵汝池 灵气庞大精纯到难以想象 直接就能帮助修士 打好基础 如今可并不容易 甚至说 不可能都不为过 杨彻道 那看来 必须如你所说 吞吸了那流 寒烟一身毒修为 才能打好我 这种丹田的根基是吗 不错 你修炼有一种古神觉 这股神觉 正好可以吞噬 吸收那助击修士的修为 钟丹田一旦根基打牢 你便可以用 助击单进行助击了 嗯 我知道了 杨彻眼中 射出坚定之芒 接下来稳固一番 练起十二层顶峰修为后 他出了石洞 来到了海岛上空 已经出现 一直守在这片海域的柳寒烟 便发现了他 杨彻 受死 柳寒烟 立刻催动灵符 独胶近似又大了一圈 向杨彻疯狂吞来 盛怒之下 这柳寒烟驱使的独胶威力 竟也上涨了几分 同时 那柳寒烟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取出了福宝 本王帮你挡住 这福宝之威 你用你那小阵法 将它困住 然后强行吞吸它修为 子发少女忽然说道 本有些忐忑的杨彻闻言 顿时信心大增 随着他修为 进阶炼器十二层顶峰 三百六十枚 飞火针已可全部操控 刘星河在身前飞舞 三百六十枚 飞火针也化为一条 虚幻蛟龙 与那毒骄狠狠碰撞在一起 发出惊天轰鸣 柳寒烟发现 杨彻修为竟又有突破 谋中顿时闪过一丝 愤怒和阴毒 福宝被他毫不犹豫催动 一柄飞剑 缭绕着毒烟 驯若闪电 朝杨彻脑袋次来 不过 这飞剑福宝 在离杨彻还有半仗有余的距离时 忽然一闪而眉 诡异地消失了 杨彻心底顿时一喜 他能感应到 柳寒烟这飞剑福宝 是被子发少女 给诡异地收进了 空患魔石空间 杨彻 本王这次损后 可是要不少古神之力来恢复 接下来本王 无法再给你助力 全靠你自己了 子发少女的声音 有些低沉 杨彻早就已经驱使 三百六十枚飞火针 组成太玄影光阵 将仍旧在发呆 和不可置信的柳 寒烟包围了起来 三百六十枚飞火针 组成的太玄影光阵 威力远超杨彻预料的强大 柳寒烟被越来越缩小的 飞针之阵困住 每一根飞针之间 都有神秘光丝连接 这一变化 令杨彻有些意外 见柳寒烟这最大的威胁 已被困住 他立刻将精力 放在了毒胶之上 天地混沌绝疯狂运转 杨彻与毒胶狠狠撞在一起 开始全力吞噬 那毒胶疯狂扭动 想要摆脱 但杨彻直接利用 融合了法力与古神力的新力量 死死贴住毒胶 令他根本无法逃脱 渐渐地 这毒胶的庞大身躯 迅速干瘪下来 最后化为一条浮皮 软软落在海面上 最终消散一空 而后杨彻没有丝毫犹豫 来到太玄影光阵前 一掌拍在旗上 如法炮制 柳寒烟眼里满是怨毒 他感到一丝不安 但更多的还是困惑 忽然 他发觉自己修为 竟在快速倒退 心头闪过一丝亥然 他眼里全是震惊和难以置信 修为居然正在被这杨彻给吸走 这一发现 顿时令柳寒烟有些六神无主 魂飞天外 杨彻 快住手 我们做个交易 柳寒烟感受到了危机 立刻大声说道 然而杨彻根本不理会他 天地混沌绝被运转到了极限 杨彻 小半时辰后 柳寒烟不甘地跌落海面 心如死灰 数十年修为 全被杨彻吸走 想起曾经他也是 天赋异禀的变异独仙根 令多少修饰羡慕 可惜根基受损 杨彻同样落于海面 毫不犹豫准备击杀柳寒烟 杨彻 你若杀我 我柳家绝不会放过你 柳寒烟生思历劫 见杨彻不为所动 柳寒烟又急道 你若放我一条生路 我回乌龙谷帮你洗刷 畏罪潜逃的冤屈 杨彻一听 停止了手上动作 心念急转之间 他与空患模式空间中的 子发少女做了一番沟通 眼中金光一闪 他想起了那谈性弟子的话 于是略意思索 问道 柳寒烟 当初在乌龙谷皇子地牢 你差点将我毒杀 我虽逃走 但并没有杀看守弟子 但那些看守弟子 全都死了 应该是你做的手脚 想嫁祸于我吧 你说 你帮我洗刷冤屈 你以为我在乎 乌龙谷那些人当初 根本不信我之言 从他们偏袒你的那一刻起 我就根本不在乎 自己是不是乌龙谷弟子了 杨彻有些心酸地说完 唏嘘一叹 柳寒烟心下一寒 咬牙道 那些看守弟子 的确是我所杀 不过那又如何 我柳家 是乌龙谷附属第一修仙家族 敢杀我 你必将 遭到我柳家无尽报复 杨彻这时神色 渐渐平静下来 随后飞火针 直接凝成一把巨大尖锥 瞬间洞穿了柳 寒烟没心 找到柳寒烟储物带后 将其收尽了 空患魔石空间 接着打出一团团火球 将柳寒烟失身 烧成灰烬 扬入大海 子发少女道 杨彻 刚才你和这柳寒烟的对话 本王已帮你刻印在了模式中 现在 你中单填根基已稳 只需准备充足的助击单 就可以开始尝试助击了 大概需要多少助击单 杨彻问道 你准备二十颗 比较保险 二十颗 杨彻眸光一宁 没想到最终 还是需要如此多的助击单 想了想 杨彻道 等采购 五珠千年灵药 结束这内海历练 我回乌龙谷 我曾经那洞府一趟 或许能凑齐炼 制住击单的药材 嗯 等你助击成功 就可以开始兑现 当出我们的血世之言了 这段时间 本王需要好好恢复 没事就不要再打扰本王了 子发少女说完 很快在子王阁 没了任何声息 第八十章 一旦激起千层浪 哎 等等 杨彻忽然喊道 可惜子发少女 说睡就睡 叫了半天 子发少女 也没什么反应 杨彻方才想到了 姚恒的储物袋 尽管姚恒被子发少女 给吸收融合了 但姚恒储物袋 应该就在子发少女那里 姚恒当初 那把黄伞防御法器 可是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 如今 他缺少防御法器 这黄伞 虽没有他肉身防御强 但也可以拿来一用 不过 子发少女既已陷入沉睡 他只好无奈在岛上 打坐调息一番 进一步熟练了 三百六十枚飞火针 组成的泰玄影光阵后 这才起身 继续飞向乌云岛 乌云岛 是乌云海内海中 最大的一座岛屿 据郑阳师书给的消息 此岛上 就长有千年灵药 但妖兽众多 不少参与历练的弟子 最终都会来到此岛 想办法 采摘千年灵药 不过每一株千年灵药 都有凶猛无比的妖兽守护 想要采到并不容易 而此前 他从各宗门弟子手中 抢到的灵药灵草 没有一株 是千年成分 可想而知 获取一株千年灵药的难度 有多高了 清剑宗九封弟子 历练考核 往常只需采摘到一株千年灵药 并获得一具一级妖兽师身 便算过关 不过 此次历练 江国其余四大宗门乌龙谷 玉兽门 林侠公和太炎寺 也都派了弟子前来 所以争夺 肯定比往次更为激烈 想要获取千年灵药的难度 无疑再度倍增 杨彻一路急迟 路上也遇到几个玉兽门弟子 不过并未理会 直接掠过 他现在只想杀死 一头一级妖兽 然后踩到五株千年灵药 赶紧离开此地 回到清剑宗交差后 就赶往乌龙古龙西山通幽洞 取回所有东西 开始炼制住鸡丹 尝试铸 一个时辰后 终于赶到乌云岛 此岛果然庞大 灵气更加浓郁 参天古树耸立 草繁叶茂 刚落在岛上 就听到一阵激烈打斗声 靠近一看 居然是太岩四亿小沙迷 正在与一头一级妖兽 赐狼缠斗 这小沙迷还是熟人 正是当初 他在太岩疯疯脚 遇到的那首四门的小沙迷 此小沙迷少年老成 一双黑色大眼 滴溜溜转着 充满脚狭 看到杨彻到来 这小沙迷 一个闪身 变到了杨彻身侧 这小沙迷对付赐狼 杨彻随手打出一道火球术 逼退了赐狼 说道 你是袁若吧 袁若小沙迷练气 十一层修为 主修真言之术 他虽然来到杨彻身边 但没望一直施展真言之术 道道微闪金光的文字 不停落在那赐狼身上 杨施主 你居然练气十二层了 这精进速度比我还快啊 袁若颇有些不服气的样子 杨彻露出轻笑 也不在意 飞火真猛然飞出 组成一个太悬影光阵 刹那间就将这头赐狼给困住了 袁若一双乌黑大眼 顿时瞪得溜圆 赶紧了结他 不然这头赐狼 可就是我的了 杨彻也语笑道 袁若闻言 这才急忙施展 杀自真言 瞬间结果了赐狼 并收了赐狼尸身 杨彻问了问眼空大师等人近况后 便告辞离开 袁若知道 自己是太炎寺之人 与杨彻一路并不合适 所以放弃了 跟他一路的想法 杨彻不久 便找到一株千年灵药 并杀死了其守护妖兽机关蛇 取了机关蛇失身 踩走了灵药 他继续寻找千年灵药 此时杨彻发现 一级妖兽对他而言 已经完全没有威胁 所以 当别的历练弟子 为了对付仅仅一头 一级妖兽 或苦苦单打独斗 或偶尔组队艰难斩杀之时 杨彻如鱼得水 已悄悄采摘到了 将近十株千年灵药 杀掉了十多头一级妖兽 获得了很多难得的珍稀材料 不止如此 杨彻还采摘到了 非常多的灵草幼苗 他也终于知道 为何下次立炼药五十年后了 经过这次采摘 乌银海许多成熟灵药 也几乎空了 杨彻率先来到了内海出口 取出剑行令排验试了身份后 他盘膝打坐 进入修炼状态 静静等待历练结束 数日后 乌银海内海历练期限到来 各宗弟子纷纷出的内海 杨彻趁此机会 此时 一个无比重大的消息 在五大宗之间流传 乌银谷此次带队的管事弟子 助机器修士 柳寒烟居然陨落在了内海 乌银谷弟子出了内海 各个悲痛不已 脸上皆是愤怒和迷茫之色 杨彻悄悄找到蒋南 将先前从他那里抢得的灵药灵草 又一注不少还给了他 蒋南已经知晓了杨彻 是乌银谷通缉的重罪弟子 此时脸色也有些尴尬 不过杨彻没在意 很快上了清剑宗的清月神州 这时那乌银谷弹性弟子 忽然来到清月神州前 怒道 各位清剑宗道友 这杨彻是我乌银谷重罪 潜逃弟子 还请各位清剑宗道友 将杨彻交给我等带回乌银谷 此言一出 所有弟子顿时哗然 尤其清剑宗败对管事弟子 一名助击后期的中年魁梧男子 闻听乌银谷弹性弟子之言 不由看向杨彻 质问道 你是何人 是谁让你上的本宗神州 这时 一名长相英俊的高大 胖青年立刻走出 拱手道 启禀曾杨师伯 杨彻师弟已入我清剑宗大半年 刚才也出世了剑宗令牌 确认他是我宗内 海力恋弟子之一 杨彻认出这英俊胖子 是魏宇航师兄 对他投一感谢的眼神 哦 曾杨有些惊讶 他看着杨彻继续问道 你有剑宗令牌 是何人所给 在清剑宗 九封弟子考核可是极其严格 绝不容许有任何马虎 他见杨彻面相陌生 且出发之时 这清月神州点了人数 并无叫杨彻之人 所以自然要弄清楚杨彻的身份 杨彻道 是郑阳师叔所给 哦 那你代表哪封来参与此次历练 曾杨又问道 杨彻平静道 似封 什么 怎么可能 一旦激起千层浪 杨彻话音一落 清月神州上数十名弟子 轰然炸开了锅一板 纷纷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第八十一章 柳家来人 魁梧男子曾仰脸现凝重之色 他再度仔细打量杨彻一番 沉声道 剑四丰张师祖让你来的 杨彻点了点头 这时 他看到清月神州上 已有不少弟子面露 兴奋之色 看向他的目光 就如同看什么猎物一般 想起剑四丰丰主老头所言 他知道 这些弟子已经有了向他挑战的心思 同为九丰准弟子 但地位可并不相同 在某一丰 弟子席位越高 权力自然越大 能得到的修炼资源也越多 而第四封 他若成为正式弟子 一旦挑战他成功 按宗规 直接就可晋升为第四封首席 这样的诱惑 自然使得这些准弟子们心仰难耐 跃跃欲试 这时 乌龙谷谈性弟子 再次对岑阳拱手礼道 还请岑师伯成全 让我等带阳彻回谷 乌龙谷所有弟子 几乎一口同声道 还请岑师伯成全 让我等带阳彻回谷 对乌龙谷弟子来说 阳彻既然刚好是乌龙谷戒律堂下了通缉的弟子 那怎么着 也要将他带回乌龙谷授罚 岑阳面色有些难看 毕竟阳彻如今可是清剑宗弟子 阳彻 这乌龙谷弟子所说 可否属实 岑阳眼神灼灼 属于助击修士的气势 也暗暗释放而出 他如此做的目的 自然是不想让阳彻说谎 阳彻神色平静 淡然道 其禀曾师伯 弟子是被冤枉的 冤枉 阳彻 你随我等回乌龙谷 冤不冤枉 自有我古节律堂公正查明 谈性男子义正词言 话音一落 便得到一众乌龙谷弟子赞成 阳彻面无表情 实则一直在暗暗揣夺 空患魔石 已刻印下柳 寒烟临死前所说的那番话 这也是 他为自己专门留下的 洗刷冤屈的铁证 但此时此刻 若是拿出 显然不合时宜 若被知晓柳寒烟是死在他手中 那必然引起 两宗弟子震动 如此一来 空患魔石和子发少女 就有暴露的风险 原本他是打算驻击后 将此铁证 复制到生相预检中 再找时机 为自己洗刷冤屈 即使找不到机会 他也无所谓 只要不是乌龙谷 逼迫太紧 他甚至都不当一回事 毕竟 他现在是清剑宗弟子 只是杨彻不知 那驻击后期 修饰曾阳此时 陷入两难 从曾阳个人情感考虑 肯定不愿 让任何人带走杨彻 毕竟这不止 关乎到清剑宗颜面 道士四封张师祖那里 也不好交代 然而看秦氏 这乌龙谷弟子 所说不似为假 若道士查明这杨彻 在乌龙谷 真有着什么 不可辩驳的重罪 那他若强行保下杨彻 江国其他几大宗门 定会认为 他曾阳是非不分 曾阳着实没想到 这历练考核眼 看着结束了 却突然遇到如此棘手之事 杨彻看出了 曾阳师伯的为难 仔细思量一番后 决定不如趁此机会 去乌龙谷走一趟 一位自证清白 让自己堂堂正正 成为清剑宗四封弟子 二位 取回乌龙谷通幽洞中 所有之物 有子发少女在 加上九星雷焰和剑四 还有那铁正在 再加上 他手中还有一枚重要御剑 这些都是他的底气所在 于是打定主意后 开口道 曾师伯 既如此 那我就去乌龙谷走一趟吧 此言一出 众人都为之一愣 杨彻断然不敢自动请英 乌龙谷中弟子 也吃了一惊 在他们看来 杨彻断然是抗拒 跟他们回乌龙谷的 可现在杨彻突然自动请英 倒把他们 也弄得有些意外和糊涂 这时 曾阳忽然朗声道 好 杨彻 就冲你这份气势 师伯相信 你定是清白的 既然如此 师伯我就陪你去乌龙谷走上一遭 同时我也会比明见四封张老祖 杨彻闻言 想到自己此行 主要还是为了拿回通幽洞中宝物 若曾师伯同行的话 想了想 他马上道 多谢曾师伯好意 不过我一人去就行 弟子知晓 曾师伯之则所在 这些轻贱宗力链同门的安危 还全系曾师伯之身 说完 他朝那弹性 弟子淡淡道 走吧 一众乌龙谷弟子 当即将杨彻围在中间 在层阳摆了白首后 他们迅速朝 极西之地飞去 杨彻一路沉默 一路思索 一路心念传音 呼唤子发少女 一路还算顺利 穿过沙漠地带 进入乌龙谷护宗大阵后 熟悉的山脉出现在眼前 这时 他对蒋南悄悄说道 蒋师兄 可否麻烦你 帮我寻一枚空白生相遇解 生相遇解 这东西 可不是普通弟子 能拥有的 不过 你若出得起零食 我倒可以帮你买一枚过来 蒋南倒是说得很直接 杨彻马上说道 行 你看需要多少零食 我先去帮你买吧 到时多少零食 你再给我就行 蒋南也在赌 若杨彻是清白的 那他就赌对了 他对文心尧有益 此次历练成功 他会得到一枚 祝鸡丹的奖励 若祝鸡成功 他就能大胆追求 文心尧了 到时杨彻若是清白 说不定还能帮他 说上几句好话 杨彻道 是不知蒋南心思 只当蒋南师兄 经过上次 玄报要员一事 二人不打不相识 或者认定他 不可能从乌龙谷再逃走 很快 他被带到戒律堂 有戒律堂的人过来审问 不过 戒律堂的人 也没有太过为难杨彻 他们早已打探到 杨彻与那神秘的 双月仙子似是有交情 所以真相未明之前 这些人谁都不愿 做那出头鸟 杨彻 你说 你是被冤枉的 可有证据 戒律堂负责审问的 是一秃头老者 驻鸡中妻 杨彻神色平静 拱手道 这位师叔 我既自愿回乌龙谷 那肯定有铁证 只是我还需要点时间 和空间 还望师叔成全 兔头老者想了想 答应下来 起身离开 这里有阵法禁止 老者并不担心 一个练器修士 能做什么手脚 等了小半时辰 蒋男才将空白 生相御捡买来 杨彻支付了50块下品 零食给他 待蒋男离开 他将空白 生相御捡收入 空换模式空间 已被提前唤醒的 子发少女 将柳寒烟 死前与自己的对话 复制其上 就在他做好这一切 正打算将御捡 交给秃头老者时 戒律堂外 忽然来了两个人 一名身材勾搂瘦小的 尖嘴老者 一名身材高大 脸色无比阴沉的青年 吴师叔 柳家来人 要求处死扬撤 您看 一名弟子匆忙近来 向秃头老者禀报 第82章 我只将证据 交给双月仙子 秃头老者乌达 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身为戒律堂副堂主 乌达也是 刚刚得知 柳家柳寒烟的死讯 柳寒烟是乌龙谷 附属修仙家族柳家族人 又身具变异独仙根 虽根基受损 但仍旧是筑基期 核心弟子之死 乌龙谷肯定是重视的 仔细打量眼前的杨彻 想到此人与双月仙子 有些关系 又想到乌龙谷 附属第一修仙家族柳家 此事一旦处理不好 很可能落得一个 两边不讨好的局面 吴达在自己的秃头上摸了一把 尖嘴老者柳孝还没说话 那高大青年却是冷哼一声 直接指着杨彻道 吴达师兄 此人杀了我柳家嫡系族人柳元 又在被关本宗地牢时 杀死所有看守牢狱的弟子 畏罪潜逃 犯下如此重罪的弟子 不直接处死 还要查什么查呢 吴达说道 柳通失地 稍安勿躁 关于柳元之死一事 真凶是谁 当时尚未尘埃落定 而杀死所有看守皇子地牢弟子 杨彻也只是嫌疑 并没有铁证 所以此事尚待彻查 查查查 这不明摆着的事情 还需要查 这杨彻背后 莫不是有什么关系 令你戒律堂难查吧 柳通神色激动 语气颇为不善 现在我柳家寒烟师姐都死了呀 听说这杨彻 已入了清剑宗 好巧不巧 我寒烟师姐 刚好死在清剑宗的乌云海 这杨彻定是借了 清剑宗修士之手 杀了我寒烟师姐 若你戒律堂难办 就交由我柳家处置吧 放肆 柳通师弟 你当此地 是你柳家不成 这戒律堂 是乌龙谷戒律堂 可不是你柳家的戒律堂 吴达一声怒喝 那尖嘴老者柳孝心下一领 也立刻朝柳通训斥了几句 柳通意识到 自己盛怒之下 话说得有些过了 当即脸色一变 不敢再说话 只是他扭头看向杨彻 眼中毫不掩饰怨毒之色 吴达师弟 我这足地阴寒烟的死 有些昏了头 说话有些偏激 还望吴达师弟 不要放在心上 老者柳孝看吴达有些怒了 赶紧打着圆场 毕竟吴达刚才所言 可是极具杀伤力 柳家再是大 也终究只是乌龙谷附属 哼 吴达轻哼一声 随后转向杨彻道 杨彻 当初柳元之死尚未定论 说要等双月仙子回来 再查明真相 可那晚看守皇子地牢 所有弟子被杀 你从牢狱逃走 此事 你又如何辩驳 杨彻神色平静道 是有人故意 杀死那些看守弟子 然后嫁祸于我 哦 有人嫁祸于你 可有证据 吴达眼中 陡然射出金光 那尖嘴老者柳孝 与高大青年柳通 双双吃了一惊 当即相视一眼 皆涌上一丝不妙之感 杨彻将眼前几人神色 尽收眼底 心里冷笑一声 面上不动声色道 证据我当然有 只是我信不过你们 我要求剑双月仙子 我会将证据交给他 秃头老者吴达沉默 那柳孝与柳通 也是眼中闪过一丝惊疑和忧虑 杨彻 我再正中问你一次 你确实有证据 能证明你是被嫁祸 吴达目光灼灼 盯着杨彻无比民众地问道 杨彻点了点头 斩钉截铁道 却有证据 烦请吴师叔带我去见双月仙子 闻言 吴达神色严肃 看眼前这青年 丝毫不像说谎的样子 思索一番后 他说道 走 我带你去找双月仙子 那柳家尖嘴老者柳孝 这时忽然说道 吴师弟 此事也关系到我柳家 我二人也要跟着这杨彻 直到事情水落石出 可 吴达不想再浪费时间 一拉杨彻出了戒律堂 便直奔义士大殿来 这义士大殿 杨彻并不陌生 就是当初他被侧先跟的那间大殿 杨彻 带吴达将杨彻带入大殿 乌龙谷副主 白袍老者陈连生 立刻便认出了杨彻 杨彻对此人当初偏袒柳寒烟 十分不满 不过他面上不会表现出来 见到这老者 还是拱手失礼 吴达与那柳家二人 见到陈连生 也都失了一礼 随后吴达迅速说道 陈师兄 能否联系到双月仙子 这杨彻说 有铁证能证明 当初皇子号牢狱之事 他是被嫁祸 陈连生一听 脸上也是现出惊疑之色 他看向杨彻 紧紧盯着杨彻的眼睛 说道 杨彻 你既有证据 大可以交给我们 我们一样可以正义清白 杨彻却道 抱歉陈师伯 我只将证据交给双月仙子 陈连生一听 眼中顿时闪过一丝不悦 他能猜到 这杨彻应是对当年之事 心存不满 不过一个便宜双仙根 等同于沸仙根的弟子 即使侥幸修炼到了炼器十二层 也是没可能助击的 这一点 他对沐云天师叔的话 自然深信不疑 若非双月仙子的关系 他早就强行将这杨彻定罪处死 但想到双月仙子的身份 陈连生也不敢大意 立刻取出传音灵符 传音于沐师叔 几位师弟 我已通知沐云天师叔 他老人家自会联系双月仙子 我们先在这里等着吧 陈连生又看了一眼杨彻 眼神颇有些复杂 杨彻目不挟视 脑中则在迅速思考着 要如何回到龙溪山通幽洞 几年过去 也不知通幽洞有没有暴露 心中虽有些忐忑 但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去通幽洞看上一看了 众人等了约莫两炷香的时间 陈连生似是接到了回复 他看罢之后 立刻对众人说道 走 一起去望月丰 望月丰 杨彻心中一动 此次双月仙子 应该刚好在宗门内了 而且他心中诧异 连复古主陈连生 都要去望月丰 而不是双月仙子 来此一世大殿 看来如他猜测那般 这双月仙子 在乌龙谷的身份 定然不一般 第83章 功过向底 几人很快飞到望月丰 杨彻一眼看到 貌美甜静的双月仙子 这一身剪裁得体的银色群衫 立于封顶 落日余晖洒下 令他如九天仙子般圣洁 而又不可方物 一旁那柳家高大青年柳通 正正看着双月仙子背影 眼中闪过痴迷之色 直到尖嘴受老者柳孝轻哼一声 狠狠瞪了他一眼 柳通才急忙收回目光 脸线不自然之色 戒律堂父堂主 秃头老者无答 看了一眼一脸平静的杨彻 又看了看 那方才一脸痴迷目样的柳通 心下不由对杨彻高看几分 双月仙子转过身 目光落在了杨彻身上 他神色甜然 看不出丝毫情绪流露 这时 那柳家柳孝和秃头老者无答 双双露出金融 他二人皆是 进阶驻击中期多年的修饰 可都看不透 这双月仙子究竟是何修为 倒是那副谷主 陈连声掩路敬畏 恭敬垂手 站在一旁沉默不语 杨彻 听说你有证明 你清白的铁杖 双月仙子红唇倾起 声音依旧温婉动听 令人如沐春风 杨彻拱手里道 是的仙子前辈 当初 柳渊与冷飞云 在黑雾山起了争执 大打出手 最后同归于尽 我当时 接了黑风鹰本命黑雨任务 刚好遇上了 因一时贪心害怕 捡了二人储物袋后 便将二人给焚烧葬了 如今死无对证 且此发少女已告诉他 若有人对他强行搜魂 他也有办法遮蔽 所以杨彻坚定当初的说辞 微微一顿后 他继续说道 可没想到 就此惹来杀身之祸 柳师叔执意认为 是我杀死的柳渊 几次三番将我逼入绝境 更在我被关押皇字号地牢时 差点将我毒杀 我侥幸未死 只好逃出地牢 但柳师叔后来 又杀了看守弟子 意图嫁祸于我 一派胡言 高大青年柳通上前一步 急声道 仙子 他说谎 此人巧舌如簧 颠倒黑白 故意栽赃我寒颜师姐 他不过区区一个炼气弟子 而我寒颜师姐 进入筑基多年 怎会多此一举 是啊 仙子 我柳家谁人不知 寒颜他身体不好 素来是他大哥独自柳元为子嗣 平常为人和善 不止在我柳家 更在我乌龙谷 都是声名在外的核心弟子 绝不可能做出此 等知识 尖嘴老者柳孝 也急忙说道 杨彻心中冷笑 轻拍储物带 取出了那枚生象御简 递给双岳仙子道 仙子前辈 我是不是说谎 你一看这御简便知 杨彻此举 使得那柳孝 与柳通二人心下不由一尘 双岳仙子接过御简 神识一扫 咦 他忽然盯着杨彻 眼中有一丝意外之色 一个炼气弟子 居然杀了一个 变异独仙根的铸鸡修士 这杨彻不简单啊 生象御简无法作假 尤其对于低阶修士而言 双岳仙子惊讶过后 猜测或许是有人相助 才让他杀掉了一名铸鸡修士 握着御简 反复扫了几次后 双岳仙子陷入沉默 这是一段柳寒烟死前 与杨彻的一番对话 从对话中 他感受到了柳寒烟的震惊与不甘 也更感受到了 杨彻对于当年乌龙谷 不公正的失望与酸楚 许久后 双岳仙子忽然看向 那戒律堂秃头老者 淡淡道 此预检的确可以证明 当年那些看守皇子地牢的弟子 不是杨彻所杀 吴堂主 对杨彻的通缉令 可以撤销了 是是是 我这就回去办 吴达早被这压抑的气氛 弄得有些战力不安 此刻抓住机会 应了一声后 赶紧走掉了 乌龙谷诸击七弟子数百人 这些人也是乌龙谷中间力量 而吴达身为这些人中一员 能稳坐戒律堂父堂主之位 自有其过人之处 先前 他从双岳仙子看过 预检后的惊讶表情 便隐隐猜到了些什么 是以选择立刻脱身 不再沾染此事 陈连生则依旧沉默 那柳家尖嘴老者柳孝 与高大青年柳通 此刻额头上开始浸出冷汗 双岳仙子看着柳家这两人 又道 当年杀死看守皇子号地牢弟子的 的确是柳寒烟 柳孝与柳通文言 双双露出金色 二人面面相去 一时心头惶恐起来 还是柳孝人老成精 他立刻要求查看这枚玉检 并说 这关乎整个柳家生育 双岳仙子将生相玉检扔给了柳孝 柳孝神石扫过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神色渐渐阴沉到了极点 仙子 寒烟师妹固然有错 但这杨彻杀了寒烟师妹 是不是同样该受到惩处 柳孝盯着杨彻 眼底闪过阴毒 他认为杨彻必有人相助 否则断然不可能杀得了寒烟师妹 即使如此 这杨彻在 恋气气弟子当中 也算非常可怕了 无论如何 必须趁早杀了他 以绝后患 柳孝清楚乌龙谷宗规 即使犯了大错的弟子 也当交由戒律堂处置 所以这一查 他必咬着不松口 双岳仙子略意沉吟 看向杨彻 有些无奈道 杨彻 你冤屈已洗掉 但杀死柳寒烟也是事实 不过柳寒烟是找你报仇 而你是被迫反抗 所以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义宗规 你还是要接受我乌龙谷惩罚 杨彻神色平静 对此他早有预料 一个庞大修仙宗门 凡事确实有宗规为据 否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眼下看来 双岳仙子至少也是乌龙谷 有着话语权的权力核心层之一 他杀死了柳寒烟 不论出于什么理由 柳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而他也为此早想好了对策 轻拍腰间除无带 杨彻又取出一枚普通御剑 递给双岳仙子道 仙子前辈 这枚御剑中的信息 足够抵消乌龙谷对我的惩罚了吧 杨彻语气中 有着淡淡的嘲讽之意 双岳仙子本不以为意 但接过御剑神识一扫后 脸色不由微微一变 若这御剑中的信息为真 柳寒烟一事就此结果 双岳仙子神色凝重 同时将御剑抛给尖嘴受劳者柳孝 极为严肃道 这御剑里的情报 足以抵消对杨彻的惩罚 你柳家听好了 以后绝不允许再找杨彻麻烦 否则我定然不饶 现在马上通知你柳家家主 还有大长老 赶往本宗议食堂 柳孝神识一扫御剑中的内容后 也是脸色一变 虽然非常不甘 但也知晓事关重大 点头称 事后拉着柳通仓促离开 只是临走前 那柳通暗暗投向杨彻的眼神 阴冷而又怨毒 双岳仙子对陈连生道 陈鼓主马上敲钟一事 陈连生拱手称事 趁机告退 这时双岳仙子对杨彻说道 杨彻 这预检中信息太过重大 我要速去处理 是去是留 你自己抉择吧 双岳仙子说完 击出银色葫芦 迅速飞离了望月峰 杨彻神色一松 内心终于隐隐激动起来 没有任何迟疑 立刻取出怀叶飞行法器 风驰电掣 朝龙溪山通幽洞飞去 第84章 赤火蜻蜓 拿回通幽洞中之物 越是接近龙溪山脉 杨彻的心便越是有些激动起来 但同时 他无疑也有着不安的忐忑 毕竟几年时间过去 若是洞府被人发现 从而闯入 也不是没有可能 好在他这种担心 再来到通幽洞府之后 便烟消云散了 此时天色已暗 加上他施展逆袭术后 更是无人可以察觉 洞府入口处 三杆灰色 阵气形成的小三 才幻影阵依旧在发挥着作用 此幻影阵被激发后 阵气可自动吸收天地灵气 故而能维持如此长久的时间 而当初开辟好洞府后 他也没有向宗门报备 如今想来 或许也有双月仙子的原因 使得这处通幽洞 最终没有暴露 他轻车熟路进入通幽洞内 顿时惊讶不已 此间灵气十分浓郁 吸上一口 就觉浑身舒爽 那也是内洞府长廊入口的 小腻乱四象阵 由于零食灵能耗光 早已失去了作用 此刻在那长廊通道内 杨彻明显看到 密密麻麻的不知名飞虫 或贴在石壁上 或飞来飞去 还发出十分古怪的声音 当他走进洞府后 这些飞虫一涌而上 全都轻易地围着他 盘旋飞舞 杨彻心中一动 立刻穿过长廊 来到了内洞府 他第一时间 便望向了那块领土 领土完好无损 当他走至近前 发现九叶墨洋果上 爬满了飞虫 九叶墨洋果 已经成熟的果实 还有花叶 都被这些飞虫啃视过 其中有一只正在西市 半成熟墨洋果的飞虫 格外巨大 杨彻伸手一招 这只巨大飞虫 便立刻乖巧地 飞入了他掌心 他马上感知到 这只巨大飞虫 正是当初那块锦帕上 不知名虫卵所孵化出来的 仔细观察这只巨大飞虫 杨彻发现 很像他小时候 在洋庄村捉过的蜻蜓 只是这蜻蜓非常不一般 其通体赤红而又坚硬 背上四片翅膀 每一片竟都有如 无比锋利的钢刀 六条红黑大长腿 更是如同六只带刺长距 闪着骇人幽光 其嘴巴上遍布的触角 如同一枚枚短小钢针 那硕大的眼睛 仔细分辨 竟是由成千上万个 细小眼睛密集组成 杨彻立刻取出 当初从那玉兽门修饰 手中得到的那本玉兽经 他记得 附业有一篇 骑骑骑兽骑虫绑 上面罗列了许多 这天地间骑虫异兽 翻到附业 一一对照介绍 杨彻立刻知晓了 这怪异的蜻蜓 原来叫赤火蜻蜓 在骑虫绑上排名77 这赤火蜻蜓 翅膀如刀 腿如蜂毛 高速飞行间 也可切割和刺穿坚实 而且十分耐火 即使在火焰之中 也依旧能飞行自如 赤火蜻蜓繁殖能力十分强悍 新生的赤火蜻蜓 同样可以再继续产卵 尤其在灵物之上 不止孵化加速 更有一定几率得到净化 能被称之为骑虫 自然不凡 杨彻庆幸当时 及时施展控神术 低了精血在这母卵之中 才使得如今 这大量的赤火蜻蜓 全都在他一念之间 便可轻易操控 他蹲在灵土前 发现那株黑色的灵眼之树树苗 也长大了不少 此间灵气如此浓郁 这灵眼之树是主因 同时 因这灵眼之树的存在 那些 即使没有种植在灵土里的灵药灵草 也是长势喜人 甚至不少都已经快成熟了 杨彻按那株内心的欣喜 迅速将赤火蜻蜓 灵土及所有灵药灵草 还有小逆乱四象镇 和小三才华影镇 统统收入了空患魔石空间 如今空患魔石空间 仅有两处绿地 一处是已被子发少女所占的紫王阁 另一处 则只有紫王阁一半大小 这空患魔石 已经成为杨彻身体的一部分 且自成一个小世界空间 它随时都能进入 毫无疑问 他将灵土 灵眼树苗 九叶末阳果和所有的灵药灵草 都移植到了除紫王阁外 那唯一一处绿地了 不止如此 他还将从雾蜻海采挖到的 大量灵药灵草幼苗 同样种植在了这处绿地 如此一来 这绿地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大药园子 于是 杨彻干脆将此处绿地起名通幽药园 有灵眼树苗的存在 这通幽药园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灵药园 安顿好后 杨彻离开空患魔石空间 重新出现在了龙溪山 没有任何犹豫 他直奔七黄山脚 直接离开了乌龙谷 通幽洞府的所有物品安然取回 这乌龙谷自然也没有再值得他留恋之处 除了乌龙谷 他想了想 决定去悬报药园看看 说不定还能弄到不少灵药幼苗 然后再回清剑宗 安心炼制助鸡丹 冲击助鸡 且他已经完成了内海历练任务 回到清剑宗 至少也能再得到两颗助鸡丹 当来到那熟悉的飞步前 杨彻直接穿过瀑布走了进去 此乃乌龙谷种地 矮者止步 刚一进入 他就被看守弟子给拦下了 我是来找闻星瑶师叔的 反请通禀一声 杨彻拱手说道 语气平缓 很是客气 那看守弟子面露狐疑 找闻星瑶的 可闻星瑶一年前就已经不在这儿了 哦 敢问闻星瑶去了哪里 杨彻有些意外 你不知道 那看守弟子 以为杨彻也是乌龙谷弟子 杨彻摇了摇头 心思忽然一转 悄悄塞给这弟子两块零石 说道 我闭关了几年 才刚出关 所以 那看守弟子 很是熟练地将零石收起 脸上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原来是闭关了呀 难怪你不知道 一年多以前 闻师叔被宗内人告发 说他训私 还说他看管药原不利 药原内有非常珍贵的灵植被 挖走他都不知 所以 闻师叔就被宗门派到乌山矿 负责挖矿了 杨彻闻言 心中猜测闻星瑶被罚 不会与自己有关吧 谢过这看守弟子 他思索了一会儿 决定去乌山矿看看 他知道这乌山矿 此矿是一座零石矿脉 盛产零石 是乌龙谷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乌龙谷不仅派了 大量珠基七弟子 看守住渣 还有结单期 长老会定期巡视 不过这乌山矿 离乌龙谷宗门所在 并不近 杨彻飞了整整一天后 才赶到乌山矿 当他表明来意 说是来找闻星瑶之后 从矿山内 忽然奔出数名珠基七弟子 各个目录凶光 来者不善的样子 第85章 五禅 杨彻迅速退后 以确保自己 不会被这些人轻易包围 主委师叔 我是来找闻星瑶师叔的 并无恶意 他见这些筑基修士 各个神色不善 立刻重申来意 这些人明显 以一名筑基中期的 中年儒生为首 这儒生皱了皱眉 十分警惕地问道 你是哪宗哪派的弟子 可有身份令牌 杨彻略议沉吟 正准备取出 清剑宗弟子令牌 这时 互有一名矮个子 筑基初期修士 脸色一变 同时一拍除无带 取出一件 赤红长刀法器 并快速说道 周师兄 此人叫杨彻 是本宗戒律堂下了 通缉令的 畏罪潜逃弟子 什么 众修一听 立刻警觉起来 也纷纷取出法器 对准了杨彻 周姓中年如生摆了摆手 示意众人稍安勿躁 他看向矮个子修士 问道 石海师弟 你如何确定 眼前这人就是杨彻 矮个子石海 立刻拱手道 周师兄 我堂弟时将是 借律堂一名管事 这两年 他为了这杨彻之事 可谓耗费心神 奈何这杨彻 如同蒸发了一般 怎么都找不到 我堂弟曾暗里 托我帮他寻找这杨彻 所以我能肯定 此人就是杨彻无疑 原来如此 周姓中年如生点了点头 看向杨彻正准备问话 他身后一名 长着桃花眼的男青年 没有任何征兆的 忽然打出一记风枪术 急速刺向杨彻 周师兄 石师兄 此人曾畏罪潜逃 也好与那五禅换取解药 这桃花眼青年筑机初期 打出的风枪竹 威力惊人 杨彻不敢大意 立刻施展断风掠影 避过了这一记攻击 那风枪呼啸着 直入山林 穿透树根粗壮林木后 才渐渐消失 这些筑机修士 见杨彻并未拿出任何法器 来抵御 便避过风枪术 顿时收起了几分轻视之心 杨彻神色渐渐凝重起来 从眼前这些人的直言片语中 他捕捉到几个关键字眼 何欢宗魔头五禅 抢走文师妹 解药 这些人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突然动手 令他疑惑之余 也在快速思索 是不是文星瑶中了什么毒 对于文星瑶 杨彻观感颇为复杂 当年他找文星瑶帮忙 在玄包药园 得到了灵眼之术幼苗 和一捧珍贵灵液 挖走了大量灵药幼苗 而文星瑶 也应该是因这件事 受到牵连 被罚至此地 主委师叔 且听我一眼 见那桃花眼青年又要动手 他准备说出 关于他的通缉令 已被乌龙骨撤销一事 然而 那桃花眼青年眼中 闪过一丝阴沉与狠毒 直接从人群中飞出 手中多出一杆青色大旗 在他猛然一挥后 一头青色风娇 便呼啸飞出 恶狠狠朝杨彻吞了过来 这桃花眼青年 哪是要擒住杨彻的架势 而是一上来就出杀招 预置杨彻于死地 刘师殿 且慢 周姓终年如生 看出不太对劲 出言阻止 然而那桃花眼青年发了狠 在风骄扑向杨彻的瞬间 他咬牙摸出一块灵石 疯狂补充法力 随后手指一动 一张灵符漂浮在他身前 没有任何迟疑 灵符被桃花眼青年 低念咒语催动 一道高约二三十丈的 青黑色风暴凭空出现 随着青年向前一指 这风暴立刻旋转着 以极快速度 朝杨彻席卷而来 柳峰师弟 这是怎么了 连终极出街暴风服都用上了 一杆筑机修饰脸线惊讶之色 那周姓终年如生 在喝止无果后 就没再阻止了 倪人上有三分火气 杨彻不打算再废话 在听到柳峰二字后 他便立刻明白了 怎么一回事 眼前这桃花眼青年柳峰 在得知他是杨彻之后 已然动了杀心 每一击都想置他于死地 杨彻眸光渐冷 324枚飞火针击射而出 盘绕在他身体四周 形成了密不透风的针网防御 在飞火针网的保护下 杨彻施展断风掠影 刚已避过风骄 青黑色风暴便以后发而至 将它吞没 柳峰在看到杨彻被吞没后 也不由露出一丝笑意 原本无比肉痛的感觉 此时悄然消逝 觉得这暴风服用得值了 毕竟这是一张终极灵符 用来对付炼器七修士 似乎还是有些大材小用了 风暴中的杨彻 神色凝重 在被吞没的一瞬间 他便毫不迟疑 将剩下的36枚飞火针迅速融入 组成了他目前能布下的 最强泰玄影光阵 将自己护在了正中间 风暴撕扯的力量很强 而他长时间维持 这完整360枚飞火针 组成的泰玄影光阵进行对抗 消耗也不小 好在融合了法力与古神之力后 同样的法术施展 消耗变少 眼下 依旧能够维持不短的时间 很快 他取出一块中品灵石 握在手心 开始补充 与此同时 待清醒稳定后 杨彻眼中露出一丝诡异 他施展逆袭树 避开外面神石探查 随后运转天地混沌绝 一点点吸收这些青涩风暴入体 淬炼肉身 随着时间流逝 风暴内的杨彻压力越来越小 他肉身吸收了这些精纯风灵力 变得越加强韧 而风暴外一众修饰 尤其那柳风越来越疑惑 一名炼气弟子 被一道终极攻击灵符完全击中 绝不可能存活 但令他不解的是 这风暴明明吞噬了杨彻 却仍在一直旋转 还一点点在缩小 就在众人越来越惊疑之时 一道人影忽然从变得极小的风暴中冲出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那柳风瞪着一双桃花眼 看清这人影是杨彻后 脑中刚闪出不可能三字 手上法器刚抬起 就见眼前一道剑光陡然一闪 同时脖梗一痛 便骇然看到自己身体与脑袋分离 那脑袋滚出老远 脖梗处才喷涌出鲜血 紧接着身体轰然倒地 柳风瞪着不甘与震怒的双眼 弃绝而亡 就在方才 杨彻以断风掠影冲出 手握剑四衣机便消掉了柳风脑袋 随后立刻将剑四收进了空换魔石空间 同时没有任何犹豫 继续施展断风掠影 向后急急跃出百丈 朝山林中冲去 一众助击休士 震愣过后马上愤怒不已 正要追击 这时山林间忽然传出一阵阴柔怪笑 哈哈 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 这么多助击欺负一个恋气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 是武禅 一众助击休士 当即脸色大变 除了周姓中年如生 那些助击初期休士 全都露出巨色 齐齐后退数丈 第86章 本王看你有点飘 杨彻文升指住身形 看到从山林另一侧 走出一名怪异青年 此青年气质阴柔 脸上还似女子 一般化了精致妆容 他手里握着一把竹扇 身穿一尘不染的白色长袍 若忽略那脸上妆容 当真是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 杨彻保持警惕 悄悄离远了线 尽管天眼术施展到极限 他仍无法准确看透 这阴柔青年的修为 但参照周姓 中年如生 助击中期修为 他判断这阴柔青年 应是助击后期修士 且听这些乌龙谷修士所言 此青年名叫武禅 来自修罗国魔道 四宗之一的何欢宗 当初在太炎寺 乌青玄临死时 给过他一枚预检 这预检中 就有修罗国 魔道四宗的一些秘文 当然 这枚预检中 最重要的消息 就是修罗国 魔道四宗密谋 秘密入侵江国 小诸国等 附近十几个国家修仙界之事 而他交给双月仙子的那枚预检 便是他特意复制了 关于魔道四宗 想要入侵消息的一枚预检 这何欢宗 极善采阴补阳 采阳补阴 双修互补之术 何欢宗女修 不仅各个名艳妖娆 擅长双修之术 那销魂十谷的魅术 更是令人防不胜防 而南修 也几乎各个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眼前这五禅若卸下妆容 也是英俊潇洒之辈 杨车暗暗想到 这何欢宗的人 既然出现在此 看来魔道四宗 很有可能已经派出弟子 开始提前打探 甚至布下暗手了 马上捏碎了手中 一枚传音御简 传音御简 与普通传音符不同 传音御简 往往都是成对出现 相匹配的一对传音御简 两名修士 各持一枚 在相当遥远的距离 只要其中一方 捏碎此传音御简 另一方便 会有所感应 其距离 是传音符 远远无法比拟的 五禅 快交出解药 若不然 等我王师兄赶来 就是你的死气 其中一个脸色有黑的 铸鸡初七弟子 突然立声呼喝道 周姓忠年如生 不由回头 看了这有黑弟子一眼 暗骂一声愚蠢 那五禅 露出讥讽之色 摇了摇竹扇 转向杨彻道 有点意思 练气期 杀死铸鸡 尽管有偷袭用巧之嫌 但小友你这一手实力 足可与铸鸡初七 修饰媲美了 说着哈哈一笑 继续又道 所谓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小友 有没有兴趣随我 一起去抢下 这乌山矿中的美人 杨彻眸光威宁 猜测这五禅口中的美人 应该就是文心瑶了 曾经他以为文心瑶 是他见过最好看的女子 谁知遇到双月仙子 姚恒还有紫发少女 他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 略一思索 他开口道 好 前辈有如此雅性 晚辈就斗胆凑个热闹 哈哈 好 随我来 五禅发出阴柔大笑 随后寄出飞行法器 一道白红痞练 来到杨彻面前 杨彻跳上这白红痞练 五禅注入法力催动 这白红痞练顿时化为白色鸿芒 瞬间朝乌山矿中 积射而去 快 起阵 周姓终年如生 一声大喝 脸线焦急之色 之前魔修潜入 已破坏了乌山矿的防御大阵 白红痞练速度实在太快 这些助击弟子 根本没反应过来 杨彻与五禅二人 便已飞入了矿山内 矿山内 助击以下弟子 根本不敢反抗 眼睁睁看着白红痞练飞过 五禅掐着怪异法诀 一道法力打在白红痞练之尾 随后这白红痞练 隐隐指着某个方位 美人在那 五禅露出兴奋 而又带着一丝疯狂之色 白红带着二人 迅速来到一座精致石楼前 五禅直接将手中逐扇一挥 刺眼光芒划过 石楼一阵阵战 高大师们轰然倒塌 二人跳下白红痞练 五禅在前 杨彻一言不发 跟在其后 来到其中一间石屋 五禅眼中越发难掩兴奋 就在这时 乌山矿那些助击弟子们 已经追至 开始合力攻击五禅与杨彻 攻击的大半力量 都集中在了五禅身上 杨彻趁机打开 这间石屋的小石门 走了进去 随后一脚反踹 又将石门给关上了 石窗之上 盘西坐着一名血色 静无的虚弱女子 正是文星瑶 文星瑶认出杨彻 大感意外 果然中毒了 杨彻迅速取出几颗青心丸 递给文星瑶 快速说道 这是青心丸 你曾吃过的 不是一般解毒单 你先服下 然后赶紧离开这石楼 杨彻的举动 落入了井根 而只打开石门的五禅眼中 你们 五禅脸色十分难看 你们认识 反应过来的五禅知道 被杨彻摆了一道 顿时怒不可遏 没想到我五禅 也有看走眼的一天 给我死 五禅震怒 手中竹扇 狠狠扇向了杨彻 助击后期修士的愤怒一击 杨彻可不敢有丝毫大意 心念急转间 他想到了 先前那周姓中年如生的传音 那周姓中年如生的传音遇解 其通知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 那满连有黑修士口中的王师兄 至少也是助击后期修士 甚至是假单修士 都有可能 这王师兄 接到传音 或许还会带帮手过来 毕竟这是灵况重地 乌龙谷绝不允许 出现任何意外 只要能撑到这王师兄到来 这武缠便不再有威胁 杨彻施展断风掠影 避过了竹扇攻击 轰隆一声 那攻击落在石墙上 石墙瞬间倒塌 身法法术 武缠看出了门道 眼中微有亚色 不过 很快他就冷笑一声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一切技巧都是屠楼 武缠猛然释放出 助击后期修士的威压 瞬间朝杨彻碾压来 杨彻顿感全身 如同灌了签一样沉重 且脑袋嗡嗡嗡 一阵眩晕 他意识到 这威压主要是神石 而他与武缠神石强度的差距 实在太大 就在他感到脑袋 越来越刺痛 身体越来越难以动弹之时 一道温和的力量 忽然涌入他体内 令他一下子减轻了压力 一只手掌正底 在他背部 朝他体内输入法力 是文心瑶 文心瑶所终之毒在 连续三颗清心丸的药力作用下 虽未完全解禁 但也使他恢复了 近八成的修为 美人 你 你为何要护着他 武缠看着眼前一幕 极度地要发疯 好好 你越是护着他 我越是要让他痛苦百倍千倍 武缠壮弱疯狂 掌心一动 取出一个小巧铃铛 迷魂灵 文心瑶脸色一变 一拽杨彻 快走 二人朝坍塌石墙边一动 准备从那里跳下去 那武缠发出阴柔冷笑 一股强大灵力 释放而出 杨彻与文心瑶当即 被死死压迫住 难以动弹 杨彻再一次清醒认识到 助击后期修士的强大 前辈快醒醒 再不出手 我就要命父皇权了 杨彻无奈 向紫发少女 连续心念传音 本王看你有点飘啊 紫发少女声音 懒洋洋传来 毫不掩饰嘲讽之意 但落在杨彻心头 无异于天赖之音 第87章 天邪子音 杨彻 本王只出手一次 可以困住这助击后期 修士树息 机会你自己把握 紫发少女声音中 隐隐透着些不耐 他着实没想到 这小子竟能如此惹事 惹了助击初期就罢了 现在 居然连助击后期 也敢招惹了 与杨彻立下泄气之约 清晰言明自己 只是指点他修行 却没想到 这短短时间 自己进成了他的护卫 好 你出手吧 杨彻咬了咬牙 脑中急速思索着对策 阴柔青年武禅目中 已全是愿毒怒火 度火已使他面目全非 他自然舍不得 伤害闻星鸟 而是手持迷魂铃 死死盯着杨彻 此时的武禅 只想让杨彻生不如死 他对着杨彻 立刻摇动了铃铛 当铃铛声音响起的刹那 从杨彻身上 陡然射出一道冰寒之芒 瞬间便笼罩住了武禅 武禅周身当即出现厚厚的冰层 继而被冰封在了原地 这时 杨彻与文星摇身上的禁锢 被子发少女解除 二人从倒塌墙壁边缘 跳了下去 他们刚刚飞出 十楼没多远 旷山外 忽然有几道强大气息巢 这里急速靠近 是王师兄来了 杨彻 我们没事了 文星摇 拉着杨彻不再逃顿 而是落在了地面上 杨彻忽然取出一个绿色玉瓶 往他手里一塞 快速说道 这些青星丸 师姐留着吧 既然你安全了 那我得赶紧走了 他可是才杀了柳峰 柳峰既是柳家之人 也是乌龙谷 助姬妻弟子 若这王师兄要追究 那还真是巨大的麻烦 对了师姐 有一个满脸有黑的 筑基初期之人 你千万小心留意 回头你查查 这人多半有问题 他话还没完全落鹰 就以施展逆西术 急速飞出矿山 钻入了山林之中 还好有可以躲避神石的逆西术 否则想要离开乌山矿 怕是难了 文星摇握着绿色玉瓶 看着杨彻仓促消失的背影 一时正在那里 久久出神 杨彻在山林间急速飞奔 直到窜出十几里 他才重新踩着怀叶 法器飞上高空 辨认方向后 朝着轻剑踪急飞而去 穿行在巡风间 杨彻回想起来 还有些心惊肉跳之感 见识了助击后期修士的强大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尝试助击了 尤其助击后期修士 那强大神石威压 令他印象实在深刻 神石的差距 怎会如此巨大 杨彻意识到 神石强度的巨大差距 不由暗暗想着 修士神石 有没有特殊方法 也可以增强 杨彻 你这药园子不错呀 居然还有一颗灵眼树苗 和一块正在进阶的灵土 空患模式空间 紫发少女 已经发现了杨彻 移植进去的灵药灵草 杨彻道 前辈 有了这通幽药园 炼制足够的助击单 想必没什么问题了吧 原本还打算去悬报药园 再弄些灵草 没想到文心 摇乙没看管 悬报药园 还被罚去了乌山矿 紫发少女 忽然有些不悦地清冷道 别一口衣的前辈 本王重获新生 年轻着呢 杨彻文言 微微一正 他一直都想知道 这紫发少女的名字 只不过这紫发少女 一直冷冰冰的 他也没太敢直接问 趁此机会 他赶紧问道 那我该如何称呼你 紫发少女声音 依旧冰冷 但明显充满着傲然之意 本王名天邪紫音 你可称本王为紫王 紫王 杨彻在心里念了几遍 或许是平等血气的原因 他总觉得有些别扭 还有些严肃与生疏感 于是淡笑道 紫王听起来俗气 干脆就叫你紫音如何 放肆 紫音启示 你能叫的 紫发少女声音 愈发冰冷起来 隐隐蕴含着一丝可怕怒气 杨彻深知这紫发少女 真正的恐怖 于是赶紧又说道 你说 你重获新生还年轻 这叫紫王不明显 把你叫老了吗 还有 咱们可是立下了血气 是平等关系 紫发少女微微一愣 不过随后依旧怒道 本王说了 一个名字而已 我们还是赶紧回清剑宗 回去后 马上开炉炼制住鸡蛋 不是你说的吗 待我助击成功 就能开始为你 提供大量骨神之力 并帮你寻找 你要的那简物品了吗 杨彻心底 还是有些惊惧 这紫发少女的恐怖 虽然因为血气 和空患模式空间之故 他想拉近一下关系 并不想叫他紫王 听杨彻如此一说 紫发少女天邪紫音 也就没再继续纠结名字之事 杨彻加大法力 全速操控着 怀夜飞行法器 逆袭术他一直维持着 此时虽是全力操控 但怀夜飞行法器的速度 仍旧有限 你这飞行法器速度 实在太慢了 用这个吧 还有 这防御法器 你也一并拿去用 反正本王也用不着 天邪紫音说完 杨彻便立刻神识感应到 一件缩型飞行法器 和一件黄散法器 漂浮在了通幽药园上空 随后他听到 天邪紫音继续道 本王已太久 太久没用过飞行法器了 这盾新缩 已记不清 是何时所得 应该比你那低阶 飞行法器速度 快上十倍不止 杨彻一听 顿时惊讶道 比怀夜法器快上十倍不止 紫音 哦不 紫王 在乌云海 你若将这飞行法器拿给我 我定能采摘到 更多千年灵药啊 天邪紫音冷哼道 你把本王想成什么人了 乌云海 使本王才与你认识 怎可能随意 拿东西给你 就算现在 本王也只是为了 让你更快回到清剑宗 能更快助击而已 明白 杨彻洗上眉梢 立刻将脚下的怀夜法器 换成了顿新缩 顿新缩穿梭于云端 速度不知比怀夜法器 快了多少 感受到这令人欣喜 和振奋的急速 杨彻在云中 在山间 在水面 自由翱翔 好不惬意 数日后 他穿行 在一座险峻峡谷间的 大江江面上时 天邪紫音 忽然轻易一声 随后让杨彻停了下来 紫音 紫王 怎么了 杨彻疑惑问道 这江底有古怪 沉入江底去看看 我将你避水罩法术 天邪紫音道 杨彻学会后 施了一个避水罩在身上 沉入江底 江底之下 一股阴寒之气传来 直接穿透避水罩 令杨彻忍不住 打了个机灵 果然有古怪 他神石散出 开始仔细感应 很快发现在江底某处 有一个十分隐蔽的阵法禁止 此地有古怪 本王上在恢复期 不能轻易现身 不过本王 可以控制你身体片刻 来迫这阵法禁止 你莫要反抗本王意志 天邪紫音说完 立刻便附身杨彻 取得了杨彻身体的控制权 然而这一刹那 杨彻顿感浑身撕裂般剧痛 身体竟似在裂开 像是马上就要崩碎开来 第88章 剑四封大弟子 好在紧紧一瞬 天邪紫音已经离开杨彻身体 重新回到了空患魔时空间 不行 你修为实在太弱了 本王附身于你 你连片刻都支撑不住 天邪紫音既有些鄙夷 又有些无奈地说道 杨彻也被惊出一身冷汗 他感觉刚才那一刹那 自己差点就完全碎裂了 好在天邪紫音 及时离开了他身体 算了 去清剑宗 等你筑击成功后 再来此地 天邪紫音说完 竟直接走入通幽药园 在那灵眼树苗旁 盘膝坐了下来 杨彻冲出江面 踩着顿心缩 这一次没有任何耽搁 回到了清剑宗 剑门殿 驻籍中期的儒雅中年管事正阳 见杨彻安然归来 心里悬着的一块大石 总算落地 前些十日 九封准弟子们 参与雾影内海历练结束回宗后 他从曾阳师兄那里 得知了杨彻的事 便一直心中不安 杨彻可是他亲自领去的剑四丰 若杨彻真被做食物龙骨 为罪潜逃弟子的身份 不止他的师尊 剑门殿殿主司马超群饶不了他 那剑四丰张老祖 更有可能扒了他的皮 好在有惊无险 杨彻平安归来 便代表着弟子身份是清白的 郑师叔 信不辱命 杨彻说着 将装有五珠千年灵药的五个锦盒取了出来 摆在了郑阳身侧的桌子上 郑阳一愣 简视一番后 不由露出无比吃惊之色 你小子还真给弄到了五珠千年灵药啊 郑阳吃惊的语气中 却更多蕴含了对杨彻的亲近之意 杨彻也感受到了 郑阳师叔跟自己说话时语气的变化 微微一正之后 悄然露出一丝笑意 他拱手里道 郑师叔 你看这柱鸡丹 哦 对对对 你已通过考核 理应得到两粒柱鸡丹 郑阳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五珠千年灵药上 一时没能顾及到柱鸡丹之事 听杨彻如此一说 他才赶紧取出两粒柱鸡丹交给了杨彻 师叔 那没事的话 弟子就回见四分了 杨彻收好柱鸡丹 拱手告退 转身之时 看到店内忽然走进一对青年男女 还都是熟人 男的五官英俊 身形高大 但有些胖 杨彻一眼认出 这英俊大胖子 是魏宇航师兄 而魏师兄旁边那名字容艳丽的女子 竟是当初去往平卢丰矿场 调查许庸与赵继之死一事的那男女弟子中的女弟子 他依稀还记得这女子叫简离 而那男弟子自然是已经被杨彻灭掉的江吴了 江吴的储物袋如今被他扔在空患模式空间 还没打开 魏师兄 简师姐 杨彻打着招呼 魏宇航朝杨彻一笑道 杨师弟回来了 恭喜恭喜了 杨彻拱手 淡淡一笑 简离心下大吃一惊 同时面上露出无比疑惑之色 甚至他心里如当初那江吴一样 开始对杨彻起疑 初见这杨彻 他只不过区区练弃三四层修为 可如此短的时间 这杨彻居然已经练弃十二层了 这太过匪夷所思 这杨彻究竟是凭借什么 修为能精进得如此之快 杨彻将简离的神色尽收眼底 心里冷笑一声 面上不动声色 客气地告辞离开 出了剑门店 他踩上钝心缩 直接飞向了剑四风 远远地 还没落向剑四风正殿前 那宽阔的轻视广场 他就发现广场上 挤满了不少弟子 剑四风可是除了老祖老头外 一个人影都没有啊 很快 他便明白过来 这些人多半都是想象他挑战的外风弟子 或者没能通过九风 历练考核的准弟子 杨彻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准备炼制住鸡丹 然后冲击住鸡 此时哪有心思理会 这些人是已落地之后直奔大殿 是杨彻师兄 杨彻师兄回来了 杨彻师兄 请留步 见杨彻直奔大殿 众弟子炸开了锅一般 纷纷在他身后大喊道 一入大殿 杨彻见殿内并无张老祖身影 不过下一刻 他眼睛一花 张老祖便已现身大殿内 鹤发童颜 先锋道鼓 张老祖腰间 还挂着那金色酒葫芦 身着一袭灰白长衫 面上无须 看起来十分干净 潇洒 弟子杨彻 拜见老祖 杨彻拱手见礼 嗯 还不错 修为不止恢复 还精进到了练气十二层巅峰 张老祖神色平淡 深深看了杨彻一眼 亲手一扶 一枚金色令牌 悬浮在杨彻身前 这是我四丰 首席弟子令牌 从今起 你就是见四丰首席弟子 也就是大弟子了 不过 你并没有师父 今后我会以老祖身份 直接教授于你 等你哪天结单成功 才能成为我正式弟子 杨彻点了点头 他伸手接过令牌 仔细打量一番后 收入了储物袋 其实 他在得到空患魔石 并有了天邪紫音指点后 不是没想过 直接离开清剑宗 不过 想到自己拿了剑四丰的先剑 加上又成了剑四丰百年 来第一位正式弟子 能享受到无比庞大的修炼资源 他最终还是决定 留在清剑宗筑基 并修炼一段时间 看情况再说 骨子里 杨彻当然是 喜欢独来独往的 看向大殿外 张老祖又说道 去 先解决一下外面 这些钱来挑战 你的弟子 这也是我宗 一直传下来的规矩 既然你已成为 剑四丰首席弟子 那挑战自然是免不了的 是 老祖 杨彻应声后 便朝殿外广场走去 记住 你既已是炼器十二层巅峰 那面对所有 前来挑战的炼器七弟子 你必须以碾压之姿 张老祖一直神色平淡 但说完这些话后 眼中也有着 让人不易察觉的期许 杨彻闻言 脚步一顿 眼睛更是猛然一亮 剑四丰的修炼宝地 他早有耳闻 无论是春雨萍 还是红蓝湖 亦或者冰夜岛 都是清剑宗 非常有名的洞天福地 这首席大弟子 待遇果真不错 杨彻受到鼓舞 当即大不留心 走出大殿 来到了青石广场上 要以碾压之姿击败他们 他看着眼前这些弟子 真是战力 这时 张老祖飘渺的声音 忽然在广场上响起 他正式亲口宣布 杨彻已成为 剑四丰首席弟子 一名身材高大的 练起十二层顶峰男青年 立刻拨开人群 站在了杨彻对面 高大青年神色冷峻道 外风白卢丰弟子郭渡 向杨师兄挑战 是郭渡师兄 郭渡师兄 在外风弟子中实力 可是常年排在前五 听说郭渡师兄 这次专门购得一件 顶阶精品法器 怕是实力 已经列入前三了 那如此说来 郭渡师兄这次挑战 大有希望啊 人群中议论纷纷 杨彻神色 始终显得很是平静 他对郭渡缓缓到 郭师弟 出手吧 见杨彻并没有 拿出任何法器 郭渡认为 杨彻是在小看他 眸中浮现出一丝愤怒 对郭渡而言 这是一场 绝不能落败的挑战 取出一张 初级上街防御灵符 郭渡将其催动后 形成绿色光照 将他保护了起来 随后手中又出现 一杆绿色长枪 第89章 约战 投机取巧 郭渡将法力 注入长枪之中 那长枪 隐隐发出一声龙吟 没有任何犹豫 一枪刺向杨彻 这一枪 声势浩大 光滑夺目 奇微之龙 令在场中弟子 各个心惊不已 在长枪即将刺中杨彻的一刹那 杨彻身影忽然消失 下一刻 杨彻变鬼魅般 出现在了郭渡身后 直接一剑 砸在郭渡后脑 这把剑 是当初 从那冷飞云手中 得到的顶级飞剑 而郭渡先前 布下的灵符护照 早被扬车的飞火 真悄悄于暗中刺穿 扑通一声 郭渡倒地昏迷 整个青石广场 立刻鸦雀无声 少情 怎么可能 这 假的吧 真是难以置信 外风弟子们 一个个面面相去 皆震惊无比 仅用一事 同为练弃十二层巅峰的郭渡 直接落败陷入昏迷 而其中有历练失败的 几个九丰准弟子 却是在惊讶之后 冷哼树声 眼中闪过隐隐的不屑 他们一致认为 这杨彻不过是 投机取巧而已 哗然过后 杨彻帮郭渡苏醒 在下不服 郭渡醒来后不甘道 显然 他也认为 杨彻只是投机取巧 这时 一名黑衣冷酷青瘦青年 缓缓从人群中走出 来到了郭渡面前 郭渡殿 你下去歇着吧 我来挑战杨彻师兄 黑衣冷酷青年 说话也透着几分冷酷之意 是华裔师兄 外风公认 实力排名第一的华裔师兄 真的是华裔师兄 没想到 华裔师兄出关了 要不是华裔师兄闭关 无法参加内海历练 怕是早已成了 九丰弟子了 见黑衣冷酷青年出现 那几个九丰 历练考核失败的准弟子 接眼线无比凝重之色 他们早已听说 这华裔因服用了助机单 闭关冲击助机器 从而错过了内海历练 原本这华裔 是能成为九丰 正是弟子呼声 最高的一位 而现在 华裔出现在剑四丰 难不成 他冲击助机失败了 几位九丰准弟子 相视一眼 都看出了 对方眼中的疑问 这时郭渡已走到一旁 而华裔则 则站在了杨彻对面 朔望风华裔 向杨师兄挑战 杨彻自这华裔出现 就以名神 再仔细打量他 此人气息 似于普通练器 十二层顶峰弟子不同 他体内似有一种 比练器弟子要更强 但分明又没有 真正助机的 一种气息散出 这时杨彻脑海 忽然想起 子发少女 天邪子音的声音 这黑衣小子 倒有几分魄力 明明还在吸收 助机单要力 却跑来挑战 杨彻 你小心了 说不定这黑衣小子 打着打着就助机成功了呢 杨彻文言一愣 惊奇道 这也行 天邪子音道 怎么不行 助机本就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 慢慢变化的过程 毕竟法力真元 从气态转变为液态 哪能一下子 就转变成功 杨彻一听 立刻就明白了 眼前这华裔应该 就处于气态真元 往液态真元 慢慢转变的过程 只是正常情况下 都会选择闭关 等待着转变彻底完成 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乱跑出来 而华裔这种举动 着实令人 有些摸不着头脑 难道还是低过了 这第四封 手吸弟子的吸引 和诱惑力 杨彻只能如此想到 杨师兄 可以开始了吧 见杨彻没说话 华裔接着出言问道 华师弟 出手吧 杨彻一摆手 同样的话语在线 不远处的郭渡 眼中不服气的神色 再次浓郁起来 华裔眼眸一凝 在身上施展了一个灵力护照 随后手中 出现一件剪刑法器 朝杨彻当头一剪 狠狠砸下 这一剪 竟引有雷声震响 其微远超刚才那郭渡的一枪 同样的场面在线 杨彻施展断风掠影 消失在原地 在出现时 已经到了华裔背后 华裔似是早有所料 在杨彻身影刚现出之时 背后另外一剪 迅疾砸出 这法器赫然是一套双剪 杨彻眸光一凝 断风掠影再度施展 华裔这一剪又落空 杨彻诡异出现在华裔身侧 猛然一拳砸在了 华裔灵力护照上 光芒闪耀后 一声脆响 这灵力护照 被他暗藏在拳头间的 飞火针刺穿 他使用了融合法力 与古神力的新力量 所以飞火针轻易就刺穿了 华裔的灵力护照 护照被迫的刹那 华裔心中一凉 意识到了不妙 他刚取出一张 灵符想要拍在身上 却顿杆猴头一甜 一口鲜血喷出 身子向前扑出 重重砸在了地面侵蚀上 杨彻仅凭拳头 击败了华裔 可杨彻这种胜利方式 立刻便引起 诸多弟子的不满 杨彻师兄 你这是投机取巧 我们不服 那高大青年 郭渡第一个站出来 沉生道 这时 那几个历练 考核失败的 九封准弟子走了出来 其中一名锦衣少女脸上 挂着一丝鄙夷 玩味地说道 杨师兄 你若没有这诡异身法 你根本战胜不了 郭渡和华裔 尤其华裔 连续吃了 你那身法之亏 论法力雄浑 华裔可是我们之中最强 杨彻眼睛微眯 莫想到自己利用断风 略隐速战速决 竟被认为是投机取巧 他沉生道 身法也是实力的一种 你们为何却认为是投机取巧 锦衣少女道 九封弟子挑战 比的是综合实力 比拼的是法力雄厚度 本命法器的硬碰硬 这样胜了我们大家 才会心服口服 硬碰硬 凭什么硬碰硬你们 就心服口服 别的方式 取胜就是投机取巧 杨彻冷笑 猜测这些人 不过是心怀鬼胎罢了 无非想让他这个 第四封大弟子 传出去 名不服食 这一刻 杨彻神色阴沉 被尘封的那颗 冷漠之心再度被激活 有想继续挑战的 就站出来 若没人再挑战 就速速离开剑四封 杨彻雨声冰冷 目中浮现出骇人之芒 杨师兄 今日我未出全力 一个月后 我定然在挑战于你 你可敢接受 华裔早站了起来 抹了抹嘴角鲜血 盯着杨彻郑重说道 这时 天邪子音忽然道 杨彻 这小子想要助击成功后 再挑战你 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杨彻也早想到了 这样一来 反而更有意思 好 我接受 杨彻说完 冷冷盯了一眼 那锦衣少女 随后不再理会众人 返回了大殿内 张老祖神色凝重 不过眼眸深处 倒对杨彻多了几分兴趣 算你过关 不过一月之后 那华裔小娃娃 必定助击成功 你小子 他说不定 也已经助击成功了 那就好 这第四封几处宝地 你想选哪处 杨彻早已有了答案 当即说道 红蓝湖 你小子倒会挑 张老祖说着 扔给杨彻一枚特殊预检 继续道 这是红蓝湖禁制的出入预检 握着他进入传送阵 就能自动传送到那里 杨彻攻进高退 拿着预检出了大殿 第四封很大 而这几处修炼宝地 都是秘境 若没有手中 这特殊预检 根本无法找到 更不用说想要 进入旗内了 来到广场一角的传送阵 他手握着预检 进入阵内 只觉眼前一花 便已身在一座 湖心小岛 凉亭之中 第九十章 注击 一 一股清凉失忆 顿时扑面而来 杨彻注意到 脚下刻着一个 繁复的法阵阵纹 一直扑满 整个湖心亭地面 正前方 一条长长的青色石桥 连接着凉亭 与苍翠烟红交错的湖岸 走上石桥 放眼四股 湖面上波光凌凌 湖水清澈 水下鱼儿 在水草间 欢快游来游去 湖四周大片大片的 红蓝树林 七影道印在湖面 与几点翠绿相应乘去 此凉亭不远处 有一座生机盎然的 湖中小岛 杨彻一见这小岛 顿时露出笑容 直接踩着 顿星缩飞上了小岛 岛屿虽不大 但其上红蓝古树参天 围成一个幽密庭院 院门牌匾上 刻有红蓝蜜镜四个古字 推开院门 浓郁的灵气 顿时扑面而来 庭院中 一口颇大的泉眼 正从从向上翻涌 随后流入泉池 周而复始 这是一口中品灵眼之泉 这小小青剑宗的秘境 倒还有那么几分意思 天邪紫音的清冷声音 忽然在杨彻脑海响起 杨彻笑道 选择红蓝蜜镜 正是因为 有这口灵眼之泉 如此一来 我这块领土 终于可以真正进阶 而且通幽药员 用此泉水一直浇灌 肯定也会给我 带来惊喜 算你脑子还不笨 选择红蓝蜜镜你 算是选对了 不过 接下来你的筑基 可并不容易 你还是先准备 至少二十粒筑基丹吧 嗯 我调息一番 就开始着手 炼制住基丹 杨彻说着 选了黎灵泉 最近的一个房间 整理一番 作为自己的居室 盘西座在蒲团之上 他闭上眼睛 感应着四周碧水蓝天 绿草红树 听着其间虫鸣鸟叫 微风和煦 一颗心 越来越趋于平静淡然 不知过了多久 他缓缓睁开双目 一种如水般的沉浸气质 在他身上显现出来 杨彻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携带了 大量灵泉之水 进入空患模式空间 来到通幽药园 依然还在进化的 无数赤火蜻蜓 迅速飞过来 轻易地围着他上下飞舞 杨彻并未驱赶他们 反而取出当初 从那玉兽门 修饰储物袋中 得到的灵兽食粮 让他们分而食之 不过杨彻发现 赤火蜻蜓 虽然也吃这种灵兽食粮 但明显并不喜爱 反而他们更喜欢 啃食九叶末养果的 花叶和果实 这几年 也正是因为 有灵眼小树 和九叶末养果的存在 这些赤火蜻蜓 才得以如此快速地生长 甚至进化 杨彻如今 自然还不想暴露他们 任由他们 在这药园 继续生长进化 你还真是大方 这九叶末养果 虽还未进阶 但这种逆天 仙草你也舍得随意 让他们啃食 盘坐在灵眼小树旁的 天邪紫英语气 依旧清朗 而在天邪紫英四周 那些赤火蜻蜓拳 都不敢靠近 我已下令他们 绝不能啃食根精 只要根精不死 就能反复长叶结果 他们啃食些 花叶果能进化 我觉得也不算浪费 杨彻笑了笑 开始采摘炼制住鸡丹 所需要的药草 为了炼制足够的住鸡丹 他这一采摘下来 通幽药园的灵草 已去近三成 当初在那玄包药园 进行了掠夺式的幼苗采蛙 加上乌云海内海历练 又专门采到了几种 炼制住鸡丹 极为稀少的主药 若不然 仅是这住鸡丹的药材 就够他头疼许久 才好药草 杨彻立刻取出灵泉之水 先将灵土浇灌了个通透 之后再继续浇灌药园 其他之处 若是这灵土能 再大上几倍就好了 杨彻有些贪心地想到 你打算就在这里 炼制住鸡丹 天邪子鹰忽然问道 怎么 这里难道不能炼丹 杨彻惊讶道 当然可以 不过 本王德提醒你 无论炼丹还是鸡 所需时间可都不短 若你一直待在此间 那第四封封主来 此间找你的话 发现你却根本不在 杨彻立刻明白了 他的意思 若自己一直待在此间 而空患魔石 留在秘境中 自然就有暴露的极大风险 天邪子鹰先前 可是郑重提醒过他 无论何时何地 都不能暴露空患魔石 杨彻出了魔石空间 现身红蓝秘境庭院中 取出丹炉 九星雷焰 立刻涌出 杨彻心无旁骛 迅速进入住鸡丹的炼制之中 关于药材比例 投入先后顺序和步骤等 丹方都一一讲得 非常清晰明了 他要把握的重点和难点 是火候的掌控 与承担开炉的时机 有过炼制大量八真丹 养元丹 还有炼制尾巴丹的经验 杨彻对此 还是极有信心的 七天后 杨彻脸上露出一丝苦涩 似乎每重新炼制一种新丹药 失败率都很高 他准备的这些药材分量 可是足够炼制 40多粒 铸鸡丹的分量 然而到的最后 他也仅仅只得到了 18粒成品铸鸡丹 其余全部失败 好在他原本就有4粒 加上这18粒 也有22粒铸鸡丹啊 别愁眉苦脸 都四成的承担率了 你有上古三大神焰之一 九星雷焰 若不是你那丹炉太拉机 再提升两成都没问题 天邪紫英 看着杨彻那一脸 痛心疾首的样子 有一股冲出去揍他的冲动 不过转念一想 这小子怕是 对炼丹天赋和炼丹师水准 还没有清晰和具体的认知 是丹炉的原因吗 杨彻思索一番 很快恢复了长色 但心下 隐隐有些激动起来 终于要开始铸鸡了 神雍便一双仙根 他曾查阅了多少点击与卷轴 无一例外全都指向一个结果 无法铸鸡 直至遇到这紫发少女 天邪紫英 由此开辟了钟丹田 他这才真真正正看到希望 没有人知道 他内心深处 一直都有着一把沉重枷锁 长生不死的终极红愿 一直深埋心底 若连注击都无法跨过 那一切又从何谈起 这一刻 杨彻忽然有些患得患失起来 他的心境 渐渐出现了不稳的迹象 恐惧 焦躁 不安 烦闷 伴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躁狂情绪 他感到体内气血都开始翻滚 体内法力也蠢蠢欲动 脑中似有一个诡异声音 不停在重复呼喊着什么 岳家令 他心烦意乱 杨彻 杨彻 似从无尽遥远处 突然传来一个女子呼唤声 让杨彻内心猛然一阵 紧接着 古神之力被引动 迅速在他四肢百骸 反复游走 渐渐地 杨彻终于平静下来 体内法力也重新归于丹田 脑中慢慢变得清明 我这是怎么了 回想起刚才朱斑种种 他不由心惊肉跳 发现浑身衣衫 竟都被冷汗给打湿了 你刚才差一点走火入魔 天邪紫英那一向清冷的声音 此刻也隐隐有了不一样的语气 第九十一章 铸鸡 二 走火入魔 杨彻一听 心声骇然 天邪紫英道 不过也算是好事 好事 杨彻不解 天邪紫英恢复了清冷语气 你在这个时候 差点走火入魔 总比你在铸鸡紧要关头 走火入魔要好得多 既然越外天魔没能迷失你心智 那就全力以赴开始铸鸡吧 要如何做 杨彻虚心求教 你是变异双线根 双丹田铸鸡需要同时进行 不得不说 你的气运还真是不错 天邪紫英轻哼一声 似乎觉得杨彻的气运 完全超出了一个虫子身份 该有的气运 杨彻 见杨彻没说话 天邪紫英继续道 需要九星雷燕的帮助 他非常关键 你需与他提前沟通好 接下来 天邪紫英将双丹田的详细助击方法 告诉了杨彻 杨彻默默牢记在心 并在脑中虚拟了一遍又一遍 随后他与九星雷燕沟通 自然少不了 又是许诺一番尾巴丹的好处 雷燕 我变强也就是你变强 可千万不要出错 杨彻千钉宁万嘱咐 他是真怕这九星雷燕一个小脾气上来 直接吞撤了助击丹 毕竟这雷燕可是抢丹高手 杨彻凝神戏想了一番 觉得再无遗漏 这才将助击丹全部取出 摆在了面前 抛却所有杂念 他将两粒助击丹同时扔进了口中 九星雷燕忽然涌出 直接包裹住其中一粒 瞬间将这粒助击丹 托入了下丹田 而杨彻则控制另外一粒助击丹 沉入了中丹田 运转天地混沌绝 同时化开两粒助击丹的药力 一个时辰后 药力化为两团烈火 在双丹田内汹涌燃烧 但身体的其他部位却又冰凉无比 形成了鲜明的冰火两重天感受 杨彻正诧异之际 冰火两重天的感受 却很快就消失掉了 继而 双丹田处突然传来一阵阵剧痛 只有一个丹田 他还尚能忍受 可现在却是双丹田 双粪痛楚 这令他忍不住在心里直骂贼老天 为何让他拥有变异双仙根 要他来承受 这非人的双倍剧痛折磨 好在这种剧痛并没有持续多久 便形成无数热流 在体内爆发开来 这些热流 钻入经脉血肉骨骼 很快又变成令他十分难忍的起氧 似有无数蚕虫钻入骨髓 爬来爬去 令他机遇陷入疯狂 不知过了多久 这种令他陷入疯狂的起氧 终于渐渐消退 扬车的身体也逐渐恢复如常 双丹田内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唯独感觉浑身上下黏乎乎的异常难受 他惊讶发现 自己体内竟又排出许多黑色杂质 来到湖边 脱光衣服泡在温凉湖水中 洗了个干干净净 他发现 自己的肌肤表面又有荧光流转 随后 他干脆就坐在湖边 再次同时服下两粒助肌丹 与先前几乎一模一样的变化 扬车再度忍受了一遍 好在这一次 痛楚与欺痒都减轻了不少 身体排出的杂质也变少了 再次跳进湖中洗干净后 他眼中闪过坚定之色 第三次同时服下两粒助肌丹 这一次 除了与先前一模一样的变化外 扬车终于开始感觉到 两个丹田内的气态真元开始 逐渐变得浓稠起来 这一发现 不由令他激动不已 在激动与狂喜的刺激之下 他毫不犹豫第四次 同时服下了两粒助肌丹 两个丹田中的气态真元 在助肌丹药力作用下 越变越浓密粘稠 终于开始慢慢往液态转变了 只是这一过程确实缓慢 尽管他内心有一丝焦急 但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于是很快平静下来 开始耐心地一点点炼化吸收药力 助气态真元 越来越多地转变为液态真元 时间过去了不知几日 当第九次同时服下两粒助肌丹后 扬车发现 这次药力化开 他的两大丹田内 除了最中央的一点点位置 其余地方已经完全变成了液态真元 不过他也同时发现 由于服下太多助肌丹 残余药力已然饱和 原本暖洋洋的舒适感 又重新变成了刺痛的灼烧感 若再一次同时服下两粒助肌丹 扬车时再无法预料体内 会出现什么状况 不过此刻的扬车 已能清晰感觉到 自己离助肌已经有一步之遥 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强烈到对助肌的渴望 同时服下两粒助肌丹 与第一次几乎相同的剧烈痛楚 立刻再度凌声 两团烈火在双丹田内越烧越烈 他差点陷入昏厥 强忍痛楚 在感应到双丹田中央那点位置的气态真元 终于也在一点点转变为液态真元后 他咬了咬牙 爆发出惊人意志力 极力使自己不陷入昏迷 这种状态不知持续了几日 双丹田内忽然似想起海啸雷鸣 扬车内视一看 发现双丹田的真元 竟已彻底转化完成 这一刻 他感觉到一股庞大的精纯力量 在双丹田内蕴藏 无论神识还是法力强度 均达到了一个全新境界 助肌 成功了 杨彻一时百感交集 更多的是一种如是重负 不过助肌虽已成功 他却感应到体内状况有些不妙 服用了过多助肌丹 体内残余药力 似乎已经到了 快要彻底爆发的边缘 天邪子鹰的声音 适时响起 你的子元诀 已无法再继续修炼 有没有契合 你属性的其他功法 杨彻闻言 立刻将在乌龙谷藏树楼中 得到的残缺暗属性 与雷属性功法取了出来 先给本王一关 天邪子鹰语气 依旧清冷 两卷轴立刻被收入 空换魔石空间 都是些什么垃圾 天邪子鹰扫过之后 直接又给扔了出来 杨彻不由问道 你那里 可有适合我的功法 哼 本王这里的功法 岂是一只虫子 有资格修炼的 你太弱 即使本王给了你功法 你也修炼不了 冷亨之后 他又接着说道 算了 那雷属性功法 上面几个雷属性基础法术 你可以先修炼 正好用来释放炼化 你体内的残余要力 杨彻将这卷雷属性功法打开 开始修炼 其上记载的雷系法术 这功法叫 天雷经 本是杨彻花了高价 才在乌龙谷 那藏书楼最顶层逃到的 完整雷属性功法 却没想到 居然被天邪子英 成为垃圾 眼下没有更好的选择 他只能修炼这天雷 经上记载的三个雷系法术 分别是雷云术 雷闪术和闪恋雷枪 杨彻弄懂口诀后 发现这三种法术 分别对应防御法术 身法法术和攻击法术 且助机器修饰 由于已能分神 这三种法术 修炼至无比熟练地步 可以顺发合一 杨彻进入修炼状态 很快 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一日 天邪子英忽然提醒道 杨彻 别忘了你还有一场 约战就要到了 杨彻赶紧停止修炼 起身跳入湖中 清洗一番 接着用灵泉之水 将通幽药元 又全都浇了一遍 随后 他正准备离开红蓝秘境 天邪子英 却忽然叫住了他 等等 第九十二章 隐匿真实修为的术法 怎么了 杨彻疑惑问道 天邪子英 惯常清冷道 你准备就想这样 大摇大摆走出去吗 出现在众人面前 恐怕整个宗门 甚至将国修仙界 都要震动了 变异双仙根成功助击 几乎不亚于 捅破天的大事 若是被人得知 它是变异双仙根成功助击 极有可能引来修仙界强者 将它当成西汗怪物 一般抓取研究 倒是结果 到底是好是坏 着实难以预料 但肯定是没法清静了 杨彻忽然笑道 你计较我等等 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哼 你这只虫 你的气韵 连本王都越来越佩服了 天邪紫英冷哼过后 继续道 本王这里的确有一种 可遮蔽隐藏 真实修为的秘书 此秘书一旦修成 除非自愿主动解除 否则会一直作用己身 不高出修炼者三个大境界 几乎很难被看穿 不过此秘书也有限制 但眼下 你用来隐藏助击修为 正好合适 这么神奇 杨彻惊叹之余 眉眼全是喜色 这秘书修炼并不难 你修炼成功再出去吧 天邪紫英话音一落 这秘书的修炼之法 便神奇涌入了杨彻脑海 神秘书 名字倒是挺霸气的 天邪紫英道 其实是一种古神术 你修有古神之力 所以修炼并不难 原来如此 杨彻立刻盘膝 而做开始修炼 确实不算难 半日后 他便修炼成功 如此一来 他显露在外的修为 仍旧是炼器十二层巅峰 握着出入境界欲检 杨彻很快出现在了 第四封的青石广场 距离与华裔的约战 还有最后一天时间 杨彻打算 前往青剑宗藏书之地万卷阁 看能不能找到一部铸鸡漆 能够修炼的雷属性 或暗属性上成功法 忽然心血来潮 想测试一下 神隐术 究竟是不是像天邪紫英 说的那般神奇 于是 他专门在剑四封张老祖面前 晃悠了一圈 发现这老祖老头 似乎还真没发现 他已成功铸鸡 如此一来 杨彻彻底信了 天邪紫英的话 踩着顿心缩 来到宗门万卷阁 刚一落在万卷阁前的广场 他就听到 周围弟子开始窃窃私语 咦 那不是剑四封 赫赫有名的大弟子杨彻师兄吗 杨彻师兄 就是那位 用了什么剑步的人手段 才当上剑四封 首席弟子的杨彻师兄 谁说不是呢 他投机取巧 才侥幸过了 郭渡和华裔师兄的挑战 据说郭渡和华裔师兄 都不服气 马上又要挑战他了 好像就在明天 到时可要去剑四封好好看看 我可听说了 华裔师兄已成功助击 明天定会打败这杨彻 顺利成为剑四封首席 就是 这种只会暗中溜须拍马 和投机取巧之人 怎配成为第四封首席弟子 众弟子一轮纷纷 他们并不知晓 杨彻同样助击成功 且还不是一般的助击修士 所以他们的说话声 尽管已经压得很低 但仍就被杨彻听了个清清楚楚 他已经体会过 一声朝万卷阁走去 迎面忽然走来两名颇为年轻的弟子 其中那少女模样的弟子 杨彻还有些眼熟 很快 他就认出是当初华裔挑战失败后 出言讥讽 并说硬碰硬 才算真本事的那名锦衣少女 锦衣少女自然也看到了杨彻 于是立刻低声跟身边的青年说着什么 那青年是助击中期修为 微微一愣之后 脸上露出玩味神色 周师妹 听说你这次也要挑战着杨彻 明天我六封的师兄师妹们 定会去给你略微助阵 青年哈哈一笑 随后又不知说了些什么 逗得那锦衣少女脸线飞红 一副娇羞不已的模样 杨彻眸光平静 自然将二人对话 清晰听在了耳中 不过随后 他略意思索 眼底划过一丝冷色 既然这周姓锦衣少女也想挑战他 他不介意明天好好重点照顾一下他 杨彻踏入万卷阁 看到那名助击中期青年 快步朝他走了过来 杨师弟是吧 我是六封四席弟子徐海靖 那样面无表情地看着徐海靖 徐海靖面上似乎并未啄挠 但杨彻还是敏锐捕捉到了 此人眼底闪过的一丝阴质 杨师弟 听说你上次面对华裔师弟等人的挑战 靠投机取巧 才侥幸获胜 明日的挑战不止我六封 其余几封弟子也都会去督战 希望此次杨师弟拿出真本事 莫要再丢我九封正视弟子的脸面 尤其是你四封的脸面 督战 杨彻笑了一下 随后冷声道 你们有何资格督战 见杨彻如此反应 徐海靖有些意外 脸色也沉了下来 杨彻 明日你若再敢投机取巧 我其余几封定会联名上书 请求宗门剥夺你第四封首席弟子的资格 你好自为之 徐海靖见围观弟子越来越多 冷冷丢下一句暗含威胁之言后 带着周姓少女迅速离去 杨彻没有理会周围众弟子的目光 进入万卷阁交付零石后 开始寻找暗 雷良属性的功法 不过很可惜 和在乌龙谷一样 暗属性的功法与法术几乎一片空白 寥寥几种 全都残缺不全 不过杨彻道 找到了张老祖口中所说的那暗属性基础法术 暗影术 至于雷属性功法 倒是有两种 但同样被天邪子英视为垃圾 甚至他说连天雷精都不如 杨彻折腾一番 最后一问负责 看管万卷阁的一位住基7弟子 这才知晓 原来上乘功法和法术 这万卷阁压根不可能有 要想修炼到上乘功法 要么去方氏进拍场碰运气 要么败入哪位 结单七门下 上乘功法自然就能弄到了 这是杨彻才按摩自己一身糊涂 随后 直接离开万卷阁 重新飞回了剑四风 匆忙走进大殿 杨彻发现张老祖居然已端坐旗内 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神情 正细血地看着他 第93章 暗影见绝 老祖 杨彻恭敬师礼 去万卷阁了 张老祖伸手摘下腰间金色酒葫芦 喝了一口 一脸的陶醉之色 老祖 我一直惦记着您说过的暗影术 暗示术 还有雷球术和闪恋术这些法术呢 所以就想去万卷阁看看 结果大失所望了 张老祖说着 将金色酒葫芦重新挂回腰间 还颇为小心地在酒葫芦身上轻轻拍了拍 杨彻点了点头 十分无奈道 暗 雷属性的功法实在太少了 尤其暗属性几乎一片空白 老祖 你是想问我见四风有没有吧 张老祖问道 杨彻没说话 张老祖接着道 我见四风已近百年未曾有过弟子 也是我一时疏忽 本应提前告诉你 我见四风到底都有些什么 否则也不至于闹出像今日这般 见四风首席弟子竟还跑去万卷阁 寻功法这样令其他各风看笑话的事来 杨彻眼底一寒 有些意外 老祖 我不过去万卷阁一趟而已 其他各风凭什么看笑话 若你不是首席弟子 他们当然还不至于看笑话 张老祖倒是一脸无所谓的神色 缓缓走下座位 继续说道 偏偏你是我见四风大弟子 各风大弟子自然比其他弟子 拥有更好的修炼资源 这一点毋庸置疑 诸如功法 福禄 丹药之类 各风首席弟子自然也分配得最好 最多 杨彻一听顿时明白了 这首席大弟子的待遇 比他想象的还要好啊 难怪这么多人要挑战他 想取而代之 杨彻心下一阵窃喜 想来这件四风定有着 上乘雷属性或暗属性功法 还有树枝不尽的 上好丹药和灵符法器 随我来 张老祖微微一笑 朝着殿内走去 杨彻喜上眉梢 紧紧跟在张老祖身后 很快 来到一个看似非常不起眼的石门前 张老祖往石门前一站 石门就自动开启 杨彻跟着张老祖走入石室 不由愣住 想象中的奢华场景并未出现 相反 这石室相当简陋 仅有些古朴卷轴和玉检摆 在玉石桌子上 杨彻 这桌上摆的都是非常珍贵的修炼功法 其中有两种暗属性功法 和三种雷属性功法 你可任意挑来修炼 多谢老祖 杨彻赶紧走上前准备开始挑选 他想着 挑了功法 肯定就要去丹房之类的地方了 你在这慢慢挑 挑好了 就会红蓝蜜境吧 张老祖说完 就要离开 杨彻却疑惑道 老祖 那个 不是还有丹药和灵符吗 丹药和灵符 见四丰百年来 就我一个老头子在这 哪有人来练丹制服 别说丹药了 见四丰的药园子都差不多荒废了 杨彻 你虽未见四丰大弟子 不过除了功法外 别的就不要想了 我老头子修炼 还不是全靠自己 张老祖见杨彻一脸愕然 也觉得当着四丰首席弟子 好像确实寒碜了些 于是补了一句道 有好酒 你要不要 杨彻一致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带着浓浓的苦涩恭送张老祖离开 他无奈摇了摇头 开始认真挑选起功法来 很快 他就找到了张老祖说的 那两种暗属性 和三种雷属性功法 粗略看了一遍 杨彻顿时心里一喜 觉得这些功法 都是极为难得的好功法 紫英 这几种功法 比之先前如何 或许是有些激动 他直接称呼起了紫英 天邪紫英注意力 也在功法之上 似乎未注意到杨彻的称呼 嗯 确实不错 杨彻听到他 难得夸赞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听他继续说道 不错的垃圾 杨彻 你就选那不暗属性功法 暗英剑绝 你有双丹田 必须各修炼一种功法 而且毫不冲突 顿了一下 天邪紫英继续道 你下丹田修炼暗英剑绝 终丹田修炼天雷精 等你结丹以后 就可以勉强修炼 本王的功法了 本有些异性阑珊的杨彻 一听此话 顿时来了精神 另外 回红蓝秘境后 把你那股神爵拿出来 给本王瞧瞧 天邪紫英说完 便再没开口了 杨彻取了暗英剑绝 也不知老左老头去哪了 自顾自回到了红蓝湖 忠品灵眼之全旁 他准备一直修炼到天明 然后赶去见四风广场 接受那华裔的挑战 对于华裔的挑战 杨彻根本没多大在意 毕竟他在练弃十二层巅峰 就已能斩杀铸鸡初期修饰 更遑论他现在已经成功铸鸡 进入铸鸡期后 杨彻反而对修炼 越加热衷起来 他已知晓 铸鸡期有两百多年寿命 若能成功结丹 更能达到六百年左右的寿命 如今想来 原本以为铸鸡无望的他 最终却在二十六岁的年纪 就已成功铸鸡 如此一来 他对于将来接触金丹 已抱有莫大信心 一边巩固修为 一边修炼 暗英见诀 在天邪紫英指点下 他使用剑似修炼 静静神速 入夜 天邪紫英忽然问道 你这天地混沌诀 是怎么得到的 杨彻向他讲述了 自己如何坠入修仙者洞府 如何差点被夺赦之事 如果这混沌诀 不是那修士偶然获得 而是其传承功法的话 那修士身份绝对不简单 若有机会 你可以带本王 去那石窟看上一看 天邪紫英的口气 听起来颇有些凝重 杨彻自然一口硬承下来 继续修炼 待到天威明时 他已经可以在身体四周 发出一寸厚的 便是这护体剑芒 十分精妙 随着修为不断提升 这剑芒强度也会跟着提升 且消耗法力很少 在危急关头 还能离体攻击 匪夷所思 随后 杨彻又修炼了一遍 雷云术雷闪术和闪恋雷枪后 天色刚好大亮 调戏打坐一番 他离开红蓝湖 来到了剑四丰巨大青石广场 广场上人声鼎沸 由于各大主风都来了人 所以剑四丰近百年来 都没像今天这般热闹过 他挥了挥手 杨彻看到 张老祖端坐主位 与他并排的 还有三位精神异异的冒蝶老者 和一位头发雪白的老玉 张师哥 这杨彻只是练气顶峰修为 恐怕这次挑战 你这四丰首席弟子 铁定要换人了 头发雪白的老玉 有些沙哑地对张老祖说道 田师妹 可不一定嘛 等会我们几个老不死的 就坐在这儿 好好看着吧 谁也不许多嘴 更不能干涉 那是自然 小背间的鄙视 我们看着就得了 对对对 我们这次来 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另几位老者说着 不由相视一眼 都看到了 对方眼里的凝重之色 第九十四章 意外的局面 杨彻一眼 走到青石广场中央 中央地带约百丈长宽 被一巨大的灵力护照 保护了起来 随后他看到 剑门殿武弟子郑阳师叔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并朗声道 此次挑战 原本是外封弟子画艺 与四封首席弟子杨彻的约战 不过临时增加了数名 欲挑战杨彻之人 故而由我简单主持 按照挑战老规矩 除本命法器外 可以使用灵符和丹药 修为从低到高 依次上前挑战 郑阳话音一落 杨彻抱拳开口道 郑师叔 这太麻烦了 能否让他们挑一个 公认最强的 和我打上一场 他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杨彻 这是宗门规矩不能破 不然有大毅力 和展现潜力较晚的 低接弟子 哪有出头机会 不过 你也不用担心恢复问题 没打完一场 都会给你担药 和时间调息恢复 见证杨师叔如此说了 杨彻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按照之前报名挑战时 登记修为的高低顺序 念叨名字的便上来挑战 中年儒雅的郑阳 说话声音不咸不淡 音调拿捏得恰到好处 第一个 香炉风陈长风 练弃十一层 一名轻瘦白镜 文弱书生模样的修士 快速走了出来 并进入了广场中央的 灵力护照内 杨师兄 请赐教 陈长风兵兵有礼 抱拳说道 杨彻同样抱拳后 忽然疑惑问道 陈师弟 我有一事不明 你应该很清楚 你并不是我的对手 但为何又要来挑战呢 陈长风一听 脸现尴尬之色 见杨彻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 他有些心虚的低声道 宗内皆传言 师兄你是靠投机取巧 战胜的郭度 话意二位师兄 所以 几个好友便鼓动我前来挑战 即使落败 也能将潜力展现给九丰各长老看看 杨彻闻言 不由亚然 这陈长风师弟 原来还是个老实人 陈师弟 出手吧 杨彻淡淡一笑 随后伸手示意 让陈长风先出手 只见陈长风 先是在身上 施了一个红色防御护照 随后轻拍除物带 取出一柄上街长剑法器 紧接着 法力涌入长剑 长剑光芒一闪 飞刺向了杨彻 这时 人群中忽有人阴阳怪气道 杨师弟 可不要再投机取巧了 硬碰硬方显真本事 杨彻余光一扫 发现是六风四夕弟子徐海靖 这徐海靖明显故意为之 杨彻内心冷笑一声 干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陈长风的一剑 迅速刺在了他腹部 这一剑 剑芒闪耀 光滑夺目 但刺在杨彻腹部后 却在南寸镜 任凭陈长风 如何增加法力 也无济于事 陈长风心中骇然 他清晰感应道 杨师兄并未动用 任何防御法器或灵符 这时 杨彻很简单地挥出了一拳 砰一声 陈长风的常见法器 硬生生被砸出了灵力护照外 陈师弟 还有什么招 全都使出来吧 杨师兄 传言是假的 师弟佩服之志 我认输 说着向杨彻拱了拱手 一脸平静地走出了灵力护照 去捡他的常见了 他陈长风书的心服口服 杨彻冷冷地望向那六风徐海靖 说道 这样够不够硬 刚才大放厥词的徐海靖 顿觉脸上一阵火辣辣的 甚是不舒服 杨师弟 你若能一直这样硬下去 而不投机取巧 我徐海靖才真正服你 杨彻眸光威宁 猜到这徐海靖是故意激将 这一具激将 一石二鸟 无论他继不继续硬下去 这徐海靖都有利可图 不过他可不会让这徐海靖好过 徐师兄 敢不敢打个赌 杨彻眼中刻意露出挑衅之意 打赌 徐海靖一愣 显然对于杨彻不按常理的拆招 有些措手不及 一旁的郑阳 饶有兴趣地看着杨彻与徐海靖 并未有任何出言干涉之意 主作那边 几个冒蝶老头 和那白发老玉 也都来了几分兴趣 对于他们这些枯燥修行了 不知多少年的老怪来说 眼前的小小好戏 自然让他们觉得有点意思 徐海靖反应过来 冷冷道 你想怎么躲 杨彻略意思索 说道 就赌50块中品零食 加5000块夏品零食 一共1万块零食 听清楚了 必须包含50块中品零食 我若就这样应到底 战胜所有挑战之人 便是徐师兄你输 反之 则是徐师兄你赢 当然 徐师兄若耸了不敢赌 也无所谓 徐海靖一致 没想到 自己居然被反击将了 这时 不止诸多弟子在看着他 那几位丰主 同样也在看着他 一时间 他竟有些骑虎难下 1万块零食 还必须有一半是50块中品零食 打死他 他也拿不出这么多零食啊 徐海靖脸色十分难看地说道 杨师弟 非我不敢赌 而是这赌注实在太大 你应该也拿不出1万块零食 尤其还要一半是50块中品零食 这时 杨彻忽然看向张老祖的方向 老祖 赌不赌 1万块零食 发财的大好机会啊 正等着看好戏的张老祖 万万没想到 这小子 竟敢将主意打到了他身上 这小兔崽子 等挑战结束 看老子 不打着你的腿 张老祖心下如此想着 面上却笑意盈盈 还故作紧张地问了一句 你小子要是输了 这四封大弟子名头 可就是别人的了 老祖放心 若我输了 自愿离开见四封 杨彻此言一出 众弟子瞬间炸锅 输了就主动离开见四封 这句话杀伤力太大了 本来相当严肃的挑战 似乎一下子变了味道 这赌注 敢不敢加一个我七封 我七封愿赌 一名美艳大龄女子疼的一下 便站起来急切说道 这时 又有一名落三胡青年 也站起来急切道 我五封也愿参与 九封也愿参与 八封也愿参与 三封也愿参与 一时间 除了见一封和见二封 其余各封竞全都要参与 六封会带徐海竞出这一万块零食 赌了 一名身材明显比在座之人 都要高出一劫的壮汉 站起来朗声说道 徐海竞一看 连大师兄继名妃都发话了 心里顿时有底气多了 杨师殿 我跟你赌了 徐海竞底气十足道 杨彻也未料到 局面一下子变成了这般 不过他可一点也不担心 甚至心底越发开心起来 老祖 杨彻看向张老祖 张老祖捕捉到了杨彻眼底 那坚定与自信的神色 威意吃除后 点头道 好 这一万零食 我四封出了 赌 连一位老祖都参与了 这下不少外封弟子 也都蠢蠢欲动起来 不过几乎所有人 都不看好杨彻 因为杨彻若不投机取巧 那他根本不可能战胜 已经驻击成功的华裔师兄 第九十五章 七封准弟子 周清若 赌注彻底定下来之后 挑战继续 其余珠峰是自愿参与 所以剑四封 并未被要求增加赌注 郑阳朗声道 第二个 洛霞峰助云彪 练弃十二层 一名魁梧四铁塔的青年 赤着肌肉堆叠的宽厚臂膀 走进了灵力护照内 请杨师兄赐教 铁塔青年抱拳后 一拍储物带 取出一道 初级中阶防御灵符 低念几声咒绝后 那灵符变化为一个 白色护照 将铁塔青年保护在旗内 随后铁塔青年 再拍储物带 一柄像门板样宽大 上阶法器级别的重剑 出现在手 围观弟子 有人立刻小声道 这下杨彻师兄 总该取出防御法器了吧 这驻云彪走的是 刚猛之道 大开大合 力量在同阶弟子中 出类拔萃 这一重剑砸下去 杨彻威夷 就在众弟子议论纷纷之时 驻云彪已注入法力 抡起重剑 狠狠砸向了杨彻 汹涌白光 附在重剑之上 奇音隆隆 只听砰一声 便结结实实 砸在了杨彻胸膛 众弟子大都一惊 似乎将要看到 杨彻胸骨被砸断的凄惨画面 然而 事实却是相反 那重剑力量惊人 却根本没对杨彻造成 哪怕一丁点伤害 杨彻淡淡一笑 忽然挥拳狠狠砸出 砰一声 与之前那陈长风的长剑一样 朱云彪的重剑 同样呼啸着 飞出了灵力护照 远远杂落在地面侵蚀上 那大侵蚀 如珠网一般迅速军裂开来 朱云彪呆呆愣 在原地 百思不得其解 这杨彻师兄 根本没有使用任何防御法器 和防御灵符 难不成 他修的是炼体功法 护照外 诸多弟子同样也在疑惑着 此时 暗暗站在八丰弟子人群靠后的简离 目中泛起奇异之色 对杨彻的兴趣也是越来越浓 甚至心仰难耐 迫不及待想要彻底调查 这杨彻一番了 杨师兄够硬 我祝云彪佩服 说完 向杨彻拱了拱手 昂首阔步离开了灵力护照 朝自己的重剑走去 他祝云彪同样输得心服口服 第三个 声杨风同意 练弃十二层巅峰 随着正阳话音落下 一名长相普通的娇小女子 走进了灵力护照 众弟子摒弃宁神 开始认真打量 护照内的情形 若说前两个弟子挑战落败 还在他们意料之中的话 那从同意开始 可都至少是不弱于杨彻炼器 十二层巅峰的修为 杨彻还敢如此拖打 依旧不取出防御法器吗 杨师兄 可要对小女子手下留情 同意虽长相普通 但身段娇小玲珑 属于十分容易惹人垂怜的那类女子 然而十几西后 同意便无可奈何拱手认输 走出了灵力护照 这杨师兄还真是不懂怜香西域呢 同意离去时 还不甘心地难难道 郑阳上前询问杨彻 是否需要吞噬丹药 打做恢复 杨彻摇了摇头 想着还是快点结束为好 于是郑阳朗声道 第四个 白卢丰郭渡 练弃十二层巅峰 郭渡上次落败 认为杨彻投机取巧 十分不服气 所以这次他继续挑战 见郭渡又来挑战 杨彻忽然问道 郭师弟 为何修仙 郭渡一愣 不知这杨师兄何意 不过想了一下 他还是回道 修仙修仙 自然是为了成仙 为了活得更久 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杨彻道 那什么是更强大的力量 更强大的力量 那不就是更强的修为吗 杨师兄 我是来挑战的 为何要说这些奇怪的话 郭渡有些不耐烦起来 杨彻平静道 郭师弟 一个月前你挑战我 如果是在清剑宗之外 如果面对的是魔道 是外来宗门之人 郭师弟此刻 已经是个死人 什么活得更久 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都不过是笑话 那时郭师弟 想必只能在黄泉之下 抱怨师兄 我投机取巧了 汪一声 郭渡只觉脑中一声轰鸣 杨彻的话 令他一下子想到了什么 瞬间冷汗直流 郭渡并非不懂杨彻说的这些 并不深奥的道理 然而 对剑四封首席弟子背后 丰厚修炼资源的渴望 加上对杨彻的急意 让他下意识回避 不愿正面接受失败的苦果 人不都是这样吗 成功了 就归功于自己的强大 失败了 就归结于各种各样的外部原因 投机取巧 不过是他为自己的失败 找的一个借口罢了 若真正敌人对决 谁还在乎用什么手段 郭渡深深看了杨彻一眼 见他神色平静 波澜不惊 就只比这份从容 郭渡便自感不如 郭师弟 出手吧 杨彻淡淡道 郭渡轻叹了一口气 抱拳道 不用比了 我认输 说着 转身准备离开 杨彻却忽然道 等等 郭渡止住脚步 回转身 郭师弟 刚才的赌约也看到了 不论是为了这赌约 还是了却你心里那口气 今日我都跟你应捧应 杨彻说的斩钉截铁 郭渡一正 心里那口气 忽然一下子就顺了 原本看杨彻 并不顺眼的他 在这一刻觉得 眼前这更为年轻的杨师兄 配得上四封首席之位 好 郭渡身手一拍储物带 那敢他专门为了挑战 几乎付出全部身家 才获得的顶级精品法器 成龙枪出现在手 法力丝毫没有保留 全部注入 成龙枪阵战 中光芒大放 其内营有龙营咆哮 其微之胜 比一月前更加令人心惊 显然 这一月来郭渡 更加熟悉了此枪 这也是他敢再次挑战 杨彻的最大底气 郭渡没有施展防护罩 他知道 你没有必要 低吼一声 成龙枪朝杨彻一枪刺出 一条虚幻龙之影 近赴于枪身 直接刺在了杨彻身上 杨彻法力微微鼓荡 身体表面 闪现微不可查的神秘光泽 坑一声 成龙枪像是刺在铜墙铁壁上 发出闷尘之音 不过这声势惊人的一枪 依旧未能对杨彻 造成丝毫伤害 杨彻神色很平静 除了他和天胁子英 没人知道他已是铸鸡修士 且还是拥有 双丹田的特殊铸鸡修士 所以 面对铸鸡之下的挑战之人 他心中一点波澜都没有 随后 他又是一拳 将郭渡的成龙枪 轰出了灵力护罩 郭渡脸上露出一丝无奈 不过 心下去似乎有了新的收获 对杨彻公近视了一里后 转身朝护罩外 成龙枪落地之处走去 这一次 他不仅输得心服口服 更是觉得心里顺畅至极 郑阳问道 不用 继续吧 好 此刻就连郑阳都有些恍惚 摸不清杨彻真实实力了 下一个 戚风准弟子 周清若 一名锦衣少女 带着傲然之色 缓缓走进灵力护罩 站在了杨彻对面 是周师姐 戚风准弟子 这下杨师兄必败无疑 怕是等不到华裔师兄出场了 那可不一定 刚刚杨彻师兄 已经展现出了强大实力 他那怪异的防御法术 我们根本看不透 就是 杨彻师兄到现在都还没拿出法器呢 对 听说周师姐力 练口和失败了 所以我看好杨彻师兄 渐渐的 也有弟子 开始倾向支持杨彻了 杨彻看着锦衣少女 眼底深处 一片森寒 第96章 难不成 海偶脱光了 跟你打不成 周清若 练气十二层巅峰 年仅十六岁 是清剑宗天才之一 拥有便衣冰雪仙根 此次乌银海历练失败 其实是他运气不佳 他刚入内海 便无意间闯进一头一级妖兽赤脚海豹的领地 这赤脚海豹 正好在进阶二级妖兽 见有人闯入 暴怒下将周清若重伤 导致周清若无力继续进行后面的内海历练 周清若回踪后 听说近百年从不收弟子的剑四丰 居然收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后 他心生不愤 带着这股不愤 伤势还没完全好的周清若 带着几个同样历练失败的准弟子 一起上了剑四丰 准备向杨彻发起挑战 不过才看到 连华裔都败在了杨彻手上 周清若自知 伤势未愈 加上杨彻一直依赖那诡异身法 他并无多大把握 于是刻意出言讥讽 想要从心理上先打垮杨彻 得知杨彻与华裔约好一个月后再战 他意识到机会来了 一个月的时间 足以令他伤势痊愈 还能做好万全准备 此时 周清若眼中露出强大的自信 他冷冷看着杨彻 手中出现一道灵符 终极中阶灵符 围观弟子看到这张灵符 各个惊讶出声 周清若无比自信道 杨师兄 我这灵符想必 可以让你拿出法器了吧 挑战允许使用灵符丹药 杨彻虽觉有些讽刺 但也不好多说什么 心念一转 冷笑道 周师妹 宗门关于我的流言四起 你的功劳应该不小吧 周清若神色一变 不置可否 他没想到 眼前这长相平平无奇的青年 心思倒是敏锐 杨师兄 突然变得冰寒起来 与此同时 他身上缓缓出现一层 厚厚的冰雪护甲 好 周师妹 你出手吧 杨彻眼中闪过一丝细血 那周清若却是眼中狠力惊险 他并未催动手上的 终极中阶灵符 而是施展了法术漫天冰滑 无数冰雪化为片片利刃 铺天盖地迅速朝杨彻机舍包围 他这一世冰雪法术一出 令周围许多弟子眼线羡慕之色 冰雪一先根 丹氏这份天赋 就已经令无数弟子望尘莫及 杨彻师兄 总该拿出法器和灵符抵御了吧 不少弟子在心里如此想到 杨彻眼神微眯 身上光芒微闪 如闲庭信步一般 行走在漫天雪刃中 那些雪刃急速斩在他身上 片片崩碎开来 完全没起任何作用 怎么可能 四周不少弟子都惊呼着 纷纷站了起来 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些九风正式弟子们 也都脸现惊讶之色 接在猜测杨彻修有炼体功法 很快 杨彻一走到周青若咫尺之地 周青若愣愣地盯着杨彻 本欲后退 却忽然低声道 杨师兄 可是有赌约的 若投机取巧 你必输 杨彻冲耳不闻 直接抬手 狠狠一杂 砰一声 周青若身上那引以为傲的冰雪护甲 被杨彻一拳打碎 冷哼一声 周青若法力快速涌出 他身上的冰雪护甲 很快补充完整 杨彻又是一拳砸出 这一拳 先有人注意到 他拳头间有丝丝电弧闪烁 又是砰的一声 周青若身上冰雪护甲 再次被打碎 他脸献不屑 正在重新凝聚 却忽敢从肚腹处 传来一阵诡异麻痹 继而扩散至全身 这时杨彻又是简单粗暴的一拳打出 这次游下上 将周青若轰向了半空 周青若身子麻痹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难道这杨彻 是变异雷仙根 他脑海中刚浮现出一问 杨彻脚下一点 已跳至周青若上方 抬起腿向下 狠狠一踩 周青若顿赶背上 传来难以忍受的剧痛 轰隆一声重重 砸在了轻石上 端坐主位的那几名老者 还有白发老玉 都不约而同 看向了张老祖 张师哥 这杨彻难不成是 变异雷仙根 张老祖笑了笑 摘下腰间金色酒糊落 喝了一口 脸上露出陶醉之色 随后摩棱两可道 我这四丰首席弟子 还不错吧 文婷此言 几人心下震惊 若是变异雷仙根 这件四丰 怕是要重新崛起了 这一刻 几个老家伙盯着场中扬彻 开始打起各自的小算盘来 张老祖四世 看穿了几个老家伙的心思 不动声色 将金色酒葫芦 重新挂回腰间 并在葫芦身上 轻轻拍了拍 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场中 周青若已经起身 他抹去嘴角血迹 转向不远处的郑阳说道 郑师叔 我怀疑杨师兄作弊 还请宗门言查 哦 你可有平居 郑阳神色凝重 而又严肃 杨车听到 郑阳师叔这一问 心底大为感慨 周青若对于郑阳的语气 有些意外 诧异地看了郑阳一眼 有些不满道 郑师叔 杨师兄从头到尾 都没拿出法器和灵符 尤其他的防御 本宗不乏练体弟子 可从来也没听闻过 炼体能达到 如此防御程度的 杨车一听 心底冷笑 这些人 无非就是想 强找一个借口 来打压他 激怒他 真要论起来 法器 灵符 但要哪样 不是外力 他倒想看看这些人 到底还想用什么手段 于是莫等正杨师叔发话 他便冷笑道 怎么 难不成还有脱光啊 跟你打不成 此言一出 顿时惹的四周 不少已经倾向 支持杨车的弟子们 大笑起来 戚风那边的弟子 却各个脸色 难看无比 周轻若虽只是 戚风准弟子 但也关乎着戚风脸面 且戚风同样参与了赌约 所以他们 自然坚定支持周轻若 一名美艳大龄女子 从戚风弟子中 快速走出 站在灵力护照外 眼神不善地 盯了杨车一眼 随后看向正杨抱拳道 既然我这小师妹 提出了质疑 那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呢 正杨看向杨车 杨车莫名觉得 有些可笑 不过面上却道 来来来 这位师姐 我就站着不动 你想怎么查都行 说着 她张开了双臂 她有神隐术 在身 自信在场任何人 都不可能看出端倪 云师姐 有劳了 周轻若朝美艳大龄女子 拱了拱手 云姓女子走到杨车身边 神石散出 极为认真仔细地 在杨车身上 扫视了数十遍 但最终一无所获 她脸色不由有些难看 但同时心底 也对杨车肉身 有些感兴趣起来 这杨车 到底修炼的什么功法 肉身居然能强横到 这般地步 云师姐是吗 可有查出我作别 杨车紧紧盯着她问道 哼 云姓女子一拂袖 随后看向周轻若道 小师妹 不要再留守了 说完 走出灵力护照 重新回到戚风弟子 所在之处 周轻若神色变得阴冷 她忽然取出一粒 无比冰寒的丹药 吞入口中 随着药力化开 周轻若身上 忽然爆发出一股 近乎助击修饰的气息 紧接着 周轻若重新将那张 终极中阶灵符 拿在了手上 没有再犹豫 低念咒语 催动了灵符 第97章 首次主动攻击 借助丹药之力 周轻若将修为拔高到了 不下于助击初期修饰的境界 随后以此境界 催动了终极中阶灵符 灵符光滑闪耀间 一把冰雪长矛 以极快速度 在她身前凝现 攻击类灵符 雪茅符 也能一次性释放 其中蕴含的强大灵能 而一次性释放的攻击之力 力量甚至可比 助击中期修饰全力一击 杨彻眼神微眯 丝毫没有出手打断周轻若的意思 反而刻意看着周轻若 颇有些勉强地 将此幅力量全部激发 他有自己的打算 眼看那雪茅符 越变越大 气息攀升至顶点后 周轻若一声娇和 冰寒雪茅如同一条翻滚雪龙 瞬间朝杨彻直直次来 杨彻依旧一动未动 不少已经倾向支持杨彻的弟子 也不由替他捏了一把汗 雪龙越来越近 势骨阴寒的气息扑面而来 杨彻终于动了 抬手在面前轻轻一滑 一蹴巨大云朵赫然显现 云朵出现的刹那 那雪龙便一头撞在旗上 轰隆隆 连续阵响 刺目光滑冲天起 从巨大云朵之上 传出隆隆雷音 并闪烁丝丝雷光电弧 文文挡住了狂暴雪龙攻击 是雷云朵 九封各封正式弟子 纷纷惊讶起身 那端座主位的几名老者 也都眼中金光连闪 确认杨彻拥有变异雷先跟无疑 此时的杨彻 对于雷云术 有此防御威力 心下颇为满意 那终极中阶雪茅符 一次性激发出的全部力量 堪比助击中期修饰全力一击 雷云朵能够抵挡住这一击 自然令他喜出望外 周清若却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他不甘心 他怎么可能办 他可是使用了一粒秘丹 提升到了几乎助击初期的实力 应该生生碾压着杨彻才对 周清若发出一声不甘低吼 疯狂涌出体内法力 试图冲破杨彻的雷云防御 毫无意外 他的愿望落空了 杨彻已是真正的助击初期修饰 他的挣扎和不甘 终究只是徒劳而已 周清若法力迅速消耗 气息也在回落 秘丹要力一过 他避元气大伤 杨彻眼神淡漠 觉得可笑至极 这些人口口声声说他投机取巧 可他们自己又有谁没在进外里 冷哼一声 杨彻身体前冲 错身沉肩 势大力沉的一肘 将周清若狠狠顶摔了出去 周清若听到了体内骨头折断的声音 狼狈落地 正好跌落在护照边缘 此时他头晕目眩 脑袋物资发懵 杨彻单手狠狠一握 法力喷涌而出 亦敢闪着劈啪电弧的雷枪 凝显而出 连闪恋雷枪都学会了 端坐主位的几名老者 再次惊讶无比 这对一个只有炼器十二层巅峰 还为助击的弟子来说 能修炼出如此威力的闪恋雷枪 实属极为难得 张师兄 你四风什么时候连天雷精都给弄到了 师弟我真是佩服之志啊 张老祖面上不动声色 只是微微一笑 心里却忍不住骂道 这小兔崽子竟然有天雷精 功法 看老子回去不好好盘问他 让那女娃娃赶紧认输吧 怎么说 也是罕见冰雪一仙根 未来必是我青剑宗栋梁之一 若伤了根基 就得不偿失了 其中一个冒蝶老者 迅速看向那一头雪白银发的老玉说道 老玉苦笑了一下 立刻朝着戚风所在之处传音 说了些什么 戚风那先前亲自检查杨彻 有无作弊的大龄女子 立刻走出 来到护照外 也带着几分不甘说道 周师妹 老祖发话 让你认输 周青若咬着唇 尽管极为不甘 但戚风老祖发话 他不敢不从 我认输 周青若忽然有些迷茫地 挤出了这三个字 这时 灵符威能耗光 雪龙消失 杨彻撤了雷云防御 但默地看着周青若 戚风那大龄女子 赶紧将周青若带回了戚风所在之处 六风那里 徐海靖心里 也有些发慌了 他忐忑不安地 望向大师兄弟名妃 那名身材 几乎比在座所有人 都要高出一劫的壮汉 令徐海靖心里不安到了极点 徐海靖十分清楚 这位大师兄的手段之恐怖 若此次赌约输掉 他绝对难逃这手段 狠纳大师兄的惩罚 徐海靖看向场中扬彻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所幸的是 那已经成功铸击的 朔望风华裔 即将压轴出场 一名真正的铸击修士 绝对碾压练器修士 哪怕这练器修士 是十二层巅峰 看似离柱鸡 锦衣不知遥 实则修为差距 如一道巨大鸿沟 所有弟子 几乎都在等待着 这最后一场压轴对决 这时郑阳问道 杨彻 需不需要 扶持丹药打坐恢复 杨彻略一思索 说道 也好 随后他扶下一粒丹药 盘膝打坐了一会儿 带他重新起身 郑阳朗声道 最后一个 朔望风华裔 柱鸡出妻 话音一落 穿一身黑衣的冷裤 你若认输 带我成为剑四丰大弟子 你也不用离开剑四丰 可谓我剑四丰刺习弟子 你看如何 杨彻若输掉后 不离开剑四丰 确实是自动降为刺习 此时杨彻脸上 看不出什么表情 淡淡道 华师兄 若你主动认输 我同样可请求老祖 让你加入我剑四丰 成为刺习弟子 你看如何 华裔脸色 立刻就沉了下来 杨师弟 不必成口舌之力 练器与真正的筑击之间 有着鸿沟般的差距 我不像周师妹 是依靠单药 才换来短暂的尾筑肌力量 杨师弟 小心了 华裔在身上 施展了一个灵力护照 随后手中 出现了双减顶接法器 法力汹涌注入 看样子华裔 是想速战速决 就在这时 之前一直被动防御的杨彻 第一次主动发起了攻击 且一上来 就是闪恋雷枪 这一次 他凝出雷枪的速度 迅弱闪电 瞬息之间 雷枪便刺向了华裔 华裔瞳孔猛的一缩 已踏入筑击的他 神识强度自然远超炼气之时 他立刻从这雷枪之中 感应到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 正诧异和吃惊之际 扬车的闪恋雷枪 已经刺在了他身上 轰一声 雷霆阵响 在所有弟子惊愣的目光中 华裔身体高高向后抛弃 直接撞破灵力护照 狠狠砸在了远处青石广场上 死一般的寂静后 整个剑四丰青石广场 当即响起 不可思议的振振惊叹声 那端座主位的 几个老家伙眼中 也都浮现出一丝意外 接着面面相去后 其中更有两个老者眼中 明显有着一丝激动之色 而那六封徐海靖 面如死灰 呆立当场 八封人群后的简离 眼中则露出 抑制不住的喜意 与莫名的疯狂 他隐隐意识到 将吴师兄的死 极大可能便与这扬彻有关 于是 他悄悄出了剑四丰 准备去办离总手续 然后去往南面某个 巨大城池 剑四丰广场 远远的 华裔勉强站了起来 口中喃喃低吼道 不可能 绝不可能 第九十八章 老祖之怒 坐在戚风弟子之处的 周青若看着眼前一幕 心里复杂到了极点 原来我跟他挑战 还未逼出他真实战力 我就已经落败 而我居然 还看不起此人 没想到 最后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小丑 这一刻 周青若决定收敛以往的 骄横与狂傲 开始反思之前 自己的言行 同时他也在心里 暗暗启示 日后一定要越加努力修炼 将来一定有战胜 这杨彻的一天 一颗隐形的种子 就此在周青若心里埋下 而他自己 却浑然不知 比试结束 广场中央 那巨大的灵力护照 也跟着消失 杨彻微松一口气 他扫了一眼不远处 仍旧有些失魂落魄 一副备受打击模样的华裔 神色淡然地 一开目光后 冷冷地看向了 六封四席弟子徐海靖 徐海靖神色阴沉 他正在与另一名年轻弟子 快速说着什么 那名弟子脸上 露出为难之色 似乎极不情愿的样子 不过这弟子最后 还是面带苦涩站了起来 走到正阳面前 有些无奈道 正师叔 六封五席弟子许祥 特向四封首席杨彻 发起挑战 许祥话音一落 众弟子哗然 正是弟子间的挑战 发起挑战的一方若输了 修为已达助击期的 便会贬出主风 但人外风长老 今后几乎再没有向上晋升 得到更多修炼资源的机会 这许祥师兄也是助击初期 他平和肯定 就一定能战胜杨彻师兄啊 就是 杨彻师兄 可是直接顺败 助击初期的华裔师兄 看样子还没用出权力 这不明白着吗 六封不愿接受失败 已经准备好 牺牲掉五席许祥师兄啊 若真如此 以后这六封 怕是在南朝了 到外风天才 就是 这样做 未免太令人心寒 众弟子刺耳的议论声 落入六封弟子耳中 直叫这些弟子 面色微红 心里发苦 他们中有人想要 呵止许祥 可得知 是大师兄继名非受益后 顿时又都进入寒蝉 杨彻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六封 居然不愿接受失败 还想仕途一搏 不过 他心里冷笑树生 知道这六封的计谋 根本不可能得逞 果然 郑阳听了许祥的话后 怒斥道 许祥 你堂堂 进入助击初期多年的 六封五席弟子 竟然主动向一个 练器十二层的弟子 发起挑战 这不合宗门规矩 许祥面露难色 不过一想到大师 兄继名非得很辣 与恐怖 不得不硬着头皮 继续说道 但是宗门规矩 针对各封大弟子 也做了特殊规定 其他主封三席之下弟子 是有一次挑战 其他主封首席弟子的机会 我今天就是准备 用掉这次机会的 郑阳一听此话 也是有些犯了难 九大主封弟子 修为高的弟子 不能主动向修 为低的弟子发起挑战 主封三席之下弟子 都仅有一次 挑战其他主封首席弟子的机会 这确实都是宗门之规 但是谁都未曾料到 杨彻会 以练器十二层修为成了 剑四封首席弟子 清剑宗传承数千年 还是头一次 遇到这种奇鬼之事 郑阳只好将求助的目光 投向了那端座主位的几名 封主老祖 张老祖面色有些阴沉 今日六封封主没来 要是六封封主在此 张老祖已经开骂了 见郑阳头来求助目光 张老祖忽然起身 朝杨彻正中道 杨彻接受挑战 我允许你使用那把剑 杨彻文言 微微一正 不过也早料到 取走剑四 肯定逃不过张老祖法眼 没什么好奇怪 弟子遵命 杨彻朝张老祖方 向拱手一礼 而众弟子皆是一头雾水 也带着莫大好奇 允许杨彻使用那把剑 是什么样的剑 居然还需要张老祖 亲自开口允许 外封弟子可能想不到 但是九封前来的 各首席弟子心下 都猛然一阵 而张老祖身边的几个老人 也都起其内心震动 似是有些不敢相信 要知道 那几柄古剑 连他们都无法用之 这时 那六封大弟子 记名飞眼中 也露出迟疑和犹豫之色 若杨彻手中 真有阵风古剑 那许祥还真没有取胜可能 不过 阵风古剑有多高 他记名飞 可是亲身领教过的 他绝不相信 一个炼器七弟子 可以拔下 并使用那古剑 记名飞 更加倾向于 四封老祖所说 是另外的剑 而不是阵风古剑之一的剑四 可怜的许祥 还在眼巴巴 等着大师兄 让他回去 取消此次挑战 可等了半天 六封那边 没有任何表示 正阳沉声道 好 既然四封老祖都发话了 那你们开始吧 阳彻神色平静 直接就取出了剑四 根本没有任何迟疑 什么 所有弟子 均瞪大眼睛 站了起来 就连张老祖身边 那几名风主 也是各个露出惊讶之色 张老祖口中的那把剑 竟真的就是 阵风古剑之一 剑四 怎么可能 所有人心中 几乎都发出了 这样的疑问 许祥更是脸色煞白 心里极其苦涩地 暗呼一声 完了 原本还有着大好虔诚的许祥 已经预知到了自己的未来 他将去外风担任普通长老 宗门更好 更多的修炼资源 从此将与他彻底无缘 我六风取消此次挑战 许祥 你回来吧 季明飞终于还是阴沉着脸 十分不甘地放弃了 也就预示着 这次的赌约 他们全败 而杨彻完胜 许祥如蒙大赦 立刻便要回到六风弟子中去 等等 杨彻忽然冷哼一声 阻止了许祥 许祥面露尴尬之色 急忙说道 杨师弟 我六风已经放弃了 杨彻冷声道 你们想挑战就挑战 想放弃就放弃 敢问六风 你们是不是根本 没把宗门放在眼里 此言一出 石破天惊 六风所有人 都忍不住击灵 灵打了个寒战 杨师弟 羞得胡言乱语 六风刺习弟子 无嫌立刻站起来 大喝道 若他不是胡言乱语 那是不是 欺我四风无人呢 张老祖不知什么时候 竟已离开座位 无声无息悬浮在了半空中 一名封主老祖之怒 顿时令六风所有弟子 如坠冰窖 师兄息怒 师兄息怒 远处 一道流光 急速飞至 很快 一名身材矮小的老者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老者 正是六风老祖司徒望 师兄息怒 此事是我六风不是 师弟给师兄赔罪了 司徒望朝张老祖 拱手失礼 司徒师弟 既然是六风的不是 那多少的拿出点诚意吧 张老祖冷哼道 是是是 师兄所言有理 赌约一事 我也听说了 这样 我六风再多出一万灵石 就当向四风赔罪了 如何 哼 那就给师弟一个面子 说完 张老祖又朝杨彻说道 杨彻 去把所有灵石都收回来吧 杨彻立刻应声道 弟子遵命 说完 率先走向了剑六风 张老祖一拂袖 回到了主位 司徒望连忙 也飞至几个老者身边 神色十分凝重道 主位 已经可以确定 魔道四宗 已经派出大量弟子 欲大四入侵 别天真啊 此次九大主风 由六大主风参与了赌约 加上其中 第六风老祖许诺 多出的一万灵石 此次杨彻一共赢得七万灵石 其中 下品零十四万 中品零十三百 这对杨彻而言 无疑是一笔巨额财富 但他深知 张老祖肯定不会让他一人独得 没有参与赌约的首风与第二风 皆是暗自庆幸 而他们没有参与赌约的原因 竟是因为 两风的首席弟子 与次席弟子均未到场 其他弟子又不敢擅自做主 所以当时即使非常想参与 但最终还是无奈放弃 而这无奈放弃 也巧合之下 令两风都省下了一万灵石 挑战落幕 若有人还想挑战 按宗门之规 他完全可以推到一年之后了 回到秘境 红蓝湖 灵眼之全旁 杨彻调膝打坐 杨彻 别只顾着出风头 忘了你与本王的约定 天邪紫英的声音 冷冷响起在杨彻脑海 杨彻立刻说道 一直记着呢 不过那天地混沌诀 你真的不能修炼 不能 这天地混沌诀 并不完整 如今呈现出来 可供修炼之法 也只适合男子修炼 女子并不适合 天邪紫英所说 其实这是奇异 更重要的是 他是虫生体 还没有融合吸收所有分身 任何古神诀 他目前都无法修炼 若不然 当初他也不可能 与杨彻血旗约定 反而会直接杀死杨彻 既然如此 那我只有更辛苦一些了 杨彻进入空患模式空间 来到通幽药园 仔细检查和培育 一番灵药灵草之后 他欣喜发现 这块黄结灵土 若是再多浇灌几次灵泉之水 不出半年 此灵土就能彻底进阶悬阶 一旦进阶悬阶 灵眼之树 和九叶末养果的生长速度 必将更快 而自打 他将灵眼之树 移入模式空间后 天邪紫英除极少时间在子王阁外 大多时候 他都会盘坐在灵眼之树旁 修炼恢复 杨彻来到天邪紫英身旁 缓缓伸出了手臂 天邪紫英 直接一口咬在了 他手腕上 杨彻立刻打了一个机灵 他体内骨神之力混着血液 顺着天邪紫英那温热小口 疯狂流入他体内 渐渐地 杨彻呼感 有些头晕 有一种古怪的感觉 似乎他要被这天邪紫英 给榨干了 好在天邪紫英 事实停止了吸血 他舔了舔嘴角 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 即使已经看过 不知多少次天邪紫英的容颜 杨彻依旧忍不住赞叹 此女之美 天下无双 欣赏之后 他一开目光 迅速打坐恢复 半个时辰后 待杨彻重新起身 天邪紫英忽然说道 今后 你不止在清剑宗 只能显露和使用雷属性法术 甚至杨彻这个名字 也只能一直顶着变异雷仙 跟天才之名 这一点 想必你能明白吧 杨彻点了点头 神色凝重 他颇有些忧虑道 从我先前施展雷属性法术那一刻 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只不过清剑宗 除了老祖和正阳师叔 还有那剑门店店主外 我不清楚 是否还有人知道 我是变异双仙根 你放心 除他三人外 清剑宗应该没有其他人知道 你是变异双仙根 天邪紫英十分肯定地说道 杨彻心中一动 脱口问道 紫英 你为何如此肯定 天邪紫英 依旧是冷冰冰的口气 就在你施展出雷系法术那一刻 这四封封主 就以秘密传音正阳 和那剑门店司马店主了 让二人务必保密 绝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 你是变异双仙根 紫英 连老祖的传音 你都能得知 杨彻心下 又是一番惊异 他越来越好奇 这天邪紫英 原本到底是 和修为境界 这四封封主修炼功法 应该也是相当不俗 你没发现 但凡这四封封主在的时候 本王根本都没与你心念传音 天邪紫英冷哼道 是啊 我还正纳闷呢 几次与你沟通 你都没有任何回应 四封封主的功法不俗 尽管他修为 只有元音后期 但神识 却远超他修为本身的强大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 想要修炼神识吗 你可以找机会 让这四封封主叫你 杨彻文言 不由无奈付菲道 只有元音后期 只有 不过 他虽然早就猜到 这几位封主肯定 都是元音器修士 但没想到 老祖老头 居然还是后期 而且老头 很有可能 还有神识方面的修炼妙法 欣喜之余 杨彻却又有隐忧 毕竟他是变异双仙根之士 乌龙谷也有不少人知晓 尤其是乌龙谷 第一附属修仙家族 柳家 杨彻将此担忧 告诉了天邪子英 天邪子英 却是不屑道 只要他们不知道 你已筑基成功 那就用不着理会 若知晓 一律杀之 杨彻 你记住 若有知晓 你是变异双仙根的人 怀疑你筑基成功 你就果断杀之 以本王 对现如今修仙界的了解 一旦你变异 双仙根筑基成功之士 被知晓 多半会掀起心风血雨 那要是老祖老头知晓 若你能提供 足够的骨神之力 本王可以帮你杀了他 天邪子英 冰冷的语气中 透着决绝杀意 杨彻星头一寒 赶紧说道 算了 老头带我不错 还是尽量不让他知道 我已筑基成功 哼 带你不错 别添真了 修仙界亲生兄弟 姐妹相杀 父子师徒反目 夫妻道律生死对决之事 数不胜数 你才刚刚筑基 勉勉强强 能称得上修仙二子 又如何知道 这修仙界真正的残酷 甚至本王 可以明确告诉你 若你没了 对本王有用的价值 本王 随时都可能灭了你 天邪子英一番 冰冷无情之言 顿时令杨彻心底 几倍意涵 尽管他内心深处 一直小心翼翼 也未曾对任何人 予以完全信任 但天邪子英这一番话 还是令他学到了不少 见杨彻正著意志无言 天邪子英继续冷笑道 杨彻 你选择在清剑宗暴露雷仙根 或许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你很可能 马上就要感受 这修仙界真正的残酷了 哦 为何 杨彻问道 之前在建四封广场 那几个原音修世间的对话 本王已经知晓 某国魔道四宗 即将侵入你们 江国修仙界 他们几人正商议 要先派一批弟子 联合江国 其余四大修仙宗门 前去打探 而他们得知你是雷仙根 都欣喜不已 若所料不差 你铁定已被列入 这批弟子名单当中了 杨彻一听 想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后 不由脸上露出几分苦笑 雷系法术 天生对魔道鬼道 有一定克制 是以他 既然施展了雷系法术 这与魔道对战之势 恐怕他是根本必无可避的 不过 趁此机会 我们倒可以 再去探一探 上次遇到的那古怪江底 以你如今的肉身强度 勉强可以让本王附身 几个呼吸的时间了 嗯 杨彻也有此想法 点了点头 随后出了模式空间 开始收集 和装入大量灵眼汁泉泉水 数日后 杨彻果然接到了老祖通知 要他去建门殿会合 执行宗门任务 第100章 紫葫芦与无功 杨彻离开红蓝秘境 一出现在剑四风广场 便看到老祖老头正笑 一吟吟地看着他 杨彻被老头这古怪笑意 弄得一愣 随后立刻明悟过来 赶紧取出所赢的灵石的一半 恭敬地向老头道 还请老祖笑纳 张老祖闻思不动 一点也没有想要 收取杨彻所递灵石的意思 杨彻心里一咯噔 心想这老祖老头 不会是嫌少吧 正思寸间 张老祖忽然开口道 杨彻 这些灵石 既然是你赢得的 你就全部留着吧 杨彻一愣 起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过再看到老祖老头的神色 确实一点 所要灵石的意思都没有 这才确信 老祖老头 真的是打算分文不取 多谢老祖 杨彻将灵石收入除无带 张老祖忽又问道 你所学 天雷经 是从何处所得 杨彻如实说了 张老祖疑惑 这 天雷经 如此珍贵的雷属性功法 居然被乌龙谷 轻易放在了藏书楼 他总感觉 有些不对劲 不过 也有可能是变异雷仙根修士 实在太过吸手 听说乌龙谷 已数百年都没出现过了 所以没人留意 天雷经 倒也说得过去 张老祖脸上 带着沉思之色 过了一会儿后 又对杨彻说道 此次我宗派出一批弟子 与我江国 其余四宗派出的弟子 先在封国都城 天封城会合 然后一起前往封国 与修罗国接壤的焚尸谷 查探魔道踪迹 既然你选择了暴露 变异雷仙根 我也不好反驳 那几个老东西的意见 而且 我也是支持你去的 张老祖摘下腰间的 金色酒葫芦 喝了一口 脸上露出一副 陶醉神色 随后继续说道 温室里的花朵 终究抵御不了风霜的摧残 只有在残酷的修仙界 得到磨炼 将来你 才能担得起 我见四封大人 说完 张老祖掌心一动 又一个葫芦出现在手 杨彻看到 这葫芦与老祖老头 那只金色酒 葫芦大小相仿 只不过通体呈紫色 隐隐有金纹 在其上光滑流转 两只葫芦 一金一紫 漂浮在张老祖面前 随后 张老祖手只轻微一动 金色酒葫芦里的酒水 便形成水柱 缓缓喷出 随后直直进入了 紫色酒葫芦中 张老祖手一握 金色酒葫芦 便飞回到他手上 而紫色酒葫芦 则在杨彻 极为惊恶的目光注视下 看着他 直接飘到自己身侧 此去 老祖只有一眼 那就是要你时刻记住 保命第一 不要在意其他人的任何看法 说法 以保命为第一药物 这紫葫芦里的酒 若于危急关头 你可以喝上一小口 且记 一次 只能喝一小口 千万不要喝多 老祖示意杨彻收好紫葫芦 随后 将自己的金色酒葫芦 小心挂回腰间 在气上轻轻拍了拍 去吧 张老祖手一挥 杨彻 将紫色酒葫芦 紧紧握在手中 心里生起一丝暖意 建门店 正店前的广场 一陆续聚集了数十人之多 杨彻到来后 看到中年儒雅的郑阳师书正 背着双手 站在店门口 神色无比名重 看到杨彻后 郑阳朝他微微点了点头 杨彻则回了一里 杨师弟 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 杨彻扭头一看 一个高大的英俊胖子 正快速向他走来 魏师兄 杨彻认出此人乃是魏宇航 咦 魏师兄 你助击了 感应到魏宇航身上的助击修饰气息 杨彻惊讶之后 也是为这英俊的胖师兄高兴 哈哈 杨师弟 听说前几日 你在剑四丰 可是大出风头啊 可惜师兄我 正在闭关冲击助击 遗憾无缘的剑啊 魏宇航虽然已是助击修修士 但对杨彻的态度 与以往并无差别 他可是已经知道 眼前这位曾经只是 剑奴的外封师弟 居然短短时间 就已成了剑四丰首席弟子 虽然心底 同样无比惊讶 和感到不可思议 但魏宇航非常清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何况他已听见九丰的 师兄师姐们说了 这杨师弟 虽只有练弃十二层巅峰修为 但却是变异雷仙根的天才 已可顺败助击初期修士 事已才助击不久的 魏宇航自然对这杨师弟 更不可能有什么优越感之类了 杨彻打了个哈哈 恭喜一番后 便聊到了此次的宗门任务 这时 魏宇航忽然急起小声道 杨师弟 那日见四丰挑战 我听我九丰一位师姐说了 你和六丰四习徐海靖 有点小矛盾 杨彻神色一领 宁声道 是有点 魏师兄可是听到了些什么 魏宇航继续压低声音道 那杨师弟可要小心了 我听说此次带队的 是六丰一名长老 叫徐东元 而徐海靖 是他本族一位晚辈 杨彻心下一惊 不过面上不动声色 拱手道 多谢魏师兄提醒 这时 一道流光忽然划过上空 随后直直落于这广场之上 顿光飞行 是哪位杰丹妻长老 立刻就有人羡慕地出声道 杨彻朝那顿光飞来之人看去 发现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什么老者 而是一个身穿灰色长袍 中年模样的随和修士 脸上神色淡然 看不出什么情绪流露 郑阳师叔则恭敬在侧行里 称此灰袍中年为徐师叔 人既然都到齐了 那我们便出发吧 中年随和修士手一扬 天空中忽然一道 刺眼乌芒闪过 待光芒消失 众人看到 那天空中出现一条 紧挨在一起的赤环套在一起组成 每一环皆有一对泛着幽光 如同锋利尖刀样的足 此蜈蜈头部 有两个巨大钳子 闪着如铁水 胶筑般的光泽 争鸣刺出 令人心感惧寒 更有两根长长的须子 无风自动 仿若两条红舌般 扭曲百动 见众弟子头来注意的目光 这蜈蜈睁开冰冷的双眼 扫了众弟子一眼 一股刺骨寒意 顿时朝众弟子席卷而来 不少弟子静若寒蝉 死死咬着牙心苦抵御 而杨彻体内的九星雷焰 只是傲 然而随意地腾咽了一下 杨彻身体四周 那刺骨寒意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都上来吧 灰袍中年修士 徐东元率先飞起 站在了蜈蚣背上 广场上的众弟子也纷纷飞起 很快全部上了蜈蚣之背 徐东元首一指 此蜈蚣便扭动身躯 朝风国方向急飞而去 杨彻注意到 这蜈蚣的速度确实很快 远远比一般的飞行法器快得多 但是与他的顿星缩比 还是要差上不少 巨大蜈蚣穿行在云端 连续飞行了数日后 这才彻底进入风国地界 刚一进入风国地界 一座巍峨险峻 被诡异挥舞笼罩的大山 便横跟眼前 忽然 巨大蜈蚣的身体 毫无征兆地颤抖起来 众弟子东倒西歪 连站都已站不稳 纷纷取出飞行法器 正准备离开这蜈蚣之辈 忽然一道道诡异 黑气飘来 几乎数个呼吸间 便已将所有人 都给完全笼罩住了 第101章 身体不能动了 挥袍结单期中年修士 徐东元冷哼一声 他并止朝上一滑 一个庞大绿色灵力护照 便出现在巨大蜈蚣四周 将蜈蚣连同所有弟子 均保护在了旗内 大家莫要慌 拿出法器 凝神戒备 徐东元长老说着 控制蜈蚣 继续前行 同时身前 已浮现出一把绿蝇蝇的玉尺 此时 靠近蜈蚣尾部 站立的杨彻 神石散出 隐隐察觉到有些不妙 注击成功后 他神石范围 已可覆盖千多丈之远 绿色灵力护照外 千丈之处 仍有黑雾不断聚拢过来 很快形成浓郁黑云 在绿色护照上空 不断翻涌 太奇怪了 这才刚进入封国地界 居然就有魔道之人出现 站在杨彻不远处的魏宇航 字语一番 神色凝重 杨彻试了一个灵力 护照在身 流星河 缓缓漂浮在身侧 被越来越密集的黑雾包裹 所有弟子 都感到非常压抑 杨彻注意到 那徐东元长老 眼神凝重 一直盯着上方黑雾 若有所思 忽然 他眼皮狠狠一跳 几乎本能地施展出 雷闪树 向旁边闪身一跃 陡然 一道无比粗大的 黑色巨剑突然从天而降 直接劈开庞大绿色光照 一下子斩在了蜈蚣背上 来不及躲避的 几个练器十二层弟子 顷刻间葬身在这巨剑之下 变成血雾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乌虹蜈蚣嗤痛 疯狂扭动着百丈身躯 在徐东元长老控制之下 冲天而起 竟开始吞袭黑雾 徐东元长老则操控玉尺 释放出大量碧绿青光 将那巨剑狠击碎 渐渐的 杨彻看到 待黑雾消散一些后 密集的骷髅鹰兵 从四面八方穿过黑雾 手持各种兵器 铺天盖地朝清剑门重修 汹涌而来 杨诗殿 你多加小心 杨彻护文卫宇航朝他说了一句 然后便看到他飞身而起 手中出现一个 四四方方的骨头 朝着那些骷髅鹰兵砸去 殷煞门哪位道友在此 何不速速现身 徐东元长老面色难看 力声合道 黑雾中传来一阵节节怪笑 令人头皮发麻 笑声越来越大 很快 一名身材高大穿着 扎眼大红血袍的光头老者 出现在半空 竟也是未杰单妻修士 原来是朝无机道友 徐东元冷哼一声 催动玉尺瞬间 向朝无机斩去 那血袍光头老者 朝无机身边 立刻涌出无数 骷髅鹰兵密密麻麻 迅速挡住了 徐东元的碧律玉尺 老者扫尸了一番 清剑宗重修 脸上露出嗜血和贪婪之色 徐道友 仅凭你一人 你们这些人 今日是铁定逃不出 我摸到司宗的包围 你若交出这些弟子 让他们自愿 配合老夫 炼制成活式阴兵 老夫可以单留你一条性命 如何 朝无机摸了摸光头 节节怪笑 徐东元神色阴沉 冷漠道 就凭你朝无机 谁说 只有朝无机一人了 徐东元道友 这是丝毫不把我阴老五 放在眼里啊 伴随着赤裸裸的嘲讽之意 一个驼背受老者 无声无息出现在了 朝无机身后 杨彻看到 眼前这一幕 心下不由一尘 这驼背老者 居然也是节单器 徐东元长老 在这驼背受老者出现后 脸色终于大变 不止如此 这时杨彻也立刻发现 在驼背受老者 因老五现身之后 数十个铸击器魔道修士 也同时出现 清剑宗仲弟子听令 我来拖住这两个节单器 你们想办法 各自逃命 徐东元看了 重清剑宗弟子一眼 尤其在杨彻身上多 停留了片刻 随后带着苦涩 无奈传音说道 众弟子中 却不乏有着血性之羞 是要留下 与徐东元一起阻敌 愚蠢 还不快走 留下来 吐我后腿吗 徐东元一声大喝后 也在顾不得这些弟子 因为那英老五 与朝无机 两个节单器 魔修已经同时朝他攻了过来 碧绿玉齿 瞬间放大无数倍 在半空中 与黑雾缭绕的魔道两修士 展开了大战 众清剑宗弟子 有些弟子犹豫着 朝封国都城继续飞去 但大部分 则都掉头 朝着江国方向击齿 啊 啊 声声凄厉惨叫传来 无论是逃向封国都城 还是掉头想要 回江国的弟子 几乎全都遭到了 诡异伏击 伤亡惨重 杨彻放眼看去 剩下的清剑宗弟子 已经和魔道修士 疯狂展开激战 拼命厮杀在了一起 敌我战力悬殊 清剑宗一方 根本毫无胜算 杨彻打定主意 立刻架起顿新缩 便朝着另外一个方向 急飞而去 小杂鱼 想逃 老子早就看到你了 一名助击中期 修为的黑影 诡异拦住了杨彻去路 黑影一边怒骂 一边在腰间储物带一拍 一把闪着幽光的 黑色锋利大剪刀 出现在手 剪刀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很是刺耳 小杂鱼 乖乖让老子 把皮剪下来 不要挣扎 你会少说些痛苦 黑影自然没怎么把 只有练气十二层的杨彻放在眼里 杨彻已认出 这黑影叫罗俭 天鬼踪魔修 对这罗俭 他印象深刻 当初历练时 去往雾影海途中 在那红灵岛 他差点被这罗俭给剪了皮 若不是有九星雷焰 他怕是连命都会丢在红灵岛 不过这罗俭 当初应该只是助击初期修为 没想到这么短时间 就已进阶助击中期了 罗俭又是怪笑 又是怒骂 显然当初被杨彻逃掉 这罗俭身以为齿 十分羞怒 他团起黑雾 将自己与杨彻 迅速包裹了起来 嘿嘿 小杂鱼 吓傻了吧 老子今天不止 要剪了你一身皮 还要剪掉你命根子 再把你送给阴老鬼 练成活石阴兵 以谢老子心头之耻 杨彻一动未动 冷冷地看着罗俭 他准备拿着罗俭来试一试 作为双丹田 助击修是真正的战力 不过 就在罗俭快要逼近他之时 杨彻却忽然发现 自己身体竟不能动了 不 不是不能动 而是瞬间 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 杨彻起初下了一跳 不过当明白过来 是怎么一回事后 不仅没有丝毫担心 反而变得大有兴趣起来 第102章 无皮血人 不过杨彻心下也很疑惑 天邪子英 为何突然就附身于他 此刻 他有一种无比怪异之感 虽仍旧可以思考 却对自己的身体 什么都做不了 在被天邪子英附身刹那 一股冰冷至极的杀意 顷刻间弥漫出 那黑影罗俭 只觉眼前一花 随后他手中锋利大剪刀 便已易主 紧接着 罗俭感到浑身一凉 然后他周身的黑雾 迅速消散无影 仅仅三四个呼吸的时间 杨彻便重新恢复了 对身体的控制权 尽管他已是助击初期 但刚刚发生的一切 实在太快 快到他同样 只能感到眼前一花 似乎一切就已经结束 杨彻发现 他此时手里 正握着那罗俭的黑色大剪刀 骑上血腥之气 极为浓烈 而对面罗俭 瞳孔犹如定格 似是见到了 这世上最恐怖 与难以置信之事 眼里全是骇然与惊恐 片刻后 呲得一声轻响 就像装满水的水袋 被猛然戳破了 无数小洞一般 罗俭浑身上下血雾 突然往外喷射 只见他身上的皮 随着血雾 乍放一片片急速脱落 就连整个脑袋 都没能幸免 他脸上的皮 同样寸寸脱落 很快 罗俭就变成一个 红通通的无皮血人 紧接着 一阵阴风吹过 这无皮血人 便如同堆起的木块 瞬间塌陷 变成一块块碎肉 随风消散 天鬼宗罗俭 一生都在剪别人的皮 最终却反备自己的大剪 剪光了他自己所有的皮 再次见识到 天邪子鹰的冷酷与可怕 杨彻仍旧几倍发寒 这时 已经有其他魔道之人 发现了这里的异常 四五个黑雾缭绕的 猪击漆魔道修士 迅速朝杨彻包围而来 杨彻赶紧收了那裸剪 即将掉落山林的储物袋 踏着顿新缩 急速往这片山脉外飞去 而那四五个猪击漆魔道 修士在后颈追不舍 只是他们未料到 杨彻的飞行法器速度 竟如此惊人 很快他们 就失去了杨彻的踪迷 杨彻穿航于风乱云间 确认摆脱了那些 魔道修士追击 这才绕了一个 颇大的圈子后 重新向江国方向飞去 紫英 这裸剪虽是驻击中期 但我有信心与之一战 你之前为何 杨彻问出了心中疑问 略微的沉默过后 没什么 只是此人令本王 想起了一些 并不愉快的记忆而已 本王似乎也答应过 别人一些事 既然碰上了 那就顺手解决掉了 天邪紫英的声音 依旧清冷 但杨彻 还是从中听出了一丝 不一样的情绪 空患魔石空间内 天邪紫英 冷冷地看了一眼 天空中那轮血氧 随后转向 通幽药园中的灵眼之树 口中低念道 小卢月 你向遥恒所托 他已做到 不过 遥恒对你的愧意 怕是 无法再弥补了 杨彻一路即飞 没有任何停歇 小半月后 终于来到那条 有着诡异的大江之上 这条大江 犹如一柄利剑 劈开一座座险峰巨骨 穿流而过 江面宽阔 水流湍急 若非天邪 天邪紫英神石足够强大 一般修士 根本看不出这里 有任何端倪 先在附近修炼些时日 待你再给本王 提供些古神之力 再下去一探究竟 天邪紫英的话 忽然在杨彻脑海响起 杨彻立刻会议过来 猜测先前 天邪紫英 强行附身自己 灭掉那裸茧 怕是短时间内 很难再次附身 于是 直接落入峡谷 以出山林间 开辟出一个简易洞府 其实按杨彻以前所想 既然他能随时进入 空幻魔石空间 那随时进入 通幽药元修炼 岂不是更好 不过 天邪紫英 却异常郑重地告诉他 若非在绝对安全之地 进入魔石空间 这空幻魔石暴露的风险 便会极高 如果正进入 魔石空间之时 有哪位修仙大能刚好路过 并察觉到空间异常 那可就不妙了 杨彻自然不是很理解 但天邪紫英 只是用他那惯常的冷卧 说了一句一个虫子 怎么可能理解 空间之玄妙 枪的杨彻十分无奈 杨彻取出三肝灰色阵旗 在洞府入口处 布下小三才患隐阵 这才进入空幻魔石空间 刚走入通幽药元 密密麻麻的赤火蜻蜓 便朝着杨彻 轻密地飞了过来 杨彻瞬间 便被赤火蜻蜓淹没 杨彻 这骑虫繁殖立本就惊人 加上你又有灵土 灵眼之树 还有那株 逆天仙草酒叶末羊果 其生长速度越来越快 这些骑虫 整日以九叶末羊果为食 快速繁殖 怕是在过些十日 本王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 天邪子鹰冷哼一声 语气之中充满了戏血和不满之意 杨彻也没接话 只是苦笑一下 取出在红蓝秘境 提前收集和准备好的灵眼之泉泉水 开始浇灌灵土和药园内 所有灵药灵草 见杨彻没说话 天邪子鹰指了指那些 普通灵药灵草所在的泥土 当然道 仔细看看吧 本王对你的气韵 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了 杨彻疑惑地走过去 蹲下身 仔细检查一番 心中不由涌上一抹星系 这些泥土 有望转变为灵土 哼 有灵眼之树 又有中品灵泉之水 这些泥土 若是最后不能变为灵土 那才叫奇怪了 天邪子鹰一如既往 坐在灵眼之树旁 而灵眼之树 又长大些许 杨彻越看越是星系 一番检视和培育后 杨彻这才将注意力 放在了赤火蜻蜓上 伊娜 玉兽精 和齐擎齐兽 齐冲天所言 出自繁殖的赤火蜻蜓 若是相互吞噬进阶 进化后的第二代赤火蜻蜓 威力会更加惊人 杨彻眸子微眯 盯着铺天盖地 密密麻麻的赤火蜻蜓 也认为 是时候让它们相互吞噬进阶了 于是心念一动 便朝它们下了命令 天空之中 顿时响起嗡嗡嗡的怪异声音 赤火蜻蜓 各个兴奋不已 迅速朝同伴 展开了攻击 杨彻盘膝而坐 巩固修为 忽然 他感受到了 九星雷焰 与剑四四有异动 取出剑四股仙剑 杨彻注入法力 却没想到 这股仙剑竟抗拒起来 甚至颤动不已 大有想要飞离杨彻手心的意思 雷焰 快控制住它 杨彻立刻操控九星雷焰 准备强行控制住这柄古仙剑 然而九星雷焰 却一副懒洋洋的模样 令杨彻大感意外 四肢想到了什么 杨彻沉声道 你安抚好剑四 我开炉 给你炼制尾巴丹 杨彻话音一落 九星雷焰 便驯若闪电 钻入了剑四体内 剑四立刻安静下来 杨彻眸光微冷 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自己先前 确实答应过九星雷焰 又为他炼制尾巴丹 一旁的天邪子鹰 冷冷望了一眼 轻哼一声 也未言语 数日后 杨彻炼制了两颗尾巴 单全部给了九星雷焰 随后 又被天邪子鹰继续吸血 又过了十几日 正盘吸打坐中的 天邪子鹰 忽然睁开眼睛 说道 走 去那江底 第103章 地血血关 杨彻施展一个 碧水罩在身上 很快便沉入江底 来到了那不由诡异阵法 静置之处 此处 阴寒气息很重 即使这次杨彻 再来此地 已是助机修饰 但感受到这些阴寒之气 仍旧忍不住 打了个机灵 好在有九星雷焰 杨彻很快便驱散 这些阴寒之气 不受其侵扰了 他站在阵法静置前 一头雾水 看不出丝毫端倪 杨彻 本王要复身了 这次天邪子鹰 道特异 提前打了招呼 不过莫等杨彻 有任何回应 便立刻复身 复身时间有限 天邪子鹰复身之后 没有任何迟疑 借杨彻身体 打出一道道奇特硬诀 落于那阵法静置之上 嗡一声 血光乍现 这阵法静置上 竟闪现出 无数血色符文 天邪子鹰发出一声 傲然冷哼 一道鬼光弹射而出 继而分化为 无数缕细小金色符文 迅速将这些血色符文 每一个都包裹住了 做完这些 杨彻已经感觉到 身体要裂开了 再坚持一息 天邪子鹰传音同时 又是道道金光弹出 这些金光 穿过那些符文 直入地底 一松 天邪子鹰 已经回到空患模式空间 迅速打坐调息 杨彻则摸了摸身体 心有余悸 他能明显感觉到 若是天邪子鹰 再多停留哪怕半息 他的身体 必定碎裂开来 修炼了这么些年 天地混沌绝 加上又成功驻击 原本对自己肉身强度 有着极大自信的杨彻 经历了被天邪子鹰 三次复生后 忽然意识到 自己这肉身强度 简直不值一提 修行意图 鬼秘莫测呀 杨彻 过一会儿 这静止 就会消散 这里是一个入地底的门户 待静止消散的刹那 你就必须同意 时刻进入 否则 这静止重新将门户关闭 我们想要再进入 恐怕得等到半年以后了 嗯 我知道了 说完 杨彻死死盯着那些符文 没过多久 这些符文便忽然全部消失 紧接着 地底裂开一道 深不见底的血红缝隙 杨彻一见 毫不迟疑 纵身跃下 在他跃入血红缝隙的刹那 那静止 重新启动 血红缝隙消失 其上重新出现 血色符文 闪动数次后 便渐渐融入 静止消失无影 地底 不止阴寒之气 愈发浓郁 空气中 更是传来 血腥与腐臭之气 很快 杨彻眼前 便出现一条 全由奇特巨石铸成的通道 顺着通道前行 走至镜头 脚下之路 忽然一断 杨彻站在断路镜头 顿时看到 令他无比震撼的一幕 脚下 是一个长宽近万丈的 巨大地穴 地穴内 密密麻麻 一排排紧紧挨着的血观 看得令人头皮发麻 在中心区域 有近百口 明显更为庞大的血观 其上血物翻腾 明显比其他血观血气 更为浓烈 而这些树枝不尽的血观之间 近似有着 某种奇特神秘的联系 若有若无的古怪力量 在这些血观之间 来回波动 杨彻 你最好 暂时不要下去 就在杨彻撞着胆子 想要下去一探究竟之时 脑海忽然传来 天邪紫英的声音 本王终于知道 这个世界 为何灵气 越来越稀薄了 杨彻文言一证 紫英 你是说 现今修仙界灵气 越来越稀薄 跟眼前这些血观有关 不错 而且像这样的血观地穴 应该不止一处 你知道这些血观的来练 哼 本王可是上古修仙时代的人 岂能不知 若本王感应没错 那中心区域的百巨血观内 极有可能是跟本王 一个时代的生灵 什么 跟你一个时代的 生灵 别大惊小怪 本王的时代 有太多 你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出的 奇鬼生灵 且这些生灵 无比强大 那这些血观里 究竟是什么生灵 为何修仙界灵气 西伯与他们有关 杨彻 你先退后 千万不要惊动 这血观里的生灵 杨彻一言退回通道 眼皮却突突直跳 一丝 极其不好的预感 涌上心头 天邪紫英道 本王也没想到 这疆国一条 不起眼的大疆之底 竟藏有上古时代的 古世宗血观 古世宗 古世宗是远古时代起 就非常强大的宗门 每一个弟子门人 都练有一具 无比奇鬼的生灵 这种生灵 就叫古血师 每一具古血师练成以后 都必须以血为食 这血 可以是人族之血 也可以是妖兽之血 但凡活物之血 其皆可食 若长久无血为食 这股血师 便会陷入无尽沉睡 直到再次引够活血 才会从沉睡中醒来 你看这些血观 各个血物缭绕 便是这些古血师 正在以一种 古老秘法稀释鲜血 只要时间一到 这些古血师 便会全部醒来 杨彻心下沉重 问道 若这些古血师醒来 会怎么样 天邪子音沉默片刻 随后依旧冰冷道 即使他们没有醒来 也在不断汲取灵力保存 而醒来后 他们会凭秘法 第一时间找到 他们原本的主人 转世之人 并将汲取保存的 庞大灵力分阶段 灌入主人体内 助他们短时间 就能达到 很高的修为境界 杨彻听得匪夷所思 更挤背发凉 头皮发麻 若真是如此 那这些古血师醒来 整个修仙界 岂不是要一片大乱 杨彻 修仙界乱不乱 根本不是 我们该操心之事 记住 本王与你血气 是为了不断得到 你的古神之力恢复 且你还要帮助本王 找到几样东西 所以 你不断变强 拥有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的古神之力 才是本王期盼之事 其他的 本王一概不想理会 杨彻正准备说些什么 天邪子英 忽悠继续说道 你所学的古神诀 天地混沌诀 并不完整 若你能结丹 我们就去你所说 那石窟走一趟 若你不能结丹 本王与你的血气 便就此结束 杨彻能明显听出来 天邪子英说 这些话的时候 根本不带任何一丝情感 杨彻心绪 渐渐恢复如常 平静说道 子英 你曾说过 在当今灵气 如此稀薄 天才地宝 如此稀少的情形之下 我杰丹的成功几率 实在太低 要想杰丹 必须走一些 不寻常之路 那你看这密密麻麻的古血尸 我能否从中 找到一些机会呢 这短短时间内 杨彻心里 也想了许多 他最大的追求 和愿望便是长生不死 如天邪子英所说 修仙界乱不乱 根本不管他的事 他也不想管 也没那能力去管 至多出了此地 回到清剑宗 他将此地之事 告诉老祖老头儿后 然后就专心 在红蓝秘境 闭关修炼 若清剑宗执意要派他 继续与魔道战斗 那他会毫不犹豫 离开清剑宗 继续独自一人的逍遥 修仙之路 有 天邪子英的声音 一如既往的冰冷 若你是其中某具 古血诗原主人转世之人 别说杰丹 宁英都是极其简单之事 杨彻文言 眼中顿时一亮 但笑道 子英 你还别说 我还真有可能就是 某一具古血诗原主人的 转世之人呢 哦 这下倒轮到天邪子英 有些惊讶了 第104章 头戴高龄黑官的古血诗 不过 天邪子英 很快就恢复清冷道 你一只虫子 想成为古血诗主人 还真是敢想 本王佩服你的勇气 杨彻早被天邪子英 打击惯了 也不在乎 只是神色平静地说道 子英 我是说真的 我隐隐感觉到 这其中一具血冠 就是我前世的古血诗 我刚才 之所以想下去一谈 就是因为 有这种十分诡异的感觉 见杨彻说的煞有介事 天邪子英沉默了一会儿 道 当真 如此重大之事 我岂敢胡说 杨彻无比正重道 天邪子英 那你能感应到 是哪具血冠 在什么位置吗 杨彻点头道 当然呢 不在中心区域 但紧挨着中心区域的 那一片血冠之中 杨彻 你可要感应清楚了 本王告诉你 中心区域 那百具血冠 是王级古血诗 以他们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 依此是灵级 将级 兵级 你确定是紧挨着中心区域 那王级古血诗旁边 杨彻没有迟疑 坚定地点了点头 好 那就在此处修炼小半院 待本王可以复身 我们再下去一谈 嗯 杨彻盘膝而坐 立刻进入了修炼状态 一天邪子英此前所说 住基后 他必须同时修炼两个丹田 两种功法 不止如此 他还要继续修炼 天地混沌绝 如此一来 修为静静 自然就奇满无比 但同阶之下 抛却法器 灵符 灵兽 和其他可以利用的外力 杨彻绝对碾压同阶修士 不过想要结丹 却依旧难上加难 变异仙根的相生相克之理 相对来说 变异双仙根 是最为艰难之路 而只存在于 传说中的变异三仙根 四仙根的 真正天选之人 几乎可以一路 毫无瓶颈 修炼到原因期大圆满 对杨彻来说 他必须做到 两个丹田 都结丹成功 才能继续修炼下去 而两枚金丹 同时凝聚之时 那诡异的变异 双仙根相互消耗 即相克之理 又会再次出现 若在上古修仙时代 有足够的天地凌辱 加上修仙大能的帮助 完全可以将 这种消耗抵消掉 而如今 灵气无比稀薄 天地凌辱 更是早就绝技 变异双仙根想 要结丹成功 希望实在渺茫 不过杨彻 也并未气馁 终于等到天邪 紫英发话 杨彻立刻起身 走到断路尽头 紫英 这些将棋以上古血师 真的没办法 彻底灭掉吗 杨彻止住脚步 忽然问了一句 可以斩下他们的头颅四肢 但彻底灭杀很难 任意一句 炼制成功的古血师 除了兵级 都不知存在了多少岁月 只要奇血不灭 他们便能沉睡无尽岁月 本王所处时代 古师宗是顶级大宗 统治上界 一片特殊灵域 不知多少个万载 又听到上界之言 杨彻立刻问道 上界 就是你说的那个 存在仙门的世界 天邪紫英道 不错 修仙之人 想要飞升成仙 都必须进入上界 找到仙门之所在 才有望飞升 不过这些离你 实在太过遥远 你现在知道 这些也毫无意义 杨彻默默记在心底 转而回到古血师上 继续问道 紫英 依你之言 这些沉睡的古血师灭不掉 只能等他们醒来 祸害整个修仙界 若非本王并不是 这个时代的人 又懂一些上古禁止之术 你以为凭现在 这些修仙界的人 能发现这上古禁止 即便侥幸发现 他们也极大 可能进不来此地 而若他们强行破镜 这些古血师 就会提前醒来 其实 若有可能 本王倒不介意 让这些古血师提前醒来 若是等到他们 稀释足够的鲜血后 再醒来 那才是最可怕的 尤其那百句 王级古血师 若按正常时间醒来 这方小世界 很可能不复存在 但这跟我们 又有什么关系 杨彻 这片世界的灵气 已经不足以支撑 太长时间了 百年 千年 谁知道呢 反正中有枯竭的一天 天邪子英 对杨彻说了很多 但说的再多 他依旧是那样的 无情与冰冷 文廷此言 杨彻差不多已经明白 这些古血师的可怕之处 月下断头路 落在血关群之中 他感觉到阴寒 与血腥之气的浓郁程度 筑机以下修饰 若在此 恐怕直接就会昏迷崩溃 他心间那种 诡异感应 在落入血关群中之后 也变得越发强烈起来 杨彻很快发现 从血关中 穿梭行走 根本行不通 那种莫名的诡异力量波动 令他感觉到了 极其危险的苗头 想了想 取出顿星梭 直接从半空飞 到了那片区域 难不成 我真是某剧灵机古血师的 原主人转世 杨彻心底 很是疑惑 因为有这种诡异的感应存在 杨彻 当然也想彻底弄个明白 很快 他便找到了 那居令自己有着 越来越强烈感应的血关 飘然落下 站在这血关之前 血关通体赤红 其上血物涌动 不过 血物浓度 明显比中间区域 那所谓王极古血师 要弱上不少 开关 天邪子英冷声道 见杨彻并未有所动 他又道 别担心 无论出现何种状况 只要本王附身于你 就能迅速离开此地 杨彻心中大定 走上前 法力涌动 直接掀翻了关盖 一具全身赤红的血狮 陡然睁开空洞双目 直接从关中站起 这具血狮身材高大 头戴奇异高龄黑关 脚踏鬼光云靴 其眼神茫然地 看向四周 当看亲眼前的杨彻 这血狮眼中的迷茫 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 竟是嗜血的贪婪与杀意 好 怪异奸笑 自血狮口中发出 同时 一道血剑喷出 洒在了大量血关之间 那诡异莫测的力量波动之上 哄咚咚 除了中央区域 那百具血关纹丝不动外 这阴寒地穴内 其他所有血关都开始震动 刹那之间 地穴半空 血雾弥漫 数不清的血关关盖被掀开 地动山摇 杨彻 错了 你并不是某具骨血石原主人转世 先前那被本王灭杀的罗俭才是 什么 那罗俭才是 杨彻愕然 天邪子音道 那罗俭使用的剪刀 是惊魂血链之物 其中蕴含了罗俭的命魂精血 尽管被你收入了除无带 但如此近距离之下 还是被这具古血石模糊 感应到了惊魂气息 从而错误地给你发来了感应 原来如此 杨彻心下虽惊 但很快就恢复了长色 被证实不是古血石原主人转世 反倒心中一颗大石落地 天邪子音道 这下有意思了 无论是你们江国 还是其他修仙国度 都要迎来巨变了 杨彻早已踩着 顿星缩飞向了那段头路 不过那巨头 带高龄黑关的血石 在完成呼唤之后 目光很快锁定了杨彻 他一拍血关 足上那鬼光云靴一阵 血光闪动 眨眼间就已追至杨彻身后 第105章 浑身解数 这具古血石速度之快 大出杨彻意料 杨彻心中一惊 正准备施展断风掠影 却陡然感觉 背上传来一阵难以言喻的剧痛 使得他喷出一大口鲜血 整个人朝下方血关群中跌落 紧接着 这古血石高大干枯的身躯 再次诡异晃动 竟已来到杨彻身前 砰一声 杨彻正面挨了 这古血石一技重拳 猴头忍不住再度喷出一大口鲜血 此时 杨彻发现自己身体表面 竟已出现军裂 这些军裂如同珠网一般 散布全身 这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 一切都在电光石火之间 直到杨彻发现身体军裂 他才完成暗烟剑绝护体剑盲的释放 同时施展出雷云术 形成一片雷云将它保护了起来 而杨彻也被破落在了地穴地面上 就在这时 密密麻麻 无数古血石已经掀开棺盖 都坐了起来 随后一个个跳出血管 全都朝杨彻这边快速围拢而来 杨彻目光冷立如刀 尽管他感应到 这些古血石气息都很强 但却没有露出丝毫慌晚 九星雷焰直接缭绕于双臂 炽热的高温 立刻让这些古血石产生忌惮 脚步也为之一缓 杨彻这才得以趁机 重新踏上顿星缩飞上半空 正准备继续朝那断头路通道内飞去 却发现 早已有不少古血石 竟已聚在那里 疯狂挤进通道 杨彻心下微沉 他正准备强行 跟在这些古血石身后冲出去 杨彻 别冲动 能进入此处地穴的门户 应该不止这一处 你现在身体被打出裂纹 本王也不敢轻易复身 你可按本王指示走 一定能逃出此地 而本王复身这三息 一定要留在最为关键的时刻 天邪紫英的语气 一如既往的冰冷 但透着沉稳和冷静 未有一丝一毫的慌乱 追击杨彻的 这句古血石 虽然是灵极 堪比猿鹰修士 但显然由于提前醒来 稀释的鲜血不够 真实战力 远没有达到猿鹰级别 我们现在位于西北角 朝东南角飞 那也有一处静止 且那里 似乎还有修士气息波动 走 你把顿心缩速度 催到极限 天邪紫英 话音未落 杨彻就已经催动 顿心缩化为一道流光 向东南角积事而去 然而 那句灵极鼓血诗 立刻发出一声 十分难听的怪异低吼 身体一晃 竟然就已出现在顿心缩旁 全会瞬移 天邪紫英的声音 透着些惊讶 灵极鼓血诗 虽说能堪比猿鹰七强者 但不是真正的猿鹰七修士 并不会瞬移 所以 天邪紫英的神识 立刻锁定在了 这灵极鼓血诗 那宽大的双足之上 原来是这双 散发着诡异光芒的云靴 天邪紫英发现 这靴子是一至宝后 心念快速翻转 很快便做下决定 而此时 那灵极鼓血诗 已经又是一拳 狠狠砸向杨彻 鼓血诗的速度实在太快 杨彻几乎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时间 就被砸中 好在此次 那融合了法力 与鼓神力后的力量 与九星雷焰 双双起了作用 堪堪抵御住了这一拳之力 并极速冲向东南角 与此同时 这万丈地穴边缘处 所有血关 几乎都已全部开启 这些鼓血诗 以自身等级为序 井然有序地 分成一批又一批 向四个脚所在的通道涌去 随着兵极鼓血诗 率先涌进通道后 将极鼓血诗 也同样从四个脚所在的通道 涌了出去 哄 一声大响 杨彻再吐一大口鲜血 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朝前极速跌落 实力差距实在太过巨大 若不是那灵极鼓血诗 有些忌惮杨彻身上的九星雷焰 杨彻丝毫不怀疑 刚才这一拳 他就已经被这灵极鼓血诗 给轰成碎渣了 还未完全坠地 顿光缩便飞过来接住了他 再次向东南角冲去 天邪子英除了叮嘱杨彻 无论如何 也要冲到东南角外 便再无其他言语 而似乎是因为 这句灵极鼓血诗 异常强大的缘故 其他鼓血诗 便在没有向杨彻追击 而是全都纷纷离开地穴 有序地从四个角的通道 涌了出去 杨彻眸中深处 涌上深深的忧色 毫无疑问 这些鼓血诗离开此地 是寻找原主人的转世之人去了 如此一来 不止江国 这附近十几个国家 任何修士 都有可能是这其中 某具鼓血诗的原主人转世 想想就头皮发麻 但杨彻此刻自身都难保 自然将这些刚刚升起的念头 一抛而过后 继续拼命飞往东南角 哄 又是一声大响 杨彻再度被击中 这一次 杨彻体外的雷云 都被完全打散 护体渐盲 随之消散 五脏六腑仿佛一了位 骨头也断了不知多少根 不过 他一咬牙 硬忍着浑身剧痛 将九星雷焰 全部附着在身体表面 同时360枚飞火针 组成泰玄影光阵尖锥 朝那准备 又再度挥拳的 灵极骨血诗次曲 飞火针的速度很快 虽没能刺破 那股血诗的拳头 但好在凭借阵法的神奇 竟阻挡了 这股血诗一瞬 也就是这一瞬 杨彻踩着顿星缩 已站在了 东南角的通道上 然而还未站稳 那股血诗 便又一次施展瞬移 眨眼间 就堵住了杨彻的去路 杨彻眼中 闪过胸利 掌心一动 剑似出现在手 没有任何选择的杨彻 心里也发了狠 准备拼着 再度重伤 也要在这股血诗身上 留下一个窟窿 杨彻 无论如何都要将 这具股血诗 引到那阵法径之前 只要到了那里 一切就交给本王 天邪紫音冰冷的声音 在杨彻脑海响起 杨彻眼眸一凝 在那股血诗 一拳砸来的瞬间 断风掠影 出其不意施展而出 如同幽灵一般 杨彻从股血诗 那出拳的庞大手臂之下 一闪而过 到了股血诗身后 随后 没有任何迟疑 雷闪树疯狂施展 朝着通道口的阵法 竟智处冲去 那灵极骨血诗 似是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紧追而来 通道口再望 然而树实距 正在准备离开的骨血诗 却拥堵在了通道口 这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兵极骨血诗 一天邪紫音所言 这些兵极骨血诗 最差都有筑击初期的实力 杨彻目中 闪过凶光 心面一动 忽然 随着一阵红光大放 嗡 嗡 伴随着刺耳的嗡鸣 铺天盖地的赤火蜻蜓 疯狂从空化魔石 空间涌出 第106章 本王累了 密密麻麻的赤火蜻蜓 飞出后 直接就将李杨彻最近的 十多具骨血诗 瞬间覆盖 紧接着 刺耳密集的 沙沙啃噓声 和吃吃吃的 诡异切割声 不绝于耳 紧追而至的那具 灵极骨血诗 一对血红大眼 但属实没料到 这铺天盖地的 一群飞虫 竟如此恐怖 转眼之间 十几具兵级骨血诗 就被啃噓一空 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 唯有几具将级骨血诗 身上破破烂烂 堪堪底 预住了赤火蜻蜓的疯狂 啃噓与切割 杨彻也趁机站在了 阵法静置前 这阵法静置 泛着浓郁血光 形成一个神石 都无法穿透的血色光幕 这静置 似乎对骨血诗 完全不起作用 杨彻亲眼看到 一具具骨血诗 很是轻松 便穿透血色光幕 走了进去 那灵极骨血诗眼中 泛起思考之色 竟犹豫着要不要 继续追击杨彻 杨彻一见 这骨血诗犹豫 立刻控制非火针 疯狂攻击 并下令赤火蜻蜓 全部围攻 这具灵极骨血诗 此举 果然激怒了 这灵极骨血诗 他怒吼一声 朝杨彻大步追了过来 很快也来到了 阵法径之前 就在这时 杨彻那濒临支离破碎的身体 忽然升起一股温热质感 全身暖洋洋的无比舒服 紧接着 他便失去了 对身体的控制权 天邪子英终于再度复身 且不知他使用了何种方法 将杨彻本已重伤的身体 竟短暂提升到一个 不可思议的强度 整个通道内 瞬间被一股 莫名的冰寒气息所笼罩 所有的赤火蜻蜓 全部被收回空患魔石空间 天邪子英伸手在腰间一抹 竟取出了天鬼宗罗剑 那把漆黑如墨的大剪刀法器 杨彻感觉手指一痛 一滴精血飞出 瞬间融入镜 那把剪刀之中 随后 他只看到眼前 一片血色光芒 诡异闪烁几下后 便护感身体 被什么挤压了一般 当恢复对身体的控制权之后 杨彻发现境不知何时 已穿透了那血色光幕静置 出现在了一处 阴森空旷的祭坛之上 杨彻赶紧施展暗音剑芒 和雷云术在身上 布下双层防护 随后 才开始仔细打量祭坛 此祭坛十分庞大 正心有一个硕大血池 正有不少 古血师趴在里面 疯狂吞食之中鲜血 祭坛之下 空旷的大殿地面上 横七竖八 躺着上百个服饰各异的 枯师修士 这些修士 有男有女 有的没了脑袋 有的胸口一个大窟窿 有的缺胳膊少腿 几乎都被吸干了血的样子 死状极其凄惨 而且 关他们的模样 多半都是魔道之修 子英 那地学中 古血师需要的鲜血 看来就是这些 魔道之修 一直在为他们提供 只是不知 这些古血师出来之后 为何反而杀了他们 杨彻疑惑问道 古血师在未找到主人之前 等级越低 眼里便越是 只有鲜血和杀戮 这些提前跑出来的古血师 显然都是 没有吸食到足够的鲜血 而醒来 是以他们 见了任何生灵 都只想着杀死 从而吸食其血 天邪子英的声音 还是那么冰冷 但落入杨彻脑海 却令杨彻猛然一正 因为此刻 天邪子英的声音 听起来竟是那么的虚弱 子英 你没事吧 杨彻关切地问道 不过 天邪子英并未回应 杨彻看了一眼四周 仍旧盘徨着的大量古血师 迅速踩上顿星缩 准备四季离开这几坛 见天邪子英 没有回应 此时的他 当然不敢 贸然进入空患魔式空间 是以只能纯神石进入 神石进入后 杨彻立刻吃了一惊 这一惊非同小可 他神石感应到 空患魔式空间内 那无尽的红色大地某处 一具身材高大 头戴高龄黑关 脚灯鬼光云穴的古血师 正悬浮在地面上 正是先前那句 一直想要 击杀他的灵极古血师 此刻 这具古血师身上 贴满了大量俘虏 他面目猙獰 古血师疯狂扭动着高大身躯 但眉眉想朝天 邪子英冲过去 他身上的灵符 便会亮起一道道耀眼光芒 随后这句古血师 便痛苦地发出低沉怒吼 再也无法向前 迈动分吼 天邪子英神色清冷 一头弹子长发轻轻舞动 他脸上 没有任何情绪流露 杨彻神石能 清晰感应到 他的身体 似乎比至以前 更加虚弱了 同时 杨彻也注意到 天邪子英手中 正握着几个预检 杨彻转头看去 发现那祭坛上 从血色静置中 竟一下子走出 七聚灵级古血师 且这七聚灵级古血师 出现在祭坛上之后 立刻便将通红血木 锁定在了杨彻身上 杨彻只感到脊背发凉 头皮都快要炸开了一半 顿星梭 急速冲向大殿深处 想要找到 离开此地的门户 然而 那七聚古血师速度 也非常之快 他们同时 从祭坛上飞离 迅速朝杨彻追来 杨彻暗暗祈祷着 赶紧出现离开的通道 或门户 然而 很快他就失望了 心一下子凉到骨子里 身后七聚灵级古血师 各个掩路嗜血之意 快速逼近 对付一句都够呛 更别说七句了 杨彻无奈之下 正准备躲入 空患魔石中再说 这时 脑中忽然传来 天邪子鹰一声轻叹 杨彻 万不可暴露空患魔石 且不说这些 可是灵级古血师 每一句都有堪比 原因其修士的实力 单单他们身为 古失踪弟子的 连魂奇鬼生灵 若是你暴露空患魔石 他们再将魔石信息 传给他们的主人 你将再无宁日 天邪子鹰声音 异常凝重 同时也充满了此前 一直未曾有过的 一丝无奈和自嘲之意 此次 既然是本王主动让你来此 又让你深陷险境 那也自该是本王 带你脱离险境 杨彻正差一间 忽然发现体内 竟有涌上之前 那种温热的 无比舒适之感 紧接着 天邪子鹰附身 杨彻 带你离开此地后 本王将会陷入 一段时间的沉睡 本王交代你之事 以及如何唤醒本王 都一一刻 在那几枚预解之中 本王 也着实累了 随着天邪子鹰 悠悠的话音一落 杨彻眼前 即刻闪起刺眼的 漫天光滑 紧接着 他眼前模糊 身体更是传来 一阵阵撕裂之感 第107章 微古堡 身体持续撕裂的时间 大概几个呼吸的时间 随后杨彻便发现 自己出现在一个 高大的城门脚下 时至深夜 城门紧闭 杨彻的诡异出现 并未引起丝毫异动 紫鹰 杨彻神识 立刻进入空患模式空间 却发现 紫王阁大门紧闭 想起紫鹰先前所说 杨彻心念一动 手中便出现了 他留下的那几枚预解 握在手中 神识仔细一一扫过 随后杨彻正在原地 溃然一探 扶下两粒养元丹 就地盘膝而坐 待到天明 杨彻交了一块下品零食 入到城中 略一打听 杨彻便已知道 这里是江国南部 最大的一座修仙者城池 此城名曰江火城 城主江无道 原因期大修士 是江国南部修仙 大家族江家 一位老祖籍人物 而江火城 也自然是 被这江家所掌控 从天邪紫鹰 所留的预见中 杨彻已经知道 与他血气时 便已约定 要帮他寻找的 几样物品之一 便即有可能在这江火城 或者江火城附近 所以天邪紫鹰 在陷入沉睡前 才不惜耗费心神 将他送来此地 杨彻进入城中 迅速租下一处 十分普通 毫不起眼的小院子 随后布下小三 才幻影阵 和小逆乱四象阵 这才赶紧进入 空幻魔石空间 来到紫王阁庭院前 杨彻试着轻唤了几声 确认不会得到 任何回应后 这才彻底放弃了 想要凭此 就能叫醒 随后快速来到通幽药园 盘西座在灵眼之树旁 杨彻一边打坐调息 恢复伤势 一边在脑中 飞速思考着 接下来的修炼 以及如何完成 天邪紫鹰索托之事 至于那些古血师将来 会霍乱修仙界之事 除了寻找机会 告知老祖老头外 其他的他也没打算理会 半个多月后 杨彻伤势痊愈 变得精神异异起来 他直接起身 走到那红色大地上 悬浮着的灵极古尸旁 这古尸一见杨彻到来 目中顿时 凶光毕露 猛地便欲朝杨彻扑来 不过其身上的大量灵符 陡然亮起刺眼光滑 直接将这古尸压制 杨彻已然知晓 这些灵符 都是珍贵无比的封印灵符 生生将这灵极古尸 封印在了此处 抬起手指 他挤出一滴精血 迅急弹射 向眼前的灵极古尸 古尸大怒 挣扎抗拒 然而有封印灵符的压制 令他根本无法躲避 杨彻的精血 直接落入古尸眉心 并很快融入进去 那灵极古尸 顿时身体一颤 随后目中 凶光大减 继而露出一丝 迷茫之色 不过 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这灵极古尸眼中的迷茫 便渐渐消失不见 凶光再现 杨彻立刻盘膝而作 一口血雾突然喷出 直接四散化开 迅速覆盖了这灵极古尸 同时他手掐奇特映绝 一个个奇怪符文出现 快速落在了灵极古尸身上 古尸疯狂挣扎 然而渐渐地 却是眼中凶光再次消失 继而慢慢平静了下来 这是天邪子英 教给他的血链之法 天邪子英 以使用秘法 利用那死去的裸茧流 在剪刀法器中的命魂精血 将杨彻精血融合进去后 强行使杨彻 与这灵极古尸 建立了联系 只要杨彻使用血链之法 不停血炼下去 同时再慢慢抹出 裸茧的那丝命魂精血气息 最终这句灵极古血诗 将成为杨彻的奇鬼生灵 这一次血炼 足足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当杨彻消耗了大量鲜血 实在感到无比疲惫 才不得不停了下来 此时 他明显感觉到 自己与这灵极古尸间的 那种奇特感应与联系 越发清晰强烈起来 把靴子脱下来 杨彻冷冷地向这句 灵极古血诗发起了命令 灵极古血诗眼中 顿时闪过服从 茫然 挣扎等神色 复杂交织 脱下来 杨彻再次冷冷喝道 这灵极古血诗 慢慢将宽大脚上 那双鬼光云靴脱了下来 十分不情愿地扔给了杨彻 杨彻亲手一扶 法力注入 这靴子顿时变得明镜争亮 犹如崭新 立刻将其穿在脚上 迅速注入法力 这靴子顿时随着脚的大小而变化 变化为最舒适的尺寸 杨彻已从紫英所流域简中得知 这靴子是一件特殊的维古堡 自带神通极速和顺移 所谓维古堡 就是某件古堡仿制品 不过古堡囊括太大 只是统称 古堡间 微能差异也很大 有些古堡反而威力很弱 古堡是真正的古修士 所炼制的法宝 由于炼制之法 与现今的炼制方式大为不同 且基本已失传 所以才将此类法宝筒称为古堡 并非每件古堡 都是大威力之物 不过这双闪云靴 恰好是比较实用之宝 尽管只是纺织品 但也能发挥出真品的七八分威力 这双闪云靴不仅能提速 还能做到原音器修士 才能修炼成功的顺移 十分珍贵 不过杨彻在这无尽红土之上 试了上百次后 他发现 依他如尽的修为 要想做到顺移 必须一次性消耗掉一个丹田内 全部的法力 也就是说 现在的他 凭借着闪云靴和双丹田 勉强可以做到两次顺移 之后 就必须等到法力 全部恢复才行 而急速 则几乎没什么限制 只要心念一动 他便能像流光一样 速度倍增 熟悉了这闪云靴后 杨彻内心一动 立刻又开始 仓武修炼断风掠影的第三重境界 即同时做到断风和掠影 在借助风的气流之下 完全隐秘自己气息的同时 又能做到快到极致 连影子都不会留下 时间就在杨彻 全力修炼中流逝 半年后 杨彻不止将断风掠影 第三重修炼成功 更是在血炼之法下 与这灵极骨血师 建立了越来越强大的心神联系 按照天邪子鹰的指点 最后一步 只要能成功联魂 这具灵极骨血师 将彻底成为他的奇鬼生灵 只是这一步不仅非常困难 而且风险极高 稍有不慎 甚至会出现反被骨血师反噬重伤 时间越来越宝贵 天邪子鹰在预检上言明 必须与当初那万丈地学 甚至其他地方也有 可能出现的亡极骨血师 进行时间的争夺 若等这些亡极骨血师 全部正常醒来 这个世界将万劫不复 而自己 则必须在这个时刻来临时 有足够的自保能力 一旦彻底掌控 这具灵极骨血师 尽管以他的修为 还不能使其发挥出所有威力 但也能够开始下一步 即 寻找天邪子鹰 所需要的物品之一 九彩火莲 且还必须是完全成熟的九彩火莲 采摘到七莲棚 获得其中九种不同颜色的九颗 完整帘子 又过了半年 当杨彻走出租住的小院 才发现外面 原来早已变了天 第108章 有眼无珠 哎呀 杨道友 你可算出来了 杨彻收好阵旗和阵盘后 便看到一个年约七旬的老者 带着一丝交集 快步走了过来 杨彻认出 是这小院的房东寻阔 这寻阔练气七五层修为 明显由于仙根资质不佳 若此生没有大的机缘和奇遇 怕是很难突破到炼气六层了 好在寻阔是将火城土著 祖上留下几处老宅 对修炼岛也不怎么上心 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寻寻寻友 何时如此着急 杨彻神色平静地问道 他当初可是直接交了 租住两年的零食 所以并不存在拖欠房租之类 杨道友 你住了差不多 应该有一年零两个月吧 我退你十个月租金 你还是另寻他处吧 老者寻阔 直接取出零食 硬塞给了杨彻 尽管杨彻看起来是练气十二层修为 但寻阔并无巨色 杨彻眉头微皱 冷冷问道 寻道友这是何意 算是毁约吗 寻阔老脸微微一红 略露一丝尴尬 他还没开口 不远处一个同样冰冷 但带着傲慢之意的声音立刻传来 毁约又如何 这小院现在是我黄某租下了 立刻丢滚 伴随着傲慢的话音落下 一个身材干瘦 身穿黄色长袍的马脸青年 慢慢走了过来 杨彻眼睛微眯 神识一扫 发现这马脸青年 是助击初期修为 难怪敢如此豪横 面对干瘦马脸青年 寻阔丝毫不敢怠慢 拱手失礼后 也不说话 就那样站在一旁 准备看好戏 杨彻站着一动未动 你聋了 还不快滚 马脸青年脸色不善 已露出不耐之色 一万零食 杨彻冷冷说道 什么 什么一万零食 马脸青年一正 杨彻道 自然是赔偿我的损失 此愿落本是我租在先 且租期未满 现在你想强租 那自然要赔偿我的损失 你找死 马脸青年怒骂一声 抬手便是一记火蛇术 狠狠朝杨彻胸口砸来 杨彻眼底划过一丝嘲弄 他站在那里 仍旧一动未动 细小火蛇正面击中杨彻 杨彻却好端端站在那里 似乎根本没受到 一丝一毫的伤害 马脸青年 这才心中一惊 察觉到不对劲之后 他立刻取出一件 上街法器海云叉 迅速注入法力 毫不迟疑朝杨彻身上凶狠刺去 杨彻依旧未动 坑一声 古怪的声音响起 马脸青年眼中 顿时泛起亥然之色 这一插下去 他竟没能刺破杨彻的肉身 哼 杨彻低哼一声 身形忽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已经站在了马脸青年身后 马脸青年 只觉脑后一凉 紧接着 喷一声大响 马脸青年 整个下半身猛然倒弹而起 同时 一颗脑袋却狠狠向下 被砸进了地面青砖之中 紧接着 杨彻一脚踏上 重重踩在了马脸青年脑袋上 并直接涌出法力 只听咔嚓一声 这马脸青年脑袋 便被踩得稀碎 脑僵蹦裂 杨彻摘下这青年腰间的储物袋 随后一个火球弹出 将这马脸青年尸体 给烧了得干干净净 那原本正准备看好戏的寻阔 脸上表情呆滞 好戏他确实看到了 但与他想象的画面却截然相反 甚至令他震害到连话都说不出来 老者寻阔立刻想要逃走 但双腿偏偏不听使欢 抖如筛糠 半天也无法移动分吼 但杨彻看了他眼后 寻阔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磕头如捣蒜 前辈饶命 是小老儿有眼无珠 还望前辈您高抬跪手 大人大量 大慈大悲 为何毁约 杨彻眸中闪过一丝破人寒光 前辈您有所不知 这半年来 城外不少修士都涌入江火城 城内现在能住的房子 差不多都被住满 这黄道游也是才从城外进来 打听到小老这里 租住了一位练气漆修士 这才逼着小老毁约 寻阔怕归怕 但语速很快 还吐辞清晰 生怕说慢了 说含糊了 就会有什么灭顶之灾 近来可有什么大事发生 杨彻问道 前辈一直闭关有所不知 现在修仙界可是变了天了呀 一说到这里 寻阔脸上露出金句之色 狠狠吞咽了一口 这才赶紧继续说道 大约半年之前 城外出现了数不清的血狮 这些血狮实在太可怕了 最低都有铸鸡骑实力 他们盘踞在城外 无论见到什么生灵 都直接杀死 然后再吸干这些生灵的血 可不至极啊 杨彻闻言 心下微尘 看来那些古血狮已经在开始 四处寻找原主人的转世之人了 寻道有 江火城还有灵霞宫 没派人出去灭杀这些血狮 杨彻隐隐知晓 江国五大修仙宗门之一的灵霞宫 距离江火城并不太远 前辈有所不知啊 不论我江火城江氏家族 还是灵霞宫都派了弟子 前去灭杀这些血狮 可是 一言难尽啊 寻阔说到这里 脸上的京剧更加明显 且似乎仍旧是一副 难以置信的样子 嗯 杨彻冷哼一声 吓得寻阔赶紧诱到 这些派出的弟子当中 不知怎么的 竟有人选择了背叛 成了那血狮一火 且修为提升快的 无比惊人 反过来疯狂灭杀江火城 和灵霞宫的人 杨彻听到这里 心下暗叹一声 他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局面 但却无力改变什么 那古血狮的数量 实在太多了 想必现在 各大修仙宗门 都已经知道了 古血狮之事 他们仅是应对修罗国魔道 四宗就已疲于奔命 如何又能短时间 腾出精力 对付这些古血狮 而且 令各大宗门 和修仙家族 最为头疼的 便是如刚才这巡扩所说 谁又能预料到 自家哪一个弟子 会突然背叛 成了古血狮一火 不只是江国 怕是邻国小诸国 封国 都会出现同样之事 而若是那些亡脊古血狮醒来 哪怕只是一句 对如今 这十几个修仙国度而言 怕都是天大的灾难 不过 杨彻很快便抛却了这些思虑 将注意力放在了 眼前的锦要之事上 那就是炼制几种丹药 和寻找九彩火莲之事 天邪子英在索流域 简中叮嘱 当初在雾银海时 他将那五级妖兽的内丹 制成了药液 这些药液 仅仅只被杨彻 吸收了极小一部分 想要彻底激活 这些潜藏在体内的药力 必须炼制另外一种丹药来激发 杨彻准备去江火城方式一趟 他看了一眼巡扩 掌心一动 取出一粒丹药 抛了过去 但莫得说道 给你两个选择 吃了这丹药 为我办事 或者我杀了你 巡扩可是亲眼见识过 眼前这相貌 平平青年的狠辣 略一迟疑 便立刻将丹药吃了 很好 走 带我去方式 巡扩赶紧恭敬领路 两人刚走上城 内住街道 杨彻便发现 竟有一具将棘古血狮 飞龄将火城上空 正在拼命攻击 护城大阵 阵内 那将棘古血狮下方 正有一群人聚拢 其中一男一女 两青年修士 正相互拉扯 在大声争执着什么 第109章 人无在少年 杨道 杨前辈 您看那写诗又来了 不知道 其有什么秘法 可以专门挑选什么人士的 一旦被挑选中的人 必定背叛 老者寻阔脸上 既有怒色 又有巨色 毕竟他只有炼器五层修为 不可能知道 这其中的真相 杨彻神色冰冷 盯着那有着 一头白色毛发的 将棘古血狮 然后将目光移到了阵内 那古血狮下方 正在拉扯的 青年男女身上 虽然离得较远 但杨彻隐隐觉得 这青年竟有几分眼熟 看那青年疑惑 又兴奋疯狂的模样 多半便是那句白发 将棘古血狮通过 命魂印记 已经找到的原主人 转世之人了 显然 那将棘古血狮 想要带走这青年 但青年身边的人 却拼命阻拦 杨彻看了一会儿 收回目光 正准备继续朝方式走去 这时 半空中呼 有一人顿光飞来 速度极快 转眼间 已到了那具古血狮所在之处 此人乃一中年汉子 身材精壮 浓眉大眼 黑色短须 如同钢针 平添粗犷 要能对付将棘古血狮 至少也要杰丹七才行 显然此中年汉子 就是杰丹七修士 他神色肃穆 见眼前血狮凶悍 不敢有丝毫大意 立刻张口一吐 法宝飞出 此法宝通体银白 居然似是一节 不知名骨头 中年汉子 记起白骨 顿时一阵光滑闪耀 随后白骨 变得无比巨大 犹如擎天之柱 随着中年汉子一升级 这擎天之柱 便化为流光 狠狠砸向那句白发 将几古血狮 轰隆一声 震天巨像传来 那白发 将几古血狮 无法击破护城大阵的防御 只能被动挨打 很快 这股血狮便怒了 他仰天长啸鼠声 那原本仍有些干枯的身躯 开始闪烁血光 随着血光 越来越浓 他的身躯 也渐渐饱满起来 紧接着 他再度挥全猛地 砸在护城大阵上 汪一声 大阵光照 直接凹陷下去 那中年杰丹汉子 吃了一惊 立刻再度操控 白骨法宝 狠狠向那将几 古血狮砸去 将几古血狮高大的身躯 立刻被砸出老远 眼看就要跌落半空 这时 忽然又有两具 身材偏小的将几 古血狮飞来 一把拉起 那要跌落的白发古血狮 朝着大阵那齐齐怒吼 三具将几古血狮联手 不停往护城大阵上砸 他们只砸一处 轮番挥拳 很快 那处光照 便有被击穿的危险迹象 杰丹中年汉子 有些急了 大手一挥 数张灵符 漂浮在他身侧 他口中念念有词 这些灵符 发出金光 围绕中年汉子 转了一圈后 陡然各自化为利剑 向三具将几古血狮 击刺而去 古血狮虽被这些灵符 利剑很快刺中 但却根本没有伤及根本 怒吼之后 继续攻击护城大阵 阵内下方 只见那青年忽然长笑数声 指着身边那群人怒道 我刘松 入坠你秦家多年 为你秦家当牛做马 立下多少功劳 可你秦家是怎么对我的 如我 骂我 各个大肆嘲讽我 其我刘松 只是一介坠绪 刘郎 别犯胡懂 你一旷奴出身 怎么可能是什么 骨枪者转世之人 快跟我们回家吧 那青年女修剑 苦劝无果 忽然有些急了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把男青年的身世 给当众抖了出来 杨彻这时 已经听到了 刘松矿奴这些字眼 记忆忽然便回到了 当年那去新山矿的路上 那坐在同一个马车中的 五个天真少年 难怪此青年有几分眼熟 原来竟是当年成功 偷偷跑出新山矿的刘松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十五六年时间一晃而过 此刻 那几个记忆深处的名字 忽然又跳了出来 胡来 孟然 张顾 刘松 还有他杨彻 那时这几人 唯有刘松 与他关系最为不错 此时的刘松 身材高大 哪还有当年那 孱弱的瘦弱模样 他目光伶俐 已有练气七层修为在身 刘松听了那青年女修的话 脸色顿时铁青 怒道 好好 好你个情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让我入赘情价的目的 不就是看中我手中那本 《血灵经》了吗 你心里根本没我 你与那江家江化名 暗中勾勾搭搭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女修情思 练气六层修为 听了刘松的话 顿时脸上一阵羞愤 刘郎 你血口喷人 哈哈 刘松脸上露出疯狂 我刘松 被你情家 欺辱了多少年 若不是为了 能有资源修炼完 血灵经 你以为 我会甘愿受辱 甘愿忍受你 私下优惠情亡 刘郎 你 那女修情思 羞怒欲绝之下 喷出一口鲜血 仰面向后盗去 杨彻捕捉到 刘松眼中 有一丝不忍 刘松脚步动了一下 但最终眼中 狠色一闪 没有迈出去 秦思被身边的人 及时扶住 一个中年妇人 指着刘松破口大骂 一个低贱的坠序 我秦家能收留你 已是对你最大的施舍 若不是秦思 他对你有几分真心 我秦家 早将你扫地出门了 你这卑贱的矿奴 滚去做你那股 强者转世之人的 春秋大梦去吧 中年妇人 恶毒地骂完后 忽悠转身 中年妇人的话 立刻走向了刘松 刘松抬头 看着上空那白发 将几股血尸 感觉到血液 都在逆流翻涌 杨彻在发现 男青年是刘松之后 便一步步朝这边走来 老者寻阔 跟在杨彻身后 一脸的不解 就在那情弦 取出一柄 长剑法器刺向刘松之时 杨彻多个念头 交织涌动 同时还有一道 灵光在脑海中 突然划过 树道乌光悄然飞出 如流星般 瞬间击射 至刘松面前 组成诡异真王 抵御住了那场 剑法器的攻击 刘松惊出一身冷汗 似有所绝朝杨彻这里 感激地看了一眼 他眼中顿时 闪过吃惊与欣喜之色 不过还没说什么 便猛然收回目光 抬头看向半空 那护城大阵 在三个将几股血尸的 联手之下 破开了一个窟窿 吼 令人惊惧地一声怒吼 那白发将几股血尸 立刻吐出一道 血雾从窟窿 直直朝刘松射来 刘松瞬间 就被血雾紧紧包裹 血雾中的刘松气息 竟不断攀升 且整个人快速升空 很快就到了那窟窿前 虚如刚真的杰丹中年修士 被另外两具 将几股血尸通过窟窿缠住 且急于想要修复大阵 亦是无暇分身 于是刘松 硬生生被白发骨血尸 从那阵法窟窿 给拉了出去 紧接着 从那白发骨血尸身上 涌出滔天灵气 瞬间就灌注在了 刘松身上 刘松周身被血雾覆盖 灵气不断穿透血雾 进入他体内 刘松的修为 迅速攀升至 炼气十二层顶峰 紧接着 血雾忽然变得浓郁起来 仅仅过了一刻钟 被血雾包裹的刘松 便直接铸击成功 成了一名铸击漆初期修士 这时 从江火城城主府 又有树道 强大气息朝这边 急速飞来 杨车趁所有人目光 都盯着上空 不动声色收回了飞火针 只是 没人注意到 在一个狠不起眼的角落 有一名影子般的修士 偷偷记下了杨车相貌 并迅速将杨车的信息传递了出去 第110章 人头双暗化 从江火城城主府 一共飞来四名杰丹七修士 其中一名容颜轻力的杰丹七女修 立刻帮助那虚如刚针的 中年杰丹汉子 一同修复 护城大镇 另外 三名杰丹七南修 则飞出大镇护照 法宝吐出 多长时间就会进入驻击后期 尽管在那疆底地穴之中 天邪子英已经告诉过他 这些奇鬼的骨血师 找到原主人转世之人后 会用秘术分阶段 短时间就将转世之人的修为 提升到十分惊人的地步 但此刻亲眼所见 还是震撼不已 世事无常 谁能想到逃出矿山 成了坠绪的刘松 竟也会是某一具骨血师原主人的转世之人 刚才要不要出手就刘松 杨彻其实是挣扎了一番的 不过想到小时候的一点勤奋 加上他脑海里涌出的一个大胆计划 最终还是决定出手 看着远处那还在不断飞来 越来越多的骨血师 他知道后面会是僵持之战 于是收回目光 在老者寻扩引路下 快速来到了江火城最大的方式 进入方式 杨彻买其足够炼制三份引灵丹的主要后 顺便也将他得到的一些用不上的物品出售掉了 回到租住小院 重新布置好小三才换引阵和小逆乱四项阵 杨彻马上开始炼制引灵丹 为了稳妥 炼制出引灵丹 不过 药材也失败了两份 想起天邪子英曾经所说 他的丹炉品阶不高 若是能换一个品阶更高的上好丹炉 炼制丹药的成功率便会大大提升 杨彻将此事郑重记在了心里 若寻得机会 肯定要将现有的丹炉给换了 扶下引灵丹 进入修炼状态 半个时辰后 杨彻感觉到体内潜藏的那五级 妖兽内丹制成的药液药力开始疯狂游走 体内像是有一座小火山 忽然爆发喷涌 庞大的药力 依旧令助击初期的杨彻 感受到了极为难忍的焚烧剧痛 杨彻必须修炼双丹田 双功法 却又无法同时 将两种功法都在体内运转 曾经为了求快 他试图将暗烟剑绝 和天雷精同时运转 结果却是在经脉中运行时相互冲突 差点令他遭到极为严重的反噬 尽管是双丹田助击 但杨彻只能一个一个修炼 居然可行 如此一来 杨彻原本郁闷的心情也消散不少 两个月后 杨彻仍旧在继续炼化吸收药液 一颗堪比结单初期的 五级妖兽内单制成的药液 其内灵气果然庞大无比 尽管被天蝎紫英制成药液 同时也特意中和了药性 但杨彻吸收起来 仍旧感到十分困难 一次不敢吸收太多 只能慢慢炼化吸收 两个月的吸收炼化 杨彻明显感觉到 修为在朝着助击中期飞速精进 且越来越近了 这一日 杨彻仍旧沉浸在修炼当中 忽然感应到 有人在攻击小逆乱四象镇 他立刻起身 来到小逆乱四象镇的隐形护照边缘 杨彻看到 阵法外有十几名蒙着脸的助击修士 在疯狂强行破阵 小三才幻影阵已经被破 三感灰色阵气不知所踪 这些人中 为首一人 是一助击中期修士 其余皆为助击出其 看到杨彻走出 惊喜若狂 杨彻目光淡漠 冷冷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然而这些人根本不说话 法术灵符疯狂落在阵法护照之上 剑依旧破不开此阵 那助击中期修士低骂一句 踏步上前 单手一扶 一头凶兽赫然出现 此兽拥有堪比 助击初期的实力 四尸四虎 低吼一声 一爪子抓在阵法光照上 阵法光照迅速凹陷 这尸虎兽似乎蕴含着 某种特殊力量 迅猛如风的脊爪子下去后 喷一声 小逆乱四项阵崩溃 其中一名助击初期修士 没有丝毫犹豫 手中长剑法力注入 一剑斩向杨彻 这一连串的攻击 发生得很快 杨彻在贺问之后 已马上出手 也不见他如何动作 百枚飞火针便已自动飞出 在他身前组成密不透风的针网 那长剑系在针网之上 再难寸净 随后 突然又有百刀飞火针 犹如屋顶粗细 各个眉心被穿透 身体软软倒地 气息全无 那狮虎凶兽同样被射穿了脑袋 死得不能再死 为剩下那名助击中期修士 似见鬼了一般 正在原地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见 杨彻快步向他走来 大量飞火针飞向着助击中期修士 将他死死困住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杨彻再次冷冷问道 这助击中期修士 忽然取出一枚玉解捏碎 同时身形晃动 想要挣扎逃离此地 然而 飞火针组成的 太旋影光阵神秘莫测 这修士根本无法冲出 见着修士不说话 杨彻眸光意冷 正准备杀掉此人 神势忽然一动 感应到有人来了 很快 房东老者 寻扩来到了此地 一见满院的修士失身 寻扩顿时 脸现亥然之色 再一看 还有一名助击修士被困 他望向杨彻的眼神 不由更加敬畏 前辈 这是发生了何事 寻扩小心翼翼地问道 寻扩 可认的这些人 杨彻淡莫道 容小老 先查一查 寻扩用袖子 擦了擦额头冷汗 赶紧上前揭开 这些死士的蒙面头巾 并在这些死士身上 仔细翻动一番后 脸色又是猛然一变 他有些为难地 看了一眼 那被困在诡异非真之阵中的 助击修士 欲言又止 怎么 莫不是 有什么难言之隐 杨彻查觉到了寻扩的异常 那被困阵中的助击中期 修士看向寻扩冷笑几声 充满了赤弱的傲慢 和蔑视 寻扩苍老额头之上 冷汗冒得更厉害了 他擦了又擦 身体都渐渐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脸上更是露出一副 比哭还要难看的愁容 寻扩 寻道友 杨彻加重了语气 声音中透着冷力 寻扩身体一抖 呼得一咬牙 指着那助击中期修士 颤声道 还请前辈杀了此人 小老定一一详细告知前辈 杨彻眸中金光一闪 冷冷道 你直说便是 寻扩无奈 面上浮现一丝死灰之色 颤抖着说道 前辈 你已被谋两个修仙大族 同时开出人头暗花 这双暗花之下 前辈 威矣 杨彻闻言 眸中陡然划过破人寒光 冷冷盯着那助击中期修士 说道 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是何人所派 又是如何发现我的 那助击中期修士 冷哼一声 仍不回答 杨彻不再说话 伸手猛然一切 这修士顿时发出七粒惨叫 他的一条腿 生生被杨彻齐根斩断 第111章 杀意 那助击中期修士 倒也是个狠人 惨叫之后 立刻吞下一粒丹药 坐地止血 再无任何声音发出 杨彻神色平静 冰冷的目光 又一到了老者寻扩身上 何为暗花 杨彻问道 寻扩再次擦了擦额头冷汗 拱手道 前辈 这暗花之势 若非小老儿 从小长在这江火城 就凭小老儿 这炼器五层修为 怕是根本无从得知 这专门接暗花的组织 据说几乎全是散修组成 但其中 也不乏有些大宗门 大家族弟子 为了赚取巨额零食 铤而走险加入 杨彻眉头猥琐 寻扩继续说道 若非生死大仇 且仇家行踪 飘忽或身份尊贵 一般是不会开出暗花的 前辈你被两个修仙大族 开出暗花 可见这两个修仙大族 都对你恨之入骨 但却又不敢光明正大 去找你报仇 寻扩说到这里 心中更是震惊莫名 面前这冷酷无情的青年 难道也是哪个宗门的 核心弟子 或者修仙家族的弟子 可他并未听说过 有杨氏修仙家族 寻扩猜测着杨彻身份 越来越倾向于 他是某个修仙大宗的 核心弟子 杨彻文言 当即便想到了 乌龙谷第一 附属修仙家族 柳家 这两个修仙大族之一 应该必有这柳家无疑了 只是另外一个 修仙家族是谁 杨彻却百思不得其解 寻扩 那你又是如何得知 是我被开了双暗花 杨彻眼底 闪过一丝微不可查的暗盲 寻扩四世早就 料到杨彻必有此疑问 赶紧重新走到这些死尸旁 指着他们说道 前辈请看 这些人都没有储物带 法器直接带在身上 然后前辈再看此人 他怀里 有两颗一模一样 非常特殊的骨头颗粒 寻扩说着 蹲下身 从这死尸怀里 举出两颗非常奇特的骨头 恭敬递给了杨彻 杨彻拿在手中神石一扫 发现这上面 还有静止阻挡了神石 似乎需要特殊的方法 神石才能穿透其中 仔细观察 这骨头是某种玉石所致 上面还刻有一个骷髅头 寻扩继续说道 玉制骨头 代表是修仙大族开出的暗花 骷髅头代表人头暗花 两颗同样的一模一样的骷髅骨头 代表是同一人 被开出了两道人头暗花 这些人毫无疑问太过贪婪 将两个暗花同时接下了 杨彻听到这儿 已经基本明白 这所谓的暗花是怎么一回事了 他看了一眼 那仍旧在疗伤的 助击中期修士 然后转向寻扩道 若神石穿透这骨头 想必就能获取 被开暗花之人的信息了吧 正是如此 但若不是接着暗花之人 神石一般是无法穿透的 寻扩恭敬道 杨彻想了想 为了确认这玉骨头中 是不是他的信息 便将这玉骨头 悄悄收进了空患魔石空间 而老者寻扩指当 是杨彻将其收入了 腰间的除物袋而已 杨彻神石控制这玉骨头 漂浮到那具灵级古血师面前 冷冷传音道 灭 将你神石侵入这玉骨头中 灭 是杨彻与这灵级古血师 连魂成功后 所知晓的这股血师的名字 古血师灭 早已没了之前的暴躁和凶力 听到杨彻传音 立刻散出神石 包裹了这玉骨头 杨彻凭借连魂 借助灭的神石 看清了玉骨头中 果然有自己的相貌等信息 神石退出魔石空间 那立玉骨头 也重新出现在掌心 他神色凝重 目中透出 无尽的冰冷沙意 就在这时 又有一群 助击修士来到了此地 那助击中年修士一看 立刻大声道 情报有误 快走 杨彻却是阴森一笑 断风掠影 瞬间施展 飞火针跟随缭绕 他冲入这群人中 犹如死神 不断将这些人的头颅斩下 有修士想逃 然而终究 快不过杨彻的鬼魅速度 很快 血腥遍地 仍旧只剩那断了腿的 助击中期修士 这时杨彻忽然转向 那早被吓得 心胆剧烈的老者寻阔 问道 寻阔 接了暗花的人 到底知不知道 是谁开的暗花 寻阔立刻颤声道 他们应该不知 但是他们上头的人 应该知晓 杨彻略一思索 开口道 也就是说 必须要找到这群人的组织老巢 就能查到是 谁开的暗花 对吧 寻阔立刻重重点了点头 杨彻起身 来到那助击中期 修士身边 冷冷道 看来刘你也没什么用了 说着他身后的非火真讯 即化为一条非真恶骄模样 咆哮着准备绞杀此人 等等 这助击中期修士 终于恐惧了 原本他以为捏碎欲捡 就会有劫单强者 快速赶来此地 却没想到时间 过去了很久不说 刚才来的一群人 甚至还不如他们 先前这一批人 我带你去找发暗花之人 是不是就能放过我 助击中期修士 已经没了一条腿 若是连命都没了 再硬气下去 只能是愚蠢了 最终能不能活命 就看你的表现 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杨彻眸光淡漠 助击中期修士 挣扎了一番 这才似是下定了决心 说道 希望你说话算话 随我来 断腿修士上了飞剑 杨彻则收了 地上的尸体和法器 跟着断腿修士 飞到了城内一处 十分偏僻之地 正要继续往前走 杨彻却是冷笑一声 停在了半空 道友 就快到了 助击中期修士 见杨彻竟然不走了 心下有些焦急起来 就在此处 把你说的那人叫出来 我只等半炙香的时间 过时我就只能将你斩杀 杨彻细血地看着眼前 这助击中期修士 眼神冰冷无情 这修士心中一跳 却是心下暗痕 没能将杨彻引入圈套 他十分不甘心地 再次动用一枚传音御剑 随后静静等在此处 莫过多久 一名助击后期修士 带着十几名助击初期修士 从某处偏僻落灰的房屋 飞了过来 这些人全都蒙着脸 各个手上攥着法器 你就是领头人 杨彻朝那助击后期修士问道 众修一看 杨彻只有炼器十二层修为 顿时感到大祸不减 咦 此人不是那被开了双暗花之人吗 人群中忽有修士说道 什么 他居然还没死 还找到这儿来了 众修惊讶过后 便看到那一脸苦涩之像 只剩下了一条腿的 助击中期修士 这助击中期修士 立刻大喝道 快去叫贾前辈来 不然我们全都得死在这儿 众修一愣 看到助击中期修士 那一脸的惶恐之色 皆是一头雾水 区区一个炼器十二层之修 有什么好怕的 那助击后期修士 沉着地从人群里走出 随后 面向那断腿助击中期修士 冷冷问道 王三 到底发生了何事 杨彻早就不想再浪费唇舌 杀意弥漫 非火针即刻射出 瞬间便射杀数个助击出气 突如其来的一幕 立刻使得这些修士 纷纷骇然退后 第112章 碧玉小刀 与此同时 其余修士 纷纷释放出颜色各异的法术 与灵符形成了防御光照 尤其那名助击后期修士 杨彻知道这些人已经有所防备 想要再次紧凭非火针袭杀 也没那么容易了 他眼中狠色一闪 剩余所有非火针 突然全部集中一处 直接将那原本就已被 百多枚非火针困住的断腿助击中期 修士王三就地斩杀 随后杨彻在此修身上 找到了那三感灰色阵旗 杀了他 那助击后期修士惊饿过后 立刻大喝一声 率先驱使小童中朝阳 撤头顶飞去 其余修士也接连打出法术 火抛出灵符 纷纷朝杨彻身上攻击 杨彻身体四周 早已出现一层暗色雷云 他眸光冰冷 但莫瞟了一眼 这些助击初期之修 将目光重点放在了 那名助击后期修士身上 这时小童中迅 急易闪飞到了他头顶 接着猛然长大 骑上黄芒大放 嗡一声大响 狠狠当头照下 杨彻耳膜微刺痛 断风掠影 瞬间施展 当一声 童中扣在地面 剧烈震动 四周房屋纷纷倒塌 杨彻掠出数丈之远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他心中判断着 童中英是顶阶法器中的精品 甚至童身炼制时 还有可能加入了不知名材质 使其尽管只有顶阶法器级别 但威力着实远超一般顶阶法器 那助击后期修士见 童中一击位中 沿路一丝可惜之色 立刻驱使童中飞回 悬于他自身头顶 这时 杨彻发现有两名助击初期修士 竟趁机想要从他背后偷袭 冷哼一声 他直接凝出闪链雷枪并一分为二 反手便贯穿了这两名助击初期修士的头颅 直到这时 这群修士才真正意识到杨彻的可怕 一个仅有练弃器器十二层顶峰的修士 竟能顺杀助击初期 还能与助击后期相抗而不落下风 这不得不让他们内心产生惊骇的同时 开始怀疑此人隐藏了修为 有五名助击初期修士已萌生退役 悄悄向后退去 踩上飞行法器便想立刻逃离 杨彻眸中冷光一闪 既已来此 他便已打定主意 要杀他的片甲不留 以绝后患 所以怎可能让这些人逃走 踩上顿星缩 流光一闪 360枚飞火针分化为五祖 五柄流光尖锥 速度被催生到极致 一闪之下 就洞穿了这五个助击初期修士的眉心 真是修为已经接近助击中期的他 对付助击初期完全就是顺杀 剩下的几名助击初期修士这时 已经完全被吓破了胆 知晓眼前 这冷酷至极的青年 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敌 不过 能修炼到助击期 自然也非寻常之辈 尽管心里异常恐惧 但还是第一时间 想到他们 这一方 还有着一名助击后期修士 于是 几人纷纷躲向那名助击后期 修士身后 其中有一名初期修士 更是快速捏破手中 一枚传音欲剑 杨彻见此 决定速战速决 此地打斗的波动 不同于在租住小院 声势已然较大 怕是很快就会引来 其他修士的注意 心念闪动间 他取出了 从那柳寒烟手里 获得的那飞剑福宝 法力注入 几乎一息之间 便已催动此福宝 杨彻心中一喜 进入助击期 有了心神凝炼之术 果然不一样 这福宝他 已然可以做到 瞬间催动 没有任何犹豫 驱动福宝飞剑 驯若闪电 展向了面前这些修士 那助击后期 修士一件杨彻洞 用了福宝 脸色早就一变 那巨大铜钟 轰然照下 将他与几名助击初期 修士保护了起来 但有一名 稍微离得远了些的修士 却到了大霉 也不知是那助击后期修士 故意为之 还是真是铜钟 所护范围有限 将此名修士 给录在了外面 杨彻的福宝飞剑 一眨眼间 便斩下此人头颅 接着猛然刺在了 那黄光大放的铜钟之上 他巨大铜钟顶部一个小孔 陡然击视而出 直斩杨彻 杨彻神色一宁 立刻取出一张 终极出阶的防御灵符 悬甲符 快速往身上一拍 一阵白芒大放 他提表寸许楚 立刻形成一层 厚厚的白色铠甲 碧绿小刀 斩在杨彻身前的雷云之上 暗色雷云 马上震荡起来 不消多时 雷云破碎 碧绿小刀 其上绿芒暗淡一分 继续斩在了杨彻的白色铠甲之上 而另一边 杨彻驱使的飞剑 也已经刺入铜钟黄光 形成了一个 奸起的向内凸起 看样子 若在有雄厚法力支撑 在时间消磨之下 定能将这铜钟刺穿 双方竟一下子形成了僵持 变成了法力消耗比拼 如此一来 那铜钟内的助击后期 修饰不由微松一口气 眼底更有一丝 傲然闪过 比拼法力消耗 他自然不拒 且稳站上风 然而下一刻 他就瞳孔一缩 心下惊骇莫名 那几个助击初期修饰 更是一脸死灰 心头生起绝望 只见杨彻身前 竟又浮现出一枚福宝 山海硬福宝 此福宝 直接来到铜钟上方 画出一尊房屋大小的巨大金印 散发着惊人气息 倒到金霞落下 将铜钟笼罩其内 道友 老夫认输 有事好说 切莫动手 那助击后期 修饰眼见生死关头 立刻求饶 杨彻淡默问道 那你可知 是哪两个修仙家族 开出暗花 要取我人头 那助击后期修饰文言 眼中紧紧挣扎了一瞬 便立刻说道 是江火城江家 和乌龙谷柳家 与生死相比 某些规矩自然 便不再那么重要了 哄 那助击后期修饰话音刚落 巨大金印便轰然砸下 黄芒铜钟 仅仅支撑了片刻 便被砸破 其内几个修饰 直接被砸成肉泥 仅剩一个破破烂烂 被砸扁的铜钟 光芒暗淡地 留在了大坑之中 杨彻迅速收回 飞剑福宝和山海鹰福宝 连同那助击后期修饰的 碧绿小刀福宝 还有破烂铜钟 也一并快速 收进了空患魔石空间 只是可惜了那张 终极中阶灵符 随着那助击后期修饰 变为肉泥 这灵符也未能幸免 江火城江家 杨彻喃喃自语 心头没来由地 升起一丝极为不妙之弹 他神色阴沉 略意沉吟 便踏上顿心缩 急速朝城门口飞去 哼 想跑 既然自投罗网 来到我江火城 不将你八匹抽筋练魂 骑对得起 我江家开出的暗花 无比苍老的声音 鬼魅般响起 一道顿光 急急朝杨彻追来 结单修饰 杨彻心下一沉 一块中品灵石 出现在手 疯狂补充法力的同时 顿心缩的速度 再次加快 传 控制大阵的江家族人 开启禁非禁止 苍老的声音 迅速传音过后 眼中露出讥讽的冷芒 继续顿光朝杨彻追击而来 第113章 射都还不死 杨彻将顿心缩速度 几乎提升到极限 他来不及细想 为何江火城江家 会对他开出暗花 要取他人头 此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必须在这杰丹七修士 追上他以前 全力逃出江火城 眼看城门越来越近 忽然 没有任何征兆的 脚下顿心缩 一下子向地面猛然坠落 杨彻心下陡然一沉 知道江火城 已经开启禁非禁止 迅速将顿心缩收起 施展御风绝 脚上流光微微一闪 继续朝城门口冲去 数百丈 百丈 五十丈 越来越近 城门口已有数名 驻基七修士 严阵以待 他们已接到命令 接高举双手涌出法力 再全力维持 加固大阵光照 十丈 嗡的一声 天地陡然色变 朝一边急急一跃 坑 一团冰蓝色光雾 沉闷爆开 灵气炸开的范围 比想象中还要庞大 纵然他已经施展断风掠影 加上闪云靴的急速加持 却依旧被波及 周身雷云几乎寝刻间 就被消融殆尽 同时 一股无比诡异的冰寒 瞬间冻住了他的一条腿 好在九星雷燕及时涌出 将这冰寒瓦解消融 咦 居然躲过了 一道顿光而至 停下后 一名手持浮沉 须发皆长的青瘦老者 已飘落地面 杨彻 真是没想到 你竟然赶来我江火长 老夫还真是有点佩服你的胆怯 不过既然来了 那就死吧 青瘦老者一甩浮沉 其身后上方迅速出现一面 巨大冰蓝色圆形光幕 随着老者手掐硬绝 向杨彻陡然一指 从那光幕之中 顿时射出无数根长长幽蓝冰锥 如万根离弦之箭 呼啸着朝杨彻身上击刺而来 杨彻被一股诡异冰寒气息死死锁住 身体犹如万云般沉重 一时间难以移动 在意识到不能移动的一瞬间 他立刻向摩世空间中的骨血失传音 一股庞大神石 顷刻间落在杨彻身上 瞬间将那股锁住 他的诡异冰寒气息瓦解 同时 三百六十枚飞火针 早已蓄势待发 在那无数根冰锥 即将刺中他的一刻 如流水般在他身前汇聚 组成奇异针网 砰一声 针网坚持了两膝 便被一根接一根的强大冰锥刺穿 随之崩散开来 树根幽兰冰锥 更是直接落在杨彻身上 杨彻倒飞而出 直接将后石城墙砸出一个大洞 继而重重撞在护城大阵的光罩上 可 他勉强控制住身形 落地后单手撑地 嘴角流出鲜血 与杰丹七修士的差距实在太大 不动用底牌 根本没有任何剩机 但杨彻心底十分清楚 一旦动用底牌 不止连青剑宗再也回不去 还会被所有修仙宗门围杀 不到绝命时刻 绝不能动用 极短时间内 他脑中闪过无数念头 最终 他猛然转身 取出剑四 一剑刺在护城大阵光罩上 只要能像前些十日那几具 将棘古血石那般 将这大阵光罩弄出一个窟窿 他就能逃出去 剑四 青剑宗 阵风谷先剑之一 虽只是残剑 但威力惊人 仅仅一剑 护城大阵就差点被刺穿 正准备刺出第二剑 然而那杰丹老者 又怎会给他机会 无数带着咔嚓之声的兵剑 再次朝他后背刺来 杨彻按道一声可惜 若自己修为再高一些 刚才一剑绝对已经刺穿了 这大阵光罩 此时 他只得狠狠挥动剑四 朝身后一盏 剑光划过 那些兵剑硬生而断 杨彻依靠断风掠影和闪云靴 堪堪躲过余波攻击 那轻受老者 看到杨彻手中之剑 脸色不由为之一变 他急速暗思寸道 死子竟然拔下了 清剑宗一柄 阵风古剑 如此 更不能让这杨彻回到清剑宗 否则 我将火城 即使不惧清剑宗 也必将惹下 一个当时大敌 在看到杨彻手中古剑之后 亲受老者灭杀杨彻的念头 愈发强烈 只要杨彻死 再将火城 他将家 就有把握掩饰住一切 老者的所有念头 同样在电光石火之间 当杨彻再度挥剑 想斩向大阵光照时 这老者 就已经吐出本命法宝 劫丹七修士 最强的攻击 便是蕴养在丹田中的 本命法宝攻击 眸光一尘 杨彻看到这老者吐出的法宝 居然是一块蓝色的 椭圆形石头 此时冰寒无比 冒着丝丝轻气 在老者驱使之下 越变越大 同时发出一圈 又一圈椭圆形冰寒光环 环四周 带着利刃 朝他急速切割而来 这些光环的速度 快到简直不可思议 几乎一眨眼 就到了杨彻境前 好在他提前 重组了飞火针亡 不过仅仅接触了第一下 就直接崩散开来 怪异的冰环 立刻撞在了杨彻 再度施下的雷云之上 这一次 他是毫无保留使用了 融合古神力 与法力的所有新力量 施展出的雷云术 吃一声 刺耳切割声响起 雷云 仅仅挡住了一息 便崩裂开来 也就是这一息 杨彻已经转身 又一剑斩在了 大阵护罩先前的位置上 雷云彻底崩碎 冰环一道 接一道打在杨彻身上 杰丹修士的本命法宝威力 实在强大 杨彻的身体 瞬间出现无数裂纹 如珠网一般遍布全身 若非有九星雷焰帮助护体 他的身体铁定被打碎 与此同时 剑四也又一次斩在了 大阵护罩之上 再有一剑 这光罩必能被刺穿 杨彻肉身损伤非常严重 胡乱吞下一把养元丹后 没有任何迟疑 又举起了手中剑刺 吃 一声轻响 大阵护罩终于被刺穿 出现一个小窟窿 与此同时 杨彻也被狠狠击中 但他眸中狠色一闪 在被身后冰环 狠狠击中之时 直接戒力 喷出一大口鲜血 撞上大阵光罩小窟窿 重重摔在了城外地面上 杨彻感觉 全身骨头 以尽数锻炼 若非修炼天地混沌绝 和九星雷焰的双重保护 他根本抗不下 这诡异兵环的攻击 这都还不死 那青兽老者目中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不过 见杨彻趴在地上 似乎处于半死状态 尽管他心中早已震惊无比 但杀意越发浓烈起来 哼 再是天纵奇才 你也必死在这儿 追出阵外 老者浮沉一甩 无数兵剑瞬间 及此杨彻后背 第114章 决定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青兽老者 更是在甩出兵剑后 再次祭出青石法宝 是要将杨彻灭杀在此 然而下一刻 这老者瞳孔猛的一缩 似是看到了 无比难以置信的诡异之事 脸上浮现出 无法名状的震惊与恶然 他释放的那些兵剑 在即将刺中杨彻之时 杨彻竟忽然诡异地消失不见 就那样凭空消失 毫无征兆 顺仪 怎么可能 青兽老者愕然过后 却是心下涌上一抹 无法抑制的喜色 此子身上竟然有能顺移的法宝 老者眼中闪现一丝 火热与隐晦的贪婪 随后 他神石彻底散开 很快便模糊 感应到了杨彻的方位 然而 当他正准备顿光追去 下一刻 这模糊感应 竟完全消失掉了 青兽老者 不甘心地驾顿光 迅速追至刚才模糊 感应到的地方 再次散开神石 仔细搜索了 一遍又一遍 却最终一无所获 老者冷哼一声 驻足良久 最终带着不甘 信心离开此处 这是城外 一片荒野 有风拂过 地上野草 速速摇动 过了没多久 那青兽老者 进去而复返 他神石再度散出 一遍又一遍 却仍旧一无所获 这时 四周忽有诡异低吼传来 青兽老者 不由神色一变 立刻顿光远去 不一会儿 树枝不尽的骨血狮 成群结队 浩浩荡荡 出现在这片荒野 古血狮对鲜血 最为敏感 他们似乎嗅到了 此处有着 充满诱惑力的甘美血液 不知过了多久 荒野旁边一处 十分不起眼的 泥泞沼泽之地 诡异出现一阵蠕动 紧接着 蠕动的泥泞 陡然鼓起 一道浑身 隐隐被火焰包围的人影 从泥泞中钻出 翻滚几圈后 趴附在旁边荒草地上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此人正是在最后关头 利用闪云靴 发动了一次瞬移 然后施展 可以避开神石的逆袭术 被九星雷焰拖入 泥泞沼泽中 躲藏的杨彻 杨彻浑身骨头禁断 全凭九星雷焰 再勉强拖咽 四周的古血狮 看见杨彻 立刻兴奋地 朝他涌了过来 就在这时 又有一声 诡异低吼发出 听到这声音 正兴奋向杨彻 接近的古血狮群 忽然停顿住了 血狮群缓缓分开 一个高大精壮的青年 神色阴冷地走了出来 他身后 赫然跟着一具 白发将棘古血狮 周围树枝不尽的 兵棘古血狮 看到白发将棘古血狮 立刻露出畏惧之色 纷纷后退 唯有十几具同样 为将棘的古血狮 则冷冷地观望着 未有所动 青年目光 落在杨彻身上 便得有所缓和 杨彻似有感应 艰难扭头看去 发现近世那日 在江火城遇到的刘松 曾经的马车五少年之一 杨彻 尽管刘松认出了杨彻 但还是试探性地 发出了询问 杨彻艰难挤出一丝笑意 忽然莫名说道 刘松 老子偷偷给你捡了 重量的石锹 可还好用 一句让周围所有 将棘古血狮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话 却令刘松略 有些绷紧的神色 一下子舒缓了不少 越狱后 江国南部屏障 坟燕山脉之中 一座环形山谷内 有一红碧绿翠湖 湖边一块方形大青石上 两个青年 正一左一右 盘坐齐上 这两青年 正是伤势 才恢复的杨彻 与白发 将棘古血狮主人刘松 看着天上那幽幽白云 杨彻忽然心生 无限感慨 不知自己 一直心向往之的悠然长生 到底能不能实现 又何时才能实现 他非常喜欢 这种无拘无束 悠然自得的清闲 然而一想到岳彻之前 自己差点死在江火城 杨彻眼里 便立刻生出无尽冷意 这跃余来 他一边养伤 一边仔细回忆 自己接触过的 所有将性修士 毫无疑问 他想起了自己灭杀过的 那清剑宗八封准弟子江无 除了江无 杨彻想不到任何江火城 要灭杀他的理由 但那江无明明 是清剑宗第八封准弟子 怎么又会和江火城扯上关系 杨彻可是十分清楚 江火城离清剑宗 可并不算近 反而可以说有点遥远 若江无是江火城 江家重要族人 为何又会成为清剑宗弟子 还有 经过无数次的仔细回忆 那日灭杀江无的所有细节 最终杨彻可以肯定 绝不可能有人知道 是他杀了江无 但若江无 真是江火城江家族人 从这江火城的反应来看 多半已经确定 就是他杨彻杀了江无 杨彻想得有些头疼 他实在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若有解释 杨彻唯一能想到的 便是这江无身上 肯定被江家使用了什么秘书 他在灭杀江无之时 就已经被江火城江氏族人 感知到了 他听过这种秘书 但想要施展此类秘书 至少也要有原因期修为才行 若真是如此的话 这江无在江火城 江家族人中的地位 可并不简单啊 正想得头疼 旁边的刘松忽然开口道 杨彻 原本我以为我们几个 孟然这家伙的修炼天赋 已经够变态了 却没想到 论实力 你居然比孟然还要猛啊 听到这话 杨彻也不由来了些兴趣 你有孟然和胡来他们的消息 刘松道 嗯 当初从新山矿逃出之后 我就一直躲在深山中 后来新山矿暴动 我刚好看到孟然和胡来 两人也逃出来了 于是 我们三人结伴游历 侥幸遇到一个寿员 将近的散修 这散修无意中发现 我们三人竟都有仙根 散修老头说 这种几率他一辈子没遇到过 于是就说我们三人为弟子 各传了一部修仙功法给我们 原来如此 杨彻恍然 随后又问道 那现在 他们两人呢 刘松唏嘘地 叹了一口气道 走散了 后来 散修老头仇家找来 老头护着我们几个 分开逃走 在那之后 我就再没见过他们了 听到这里 杨彻不由又想起了 曾经在那马车上 数日的少时快乐时光 杨彻 你知道吗 我们三个后来经常聊天 都认为当年去新山矿路上 在马车上那几天 是我们这辈子 最快乐的时光 杨彻闻言不由 惊讶了一下 说道 不错 胡来 一路给我们讲故事和笑话 我们都带着赚取银子的 美好憧憬 那几天 赵明那狗日的 也没提前露出真面目 还管吃管喝 那几天 还真是无忧无虑 说完 两人相视一笑 数日后 杨彻离开了此地 而对于古血狮之事 刘松也隐隐和杨彻 透露了一些想法 而围住江火城的 这些古血狮 杨彻判断 很有可能是之后醒来的 应该没见过他 否则 至少这些将棘 古血狮肯定 已经攻击他了 杨彻思前想后 做了一个决定 回清建宗 他准备好好 暗地调查一下这江吴 确定他是否就是 江火城江家之人 又到底是如何 成为清建宗弟子的 或许理清这其中关系 报仇才会更有意思 至于天邪子英 需要的九彩火莲 也只有等他 彻底进阶驻击中期后 才能施展他留下的 专门寻找 吉阳之地的秘法 第115章 不一样的周清若 杨彻专挑无人偏僻之徒 一路披星待月 往清建宗赶回 途中 他还是数次遇到 大批古血狮 见到生灵 就直接屠杀 稀释其险 这些古血狮 一直成群结队 几乎极少落单 天邪子英曾说过 除兵及古血狮外 将几及以上级别的古血狮 都极难彻底毁灭 但凡他们 还有一丝惊魂之血 即使被杀死 都能借机吸收 大量鲜血后 再度复活 不过 他们肉身 虽极其强硬 但头颅和四肢连接 处却相对薄弱 可以设法 先斩断他们的头颅 及四肢 等实力强大后 再尝试继续毁灭 甚至炼化他们 古血狮的出现 令江国修仙界 一片绸云惨雾 这还是他误打误撞 将他们提前惊醒 否则等 这些古血狮吸垢 鲜血自然苏醒 那江国修仙界 将更难以应对 杨彻回到清建宗 直接飞到了 剑四封正殿大门前 这两年你都经历了什么 张老祖似是对杨彻的经历 颇感兴趣 一见面 就问起这两年杨彻的行踪来 杨彻略意思量 除了有关天邪子鹰 与江火城双暗花之时 他几乎事无巨细 毫无保留 将他从当初 进入封国境内遭遇魔道 袭击开始说起 不过杨彻 并未提及自己 进入过地穴血关之地 只说看到过 从那一次上古镜之中 出现了不少古血尸 张老祖听完 神色无比凝重 随我来 张老祖一拂袖 杨彻便绝眼前一花 随后发现 被老祖带到了 另外一处不知名大殿 张老祖也不说话 杨彻便只能陪他一起干等着 不过默等一会儿 这大殿内 就陆续走入六名修士 两名女修 四名男修 皆年岁较大 这其中有几名老人杨彻 在当初见四封广场 接受挑战时 已经见过 有一位白发老玉 进入大殿后 特地仔细在杨彻身上打量 眼里有着 一丝令人捉摸不透的古怪之意 杨彻记得这白发老玉 是七封封主田真君老祖 见过田老祖 见过各位老祖 杨彻身为晚辈 自然恭敬 向这些原因期 修士纸晚辈之理 张师哥 这么好的苗子 怎大会助击呢 白发老玉 田真君忽然看向张老祖 面上带笑 但声音有些沙哑地问道 田真君这一问 另外一名看上去 只是中年富人模样的女修 也跟着笑道 是啊 张师哥 早就听说 你四封收了一个 天纵奇才的大弟子 今日一见 没想到 还是练弃十二层巅峰 这不应该啊 这女修画里的语气 颇有些令人玩味之意 张老祖轻哼一声道 今日叫大家来 并不是讨论 我这四封大弟子的 而是我这四封大弟子 带回来一个 非常重要的消息 也不等其他人说话 张老祖立刻 将那处将敌 有一次上股禁止之事 说了出来 张师兄 此事甚大 可容不得半点虚假 你这四封首席弟子 仅仅练弃弃弃修为 又是如何得知那将敌 有一次上股禁止呢 杨彻注意到 这说话的老者光头无发 但胡子却很长 张老祖神色冷峻道 其实弟 我这弟子如何得知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 必须马上去确认之后 若真有此禁止存在 我们当务之急 是破除禁止 看看这些古血师 是不是真是从那里出来的 若是 那我这四封大弟子 可对我们这片修仙域 十几个国度 都有着莫大功劳 众老祖文言 脸上都是一片凝重之色 杨彻 你把那地方的位置 刻在预检上 一会儿我们这些老家伙 过去查看 你就回红蓝湖吧 张老祖说完 直接甩给杨彻一个 空白预检 杨彻神识和法力 双双涌入空白预检 开始在其上刻画 那大疆位置所在 刻好预检 杨彻将其递给张老祖后 张老祖忽然又抛给他一枚 金色预检 故作神秘地说道 你回红蓝湖后 就好好照我这预检中 所说之法 闭关冲击注击 祝鸡丹 我已放在你房间 道师给这珠峰瞧瞧 我四峰大弟子 是何等样的变异 雷仙跟天才 张老祖话音一落 七峰老祖田真君 和那中年妇人模样的女修 皆不由善善一笑 众老祖在张老祖带领之下 离开清剑宗 飞往那大疆去了 杨彻出了这大殿 神石一扫 发现这大殿 是剑一封所在 认清方向 他朝见四峰迅速飞去 不过没飞出多远 忽见一锦衣女子迎面来 杨彻认出 竟是当初七峰准弟子 那锦衣少女周清若 不过 周清若明显成熟了些 且已助击成功 成了一名助击妻修士 杨彻对此女印象并不算好 是已并不准备理会她 正准备绕道而行 周清若却忽然咬了咬唇 叫住了杨彻 杨师兄 你 你回来了 嗯 杨彻顿住身形 点了点头后 正准备继续飞向剑四峰 周清若却忽然小声道 那个 田老祖有没有对张老祖 说些什么 杨彻闻言 脸现疑惑之色 随后不解地摇了摇头 哦 周清若似乎有些失落的样子 杨师兄 你这次回来 要小心一些 现在宗内不少弟子 可能对你有些敌意 杨彻闻言一正 疑惑道 我也正有些纳闷 不知这是何故 于是周清若急忙 便对杨彻说了缘由 午缠 杨彻弄明白了原因 也是有些无语 周师妹谢了 没事我就回剑四峰了 杨彻说完 顿心缩顿时 化为一道流光 朝着剑四峰方向 消失无影 周清若看着杨彻 消失的方向 眸光颇有些复杂 周师妹 就在这时 一个青年筑机中期修士 朝周清若飞了过来 周师妹 这半年来 为何一直总躲着我呢 这青年赫然正是 六峰四席弟子徐海靖 第116章 筑机中期 周清若朝徐海靖湿了一里 只是淡淡一笑 便称有事 朝戚风飞去 徐海靖盯着周清若那 越发丰满的腰臀 暗暗吞了吞口水 周清若自打挑战 杨彻失败 便一直闭关不出 直到半年多前 筑机成功 这才出关 出关后的周清若 几乎令很多弟子大感惊讶 他没了之前的骄横与傲慢 甚至见到不少普通弟子 也都非常和善 当徐海靖找到周清若 发现他已筑机 立刻提出 之前两人商量过的 结为道理一事 谁知周清若竟委婉拒绝了 他称自己之前考虑不周 让徐海靖师兄见谅 徐海靖见周清若驻机后 不仅变得知性温婉 身材更是令人垂涎 于是 想要与周清若结为道理的念头 越发强烈 只是周清若偏偏躲着他 越来越与他生疏 这让徐海靖极为恼怒 徐海靖踩在飞行法器上 想了想 心里打定主意 决定去七峰找云师姐帮帮忙 来到七峰 徐海靖见到了七峰三席弟子 美艳大龄女子 主计中期的云宁 云宁听了徐海靖来意后 脸上不由泛起难色 徐师弟 这事可难办啊 你可能不知道 我七峰老祖 已准备向四峰老祖挑明 要撮合我那小师妹 与四峰大弟子杨彻 结为道理 你恐怕是没什么机会了 什么 徐海靖闻言 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有些不敢相信 又是杨彻 徐海靖一想起 上次与杨彻的赌约失败后 被大师兄继鸣非惩罚时 所承受的非人折磨 便不由浑身一颤 随后目中泛起一丝阴毒 杨彻自然不知道这一切 他回到红蓝秘境后 第一时间便用灵泉之水 将通幽药源浇灌了个通透 随后他看着 那已经完成了大半进阶的灵土 心里连日来的压抑 终于得到了些释放 灵眼之树 在长到一人多高时 便渐渐停止了生长似的 无论杨彻用何方法 这灵眼之树生长速度 都变得越来越缓慢 不过 整个空患魔石空间中的灵气 却是隐隐的 似乎一天比一天好了 尤其整个通幽药源 灵气越来越充盈 而九叶末阳果 暂时变成了赤火蜻蜓的食物 由于其根精不死 就能一次又一次重新开花结果 这也使得赤火蜻蜓的进化 远远超出了杨彻的预料 除了魔石空间 他来到灵眼之全旁 自己居住的房间 发现房中桌上 真的有一个檀木锦盒 打开一看 里面确实有一粒丹药 不过并不是助击丹 杨彻仔细辨认后 立刻认出 这竟是一颗对助击修饰 有增进修为作用的核弃丹 似是想到了什么 他立刻取出张老祖之前 给他的那枚金色玉碱 神石瞬间涌入仔细查看 这 杨彻正住 这玉碱中 居然也有教他 如何开辟出第二丹田 然后再助击之法 不止如此 张老祖还在这预检中告诉了他 双丹田注击成功后 如何结丹的方法 杨彻心底 涌上巨大的喜悦 完全震惊住了 就连天写紫音 都十分苦恼他的结丹 却没想到这张老祖 居然已经有了方法 不过 杨彻查看完后面的内容后 渐渐又冷静了下来 虽然结丹有了方法 但想要成功 却仍旧是极难 一张老祖此法 要想解决双丹田结丹时的五行相克 必须借助一种逆天丹药 这个预检上的内容 烙印在脑海中之后 杨彻立刻捏碎了此预检 这也是张老祖特意交代 待记住这些内容后 务必第一时间销毁预检 看样子 老祖多半已经知道我助击成功了 杨彻无奈笑了笑 随后立刻进入修炼状态 其实他本不用这颗和气丹 只要继续炼化 吸收那五级妖兽内丹制成的药液力量 再有半年时间 他就能彻底进入助击中期 不过有了这颗和气丹后 杨彻完全有信心 由于他修炼了隐秘修为的古神之术 神隐术 是以可以轻松控制自己 显露为炼气十二层顶峰 或者助击初期的修为 想到天邪子英曾说过 若是有人怀疑他助击成功 可以直接灭杀之 但杨彻明白 在清剑宗根本不可能做到 不过 若有人知道他是变异双先根 且助击成功 那他必会想办法将其灭杀 所以最后思量许久 老祖老头的暗示 终究还是占了上风 杨彻决定在清剑宗内 就将自己的修为 显露为助击初期 他相信 老祖老头 既然敢让他显露助击成功 那想必肯定是 有他自己的考量 决定好之后 杨彻静莫名 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不过老头那预见 也不是白给的 老头要他助击成功后 必须重新将剑四丰的炼丹房 炼气房 还有药园子等 全部重新弄起来 甚至还允许 他直接招收准弟子 清剑宗有宗规 九丰正是弟子席位九个 准弟子席位 同样也是九个 显然 要将见四丰这些重振 他一个人 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在这之前 杨彻肯定没忘记 要暗中仔细调查 关于江吴的一切 算起来 江吴被他杀死 已经过去 差不多四年时间 这要调查起来 还着实有些难度 不过杨彻 很快便想到了一个人 仔细思量一番 杨彻有了主意 甚至根本不用案里调查 直接就可以光明正大 查查江吴的信息 杨彻出了红蓝秘境 立刻踩上钝心缩 来到了第九峰 杨彻的到来 另半个第九峰 都沸腾了起来 尤其当发现杨彻 已成功驻击后 第九峰有些胆子大的 准弟子女修 直接向杨彻按送丘波 表明爱慕之心 杨彻自然选择了无视 直接找到了 魏宇航师兄 英军大胖子 魏宇航听到杨彻 问起了江吴 脸上不由露出古怪之色 不过 他先暂且不提江吴 而是反而说起了 如今宗门 有不少人 对杨彻怀有敌意之事 杨彻道 我知道 那修罗国魔道 和欢宗魔头武禅 与我有些私怨 由此导致 许多宗门弟子 被武禅斩杀在了 那封国境内 不过 树师弟说句实话 难道我与这武禅 没有私怨 他就不会斩杀我 宗弟子了吗 魏宇航一致 觉得杨彻说的 也颇有道理 不过杨师弟 看样子这武禅 对你恨之入骨 你以后 遇到他可要加倍小心才是 江吴去了哪里 当年 他对我可是百般刁难 如今我已筑击成功 自然要找他出一口恶气 杨彻将话题 转到了江吴身上 魏宇航摇了摇头道 江吴失踪有三四年了 也有不少同门说他死了 所以江吴在哪 我也无从得知啊 说到这儿 魏宇航忽然眸光微宁 低沉道 不过杨师弟 倒是可以去巴风 找简离师妹问问 江吴的事 他知道的可不少 乍然听魏宇航提到简离 杨彻顿时眼睛一亮 第117章 偷听 杨彻从第九封出来 天色已暗 略意思索 杨彻还是朝第八风飞去 刚进入第八风范围 杨彻忽然感应到体内九星雷燕镜 又似蠢蠢欲动起来 这让杨彻吃了一惊后 赶紧跟九星雷燕沟通道 雷燕 你莫不是又对简八起了什么心思 九星雷燕原本懒洋洋的状态 立刻变得腾涌起来 四带着几分莫名的狂热和兴奋 杨彻吓了一跳 赶紧说道 你这心思可打住 这剑八跟剑四可不一样 剑四 好歹是咱剑四风的阵风古剑 老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可这剑八 要是也拐走了 剑八风老祖绝对会扒了我们的皮 然而 杨彻化刚落音 九星雷燕镜变得有些暴躁起来 强行拖着杨彻 就向剑八风的风顶飞去 杨彻不由冷哼一声 先是赶紧施展逆袭树在身 躲避神石查探 随后体内古神力与法力融合的新力量 瞬间朝九星雷燕压制过去 九星雷燕不由更为暴躁起来 疯狂抵抗 于是怪异的一幕出现 杨彻在空中歪扭着身体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不知不觉近来到剑八风背影处 离顶峰不太远的一处偏僻树林内 也就在此时 杨彻终于堪堪将九星雷燕给压制住 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 有风拂过树林 发出沙沙摇动声 杨彻正准备离去 却忽然听到密林深处 似有隐隐约约的娇喘之声传来 这让血气方刚的杨彻 顿觉有意思起来 他索性跃上一株大树 神石小心翼翼散出 毫不害骚蝶偷听起来 师妹 平常看你一本正经 没想到 你还是个外冷媚热的妙人呢 一个有些粗犷的男子声音 断断续续 很快一个带着喘息的女子声音 响了起来 师兄 可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呢 师妹放心便是 师兄向来一言九鼎 男子调笑几声 紧接着不再说话 不可描述的声音 越发大了起来 不一会儿 所有的声息平歇 杨彻正准备悄悄溜走 然而下一刻 脚步却为之一顿 师妹 听说你今天又去求 简离师姐了 男子的声音 似有些不悦之意流露 那女子很快说道 嗯 简离师姐手上 还有一粒助击单 她已经助击成功 自然不再需要了 而我却已经服了两次助击单 却都没能助击成功 我不甘心啊师兄 所以 我想求简离师姐 将她手上那粒助击单卖给我 师妹 这简离师姐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可是出了名的脸才狂魔 何苦要去求她呢 哎 这简离师姐 确实对零食过于痴迷了些 她出价太高 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零食 师妹 可还记得那位姜无师弟吗 姜无 怎么不记得 成天跟在简离师姐身后 那个眼高于顶的人呗 对 就是她 这位师弟被简离师姐忽悠了很多零食 到现在这位师弟连人都找不到了 好多同门私下都在说 姜无师弟很可能死在了她的床上 嘘 师兄 可不敢胡说 我哪有胡说 那姜无师弟是南部某个修仙大家族送过来的 身份可不一般 身上零食多得用不完 最后全被这简离师姐给忽悠去了 师兄 无凭无据 我们还是不要 师妹 好像有人来了 快走 那男子忽然焦急地说道 这时杨彻神石感应到从半空中忽然急速 飞来一道全身 笼罩在宽大黑袍中的人影 直接落在了树林里 啊 一声男子粗犷地惨叫后 随后又是一声女子的尖叫 简师姐 我们错了 不该在背后议论你 求你放过我们 女子不停求饶 声音都在颤抖着 杨彻寻思片刻 悄悄靠近 她看到林中一片厚厚草地上 一个光着上身的青年男子 正躺在地上捂着装部不停哀嚎 一个年轻妙龄女子 衣衫不整 正一脸惶恐地看着黑袍人 师妹本来还想放你一马 只杀这马丘成 不过既然你认出了我 那就一块去死吧 黑袍女子助击初期 而躺在地上的马丘成和女子 都只有练器十二层 这二人对于黑袍人而言 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简师姐 我们并无仇怨啊 求你饶了我们吧 女子苦苦哀求 然而 黑袍女子却根本没有任何迟疑 手中出现两个环形顶级法器 分别飞向了这对男女修士 眼看这二人 马上就要被削掉了脑袋 树林中忽然飞出树道乌光 直接打在了那两个环形法器上 叮叮 两声闪耀出道道刺眼之芒 谁 黑袍女子大吃一惊 心中充满了惊骇 她助极其修为 竟未察觉到这里 还有别人 简历师姐 这对小道理不过在背后 说了你几句坏话而已 你就要杀人灭口 杨彻直接现身 根本没有一丝一猴 想要掩藏身份的意思 是你 黑袍简历认出杨彻 似是十分惊讶 你来我第八封做什么 杨彻笑道 其实有点私事正准备来找简历师姐的 不过 既然凑巧遇到了 也省去了麻烦 哦 你找我有失 简历那藏在黑袍下的手 竟微微抖了抖 实不相瞒 师弟 我近日侥幸助击成功 所以想起了昔日 与我有些过节的江吴师兄 想跟他好好了结下恩怨 可我不知道 他现如今在哪里 听说简历师姐 与江吴师兄关系不错 是以特来询问一二 那可能要让师弟失望了 我也不知道 江吴去了哪里 简历冷冷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告辞了 杨彻道也干脆 转身就准备离开 杨师兄 求你带我们一起走 那妙邻女子梨花带雨 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那就走啊 还愣着干什么 地上那个 不想死 就赶紧起来走了 杨彻催促道 那一直捂着装部的男子 这才咬牙挣扎着战起 其装部竟一片血红 黑袍中的简历 手指动了动 却终究没赶下杀手 第118章 秘密消息 第八封 某处偏电阁楼内 女子胡小南 帮男子马丘成处理了伤势 杨彻坐在二人对面 悠闲地喝着茶 杨师兄 多谢救命大恩 胡小南朝杨彻音音一拜 杨彻也不废话 直接问道 胡师妹 马师弟 你们对江吴可了解 胡小南一愣 疑惑着杨师兄 怎么突然问起江吴 那马丘成则立刻说道 江吴以前 是我八封准弟子之一 为人傲慢 眼高于鼎 而刚才差点杀了我们的那简离 据说会些不为人知 妙不可言的房中之术 那江吴便是尝了滋味后 被简离神魂颠倒的人 杨彻闻言 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继续问道 那江吴到底从何处入的我清剑宗 二位可知 胡小南与马丘成对望一眼 眼里的疑惑越来越浓 不过马丘成还是迅速说道 据说是从我江国南部一休 先大家族而来 若所料不差 应该是那赫赫有名的江火城江家 哦 马师弟平和断定呢 杨彻仍旧不动声色 抿了一口清明 马丘成道 我有一好友跟这江吴关系不错 他们有一次一起结伴外出历练 那江吴无意中透露出来的 杨彻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沉思之色 见杨彻不说话 马丘成与胡小南二人 也不敢随便开口 过了一会儿 杨彻忽悠问道 那简离为何要杀你们 仅仅只是说了他几句坏话 就让他动了杀意 这不太可能吧 而且他出现的时机也有些蹊跷 闻言 胡小南面上立刻泛起一丝恨意 他迅速说道 杨师兄 你有所不知 这简离自从有一次外出 很久一段时间后 回到宗门竟已助击成功 自那以后 他性情抵制以前 更加令人不可捉摸 我得知他手上 还有一粒助击丹 便想着换过来再服用尝试 冲击助击 没想到他除了索要很多零食外 竟还想要我手上的定年丹 我没答应他 他可能一直惦记着 偷偷跟踪了我们 原来如此 杨彻起身 是上报宗门呢 胡小南恨恨道 没用的 他已经成了第八封正式弟子 而我们这些名义上的准弟子地位 远远不如 他随便一个理由 宗门都不可能处罚他的 说完 胡小南才想起 眼前这位杨师兄也是 一位主封正式弟子 顿时止住了话头 不敢再继续说下去了 杨彻直到现在 已经隐隐可以确定 被他灭杀的江吴 就是江火城江家族人 只是江家 到底是怎么知道此事的呢 杨彻陷入沉思 即使有缘因期 他说这秘书效果如何 单据他查证得知 江家对他开出的人头暗花 时间不足两年 若真有此秘书 江家早就来清建宗调查真相 甚至讨要说法了 而不必等到两年后 才对他开出人头暗花 所以这其中 肯定还有他不知道的真相 近两年前 难道是我暴露了什么 杨彻暗道 他有一个习惯 获取别的修饰的储物袋后 不会马上打开 而是特意等一段时间再打开 而恰巧这江吴的储物袋 杨彻压根给忘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打开过 所以杨彻可以断定 也绝不可能是 江吴储物袋内物品的问题 储物袋虽然只是 最低阶的空间法器 但毕竟是自成空间 若非修仙大能 根本不可能隔空 就能探查到别人的 储物袋内空间 杨彻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想得头疼之后 他干脆决定 这中间的真相不要也罢 反正与江火城江家 已经是死仇 有没有中间这段真相 都不会改变杨彻的复仇计划 想到这里 杨彻起身 那胡小男 却递给杨彻一个锦盒 轻声道 惭愧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这里定年单 就送给师兄 了表师兄 救命之恩 杨彻也不客气 直接收下 这时那马丘成眼里 闪过一丝犹豫之色 不过很快 他就四下了决心般 忽然说道 杨师兄 我马丘成 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不过 我这里有一个消息 本是我的一个秘密 如今告知杨师兄 就像男师妹说的 全当对杨师兄 救命之恩的感谢 说着马丘成 立刻施展传音术 将此秘密告诉了杨彻 杨彻听后 心里虽有些哑然 但面上却不动声色 马师弟 好好养伤 到此 杨彻正准备离开 这时马丘成忽悠说道 对了杨师兄 听我那好友说 以前江吴 好像给过简离一个 什么江家的感应应件 那简离先前或许在说谎 他很有可能知道 江吴在哪 杨彻一听 顿时心中一震 马师弟 你能断定这消息 是真的 杨彻神色冷峻地问道 马丘成立刻拱手道 我这好友 确实是这般对我说的 至于简离 到底有没有江家感应应件 这个我就不敢肯定了 杨彻神识 仔细扫过马丘成 马丘成心中亥然 但面上表情却很坦然 毕竟他感念杨彻救了 他和胡小南的命 不止先前说出的那个秘密是真 这关于江家应件的消息 也是如实相告 没有丝毫隐瞒 杨彻火速离开 思索良久之后 他迅速来到剑门殿 查了差不多 这两年所有宗门弟子 离宗的手续记录 果然 他查到两年前 他公开接受挑战那日 简离有离开清剑宗的记录 杨彻思索推敲了足有半个时辰 随后心中有了计较 眼中陡然闪过冰寒杀意 走出剑门殿 天边已露出曙光 杨彻心中念头交织 虽然他第一时间 更倾向于私下悄悄杀掉简离 但感觉心口始终有一口闷气 不出不快 最终 他还是决定就此杀上第八风 如今 各封老祖皆不在 他杨彻也趁机想看看 一封首席弟子 在宗门究竟是什么身份地位 连其余封的准弟子都敢打主意 若真是不可为 大不了用掉底牌 正好趁机离开宗门 尽管他也知道 会有思虑不周之处 但若不出心口此气 心中便无法通透 打定主意的杨彻 踏着顿心缩 神色无比阴沉地来到了第八风 简离 给我滚出来 一声冰冷怒吓 落于第八风 令得所有八风之人 都感受到了杨彻的冲天之怒 何人胆胆来我第八风撒眼 一名驾驭飞剑的年轻男子 迅速从第八风某座店内飞了出来 叫简离 滚出来 杨彻面无表情 其释放的冰冷杀意 顿时令这年轻遇见男子 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第119章 强势 此男子长相清秀 主既出其修为 认出来人是杨彻 他不由在心里很是吃了一惊 身为剑四风大弟子 拥有变异雷仙根 如今的杨彻 早已是清剑宗明人 尤其是近两年前 杨彻在剑四风轻视广场 以练弃十二层顶风修为 便能顺败驻击初期 已是寄今四座 如今杨彻已经驻击 更是使得这些驻击初期弟子 见到他后 竟莫名升起一丝巨异 所谓人的名书的影不外如是 不过身为剑八风七席弟子 这遇见清秀男子丁卫涵 自然不怨若了八风脸面 而且他认为 自己进入驻击初期多年 远不是当初被杨彻击败的 那刚进入驻击初期的话一可比 且这杨彻如此言语 折辱他心中的简离师妹 愤怒早就令他有些上头 杨师弟 是不是以为 当上剑四风首席 就真拿自己当盘菜了 这是剑八风 不是你剑四风 你敢敢如此如我剑师妹 我丁卫涵 今日可饶不得你 冷哼一声 丁卫涵周身忽然出现 树柄寒光闪闪的飞剑法器 他悬浮于半空 这些飞剑法器 全都缭绕于他身侧 随着他一掐法诀 这些飞剑顿时化为树道流光 呼啸着斩向杨彻 杨彻仍旧踩在顿星梭上 神情淡漠 手指轻轻一扶 一层雷云便挡在他身前 丁卫涵的飞剑 全部斩在雷云之上 看着声势惊人 实则根本破不开雷云的防御 就在这时 又有数十道人影 从剑八风飞出 全部悬浮于半空 杨彻冷冷道 诸位师兄弟 师姐妹 我杨彻今日来八风 只为找简离了却一桩私事 念在同门 我并不想为难诸位 不过诸位若硬要阻拦 那也休怪我不客气 好大的口气 杨彻 给我滚出八风 见杨彻直接无视自己的攻击 且在如此多同风弟子面前口出狂言 丁卫涵尽管已是助击修饰 但仍旧感到脸上一阵发热 似乎在这一刻 颜面荡然无存 这无疑令丁卫涵心下 愤怒到了极点 剑飞剑没能奏效 丁卫涵一咬牙 召回飞剑后 极为肉痛地 取出了一张终极中阶攻击灵符 此符名金蕴刺 是一张极为珍贵的金属性终极攻击灵符 随着咒觉快速念出 丁卫涵将此符向前一抛 只见金光一闪 他头顶斜上方 立刻形成一个石树杖的巨大圆形光幕 咔咔咔 他连续刺耳声响起 从那圆形光幕中 很快涌出无数长长锋利坚实 如同天外陨石般 形成狂暴的陨石雨 朝杨彻铺天盖地笼罩下 终极中阶 攻击灵符之威 不可小觑 但杨彻神色依旧淡漠 看来这丁卫涵 是非要阻挡他不可了 脚下闪云靴 一阵诡异乌芒闪过 杨彻形如鬼魅 穿行在陨石雨中 几乎眨眼间 就到了丁卫涵身前 不足半仗之处 随后简单一拳挥出 砰一声 来不及反应的丁卫涵 整个身子弓起 五官痛苦地扭曲在一起 整个人狠狠砸向坚硬的 岩石地面 哄 地面直接被砸出 一个树杖大深坑 丁卫涵躺在坑底 嘴角渗血 几乎无法动弹 有八丰弟子 赶紧走向丁卫涵 将其架起 带走疗伤 好狠的手段 杨彻 我们可是同门啊 你竟下手如此狠毒 你枉为剑四丰 首席弟子 就是 这杨彻一来 我见八丰就如此咄咄逼人 真是太不把我们八丰 放在眼里了 这人是来找简离师姐的 简离师姐那么温柔一个人 定是这杨彻追求不成 怀恨在心 众八丰弟子 你一言我一语 议论纷纷 齐言想要诛心 杨彻冷冷地盯着这些人 心里冷笑一声 这些助击初期弟子 眼见时 未寒败得那么惨 一个个心里惊惧 但嘴上却有表现的大义凛然 即使他们一个个 数落着杨彻的不适 却无一人敢真刀真枪 与杨彻打上一场 简离 你在怕什么 还不滚出来 杨彻中气十足 声音远远传荡开去 不停回响在这第八丰群山间 放肆 还真到我八丰无人了 一声怒喝传来 杨彻冷眼望去 发现一个助击中气的红脸汉子 遇见急飞而来 是三席断言师兄 断言师兄 进入助击中气多年 这下好了 这杨彻可算要挥溜溜滚回去了 这杨彻实在太嚣张了 连三席师兄 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红脸汉子到来后 便神色冷漠地 狠狠盯了杨彻一眼 杨彻注意到 此人身上 竟有一种极其浓郁的杀伐之气 你就是杨彻 现在滚出我八丰 我就当 砰 这红脸汉子段 言话还没说完 撞术的身躯 就已经狠狠砸向了 坚硬的青石地面 原本喧闹的四周 一下子寂静起来 他们看向杨彻的眼神 变得无比古怪 刚才的一瞬间 他们只看到杨彻猛然一动 便诡异到了断言身后 并一脚踹在断言身上 将断言给狠狠踹飞到地面上 断言已经狼狈地爬了起来 眼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 杨彻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随后 忽然飞向胡小南 与马丘城所居住的偏殿 见杨彻到来 二人心里叫苦不迭 这可是大白天 见八丰上无数只眼睛盯着呢 胡师妹 马师弟 我原本并不想再打扰二位 但无奈这简离 就是躲着不肯出来 所以只能来找二位帮忙了 杨彻说着 见两人脸上都带着不安和惶恐 所以又快速说道 你二人不必担心 我想你们在这八丰肯定也不如意 我现在 以四丰大弟子之名 正式邀请二位 加入我见四丰 成为我见四丰准弟子 你们意下如何 胡小南与马丘城闻言 顿时双双眼睛一亮 立刻大喜过望道 杨师兄此言当真 杨彻道 这还能有假不成 而且 我见四丰老族 早已授予我招收准弟子了 太好了 胡小南和马丘城的兴奋与激动 完全超出了杨彻的预料 杨师兄 我知道简离住在哪 我带你去 胡小南没了后顾之忧 立刻就将自己带入到了四丰准弟子的角色 坚定地站在了杨彻一边 好 杨彻踩上顿星缩 让胡小南与马丘城也站了上来 所过之处 但凡有弟子敢阻拦 杨彻直接一个闪恋雷枪刺过去 这些弟子纷纷被麻痹不能动弹 从半空跌落 不多时 三人来到一处颇为精致的大殿前 就是这儿了 胡小南说道 三人落下地面 杨彻正准备强行闯进去 却陡然感到心中意紧 于是迅速拉着胡小南与马丘城急急后退 四丰弟子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随着一个有些苍老而低沉的声音响起 一位杰丹妻长驯老者缓缓 从这大殿内走出 老者身后 赫然跟着那一身黑衣 美艳动人的简离 第120章 你必死 马师殿 胡师妹 你二人退开一些 是 大师兄 二人倒是挺会来势 立刻一口同声 应了一句后 便恭敬退到了远处 杨彻目光 直接掠过这杰丹七长驱老者 无比冰冷地盯着简离 似乎直接能看穿简离灵魂似的 简离被杨彻如此盯着 一只漠然的神色 也不由有了一丝细微的变化 杨彻毫不掩饰外意的杀意 冷冷说道 简离 你对我杨彻做过什么 你心知肚明 今日 即使老祖来了也护不住你 你 必死 简离那藏在宽大袖袍中的手指 微微颤了颤 自打接到江火城 江士族人的传信 说杨彻在护城大阵开启之下 竟还是从杰丹七修士手中逃出后 简离就一直心神不宁 整日忧心忡忡 那江家族人 要他在清剑宗寻击杀掉杨彻 谁知杨彻一回到清剑宗 就选择闭关不出 再出关便已是助击器修士 这让原本想要动手的简离 一次次胆怯退缩了 他可是亲眼目睹过杨彻那日 再见四丰广场 如何凭借练弃十二层顶峰修为 就能顺败助击出气 尽管那华裔只是才助击不久 但也是货真价实的助击修士 这杨彻仅凭练弃十二层顶峰 就能顺败华裔 这份实力 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战胜的阴影 此后他暗中调查过杨彻 更是震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当年他和江吴 被大师兄派去贫庐峰查许庸 和召集之死一事时 这杨彻才紧紧练弃四层修为 可后来此人不知怎么得到的资格 竟然能参加乌银海历练 而那时 他竟然已经是练弃九层修为了 要知道这期间 才过去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这让一直在修炼之路上 苦苦挣扎的简离 心里十分不平衡起来 他想到自己为了修炼 为了增进修为 吃了无数苦头 用尽了各种不为人知的办法 甚至不惜牺牲色相 才一步一步走到八丰准弟子的位置 可是这杨彻 凭什么 短短两年时间就从外封剑奴 一跃成为剑四丰首席弟子 而杨彻越是表现得近乎于妖 他便越发肯定 江吴肯定是死在了杨彻手中 因为江吴曾私下里跟他说过 说他特意去住剑阁 接替卫宇航做领事弟子 就是为了整死杨彻 可江吴去住剑阁没多久 就失踪了 此后杳无音信 他自然也怀疑过杨彻 但实难相信 当时只有炼弃五层的杨彻 怎么可能杀得了炼弃十二层的江吴 直到 那日在剑四丰广场 亲眼目睹杨彻可以跨境界打败 修为更高的弟子后 他开始越发坚定江吴很可能 就是被杨彻杀掉了 为了能证实此事 他悄悄刻下杨彻一段生相遇见 随后便偷偷去往了 远在数万里之遥的 江国南部江火城 以江火城将家族人 帮他强行助击为条件 简离提供了疑似 是杨彻杀死江吴的线索 江家一位元英七大修士 不知用了何种秘术 最后断定 杀死江吴的凶手 果然就是杨彻 此位元英大修士 强行帮简离助击后 简离便回到了清剑宗 此时 听到杨彻 那斩钉截铁的冰冷之言 简离内心深处那丝恐惧 忽然被无限放大 不过最终 他的目光 落在了眼前 这位杰丹七老者身上 才稍微定了定心神 在杨彻来到第八峰 怒喝那一声开始 他就猜到杨彻 已经查到了他头上 而八峰择魁老祖 随其他几位老祖外出 已经两个多月 没有消息了 施以简离最终 只能将希望 放在眼前这位杰丹七老者身上 他希望这老者 能赶快斩杀杨彻 但一想到以后 就要伪身于这老者 又觉得心下一阵阵恶心 好大的口气 老夫替张师叔 先好好教训教训你 长旭老者听了杨彻的话 被这小辈的狂妄 也弄得有些火气 他决定以碾压之姿 击破杨彻的修仙信念 暗毁杨彻根基 让他从此以后 再也无法寸进 尽管必然得罪四封张师叔 但八峰封主则魁 是他师父 有则魁师尊挡着 他最多也不过 被罚掉一些修炼资源而已 长旭老者 直接吐出法宝 竟是一根泛着幽光的乌黑铁棒 老者手掐法绝 此铁棒立刻迎风箭掌 变成一根乌黑的巨大柱子 去 老者向着杨彻一指 这具大柱子 就向着杨彻腹部 狠狠撞去 见杨彻被自己杰丹七的 威压气息锁住 一动不动 老者眼里 不由闪过一丝不屑 终究只是一个 小小柱机器而已 即便刚才夸下海口 也改变不了 他在杰丹修饰眼中 小柱子将要砸中杨彻的一瞬间 杨彻居然消失了 不好 老者似是感应到了什么 立刻甩出一张防御灵符 瞬间黄光大放响 要将简丽给包裹护住 然而 他终究还是没能 快过闪云靴的瞬移 一道闪电般的剑光滑过 扑斥一声轻响 简丽的脑袋便飞出老远 直到这颗脑袋落在地面 那无头脖梗处才滋的一声 血蛀喷涌而出 长旭老者有点梦了 一个助击初期修士 竟真的在他眼皮子底下 杀了他 正在保护的助击初期女弟子 长旭老者的目光 立刻一到了杨彻的双脚之上 他再度甩出一张灵符 刺眼黄芒大放 竟形成静致避障 迅速将此地死死封锁住了 一双可顺移的靴子 长旭老者脑中 立刻浮现出古宝二子 这让他再也无法保持定力 眼底闪过 几乎抑制不住的贪婪 而简丽的死 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落 老者一声大喝 这些黄光臂障 立刻颤动起来 迅速缩小 开始朝着杨彻 挤压而来 杨彻神色平静 脸上露出一丝 若有若无的讥讽 若是这老者一直使用法宝 他还有所顾忌 可这老者竟使用灵符 就想将他完全锁在此地 这可是打错了如意算盘 就在这些黄光臂障 越来越小 眼看就要 全部落在杨彻身上之时 杨彻的身体 再一次消失无影 快走 杨彻凭借顺一来 到了马丘城 与胡小南身侧 直接将他二人拽上顿心缩 朝见四风 风驰电车而去 长旭老者眼底 闪过一丝音质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顿光追击 第121章 司马超群 此时 见八风所有亲眼目睹杨彻 灭杀简离一目的重弟子 各个神色恶然 难以置信 在这些弟子心中 从实力层面而言 杨彻能杀掉简离 他们不会意外 和吃惊 可当杨彻 在一名杰丹妻长老面前 顺杀简离 且从这长老手中逃走 这就令他们 不得不感到惊愕 甚至心声更大巨异了 顿心缩上的杨彻 此刻神色无比凝重 尽管他已进阶驻击中期 但面对一个杰丹妻修士 不动用底牌的话 他根本无法战胜 但不到万不得已 他绝不想 在这轻剑宗公开用出底牌 连续两次动用闪云靴 顺移神通 杨彻法力消耗极大 好在进阶驻击中期后 法力大长 他仍能勉强驾驭顿心缩 急速飞往剑四丰 尽管老祖老头不在 但杨彻知道 只要自己能进入 红蓝秘境 那就安全了 因为只有凭借特殊预检 进入专门的传送阵 才能被传送到红蓝秘境 而那长须杰丹老者 显然不可能有这特殊预检 自然无法进入 一路之上 无数弟子纷纷避让 剑八丰一名杰丹长老 追击剑四丰首席弟子杨彻 这一诡异之事 很快也被宗内当职之士弟子 迅速上报给了剑门殿 身后顿光越来越近 杨彻手握一块 中品零食 疯狂补充法力 好在顿心缩速度 实在不一般 否则杨彻早被这杰丹老者 给追上了 长须老者越追也越是心惊 他自然早就看出 这杨彻的飞行法器 竟然也不一般 身为杰丹七修士 老者的心思自然较为缜密 杨彻身上有如此多的宝物 使他不得不考虑到 是剑四丰丰主张师叔 对这杨彻爱护有加 才舍得给他 如此珍贵的宝物防身 若是真杀了杨彻 即使有师尊除面 怕是也未必能替他 完全挡下来 不过这杨彻当众杀了 他八丰正式弟子简离 恰好给了他足够的理由 废掉这杨彻 只要能尽快追上 并彻底废掉这杨彻 即使到时候张师叔大怒 他也完全有宗规 可以拿出来说道 长旭老者冷哼一声 顿光速度陡然再度加快 不消片刻 杨彻已经感应到 那长旭老者快要追上他了 离四丰还有一段距离 杨彻隐隐有一丝 焦急浮上心头 脑中快速闪过 数个念头 杨彻忽然对胡小南 与马丘成说道 胡师妹 马师爹 你二人只管敢去见四丰等我吧 说着 杨彻竟将顿心缩一收 胡小南与马丘成也知道 眼前境况有些不妙 所以都没说话 点了点头 各自取出飞行法器 朝剑四丰继续飞去了 杨彻突然停下 道令长旭老者吃了一惊 不知眼前这长相平平无奇的 剑四丰大弟子 想要耍什么花呀 不过 他可不会给这杨彻 任何时间和机会 铁棒法宝立刻吐出 幽光闪动间 便直接朝杨彻腹部狠狠砸去 杨彻身上枣 以覆盖两层为云 同时360枚 飞火针 旋转在他身侧 组成坚实的防御针网 同时他全力吸收 手上这块中品灵石的灵气 用以补充法力 只要撑到法力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就准备施展一次 极限顺移 就如同在江火城外逃命那次 砰砰 两声翠响 两层雷云紧紧抵挡了片刻 就完全崩碎开来 那铁棒砸在飞火针网上 光芒散射 针网急速颤动 看样子也坚持不了多久 雷云的破碎 令杨彻清晰感应到了 使用法力与使用融合之力的巨大差别 紧接着 崩一声 飞火针网也完全崩散开来 根本来不及重组 被杨彻干脆收入流星河 哄 杨彻直接被铁棒砸中 身上剧痛铃声 犹如被山岳撞击 潜藏于体内的融合之力 忽然从体内各角落汹涌 汇聚至下丹田 与铁棒法宝的力量相抗衡 这一幕 令长虚老者瞳孔不由再度一缩 杨彻这时 也终于察觉到这长虚老者 竟是想要废掉他的丹田 让他成为一个废人 真是歹多 杨彻神色冰冷 正准备施展极限顺移 却忽然看到 一道白色剑光刹那而至 生生将那铁棒法宝 给斩出老远 还没完 又一道白色剑光 紧随气后瞬间 朝着长虚老者斩去 那长虚老者脸线惊骇 一边急急飞退 一边大声道 司马师兄 还请快快助手 白色剑光停滞 一位同样留着长虚的 微胖老者 欲空而来 不过此微胖老者的长虚 已然雪白 且垂直腹部 而追杀杨彻的老者 长虚清灰 还不到胸口 谢师殿 你一个堂堂八丰长老 竟想要废掉 这住基地子 心思未免歹毒了些吧 白虚微胖老者 看向轻虚老者 神色颇有些不善 杨彻赶紧上前恭敬道 敢问可是司马超群师叔 白虚微胖老者 微微点了点头 看向杨彻的目光 竟流露出几分爱护之意 此人正是剑门殿殿主 那儒雅中年住基中期 修士正阳的师父 司马超群 一位杰丹后期大员满修士 司马师兄 这杨彻目无宗规 擅闯我八丰 强杀我八丰 正是弟子 如此心狠手辣之徒 我作为八丰长老 自然要维护宗规 看在他身为四丰大弟子的份上 我并没有想杀他 而只是准备将他废掉 以示成见 所以 师弟我并未做错什么 谢姓长老虽神色恭敬 但却又理直气壮地 回答着司马超群 杨彻 为何要杀八丰正是弟子 司马超群不解 杨彻身为剑四丰 首席弟子 在弟子地位来说 已经算是处于顶尖了 若没有深仇大恨 根本没必要 跑到八丰来杀人 杨彻立刻靠近司马师叔 小声道 师叔 还请施展格音术 司马超群手一挥 施展了格音赵 说吧 于是 杨彻没有任何隐瞒的 从江吴如何刁难 并想灭杀他开始说起 这一说 时间颇为不短 那谢姓长老站在一旁 听不到二人对话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但他也不敢强行施展 神识谈听 毕竟司马店主 是杰丹后期大员满修为 他才杰丹初期 根本没有胆量敢去冒犯 许久后 司马超群听杨彻说完 屡了屡常常 白须思索片刻后 忽然神色凝重道 没想到 你真的助击成功了 不过以后 更要万般小心 千万不要被别人 尤其是外面那些杰丹 原音修是发现 你有变异双仙根 明白了吗 嗯 弟子一直紧记着呢 好了 你回见四风 安心修炼就是 近年来 由于血尸之势 修仙界大变天 甚至不少小的修仙家族 都被灭族 过些日子 你很可能也要继续外出历练了 这段时间 就抓紧好好提升修为吧 司马超群说着 撤了隔音照 谢坤师弟 事情我已知晓 你回去吧 以后不得再找杨彻麻烦 司马超群淡淡说道 司马师兄 这 这 八风长老谢坤万 没想到竟是这般结果 心下自然非常不满 回去吧 则魁师叔他们 也不知何时回来 你通知无缘长老 好好准备准备 过些日子 介于战场 很可能就要再度开启了 什么 谢坤文言 当即神色一变 第122章 跳梁小丑而已 司马超群缓缓道 此次介于战场开启 与往次大为不同 师兄所指示 谢坤疑惑道 我们雾影戒狱身为四级修仙戒狱 有资格获取到 两座灵金矿迈五百年的开采权 但雾影戒狱一共13个修仙国 宗门灵力 那修罗国魔道四宗 又野心勃勃 怕是这开采权即使拿到 也免不了又是一场混乱血斗 而且你也知道 近些年 我雾影戒狱涌现出 大量来历不明的血狮 且这些血狮 已经使各大宗门不少弟子都被判了 这些弟子与血狮 很有可能是这次戒狱战场中 最大的变数 司马超群说完 不由叹了一口气 同时眼中涌出一抹忧色 他清剑宗九大主封封主 除了见一封封主出外 寻找老宗主一直未归 见二封封主必死关破镜之外 其余七大封主 都去了那疑似出现 骨血狮的神秘上谷静置之地 如今两个月过去了 七大封主却一个都没回来 甚至这七位师叔 也没有给他发过任何传言 这让身为清剑宗原因之下 第一人的司马超群 在得知戒狱战场将会再度打开之后 便一直忧心忡忡 杨彻回到剑四丰 胡小南与马秋成 见他安然无恙归来 皆是放下心来 露出笑容 胡师妹 马师弟 从今日起 你二人就是剑四丰准弟子 若筑籍成功 通过考核就能成为正式弟子 杨彻说着 将两个准弟子令牌 抛给了二人 多谢大师兄 二人欣喜结果 再次发自肺腑地 对杨彻感谢不已 杨彻摆了摆手 示意二人不必如此客气 然后又说道 你二人既为道理 那住处 你们看着选择就行 对了 你二人对炼丹 炼气 药草种植之类 可懂一些 马秋成立刻道 男师妹懂一些药草种植 我以前在住剑阁做过直视弟子 对炼气倒很有兴趣 杨彻点了点头 说道 嗯 既然如此 那就暂定 以后胡师妹 负责将药园子 给重新恢复起来 马师弟 你就将炼气阁重整起来 我无事实 也会帮你们 是 大师兄 二人恭敬应声 随后 杨彻迅速回到红蓝秘境 盘坐在灵眼之拳旁 扶下养元丹 杨彻调戏一番 待体内 伤势好了不少之后 开始认真思量 老祖老头 他们竟然一去 就是两个月都还没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杨彻很有在去那 将底一探的冲动 不过一想到 天邪子英仍旧在沉睡中 又感觉自己去了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又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一直惦记着九彩火莲 和唤醒天邪子英之势 加上以进阶驻击中期 可以使用天邪子英锁 留给他的那 寻找吉阳之地的秘法了 是以杨彻 便想着 暗中悄悄再去那江火城一探 不过又想到 方才司马师叔之言 让他安心修炼 尽可能提升修为 过些日子 很可能又要外出历练之势 又陷入小小的纠结 实在坐不住的他 干脆收集了灵眼之泉泉水 进入空患模式空间 继续浇灌通幽药园和灵土 灵土进阶就快完成了 杨彻看着 马上就要进阶为玄阶的灵土 脸上也是露出开心笑容 而通幽药园 那原本差不多 约有两亩的普通泥土 在灵眼之树 和灵泉之水的双重作用下 也渐渐在朝着 黄阶灵土转变 寻找定天丹的药材 也必须尽快了 杨彻想到老祖老头 在那金色玉剑中 所说的结丹之法 需要用到逆天丹要定天丹 紫天汁 定原果 还有唇叶 而他完全没听说过这些药材 显然当初那本炼丹炸记 所记载的知识 已经不够用了 若是天邪子英没有陷入沉睡 倒还可以问一问他 浇灌完毕 杨彻出了模式空间 随后 直接离开红蓝秘境 来到了建门殿 找到司马抄群师叔 仔细询问了关于外出历练之事 确定时间 差不多还有半年左右后 杨彻心下当即决定 暗中悄悄再去一趟江火城 一来一回 时间足够了 打定主意的杨彻 回到剑四峰 认真嘱咐 和交代了一番胡小南 与马丘城后 便出了宗门 踏上顿星缩 朝江国南部 风驰电车而去 一日后 杨彻刚飞越至一片荒原上空 便被三个蒙面修士 给围住了 两个住击中期 一个住击后期 杨彻是吧 下辈子投个好胎 记住 千万不要得罪 你得罪不起的人 那住击后期修士 发出低沉的声音后 便取出一件顶阶法器 荧光月 二话不说 法力注入 与此同时 那两个住击中期修士 也各取出了一件 践行顶阶法器 就在这三个修士 即将朝阳彻攻击之时 忽然 嗡嗡嗡 铺天盖地的声音响起 三个住击修士眼前一暗 便发现 自己身上 竟爬满了无数诡异的蜻蜓 啊 两个住击中期修士 率先发出了惨叫 伴随着沙沙的啃嗜声 和痴痴的切割声后 这两个住击中期修士 便变成了两具 没有任何血肉的森森白骨 那住击后期修士 疯狂拍打和扭动 甚至释放出真火 想要烧死这些怪异蜻蜓 但都无济于事 杨彻走至这修士面前 但莫道 刚才你说我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是谁 这住击后期修士 仍旧在驱赶 这怪异的蜻蜓 但却并未回答杨彻的问题 挺硬气的呀 那就和你 那两个同伴一样 变成一堆白骨吧 杨彻冷笑一声 正准备转身 这住击后期修士 再感到身体刺痛的一刹那 立刻惊锯道 等等 杨彻控制赤火蜻蜓 停了下来 说吧 是徐海静 是他找的我们 以三千零十的酬劳 让我们杀掉你 住击后期修士刚说完 便发出惨叫 啊 你 随后 他身上血肉 被赤火蜻蜓啃视一空 地上多出一具森森白骨 徐海静 杨彻目光冰冷 心底冷笑一声 漂亮小丑而已 说完 受了这三人储物带 顿星缩 再度化为流光 继续朝江火城 急飞而去 第123章 古失踪 一路行来 杨彻发现 这江国修仙界的境况 越发地糟糕了 不只有令人闻之色 变得嗜血古血师 到处涂炭生灵 更有大量魔道之修涌入 但越来越接近江火城 杨彻也渐渐探听到一个 无比惊人的消息 在江国南部 屏障坟厌山脉 无数古血师集结在那里 新建了一个庞大宗门 名曰古失踪 且这古失踪实力越来越强 数次攻打江火城 其中一次差点就完全攻破了 江火城的护城大阵 方圆数千里的散修 或小的修仙家族 不是被灭 就是全部逃来江火城 寻求庇护 杨彻踏在顿星缩上 很快闻到空气中 传来阵阵的血腥气息 越是靠近江火城 这血腥气息便越是浓郁 天空像是被隆上了一层血雾 遮天蔽日 到处恢弘一片 杨彻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中 并特意将脸上涂抹 只露两只眼睛在外 依靠神奇的逆袭树 杨彻翘无声息 穿过好几个正在大战的圈子 慢慢靠近到了江火城外围 城外 无数灵石搭建的简落乌射 密密麻麻 几乎将江火城的四个城门 给为的水泄不通 杨彻已知晓 这是大量逃至此处的 散修和小的修仙家族之人 应付不起灵石 无法在城内居住 只能自发抱团 在城外搭建屋舍 临时居住 同时期盼着 积攒够灵石后 能进入江火城中 不过 这些都不关他杨彻什么事 他已施展天邪子英所留密法 确定着江火城内 就有一处吉阳之地 尽管杨彻很想复仇 但他也深知 自己目前修为不足 当务之急 还是一探着吉阳之地 看其内 是否生长有九彩火莲 当初天邪子英 听着陷入 沉睡将它送至此处 很显然是 天邪子英 感知到了九彩火莲的气息 所以 杨彻判断 这将火城内的吉阳之地 多半应该是 生长有九彩火莲 仔细在城外 观察了许久 杨彻发现 凡是进入城内的修饰 不仅要缴纳大量零食 而且都被盘查得非常严格 想要轻易混入城内 怕是有些不易 就在杨彻苦苦思索 要如何进入城中之时 上空忽然飞来两道 极为强大的气息 杨彻心中一灵 立刻吃惊发现 来者居然是一具 灵级古血狮 和一个原音七修饰 这灵级古血狮身材 异常高大 犹如铁塔 颈身高就是它模式空间中 那股血狮灭的一倍有余 且还不说 那粗壮的四肢 如同四根柱子一般 令人视觉震撼 在这古血狮宽大的肩膀上 站着一位相貌 看上去颇为年轻英俊的原音修饰 杨彻立刻猜测 这修饰不是修炼 有什么特殊功法 就是和他一样 服用过定颜丹之类 可以助颜的灵丹妙药 而他服用的定颜丹 正是胡小南师妹为 表救命之恩赠他的那颗 这青年原音修饰 和灵级古血狮的到来 立刻使得无数散修 纷纷堵入屋舍内 连头都不敢探出 那站在江火城城墙之上的修饰 更是各个面色 骇然大变 无比惶恐地望着上空 红一声 青年原音修饰 根本没有任何废话 一拳打出 刺眼血光 顿时汇聚成恐怖的巨大拳头 砸在那护城大阵光照之上 发出一阵阵天翁鸣 整个大阵光照剧烈颤动 眼看越来越塌陷下去 这是从东 西 南 北四个角落 忽然升起四道 耀眼赤裂光柱 注入在了护城大阵光照之上 很快将大阵给重新稳固了下来 肖默山 你身为 堂堂林侠宫老祖之一 居然也背叛了林侠宫 真是我被修饰之耻 伴随着一道冷漠 而又带着毫不掩饰的 嘲讽声音响起 一身穿火红长袍的一字眉 老者飞向上空 远远地与那青年原音修饰 和那具骨血石对峙着 似乎被一字眉老者 戳到了痛处 肖默山脸皮不由 微微抽动了一下 不过 他很快恢复长色 带着些许不屑道 江渊 江无道考虑得怎么样了 还是那句话 他若愿意 归顺我古世宗 这江火城上可以保留 若是不愿 今日就是江火城 城破人亡之时 一身火红的一字眉 老者不由 放声大笑几声 随后震色道 好大的口气 老夫倒要看看 你古世宗 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说着 老者直接取出一把通红长刀 随着老者法力注入 刀身顿时缭绕起熊熊烈焰 其恐怖高温 令他面前的空间 都似乎隐隐扭曲起来 老者操控火刀飞舞 顿时漫天的火红刀刃 竟从那火刀之上 释放分裂而出 铺天盖地朝霄莫山 和那具骨血狮斩去 杨彻感应道 这漫天的火刃 几乎每一片 都蕴含着 无比强大的力量 他暗暗私存 凭自己目前的修为 恐怕连一片火刃 都接不下来 原因修士 竟恐怖如斯 杨彻不由 暗暗握紧了拳头 眼神一片坚硬 随后 他猛地眼瞳一缩 死死地盯着上空某处 只见那肖默山脚下的 灵极骨血狮 鼻孔发出一声 怪异冷哼 那铁塔般的身躯 陡然冲出树杖 将肖默山挡在了身后 也不知这股血狮 如何朝着四周 挥动了几拳 随后那些密集的刀刃 全部被这铁塔般的 骨血狮给吸了过去 此刻这铁塔般的骨血狮 就如同具有磁性一样 所有的刀刃 都朝他飞了过去 叮叮当当 一连串密集的声音响起 这些火红刀刃 落在骨血狮身上 全部粉碎 一字没老者江渊 顿时皱起眉头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忽然 他身形一动 便已消失不见 下一刻 那英俊青年肖默山身形 同样消失不见 砰砰砰 光影错乱 飞忙击射 江渊与肖默山 在瞬移中快速交锋 大战余波 落在护城光罩上 竟令那光罩 都再次颤动起来 枪 去破阵 肖默山对那铁塔骨血狮 发出了命令 较呛的灵级 骨血狮立刻身体急坠 随后取出一个 通体乌黑的圆盘 轰然砸在了 那护城光罩之上 嗡嗡嗡 一连串令人牙酸的怪声响起 那乌黑圆盘 散出漫天黑芒 快速开始覆盖 整个护城大阵光罩 且在此时 从远处忽然静右飞来 三具灵级骨血狮 他们各个手上 持着相同的乌黑圆盘 飞到护城大阵光罩上后 毫不犹豫 便将手中圆盘 砸在了大阵光罩上 咔 咔 咔 护城光罩迅速裂开 裂纹如流水 纹波般急速扩散 裂纹越来越多 整个护城光罩 眼看就要支离破碎 若非东南西北四个角 不断有灵能冲阵 怕是这护城光罩 早已经崩碎开来 杨车认出 这些骨血狮手中 所持乌黑圆盘 正是珍贵的阵盘 有这些阵盘在手 他知道 这将火城的护城大阵 恐怕是保不住了 果然 当将火城中 再度飞出一个 原阴气气息的修饰冲天 而起来到大战之处时 还未有所动作 整个护城大阵的光罩 便发出崩的一声脆响 完全破碎掉了 第124章 王级古血诗 无论是城内 还是城外的那些修饰 一个个全都呆住 城内修饰 各个脸线惶恐 而城外那些 临时居住的修饰 则不少都露出 幸灾乐祸之色 杨车在愣了一下后 果断踏着顿星缩 冲进了江火城内 此时 城外已有越来越多的 骨血诗汇聚而来 甚至还有大量魔道之修 也不知何时出现 疯狂朝城内涌入 在护城大阵 被破的那一刻 整个江火城 便立刻陷入了混乱 杨车为碧人耳目 将修为险路 为炼气12层顶峰 收了顿星缩 换为御风诀 同时 他单手掐鼓怪硬诀 不断有火光 在他指尖闪烁缭绕 似是在为他指引方向 杨车神色凝重 不断辨认方位 朝着城中某处 急速奔去 城中修饰 很快便与那些 涌入的骨血诗 和魔道之修 厮杀起来 颜色各异的护照 灵符 法术 法器与法宝 交相碰撞 惨叫声 此起彼伏 前一刻 还是庇护之所的硕大城池 转眼之间 变成了人间炼狱 尽管也有人 发现了杨车 但确认他 只是一个炼器器修饰后 便很快 直接将他忽略 杨车自不理会这些 循着指引 来到一处 无比奢华的庞大釜底前 这釜底正门两侧 各有一个巨大石狮子雕刻 仰天而笑 好一个神器与威风 但杨车看清 那正门牌匾上刻 有一个陡大的江字 心中一灵 随后露出一丝 阴冷笑意 他悄悄藏在对面街角 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杨车很清楚 他虽会逆西术 但也不敢太过冒险 而护城大阵一破 面对涌入的骨血石和魔修 这江家的强者 肯定都会出去迎敌 果不其然 随着陆续从这釜底 飞出不少强大气息之后 渐渐地 这釜底便再也没有 强大修饰飞出了 杨车逆西术加身 再次确认这釜底 并未设下什么强大静止 法力直接涌入脚上的闪云靴 随后身形消失不见 杨车寻着方向指引 渐渐摸到了一处 像是后花园般的药园子外 有静止 杨车心下一沉 尽管他早就预料到 可能会有几手静止 但真正发现 静止存在后 仍不由滴滴咒骂了一句 他根本不懂破阵之法 既然有这静止存在 杨车也只能无奈叹息一声 好在他已经知道 并记下了这处吉阳之地的所在 杨车认真思索一番 此时离司马师叔所说的 介于战场开启还有充足的时间 于是他准备冒一下风险 就此滞留在城中 看看能不能寻到破阵之际 打定了主意之后 杨车便如同幽灵一般 游走在这江家府邸 既然来了 那就不能白来一趟 杨车心底冷哼一声 不断出入各个房间 开始搜刮财物 尽管修士都会把重要物品和财物 放在随身储物袋 但对于久居的家族子弟来说 多少还是会放一些在居所之内 虽然这些房间 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多 但杨车对待仇人 可没有半分怜悯 他直接将所有物品 统统收入空换模式空间 半个时辰后 杨车居然收获颇缝 竟有不少江家弟子 将许多药材 用浴盒装好后 直接放在了所居住之处 如此一来 倒便宜了杨车 积少成多之下 竟意外收获了一笔横财 老左 顶不住了 求您老人家快出手 上方 忽然传来一个青年弟子 带着颤音的哀求声 杨车赶紧躲在其中 一个闲置房间 透过窗户看出去 只见江家弟子 不时有人被魔修斩杀 从高空坠落 江家的原音器修士 几乎多被灵几骨血师给拖住 而杰丹修士 同样被江几骨血师缠住 根本无法对这些 低阶弟子师以援手 杨车看清了上空的形势后 倒没什么情绪流露 眼看江家弟子死得越来越多 那些魔修更是凶狠毒辣 气焰嚣张 尤其有两个御灵中修士 控制着两头丑陋 而嗜血的虎类妖兽 连人带骨 将不少江家弟子生吞活泼 啊 老祖 老祖救命 老祖快出手啊 惨叫声与哀求声浑合 不绝于耳 江家众弟子 终于纷纷降落 江家府邸 就在这些魔修一冲而下 想要赶尽杀绝之际 嗡的一声 从某处忽然亮起刺眼火红光芒 一圈又一圈的灵力涟漪 随之狂暴四散 除了江家弟子之外 但凡被这些火红涟 冲击在身上的魔修 立刻化为一团血雾 消散开来 那两个御灵宗修士 可是杰丹初期修为 同样被这火红涟 冲击在身上后 连片刻都没能抵抗住 就化为一盆血雾 连金丹都一定碎掉 没留下半分 杨彻看得心惊肉跳 后怕不已 那两起火红光芒之处 正是此前他被里面禁置 挡在外的那处药园子 想一想 他手心和后背 就不停庆出冷汗 若是没有禁置阻挡 他走进去 怕是必死无疑 而此刻 由于他所躲之处 是江家弟子的居室 是以侥幸躲过一截 若是被那火红连衣波及 他除了能想到 强行躲入魔室空间外 根本想不到 任何办法抵挡 实在是可怕 即使是骨血湿灭 肉身极其坚硬 怕也根本挡不住 感谢紫英 交给了我这逆袭术 否则我都不知道 死多少回了 杨彻心里如是想到 而被这一惊吓 杨彻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他准备看准时机 赶紧离开这江火城 离得越远越好 就在这时 他心脏无端地猛然一跳 随后马上一紧 犹如窒息 上空 不知何时 出现一具 无比诡异的古血湿 此古血湿身材 与正常人无疑 身上竟有金色光芒闪动 那毫无感情的空洞双目 也同样有一丝金光滑过 这股血湿出现的一刹那 几乎令所有修饰一瞬间 如同坠入无尽深渊 感到恐惧 窒息 杨彻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脑中迅速划过 令他难以置信的几个字 王极谷血湿 第125章 灭沙 一具王极谷血湿醒了 那地血血关群 可是有着足足百句 王极谷血湿 到底醒来了多少 杨彻根本不敢想 此时 他立刻想到 老祖老头和其余几风的风主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老祖老头有没有危险 其余几风风主他杨彻不在乎 可是老祖老头 他却无法做到不在乎 一想到这里 杨彻几乎一刻 也不想再次停留 想要赶紧去那江底看看 老祖老头到底如何了 尽管他修为上前 但是想必凭借逆西树的神奇 只要他不妄动 应该就不会被发现 即便被发现 他也有堪比原音七十里的骨血湿灭 想逃命应该不成问题 杨彻心下焦急 但仍然非常理智地保持一动不动 他知道 此刻冲出去想要逃走 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他一直保持着逆西树的状态 但被那王极古血湿神石一遍遍扫过 他仍旧感到一阵阵心惊肉跳 似乎已经被完全看穿了一般 金色古血湿 木然地盯着那刚才生起火红刺眼光芒之处 单手轻轻向那里按了下去 蕴含着毁灭气息的力量 瞬间落于其上 一道如镜子般的火红光幕 陡然出现 抵御住了这毁灭气息 不过很快 其上就出现裂纹 裂纹越来越大 最终崩的一声 彻底碎裂开来 紧接着 仍旧是火红光芒冲天 一道全身 被火焰缭绕的干瘦无眉老者 出现在了半空 江无道 终于舍得出来了 不远处 迅速飞来树到人影 而说话的 正是杨彻先前剑步的那位 似是从灵霞宫叛变的年轻英俊元英修士 萧莫山 半步化神 萧莫山来到镜前 顿时吃了一惊 下方杨彻听到这萧莫山之言 也是无比惊恶 元英七之上便是化神七 这江无道 虽只是半步化神 那也是源源碾压元英七的存在 难怪刚才那火红色的能量连依 如此恐怖 干瘦无眉老者江无道冷冷 看了一眼萧莫山 沉声道 所有江家弟子及族人 全到我身后来 他话音一落 不止这江家府邸上空 从江火城四处 也有大量弟子 朝此处飞来 杨彻忽然瞥见 那日追杀他的那手持浮沉的 青瘦老者也在其内 眼内陡然闪过一丝冰冷寒光 杨彻快速分析着目前局势 心思快速转动 就在这时 那金色骨血狮忽然动了 一掌向前频频挥出 带着丝丝金芒的毁灭气息 一瞬间就落在了江家所有人头上 无眉老者江无道 立刻踏前一步 向上举掌一顶 红一声 犹如雷鸣般震响 四周元英以下修士 全部嘴角渗血 更有不少炼气弟子 直接被这巨响给活活震死 那江无道大喝一声 走 随后净分出火红光芒 将江家人全部护住 朝远处猛然一推 这些江家族人或弟子 直接被远远送出了江火城 不过 大量魔修还有骨血狮 纷纷追出 在那具亡极骨血狮的 一缕金芒作用下 同样快速远离了江火城 继续朝那些江家族人杀去 阳彻体内气血翻涌 竟也受了不轻的内伤 迅速吞下树立养元丹 在刚才的混乱之下 他就已经心念急转 果断踏上顿心缩 跟在那些魔修和骨血狮身后 一同追向了江家修士 咦 你是 气息有点陌生啊 飞出一段距离后 有一具兵级骨血时的转世主人 一个短发 穿着瘦皮的汉子 发现了杨彻 杨彻二话不说 直接就将灭的气息 释放而出 那短发瘦皮汉子 顿时面露亥然之色 赶紧拱了拱手 迅速远离了杨彻 杨彻冷哼一声 没想到这短发瘦皮汉子 倒也果断 否则刚才杨彻已经灭了他 杨彻神石散出 几乎一直在分神感应着 那手持浮沉的青瘦老者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杨彻神色也越来越冰冷 终于 借着股血时的速度优势 将家人很快被追上 双方立刻又展开厮杀 几个原因修士 选择了各自的对手后 马上顺一致 更为广阔的高空 展开了激战 杨彻默默地朝着 那青瘦老者接近 此时青瘦老者 正在和一名黑雾缭绕的魔道 杰丹修士激烈交锋 见一个炼器十二层顶峰修士 竟不知死活地突然闯过来 令这两人 都有些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不过 当杨彻气息陡然一变 一具头戴高龄黑关的 高大古血师凭空诡异 出现在杨彻身侧之时 那魔宗修士 与青瘦老者 立刻明悟过来 此人修为虽低 但竟能操控 一具无比强大的古血师 这股血师出现了一刹那 两个杰丹出气修士 都忍不住心惊肉条 这江家之人 由我来对付 你去对付其他人吧 杨彻刻意改变嗓音 冷冷地朝那名魔宗修士说道 那魔修 怎可能听一个 炼器修士之言 本想反驳呵斥 但看了一眼 杨彻身边的高大古血师 不由心下一颤 深知 这股血师绝不好惹 于是冷哼一声 这才信性 朝江家其他人杀了过去 而在释放出 灵极古血师灭的瞬间 杨彻就已经让灭的 庞大神石死死锁定了 将加着青瘦老者 青瘦老者眼色英质 他隐隐觉得 这黑袍修士 莫名给他一股熟悉之感 不过他的神石 一直被眼前 这股血师神石压制 根本无力去查探 杨彻在那魔修离开之后 便直接将赤火蜻蜓 全部释放而出 铺天盖地的赤火蜻蜓 瞬间便将杨彻与青瘦老者 同时笼罩了起来 这是杨彻故意为之 以防有人看出他的身份 紧接着 杨彻命令骨血师灭 朝那青瘦老者扑过去 灭伸出巨大双掌 并掌心相对 从两边往中间狠狠一拍 欲将青瘦老者 直接拍成肉泥 青瘦老者浮沉一扫 他身体表面 立刻出现一层厚厚尖兵 咔嚓一声 尖兵当即就被灭拍得粉碎 不过这一间隙 那青瘦老者 也急速晃动身体 脱离了灭的双掌 这老者马上意识到 眼前这具骨血师绝不好对付 事已急忙吐出了青石法宝 杨彻心面一动 赤火蜻蜓迅速从四面八方 朝青瘦老者覆盖而去 青瘦老者那青石法宝顿时一亮 有丝丝青气一出 随后越变越大 释放出一圈 又一圈椭圆状冰冷光环 冰环四周带着尖刃 冲入了赤火蜻蜓群中 吃吃吃 匿急切割声刺耳响起 很快 那青瘦老者眼中露出无比震惊之色 怎么可能 第126章 底牌进出 老者非常清楚 自己这青石法宝所释放的冰刃环 由于其连环性和诡异性 即使遇到寻常 杰丹中期修士 他都有信心站上一站 可是此刻 他亲眼见到自己 这些冰刃环 冲入眼前怪异蜻蜓群中后 竟在被反切割 这到底是什么奇虫 竟如此厉害 青瘦老者忽然萌声退役 这怪异的蜻蜓若是数量不多 他还有信心灭杀 可是眼前这些密密麻麻 怕不下上万只 而且这些飞虫 还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那句 一直在旁虎视眈眈的古血诗 这股血诗的神识之强 令青瘦老者心下 叫苦不已 甚至他有一种面对 自家原音七诗书 诗博士的那种可怕感觉 一想到 这股血诗很有可能具有 原音七实力 或者接近原音七 青瘦老者再也没有 站下去的念头 当即取出一张终极中阶水顿符 想要赶紧逃离 然而 他刚刚取出 根本来不及催动 古血诗便一巴掌 朝他扇了过来 青瘦老者几倍一凉 被古血诗 强大神识 一直锁定的他 这一次竟没能躲过去 直接被古血诗巨大的手掌 狠狠拍中 一口老血喷出 青瘦老者感觉 肉身都差点被拍裂了 他连忙召回青石法宝 无数兵任环出现 缭绕在他身体四周 郑玉继续催动水顿符 然而古血诗 又一巴掌 闪电般拍来 青瘦老者心下 越来越惊骇 他知道 自己若强行催动此符 也会在传送的那一刻 被古血诗拍碎肉身 此刻的杨彻 自然也注意到 青瘦老者手上 出现了一张终极灵符 猜到这青瘦老者 想要逃顿 心下略有些焦急的他 眼中陡然闪过一丝狠力 操控赤火蜻蜓死死 将这青瘦老者围困 随后九星雷焰 缭绕而出 杨彻静猛地 冲向了青瘦老者 哼 不知死活 青瘦老者 虽无比恐惧古血诗 但一个炼器十二层修士 对他而言 仍然如蝼蚁一般 看到这炼器修士 居然敢朝他 直接冲来 青瘦老者决定 拼着肉身半会 也要先杀了此人再顿走 杨彻自然不知道 青瘦老者的想法 他给古血诗灭下了死命令 若是敢让这青瘦老者跑了 他绝对会让古血诗灭 承受想象不到的惩罚与折磨 越来越近了 当离青瘦老者 不到树杖距离之时 杨彻看到青瘦老者 忽然将浮尘向他一甩 近似要选择自爆 这件浮尘法器 你 杨彻大吼一声 古血诗那一双大手 早就在等着似的 直接将那浮尘法器 给狠狠攥在了手中 与此同时 杨彻看到 那青瘦老者刚刚开口 看看念出灵符咒语的 第一个音符 杨彻身影瞬间消失 闪云靴神通 瞬移发动 随后 青瘦老者便看到杨彻 诡异出现在他面前 同时手中 多了一把古朴残剑 是你 青瘦老者 像是看到了这世上 最不可能之事 双瞳急速收缩 扑哧 一声轻响 老者的头颅 便已飞上高空 青瘦老者脸上 那震惊 愕然 不甘和难以置信的表情 定格停滞 弃绝而亡 杨彻迅速收了 这青瘦老者的尸身 灵符还有储物带 没有任何迟疑 将灭和赤火蜻蜻收回 模式空间后 趁乱朝着远处 一座山脉急飞而去 飞出莫多远 杨彻便直接又一次 瞬移消失在了 茫茫群山之中 他此刻的法力 几乎完全消耗一空 杨彻不仅想着 赶快离开此地 更是在先前灭 出现之后 他模糊感应到 似被那远在江火城 上空的亡极古血狮 给扫了一眼 只是一眼 轻轻的一眼 就令杨彻心神大振 同时灵极古血狮灭 几乎又不受控制的 想要摆脱他的操控 杨彻在一处 极其隐蔽的悬崖半腰处 迅速开辟出一座洞府 布下阵旗和阵盘后 便立刻进入了 空幻魔式空间 神色冷漠地 来到骨血湿灭的面前 杨彻不顾浑身虚弱与疲惫 直接喷出一口精血 化为血污 将灭完全覆盖 随后涌出九星雷焰 熊熊燃烧 立刻包裹了面 啊啊 一阵阵 凄厉无比的惨叫 在空幻魔式空间响起 杨彻目光冰冷 直接取出一把 养元丹吞入口中 随后 控制九星雷焰 继续疯狂焚烧 饶我 饶我 灵集骨血湿灭 第一次对杨彻露 出了深深的恐惧 真正求饶起来 然而 杨彻视若无睹 继续焚烧 九星雷焰 同样无比兴奋和疯狂 不知过了多久 杨彻才将九星雷焰收回 而骨血湿灭 则全身驱黑 唯米不振 之前杀那轻受老者 杨彻眼中弥漫出无尽杀意 骨血湿灭颤抖了一下 露出无比畏惧的眼神 杨彻来到通幽药园 静止走到九夜墨阳果前 摘了一颗成熟的果实 直接吃掉 然后坐在灵眼之术前 开始打坐恢复 有了墨阳果的药效 杨彻恢复得极快 待身体和法力都恢复之后 杨彻出了魔石空间 他没有回清剑宗 反而又朝江火城 悄悄飞了过去 此时的江火城 完全被古世宗控制 杨彻依旧维持着之前 乔装的黑袍模样 大摇大摆走到了城门处 站住 毫无意外 杨彻被拦了下来 我是刘松师叔不下 杨彻没有丝毫犹豫 马上对拦他的人说道 刘松师叔 拦住杨彻的是一个 助击初期的青年修士 听杨彻爆出 是刘松师叔不下 这青年脸上露出一丝 古怪之色 那你的写诗呢 这青年又问道 受伤了 在养伤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杨彻马上又将灭的气息 释放而出 青年修士一惊 赶紧放杨彻 进入了江火城 杨彻一进城内 便立刻施展御风诀 朝江家府底 那处药园子 急急奔去 此时城内 到处断壁残垣 一片破败 杨彻轻车熟路 避过旁人 很快来到江家府底的 那处药园子 他十分清晰地记得 先前那王级古血师 轻轻一按 正好将这药园子的禁止 给破坏掉了 若不然 杨彻绝不可能 再冒着极大风险 回到此处 进入药园子 表面上似乎普普通通 丝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杨彻仔细搜索查看 经过无数次的一一查找 最终还是利用 灭的强大神石 找到一个 颇为奇特和隐蔽的地下入口 第127章 火焰巨人与火联藕 此入口之上 有一个石质盖板 上面填满了泥土 栽种着药草 若没有强大神石 无论找多少遍 只要不将这药园子 翻个底朝天 怕是根本发现不了 此处原本有禁止 但是已经被彻底破坏 杨彻小心翼翼 将石质盖板挪开 从入口下去之后 他又细心地 将泥土和药草 归拢在石质盖板上 从里面一点点 将石质盖板盖好 顺着石阶不断往下走 一直走到令杨彻心惊之时 他才感觉到 有丝丝炙热之气 开始从地底蔓延上来 杨彻心里 顿时升起一丝喜意 看来吉阳之地 应该就在这地底了 随着不断往下走 热气变得越来越赤裂 很快杨彻便来到了地底 眼前出现一个 无比巨大的岩浆池 其内火红滚烫的 岩浆重重冒着气泡 如同红色的血液在流动 杨彻散出神时 举目四骨 迅速在这岩浆池中 仔细寻找 就在这时 他内心忽然一动 感应到体内 九星雷焰无比躁动 略一思索 他将九星雷焰 直接离体放出 九星雷焰出来后 立刻便钻入了岩浆池中 随后 杨彻无比惊讶地看到 这地底岩浆 竟然在被九星雷焰吞噬 岩浆一点点减少 九星雷焰 却在一点点壮大 感知到雷焰的变化 杨彻自然也是欣喜不已 索性不再管九星雷焰 任凭雷焰疯狂吞噬 杨彻则忍受着高温 仔细翻来覆去地 寻找着九彩火莲的踪迹 许久后 杨彻仍旧一无所获 杨彻无道给摘走了 心里暗叹一声可惜 为了等待九星雷焰 继续吞噬这些岩浆 他索性盘息闭眼座 在滚烫石头上 开始继续炼化吸收体内 那妖兽内丹 制成的药液之力 时间慢慢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 杨彻乎赶脸上 有些灼热的同时 还有些痒 于是当即睁开双眼 待看清眼前一幕 不由微微一惊 只见一个人形的火焰之影 在他面前 似是在欢呼雀跃 此火焰人影 十分高大 称之为火焰巨人都不为过 这火焰巨人 最为惹眼之处 是那宽阔的胸膛之处 竟有九个排列奇轨的漩涡 其中一个漩涡之中 有着一颗与人类心脏形状 极为相似的火睛相嵌 而剩余八个漩涡之中 则是一片空洞 雷焰 这是你曾经的模样 杨彻能清晰感应到 这火焰巨人 就是九星雷焰 且此刻的雷焰 远比之前更为强大 火焰巨人兴奋地点了点头 随后忽然化为流光 直接钻入杨彻体内 待九星雷焰归于中丹田之后 竟忽然释放出一丝丝 精纯的火灵器 散入杨彻 似之百骸 这些精纯的火灵器 在他体内 几乎所有经脉内 游走一遍后 重新归于丹田 经脉居然被再次拖宽 且没有丝毫痛楚 杨彻感应到了体内的变化 欣喜地自语道 似是感觉到 雷焰有话要说一般 心念一动 九星雷焰化为的火焰巨人 立刻又出现在他面前 雷焰用火指手臂 指了指岩浆池 杨彻这才一正 将注意力 重新投入到了岩浆池内 咦 杨彻先是发现 这无比巨大的岩浆池内 所有岩浆 竟都被九星雷焰吞噬殆尽 随后杨彻在岩浆池底的石缝中 发现了一株小小的 奇异火红植物 火链 杨彻直接跃下 来到了这株火红植物前 大拇指粗细的杆晶 从石缝中冒出 通体赤红 长着无数白色小刺 约有一尺来长 顶上一个深褐色的小小帘篷 帘篷内 九个小窝 空空如也 杨彻的心情 也一下子 由惊喜转为了郁闷 显然 这帘篷内 成熟的九颗莲子 多半是被那姜无道采摘 只留下一个空壳 尽管无比郁闷 但杨彻 还是打算将此根筋 和莲蓬一起 小心翼翼踩走 毕竟这是 吉阳之地诞生的灵药 即使莲子没了 这根筋 和莲蓬壳子也是 极为珍贵的火属性药材 小心将岩石扳开 露出了火莲杆精的底部 杨彻不由忽然震住 随后内心猛然 再度涌上洗衣 原来这石头底下 火莲杆精 竟连接着一截 采光涌动的金银莲藕 杨彻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将这莲藕 带着火泥挖起 收入了空换魔石空间 随后 他带着九星雷雁 紧跟着进入魔石空间 来到通幽药园 直接在离灵眼之树 不太远的地方 挖出一个小池子 然后 移植了一些灵土进去 又将之前搜集好的 灵眼泉水 全部灌入 做成灵泥 再将这莲藕 连带火泥 极其小心地栽种在其内 做好这一切 确认这火莲之藕 生长状态正常 杨彻这才常常 松了一口气 只是不知这莲藕之上 再生长出新的火莲 最后会结出什么样的莲子了 毕竟他这里 不是吉阳之地 想要种出九彩火莲 似乎不太可能 但毕竟有火莲之根 也就是这节莲藕 加上灵眼之泉 和灵土之泥的作用 想必最终结出的莲子 也不会差 只是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和效果 杨彻也不得而知 出了魔石空间 杨彻迅速离开了地底 待掀开那样原子的十字盖板 完全出来以后 杨彻发现外面一片漆黑 来此一趟 最终九彩火莲 九种颜色的莲子 一颗也未得到 不过 机缘巧合之下 不仅杀了那江家青寿老者 报了在城门差点生死之仇 九星雷焰 也吞噬了吉阳之地的岩浆 大大恢复了不少 变得更为强大 且还得到了一截 采光涌动的金银莲藕 看来只有继续探找其他吉阳之地 循着九彩火莲了 杨彻毫不客气 将这要原子搬空 移植到了通幽耀园 随后 悄悄出了江火城 迅速朝清剑宗的方向飞回 他惦记着老祖老头的安危 决定若是回到清剑宗剑四封 老祖老头和那其余几个封主 仍旧没回来 他就准备去那江底 一探究竟 一路即飞 还没回到清剑宗 杨彻就在半路得知了一件 令整个江国修仙界 都感到无比震惊之事 第128章 修仙界域 江国东北方向的邻国 封国居然被灭国了 封国与修罗国接壤 修罗国四大魔宗开始入侵以来 其绝大部分力量 都集中在攻打封国都城 天封城 封国有六大修仙宗门 不过据说有两大修仙宗门 早就被魔宗渗透 大战最后关头 突然临阵倒戈 才使得天封城沦陷 如今 封国各大修仙宗门残余的弟子 全部集中在了 离玄清山脉尽头不远的新尘宗 新尘宗也成了封国谨剩的 最后一个完整宗门 由于此宗颇善阵法静止之道 才堪堪将魔宗的嗜血脚步挡了下来 不过听消息 新尘宗似乎也抵御不了多长时间了 如此一来 位于玄清山脉的清剑宗压力倍增 封国早就向江国发起了求援 尤其是临近的清剑宗 自然收到了新尘宗的数次求援 纯王齿寒的道理 清剑宗自然懂 但是此时的清剑宗也是有苦难言 究其原因 则自然是因为清剑宗九大主封 七大封主都杳无音讯 这可是七个强大的原因七修士 而清剑宗一直捂着这个消息 根本不敢对外透露嘶吼 加上江国境内 骨血湿的出现 如今也是腥风血雨 这令江国的五大修仙宗们 都感受到了极其危险的气息 若是新尘宗一旦被攻破 江国很有可能要不封国的后尘 于是 江国五大修仙宗们 即使是远在西南的太炎寺 也派了弟子 纷纷奔赴新尘宗之援 杨彻此刻正在某座山中 临时开辟的洞府内 天帝混沌诀 前三页有字的内容后 梳理出来的修炼重点 由于血气的原因 天邪子英自然对他修炼 古神力之事最为上心 其余之事四都不怎么在乎 这预检上梳理出的方法极为详细 意在让杨彻按照上面的方法 真正将天帝混沌诀的威力最大化 这次由内向外 从血骨开始锤炼 再到经脉 肌肉和皮膜 这其中 天邪子英尤其提到了混沌诀真意 与此前杨彻所摸索出来的 基本无二 那就是此法觉不止 可以吸收灵气 药液此类气态和液态之精华 其同样也能吸收固态精华 尽管以这法觉目前的残缺性而言 杨彻用 以吸收固态精华的速度有些缓慢 但仍旧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杨彻可是清晰记得 加上九星雷焰的辅助 他运行天帝混沌 绝能大大加快提炼矿石精华的速度 此前修炼是从皮膜开始锤炼 由外向内 且主要也是锤炼的皮膜与经脉 肌肉 远远在天雷精与暗阴剑诀之上 让他务必重点修炼 好在杨彻已经试过 混沌诀与天雷精和暗阴剑诀 其中任意一种同时修炼 是没有任何冲突的 唯独天雷精和暗阴剑诀 无法同时修炼 呼 杨彻呼出一口浊气 感应到这天地间的灵气 竟明显越来越稀薄 这使他心头莫名涌上一层阴霾 此修炼一番 杨彻消除了一直赶路的疲惫 变得精神奕奕 接下来 杨彻开始清点这一段时间以来 所获得的储物袋 尤其是那江火城 杰丹七轻受老者的储物袋 临时总共获取数千 上阶法器十几件 顶阶法器数件 初级服录数十张 中级服录十多张 小型阵盘一个 丹宝及轻石法宝一件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炼丹 与炼器的材料 令杨彻意外的是 他竟从那杰丹七 轻受老者储物袋内 得到了一枚 关于戒狱战场的介绍预检 还有一份不完整地图 此前 他从司马超群师叔那里 紧紧得知 要让他参加的历练 是进入戒狱战场 其他的 司马师叔并未对他多讲 说到了进入之时 自会对所有将进入的弟子 仔细讲明 从这预检上杨彻得知 原来他所处的 这片由十三个国家 组成的修仙戒狱 叫雾影戒狱 而相邻的修仙戒狱 仅是由七个国家 组成的七盟戒狱 雾影戒狱与七盟戒狱 应都有原影期大修仕的存在 所以都是四级戒狱 两届的戒狱戒狱战场 则位于雾影海域尽头 与七盟戒狱相连的 一片群岛处的特殊空间 戒狱战场 每五百年 由五级戒狱玄武戒狱 派使者开启 目的是修炼资源的 重新分配 若能在戒狱战场获胜 将能获得两座 零金矿卖五百年的开采权 戒狱战场 这片特殊空间 之所以特殊 一是只能由 助机器修为的修饰进入 二是这片空间 据说是上古战场遗迹之一 充满了无数诡异 但是其内 有许多未知的法宝 甚至古堡 还有外界 根本难以寻到的 珍惜天才地宝 通过这枚预检 杨彻算 是大概明白了 这戒狱战场是怎么一回事 事关两座 零金矿卖五百年的开采权 想必两大戒狱这次 都会派驻 机修为的精英弟子 进入争夺 由此可以想象 道士争夺 绝对会惨烈无比 杨彻只想修炼 对这戒狱战场 说实话 他认为危险性太高 并不怎么想参与 但得知其中有外界 难以寻到的 珍惜天才地宝这一消息 杨彻道颇有些心动 认真思索一番之后 杨彻决定一口气 回到清剑宗 他自己的终极梦想 是逍遥自在地长生不死 是以封国灭国也好 将国威夷也罢 他并不关心 只会将修炼摆在第一位 若能确认老祖老头无恙 他便会全力准备 接下来的戒狱战场之行 其中最重要的是 杨彻准备在接下来 离戒狱战场 开启还有三个多月时间里 努力将天邪子英唤醒 既然戒狱战场 是上古战场遗迹之一 那以天邪子英的见识 自然对他也是一大帮助 且唤醒天邪子英 他也多了保命手段 心里更有底气 一路避开厮杀 杨彻回到清剑宗后 发现老祖老头 和另外几封的封主 都仍然没回来 且宗门已经派出 大量弟子前去 新陈宗支援了 杨彻思虑再三 最终还是决定 去拿江底一探 做好决定后 杨彻便没有再犹豫 直接踏上顿星缩 来到了那处大江所在 刚一到达此地 杨彻便感应道 此处灵气 尽已枯茧 心头的那丝阴霾 越来越重 再仔细观察了许久 发现并未有骨血尸 从江中出现后 杨彻这才施展 壁水罩在身 沉入江底 小心翼翼来到了 当初那有着上古静止之处 静止与当初 似乎并无二致 杨彻知道 此静止打开之后 很快就会重新恢复 事宜也并未奇怪 上次天邪子音附身 打出的那破阵 奇特硬绝杨彻已熟记于心 于是开始尝试着 同样打出这硬绝 然而仅仅只是 打出数个硬绝符号 杨彻就骇然敢 因到体内灵力疯狂涌出 一瞬间就几乎灵力枯竭 这让他不得不停了下来 立刻取出一块中品灵石 开始疯狂补充 杨彻这次突发奇想 在吸收灵石的时候 动用了天地混沌绝 原本需要很久 才能吸收完一颗中品灵石 此时既然速度极快的 就完成了吸收 这一发现 让杨彻心头涌 上洗衣之时 也隐隐找到了破阵之法 第129章 时间紧迫 中品灵石 用以迅速补充亏空的灵力 在连续消耗掉 20多块中品灵石后 杨彻中 与勉强打出了 所有的破阵硬绝 嗡一声 血光乍现 纳上古镇法静置上 闪现出无数血色符文 杨彻心中一喜 知道自己打出的这些硬绝 全部正确 只是接下来 他就犯了难 当初天邪子英 在这些血色符文出现后 又快速打出 无数缕细小的金色符文 将这些血色符文 几乎每一个都包裹住 随后沉入地底 消失不见 杨彻无法打出那些金色符文 但他仍旧清晰记得施展的手法 于是 电光石火之间 索性疯狂施展雷系法术 打出一片片电弧闪烁的雷云 同样将这些血色符文 全部包裹起来 随后连续控制大量 闪电光弧 穿过血色符文 进入地底 杨彻无比紧张地 死死盯着这些血色符文 他无法确定 用这种替代方式 是否能够奏效 过了一会儿 血色符文忽然诡异 全部消失 地底 裂开了一道 深不见底的血色缝隙 杨彻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纵身跃下 在他跃入血色缝隙的刹那 静止重新启动 缝隙消失 血色符文重现 闪动数次后 融入静止不见踪迷 地底 一股熟悉 而又无比浓郁的阴寒 直气瞬间扑面而来 杨彻脸色苍白 过度地消耗透支 令他此刻 已然虚弱到了极点 他迅速盘膝坐下 吞入树立养元丹 手中握着一块 中品零食 开始调息恢复 许久后 杨彻这才重新起身 熟悉的断头路 脚下 长宽万丈的地穴 密集地排列着无数血关 大部分血关都已经打开 空无一物 忽然 杨彻也某猛地一凝 心脏更是狠狠一抽 只见中心区域 那百区明显更为庞大的血关上空 浓郁血雾中 镜盘坐着七个模糊身影 老祖老头的气息已然十分微弱 而这七人 赫然正是清剑宗 那前来探查此地的七位主风风主 杨彻正欲飞过去 这是他脑海中 忽然响起老祖老头的声音 小子 别过来 闻言 杨彻只能生生顿住身形 天不觉我清剑宗啊 没想到 你小子竟能进来此地 你什么都不要做 立刻从这里出去 回去告诉你司马师叔 我们七人已利用真刚北斗玄阵 正好奇 我们毕生修为 用以疯困这些恐怖的血尸 阻止他们苏醒 这些血尸实在太过强大 我七人所有的修为 加上这真刚北斗玄阵 也仅仅只能延缓他们的苏醒 而无法真正阻止 让你司马师叔 立刻将我清剑宗举宗 撤出江国 撤出雾影戒狱 不惜一切代价 一直向东穿过七盟戒狱 进入五级玄武戒狱的偏僻之地 抢一处无人之地扎根下来 我七人依靠大阵 和所拥有的全部灵精 最多只能坚持两年时间 两年后 我们会去玄武戒狱 找你们 老祖 两年后 这些古血尸 就会全部醒来是吗 杨彻心中 惊记地问道 不错 两年后 就是雾影戒狱 甚至七盟戒狱的末日 唯有五级戒狱 玄武戒狱 才有实力抗衡 这些血尸 小子 快走吧 原本想亲自助你 助击和结丹 只是没想到 竟遇到这股血尸之事 你回到剑四封后 记住将主殿 所有的功法 全部带走 至于秘境中的那些宝物 你能取则取 实在取不了 就毁了吧 张老祖的声音 非常无奈 说到最后越来越虚弱 而其余几位封主 似是因为大阵的原因 陷入了沉睡之中 从他们身上 不断有灵力溢出 朝七人坐下的 真刚北斗玄阵中注入 快走吧 既然你能进来 我也相信 你能安然出去 张老祖催促道 老祖 您多保重 杨彻只在乎老祖老头 可又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纵然心里万般交集 但也知道 老祖老头所说之事 甚为重大 是以恭敬行礼之后 便直接在断头路上转身 向静置光幕走去 走到光幕之前 杨彻直接将古血师灭 释放而出 随后灭的神石和气息 将杨彻完全包裹 一人一写诗 就此穿过光幕 很快被传送到了那座 无比巨大的祭坛之上 已经醒来的古血师 早就已经出了此地 那些没有醒来的 依旧在血关中沉睡 所以这次 祭坛无比冷清 杨彻跃下祭坛 仔细寻找一番 找到了出口 出了祭坛 发现身在一座山脉的深处 踏上顿星缩飞上高空 仔细辨认了方向后 立刻封驰电掣 朝清剑宗飞回 一路之上 不时有古血师或魔宗的 灵星修士出现 与五大宗弟子厮杀着 杨彻不加理会 以最快速度赶回了清剑宗 来到建门殿 刚好遇到以前的郑阳师叔 现在的郑阳师兄 于是简单说明来意 郑阳立刻带着他 火急火燎 找到了司马超群 杨彻将张老祖的话 一字不漏 全部说与了这司马师叔 司马超群听后 一直沉稳的神色 也是不由为之一变 随后又多次向杨彻确认在三后 这才无比凝重地 坐在主殿主位上陷入沉思 杨彻带回的消息 实在太过重大 这关乎整个清剑宗的 新王和运势 司马超群身 为宗门原因之下第一人 深知要想真正执行 张老祖所说 会有多么大的难度 一个庞大宗门搬迁 涉及到的方方面面 实在太多 且时间紧迫 路途遥远 一切都处在未知之中 还涉及五级介遇 玄武介遇 司马超群明白 执行这个决定的难度 更在于人心 不过 既是张老祖所言 那事实清楚 且整个江国 整个雾影介遇 都面临着莫大危机 是以举宗搬迁 看来是迫在眉睫 司马超群忽然扔给杨彻 与郑阳二人 各一枚践行令简 说道 郑阳 杨彻 你二人下去准备 且要随时听后 传音指示 我现在要去剑二丰 请牛师叔出关 如此重大之事 只能由牛师叔出关主持 说完 司马超群 便立刻飞向了剑二丰 郑阳 则神情严肃地 去通知四位师兄了 而杨彻 也迅速回到剑四丰 准备将剑四丰 所有贵重之物 接收入空患魔石空间 不管清剑宗 其他人如何反应 这剑四丰的一切 他肯定是要将其安然 带到玄武介余的 就在杨彻 刚刚向胡小南 和马丘成 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 这时从剑二丰那边 忽然传出一股 无比惊人的强大气息 第130章 准备唤醒 杨彻心中一领 感应到这股气息 与那江火城城主江无道的 修为气息极其相似 半步化神经 就在杨彻 隐隐猜测之时 先前剑门垫垫主 司马师叔给他的剑行 令简呼有流光闪动 取出剑行令简 一丝法力涌入旗内 司马师叔的声音 立刻传了出来 杨彻 速来剑二丰主殿 杨彻神色凝重 即刻他上顿心缩 急速飞往了剑二丰 剑二丰 主殿内 杨彻一进入旗内 便看到主座上端 坐着一位 几乎胖成圆球的胖子老者 这胖成肉球的老者 此刻已经收敛了气息 乍一看 根本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除了太胖之外 似乎与普通人无异 快见过你牛老祖 一旁的司马 抄群履了履那垂直腹部的 灰白长须 不疾不徐地说道 杨彻当即拱手礼道 弟子杨彻 见过牛老祖 说着 还不忘转身 朝司马抄群继续施礼道 见过司马师叔 你就是剑四丰 首席弟子杨彻 胖老者牛老祖 声音并不显苍老 反而似是中年汉子一般 杨彻立刻点头应道 正是 我这张师弟 难道改了性子不成 你小子看着普普通通 长相更是平平无奇 张师弟 居然能看上你 牛老祖脸上的肉太多 说话时 眼睛都被挤成了一条缝 他似乎 极力想要睁大眼睛 但最终仍就像是半咪着而已 杨彻顿赶着牛老祖 似有些滑稽 但面上 可不敢露出分喉 一旁的司马 抄群健壮 则立刻说道 牛师叔 此子可是罕见的便衣雷先根 张师叔爱奇才 所以 好了好了 我不过是想 到张师弟此前 收的那两个弟子 一个英俊的过分 一个又美貌的过分 是已看到这小子 实在是平平无奇 才有感发而已 牛老祖摆了白手 神色也忽然变得凝重起来 杨彻 你说我那张师弟 让我们举踪搬迁 此事非同小可 你务必一字不漏 将你知道的 全部再给我讲一遍 杨彻即刻又将老祖老头的话 一字不差地说 与了这件二疯疯主 牛老祖 牛老祖听后 脸上神色变换不定 两久后 他盯着杨彻 眼神忽然变得凌厉无比 杨彻 你不过区区 助击初期修为 是如何得知那将敌 有上古禁止 且有关古血尸之事 杨彻并不是第一次 面对这样的质问 是以脸上 神色丝毫不变 很是平静地说道 弟子被人追杀 无奈顿入将敌躲避 这才无意中发现的 牛老祖见杨彻面 对自己的质问 并未有丝毫慌乱之色 眼神也很平静 当即也不再纠结于此 转而迅速说道 你将那处位置告知于我 我去探了叙事之后 再决定是否按张师弟所说 举宗搬迁 杨彻如实相告 牛老祖那肉球一般的身躯 当即消失在了主座上 这时杨彻忽然露出忧虑之色 随后 郑重对司马超群说道 司马师叔 数弟子之言 这时间拖得越久 形势就越危险 且那封国的新陈宗 一旦被修罗国魔宗攻破 我清剑宗即是想要撤离 怕也是艰难无比 你说的不无道理 但现在 司马超群面线蓝色 目光中同样充满了忧虑之色 在他心底深处 他其实是不愿意搬迁的 一个数千年传承的庞大宗门 若要举宗搬迁 还是去那遥远的五级戒鱼 势必会牺牲掉无数弟子 而搬迁造成的浩大声势 也必然会引起 其余修仙宗门的注意 对于杨彻带回的 这无比重大消息 断然不能让其他任何宗门知晓 甚至其他宗门 还要成为他清剑宗搬迁的 巧妙遮掩才行 想到这里 司马超群面色凝重地 对杨彻叮嘱到 杨彻 万万切记 此消息 绝不能走漏半分 即使我清剑宗 最终决定搬迁 也绝不能让其他任何人 任何宗门知晓 还有 你牛师祖没回来之前 也不能让宗门内 其他弟子知晓 我那五个弟子 我会严加约束 杨彻点了点头 明白司马师叔此举 无疑是极为正确的 回到剑四峰后 杨彻找到胡小南与马秋成 让二人务必 对他之前说的话保密 且这期间 最好哪也不要去 随后 杨彻直奔主殿 按老祖老头所教之法 打开了主殿内的那藏书室 将所有的修炼功法卷轴和御检 统统收入了模式空间 且在此藏书室内 找到了 进入其他两处秘境 春雨瓶和冰叶岛的 备用禁止 出入御检 迅速来到对应传送阵 杨彻先后进入 春雨瓶和冰叶岛 将两处秘境中 所有野生灵药 全部采摘一空 并取走了两秘境中 最重要的宝物 其中春雨瓶秘境中的宝物 是一颗木灵珠 其内蕴含着庞大 而又无比纯净的木之灵气 而冰叶岛秘境中的宝物 则是一块雪坡石 是天地间 致寒致阴的珍稀宝物 最后 杨彻回到了红蓝秘境 来到了灵眼之泉旁 毫无疑问 红蓝秘境中 最重要的宝物 就是这口 中品灵眼之泉了 灵眼之物 是可以被移走的 但是需要通天法力 若稍有不慎 灵眼之物的功效 就会遭到极大破坏